只因你的S级异能八荒神火比别人晚觉醒五分钟 却被笑话女友误认为是无法觉醒的废物 迫不及待投入班爸怀中对你当众羞辱 我刚刚觉醒了B级异能 这辈子注定是强者的女人 你还是老老实实当个没出息的清北大学生吗 同时班爸泛浪也神色比异的咒骂道 小子以后离柳如烟远点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你满不在乎淡淡一笑 但一旁的死党顺子却急眼了 你他妈算什么东西 他们小两口的是有你什么事 眼看双方就要大打出手 你的脑中却突然响起一道提示音 检测到S级异能八荒神火 是否立即激活将学校移为平地 你经的目瞪口呆强忍着激动 别别别 先让我打个脸再激活 然后你照着柳如烟就是一巴掌 看着对方红红的掌印寒声开口 这一掌是教你做人的 滚开 好狗不倒的 此时你眼中散发着宛如星辰般的璀璨光环 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生人无尽的压迫感 柳如烟被你的气势下的虎去一阵 仿佛被绝世凶兽盯住猎物一般 唯有顺子和苏灵为你高声欢呼 见状你潇洒的挥手道别走出了教室 因为你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激活八荒神火 而等你走远柳如烟才开始怒吼 0号你一定会后悔的 文言你头也不回地淡淡开口 后悔的人一定是你 柳如烟看着你消失的方向又气又怒 本以为你会失声痛哭请求不要分手 然后他在小以大意狠心分手决绝离开 给你留下一个毕生难忘的歉意 却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0号终有一天 这一巴掌我会十倍百倍地还回去 说罢便甩开泛浪冲出了教室 剑撞泛浪屁颠屁颠地跟了上去 女神别生气 你还有我呢 为一个异能都没觉醒的废物不值得 泛浪和柳如烟作为B级觉醒者并不多见 在三中甚至整个浮城都是凤毛绫角 因此它压根就没把你放在眼里 而此刻你来到了城东郊外 这里人烟稀少非常适合激活强大的神火异能 被染成血红整个城市都为之剧烈一阵 然后一朵浓郁到极致的紫色火焰 划过夜空融入体内 随着一道惨叫声响彻天地 浑身被紫火包裹仿佛火神降势 半座山在一瞬间都被烧成了灰烬 虽然很痛但却非常舒爽 因为你感受到体内气血翻涌 这是八荒神火在改造你全身内外 此刻你清晰地感觉到力量在不断暴涨 直到将半座山烧光达到力量极限才收回神火 看了一眼烧焦的山林你彻底蒙了 完了完了 这下要牢底坐穿了 而你刚准备给林夜局打电话 一对年轻男女忽然从树林中钻出 小子 就是你放火烧的我 身后的玉姐雷厉风行冷声道 老六闭嘴 就是你觉醒的异能 为了不泄露自己的底牌你不打反问 你们是谁 女人掏出证件 扶成异能特别行动处异能小队队长和灵 现在你可以说了 我保证你的信息不会被泄露出去 但你还是没有轻易相信对方的话 因为经常有人伪造政见招摇撞片 而非官方异能者一般都是致邪致恶 但对面两人气息太过强大 想逃也逃不了 于是你盯着两人严肃开口 我可以说 但需要去你们的办公地点交代 文言和灵冷冷开口 还挺小心谨慎 老六你留下处理一下 我带他回去 说罢便将你盖上越野车扬尘而去 十分钟后市中心被夭受袭击的大楼地下办公室内 和灵递给你一杯水后严肃开口 现在你可以交代了 这里确实是浮沉官方异能小队办公室 放下心来后你平静地说道 我觉醒了S级八荒神火 和灵猛然站起激动的胸口剧烈起伏 什么 S级八荒神火 见对方与无伦次的样子你淡淡地点了点头 和灵此刻美眸一彩连练 已经在想怎么把你给忽悠进自己的小队 毕竟S级觉醒者正常都要派往魔都或者燕京的 想了半天和灵就行先例后兵 你愿意加入我们小队吗 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不好意思 我明天还要五考 然后还要上艺能大学呢 但显然和灵不想让到嘴的鸭子飞走 我可以让你直接进荣省艺能大学 你一边进修一边参加艺能小队的任务 这样对于你的战力提升才是最快的 文言你微微一笑 以我的觉醒等级可以上最好的燕京大学 和灵气得波涛汹涌冷冷地瞪着你 你难道不想留下来保护自己出生成党的地方吗 还有你的同学几乎都将留在浮城 你想跟他们分开吗 一想到顺子那个家伙你心中一动 他虽然觉醒的是一级异能 但却非常讲义气 况且以你的天赋等级来看 就算呆在浮城一样能成为参天大树 更重要的是你还要调查父母的死因 想到这里你突然邪魅一笑 要是你做我女朋友 我倒是可以考虑留下来 和灵气得翘脸飞红 作为冷烟玉姐多少年都没人敢跟他开这种玩笑 现在竟然被一个小弟弟给挑起了 于是你变本加厉的 姐姐 你生气的样子 真好看 和灵直接爆发释放一股刺骨寒气 将面前的桌子直接化成了鸡粉 见状你本能的催动八荒神火 却因操控声疏情急之下用力过猛 直接将办公区烧了一大片 要不是反应即是收了神通 整个浮城异能小队的办公区差点化为乌鱼 你意识到不妙赶紧溜之大吉 那个我考虑一下呀 我明天还要无考 我先走了 而你前脚刚离开 和灵就拿起专用通讯器拨打了一个神秘电话 与此同时燕金大厦异能特种作战部队司令 一个国字脸中年男人整理表情 满脸笑容的接起电话 你终于啃给 和灵直接打断将你觉醒八荒神火的事说了一遍 中年人激动无比大吼道 什么 S级八荒神火 大厦已经三年没出过S级的觉醒者了 小灵啊 你一定要把那小子留在异能小队 可不能让军方那帮家伙抢先了 我马上将他的资料列为最高绝密 还有 你有空回家看看 而此刻你刚提心吊胆地回到家 打开系统面板后你瞳孔一阵 异能八荒神火 力量速度精神各400点 凶兽点2000点 要知道普通觉醒者一般只有100点 而你刚觉醒 力量和速度竟达到了二阶初级异能者的水平 并且技能蓝味激活的赤炎猎天斩 还是最稀有的无限成长型技能 而凶兽点可以让速度力量技能直接升级 只需通过猎杀凶兽便可不断获得凶兽点 不愧是S级异能果真恐怖如斯 此刻你已对无考充满期待 一想到能打脸柳如烟变兴奋的热血蓬勘 可这时斗音一条短视频却冲上了热搜 视频里正是你激活八荒神火时的惊天异响 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凶兽突袭引发的暴露 但有老书虫一眼看出这是有人绝醒强大一能 同时柳如烟立马向足中下令 这起码是S级异能 我一定要找到他 是男的就以身相许女的就一劫金兰 总之要为我柳家索用 立刻去给我查 第二天一早学校门口 运送学生参加无考的车一辆接一辆开往考场 可唯独高三三班的校车迟迟未动 因为全班同学都在等你一人 班主任给你打了无数次电话都无人接听 这时范浪那班的车刚好开 只见他探出头嘲讽了 你们死心吧 那个废物不会来了 闻言顺子跳下车追着范浪的车骂了一百多米 这时司机看了眼手表便忍不住催促 刘老师咱们真得走了 不然迟到所有人都将取消无考资格 班主任看了一眼手机无奈地摇了摇头 只能暗暗祈祷你已经先去了考场 校车很快来到城外的无考场地 班主任焦急地看了看手机 给你打电话依旧关机 直到8点51就没看见你的身影 柳如烟叹息一声 柳老师 看来林皓是要让你们失望了 一旁的范浪更加肆无忌惮 没有觉醒异能又被女神分手 说不定早就看不开跳河去了 闻言顺子怒火冲天一拳砸了过去 结果却被班主任抬手挡了下来 你们是不是想被取消无考资格 林皓来不来关你们什么事 把我惹火了信不信我收拾你们 柳如烟和范浪文言立刻信信离去 8点59 班主任依旧没看到你的身影 无奈地拿起手机决定帮你报考文考 可他刚要填写 天空便响起一阵剧烈的音爆声 只见一架武装直升机正呼啸而来 两秒半后稳稳地停在了场地中央 在万众瞩目之下你从舱门走不出来 全场瞬间陷入死记 只有直升机的螺旋桨在轰鸣 顺子见状激动地冲了上去 是林皓 皓子 一瞬间高三三班顿时沸腾起来 居然做武装直升机来参加武考 想来林皓一定是在最后关头觉醒了艺能 一些花痴女生已经陷入爱河 以前没觉醒前是忧郁型帅哥 现在觉醒后是又凌厉又温润如玉 我的小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 而男生则注意到了你身后的河灵 哇靠 这玉姐感觉比笑花漂亮一万倍了 他那秒杀全场的气场一看就是强大的艺能者 林皓该不会是被玉姐看上 然后人家用秘法帮他觉醒了吧 昨天视频中像是杜劫的人会不会就是林皓 听到这里柳如烟带着怨气趁怒道 不可能 半天时间怎么可能觉醒 就算觉醒了也是最低级的一幕 文言泛浪连忙跟着附和起来 就是 垃圾异能掀不起任何浪花 可看着几个马屁精一顿无脑拉采 柳如烟却突然有些急了 虽然很生气但还没丧失理智 以他对你的了解 以及昨天被打失你那帝王般平静内敛的眼神 压根不像是觉醒低级异能的人能拥有的 想到这里他毫不犹豫地凑到你身前 浩哥 我就知道你一定行的 你觉醒了什么异能啊 一瞬间全场陷入沉默 昨天当众羞辱你提分手被打了一巴掌 居然还会屁颠屁颠舔舔的脸说出这样的话 一旁的饭浪像喝了硫酸一样伤心又伤心 他连忙追了上去 如烟 他就算觉醒异能也是最低级的 你可别再被他给忽悠 但柳如烟却一脸期盼地望着 宝宝 你说句话呀 全场死记 谁都没想到 昨天刚刚当众向林浩提分手的赵杰 还被林浩打了一巴掌 居然还会屁颠屁颠跑过去找他 还说这样的话来 饭浪又气又木 无比难受 像喝了硫酸 烧心又伤心 他赶紧追了过去赵杰 他就算觉醒异能 也是最低级的 你可别再被他忽悠了呀 赵杰里都没理他 一脸期盼地盯着林浩 你哪位给我让开 别耽误我参加五口 林浩冷漠无比 直接无视 向班主任走去 第五章林浩你一定会后悔的 赵杰猛了 他还以为 自己肯自降身份 去跟林浩说话 他一定会感激替林浩回来找他 求他复合 没想到 林浩竟然对他视而不见 可是林浩越是这样 他就越是觉得 林浩一定觉醒了什么厉害的异能 赵杰 别理他 他最多 就是觉醒了一个低阶的异能 根本不值得 你这样 他现在不理你 以后后悔的 一定是他 泛浪见林浩对赵杰冷漠 赶紧嘲讽到 赵杰看都不看泛浪 赶紧追上了林浩 撒娇到林浩 你不要这样嘛 其实我昨天不是真的要跟你分手 我那么做 其实是用心良苦的 人家其实是为了能够激发你潜能 为了让你能够在逆境中觉醒一能 才那么做的呀 你都打了人家一把掌啊 气也该消了呀 难道你连我良苦用心都不能体会得到吗 你这样 人家很伤心啊 说完还做出了很无故 很委屈的表情 泛浪心如刀割 所有人都傻眼了 他昨天可不是这样的 昨天赵杰说的话 说话实的语气 简直不把林浩当人看啊 今天一见林浩觉醒的异能 立马就变脸了 变脸速度 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 而且还能做到 若无其事 还反过来说 分手是为了林浩好 一般人真做不到 林浩停下脚步 面无表情地看着赵杰分手 是你说的 以后别来烦我 说完就走 吃瓜群众立即起哄说得好 渣女 原来笑话是这种人 我以前真是瞎了眼了 居然为了他 浪费了那么多指尽 真是抱天天物啊 泛浪生怕林浩同意复合 见状大喜 笑道女神 我早就了 这种人就是不实抬举 以为觉醒了低阶的异能 有什么有不起 还想假装很厉害 骗你跟他复合 你可千万不要上当啊 你别理他 等五考结束 让他知道 低阶异能和B级异能的巨大差距 他就会乖乖地过来 求你复合了 到时 你再狠狠地再甩他一次 以报今日之仇 赵杰从来没受过这么大的委屈 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 被这么多人飞翼 顿时也火了 林浩 你别不让好歹 我好心好意要跟你复合 你还不赶紧 就这台阶下 跟我复合 我可告诉你 过了今天 你就算求我复合 我也不再理你了 你别以为自己觉醒了异能 就很厉害了 就是没有足够多的资金支援 再强的异能 也走不到发展壮大的一天 你给我好好考虑清楚了 现在过来求我 我还可以原谅你 泛浪大喜 兴奋到女神 说得好 这才是我心中女神的模样 霸气 林浩根本不理他 连头也不回 吃瓜群众大笑 我没想到 笑花竟然是这种人 看到林浩没觉醒异能 就无情地跟他分手 现在他觉醒了异能 就千言万语 威逼利诱地要林浩跟他复合 真是亮下了我的狗眼 浩哥 霸气啊 刘顺心情无比舒畅 对付这种势力的人 就该这样 没错 浩子 你觉醒了异能 以后有的是美女苏灵 也是激动解气地说道 林浩只是笑了笑 他很感激 刘顺和苏灵 一直站在他身旁 鼓励他 相信他 赵杰见林浩 竟然无动于衷 气得直跺脚 林浩你一定会后悔的 老师 我觉醒异能了 我要参加武考 你帮我报一下名吧 林浩对班主任笑道 班主任激动地湿了眼眶 林浩可一直是看好的学生啊 嗯嗯 我这就帮你报名 班主任立即拿出手机 要为林浩填写武考报名 咦 怎么回事 怎么报不了名啊 班主任意经不小 一看手机 顿时慌了 完了 报名时间过了 你 你 你没有武考资格了 不仅没有了武考资格 而且现在武考时间也已经到了 你连文考的资格也没了 班主任顿时非常自责 难过 蓝星高考 一向非常严格 不论是没有及时报名 还是迟到 没有及时到达考场 都会被取消考试资格 之前班主任一直希望林浩 会来参加武考 所以一直在等 直到最后一分钟 看到他还是没来 才要给他报名闻考 谁知道林浩最后一分钟 竟然来了 可惜一路上被赵姐给耽误了 刚好错过了报名事件 林浩等人顿时傻眼了 怎么会这样 刘顺恶蜿叹息 都是 就没有补救的办法嘛 苏林直接哭了 林浩好不容易觉醒了异能 没想到 却错过了报名事件 失去了高考资格 当当当 无考的铃声响了 福城教育局局长 江万海 从官里的主席 台上站了起来 眼看马上就要宣布 武考开始 犯浪也没想到 林浩会这么倒霉 顿时笑得前仰后合 我就说 这小子掀不起什么浪吧 武考这么重要的事情 他居然能迟到 老天给了机会 可惜他不中用啊 赵姐也是突然 冷笑了起来林浩 没想到报应这么快啊 还好我刚才没有求你 不然就太丢脸了 觉醒了异能 却错过了报名事件 简直就是废物 我糟 你们找死刘顺 实在忍不住了 冲过去叫打两人 却被维持秩序 继承车兵拦住了 你想干嘛 武考现场打人 你也想失去参考资格吗 苏林赶紧把刘顺 拉了回来 你别冲动了 赶紧想想办法 怎么 让林浩 可以参加武考吧 班主任一言不发 突然发了封班 冲向了主席台 大声喊到江局长 请等等 麻烦您等等 江局长 我求求你了 我的学生林浩 一向品学兼优 好不容易觉醒了异能 都怪我一时疏忽 忘记了给他报名 求求你 通融一下吧 让他参加武考吧 我求求你了 为了林浩能参加武考 班主任竟然当中跪了下去 还把忘记报名的责任 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林浩等人感动不已 范浪却忍不住 大笑起来刘老师 你这是上梁不正下梁挖呀 武考的规则 是可以随意更改的吗 难怪林浩如此目中无人 原来都是你这个老师教的呀 赵杰也是解气地说道 再怎么求也没用 武考是不可能更改规则的林浩 就是个扶不起的烂泥 第六章更改规则 史无前例 胡闹你 简直是胡闹将局长怒斥到 武考马上要开始 你马上给我下去 否则我就以扰乱武考秩序 将你开除 江局长 真的求求你了 林浩是个非常好的学生 您就给他一个机会吧 班主任已经击哭了 给他的机会 你知不知道高考为什么 这严格有些东西 特别是纪律 要从小开始培养 要是连准时准点都做不到 你不能指望他们以后 上前线杀凶兽 保家卫国吗 江局长 我知道 但是凡事总有例外吧 其实 林浩是今天早上 才发现自己觉醒了异能 这才来不及赶来 而且他只差了一分钟 一分钟 求求您通融一下吧 江局长铁面无私 你别说了 赶紧给我下去 不要影响武考 班主任还在恳求 江局长怒了 这是哪个学校的老师 校长是谁 马上给我上来 把他带下去 否则我连校长一起开除 三中校长金城辉吓坏了 赶紧跑上去 拉走林浩班主任 就走江局 抱歉啊 都怪我没看管好 刘老师 你别执着了 武考规则一向都是这么严格 你就认了吧 你已经尽力了 班主任还是不放弃步 不 校长 你也帮忙求求江局长吧 要是不能参加武考 林浩这辈子可能就毁了 作为老师 同时 作为一名异能觉醒者 他深知 即便觉醒了异能 要是后期 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援 异能觉醒者 将很难成长起来 他必须为林浩 争取最后的机会 江局长 求求你了 要是您开除我 能让林浩参加武考 那我就主动辞职 求求你了 江局长 江局长已经气得恨不得 搭理他的 他也不想想 武考的规则 哪里是他一个局长 说改就改的 何况 还当众更改 这事要是传开了 我这局长还做不做了 刘老师 你行行好吧 你再这样 连我的乌纱帽都要不保了 这是已成定局 你真要心疼林浩 以后自己想办法资助他吧 我也帮着资助一点 这样总上了吧 别闹了 赶紧下去吧 班主任无论如何也不肯 刘顺和苏玲 也忍不住了 一起跑上来 求情 局长 求求你 给林浩一个机会吧 我拿人格担保 林浩人口一定没问题 高三三班的同学 除了陈薇马有才 其余人也都冲了上来 一起求情 江局长这回是 真怒了金校长 刘老师 很好 很好啊 这就是你们教出来的 好学生 我看你们都别干了 你们再不下去 整个班都别参加武考了 陈薇马有才 赶紧大声喊道江局长 我们没跟着他们胡闹 您不能殃及吃鱼啊 发廊大校太好了 你们继续求情吧 最好全班都不要参加武考了 赵杰冷笑 真是无知无畏 武考规则 是你们求情就能改变的吗 还有林浩 连武考都能迟到的人 果然是一无是处 班主任急了苏玲 你们快下去 要是你们都被取消参考资格 那老师就真的对不起 你们了呀 这时 一道美丽无比的身影 迈着大长腿 走到了江局长身边 和林 你这是干嘛 江局长自然是认识他的 和林小声道 林浩今天必须参考武考 什么和林 我可是一向敬重你的 你难道 也跟着他们一起胡闹吗 和林不慌不忙 你可以查一下林浩的资料 查完你就知道了 这江局长 看他不像是上来胡闹的 赶紧拿起手机 查了起来 不查不知道 一查不得了 你没有访问许可 全将局长惊呆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 和林点了点头 应该不需要我再拿什么 跟你证实了吧 将局长震惊的冷汗直流 连连点头 不不不 不用了我 我知道了 一城的教育局长 都没有访问许可全 浮成异能小队的队长 还亲自出面了 这说明 林浩觉醒的异能 起码连省里 都已经非常关注 甚至 这可不是他一个小小的教育局长敢怠慢的 泛浪看着和林上去 心里痒得不行 极品欲解啊 要是能你收到他 那还要赵杰干嘛 在场所有男人都一样 全都向和林注目而去 都忘了 今天是无效的日子 要是能娶到他 不觉醒意呢 不参加午考 也无所谓了 你是不是傻 就你这熊样 连笑话都看不上你 他会看得上你 赵杰也一直注意着和林 看他上去 眉头紧皱 这女的到底是谁林浩跟他到底什么关系 刚才送林浩来 现在又上去 气场还这么强大 还比我漂亮 我怎么一直不知道 浮城有这么一号人物 林浩该不会被他那傻了 才对我爱理不理吧 想到这 赵杰顿时又有急了 而且还是受到打击 被人比下去那种急 我还没找到更好的人 他林浩却不 不 他跟林浩一定没什么亲切关系 他就该是军部的人 刚好今天执行任务 刚好碰到林浩迟到 实则所在 送他过来而已 万众瞩目之下 将局长拿起来话筒 清了清嗓子 倒宣布 林浩同学 可以参加午考 刚才是考场的 计时器出了问题 哇 什么计时器出问题 林浩又可以参加午考了 计时器出问题我可不信 考场的计时器有多精密 大家又不是不知道 我也不信 那这么说 午考真的为林浩改变规则了 那个极品玉姐 到底跟将局长说了什么 竟然让他立马变脸了 极品玉姐果然不是一般人啊 可是 除非林浩觉醒了极其强大的异能 否则极品玉姐 不可能维护他的 不用猜了 林浩一定觉醒了强大异能 你们没注意 将局当时的表情吗 计时器出问题那种鬼话 也就骗骗幼儿园小朋友 哇 林浩果然深藏不露啊 这一下赵杰傻眼了 什么傻眼 他这是活该 我看他根本不安好心 要是他一直对林浩 怎么会有今天 没错 活该 谁叫他使乱中气的 不过了他 这样我就有机会了 就你 醒醒吧 没看到极品玉姐 都替林浩出头了吗 林浩太强了 无考为他改变了规则 这是史无前例的啊 所有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也都傻眼了这林浩 究竟觉醒了什么异能 竟然让江局长都为他打掩护 不过他们都不敢问 江局长自有江局长的威严 谁也不敢自讨没趣 赵杰傻真傻眼啊 怎么可能 难怪林浩真的觉醒了强大的异能 怎么会这样不 不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要相信江局长 一定是济世气出了问题 林浩没有迟到 不 林浩肯定觉醒了强大异能 而且那个极品玉姐 气场那么强大 一定是军方 或者官方异能组织的大人物 林浩觉醒异能的事 他们早就知道了 林浩也是知道自己被官方肯定了 这才有恃无恐 才会对会爱理不理 一定是这样 不行 林浩是我的 谁也抢不走 赵杰都快人格分裂了 第七章笑话后悔 求组队 下面 我宣布 2053年 蓝星浮城高考武考 正式开始 将局长大声说道 武考时长9个小时 所有学生 依次领取一枚讯号弹 一份武者营养业 一个智慧手表 一个军用单兵防护罩 有序进入考场 考核器件 可以自行组队 有时遇到生命危险 一定要第一时间发射讯号弹 启动防护罩 军部的异能特种部队 会立即前去营救 记住了 武考虽然重要 但是命更加重要 最后 武考结束 所有学生 必须立即离开考场 都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武者营养业 是军部特制的战略资源 可以及时快速 补充觉醒者的营养 相当于一份午餐 毕竟 武考要进行九个小时 万一有学生体力不支 被凶兽所害 那还得了 单兵防护罩 可以放射出特高压 抵挡凶兽攻击 保护考生安全 至于智慧手表 是用来记录考核成绩 斩杀凶兽数量的 同时也能定位考生位置 发射求救资讯 林浩 我们一起组队吧 互相有个照应 刘顺和苏灵 立即提出了组队想法 你们不怕我拖累你们吗 林浩笑道 刘顺大笑开什么玩笑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小子可是深藏不露 要说拖累 恐怕也是我们拖累你啊 苏灵也笑了对啊 除非 你怕我们拖累你 林浩笑了行 咱们三个一起 刘顺苏灵 一直是他最大的支持者和好友 他可不想抛下他们不管 毕竟 五考是很有可能 出生命危险的 每年都有不少的学生 在五考之中丧生 林浩放不下他们 五考之时 若是组队 则小队的总得分 有每个成员评分 这对于比较强的考生 是不公平的 会拉低他的分数 不过允许组队的意义和好处 却是在于 可以培养考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同时降低实力弱的考生的伤亡率 不行 林浩必须跟我组队 赵洁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 林浩是我的 谁也别想抢走 林浩 我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吧 我可是B级觉醒者 跟我组队 才是你最明智的选择 他们两个 只会拖累你的 许多考生看到这一幕 都惊呆了 不过他们都没心思看这出好戏 而是连检查装备 边向考场行进 偶尔嘲讽上几句 赵洁的脸皮都真厚啊 昨天无情地抛弃了林浩 今天看到连五口 都要为他更改规则 立马就过来求组队了 最讨厌这种反反复复的势力女了 林浩 你可不要上当 别答应他 泛浪心里那个酸辣女神 你何苦自降身份 跟他组队 他觉醒的 不过是低阶异能罢了 刚才将局长不是特意解释了 他可以继续参考 是因为即时气出了问题吗 还是咱们一起组队吧 赵洁没理他 看着林浩 我知道我不该轻易跟你说分手 但你也要体谅我的难处啊 这时代强者为尊 你一直没有觉醒意呢 你让我怎么办 林浩冷冷一笑避急 能厉害吗 我不需要 你别再来烦我 说完就走 赵洁气得直跺脚林浩 你一定会后悔的 浩哥 霸气啊 刘顺和苏林一口同声大笑道 一个温柔的 让人无法抗拒的声音 突然想起林浩 等等 你的剑 忘在我家了 早上我收拾床单的时候 发现的 你真是太粗心了 是何林 他迈着光彩夺目 诱人无比的大长腿 拿着一柄一阶出击的黑剑 温柔无比的向林浩走去 全场死记 所有考生都停下了脚步 用羡慕和妒忌的目光 看着林浩 浩子 原来你是因为这个才迟到的 厉害啊 兄弟流顺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苏林眉头紧皱 心里莫名的有点酸 打了林浩一拳浩子 原来你是这种人 重男生育姐 放开林浩 冲我来啊 林浩 你这混蛋 刚走了笑花 又来了笔笑花 还漂亮的玉姐 我跟你不共戴天 众女生完了 我没机会了 林浩一定是觉醒了 强大的异能 不然那个漂亮姐姐 不会杰足先登的 泛浪抓狂 为什么为什么 你们一个个都被林浩那小子 给迷惑了 赵洁气得浑身颤抖 岂有此理 林浩 你这么快 就勾搭上别人了 你一定会后悔的 不过他更气的其实是 修林比他漂亮 比他厉害 在他的感知中 和林起码是四阶异能强者 林浩服 他没想到 这女的这么狠暴富 这是纯纯的暴富 不就不小心烧了 异能小队的办公室吗 不就还没考虑好 要不要加入异能小队吗 就这 就要暴富我 坏我名声够狠 而且连自己的名声也不管了 够狠 太狠了 如此高傲冷艳的角色欲解 竟然会这么做 实在太出人意料了 林浩转身 面不改色 微微一笑 接过剑 转身就走 此地不宜久留啊 鬼知道 他还会说出什么虎狼之词 林浩 加油 晚上我在香格里拉等你 为你庆功 房间号晚点发你哦 香格里拉 酒店 房间号 全场死记 所有人脑海中 都浮现出一些不可名状的画面 男生咬牙切齿 瞪着林浩 恨不得冲上去胖揍一顿 女生则是恨起了和铃 林浩呼吸都停滞了一下这女人 还有瞎线吗 调整了一下心情 林浩决定反击香格里拉就算了 改天吧 昨天一夜没睡 我已经担惊竭力了 今天午考完 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吧 林浩不是猥琐的人 但也不是怕事的人 别人都已经兵临城下了 他当然就挺掐而上了 哄 所有人目瞪口呆 一夜没睡 那是几次 看来他觉醒的 一定是强化型艺能 啊 我受不了了 我要化羡慕和愤怒为力量 傻凶兽 考取名牌艺能大学 我也不想再吃狗粮了 我要变强 何林忍不住愣了一下这小子 有点意思呢 赵姐已经气得快窒息了 狠狠地瞪了林浩和何林一眼 冲进了考场 愤怒的声音回荡起来林浩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其实现在的他 才是后悔死了 后悔自己没有忍住 太早说分手 否则何林也没有机会勾搭林浩 林浩也不会不理他了 第八掌你这速度 比我还快 姓名林浩 等级觉醒者 亦能八荒神火 力量400点 速度400点 精神400点 技能赤焰烈天斩位启用 凶兽点2000点 刚进考场 林浩就开启了 只有他能看到了系统面板 系统给我启用 赤焰烈天斩 赤焰烈天斩启用中 赤焰烈天斩已启用 林浩顿时觉得 一股浩瀚的资讯 涌入脑海 赤焰烈天斩 直接秒绘 技能赤焰烈天斩成长形技能 无上限 当前等级为一阶 初级 技能的等级 一共有九个等级 从弱到强 分别为一到九阶 每一阶 都分别有初级 中级 高阶 巅峰 宗师 完美 六个等级 赤焰烈天斩 虽然当前只有一阶初级 但却拥有一阶高阶的威力 赤焰烈天斩的等级 会随着主人等级的提升 而提升 林浩再次震惊 赤焰烈天斩 竟然是九阶成长形技能 而且初级的威力 就相当于高阶了 这系统可以啊 五考 我来了凶兽们 做好准备 迎接暴击吧 林浩已经开始期待横扫全场了 什么鬼 范浪已经一百分了 刘顺震惊的声音突然响起 一百分算什么 赵捷已经一百三十分了 第一名的陈云飞 已经二百分了 苏灵也感叹道 五考的分数 透过斩杀凶兽获得 凶兽的等级 由弱到强 分为觉醒者 一到九阶 从一阶开始 每阶还有初级 中级 高阶 巅峰 异能者的等级也是一样 五考考生斩杀绝醒气的凶兽 一投五分 一阶初级十分 中级二十分 高阶五十 巅峰一百分 二阶初级二百分 二阶中级四百分 二阶高阶八百分 考场中最强的凶兽 也就是二阶高阶凶兽 而且数量不会多于五头 林浩瞪了刘顺一眼 那你们还在这闲聊 刘顺耸肩 一脸无辜 我们不是在等你吗 林浩一愣 对哦 刚才看遍版 愣了一会儿 行了 不废话了 杀进去 把分数跑回来 林浩说完 一马当先冲了进去 考场很大 十几个村庄连在一起 而且地形也很复杂 山地 丛林 田野 不过都已被凶兽毁坏得一塌糊涂 到处都是坑坑洼洼 残垣断壁 砸草丛盛 吼 各种凶兽的怒吼声 不时地响起 三人刚深入考场没多久 就在一片小树林中 遇到了两头觉醒气的凶兽 铁甲鼠 铁甲鼠 个头比猫还大 尖嘴 钢毛 红眼 连面板也硬得像铁皮一样 速度极快 堪比一阶出击凶兽 生性狡诈 通常是群居 浩哥 你先稳住 我和苏林先出手 你先观摩一下 刘顺立即拔刀 挡在了林浩面前 苏林也是一样 立即将异能调动了起来 周围的温度瞬间下降 他觉醒的极寒冰异能 实力一阶高阶 刘顺是地级狂暴异能 实力已经达到一阶中级 两人的异能 都已经觉醒一年多了 林浩刚刚觉醒 他们自然而然的 就想保护他 速战速决 林浩淡淡道 但心里还是有点感动 哼 刘顺大喝一声 全身气血充盈 血管肌肉猛然鼓起 整个人感觉都变大了一号 随后身形暴冲而上 手中合金大刀 带起一阵狂风 斩向铁甲鼠 搜 铁甲鼠快如闪电 一下子就避开了 可是刘顺似乎早已算到了 刀是为了 猛然转身 合金刀便斩为横劈 空中划过一道黑影 铁甲鼠果然出现在了 刘顺大刀的轨迹之上 是写的红眼中 闪过一抹震惊和恐惧 铁甲鼠强行扭转身形 想避开这一道 可惜这一道 刘顺的手速比之前更快了 在铁甲鼠做出闪避之前 一刀劈中了铁甲鼠 鲜血横流 铁甲鼠被劈成了两半 眼中还带着难以置信之色 另一边 苏灵对上了另一头铁甲鼠 他随手一抓一挥 一道冰锥 立即凝现射出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铁甲鼠刚要躲避 就被击中 直接钉在了地上 一击毙命 整个过程都只有几秒时间 浩哥 怎么样 刘顺刚急着要得意地向灵浩炫耀 突然间 刷刷的声音接连响起 一头接一头铁甲鼠草丛中 飞射而出 张牙舞爪地扑向刘顺和苏灵 其中大部分 还都是冲向了刘顺 昏暗的树林中 顿时亮起了一双双充满杀气的红眼 刘顺 小心啊 苏灵一眼望见 大声惊呼 同时全力发动了异能 方圆十几米的温度 顿时下降 结成了一片片寒冰 可是铁甲鼠太狡诈 而且速度也不慢 刘顺距离他们又近 虽然他的反应速度也很快 立即斩杀了其中了两三头 但还有五头铁甲鼠 却是来不及斩杀 眼看就要咬向他身上不同的要害 虽然这些铁甲鼠的等级比较急 都是觉醒者 但是却有好几头一起咬向要害 就算咬不死刘顺 也会重伤 这样一来 他的五考就完了 苏灵已经急得不行了 刘顺的脸上更是充满了懊悔 刷刷刷刷 突然 一道黑光闪过 剑气纵横 十几头铁甲鼠 立即失手分离 鲜血刚刚喷涌而出 就被寒冰冻住 就连尸首也冻成了冰块 砸落向了地上 刘顺看着铁甲鼠在面前尸首分离 痘大的汗珠顺着额头流了下来 整个人都有种快虚脱的感觉 浩 浩哥 你怎么这么强刘顺精呆了 苏灵也是震惊 不以你这速度 比我还快零号 你的速度 怎么这么快 你觉醒的 究竟是什么等级的异能 刘顺和苏灵同时问道 震惊的盯着零号 两人本来想让刚刚觉醒的林浩 先观摩熟悉一下 没想到 反而是他救了刘顺一命 林浩仍然保持着警惕 平静地说的 以后你们会知道的 接下来要谨慎些了 哈 浩子 连我们都不能说嘛 刘顺捶了他一拳 苏灵也是一脸不满 林浩语重心肠什么跟什么 你们早晚都会知道 但是晚一点知道 对你们来说会好一点 苏灵我懂了 刘顺看了看 两人我也懂了 我不问了 反正跟那浩哥有肉吃 林浩微微一笑走吧 我们的总分数才75 平均一个人才25分 太低了 赶紧抓紧时间 把分数追上去 对对对 赶紧的 陈云飞已经260分了 刘顺有点不爽 又有点着急 范浪已经150分 赵捷已经200分了 我们一定要追上 他们苏灵非常不爽 却是充满信心道 三人身影 很快消失在了原地 五考现场是有直播的 不仅有直播 而且实力强大 觉醒异能强大的那些学生 还有专门的无人机 实时跟拍 直播面向全国 实况直播 所有人都可以在手机上观看 考场外 还搭建了巨大的荧幕 让那些前来实地观看的热心市民 和主席台上的人观看 只有那些实力强大的学生的直播 才有资格在大荧幕上直播 此时 主席台周边 巨大荧幕周围 早已围满了观众 全国各地 头条前十的新闻 也都是与高考五考相关 所有人都在一轮 因为五考布国之大事 不仅关系着考生的未来 甚至关系到大厦的未来 五考之中 涌现出的强大异能 和强大考生越大 未来面对凶兽 就越有把握 前途就越加光明 天哪 泛浪已经150分 不愧是有前人家 觉醒的异能又好 又有源源不断的资源培养 实力就强啊 他算什么 你没看赵洁 都二百分 进入浮城前十了 二中的纪昌蓉 已经二百四十分了 一中的陈云飞 更是以二百六十 独占凹头 哎 本来以为咱们三中这次 出了几个B级呢 已经很不错了 没想到 还是被一中二中 狠狠地压了一头啊 这虽然很不爽 但咱们三中能这样 已经很不错了 至少浮城前十 占了一个名额不适 说得对 咱们三中 已经十年 没人进入过浮城 五考前十了 希望赵洁 能够一直保持下去吧 对了 说起赵洁 我就想到了林浩 之前他可是三番五次后悔 求林浩复合 又几次三番说 林浩不同意复合 一定会后悔 现在看来 他是放弃幻想 要用实力打点林浩了 不知道林浩现在怎么样了 连千一百名的都没进入 我之前看到他和别人组队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组队的原因 分数被拉下了 不管怎样 还是太让人失望了 他可是连将局长都为其打掩护 无考为其更改规则的人啊 林浩班主任也是心急无比 因为他也不知道林浩的异能和实力 另外 刘顺和苏林也让他担心 苏林进入前一百 应该没问题啊 怎么会这样 和林却是一脸冰冷的舞直上 一点也不担心林浩的分数 考场之中 泛浪费力地斩杀完 一头一接终极的独角狼后 气喘吁吁地摊坐在了地上 谨慎地观看了一下四周 确定没有风险之后 抬手看起了智慧手表上的分数排名 一百五十分了 居然没能进入浮城前十 赵杰二百分了 这女人有病啊 这么猛 还好林浩连前一百都没进入 爽 只要能领先 林浩就行 比赵杰低一点就无所谓了 这无考 真不是人前的活 太提累了 赵杰也停下 看了看排名 顿时冷笑 连前一百都没进 林浩 你真是个废物 什么改变无考规则 屁也不是 还好我最好忍住了 没有一味地求你复合 否则我就亏大了 林浩 等无考结束 看到我的分数 我要让你跪在我面前 后悔地求我复合 不过也有不少好奇心强的人 在排行榜的末尾 打到林浩的排名 并点进去看了直播 然后他诧异无比地发现 什么鬼林浩 居然只给了背影 正脸一秒都没给过 最奇怪的是 他出手前后的几秒钟 画面全都打了马赛克 根本看不到具体情况 这在大厦 无考直播室上 绝对是绝无仅有啊 难道林浩 真的觉醒了强大的异能 欲盖弥彰 官方越是这样 越说明 林浩一定觉醒了强大异能 我赌一百包拉条 考场中 一条宽阔的小溪 拦住了林浩三人的去路 如果绕路 起码要浪费15分钟时间 因为小溪上的桥 早已被凶兽毁了 智慧手表上的地图显示 附近有一座木板搭建的桥 浩哥 这是考场有名的死亡小溪 咱们还是绕路吧 据说中小溪中 有一阶触及是血电蛮 体型大如蟒蛇 电力强劲 哪怕不下水 踩着石头跳远而过 他们也会跳出水面进攻 一旦落水 立即就会被电错 然后群起围攻 九死一生 根本没人敢下水 三界以下的异能者 除非觉醒的 是飞行类的异能 否则没人拥有飞行的能力 最多跳跃二十几米 可眼前的小溪 最窄的水面 也有三十米 中间还没有任何露出水面的石头 可以介练 要过河 只能从溪水最浅的地方 蹚水过去 极其危险 林浩嘴角扬起一抹 危险的弧度 一阶出击嘛 但愿数量能够多一点 苏林吓了一跳什么 你难道要蹚水过去吗 浩哥 别干傻事啊 一条是血电蛮的垫里 就够呛了 要是十几条 甚至几十条围攻 就算是一阶巅峰异能者的 也是九死一生啊 话没说完 林浩却已经一脚踩进了水里 给我三分钟 等我清理完水里的电蛮 你们再过来 第十章分数狂飙 震惊全场 浩哥不要啊 刘顺和苏林同时狂吼 但早已来不及了 林浩刚踏入溪中 五米左右 溪面上泛起了蓝色的电流 旁扶一张电网 向他呼啸而来 滋滋 强劲的电流声响 乍响在三人耳中 吓得两人连入水的勇气都没有 只能在溪边心急如焚地大喊林浩 小心 快回来啊 与此同时 观看林浩直播的人 已经吓出一身冷汗了 天哪 死亡小溪林浩 竟然一个人踏进了死亡小溪 真是不知死活啊 竟然为了省十几分钟时间 踏进了死亡小溪 这种没脑子的人 就算真的觉醒了什么强大的异能 也是白夏 早晚要死在凶兽手上 林浩 赶紧回来 现在回来 还能保住一条命 完了可就连骨头都没有了 林浩的队友 怎么回事啊 只会在溪边无用地喊叫 也不知道下去救人吗 你懂什么 这是死亡小溪 浮沉无考有史以来 除了最开始的那两三戒 有人为了省时间 不知死活 进入过小溪 后面直到现在 根本没人再也进去过 当年几十个人进去 只有一个逃了出来 他们两个进去 就是纯纯送死 怎么怪他们 居然这么可怕 那林浩不是要完蛋了 班主任更是直接吓哭了林浩 快回来啊 你怎么这么傻 这可是死亡小溪啊 不过林浩惨死的情节 并没有出现 看着一条条蟒蛇大小的是血垫蛮 一边放电 一边快速围攻而来 林浩却嘴角一扬 握紧了合金黑剑 强大的电流 将西面电的冒起了浓雾 却完全奈何不了林浩 林浩的力量和速度 可是都达到了二阶 初级异能者的水平 刷 林浩一剑斩出 快如闪电 只见一道黑芒闪过 三头是血垫蛮 瞬间被斩成两段 诡异的蓝色血流 如电流般泛起了溪面 无数的是血垫蛮 急速冲来 不停地放电 有的缠住了林浩双脚 其中十几头飞身而起 咬向它不同的要害 暗黑色的身躯 三五米长 表皮滑溜无比 可怕的是 那张开的巨大钟 尖力无比的獠牙 在阳光下 闪着蓝色的寒光 连牙齿上 都带着强大的电流 可惜 他们根本咬不动林浩 有的牙齿更是直接崩碎 他的肉身 尖如合金 林浩挥着合金黑剑 一个华丽的旋转 出剑出电 十几头是血垫蛮 瞬间伸手一触 蓝色的血流喷涌出 染蓝了吸水 不过 一阶初级是血垫蛮 灵质较低 而且 难道有人下水 他们怎么会轻易放过 无数的是血垫蛮 仍然前仆后继地冲过来 林浩挥舞的合金黑剑 甚至没有施展赤焰烈天斩 就将一条条式血垫蛮 斩为两半 西面越来越蓝 刘顺和苏灵 这才停止了呼喊 但整个人却惊呆了 观看直播的人 也从最初的担忧 变成了惊诧 快看 林浩没事啊 他居然在死亡小溪中 活了下来 太酷了 居然打了马赛克 看不到林浩怎么出手的 但看到他一直在动 周围的西面 谁也越变越蓝 就知道 他占了上风 虽然看不到林浩出手 但可以看得出 他出剑速度非常快 就像一道道黑色的闪电般 从他现在还在快速出剑 可以推测出 是血垫蛮根本没有伤到他 否则不论是被电到 还是被咬到 都将是致命的危险 由此可见 林浩的肉身 绝对达到一阶终极 甚至一阶高阶 都很有可能啊 楼上眼力 还是差了一点 我赌石包那条 林浩肉身 绝对达到了一阶巅峰 你们没看到 马赛克外面的西面上 都漂浮了几十头 是血垫蛮尸体吗 这么多的是血垫蛮围攻 一阶高阶 绝对抵不住的 班主任看到这一幕 也是稍微宽心 但还是在心里呐喊林浩 还是快走吧 在死亡小溪 待得越久越危险啊 不过好在没多久 林浩附近的西面 就不再有蓝色电流浮现 他也停止了灰溅 是血垫蛮怕了 虽然他们灵制地 但当小溪中 全是同类的鲜血味道 在弥漫时 再傻也不敢上 你们两个 过来吧 是血垫蛮已经被我杀怕了 林浩站在溪中 回头招呼道 刘顺苏林这才惊醒 震惊地看了西面 又看了看浑身沾满蓝色血流的林浩 确认没有电流浮现 这才小心翼翼地下水 向林浩走去 林浩一路带着两人过了小溪 怎么样 差不多三分钟吧 刘顺疯狂点头 什么三分钟五分钟 他根本没在意 只要林浩活着就好 两分五十秒苏林 震惊无比 浩哥 你不会已经突破二阶异能者了吧 刘顺的呼吸 都有点急促了起来 林浩只是笑笑 不说这个了 继续吧 去考场中部 两人回头望了一小溪 似乎身怕是血垫蛮会跳上来咬什么似的 赶紧跟了上去 一路上看着兴奋无比 浩哥 咱们小队的总分达到605分了呀 这样算下来 每人平均都有201分了 我浩哥神人啊 我大学有望了 五考得分 只要100分 就会有一能大学录取 最起码 荣省大学是能进了 看直播的人更是疯狂了 605分 林浩小队部分达到了605分 竟然突然冲上了前二十 而且 三个人都冲上来了 太不可思议了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是死亡小溪 没有一直关注林浩的人 你们错过了一场精彩大战 死亡小溪 林浩一人毒杀53条是血垫蛮 小队分数飙升 太神了 什么 居然是死亡小溪 几十年了 终于有大神 赶进入死亡小溪了 而且还是大获全胜 这是要载入史册的呀 就是可惜 林浩斩杀时血垫蛮的全过程 都被打了马赛克 不过 看他将合金剑舞出一道道 黑色闪电 还是很过瘾啊 天呐 楼上的意思是 林浩连异能都没施展 就过了死亡小溪 对哦 他连异能都没使用 太神了 这绝对是本届五考最大的黑马 太厉害 太羡慕了 刚刚觉醒异能 就拥有如此强大的战力 他的等级可只是觉醒者啊 我也羡慕林浩 不过跟着林浩的两个队友 也非常让人羡慕 他们这是要躺赢的节奏啊 真希望明年我参考五考的时候 也有这样厉害的队长 班主任拿着手机的手 都激动地颤抖了起来 总分605了 林浩连死亡小溪 都能单枪匹马地闯过去 那浮城前十 也不是不可能啊 连几个校长和江局长等人 都惊呆了 排名提升实在太快了 不注意到都不行 几乎就是刷屏班 一路刷上去的 太显眼了 江局长不愧是能让高层 更改五考规则的人 三中校长抹了一把冷汗 我之前居然还差点阻止了 林浩参加五考 其他校长怎么可能 三中这是走了狗屎运吗 累到开始摆烂的饭了 庞扶被电刑 一个机灵跳了起来 握遭排名出错了吧 林浩 怎么可能升到23名了 我才180啊 一定是排名出错了 不行 不能被他们超过 我可以被任何人超越 但就是不能被林浩这个废物超越 我要振作起来 赵杰看着排名榜 带一带出神 过了半晌 才抓狂起来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一定是排名榜出错了 不不不 我一定不能让他超过我 绝对不行 他凭什么提升这么快 一定是排名榜出错了 第十一章独角狼群 一拳轰杀 姓名林浩 等级觉醒者 亦能八荒神火 力量400点 速度400点 精神400点 技能吃烟烈 天斩成长形技能 无上限 当前等级一阶 初级 凶兽点2291点 林浩抽空 检视了一下收获的凶兽点 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感觉不错 但凶兽点 还是太低了 他根本没去想 能上什么异能大学 一心只有凶兽点 毕竟系统才是他最大的底牌 三人已经来到了考场中部 这里比之前的考场外围 更加的危险 凶兽起码都是一阶中级的 第一名的陈云飞 也停下看了看排名 第一名 陈云飞 450分 第二名 季昌荣 410分 咬得很紧啊 咦 这个灵号 还有他的队员 什么时候 飙升到23名了 难道他直接觉醒了 B级以上的异能 而且比我的B级异能急速 还要厉害 八成是真的了 要是按照这种提升速度 那他很快就要追上我了 他刚刚才觉醒异能 我却早已觉醒了两年 还吃了无数的异能灵药 才达到如今的战力 要是被比下去 那我的脸往哪放 我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连陈云飞都急了 季昌荣自己 就更急了 追赶陈云飞 已经很难了 看这趋势 我最后真正要追赶的人 搞不好不是他陈云飞 而是这个突然冒出的黑马 林浩啊 好 一片破烂不堪 被灰尘和杂草覆盖的民房屈中 传来了凶狠恐怖的狼嚎声 林浩立即转身 凌厉的目光 锁定了一幢三层楼 断墙上的巨大狠类凶兽身影 一阶终极的独角狼 林浩嘴角露出了冷笑 我的凶兽点来了 暗灰色 三米长的巨大身躯 狼毛如钢针 头上长着锋利如刀的独角 让本来就凶悍得很累凶兽 变成了更加可怕的独角狼 浩哥 这头独角狼交给我吧 我可不能一直躲在你身后 刘顺战役昂扬无比 我们一起苏灵浑身寒气缭绕 跃跃欲试 他其实是怕刘顺大意 出意外 毕竟之前刘顺的目标 就可以了 但现在的分数 已经能让他进省内顶尖艺能大学了 好吧 那你们快点 林浩说着 找了块石块坐下 为两人掠阵 提防突发的状况 狂暴 刘顺大吼一声 冲了上去 身形瞬间长大了许多 浑身肌肉球结 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 原本颇为霸气的大刀 在他手中 突然变得有点像玩具刀 独角狼看到有人挑衅他 怒吼一声 化为一道黑光 凌空跃下 扑向了刘顺 头上的独角 寒光闪闪 笔合金还坚硬 当 大刀劈在了独角之上 独角狼和刘顺 都被强大的反振之力震开 寒冰 咔咔咔咔 肉眼可见的冰块 一路严身而去 最后在独角狼身上 冰结成了一片寒冰 而且快速在变后 独角狼大怒 气血喷涌 独角突然变得血红 瞬间将寒冰融化 然后急速冲破冰层 向苏灵冲了过去 苏灵一挥手 前方立即结出了一片 一米多厚的寒冰 独角狼竟然无法撞碎 刹那间 独角狼的后面 和左右两边 都结出又厚又高的冰墙 将独角狼困住 寒冰刺 独角狼头顶的虚空 十几道尖锐冰刺浮现 呼啸而下 独角狼敢受到了致命的危险 疯狂冲撞冰墙 却无论如何 也无法撞碎 痴痴 许多冰刺被独角狼拍飞 但还是有两道 狠狠地刺进其体内 鲜血瞬间喷涌而出 独角狼发出刺耳的惨叫 杀 刘顺仿佛一辆坦克 挥刀突击而来 狠狠地斩了下去 苏灵默契地收了冰墙 锋利而霸道的大刀 劈在了独角狼背上 将其拦腰斩断 好 整片破烂房屋的四周 突然想起了 接二连三的愤怒狼嚎声 刘顺还来不及高兴 笑容就僵在了脸上 十三头 独角狼群苏灵目光如电 扫过全场 面色一沉 刘顺 看来我们运气不太好 遇上猪群了 一接终极的独角狼 他们两人就算再次合力 最多也就再对付三头 再继续下去 起码就得中伤 五考旨不于此了 刘顺 苏灵 你们保护好自己 剩下的交给我 灵昊满怀期待地站了起来 眼中充满了对凶兽点的渴望 剩下的 还有什么剩下的 你这意思 不就是让我们当吃瓜群众吗 刘顺嘴里不满 身体却很诚实地走到了远处 后悔没带瓜子了 刘顺 你这有点过分了 灵昊 我辅助你 苏灵目光坚定道 随便 灵昊嘴角带着冷笑 头也不回地 走向了独角狼群 长剑横空 杀气纵横 灵昊动了 独角狼群也动了 搜搜 刷刷 独角狼群从四面八方 冲向了灵昊 是血的狼眼 锋利尖锐的狼牙 寒光闪闪的独角刃 灵昊都没放在眼里 但十三头一阶 终极独角狼的 强力冲撞 就算力量肉身 达到二阶的灵昊 也吃不消啊 苏灵将寒冰异能 催动到了极致 厚厚的寒冰 自他脚下 急速蔓延而出 五头独角狼顿时被冻住 但独角狼太多 苏灵却是无法同时冻住 片刻后 被冻住的独角狼 也冲破了寒冰 眼看独角狼围住了灵昊 将他的退路全部封死 灵昊突然动了 速度快如闪电 独角狼根本跟不上 全部扑空 灵昊则是化为一道残影 在寒冰地面之上 如履平殿 渐渐命中独角狼要害 不过一阶终极的独角狼 肉身还是太强悍了 灵昊杀了一阵后 连剑都砍蛇了 还剩下最后一头 正凌空飞扑向灵昊 眼看就要刺中灵昊咽 没有了武器 普通觉醒者和异能者 战力都将大幅下降 苏灵急坏了 他的异能已经消耗了太多 无法再冰冻住独角狼 看戏的流顺距离太远 就算催动狂暴异能 也来不及去救灵昊了 观看灵昊直播的人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卧躁什么情况 灵大黑马怎么不动了 他的剑呢 少年 他的剑已经折了 一阶出击合金剑 能杀十几头独角狼 已经很不错了 可惜他 还是准备欠周拳 战斗经验太少了 终究还是要吃亏啊 楼上怎么阴阳怪气 见不得人好是吧 别忘了灵昊 还有异能没有施展 终于可以看到 那可以让武考 更改规则的强大异能了 对对对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强大的异能 爆发吧 好期待啊 不过还是可惜了 这该死的马赛克 万众瞩目之下 灵昊扔掉了手中剑 一拳轰了出去 砰 独角狼锋利无比 尖锐异常的独角 都被轰碎了 坚硬的狼头 被打得深深凹陷下去 全身骨头寸断 像一滩烂泥一样 飞出去十米远 这才砸在了地上 第十二章 进入前十 全程震惊 观看零号直播的人 越来越多 武考主席 台前的大荧幕上 破例出现了 他的直播画面 观看的人再次沸腾了 天呐 我看到了 二十头独角狼啊 零号不到五分钟 就全部斩杀了 太强了 面对十三头一阶 终极的独角狼 零号居然还没 使用异能那剑法掘了 虽然打了马赛克 看不清 但猜也猜得到很强啊 完了 零号的剑打折了 怎么办 怎么办线上等 好焦急啊 楼上傻了吧 零号还有异能可能用 瞎担心什么 没错 零号这次 总该使用异能了吧 弹平有那么几秒的停顿 然后再度爆发 天呐 我看到了什么 零号一拳 直接秒杀了独角狼 一接终极的独角狼啊 独角狼竟然被 零号一拳轰成了烂泥 太强了 难怪零号觉醒的是 力量型异能 零号觉醒的是 力量型异能 实锤了 不然不可能有 那么强的力量 独角狼可是被 轰飞了将近十米啊 那也不一定 或者 零号觉醒了 某种强大无比的异能 强大的肉身力量 仅仅只是觉醒那种 异能所带来的附属品 那得是多强大的异能啊 不算怎样 徒手斩杀独角狼 还是太酷了 此时 零号小队的分数 已经达到885分 小队成员平均分 达到295分 已经远远超过了 泛浪的230分 离赵洁的350分 也只差55分了 第一名 陈云飞 570分 第二名 纪昌蓉 520分 第十名 赵洁 350分 第十五名 零号 295分 第十六名 苏玲 295分 第十七名 刘顺 295分 零号小队三人 虽然分数是相同 但是正因为是小队 所以 贡献最多的人 排名靠前 看到最新排名 刘顺和苏玲 激动坏了 本来我以为能进前100 就已经烧高香了 没想到能杀进前20 跟着浩哥 果然有肉吃 哈哈 苏玲兴奋的脸都红了 而且跟第十名的赵洁 只差了55分 以浩哥的实力 纷纷就能追上 到时候 让他后悔死掉 对 我已经很期待看到 当赵洁看到分数 被我们浩哥超越时 那吃翔满的表情了 我猜那见人倒是一定会 跪求吴哥跟他复合 浩哥 到时 你一定要好好羞辱他一下 解解气啊 泛浪看到排名时 整个都虚脱了 怎么可能 我这么拼了 却还是被林浩轻易超越了 他究竟觉得的是 什么异能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啊 赵洁同时是感觉到了一股无力 林浩怎么 会这么强 这才不到半个小时 分差就只剩55分了 刘顺的异能不过急 苏玲也才递急 以我的战力和分数来参照 他们两个 根本帮不了林浩什么忙 也就是说 除非林浩真的觉醒了 极其强大的异能 否则根本不可能 获得这么高的分数 不 我一定不能让超越 我赵洁看不上的 凭什么超越我 赵洁刚刚发说完 林浩三人的排名和分数 突然又上升了一位 看得他心惊肉跳 抓狂 不 不可能 怎么可能凶兽 凶兽在哪里 都给我死过来 我要分数 我要分数 啊 一片树林之中 刘顺和苏玲背靠背 站在远处 前方林浩的周围 是一头黑色的暗影报 有的站着 有的已经倒下 死了 暗影报 一阶高阶凶兽 浑身旁扶玄铁 浇灌而成 成流现行 无比光滑坚硬 体型将近四米 但速度却仍然极快 寻常的一阶巅峰凶兽 也跑不过他们 暗黄色的眼睛中 因愤怒而布满了恐怖的血丝 血盆大口张合之间 露出森白的尖利獠牙 恨不得将林浩一口吞下 林浩的浑身都是鲜血 特别是双手之上 那是一拳轰杀一头暗影报 见到他身上的 浩哥 加油 争取冲进前十 我在精神上支援你 刘顺没心没肺 兴奋无比地叫喊着 我也是 他们两个深知 已经帮不上林浩了 索性努力吃瓜了 不过还得防着暗影报偷袭 毕竟暗影报速度太快了 林浩畅快一笑 大不留心冲了上去 不给暗影报任何喘息的机会 砰 一拳一头暗影报 低头暗影报 都是被打成一滩烂泥 回收利用的话 就只适合煲汤 做不了武器了 暗影报快 但林浩比他们更快 暗影报 不过是一阶高阶凶兽 但林浩的力量和速度 可都是二阶出击的 妥妥地碾压 树林中 双方快的 都只能看到残影 林浩一拳一头暗影报 暗影报的数量急速减少 林浩仿佛杀神将士 分数不断飙升 观众又沸腾了 我遭一拳一个小朋友 这不是在无考 这是在开挂啊 浩哥 也太狠了吧 那可是一阶高阶凶兽 暗影报啊 居然还能一拳一头 未免太残暴了吧 喂喂喂 我的浩哥 你倒是出手慢点啊 我打字都来不及了 独角狼一拳一头的时候 我已经惊呆了 没想到 现在暗影报 还是一拳一头 这力量 这速度 这持久力 妥妥的男人梦想啊 楼上人才啊 魏兆杰默哀一秒钟 错过了男人中的战斗机 哇 不得了 大家快看排名 蹭蹭蹭往上涨啊 我糟 前十 已经前十了 零号480分 第十名 小队总分 1440分 楼上你网速4G的吧 现在零号小队 总分已经1560分 零号三人 都是520分了 我糟 零号已经第八名了 苏灵第九名 刘顺第十名 这两人是鸡犬升天啊 羡慕死我了 班主任已经激动得热泪盈眶了第八名 零号第八名了 苏灵刘顺 也进了前十 我是在做梦吗 三中校长和将局长 也是激动无比 不过二人又都有点惶恐 因为他们曾经差点阻止了零号 参加五考 现在零号的分数越高 他们心里就越是害怕 害怕是没用了 还是好好想想 五考结束后 怎么奖励零号吧 希望零号不会 记恨才是啊 两人不约而同地想到这一点 三中的学弟学妹 整体沸腾了零号学长 以后 你就是三中的偶像 我要把你的照片 贴在桌子上 楼上这位同学 我有零号学长的照片 一张十块大下壁 千万不要错过啊 躺赢的刘顺 实在无聊 只好用智慧手表 赚点外快了 之前因为零号太帅 很多学妹和同级女生 私下找到她 用待定作业 请吃饭 请吃那条零食等等手段 腐蚀了她 让她拍零号的照片给他们 刘顺果断出卖了兄弟 当起了摄影师 无考的智慧手表 是可以在直播间里看直播 并且评论的 只是无考生 一般没那么闲而已 楼上小哥 我想买 怎么交易呢 好嘞 这位可爱又漂亮的小姐姐 我撕心你哈刘顺即动坏了 没想到 还真能赚到钱 浩哥 你再接再厉啊 你的排名越高 我就能越快成为百万富翁 虽然零号还没冲到第一名 但是她已经创造了一个记录 那就是以一己之力 带领整个小队 冲进了前十 虽然其他省份 曾经有过这样的记录 但是在荣上 却是绝无仅有的 不仅如此 整个浮城的人震惊了 浮城要变天了 我敢保障 零号必将为浮城带来无上的荣耀 第十三章 创造新记录 深入虎穴 不可能 一定是无考排名系统出错了 零号怎么可能超越我 零号超过我 也就算了 刘顺和苏灵 一个级 一个地级 这种垃圾技能 凭什么 也超越我赵杰 赵杰看到最新排名的时候 整个人都不好了 直接无力地坐到了地上 压抑愤怒半天后 她取出了营养液 喝了下去 我不服 我一定把排名重新夺回来 在营养液的作用下 赵杰的体力又有所恢复 重新踏上了斩杀凶兽之路 此时 无考的时间 已经过半 只剩四小时二十三分钟了 陈云飞和季昌荣 看到林浩整个小队都进了前十 也是震惊无比 林浩这是创造了浮城的新记录啊 刘顺和苏灵的异能等级都不高 可想而知 林浩的战力 有多可怕 要是她不跟人组对的话 那她早就是浮城第一名了 一想到这 两人都觉得不寒而栗 难以想象 林浩究竟觉醒什么恐怖的异能 竟然能做这一步 不过 两人倒也不是那么容易泄气的人 他们可都是冲着浮城第一来的 两人的学弟学妹 浮城一中和二中的同学 也都是关注直播的同时 给他们打气 云飞学长 加油啊 浮城第一 必须是咱们浮城一中的 没错 我相信云飞学长 三中不配拿第一 云飞学长加油 济学长加油 这次一定要把第一夺回来 二中与你同在 加油 奥利给 三中的零号 该不会是作弊了吧 不然怎么可能整个小队都进了前十 我猜 三中一定给将局好处了 不然不可能整个小队全进前十 三中可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成绩啊 我觉得也是 开考前 将局不是接了个电话吗 一定有猫腻 不然就凭三中若基的教育资源 怎么 可能培养如三个前十 楼上你这话 我就不爱听了 什么资源不资源的 就算给三中和一中一样的资源 他们也培养不出三个前十 三中的学弟学妹 顿时就不干了 闭上你们的鸟嘴巴 林浩学长会用实力说话 把你们一中二中 全部踩在脚下 为了自己的偶像 几个学校直接开起了骂战 树林中 林浩三人喝着营养液 简单休息一下 浩哥 我一点也不饿 我这营养液给你吧 刘顺笑得合不拢嘴 我得也给你 苏林也是开心的不得了 你们先留着吧 我也不怎么饿 留着以备不食之虚 倒是真饿了 我不会跟你们客气的 林浩爽朗地笑道 浩哥 你数钢铁的吧 这都不饿 刘顺目瞪口呆 一定是觉醒了无比强大的异能 才能一拳一头凶兽 还扛恶苏林 惊奇不已 林浩微微一笑 喝完营养液 目光贪婪地看着眼前的一片深山老林 刘顺愣了一下 吃惊道浩子 你该不会是 要杀进山林深处吧 苏林小声地补充道 怎么 你们怕了 不是 那个 刘顺都有点结巴了 浩哥 我知道你厉害 可这山林深处 通常都是凶兽的老巢啊 正常人都不会选择到里面杀凶兽的 那是妥妥地送死啊 是啊 浩哥 一直以来 都很少有人敢这么做的 大家都是在乡村废墟杀凶兽 而且我们分数也不低了 还是回乡村废墟去吧 那样文典啊 我是正常人嘛 林浩淡淡道 难得五考一次 我正杀得痛快 可不想就这么停下了 你们要是担心 下山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等我就好了 林浩这么拼 除了对凶兽深恶痛绝之外 还有一原因 那就是凶兽点 虽然说都是凶兽 可是出了考场 荒野中的凶兽 就更多更凶了 而且荒野不像考场 凶兽有案等级划分分布 荒野之中 随时都有可能遭遇实力 远胜于他的凶兽 危险系数 呈指数级增长 现在有机会 当然要多攒点凶兽点了 现在系统中的凶兽点 已经达到2593点了 开什么玩笑 我刘顺虽然废 但抛弃队友这种事 我还做不出来 我跟你去 大不了 我站远点就是了 刘顺姓氏淡淡地道 林浩和苏林 都被他逗笑了 我们一起 苏林坚定道 嗯 一起 但是你们还是小心点 跟着我 保护好自己就好 于是 三人在林浩的带领下 向着山林深处挺进 我的天 我听到了什么 林浩居然要带着队友 杀进深山 那可是凶兽老巢啊 狠人啊 浮成历史上 可都没人敢杀进深山的 因为极其容易被上百高阶 凶兽围攻 被吃掉连骨头都找不到的 林浩学长不要啊 深山太危险了 在外面乡村废墟杀就好了 林浩学长快回来啊 深山凶兽又多 等级又高 被围攻就危险了 三中的林浩 这是彻底飘了呀 自己想死就算了 还带着队友 就这样 还想跟云飞学长争第一 果然是无知 以为能进前时就了不起了 再不回来 连命都要没了 班主任 三中校长 还有江局长等人 也都急坏了 林浩快回来啊 能进前时老师 就已经很高兴了 不要冒险啊 林浩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不然我乌纱帽就不保了 可是林浩没有发社讯号弹 他们都不能终止无考 前去救援 江局长即得赶紧吩咐手下 请军部在考场中的 异能特种部队靠过去 一旦林浩有生命危险 立即出手救下 有事我担着 是 局长 深山 树越来越高 杂草也是 天空旁复暗了下来 刘顺和苏林 紧紧跟着林浩 而且还开启着异能 随时自保 他们很清楚 此时的他们 保护好自己 不给林浩添乱 才是最优解 突然 林浩停下了脚步 挥手示意 刘顺苏林小心 嗖嗖 小心 趴下 林浩大吼一声 整个人却是不退反进 几乎是一个闪现 冲了上去 刘顺和苏林 竟得赶紧趴在了在上 下一瞬间 四条红白相间 碗口粗 长达十米 腹部声有四对肉翼的 银血飞蟒 张开血喷大口 从不同方向 飞射而来 口中蛇性吞吐间 白色毒液 见势而出 但凡三人慢一点 就要被毒液喷中 分分钟死翘翘 毒液没有喷到三人 但旁边被喷到的草木 立即以肉眼可见的趋势 枯萎了下去 一阶高阶凶兽 银血飞蟒 不仅力气大 速度快 具备短距离飞行能力 毒液更是奇毒 无比浩哥小心啊 刘顺大惊失色 苏林全力催动 寒冰异能 形成护照 将自己和刘顺 保护了起来 再看林浩 早已一个前冲 侧身 顺手 就死死抓住一头 银血飞蟒 用力一轮 银血飞蟒飞旋而起 撞断了几棵大树 最后 被它摔死在一块巨石上 第十四章排名第一 浮成第一 深山中 林浩像是 抡着一架红白大风车 将一头头巨大的银血飞蟒 抡得呼呼作响 撞断了无数数目 然后一头头砸死 抓 轮 砸 仪器何尝 AK都射不穿的银血飞蟒 愣是 被它一头头砸烂 血肉横飞 银血飞蟒的毒液 根本没有机会喷出 就被轮晕了 有时候 它恨不得摔 抓住蛇尾 就是暴力向后一抽 狂暴的速度 直接将银血飞蟒的骨骼 给抽得节节寸断 一下就死翘翘了 银血飞蟒极为是血 狂暴 并没有因为几条同类惨死 就害怕 血腥的气息 反而引来了更多的银血飞蟒 许多毒液 见到了苏灵的寒冰护照上 发出滋滋的声响 冒起阵阵黑烟 眼看银血飞蟒越来越多 林浩提醒道 你们两个怎么样苏灵 还撑得住吗 我没事 你自己小心 苏灵赶紧大声回答 那就好 刘顺 把你的刀给我 有刀会杀得快一点 银血飞蟒的身躯太坚韧了 拳头不太好用 好嘞 刘顺二话不说 就把刀扔给了林浩 扔完才问了一句 浩哥 你还会用刀 切菜的时候用过 林浩随口说道 什么玩意切菜啊 浩哥你行不行 刀可不是一般人会用的呀 检测到主人要用刀 奖励二阶刀法 刨钉切菜一步 请问是否启用 林浩一喜不愧 是系统 想什么来什么 给我启用 刨钉切菜刀法 已启用 需要加凶瘦点200点 才能达到初级 请问是否加点 给我加 加点成功 二阶刀法 刨钉切菜 已经达到二阶初级 一瞬间 一股浩瀚的资讯 涌入林浩脑海 一招一试 就像已经练了 许多年刀法一样 林浩大喜 配合自身的速度 一边闪避 一边挥一刀就砍 切 跳 堕 于是透过寒冰护照 刘顺和苏灵 震惊地看到 一头头不怕死 前扑后继而来的 银血飞蟒 被林浩快刀斩断麻斑 处理成了一块块 这刀法 好强 浩哥是怎么做到的 老刘我单身十八年 都没这手速啊 浩哥要是去当厨师 就没国宴大厨 没啥事了 随着林浩一刀刀挥出 一头又一头 引血飞蟒被斩杀 后来完腻了 林浩就专吹七寸 一头一刀 干脆利落 不到十分钟 地下就已经躺着五十几头 引血飞蟒尸体了 接下来 林浩毫不停歇 一鼓作戒 继续向山脉深处 杀去 一阶巅峰独角狼 一阶巅峰暗影暴 一阶巅峰银血飞蟒 一阶巅峰金刚巨猿 不断有凶悍的凶兽 一头接一头 闻着血腥和人气杀来 最后 无不是被林浩反杀 一刀一头 或者一拳一头 一刀不行 就两刀 一拳不行 就两拳 直杀得山林变色 血染青山 太狠了 太强了 林浩这是要杀穿了整座山 要杀光整座山里的凶兽 这还是人吗 就算第一名的陈云飞 也不敢这么干啊 楼上说得对 众所周知 深入山脉 是最危险的事 因为那里通常是凶兽的巢穴 陈云飞之前 也就在山脉外围杀了一会儿 就离开了 根本没有可比性 别说浮城第一的陈云飞了 就算是荣省第一的天骄 也不敢这么火啊 你还别说 这切菜刀法 是真好用啊 没想到 林浩刚刚觉醒一能 就已经学会了剑法和刀法 看来一定是觉醒之前 就下苦工事先练过了 人比人气死人啊 我觉醒一年了 刀法剑法 都不到林浩的一半 虽然林浩出手画面 被打了马赛克 但是杭家 还是可以看得出 他剑法刀法的不凡 林浩学长 果然不是正常人 哈哈 这个小队的对话 也太搞笑了吧 林浩学长加油 林浩学长加油 分数快追上第二名了 好激动呀 随着时间流逝 再不知不觉见 班主任和三中学弟学妹的担忧之情 也一扫而空 取代而知的是 空前的激动与兴奋 不知不觉见 林浩的分数和排名 也终于随着大家的加油和呼喊声 狂飙到了浮城第一 林浩七百九十分十名 小队总分两千三百七十分 第一名 林浩七百九十分 第二名 苏玲 七百九十分 第三名 刘顺 七百九十分 第四名 陈云飞 七百五十分 第五名 纪昌蓉 七百二十分 全程的弹幕 有那么几秒的停顿 然后就彭扶山红爆发半 将荧幕给淹没了 第一名 林浩第一名了 还是带着小队杀到了第一名 小队三个人分别占据第二三名 史无前例 史无前例 起码在荣省无考历史上 绝对是史无前例啊 林浩的事迹说明 不怕猪一样的队友 就怕没有神一样的队长 沙川深山老林 带着队友霸占前三名 太酷了 干掉一中 干掉二中 带着队友霸占前三名 林浩学长衰呆了 林浩 改写浮城无考历史的男人 必将载入浮城史册 带着小队 都能霸占浮城前三 要是单干 这指定是荣省无考冠军啊 浮城最强的男人 必将在大厦有一席之地 林浩 林浩 浮城骄傲 难怪要打马赛克了 原来这么猛 这是要保护林浩的意思啊 要是我没记错 林浩可是连异能都没用 就带队霸占了前三啊 我敢赌 林浩一定不会止步浮城第一 班主任激动地跳了起来 前三名全是我们班的 林浩太厉害了 太出人意料了 三中校长和江局长 也激动不已 都暂时把差点没让林浩 参加无考的是忘了 一中二中的人都梦了 泛浪不弃返校 因为他已经无力反驳 分数相差太大了 小丑竟是我自己 赵洁气哭了第一 林浩第一名了 还带队霸占了前三名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我 我为什么要急得跟他分手 陈云飞和季昌荣 也没脾气了 林浩可是带着小队霸榜的 根本不是他们能比的 何灵在舞之上 却快睡着了 对于林浩的一波波战绩 他一直没有大惊小怪 甚至现场那么多人 因为林浩带队霸占前三名 而欢呼 也没能引起他的兴趣 浮成第一 还是太低了 起码也得荣省第一 第十五张兽群围攻考生 林浩单刀附会 杀光了深山老林 杀光了里面的凶兽 林浩带着提心吊胆的刘顺 和苏灵换地图了 凶兽点三千零九十三点 林浩的笑容非常灿烂 扫荡凶兽的感觉真好 我糟浩哥 排行榜 快看排行榜啊 我们霸榜前三了 刘顺兴奋地蹦起老高 吼声响彻十里八村 什么 霸榜前三我看看苏灵激动得 没开眼笑 前三 真的是前三浩哥 你太牛了 苏灵情不自禁地 给了林浩一个大大的拥抱 林浩倒没什么 反倒是苏灵反应过来后 脸都红了 好在刘顺大喊一声浩哥 我也要来一个 给了林浩一个大大的熊抱 这才让苏灵没那么尴尬了 浩哥 这辈子 我就是你的人了 浩哥 激动得不要不要的 我怎么都没想到 我刘顺有一天 居然能进前三 前三啊 浩哥 多亏了你啊 行了 别肉麻了 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浮成前三而已 再接再厉 林浩的目光望向了考场核心区 好 我听浩哥的 浩哥叫我往东 我就往东 吴哥叫我往西 我就往西 三人加快了脚步 向核心区而去 考场核心区 几乎都是一阶巅峰的凶兽 还有少量的二阶出级凶兽 苏灵 你有没有觉得 刚才的山脉中 那些凶兽有些不对劲 林浩突然问道 苏灵皱眉不对劲 哪里不对劲 林浩不太确定 不是都说 那是凶兽在考场中的老巢吗 可我总觉得 那里的凶兽太弱了 没有一头可以镇压全场的兽王 浩哥 是你想多了吧 这种小考场 能有什么兽王 而且我觉得那些凶兽 已经很恐怖了 但愿吧 去考场核心区的路上 林浩又杀了不少凶兽 五考时间只剩一个小时 核心区外围 乡中学 许多考生已经累得不行了 都聚集在操场上休息 一边谈论林浩的战绩 一边考虑 是否还要再深入核心区 云飞 我杀不动了 你呢 姬昌蓉摊坐在跑道上 笑着问道 我也没什么力气了 反正第一第二第三没戏了 我再挣扎也没用了 还是猥琐点吧 强撑的话 搞不好 前功尽弃 陈云飞有气无力地说道 你说得对 未来的路还很长 经历就是了 没必要拼命 赵杰 范朗等人 也都在场 都累得不想说话了 突然间 一声惊天的怒吼 惊醒了所有疲惫的考生 残破而满是坑坑洼洼的操场 跟着震动起来 裂缝开始扩大 所有考生都惊恐不安起来 他们感受到了一股强烈 而又恐怖的致命气息 完蛋了 是兽群 我们都要死了 到处都是凶兽 我们被包围了 逃都逃不掉了 怎么办 五 中学周围 一圈又一圈 都是凶兽 浩浩荡荡地包围来 少说也有五百多头 一阶巅峰独角狼 一阶巅峰暗影暴 一阶巅峰银血飞蟒 一阶巅峰金刚巨猿 其中一头金刚巨猿 体型比一阶巅峰的金刚巨猿 还大上一半 目测有十米高 赫然竟是二阶触及金刚巨猿 很多考生直接吓哭了 他们现在体力都到了极限 就算想跑都跑不掉 转眼就会被凶兽追上 泛浪直接吓尿了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啊 爸 快来救我呀 赵杰也吓得瑟瑟发抖 为了追赶林浩的分数 他已经拼尽了全力 现在根本无力再战 不 不要 我不想死 林浩 林浩你快来救我呀 我不想死 我后悔了 你快来救我呀 这两人家里都是富豪 家里长辈 也都是颇为强大的异能者 无考只要能考个不错的大学 以后透过源源不断的修炼资源供应 一样 能为强大的异能者 武者对他们来说 并没有那么重要 说是走个过场都不为过 谁能想到 会遇到这种生死危机 许多人第一时间发出讯号弹 陈云飞和季昌龙两人 还算镇定 大声呼喊 让大家别乱动 聚集到一起 大家现在体力才到极限了 这么多凶兽根本跑不了 集中在一起 积聚力量 跟凶兽拼死一搏 还有一线生机 只要我们能拖住凶兽片刻 负责武者安保的异能小队 还有军部异能特种部队 应该很快就能赶来了 个别人听不进他们的意见 想趁凶兽包围圈 还没完全合拢 逃出去 结果直接被一头暗影爆给秒杀了 吓得其他考生都不敢跑了 全部都集中在了一起 怕死的考生 则是拼命往中监挤 一时间人群乱成了一团 因为他们知道 凶兽一旦冲过来 站在人群外围的人 肯定得先死 站在中间会晚点遭殃 哪怕只是晚一点 活得极妙 说不定就能等到一能小队赶来 你们别急啊 陈云飞健壮大吼 可是根本没用 陈云飞和季昌荣对视一眼 陷入了绝望 看来指望不上他们了 许多考生没有去过荒野 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厮杀 遇到这种场面 顿时连战斗的意志都没了 地面在颤抖 凶兽越来越近 一双双凶恶无比的兽童 带着责任而逝的凶残 随时都可能发起攻击 一能小队和特种部队 怎么还不来啊 这时候他们就算来了 也没用了 凶兽太多了 呜呜呜呜 难道我们就这样等死吗 一能小队的人出现了一点疏忽 但不能全怪他们 一来一能小队的人 本来就分散在各处 而且原则上 不会跟考生太近 否则 五考就失去了意义 二来五考时间快要到了 二来 因为零号的成绩太过亮眼 一能小队的人意关注之下 一时间 忘了自己 在执行安保任务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这次五考 中学附近明面上没什么凶兽 他们根本没想到 那头二阶金刚巨猿兽王 居然那么狡猾 事先让无数凶兽埋伏了起来 等操场人数多起来时 才现身包围 当然 他们也没想到 那么多考生 都累成这样 然后集体放松了警惕 都在讨论零号的成绩 越来越多的考生吓尿 赵洁也不例外 臭气熏天 一个个庞扶带宰的羔羊 毫无战意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虽然没用 但要是都死了 那也是今天的五考大事故 甚至是人族的耻辱 就在他们各个绝望之时 学校之外 出现了三个人 零号小队三人组 兽群苏林刘顺顿时吓坏了 这 这 浩哥 这怎么办 兽群 我们可打不过啊 刘顺毛骨悚然起来 兽群 确实太可怕了 苏林第一时间 用智慧手表求救 刘顺健壮 也赶紧照做 林浩的眼中 却发出兴奋的光芒 苏林 刘顺 你们两个把营养液给我 然后躲起来 保护好自己 等待救援 系统 给我加点刨钉切菜刀法 给我加 消耗四百凶兽点 刨钉切菜刀法 已经升级到二阶中级 林浩嘴角 顿时露出了兴奋的冷笑 一连喝下两包营养液 挥舞着大刀 杀向了兽群第十六章 林浩如神灵士 欲血如狂 天哪 不好了 大家快看 乡中学操场 有几十个考生 被凶兽群包围了 不是吧 怎么会这样天哪 完了过了 他们不会就这样 全部死掉吧 太可怕了 怎么没人来救他们 亦能小队呢 要是没人来救 他们一个都活不了 他们一个个都已经到了极限 还都吓尿了 根本打不过凶兽群 连逃都逃不掉 他们也太疏忽了吧 怎么会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 这么多凶兽出现 事先都没警觉吗 楼上你太高估他们了 要知道 很多凶兽的智力 不比人足地 这么多人都没发觉 一定是兽王事先埋伏了 加上他们都累了 以为大家聚在一起没事 根本没想到 会有凶兽群包围他们 没错 他们还是太年轻了 不过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 不管怎样 他们死了 也是我们人足的损失 人足的耻辱啊 估计一能小队也没想到 凶兽会埋伏考生 而且 他们一向分散在各处 就算赶来 也需要时间 就看考生们 能坚持多久了 希望少些伤亡吧 你们说 要是零号也在场 能不能杀穿这凶兽群 零号之前 可是杀穿了凶兽山脉老巢啊 我看学 这凶兽群众 可是有二阶兽王金刚巨猿啊 我觉得 零号有可能杀穿凶兽群 大家别忘了 零号可是一直没有使用他的异能 我也相信零号学长 要是零号学长在 这些凶兽 一定没有一头能跑掉 之前零号学长 已经出了深山 正在向中学这方向走来 也许真的来得及呢 你们三中的人 能不能别再提零号了 我们陈云飞学长 都被凶兽群围攻了 就算零号来 这么多凶兽 还有二阶金刚巨猿兽王 他来了 也只能送死啊 对啊 我们二中的纪昌荣学长 也被包围了 你们三中的人 就只知道 惦记着零号吗 还有没有同情心了 就算是零号来了 也只是多送一条命把了 零兽群完了 完了 主席台上 将局长吓得跳了起来 连滚带爬的 冲到旁边负责安保的特种部队 指挥官面前 带着口腔到老张 零兽群 零兽群 很多考生在向中学操场 被凶兽群包围了 你赶紧派人去营救啊 要是几十个考生都死了 别说他的乌纱帽了 吃牢饭都是轻的 张成风沉声道 我早就派人过去了 但是就怕他们坚持不到 那个时候 几个校长也是围了过来 忧心忡忡 惶恐不安 怎么会这样 他们可千万不能死啊 张成风面色凝重 我刚才看了监控 这凶兽群 是五考开始前就埋伏好了 一直没动 就等着考生来到这休息 放松警惕 这才出来的 他们早就算准了 考生到达这里后 大多数都是体力耗尽了 以前 很多考生就是这样 只不过这次 凶兽变得更狡猾了 江局长等人 听得面如土色 差点晕过去 不过出于职责 他还是强撑着 又跑去五支那边 找了何林 何队长 凶兽群 何林冷冷地回了他一句 我已经派人过去了 看他面色阴沉 江局长没敢多问 急得走回去 死死地盯着大荧幕 何林确实派人过去了 而且 把暗中保护林浩的老六 给臭骂了一顿 老大 人有三级啊 实在忍不住 我马上过去 何林确有冷冷道 你先过去 林浩已经先到了 你先别出手 我想看看 他能不能救下那些考生 我要看看 他的极限战力 老六吓了一跳 可是老大 没有可是 那些考生下成那样 就算以后上了异能大学 也强不到哪去 将来上了真正的战场 也是送死 这点 你应该清楚 我一直觉得 我考太轻松了 保护过度了 这才让考生们 变得越来越没有警惕性 这样下去 根本培养不出 真正的铁血战士 老大 这些我都知道 可是 没有可是 执行命令 是 老大 操场上 哭声震天 一片哀嚎 凶兽群发起了围攻 眼看几十个考生 就要丧生授口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灵号来了 灵号浑身浑身欲火 挥舞着大刀 风卷残云般呼啸而过 硬生生在凶兽群中 杀出了一条血路 所过之处 一片焦黑 几十头狂暴的凶兽 瞬间化为灰烬 连惨叫声都没来得及发出 最后 灵号纵身一跃 冲天而起 如火神般 降落在考生前方 八荒神火 一声狂吼 充满了愤怒和兴奋 布满紫色火焰的合金大刀 横扫出一条巨大的弧度 席卷出 漫天神火 化为一把巨大的火焰屠刀 横斩而出 转眼间 上百头凶兽化为灰烬 操场也被烧焦 焦臭之味扑鼻而来 灵号身形闪再闪 再度挥出一刀 又是上百头凶兽化为灰烬 凶悍的凶兽都吓傻 硬生生地众考生前方暂停了围攻 灵号 是灵号陈云飞大写 所有人考生 这才惊魂未定地寻声望去 只见灵号浑身欲火 宛如火神灵世 威风凌链 杀气冲天 面色冷静 鹦鹉不凡 真的是灵号这异能太强了 纪昌蓉激动不已 灵号 真的是你 你来救我了吗 赵杰激动得跑过去 灵号冷冷地扫了他一眼 理都没理 直接看向陈记二人 陈生指挥道 陈云飞 纪昌蓉 你们带人跟着我 到教学楼那边去 凶兽太多 不能父辈受敌 赵杰被灵号那个眼神吓坏了 站在原地连动都不敢动 那个眼神 霸气 威武 屁逆天下 那他知道 这个男人 跟他再也不是一个事件 那一瞬间 他流下了后悔的眼泪 陈云飞两人 没有任何的质疑 本能地接受灵号指挥 是大家别愣着了呢 快跟上 到教学楼那边去 实在是灵号刚才那两刀 太过震撼了 灵号早已看出 他们根本无力对付凶兽 哪怕是一阶出击的凶兽 都能轻易杀死他们 而他的八荒神火 太过消耗异能 要是不找个地方 减轻凶兽的包围之力 连他也无法顾及所有考生 最可怕的 还有越来越多的凶兽 正向这里赶来 第十七章分数狂飙 全省第十 灵号催动八荒神火 从天降那一刻 直播弹幕直接炸裂了 卧槽 神兵天降啊 灵号 是灵号 危机时刻 灵号出手了 那就是他的异能吗 好强大的火焰啊 异能 是灵号的异能 太强了 一刀横扫尽 百头凶兽 这是人类能觉醒的异能吗 这异能 起码是A级 实名羡慕了 学长威武 不愧是我学长 太厉害了 灵号学长以后 不仅是三中的偶像 一定会成为浮城的偶像 一中二中 那些喷子哪去了 怎么不说话了 别提一中二中了 什么陈云飞 纪昌荣 要是没有我三中好个 这时候 早为凶兽了 你们别太过分了 不就是觉醒了一个厉害的异能吗 事实胜于雄辩 觉醒强大异能就是厉害 不服你让陈云飞 或者纪昌荣上啊 灵号学长太帅了 特别是指挥陈云飞和纪昌荣的时候 简直就是将帅之风啊 楼上这波打脸 太精彩了 没有嘲讽谁 却自自是嘲讽 兵不屑任 灵号学长加油 你们看 一二三中的小朋友 还吵起来了 依我看 没什么好吵的 能出一个灵号这样的人物 是我们整个浮城的福气啊 没错 灵号就是浮城的福星 不过让他们吵吵也好 说明 他们还有竞争意识 从某种角度来说 这其实是好事 你们还有时间聊这些 我现在最想的是 把那个给灵号加马赛克的家伙 抓来痛点一顿 多牛逼的异能啊 竟然得加了马赛克 害我只能看到模糊的样子 太气人了 江局长和几个校长 看到这一幕 也终于松了口气 林浩 不愧是林浩 还好林浩及时赶到 不然 我就完蛋了 金城辉 你们三中教出了一个好学生啊 三中校长金城辉 大喜将局长过誉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不不不 这主要是林浩他自己的努力 哈哈 二中三中校长 气得牙痒痒 却无力反驳 要不是林浩及时出现 他们的骄傲 陈云飞和季昌荣 早就挂了 林浩班主任最是振奋 激动热泪盈眶 庞府已经看到了日后 林浩披甲上阵 为国征战的画面了 和凌直到这时 性感冷艳的脸上 才浮现出一抹笑意 张成风看到林浩的表现后 猛然握紧拳头 浩墙的异能 林浩 必须要进我军部 来人 给我查 我要林浩的所有资料 是 统领 对林浩感兴趣的人 不止张成风 还有浮城的很多豪门 和非官方异能组织 我可以确定 那天成东的天地异响 就是林浩引起的 林浩的异能 搞不好是S级 给我查 我要他的所有资料 一定要先将 他招到我们组织 乡中学操场 凶兽群只停顿了几秒 是写得本性再次唤醒 一头头汉不为死地围攻而去 八荒神火 神火缭绕的林浩 再次一刀挥出 紫火漫天 近百头凶兽 灰飞烟灭 操场都被烧出了一个焦黑巨坑 缺口开启 陈云飞和季昌荣 赶紧带着众人 退到了教学楼下 教学楼虽然早已残破不堪 但凶兽想撞破教学楼 也没那么容易 至少一十半会间 众考生不会腹背受敌 林浩也不会太过分心了 林浩没了顾虑 直接挥刀 杀进了凶兽群中 一刀一片 转眼间 几百头凶兽灰飞烟灭 兽王金刚巨猿 要不是躲得远 早就完蛋了 这兽王 还真是狡猾 林浩横刀立马 远远地瞪了金刚巨猿一眼 金刚巨猿也看到了他 四目相对 金刚巨猿目中露出了恐惧之色 不仅是位居于恐怖的巴荒神火 更是位居于林浩那战意昂昂 一往无前的眼神 不过金刚巨猿虽然害怕 却并不傻 吼 金刚巨猿狂吼一声 越来越多的凶兽席卷来 一时间尘土飞扬 遮天蔽日 恐怖的气势 吓得陈云飞等人瑟瑟发抖 杀 林浩怒吼一声 不退反击 再次杀进了滚滚凶兽群中 巴荒神火 一刀挥出 紫火聊天 席卷大半个操场 几百头凶兽 灰飞烟灭 操场面目全非 陈云飞等人都吓傻了这火焰 哪怕距离这么远 也有种全身血流都被烘干的恐怖 这一刀 竟然比之前还猛 林浩的力量也太强了 我的异能 才施展两三次 就耗尽了 季昌蓉目瞪口呆道 赵洁目光因后悔 而呆滞这么强的异能 我是脑子进水了吗 居然急着跟他分开 泛浪吓得浑身冷汗 太强了 我之前说过他坏话 他该不会一掌拍死我吧 不行 五考结束 我要赶紧向他跪求原谅 刘顺苏林躲在草丛中 激动的手舞足蹈 刘顺浩哥的异能 也太逆天了吧 绝对的S级啊 苏林小脸通红 连连点头 一定是S级 这么帅的男人 不知道要便宜哪个臭丫头 刘顺一愣 你个花痴 你说这一波杀完 浩哥能不能带 我们杀进荣省 五考前三刘顺嘴里说着 已经点开了智慧手表 我的天 苏林 你快看 这分数 咱们的分数 刘顺已经震惊的舌头打劫了 苏林转头 看了一眼智慧手表 惊呆了 半赏残男男小队 5970分 平均分1990 全省前十 全省贯注在战局上的观众们 也终于有人看到了最新的排名 哇 全省前十 零号排名全省前十了 大家快来看 零号荣省五考第十名 1990分小队 5970分 就连刘顺和苏林 也排到了全省第十一和第十二 这两人是走了狗屎运啊 哈哈 太激动了 这下浮城也要跟着商热搜了 全省前十啊 还是带队 零号这次要载入大厦五考史册了 太激动了 没想到我 竟然有幸能见证 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 我的天 零号不仅救了考生 还顺便杀进了全省前十 这波操作太溜了吧 零号学长太酷了 全省前十啊 零号学长这么厉害 我觉得 学长一定能杀到全省第一 没错 我已经不满足于全省前十了 我相信零号学长 一定能做到全省第一 第十八章全省第一 再创记录 斩杀一头一阶巅峰独角狼 获得凶兽点五 斩杀一头一阶巅峰银血飞蟒 获得凶兽点五 斩杀八十头一阶巅峰凶兽 获得凶兽点四百 斩杀七十六头一阶巅峰凶兽 获得凶兽点三百七十五 系统悦耳的声音不断响起 零号越杀越杀痛快 根本不带怕的 就怕凶兽不来 什么凶兽区 在他眼里 那就是凶兽点 乡中学操场 紫火焚天 无数的凶兽被烧成灰烬 彭扶人间炼狱 零号浑身欲火 如沙神 似火神 在凶兽群中纵横来去 有时一刀一头凶兽 有时一刀一片凶兽 异能和体力不断下降 不过下降更快的 是凶兽的数量 终于 前方不再有凶兽 还敢出来了 二阶初级兽王金刚巨猿 也吓得早就跑远了 还想跑 吃我一记火球 零号五指驱深成长 凌空一抓 掌兴一个赤烈无比的紫色火球 瞬间形成 去吧 零号缓缓出声 赤热的火球呼啸而出 在空中如流星般划过 地面顿时被烧出了一条 深深的焦黑沟壑 金刚巨猿 看见紫色火球 顿时一阵星际 彭扶一股死亡的气息 将它笼罩 吓得全力跃起 眼看就要冲进考场核心区 可惜它的速度太慢 火球在空中拐了个弯 转眼间就射中了它 哄 十米高的金刚巨猿 立即变成一个大火球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化为了灰烬 斩杀二阶出击金刚巨猿 获得凶兽点十 零号开启面板一看 凶兽点5530 爽零号激动的吼道 陈云飞傻眼了 果然不是一般人 S级异能没跑了 真是让人又羡慕又嫉妒 季昌荣目瞪口呆 男男自语 S级异能 绝对S级异能 A级异能 就要遇到几百头凶兽群 早下跑了 怎么可能全肩凶兽 最后还来个爽 饭浪不知道浩哥 还收不收小弟 赵杰棚头垢面 垂头丧气 一脸绝望一夜之间 我错过了一个S级的男人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世界也太不公平了 为什么不让零号早点觉醒异能部 不 我不甘心 我只是早了一点说分手而已 零号不应该这样绝情 获救的考生 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不停地欢呼 零号威武 如神灵士 欢呼声中 刘顺和苏灵 也远处冲了过来 刘顺边跑边喊浩哥 全省第一 咱们小队霸榜 全省前三了 苏灵也是首武足的 浩哥威武 如神灵士 灵号也是抬手 看了看排行资料 此时他和他的小队 出现在了福城和荣省 两个武考排行榜上 小队总分 15350分 平均分5116 福城武考排行 第一名 灵号 5116分 第二名 苏灵 5116分 第三名 刘顺 5116分 第四名 陈云飞 960分 第五名 纪昌荣 920分 荣省武考排行 第一名 灵号 5116分 第二名 苏灵 5116分 第三名 刘顺 5116分 第四名 唐力 2135分 第五名 顾兴仪 2078分 第六名 高佳佳 2025分 看完排名 灵号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或就考生 再次震惊欢呼 陈云飞彻底扶了灵号 创造了浮城新记录 带队霸榜全省前三 简直是号审 以凡人之躯 笔尖神明啊 号审 号审 凡人之躯 笔尖神明 欢呼声中 赵杰先是无比地落寞 然后 他突然又鼓起了勇气 众目睽睽之下 一脸激动的小跑向灵号 灵号 恭喜你 我们和好吧 昨天真的是跟你开玩笑的 我那是恨铁不成钢 你原谅我一次吧 灵号面无表情地 瞥了赵杰一眼 就转身 看向考场核心区了 如今的他 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连报复指责的心 都没了 他们早已不是 一个世界的人 刘顺冷笑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昨天当众跟浩哥提分手 说了多少难听恶心的话 现在还有脸球复合给我滚 苏林也是怒到不要脸的人 也不照照镜子 跟个乞丐似的 就你也配行得上我们浩哥 手机不能带进考场 赵杰惊恐不安地 拿起智慧手表 看到自己蓬头垢面 全身脏兮兮的 他都快疯了 可是他更害怕 在我求饶 以后就没机会了 赵杰扑通一声 跪在了林浩面前 气声哀求浩哥 求求你 跟我复合吧 以后我再也不会了 你叫我做什么 我就什么 我一定乖乖听话 求求你跟我复合吧 林浩连看都不看他 被刘顺苏林道 你们在这待着 安保的人马上就来了 我去一趟核心区 说完 扛着刘顺的核心道 大不留心 向核心区走去 反差 震撼 让刘顺和陈云飞等人 心潮澎湃 佩服得五体投地 刘顺之道劝不住 大声喊道 浩哥 小心啊 五考结束 请你撸串 苏林我也要 陈云飞神一样的男人 连核心区都敢单刀附会 纪昌容你看看赵杰 真像条丧家之犬啊 要是过了五考再说分手 他的人生 将会是另一番模样 可惜了 他还是不够坚定 陈 昨天的赵杰 今天的赵杰 真是判若两人 当初贪图浩哥的身体和颜值 后来玩腻了就甩开 现在浩哥如神灵士 又回去跪求 这种渣女 好在林浩觉醒了强大的异能 不然太惨了 现在看到这一幕 真是大快人心啊 这一幕幕 也让整个浮城再次沸腾 带领小队 霸榜全省前三 天哪 这届年轻人太强了 老泪纵横啊 没想到我有生之年 能够看到浮城的五考生 霸榜全省前三 霸榜全省前三啊 林浩太强了 兄弟们 今晚我请客 庆祝林浩 创造浮城历史 不醉不归 带队霸榜前三荣省历史上 都是绝无仅有的呀 林浩 创造了两个历史记录 太强悍了 林浩学生太强了 我长大后 一定要嫁给你 楼上学妹 你醒醒吧 校花贵求复合 浩哥连看都不看一眼呢 就你 那又怎样 我高兴 我乐意 我歪歪一下 做做梦不行吗 要你管 林浩学长威武 我也心没那么大 只要每天看看 学长的照片 我就很开心了 真人照片 林浩学长真人照片 试剂典藏版 一套 只卖998 只卖998了 刘顺已经坏了 截止目前 已经有三十几个小姐姐 找他买林浩照片了 于是他觉得 是时候提价了 楼上奸商啊 涨价涨这么 快刚才还只卖一张十块 此言差异了 单张的也有 一张只卖五十块 只快五十块了 奸商当我白痴 我不会自己上网下载吗 你去啊 你要是能找到一张林浩照片 我直播道理诗详 够狠 利铁为证握糟 什么鬼 还真没有 一张都没有 怎么会这样 之前网上很多三中小迷妹 拍的浩哥照片呀 怎么样 小姐姐 买 还是买呢 我可告诉你 林浩前力无限 他还去了五考核心区 要是不小心上了全国第一 这个价格可就买不到了 奸商哥哥 你赢了 我买 班主任 校长 江局长等人 都是震惊无比 没想到林浩再次创造了历史 林浩又去了核心区 他该不会要创造一个全国记录吧 第十九章 沙川核心区 剑指全国第一 林浩带队霸榜荣省前三 不仅浮城的人激动坏了 荣省其他地势的人 也是震惊无比 这个林浩是谁呀 怎么没听说过卧躁 竟然是浮城三中高三三班的 这是要逆天啊 不仅林浩本人是浮城三中的 全省第二的苏林 和第三的刘顺 也是这个班的 三人还是一个小队 我的天哪 这个小队也太强了吧 不是小队强 而是林浩一个人强 强得离谱那种 刘顺和苏林 完全是躺赢 是林浩凭一己之力 做到了霸榜全省前三 这还是人嘛 以前可从来没出过这种情况 荣是一中的唐力 分数居然连第三名的一半还不到 唐力据说觉醒的是 A级异能 林浩能带队霸榜前三 那指定得是S级啊 实话实说 虽然被小小的浮城比下去了 但是荣省能够出一个S级异能者 也是荣省的骄傲啊 什么异能者 人家林浩才刚刚觉醒 是个觉醒者 卧槽 神人啊 三年了 大厦终于又出了一位S级强者 唐力看到排行榜 整个人都猛了半路杀出各城咬金 也太讨厌了吧 我的风头全被抢了 我还怎么跟校花和学妹探讨人生啊 唐力的担忧没错 全省好多小姐姐都惊呆了 林浩带队霸榜全省前三 太强了 虽然是浮城三众 名不见经传 但是英雄不问处处呀 何况还长得那么帅 是啊 是啊 又帅又强的帅哥 有的是 可是这么帅这么强的 绝无仅有呀 我不跟你们废话了 我要上网找林浩的写真了 荣誓一中笑花 顾兴仪零号怎么会这么强 她可是浮城三众的呀 分数虽然比我高了一倍 还多还是带队霸榜前三 要是她能一直领先 也不是不可以考虑 给她一个机会呢 荣誓二中笑花高佳佳天啊 浮城三众的 这零号也太强了吧 她觉醒的一定是S级 看来可以给她一个机会 等五考结束 就去浮城找她 顾兴仪和高佳佳 虽然是校花 而且都比赵洁漂亮许多 但两人一直都是单身 他们可不想将富贵的时间 浪费在荣省 他们都想到了 燕京艺能大学 或者魔都艺能大学 在谈恋爱 他们觉得 那里的天之骄子 才能配得上他们 全省的校长 老师 教育系统的人 也都发现了零号的战绩 纷纷开始查询零号的资料 却发现 什么资料也找不到 浮城五考 核心驱 吼 可怕的凶兽嘶吼声响起 恐怖的威压 让人喘不过气来 腥臭的气味 混杂着血腥的味道 让人恶心地想吐 想跑 这里 向来是属于 天骄考生的天堂 一般的考生 连想都不敢想 零号却大踏步 向里面走去 很快 他就遇到了一头 二阶触及凶兽 霸王无功 霸王无功 体长十五米 暗红色 五十条腿 都锋利如刀 还带有剧毒 浑身如玄铁铸造 坚硬无比 防御和速度 都堪比二阶终极凶兽 零号嘴角 露出兴奋的冷笑 灰刀冲了上去 霸王无功 有五十条腿 速度比他还快 系统 切菜刀法 给我加点 消耗八百凶兽点 刨丁切菜刀法 已升级到二阶高阶 高阶刀法 正常人要修炼三五年 就算是各样的天骄 起码也要半年 零号却只用了不到一天 有了高阶刨丁切菜刀法 零号如虎天翼 一刀就斩断了霸王无功 虽然消耗的凶兽点有点多 但就是爽啊 零号 没有浪费一秒时间 转身就又去杀其他凶兽了 五考时间 已经只剩下二十几分钟了 他要抓紧时间 尽可能的多杀凶兽 获得更多的凶兽点 至于什么五考排名 他连想都没去想 凶兽点 对他来说 才是最重要的 核心的凶兽 等级起码都是一阶巅峰 而且密集度很高 斩杀一阶巅峰金刚巨猿 获得凶兽点五 斩杀二阶出击金刚巨猿 获得凶兽点十 斩杀二阶出击霸王无功 获得凶兽点十 斩杀二阶出击暗影暴 获得凶兽点十 斩杀三十五头凶兽 获得凶兽点二百八十五 斩杀四十七头凶兽 获得凶兽点三百五十五 核心内 八荒神火大显神威 紫燕冲天 火球呼啸纵横 血腥位 焦臭位弥漫四方 零号的分数和凶兽点 都在疯狂地飙升 不过零号的异能 也在快速下降 好在S级异能并不吃素的 应该能够撑到杀穿核心区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零号还是能不用就不用 毕竟光是二阶高阶的袍钉切菜刀法 对二阶出击凶兽 就已经游刃有余了 核心区的凶兽 比非核心的凶兽更强 也更暴力凶残 虽然同类一头接一头死去 却没能让他们恐惧 反倒是激发了他们的兽性 以更加凶悍的姿势 从四面八方向零号冲杀而去 是要将他留下 带队霸榜荣省前三后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关注零号的直播 天哪 这些可都是一阶巅峰 二阶出击的可怕凶兽 竟然还是尸红遍野 零号太强了 全省前三 名不虚传 斩杀二阶出击凶兽 就跟砍瓜切菜一样 这刀法简直神了 打了这么久 居然还不累 真是我梦想中的男人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 零号学长的刀法 好像越来越好了 自信点 把好像去掉 作为一个同样用刀的男人 我敢确定 零号学长现在的刀法 起码高阶 我的天 高阶刀法 这真的是真的吗 一般练五年 才有可能达到高阶啊 零号学长 却是刚刚觉醒的觉醒者 也就是说 零号学长是边战斗 边领悟 边升级的 这天赋也太逆天了吧 边战斗边升级 实名羡慕了 不愧是 S异能呀 零号学长 我好稀罕你 看学长这样子 全国第一没跑了 到时 咱们三中 可就成为全国名校了业 这时的荣市第一 全省第四的唐力 也已经累得不行 开始关注零号直播这战力 这一能 好气啊 不过 他真的能做到全国第一吗 唐力气得咬牙切齿 羡慕极度恨 为什么我觉醒 S级异能的 不是我唐力 零号班主任和校长 激动的快疯了 江局长已经在焦急的考虑 要是零号全国第一 该送多少奖学金 给他才合适了 刘顺继续卖零号撕照小姐姐 走过路过 千万不要错过 零号高画质血针 只要1998大下壁 零号超清血针 绝世典藏版 只卖5998了 错过后悔一生 买到就是赚到了 奸商 你发给我的零号照片 全都变成了马赛克 赔钱 哎哦 由此可见 零号受到了某种保护 你们懂的 大家更要抓紧时间买了 楼上小姐姐也别急 我线下给你尸体照片哦 此言一出 无数小蜜妹 私信找他买照片 奸商说的没错 看零号这样子 全国第一轻而易举 不废话了 买买买 激动的刘顺 忍不住流下了口水 突然他的笑容 渐渐消失了 他收到了和林发的 一条私信小伙子 五考结束留意下 我需要向你 普及一下大下安全法 第20章 带队霸榜全国前三 史无前例 斩杀二阶出击金刚巨猿 获得凶兽点十 斩杀一头一阶 巅峰独角狼 获得凶兽点五 斩杀二阶出击暗影暴 获得凶兽点十 斩杀二阶出击独角狼 获得凶兽点十 斩杀二阶出击霸王无功 获得凶兽点十 五考核心区 林浩浑身于火 出刀如电 快的只能看到残影 凶兽一头又一头倒下 全部是一刀毙命 无数的凶兽鲜血 五颜六色 飞溅到林浩身上 将他的校服染成了七彩战衣 清澈而凌厉的眼神 充满战意 加上那让人眼花缭乱的高阶刀法 让他看起来 就像是一个战神 而不是一个刚刚觉醒的高考无考生 碰 林浩一到 将一头霸王无功 劈成两半 腥臭的血液 和刺鼻的毒液 飞溅开来 本就焦黑的地面 再度发出了 被腐蚀的滋滋声响 只剩下最后一头 真正的受亡了 随时都可能突破 二阶终极的霸王无功 暗红色的躯体 将近二十米的体长 五十条腿 都锋利如刀 还带有剧毒 浑身如玄铁铸造 坚硬无比 防御和速度 都达到二阶终极的凶兽 林浩急速的喘息 他的体力和异能 都快到极限了 消耗比他预料的还快 但他仍然毫无畏惧 更没有退缩 林浩开启了系统面板 姓名林浩 等级觉醒者 异能八荒神火 力量四百点 速度四百点 精神四百点 技能吃烟烈 天斩成长形技能 无上限 当前等级为一阶 出击 袍钉切菜刀法 二阶刀法 当前等级 二阶高阶 凶兽点七千七百三十点 林浩嘴角浮现一抹冷笑系统 给我加点 力量 速度 精神 全部都给我提升一级 消耗三千凶兽点 力量 速度 精神 都已提升一级 达到二阶终极异能者水平 同时 力量 速度和精神的提升 也已达到极限 需要等级突破后 才可以继续提升 力量六百点 速度六百点 精神六百点 凶兽点四千七百三十点 林浩瞬间感觉自己满血恢复 浑身又充满了使不完的力量 等级先不提升了 杀这头霸王蜈蚣 已经绰绰有余了 看到林浩精气神的变化 霸王蜈蚣似乎也愣了一下 不明白 为什么我眼前这个人类 能恢复得这么快 彭腹在说 这个人的异能不是火焰吗 怎么恢复能力也这么强 不过 嗜血的凶兽本性 并没有让他逃跑 反而 让他猛然冲向了林浩 霸王蜈蚣速度极快 嗖的一下 就到了林浩面前 而后前半身人力而起 二十几条刀锋般的腿 一起砍向林浩 八荒神火 林浩再度浑身浴火 炽热无比的紫火火焰 直接将霸王蜈蚣的 十几条刀锋腿烧焦 随后化为灰烬 林浩毫不犹豫的一个前冲 带着八荒神火的拳头 砰的一声 直接洞穿了霸王蜈蚣 炽烈的火焰 将近二十米长的巨大霸王蜈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焚化为了灰烬 斩杀二阶出击凶兽霸王蜈蚣 获得凶兽点识 片刻后 智慧手表 听起了五考结束的提示声音 林浩抬手 看向了智慧手表 大厦高考五考 全国排名 第一名 林浩 六千五百七十三分 第二名 苏玲 六千五百七十三分 第三名 刘顺 六千五百七十三分 第四名 宋玉 两千三百八十九分 全国观众沸腾 女的清末 男的羡慕 带队霸榜全国前三零号 真正天之骄子 S级异能 零号 大厦之姓 带队霸榜全国前三 史无前例 浮城三中这是什么学校 从来没说过啊 不过这下要出名了 带队霸榜全国前三的人物 居然来自浮城这个小小的地级市 我要订机票 去浮城旅游 要是能偶遇林浩小哥哥 我绑也要把他绑回家 六千五百七十三分 比第四名高了两倍都不止 太强了 这下全国名牌艺能大学 还不是任他挑选 全国最出名的两所艺能大学 燕京艺能大学和魔都艺能大学 不知道林浩哥哥会去哪一所能好罚呀 有人知道吗 线上等 挺急的 我也想林浩哥哥做同学啊 史上最强的五考生 我也想抱大腿 不知道我有没有刘顺苏林的好运气 林浩现在应该是单身 不行 我要马上去浮城 这女婿只能是我们家的 谁抢我 跟谁拼命 全国第一 林浩学长真的做到了 太帅了 林浩学长 浮城三中永远的骄傲 普天同庆 我浮城三中要出名了 顾兴怡林竟然带队全国前三了 不行 我要第一时间找到她 做她的女人 高家加林浩全国第一了 天哪 这是上天给我的机会啊 本来已只有燕京和魔都的天之骄子 才配得上我 没想到我的真命天子 竟然在浮城 我要赶紧去浮城 林浩班主任喜极而弃林浩 你真是老师的骄傲 校长和将局长已经激动的舌头打劫了 泛浪惶恐无比的等在考场出口 看到林浩出来 扑通一声跪了下去浩哥 之前是我有眼无珠 您大人有大量 就把我当个屁 给放了吧 啪啪 看林浩没理她 泛浪拼命 打自己的脸 林浩越是不理她 她就越怕 恨不得林浩打她一顿 活该 敢得罪浩哥 以后 她永远都要活在恐惧中了 这比杀她还难受 林浩直接越过泛浪 没走几步 赵洁也跪在了她面前 眼中充满了惶恐和后悔浩哥 我求求你 原谅我吧 此时的赵洁 已经没有勇气说 什么复合的话了 因为林浩 已经不是她可以高攀的了 林浩连看都没看她一眼 直接走了 没走几步 又被刘顺拉住了 浩哥 就我刘顺一脸的惶恐 怎么 林浩诧异 刘顺小声说出了 和林给她发私信的事 苏林在一旁 已经笑疯了你活该 奸商 小事 跟我一起去找她 我跟她说一下就好了 哈哈 还是浩哥对我好 苏林你个火上浇油的损友 没走几步 校长和将局长 屁颠屁颠地赶来了 林浩 恭喜你啊 获得了全国第一 那个 之前有什么不愉快的地方 您可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啊 林浩懒得计较 一笑了之 而且 本来也是他们的职责 并没有什么错 等待她的 是极为广阔的舞台 哪有时间浪费在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上 和林也向林浩起来了 冰冷如霜的翘脸上 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 林浩 恭喜你 谢谢了 林浩微微一笑 对了 刘顺的事 就算了吧 以后不卖就是了 照片而已 又泄露不了多少资讯 其实这个年代 有了照片 是可以查到很多资讯的 只不林浩有系统 所以并不放在心上 行 看在你的面子上 这是就算了 但是刘顺 你以后别卖了 这也是为你兄弟好 你应该知道的 和林也是很干脆 反正 这事发现得及时 加上早已对林浩 做了绝密保护措施 买照片的人 根本看不到照片真容 只看到了马赛克的照片 刘顺早已吓得一头冷汗 听了这话 这才松了口气 和林笑道走吧 我请客 为你庆功 第21章 暗流涌动 抢人大战 考场 所有考生 和前来观看无考的家长 还有群众 都是非常羡慕地看着林浩 虽然很多人不认识和林 但他的气场 还有他几句话 就让江局长更改无考规则的事 只要不是傻子 都能看得出来 他肯定来头不小 张成风看到林浩出来 也赶紧跑了过来 他不急不行 之前他教授去查林浩资源 结果什么也查不到 要是出手晚了 只怕就被人抢走了 林浩 我是浮城军部的张成风 借一步说话 眼中充满了天才的渴望 众人再次目瞪口呆 要说大家不知道何林的身份 那这位负责无考安保的军部长官 可都是认识的 林浩点了点头 两人走到一旁无人处 张成风开门见山林浩 你愿意加入军部艺能特种部队吗 啊 这么直接的嘛 林浩虽然有心理准备 还是愣了一下 我去名牌艺能大学 不是更好 为什么要加入浮城军部 其实对于林浩而言 去不去名牌艺能大学 都无所谓 因为他有系统 名牌艺能大学 无非师资力量强大点 拥有高阶艺能 修炼法和技能 还有顶级的修炼资源 但这一切 都比不过系统 对林浩而言 最看重的 反而是许多人不看重的情谊 因为这一世的原生 是孤儿 而林浩穿越前 也一直活在社会底层 没几个朋友 张成风早知道 不可能轻易拿下林浩 笑到浮城军部虽小 但只要你愿意加入 我一定能帮你拿到军部最好的资源 绝不会比燕京和魔都两所 异能大学差 空口无凭 等你拿到许可全再说吧 林浩说完就走 张成风无奈 只好说到好 你等着 我一定会以最快速度 拿到许可全 浮城 一家火锅烧烤店 林浩 何林 刘顺 苏玲 老六 五个人 吃着火锅撸着串 不亦乐乎 来 咱们前一呗 庆祝林浩 还有你们小队 霸榜全国五考前三 何林微笑道 众人一起举杯肝 老六摸了一下光头 意味深长到老大 你今天居然笑了 不会是动了春心吧 林浩等人都吃惊地 看向了何林 何林不经意地瞄了林浩一眼 立即瞪向老六吃不吃 不吃回去巡逻 老六赶紧闭嘴 刘顺和苏玲 旁扶看出了什么 都意味深长地 看向了林浩 刘顺的眼中 充满了羡慕之色 两人可是已经知道了 何林的身份 据说起码是四间异能者 这是在即市 可是极为少见的 颜值更是吊打赵捷 而且听老六话里的意思 他平时一向 对谁都冷若冰霜 母胎单身 喝到大半夜 众人散去 只剩何林林浩 他又问林浩考虑清楚了吗 愿不愿意加入 福城异能小队 你怎么不先说说 能给我什么资源 何林认真到五考结束时 我已经跟燕京司令部申请过了 你要是加入福城异能小队 将享受战将级别的资源 比各大名牌异能大学 能给你的资源 只高不低 而且会派一个战将 暗中保护你的安全 不过 也仅限于你的享受的资源 级别还得你自己 慢慢努力去提升 也就是说 你入职后 职位仍然只是 小队的一名队员 只是享受的资源 是战将级别的 战将令牌 明天就会送到 到时我会通知 你来一能小队呢 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 紧急情况下 你拥有调动 第四级军部 异能特种部队的许可权 当然 也包括可以调动的 市级异能小队 林浩还是第一听说 这些许可权 战将的最高许可权是什么 和林解释到 战将的最高许可权 可以调动省级军部 异能特种部队 以及异省全部异能小队 也就是说 战将是异省最高军事长官 那战将称号是如何获得的 为什么军部异能特种部队 和异能小队 都能调动 两者其实 同属大下异能特种作战指挥部 只是平时分开管辖 无论是在军部 或者异能小队 都能获得战将称号 而且 两者都是认同的 军部主要对付的是 大规模的凶兽 异能小队 更多的是 对付小规模的凶兽 机动性强 不过凶兽规模大小 和其引发的毁灭灾难级别 有时候并不相等 有时候 一头强大的凶兽 在城市中作乱 所引发的灾难 并不比大规模的凶兽地 而且异能小队的成员 通常而言 战力要更强 军部更多的优势是人数 相比而言 军部管理更加严格 而且大多是在训练 毕竟大规模的凶兽 灾难比较少 异能小队就不同了 任务比较多 因此更适合你 这可是大厦前所未有的先例 我劝你别再犹豫了 林浩笑道 我大概明白了 我会好好考虑的 说完 回手走了 你和灵气得咬牙切齿 浑身寒气汹涌 周围空气都快结冰了 他没想到 林浩这小子这么难搞 给出料如此优厚的条件 竟然还不同意 气得他又去喝了几瓶酒 这才消了气 张成峰打电话到 荣省异能特种部队 指挥部林浩 是不可多得的天才 我想让他加入浮城军部 但是那小子 说要先看看条件 您能再帮个忙 给到最好的条件吗 不论军部 还是异能小队 管理都很严 只是异能小队 更加自由而已 但两者 都无法直接打电话到 大厦指挥部 何林是个例外 张成峰话一出口 就知道没戏了 以林浩的资质 别说他想要了 荣省军部同样想要 而他一个小小地 集市的军部指挥官 能给的资源 根本比不上省级 找他们要资源 怎么可能 呵呵 你小子 想得倒霉 不过这是没戏 你别想了 为什么呀 难道你们先下手了 我们我们也没戏 上头发话了 这是咱们别管了 上面自有安排 什么难道 燕京那边出手了 算是吧 张成峰震惊了 看来我还是太慢了 那林浩会去哪他 还是很好奇 都说让你别管了 哪那么多话 该干嘛干嘛去 小心我降你值 不过有一点 你给我听好了 林浩现在是绝密 级保护物件 不管林浩去了 都要给我保护好了 是 张成峰碰了一鼻子灰 可还是忍不住想 林浩究竟会去哪里 直接去燕京 还是在燕京和魔独 两所最顶尖的 艺能大学重选一所 第22章再次觉醒 S级艺能 空间风暴 舞者一结束 各大艺能大学的招生办 就开始忙碌起来了 高考五考与文考不同 文考要月卷评分 成绩出得慢 五考成绩 却是五考一结束就出来了 一出来 考生就可以根据分数 填报志愿了 因此 五考的招生 也是非常快 最快的 甚至当天 就能接到录取通知书 比如当地的艺能大学 直接登门 送录取通知书 林浩的录取通知书 却没有这么快 因为荣省的艺能大学 都知道自己没有资格招收 带对霸榜全国前三的林浩 浮城难得出了个天才 咱们却没资格招收 太可惜了 也不知道 燕京艺能大学 和魔独艺能大学 哪个能有幸招到林浩啊 不过这次 林浩却是不需要 不知道填之院了 只要等着名牌艺能大学 来抢就好了 魔独艺能大学 搭下最顶尖的艺能大学排名第二 招生办的老师和主任 一直盯着荧幕 看到排名后 整个办公室目瞪口呆 鸭雀无声 招生办主任 王浩文金波出生 带对霸榜全国前三史无前例啊 竟然是浮城 那个小地方的考生 觉醒的艺能 一定是S级的主任 我马上就去浮城 争取赶在燕京艺能大学前 拿下林浩 不 马上给我订机票 我要亲自去 我要以最快的速度 到达浮城 这个林浩 我们魔独艺能大学要定了 您亲自去 有必要吗 有必要 绝对有必要 你们去 我怕搞不定 马上准备林浩的录取通知快 以S级标准录取 另外 各学校最强的那批导师的简介 全部给我准备一份 特别是活系的 一定要相继 S级录取的考生 可以自主选择导师 导师不能拒绝 我们要做好最充足的准备 拿出最大的诚意 是 主任 没过多久 所有东西就准备好了 王浩文刚要出发 手机却响了 江副校长 您怎么有空打电话给我 有什么事吗 王浩文诧异而恭敬地问道 江万潮 魔独艺能大学副校长 虽然不带学生 但却是魔独艺能大学 火系艺能的最强者 带上林浩的录取通知书 跟我去一趟服装 平淡的声音中 却带着一股难掩的激动之情 燕京艺能大学 悬浮于空中的天宝阁 突然迎来了云圣天副校长 和刘华招生办主任 天宝阁 是燕京艺能大学 储存重要物资 和修炼资源的所在 外观彭扶九层塔 是一位空间系强者建造 开放时间内 会悬浮于空中 闭革时则隐匿于虚空 无计可循 或者将其变小收走 让人偷无可偷 抢无可抢 呃 云副校长 你怎么有空来我天宝阁 天宝阁负责人江天海 差异的 天宝阁外面看不大 但里面却是非常广阔 低层就比学校面积还大 负责人江天海 更是一位八阶空间异能强者 有人说 哪怕燕京艺能大学被毁 但只要天宝阁还在 燕京艺能大学 就能快速重建 云圣天威笑道 要去招收一个学生 我来取一份八阶修炼资源 江天海震惊八阶 那可是S级修炼资源 我孝指此一份啊 难道 你要招收的是 带队八榜全国前三的零号 没错 校长已经批准了 确实是个难得的天才 随我来吧 江天海大手一挥 他和云圣天两人 就消失在原地 来到了天宝阁酒层 这第九层 连刘华都没资格来 验证完身份 云圣天拿起了一份 S级修炼资源 然后乘坐专机 第一时间飞往了福长 零号喝得有点多 打车回家 说完地址 就在车上瞇了起来 醒来时 却发现 到了一片废弃工厂 司机还是那个司机 但气质却完全变了 从一个憨厚大叔 变成了眼神凌厉的大叔 身上流露出沙发之气 异能者 司机靠在车门上 缓缓吐出 一口烟你醒了 零号顿时警惕 开启车门 下了车你是谁 听说过暴熊小队吗 我是队长熊大虎 暴熊小队 范家的异能小队 你范浪让你来的 零号更加警惕 默默开启了系统面板 他听说过暴熊小队 熊大虎是三阶初级异能者 以他现在的等级 杀不死他 系统 给我加点零号心中默念 消耗2000凶兽点 加点成功 主人成功突破 一阶初级异能者 恭喜主人 突破一阶初级异能者 觉醒S级异能 空间风暴 系统已经隐藏 强大异能觉醒的意象 请主人放心 主人的力量 速度 精神 都得到相应提升 以达到二阶高阶异能者水平 八荒神火 也已变得更强 可秒杀三阶初级异能者 空间风暴也一样 可以秒杀三阶初级异能者 八荒神火 叠加空间风暴 可秒杀三阶高阶异能者 零号眼中略过兴奋之色 立即检视面板 姓名零号 等级一阶初级异能者 异能S级八荒神火 S级空间风暴 力量八百点 速度八百点 精神八百点 凶兽点 一千七百三十点 技能 赤炎烈天 斩成长形技能 无上限 当前等级为一阶 初级 刨丁切菜刀法 二阶刀法 当前等级 二阶高阶 零号脑中 涌入大量资讯 包括空间风暴的形态 使用方法 以及八荒神火 叠加空间风暴的 使用方法和技巧等等 范浪就算是吧 熊大虎吃笑 有点看不上范浪的样子 零号神情淡漠 有事快说 我还要回家睡觉 心想 范浪这小子 是在找死 不愧是S级异能者 倒是有点自傲 熊大虎语气有点不屑 但心里嫉妒得要死 有兴趣加入暴熊小队吗 没兴趣 零号说完就走 区区三间异能者 浪费时间 不打招呼 说走就走 太把我放在眼里了吧 熊大虎生气了 你想怎样零号停步 转头 神情冷漠 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别装傻了 把异能神父交出来否则 你今晚 恐怕走不了 熊大虎证据变得很利 眼中露出了无比贪婪 渴望的目光 他实在不明白 当初零号父母 究竟将空间神父 藏在了什么地方 异能神父 什么异能神父 零号一愣 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但瞬间明白 他说的 一定是某种特别稀有珍贵的宝物 还给我装你是真不怕死吗 熊大虎怒吼道 零号也怒了 大晚上像狗一样狂吠 想死的人是你吧 找死熊大虎狂怒 身形暴起 一拳砸向了零号 第二十三章 独闯犯家 调查真相 看着眼前变得越来越大的拳头 零号的眼神瞬间冰冷下来 八荒神火 零号同样一拳砸出 硬刚 轰 漆黑的夜空 被浑身紫火缭绕的零号照亮 八荒神火 散发出一股神秘 苍茫 强大无比的气息 熊大虎本以为 零号刚刚觉醒 就算S级异能再厉害 也不可能是他三接异能多的对手 可以轻松拿捏 然后再逼迫零号 拿出异能神符 没想到拖大了 熊大虎的眼中充满了惊恐 连灵魂都忍不住感到颤礼 后背冷嗖嗖的 可惜一切都已经晚了 哄 双拳相击 熊大虎倒飞而出 拳头瞬间化为灰烬 惨叫声响彻晕 紧接着 八荒神火 继续将他的整条手臂 都烧成了灰烬 痛得在地上打滚 零号没有出全力 因为他要逼问熊大虎 什么神异能神符零号 语气冰冷无情 厉害 太强了 不愧是S级异能 我低估你了 你一定用了异能神符 熊大虎从地上站起 神情疯狂 已经顾不上剧统 今天 我一定要得到异能神符 小子 刚才是我大意了 现在 让你也见识一下 我的异能吧 熊话 好 熊大虎身体瞬间长大 变成了半人半熊模样 高达五米 指甲变成利爪 肌肉彭腹土黄色的钢铁 眼中充满了血丝 浑身散发着强大无比的力量 给人一种小山般的恐怖压迫感 给我去死熊大虎 一拳轰出 拳头比灵浩的头还大几倍 话虽如此 熊大虎却没有攻击灵浩的要害 他心想 这一拳要是打中 灵浩必定是要废了 留一口气 逼问异能神符下落就好 灵浩的想法也差不多 他也要逼问熊大虎 使用异能的熊大虎 实力提升到了三阶中级 试试新的S级异能吧 空间风暴 灵浩身上 瞬间浮现出一股神秘恐怖的气息 整个人都被一片黑色的宝物笼罩 宝物之中 漂浮着无数大小不小的空间碎片 急速切割旋转 周围的虚空不断地破碎重组 让人心济 看到这一幕 熊大虎的拳头 忍不住停顿了一下 一股惊恶而心济的感觉 笼罩他全身 灵魂也为之颤领 这气息又一个S级异能 你绝对使用了异能神符 瞬息停顿之后 熊大虎巨大的拳头继续向前 灵浩也抬起了布满空间碎片的拳头 一拳轰出 鱼无声处有惊雷 虚空在灵浩的拳头下 不断崩塌 不断重组 碰 双拳相击 熊大虎坚硬强悍无比的巨大拳头 瞬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被空间碎片搅碎 血肉纷飞 紧接着 被漆黑虚空裂缝吞噬 拳头 手臂 转眼间消失无踪 就像被一柄绝世神兵 剁成碎末一样 不到片刻 两条手臂相继没了 熊大虎骇然不已 就像见到了恶魔一样 再也无心恋战 惊恐无比的惨叫起来 灵浩兴奋不已 这空间风暴 果然很霸道 双S级异能 太爽了 熊大虎血流不止 战力大跌 便回了人形 早已不是灵浩对手 灵浩一脚踩在他胸口 冷漠而霸道说 什么是异能神符 为什么你 认定我会有异能神符 范家又怎么知道 我有异能神符 从十招来 我不能说 我说了就会死 求求你 饶了我一条狗命吧 熊大虎全身都是鲜血 和灰尘混合的污渍 满脸惊恐 毫无三间异能者的威风 不说你现在就得死灵浩的掌心 出现了可怕的八荒神火 谁知熊大虎却还是拼命 求饶我真的不能说啊 求求你 放了我吧 灵浩屈指一谈 八荒神火 落到了熊大虎左腿之上 恐怖的火焰 瞬间将其左腿烧成灰烬 啊 我说 我说 是范家派我来的 这是跟你父母之死有关 熊大虎的声音 突然嘎然而止 双眼死死突出 带着惊骇和不甘 死了 灵浩一惊不小 他被人控制了 同时 他的杀气 也是冲天而起 没想到 当年灵浩原生父母的惨案 竟然跟范家有关 竟然跟什么神秘的 异能神符有关 范家 灵浩浑身杀气腾腾 施展空间风暴 蕴含无数空间碎片的黑雾射出 洞穿熊大虎尸体 黑雾扩大 如同空间风暴 熊大虎的尸体 还有他的计程车 转眼被切成碎末 消失无踪 旁扩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然后 灵浩转身 直接向范家而去 虽然他是穿越过来的 但原生的记忆 已经跟他融合 原生灵浩又是孤儿 过得那么惨 这丑 必须要帮他报 福城 富人区 独壮别墅 范家 此处闹钟取静 深夜中 更是寂静无比 碰 灵浩一脚踹开了范家大门 木屑纷飞范云辉 给我滚出来 范家别墅灯火 全部亮起 灵浩周围 立即出现了十个异能者 将他团团围住 随后 又来了二十几个 手持冲锋枪的保镖 黑洞洞的枪口 全部对准了灵浩 谁敢擅闯范家 找死一名异能小队队长怒吓 实力三接出击 嗯 灵浩范云辉 穿着睡袍 出现在了二楼阳台 居高临下 满脸惊恶 你居然没事 熊大虎呢 果然是你 灵浩目光瞬间冰冷 范云辉一愣 错愕不已 你真把熊大虎给杀了 怎么可能 他随便一想就知道 熊大虎要是没死 灵浩不可能 以这种姿态来到范家 灵浩冷笑 这算是预设了 异能小队和那些保镖 无不错愕 虽然他们不知道 熊大虎为什么找灵浩麻烦 但他们都看了直播 知道灵浩是刚刚觉醒 怎么可能杀死熊大虎 那可是三阶出击异能者 一定是大虎大义了 这时 范浩也出来了 一见灵浩 就气不打一处来 指着灵浩怒吼道 灵浩 你活腻了吗 无考压我一头 让我丢脸就算了 现在欺负到我家了 真当我范浩怕你吗 范浩以后 可是要继承家业的 灵浩擅闯范家 他怎么可能 当众位缩具吧 何况在范家 他是主场 他父亲 加上范家异能和保镖 也让他充满了底气 灵浩再强 还能强得过 我爸三阶终极异能者吗 不仅如此 范浩还走到灵浩面前五米 指着灵浩立声道小子 给我跪下道歉 否则今天别想出我范家的门 第24章不说实话 就去陪葬 灵浩本来已经无视范浩了 S级和B异能 相差太大 根本不配让他在意 大象无需在意楼椅 可是范家派人杀他 加上范浩刚才不知死活的话 激怒了灵浩 看来 我还是太仁慈了 灵浩一个急冲 转眼就冲到了范浩身前 掐住了他的脖子 速度快得旁扶顺移 所有人都一想不到 防不胜防 灵浩掐着范浩 老鹰抓小鸡斑 将他提起 狠狠地砸在地上 一脚踩在了他脸上 然后看着范云辉 含声道我父母 是不是你杀的 不说实话 我就送你儿子下去陪葬 范浩杀猪般的惨叫 浑身骨头断了十几根 轻轻一动 就全身撕裂般剧痛 爸爸救我救 救我呀 范浩浑身冷汗 恐惧无比 极力大叫 林浩 你找死 还不快放开儿子 跪下求我饶你 啊 范云辉话还没说完 林浩驱止一谈 一缕八荒神火 飘落在范浩手上 他的左手 瞬间化为灰烬 惨叫连天 痛得浑身抽搐 吃热的温度 吓得异能小队 疯狂后退 S级异能 真的是S级异能 范云辉也感受到了 八荒神火的可怕和强大 但在最初的惊骇过后 他的眼中 反而是爆发出了 无比贪婪和渴望之色 心想 S级异能这小子 一定是用了异能神符 不然以他的资质 不可能觉醒S异能 林浩指尖 再次冒起一缕八荒神火 眼中充满杀气 我最后问一遍 我父母是不是你杀的 阿爸 爸 救救我 他真的会杀了我 救救我呀 林浩的眼神 真的吓到范浪了 让他感受到了 灵台地狱般的恐惧 小子 你敢中伤我儿 今晚就是你的死期 要是你交出异能神符 我可以考虑 让你死得痛快点 范云辉眼中 充满了渴望和疯狂 他相信 刚刚觉醒的林浩 不可能以意敌众 他可是三阶中级的异能者 此外 范家还有一个异能小队队长 是三阶初级异能者 但这些 都是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只要得到了异能神符 他日后就有可以无阻碍地 突破更高阶 八阶 甚至九阶 到时 他的寿命将提升数倍 想生几个儿子 就生几个儿子 林浩目光一寒 八荒神火飘落 范浪惊恐地瞪大了双眼 惨叫声撕心裂肺般地响起 然后嘎然而止 再看地上 已经只剩一片灰烬 范云辉惊骇震怒 双眼突出 不满杀气和血丝 壮弱疯狂林浩 你竟然杀我儿子 你们还愣着干嘛 给我开枪 杀了他 杀了他呀 虽然他为了异能神符 可以舍得儿子 但范浪毕竟他是轻生 说不痛苦 那是假的 哒哒哒哒 范家异能小队立即撤开 二十几个保镖 疯狂扫射 当当当当 所有子弹都被弹射开来 反射回 杀光了范家保镖 所有人惊骇莫名 怎么可能你才一阶出几 怎么可能挡住子弹 那是二阶才可以做到的呀 难道是S级异能 带来的附加提升 想到这 范云辉眼中 又充满了贪婪之色 儿子只死都忘了 异能神符 一定是异能神符 我也想要 S级异能给我上 只要流一口气就行 给我上啊 他再强 又能强到哪里去给我上啊 范家异能小队的人 看到家主如此疯狂 也不敢犹豫 立即冲了上去 杀 十几人 最低的 都是二阶高阶异能者 队长更是三阶初级异能者 几乎同一时间 从不同方向 杀向了林皓 他们不打要害 但要是被击中 那也是非重伤不可 指定走不出范家了 各种异能施展 力量 速度 狂暴 兽化 强化 巨大化各种异能 让范家的小院 充满了狂暴无比的气息 彭腹一片汪洋 而一阶初级的林皓 就像是汪洋之中的一夜偏重 林皓冷笑 但也不敢怠慢 毕竟深入龙穴 而且 新的异能使用 还不够得心应手 八荒神火 空间风暴 赤裂无比的紫色火焰 冲天而起 将林皓笼罩 同时 一股黑雾也从他身上涌现出来 黑雾之中 空间碎片散发着神秘 无坚不摧的气息 施展速度异能那个 最先接触到了八荒神火 和空间碎片风暴 还没来得及发出惨叫声 整个人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被切割成无数小块 又被八荒神火烧成灰烬 啊 紧接着冲上来的人 发出惊恐的惨叫 强行止住前冲之势 想逃命 可惜来不及了 林皓心面一动 八荒神火 和空间风暴的笼罩范围 扩散开来 将范家所有异能小队之人 全部笼罩尽 啊 树道惨叫声响起 又立即戛然而止 范家异能小队所有人 灰飞烟灭 连渣都没留下 死一般的寂静 范云晖的笑容消失 取而代之的 是前所未有的震撼 双S异能 不愧是异能神符 太神奇 太强悍了 我一定要得到 范云晖很谨慎 他穿上了战甲 防御力和攻击力 都提升到了三阶巅峰 战甲 是由高科技材料制造 轻薄无负担 却能提升战力 不过越好越轻薄的战甲 造价就越高 而且越好的战甲 越难买到 并不是有钱 就可以随意买到的 因为战甲的制造技术 也是各国的战略制高点 和竞争力 通常掌握在官方 或者有官方的大集团手中 等级越高的战甲 越不会轻易对外售卖 一律优先供应 官方艺能小队 和军部艺能 特种作战部队 各种各样的兵器 以及其他资源也是一样 最低的战甲 也是几百万大下壁起步 而且 防御力和攻击力的提升 只有一个小等级 还只能承受一次 同等级的攻击 范云辉身上的这件战甲 造价上亿 能三阶提升两个小等级 已经非常难得了 是他所能买到的 最好的战甲了 零号 你的双S级异能 虽然很强 但是 你才一阶出级 刚刚觉醒不久 还无法将这种强大的异能 发挥到极致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 刚才你直接使出双异能 已经是你的极限了吧 现在 我有了这件战甲 防御力和攻击力 都提升到了三阶巅峰 我看你还怎么跟我打哈哈 第25章面门 零号不敢怠慢 范云辉说的对 三阶高阶 已经是他的极限 但极限 不代表不可能 零号突破一阶出级后 战力耐力也都提升了 集中攻击一个点 先破了战甲防御 没了战甲 范云辉必死 打定主意 零号直接施展双异能 一手八荒神火 一手空间风暴 一黑一紫 全都散发出苍茫 神秘 恐怖的力量 看到这又S级异能 范云辉眼中 再次露出疯狂的贪婪之色 就像LSP看到了大长腿 急速 范云辉狂吼一声 手中多了一把剑 身形化为道道残硬 冲向了零号 零号心念一动 八荒神火笼罩全身 空间风暴 则藏于八荒神火之内 刚施展完 范云辉就一剑砍中了零号 不过他想象中的入肉之声 并没有响起 将剑抽回响再砍时 却发现三阶终极 售价五千多万的剑 已经没了一大截 范云辉恶然好强 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 不仅易能强悍 战斗经验也不可小觑 零号不说废话 立即打出十几个火球 其中一个直击范云辉胸膛 让他不得不防 其他的火球 却从他身体两边呼啸而过 绕到后背 全部攻击在他后背一个点上 范云辉反应极快 但还是没想到 零号真正要攻击的是他的后背 慢了半拍 几个火球 还是打中了他后背 坚硬的战甲被烧红 虽然没有击穿 但零号相信 只要多击中几次 击穿只是早晚的事 范云辉大惊失色 此时的他 出境非常尴尬 虽然有战甲 战力比零号强 但却打不零号 也不敢近身 想逃 又不甘心放弃异能神服 一时间疲于防御 零号可不给他思考的时间 火球十几个 接十几个地呼啸而出 其中有些火球内 更是藏了空间风暴 虚虚实实 难以判断 范云辉只能凭借速度优势 且战且退 零号越是步步紧逼 范云辉怎么也没想到 他一个三阶中级异能者 会被一阶初级的零号 压着打 而且没有反手之力 范云辉速度虽然快 但无奈 火球越来越多 终于 在被火球击中几次后 被击穿 后背露出了一个 拳头大小的空洞 失去了防御链 虽然只被击穿一个拳头大小 但若是 再被火球击中 他就会火球烧死 甚至直接被空间风暴吞噬 范云辉终于想逃命了 异能神父虽然重要 但也得有命呢 范云辉施展异能急速 留下一道残影 逃错而去 零号冷笑 仍然站着不动 并且停止了八荒神火 零号 这次是我大意了 你明我暗 下次再见 就是你的死啊 他妻子还没说出口 后背战甲破损处 就被空间风暴击中 原来早就算准了 他会逃跑 早就在之前交手时 暗中在周围各个黑暗的角落 布下了两百个空间风暴球 范云辉刚刚经过一个空间风暴球旁边 风暴击视而出 直接射入了他体内 可惜的空间风暴 瞬间将他血肉和内脏吞噬 消失于虚空 单个空间风暴球的威力并不大 因此 范云辉的内脏并没有被全部吞噬 还留了他半条命 林浩的精神和他的力量速度 同样强大 同时操控两百个空间风暴球 和八荒神火火球 不在话下 范云辉痛得倒地打滚 哀嚎不止 林浩一脚踩在咽喉上 眼神冰冷 而灵力说 什么是异能神符 当年你怎么会知道 我父母有异能神符 还有谁参与了杀害我父母 林浩早已从范云辉的神色中猜测到 异能神符 一定是非常厉害 且珍惜的宝物 否则他不会连独生子 范云的命都不顾 也要拿到异能神符 如此珍惜的异能神符 林浩父母 一定是藏得非常隐秘 他范云辉 怎么可能会知道 还有就是 当年案发之前 有不少外地的强大异能者 突然来到了福城 但很快就全部死掉 至今都是个悬案 因此林浩猜测 他父母被害 以及异能神符的背后 所牵扯的人 一定不止范家 哈哈 没用的 只要异能神符 真的在你手上 那些人就一定不会放过你 你的下场 只会跟你们父母一样 林浩一抬脚 踩烂了范云辉手臂 杀气腾腾 最后一次机会 不说就死 范云辉忍痛大笑 我说也是死 不说也是死 早知道这样 当初就不该躺这趟浑水 林浩知道 范云辉一定也被人控制了 问也没用 屈指一弹 一颗漆黑的空间风暴球飘落 范云辉转眼间化为了灰烬 地面都被空间风暴切割吞噬 出了一个深深的人形坑 林浩离开了范家 开启回到了家 虽然线索断了 但是既然异能神符如此重要 十年之后 那些人还没放弃 还在盯着 我一觉醒异能 就被盯上 甚至连范云辉都因此被人给控制 可见幕后之人的强大和可怕 相信 就算我不去找他们 范家一事一曝光 幕后之人 自然会主动找上我 我要做的 就是提升自己的实力 明天等艺能大学招生的人来了 想办法多要点资源 这样 就能更快提升自己的实力了 林浩洗了的澡 倒头就睡 因为实在太累了 刚刚五考完 又经历了接连的恶战 实在是太累了 好在这一天下来 林浩的实战能力和经验 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第二天七点 燕京艺能大学 和魔度艺能大学的人 就到福城了 不过非常尴尬的是 他们竟然没有林浩的地址 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 王浩文摇头 我干了十几年招生工作 还是第一次碰到 只知道 考生在哪座城市 其余资讯都不知道的情况 江万朝 所以我们更要快点了 说明林浩 已经引起高层重视 被保护了 两人赶紧打车 向福城三中飞驰而去 刚下车 就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刘兄 多年不见 没想到会在这见到你 江万朝笑着 跟云胜天招呼道 云胜天开门见山江老弟 你们的动作也不慢 既然如此 咱们就公平竞争 到时就看林浩会选拿走大学了 第26章 小孩才做选择 我全都要 福城三中校长金成辉 一大早就被人叫醒了 得知 是大厦排名第一第二的 艺能大学副校长之后 震惊的早餐都没来得及吃 就立即赶到了学校 他知道他们 是为林浩而来的 关于林浩的一切 金成辉都不敢有丝毫怠慢 云胜天和江万朝 一见到金成辉 就异口同声地问 林浩的家族地址 着急的一点也不像是 大厦顶尖艺能大学的副校长 金成辉石头头皮笑道 二位副校长 一再下看 还是稍等一下比较好 林浩昨天刚刚参加完午考 肯定累了 现在的孩子 平时上课就早 好不容易午考结束了 还是让林浩多睡一会儿 九点咱们再叫他吧 金校长说得对 倒是咱们太心急了啊 云胜天笑着 就跟金成辉聊了起来 他和江万朝两人 你一句我一句 不停地问金成辉 把林浩祖宗八代的事 都了解了个遍 三人虽然你来 我往低热聊着 但却一直不停地在看时间 终于 九点到了 金成辉起身笑道 二位校长 咱们走吧 现在过去林浩家 应该不会打扰他了 开玩笑 林浩可是未来的九阶 异能强者 金成辉哪敢怠慢 云胜天和江万朝相识一眼 江万朝道经校长 本来我们过去一趟 也没什么 不过这次 我们带了一些宝物 林浩住的小区 人多眼杂 多有不便 还是请他来学校一趟吧 云胜天和江万朝 都带了S级资源 林浩选好学校之后 其中一人 就会将那S级资源 直接给林浩使用 会有不小的反应 而且不是 一天两天能完事的 到时 林浩的房子又小 万一邻居再来串门啥的 确实不方便 金成辉料然 那就麻烦几倍 等稍等一下 我开车去接一下林浩 林浩也没想到 校长会亲自开车来接他 两人到了学校 发现和林 江局长和荣省教育部门的人 竟然都来了 没办法 因为他们都不知道 林浩的地址和卡号 见到林浩 他们立即要卡号 当场打了奖金 浮城二百万 外加一套二百平的商品房 荣省三百万 外加一套别墅 都是带豪华金装的 金校长也赶紧让人代表学校 给林浩打了奖金 五十万 忙完后 金成辉赶紧带林浩去了办公室 见到林浩 云盛天和江万潮都急了 一口同声 一自我介绍起来 林浩 我是燕京艺能大学的副校长 云盛天 林浩 我是魔都艺能大学的副校长 江万潮 林浩倒是不吃惊 只是有点意外 没想到 两所最顶尖的艺能大学副校长 亲自来了 两辈校长好 林浩礼貌的一笑 林浩 突破一阶出击了 云盛天 震惊无比 据我所知 你才刚刚觉醒一天啊 其他人也震惊不已 林浩笑道 昨天晚上突破的 不愧是S级艺能啊 突破速度就是快 江万潮连连点头 然后云盛天和江万潮 抢着要先给林浩 介绍各处大学的条件 算了 江老弟 还是你先来吧 云盛天信心满满 相信最后林浩 一定会选燕京艺能大学 那我就不客气了 江万潮笑着 看向林浩 林浩 只要你选择魔都艺能大学 我会亲自担任你的导师 另外 在校区会给你一套读栋别墅 校内网路商城的资源 一律五折对你出售 这是学校能给学生的最高优惠了 毕竟要鼓励学生多历练 多去赚学分 这些你应该多少有点耳闻了吧 林浩点头 他知道 所有的艺能大学 都要用学分购买资源 而学分 主要是透过斩杀凶兽获得的 在艺能大学中 学分就是能用的货币 吃饭 或者使用学校某些资源 比如武馆 训练场地等等 方方面面都要用到学生 最重要的是 魔都艺能大学 会给你一份S级的资源 其中包括一部S级修炼法 一部S级断体法 一份八阶初级研磨暴龙精血 修炼法和断体法 要等你选中魔都艺能大学后 去学校领取 研磨暴龙精血 待会儿 你选中了 马上就给你用 怎么样 选我们魔都艺能大学吧 江万潮望眼欲穿 等着林浩回答 林浩礼貌微笑地点头 江万潮虽然知道 林浩还要再看看 燕京艺能大学开出的条件 但心里 还是急得百找挠心 云胜天笑了江老爹 魔都艺能大学 这次是下了血本啊 云兄感到不是吗 江万潮淡淡笑道 云胜天微微一笑 转身林浩江老爹说完了 那该到我了 燕京艺能大学给出的条件 基本上跟魔都艺能大学相同 不过 除了我会亲自当你的导师外 学校的任何一位厉害的导师 你也都可以随时请教 毕竟你可能还会对其他技能感兴趣 燕京艺能大学 果然想得周到 江万潮赶紧表示 我们魔都艺能大学也可以 云胜天笑了笑 继续说另外 我们给你的凶兽精血 是八阶终极 紫燕魔龙 什么八阶终极 紫燕魔龙云胜天 你不讲武德呀 你江万潮气得直跳脚 云胜天当然不让我从来不打没准备的战 你 灵浩 还是先我们燕京艺能大学吧 云胜天凶有成竹 八阶初级炎魔暴龙精血 八阶终极紫燕魔龙精血 八阶啊 难以想象的强大呀 灵浩被震撼到了 八阶凶兽 无比强大的存在 要拿到他们的精血 除非将他们斩杀 而斩杀八阶凶兽 要付出的代价 也是难以想象的 可见其珍贵 这要是觉醒普通的艺能 根本没有这种逆天的待遇 终于体验到前世学霸的待遇了 江万朝和云胜天 都在紧张地等待灵浩的回答 等等 我还没说我的条件呢 一直默不作声的何林 突然打破了安静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然后全部看向了他 怎么还有人啊 大厦还有比我们大学 更有资格录取灵浩的学校吗 江万朝和云胜天 同时想到了这一点 云胜天突然一惊疑 你不适合 云校长别着急 等我先说完呗 何林赶紧笑着打断 云胜天立即会议 闭口不言 眼中却露出了思索之色 江万朝似乎也认出了何林 可是看他的神色 也就没有说什么 何林收敛笑容 又变得严肃起来 我代表的大厦 异能特种作战总部 异能小队分部 我给你的资源 也跟两所大学差不多 不过凶兽精血没有 但我给你带来了一套 五阶战甲套装 包括战甲 战靴 剑 战术背包 还有空间戒指 总价九个亿 我事先宣告 不是我们给不出 更好的战甲套装 只不过异能小队 向来更偏向实战 因此 不会将你保护得太死 否则会让变得有依赖性 对你的成长不好 林浩笑了 你怎么知道 我会有依赖性 我可不是那种人 你还是送我一套 九阶战甲套装吧 何林翻了个白眼 九阶战甲套装 你想得倒霉 云胜天和江万朝 对视了一眼 都松了口气 他们听到大厦 异能特种作战总部 异能小队分部的时候 都傻眼了 好在何林给出的条件 只有五阶战甲套装 稳了 三人都在静静等待 林浩做出选择 气氛一时间 有些剑拔弩张 王浩文和刘华 这两个招生办的主任 却是前所未有的轻松 不禁相视一笑 两人也是老相识了 平时需要他们亲自 招收的学生不多 同时去招收同一个学生 更是少见 因此 两人极少见面 没想到多年不见 这次碰到 两人却连讲话的机会都没有 林浩看了三人一眼 到我的想法 可能会有点特别 你说 三人齐声道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 全部都要 第27章 双S级异能 震撼全场 什么 全都要 所有人都傻眼了 这是什么操作 林浩是不是还没睡醒 五考志愿 向来只能选一个 现在大夏最顶尖的 两所异能大学 还有何林代表大夏 特种作战总部 异能分部 来让他选 他居然全都要 他疯了吗 京成辉都急坏了 他很想说 林浩你别犯傻了 这三家 随便选一家 都赚大发 可别到头来 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云胜天 江万朝 和林三人 都忍不住有种 想抱贬 林浩一顿的冲动 可是全都忍住了 因为林浩是S级 预定九阶 一能强者的人 要是招到的话 就能让自家学校 或小队的实力 在未来暴涨 小不忍择乱大谋 于是 云胜天非常有耐心地说道 林浩 五考志愿 可是只能选一所大学的 江万朝也是认同的点头 和林也忍了 但他眼中 却忍不住流露出了一点点 杀气林浩 你别开玩笑了 林浩笑了 我没开玩笑啊 我是非常认真的 五考志愿 只能选一个 这我知道 可是凡事都有例外 不是吗 三人都郁闷了 不过还是怠人 于是 江万朝咳嗽一声 打算跟林浩讲道理 林浩 五考历史上 真的没有这种先例 而且 燕京艺能大学 魔都艺能大学 和福城小队 三个地方都相距很远 你都要的话 怎么跑得过来 不是有网路吗 江万朝感觉自己气血上冲 云胜天 问了一个实际的问题 你的意思我懂 教导可以透过网路影片 实在不行 再去学校 可是学分呢 这个更简单了 两所大学互相认同一下 让我的学分 可以在两所大学通用 不就行了吗 要是有种资源 燕京艺能大学没有 我就可以去 魔都艺能大学买 这不是很好吗 云胜天和江万朝 都快疯了 林浩说的 虽然可以实现 而且并不难 可是还没录取 就得寸进尺 向学校提条件的 林浩真的是史无前例 第一个呀 他就没想过 两所大学同时录取 一名学生 两所大学的脸面 往哪放吗 和灵气的胸膛 剧烈起伏 又便回了 冷若冰霜的欲解模样 瞪着林浩林浩 你真的够了 不论是两所顶尖 艺能大学 还是艺能小队总部 所给你的资源和条件 都已经足够好了 可是 如果我是双S级艺能呢 林浩云淡风轻的打断 全场死记 然后是一个个 难以置信的震撼 双S级艺能 林浩 你确定 你不是在说梦话 林浩 你真的不是在开玩笑 林浩 你知道双S级艺能 意味着什么 那可是灵气复苏以来 前所未有之事 全世界都没出现过你 可别拿我寻开心啊 林浩一言不发 眼中金光一闪 神色收敛 顿时变得眼神无比凌厉 八荒神火 空间风暴 强悍赤烈的紫色火焰丝 缭绕全身 散发出一股苍茫古老的气息 神秘凌厉的黑雾 笼罩林浩 黑雾之中 还有无间不摧的空间碎片飞舞 霸道诡异 全场惊骇 瞠目结舌 金城辉浑身冷汗 差点吓尿 王浩文和刘华 瑟瑟发抖 太可怕了 他们俩是负责招生工作的 不像两个校长那么强大 可是就连江万朝和云胜天 也感到了一丝恐惧和战力 这下他们都知道 林浩是认真的了 以两名副校长的眼力 不可能看错 天哪 我见证的历史 全世界第一个觉醒双S异能的人 云胜天震撼的无以复价 兴奋无比 林浩 我同意 同意你说的 三方同时录取你 我也同意 我也同意 江万朝和何灵一口同声 何灵立即又补充了一句林浩 我决定 将暗中保护你的人 从战将 提升到战神级别 云胜天这个好 林浩可不能出任何闪失 谢了 林浩笑道 三人都拿出了各自带来的资源 林浩 现在就用吧 我已经等不及 想看看八阶触及炎魔暴龙精血 能将你的肉身提升到什么水平了 何灵云胜天都是连连点头 林浩 把上衣脱了 江万朝激动的眼放金光 林浩忍不住打了个韩湛江副校长 你能不能稍微收敛一下你的表情 怪一下人的 呃 哦 好吧 林浩脱掉了上衣 露出了八块腹肌 何灵忽然觉得自己脸上有点烫 赶紧转开了头 江万朝开启特制的合金小箱子 拿出了八阶触及炎魔暴龙精血 八阶触及炎魔暴龙精血 装在一个透明的长筒形瓶子中 赤红色的精血 在其中 彷彿有生命般流动 其中还有个淡淡龙形 凶兽身影 江万朝开启了瓶子 一股炽热且暴虐的气息 立即席卷而出 整个办公室的温度 瞬间飙升 然后又从他的空间戒指中 取出了一个 能装十斤水的透明瓶子 又往里面倒了几瓶纯净水 最后 将炎魔暴龙精血倒了进去 八阶触及炎魔暴龙 精血太过强大 要是不稀释一下 他怕灵浩承受不住 这个过程会很痛 你一定要坚持住 龙类凶兽 都是充满骄傲的凶兽 是各种凶兽中 最顶尖的族种 要是你坚持不住 他会认为 你没用 这就会导致精血吸收率下降 放心吧 我一定坚持住 灵浩坚定不移 他也知道 有些强大的凶兽 即便是死后 精血中也有 残留其些许抑制 要是他太弱 连一点痛都忍受不了 就会被凶兽精血排斥 降低吸收率 暴天天物 那我开始了 开始吧 将万朝将精血涂在灵浩背上 滋滋 灵浩的面板立即烧焦 剧痛如火烧般袭来 但精血却是像倒入海绵一样 完全融入了他体内 灵浩咬牙忍住 精血一进入体内 顿时像大江大河一样奔腾起来 快速游走 他的经脉血肉骨骼 不断地被融化 又不断地被重塑 回圈不止 他的肉身也在这种回圈之中 不断地被加强提升 灵浩闯得全身发抖 但硬是没坑一声 精校长看得毛骨悚然 心想 要是换成他 恐怖当场就痛死了 江万朝等人 却是对灵浩颇为佩服 他们都知道 那种痛苦 宛如刀脚 再来 灵浩颇为兴奋地说道 第28章紫燕 魔龙精血 破纪录 八阶初级研磨暴龙精血 被江万朝不断地 滴落在灵浩背上 他痛得咬牙切齿 浑身颤抖 但是却没有喊痛 一直坚持到了最后 当最后一滴暴龙精血 被灵浩吸收完毕 何林 江万朝 云胜天等人 终于松了口气 眼中露出了期待 都已经等不及 要知道灵浩的吸收率 是多少了 江万朝感受了一下 灵浩身上散发出来的 气血强度 顿时兴奋不移我的天 这打破了魔都异能大学 种类凶兽 精血吸收率的最高纪录啊 不愧是双S级异能 太强了 云胜天也是赞叹不已 何林也目不转睛地 看着灵浩 脸色仍然微红 连连点头 美眸之中 一彩分成 灵浩立即开启了面板 姓名灵浩 等级一阶初级异能者 异能S级八荒神火 S级空间风暴 力量1600点 速度1000点 精神900点 凶兽点1730点 技能赤炎烈 天斩成长形技能 无上线 当前等级为一阶 初级 袍丁切菜刀法 二阶刀法 当前等级 二阶高阶 灵浩震惊力量 直接翻了一倍 达到了三阶初级异能者的水平 离三阶中级也不远了 不愧是八阶初级炎魔暴龙精血 相比之下 速度和精神的提升 就比较少了 不过也提升了不少 起码速度提升到了 二阶巅峰异能者的水平 这还是只是一小瓶八阶初级炎魔暴龙精血 要是全部的精血 那该有多强悍 再来 灵浩已经激动得迫不及待了 云胜天有些担心 你确定不用休息一下 改天再继续吗 没事 我可以 这次不用稀释了 什么 不用稀释 云胜天和灵等人都惊骇不已 和灵急到你不要命了 这可是八阶中级紫炎魔龙精血 你知不知道不稀释的话 有的肉身弱的人 会被直接融化 云胜天也是脱口而出 燕京艺能大学就曾经有个学生 不稀释就吸收 结果整个人直接废了 你可不要铤而走险啊 江万朝也忍不住劝道灵浩 真的不及时一时 还是稀释一下吧 灵浩自信一笑 放心吧 我有分寸 不会拿自己开玩笑的 和灵三人相识一眼 看灵浩这么坚持 也是没办法 只能安慰自己 灵浩身体 已经被八阶触及炎魔暴龙精血 强化过了 应该不会出意外 好吧 那你做好准备 云胜天拿出了八阶 终极紫燕魔龙精血 紫红色的精血 在瓶中流淌 一道龙形虚影 张牙舞爪 散发出恐怖强大 闭靡天下的气息 为了以防万一 三人也做好了 随时抢救灵浩的准备 滋滋 虽然灵浩的肉身 经过八阶触及炎魔暴龙精血的改造 提升了许多 但还是被八阶 终极紫燕魔龙精血 给瞬间撕裂 连同周围的肌肉 和里面的骨骼 都被撕碎 最后改造重组 比八阶初级炎魔暴龙精血 更加狂暴 八阶初级和中级 虽然只差了一小级 但是到了八阶之时 一小级之间的差距 却有天壤之别 随着一滴滴紫燕魔龙精血 被吸收 灵浩体内也开始撕碎 重组和改造 灵浩痛得浑身颤抖 但还是咬牙坚持 没有出声喊痛 和林三人 这才松了口气 否则要是灵浩有什么闪失 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人交代 那将是天大的损失 半天后 紫燕魔龙精血 终于被全部吸收 和林三人都如释重负 又露出了吃惊的神情 等吸收率 云圣天惊呼起来 灵浩 你再次打破了 凶兽精血的吸收率 厉害了灵浩冷烟 欲解和林 都忍不住欢呼起来 不愧是八阶终极 紫燕魔龙紫燕 魔龙精血 确实比八阶初级炎魔暴龙精血 强悍 将万朝不服不行 灵浩迫不及待地开启了面板 异能者 异能S级八荒神火 S级空间风暴 力量2600点 速度1400点 精神1200点 凶兽点1730点 技能赤烟烈 天斩成长形技能 无上限 当前等级为一阶 出阶 刨钉切菜刀法 二阶刀法 当前等级 二阶高阶 林浩兴奋不已 力量再次提升了一倍 达到了三阶高阶异能者的水平 这可是三阶啊 居然还能提升一倍 太强了 速度和精神 也提升了更多 都达到了二阶 出级异能者的水平 太爽了 要是我现在遇到 不穿战甲范云辉 一拳就能将他打爆 就算他穿上战甲 达到三阶巅峰 我也可以用八荒神火 或者空间风暴 轻松将其斩杀 哪怕是四阶 出级异能者 我也有办法将其斩杀 而且两种精血 对于八荒神火 也有着提升作用 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要着重提升一下速度和精神了 三者相差太大了 云胜天激动到林浩 你打我一拳试试 我想看一下 你的力量达到了什么水平 好 所有人都拭目以待 云胜天就简简单单地 站着不动 也没有什么动作 我来了 林浩说着 动足全力 一拳挥了出去 碰 云胜天体外 自动出现了一个护照 整个人纹丝不动 但云胜天脸上 却露出惊骇之色 力量2600点太强了 我本以为能达到2000点 就已经是极限了 没想到 居然达到2600点 太不可思议了 和林和江万潮 也是震撼的不行 也就是 林浩才一阶初级异能者 力量却达到了 三阶高阶异能者水平 四 金校长和两个招生半主任 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林浩也颇为满意地笑了 接下来 两位校长又交代了一下 入学手续等等事项 又跟林浩闲聊了半天 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众人都走后 只剩下了林浩和和林 你有事吗 没事跟我去一下 异能小队办公室 我给你介绍一下小队成员 熟悉一下吧 走吧 两人刚上车 和林的通讯器去响了起来 老大 不好了 范家被灭门了 但现场却没有任何痕迹 所有人的尸体 也全部消失了 警方觉得 是异能者作案 就把案件转交到我小队了 和林听完 脸色立即变得冰冷阴沉下来 晚点再带你熟悉小队 现在一起去现场吧 林浩淡淡道 不用去了 是我杀的 第29章 异能神服的作用 什么你钱的和林无比 你之前还没吸收 两种凶兽精血 就能斩杀三阶高阶的范云辉了 所有的异能者 都有登记 因此 他知道范云辉的等级 是有点危险 不过也是范云辉大意了 林浩轻描淡写道 和林还是很吃惊 一阶初级 和三阶高阶之间的差距 可不是一具 有点危险和大意 就能带过的 正常异能者 如此巨大的差距 只有被秒杀的份 哪怕林浩拥有双S级异能 那也是一不小心 就会被秒杀的 何况范家 可不止范云辉一个人 范家还有两支异能小队 你没事就好 以后别这么冒险了 是他们先动手的 到底怎么回事 你详细跟我说一下 于是林浩将事情的 前前后后 都跟何一样 详细讲了一下 活该范家异能小队 在荒野的名声一向不好 经常抢其他实力 弱小异能者的战利品 要不是他们行事谨慎 我们又忙于处理凶兽 我早就想好好教训一下了 你放心 事情我去处理 不会对你有任何影响 那就谢了 林浩感谢道 他不喜欢处理那些琐碎的事 何林肯帮忙 他真心感激 对了 你应该知道 异能神父吧 所有事情的起因 都是异能神父 林浩急切地问道 何林也不隐瞒异能神父 是种很神奇 而且极其稀有之物 不仅可以让拥有者 在突破时没有阻碍 而且还能提升异能等级 特别是高阶的异能者 突破非常困难 但要是有了异能神父 问题就迎刃解了 可惜异能神父非常稀有 目前已知的异能神父 只有凶兽那边有一枚 至于其他有没有暗藏的异能神父 那就不得而知了 这么稀有吗 何林点头 面色已变得有些凝重 凶兽拥有一能神父 对人族是非常不利的 林浩笑道放心 有我在 凶兽成不了气候 我现在更想知道的是 当年我父母惨案的真相 究竟幕后还有多少人 还有多少势力 参与了加害我父母 何林认真的看着林浩 当年我还没来浮城 不过因为是今天悬案 我也曾看过卷宗 只可惜没有结案 所有的结论都只是猜测 除了你父母尸骨无存 现在没有打斗痕迹 但是案发当天 浮城还有浮城荒野 好几处地方 发生了异能者间的大战 许多很多异能者 因此 异能小队也曾猜测 两件案子之间 会不会有什么关联 可惜还是没有找到 任何有用的资讯和证据 现在看来 当年那些异能者 就是冲着异能神父去的 可能当时他们之间 为了异能神父 而发生了互殴 但现在看来 当年 他们可能发生误会 或者被人给耍了 当年他们当中 并没有人得到异能神父 否则熊大虎和范家之人 也不会找你要异能神父了 林浩点头异能神父 如此重要 当年的案子 又跟异能神父有关 你有空帮我查一下吧 和林眼神伶俐放心 这是我会亲自查 毕竟范云慧临死前也说了 幕后还有人或事例 参与了其中 要是不查清楚 对你也是极大的潜在危险 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林浩点头麻烦了 不麻烦 都是自家人 别这么客气 对了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希望你能真诚地回答 和林面色又变得严肃起来 你想问异能神父 是不是在我这 在吗 不在 好 我信你 但你还是要小心 我信你 不代表那些幕后之人也信你 范云慧一死 估计他们就知道了 早晚会来找你 和林也不知道 自己卫神魔 会无条件地相信林浩 或许是女人的直觉吧 她相信不会说谎 但心里也更加疑惑 林浩没有异能神父 卫神魔还能觉醒 双S级异能 和林撩了一下额头秀法 偶像剧女主般的脸上 露出害羞之色 倒为了你的安全 这两天 你就跟我同吃同住吧 等暗中保护你的战神来了 就不用担心了 林浩一愣 同吃同住 你确定 当然 但你别想太多 你现在可是国宝 我只是出于职责 话虽如此 和林的脸 却又变红了点 林浩看在眼里 微微一笑 那就听队长的 走 先去小队办公室 正好给你修炼功法 在哪个班熟悉一下 某战将什么鬼 居然叫我回去 把我当什么了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我都快到福城了呀 不过命令 是燕京总部发出的 他也很无奈 林浩是吧 你这臭小子 有机会 我倒想看看 你的S级有多强 林云战神有没有搞错 叫我去保护一个 刚觉醒S级的小朋友 谁还不是S级了 凭什么 总部这帮家伙 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不过抱怨跟抱怨 命令是总部发出的 他也很无奈 林浩是吧 你这臭小子 最好有两把刷子 不然 老子直接把你打废 这样任务 就能自动取消了 福城异能小队办公室 林浩看着仍然焦黑的 办公室墙壁 不禁福娥用力过猛了 和林白了他一眼 从戒指中取出几块水晶石 这是封印雷闪 大夏异能特种作战总部 唯一的九阶初级速度技能 太好了 这速度技能正好是我需要的 至于其他的技能 林浩暂时没那么需要 和林提醒到 这些技能都是一次性的复刻版本 用完就会自动销毁 以免外泄 我懂 另外 你是双S异能的事 别对其他人说 不到生死关头 别轻易使用 小队的队员也暂时别说 以后他们要是怪你 我会解释的 行 和林又带着林浩 逛了一下小队基地 办公室 训练室 修炼室 兵器库 大案库 资源库都走了一遍 资源库大多是些商药 大案库 大多是历年发生的 异能者案件资料 兵器库热武器和冷兵器 都有 修炼室是一间间 独立封闭的房间 训练室的面积最大 有一千平米 周围都是高强度的 合金打造 还有一个雷台 平时队员间 可以互相切磋提升 有些重要的地方 像兵器库 资源库 林浩直接用 他的战将令牌 就能开启 他的许可权 跟队长和林一样 除此之外 战将令牌 也可以用于通讯 定位 储存物品 而且 空间高达100立方米 可以装下武装直升机 没多久 小队就有人回来了 和林微微一笑介绍一下 小队的新成员 林浩 这是小队的奶妈 花小星 花小星顿时激动起来了 你不是林浩 带队爸榜五考前三的林浩 好帅呀 林浩看了一眼花小星 见她是个呆萌的美少女 双眼水灵 忽善忽善的 还有点婴儿肥 穿着碎花短裙 像个可爱无比 古灵精贵的林家小妹妹 小星你好 以后要麻烦你了 奶妈呀 必须客气点 关键时候能保命啊 不客气 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林浩小哥哥 你的异能 应该是传说中 S级吧 人家才觉醒 A级异能呀 林浩笑着点了点头 心里颇为震惊 A级的奶妈 不得了 浮城只是D级室啊 居然配备了一个 A级的奶妈 有点奢侈了呀 和林看林浩神色 笑着解释 道浮城虽小 却是沿海城市 很多强大的凶兽 都是从海上来的 小队配置高 也就不奇怪了 你别小看小星 虽然呆萌 人家可是四阶 初级异能者 小星拍手 激动不已太棒了 小哥哥 我是在做梦吗 S级异能 居然加入我们小队 小哥哥 你把我们小队的档次 提升了一大截啊 哈哈 过奖了 啊 没有过奖啊 不行了 我要抱抱 花小星张开双臂 一脸花痴小哥哥 我要抱抱 林浩一头黑线 什么情况 和林瞪眼小星 别想占人家便宜 花小星也嘟嘴瞪着和林 乃兄乃兄的队长 你也管太多了吧 好不容易 来个帅气的小哥哥呢 和林看到小星这样 也是无奈 只好搂着他 柔声倒好了 你别吓到人家 哼 除非他永远不受伤 否则我花小星 一定能抱到小哥哥 我的治疗方式 可是很特别的哦 林浩什么奇葩队友这是 我以后还是多带点商药吧 第三十章 震惊队友的修炼速度 老六也回来了 两天时间 他的光头上 也长出了细密的短发 魁梧的身材 健硕的肌肉 一米九八的身高 给人一种天然的安全感 林浩也才一米八五 之前虽然见过 但怎么注意 现在一看 老六不说话的时候 还真能给人一种压迫感 老六 林浩 你们之前见过了 老六 A级异能强化 四阶高阶异能者 是队里的肉炖 林浩 S级异能 霸荒神火 欢迎欢迎 不过林浩 你烧了我的秀法 是不是该请我吃顿大餐啊 老六快笑了起来 哈哈 都是误会 应该请 晚上我就请大家吃大餐 地豪大酒店走起 林浩脱口而出 不差钱啊 光奖金就五百五十万了 地豪五星级啊 好格靠谱 这兄弟 我认了 老六爽朗地笑道 哇 有大餐吃呀 小哥哥好横呀 小星也是 激动地直流口水 和林笑了笑 对林浩的好感 又提升了不少 老六突然严肃到老大 范家案子 为什么我不用查了 小星也是一脸疑惑 和林冷笑 范家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何况人是林浩杀的 什么林浩杀的 小星老六 一口同声 林浩 你不是刚刚觉醒没多久吗 居然杀了范家 那可是两支异能小队啊 范云辉 还是三阶高阶异能者 老六双眼 邓若同龄 小星也是一脸的崇拜 与疑惑 小哥哥好棒 以后 咱们一起出任务 林浩笑道 侥幸而已 是范家人大意了 原来如此 老六眼中金光一闪 也没多问 知道林浩一定有什么秘密 不方便说 小星满眼都是星星 那也很厉害啊 小哥哥 以后人家就跟着你了 又帅又厉害 出任务 就不会无聊了 和林笑道好了 其他人 还在执行巡逻任务 林浩 你没事就去修炼吧 范家的事 老六你回头放出讯息 就说 是仇杀就行了 好嘞老大 包在我身上 林浩去修炼室 开始修炼速度技能 风影雷闪 修炼好了 风影雷闪 就可以出去浪了 林浩满怀期待 风影雷闪共有九层 每一层都分为初级 终极 高剑 巅峰 宗师 完美 六个层次 不愧是九阶技能 果然精妙 居然有九层 而且每一层 都相当于普通技能的一届 看来 我要早点 去荒野杀凶兽 搞点凶兽点啊 不然 这得修炼到猴年马月啊 不过好在 这风影雷闪技能 每一层 也都比普通的速度技能快 系统 给我加点 直接把凶兽点给我加完 全部加在风影雷闪上 加点成功 消耗凶兽点200 风影雷闪 达到一阶初级 加点成功 消耗凶兽点400 风影雷闪 达到一阶中级 加点成功 消耗凶兽点800 风影雷闪 达到一阶高阶 凶兽点 剩余330 无法继续加点 凶兽点 有点无奈 但还是挺高兴 一阶高阶的风影雷闪 已经相当于普通速度技能的 一阶宗师级别了 加上我自身的速度 最高速度 差不多能达到三阶高阶 遇到不以速度见长的 一般三阶 高阶异能者 已经绰绰有余了 马马虎虎吧 时间还早 继续修炼 现在出去 要是被荷灵问起 都不知道怎么解释 零号盘西坐下 开始修炼 风影雷闪 这不修炼不知道 一修炼 把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短短两个小时 风影雷闪 就被他修炼到了一阶巅峰 傍晚五点之时 他已经将风影雷闪 修炼到了一阶宗师级别 比普通速度技能的 一阶完美级 还高快很多 不错呀 看来八阶初级 炎魔暴龙精血 和八阶中级紫叶魔龙精血 没有白吸收 让我的修炼速度 都提升不少 现在我光是风影雷闪的速度 就已经相当于 普通异能者的二阶出击了 加上自身速度 最高速度 能达到普通三阶巅峰 异能者的水平 要是再遇上范云辉 那等强者 我的速度 就可以分庭抗礼了 劳逸结合一下 吃大餐去 队长 老六 小星 吃大餐了 小星第一个跑过来好啊 吃大餐了 老六也是口水 都快流下来了 浩哥就是大方 不像队长 就请你们吃火锅 真是 他突然感受到了一股寒意 赶紧改口 真是太不容易了 薪水才那么点 又是火锅 又是卢串的 太大方了 何灵瞪了他一眼 再废话 就去执行任务 别吃了 哈哈 队长大人 最体恤下手了老六 赶紧又说好话 何灵不再理他 问灵浩速度 技能修炼的怎么样了 老六站在何灵身后 翻了个白眼 张着嘴 不出声 看嘴型 彭扶在说女魔头 马上吃大餐 人家才修炼半天 有啥好问的 对新人好点 会死吗 灵浩淡淡倒还行 修炼到一阶宗师级别了 小哥哥别怕 队长就是随便问问 刚开始修炼 都是很慢的 小星 在帮灵浩说好话 他知道 何灵一向很严狠女魔头 但话没说完 就停住了 什么小哥哥 你说什么 一阶宗师级别天哪 小哥哥 你太棒了 小哥哥 以后我要给你出任务 你可一定带我飞哦 小星激动的不要不要的 老六 也傻眼的禽兽啊 一个下午 一阶宗师级别 这是人做的事吗 我当年速度技能修炼到 一阶宗师级别 那可虽整整花了三个月啊 灵浩笑而不语 连何灵都忍不住 有点兴奋 不愧是S级 小星 你跟灵浩比一下速度 他跑 你追 小星虽然是奶妈 但速度却并不比 普通的异能者逊色 好嘞 小哥哥 你准备好 我要来追你了 小星满脸激动 要是让我追到 我就奖励你一个抱抱 嘻嘻 灵浩一个机灵 虽然小星长得挺漂亮 人也可爱 但这花痴模样 却有点受不了 赶紧将速度施展到极致 结果 连残影都没留下 小星呆了一下 奋起直追 可惜 累趴了 都没追上 倒不是小星速度太慢 他的速度 其实比灵浩要快一点 可是无奈 风影雷闪太过诡异 行进让人捉摸不透 两人速度 本来相差也不是很大 因此 小星竟然愣是追不上 小星累了 趴在地上 都气哭了不行了 小哥哥 你欺负我 我觉醒了这么多年 却追不上你 呜呜 你要陪我两顿大餐 呜呜 和铃眼中金光闪动 冷艳绝伦的脸上 不禁露出了笑意 老六目瞪口呆浩哥 我真要叫你浩哥了 这速度 用不了多久 就要超过我了呀 不行 为了安慰我幼小的心灵 浩哥 你必须奖励我两顿大餐 一顿不够 林浩笑了没问题 走吧 队长 我有两个要好的同学 不介意叫上他们吧 叫吧 和铃威笑道 好嘞 林浩立即打电话 叫了苏林刘顺 刘顺听说是五星地豪大酒店 都激动坏了 林浩几人 先到了酒店 点完菜 却接到了苏林的电话 林浩 我们被人拦住了 酒店的异能保安骂刘顺 说他衣裳不整 不让他进酒店 刘顺把保安打了 可是现在又来了二阶的保安 刘顺被打得吐血了 你快下来一下吧 第三十一章 赵家的悬赏 苏林刘顺两人一起兴致勃勃的 来到了地豪大酒店 刘顺穿着大裤衩 人资脱就来了 没想到 被门口的异能保安给拦住了 衣裳不整整 不得入内 保安语气很不客气 刘顺的暴脾气 立马就火了 你找抽事吧 老子哪里衣裳不整了 大夏天不穿这样 你特模甚虚啊 几个保安立即围了过来 一个个对着刘顺 指指点点 骂骂咧咧小子 你别再闹事 再大呼小叫 信不信我弄死你 也不看看这是谁开的酒店 说你衣裳不整 就是衣裳不整 给我滚 其实这是赵杰家开的酒店 浮城几乎所有的星级酒店 都是赵家的 自从赵杰跟林浩分手 就下令不让林浩进他家酒店了 当然 也包括林浩的好友 不过后来 林浩得了五考全国第一 保镖自然不敢来 但苏林和刘顺就不一样了 他们纯属躺赢 我干你老木 刘顺怒骂 没想到这保安这么嚣张 一怒之下 一拳就干倒了一个保安 打得鼻青脸肿 牙齿掉了一地 血流不止 就这样 双方打了起来 不过那几个保安虽然霸道 但是等级太低 只有一阶中级 而且是一级异能 不是刘顺的对手 几分钟就被刘顺全都打趴了 可是马上又来了几个保安 这次都是二阶的异能者 苏林赶紧帮忙 可是没用 对方人多是重 异能者又比他们强 没几下 刘顺就被人一拳打倒 口吐鲜血 别以为跟了林皓就能怎么样 没有成长起之前 打你们就跟打狗一样 就这样 酒店异能保安 一边骂 一边还不停手 一群人围上去 就要冲着刘顺一阵乱喘 苏林的寒冰异能等级不够 累到筋疲力尽 也动不住他们 帮不上忙 都急哭了 你们别打了 求求你们别打了 碰 突然 一道残影闪过 林皓从天而降 一拳干出 一群保安全部飞起 惨叫声连连响起 林皓看了一眼 吐血的刘顺 杀气冲天 敢动我兄弟 全都给我去死 林皓身影消失 近乎透明的残影 在空中一闪而过 砰砰砰砰 几个二阶 异能者保安 接连被打爆 化成了一片片血物 这就是动我兄弟的下场 这时 何灵和小星等人也下来了 小星立即目前 握住刘顺的手 给他治疗 一道绿色的能量 传入刘顺体内 不到片刻 刘顺就满血恢复了 好哥 这位既可爱又漂亮的小姐姐 是刘顺两眼发光 握着小星的手不肯放 小星都气坏了 你这家伙 刚才都被打兔血了 现在刚才就惦记着小姐姐 哈哈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不适 小姐姐 我叫刘顺 加个超新呗 小星一巴掌 呼在了他脸上坏人 早知道刚才不救你了 林浩苏灵等人 都忍不住大笑 这时 赵杰来了 穿着短裙 苏兄半露 大长腿 洁白黄眼 虽然脸色很差 但身材无疑是极为迷人 不过跟何灵比 还是差太多了 林浩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知道错了 求你原谅我吧 赵杰上来 就想去拉林浩手 啪 林浩直接一巴掌 呼过去以后 你的再敢动我兄弟 我就灭了你赵家 刚才的事 赵杰自然知道了 他这两天 整个人都是恍惚的 都忘了通知下去 林浩的人不能碰 一定要好生招待 没想到这么快就出事 赶紧过来赔罪 想讲求林浩原谅 赵杰非常委屈 心里非常不爽 甚至有杀意 但是他不敢生气 不敢表露出来 生怕林浩真会动手要他命 要说之前 他觉得自己 不过是太早跟他分手 说了几句难听的话 还觉得 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挽回林浩 可今天赵家保安打了刘顺 彻底激怒了林浩 这时候 他要是还敢生气 那恐怕不仅彻底 无法挽回林浩 还会给他和赵家 招来负面的打击 赵杰肿着脸爬起来 满脸血迹 走到林浩面前 扑通一声 跪下林浩 对不起 我真的知道错了 都是手下人 有眼无珠 刘顺的医药费 我十倍赔偿 并且开除酒店所有保安 求求你原谅我吧 滚 林浩说完 带人进酒店 吃大餐去了 只留下赵杰 在自家酒店门口跪着 看着林浩无情离去 还带着和林这样 比他漂亮无数倍的欲解 赵杰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委屈和愤怒 疼痛 恨意加上杀意 再也无法抑制 彻底爆发 赵杰一言不发 回家向他罢哭诉罢 我再受不了了 我一定要杀了林浩 赵涵得知了林浩的 所作所为后 一拳砸烂的茶几 岂有此理 拿个全国无考第一 就如此目中无人 敢动我赵家的人 还敢打我女儿 他这是在找死 小杰 你放心 我们赵家可不是好惹的他 林浩敢当众打你 我就让他消失赵涵 立即开始行动 查资料 找人 小杰 你也不要着急 林浩是无考第一 要是我没猜错 跟在他身边的那几个人 就是浮成异能小队的人 估计是保护他的 所以我们不能在城里动手 我会派人跟踪林浩 一旦他进入荒野历练 就是他的死期 而且 我已经在地下世界 释出了五个亿的悬赏 就算林浩一辈子不去荒野 地下世界的异能者 也会忍不住出手 他一个没成长起来的S级 既然敢嚣张 那就让他知道 这个世界 不是觉醒等级够高 就可以横行无际的 谢谢爸爸 赵杰这才笑了 还有刘顺和苏林 还有他们的家人 也不放过 好 都听你的 地豪大酒店 林浩又多点了几份 滋补的凶兽肉 给刘顺补身子 他带刘顺和苏林来 就是为了他们两个 能认识一下 异能小队的 多见识一下 对他们有好处 以后有什么事 要是林浩不在 也可以直接找他们帮忙 众人聊得很开心 都跟苏林刘顺 互相留了关联落筒方式 林浩的朋友 小队成员 还是很愿意结交的 吃着大餐 和林到林浩 还苏林刘顺 你们要小心赵家的报复 赵家可不是单纯的 商人那么简单 赵家的各大酒店 也做着不可告人的生意 只不过赵家很聪明 一直是透过地下事件 以悬赏的方式去做 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 警局每次都是查着查着 线索就断了 这次 我看赵家不会再求饶了 我从眼中看到了杀意 刘顺苏林 你们回家 先把家人接到我家 等过我风头再说 林浩面色一寒 听你的 要是赵家真敢对我下手 那我不介意 灭了赵家第32章 各方八戒 什么杀一个一阶 初级异能者 赏金武艺 浮城地下世界都疯了 平时杀一个四阶异能者 都才一个亿啊 居然有人要杀林浩 他可是全国五考第一 不要命了吗 竟然敢悬赏杀他 怕什么 地下世界的悬赏 外界不会知道的 林浩才一接初级 只要找到好机会 一个亿很好赚的 说得对 干就是了 我也接了 一单够花几年 干嘛不接 我也接了 你们接吧 我可不想出任何意外 林浩在地豪大酒店 出手的画面 也有人拍下 传了出去 不过一发布 林浩的身影 就被打了马赛克 没多久 影片就被遮蔽了 但线下的讯息 还是传开了 得到讯息的 浮成各大世家 立即赶到 地豪酒店 要给林浩送钱 当奖学金 巴结他 林浩被绝密保护后 他们根本找不到林浩 问校长和老师 都没得到联络方式 也找不林浩家 顾兴仪和高架架 也赶了过来 他们两个 五考一结束 就赶来福城了 可惜一直找不到林浩 都急疯了 他们可不想到了 燕京 或者魔都艺能大学后 再去找林浩 到时跟他们竞争的美女 就太多了 林浩几人吃完大餐 一开起包间大门 就发现 门口站了一大堆人 都是恭恭敬敬地站着 不敢擅闯 害怕打扰到林浩 惹他生气 林浩 您好 我是福城陈家家主 我想资助你五千万 不知道您愿意接受吗 林浩 您好 我是福城吕家家主 我愿意资助您八千万 不知道您肯接受吗 福城的世家 一个接一个地 表示想资助林浩 最后资助金额最高的世家 达到了一亿五千万 苏灵 刘顺 小星 老六等人都惊呆了 这么多钱 可以买不少修炼资源了 特别是刘顺 哪里见过那么多钱 各位的好业 我心领了 都散了吧 林浩 淡淡道 他也缺钱 但他不傻 这些钱可不是白拿的 拿人手短 以后 他们要是有什么 需要林浩帮忙 他就不得不帮 他可不想被这些世家 牵着鼻子走 谁知道这些世家 到底怎么样 搞不好其中还有人 参与了当年 杀害他父母的惨案 而且林浩 是用过最顶级 修炼资源的人 这些钱虽多 但能跟八街凶兽 精血相比吗 那些世家之人 脸色都黏了 不敢烦林浩 失望地走了 不过走远之后 其中有人脸色 就阴沉了下来 既然敬酒不吃 那就吃法酒吧 异能神福 我孟家势在必得 和林满意地微微一笑 这时 顾星仪和高佳佳 带着几个异能保镖 走了过来 高佳佳笑道林浩 你好 我是荣氏二中的高佳佳 五考全省前六 单身 从没谈过 但是现在 我想改变了 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 苏林等人惊呆了 特别是刘顺和老六 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和林虽然比两人漂亮 但看到高佳佳 几乎都快跟林浩告白了 高冷的脸上 也不禁露出一丝不悦 顾星仪看了林浩和高佳佳一眼 赶紧笑道林浩 我是荣氏一中的顾星仪 我一直单身 不过看到你之后 我想结束这种状态了 不知道你愿意吗 两人本来 只想先认识一下林浩的 可一见到本人 被摔到了 立即改变主意 直接出手了 哄 全场寂静 刘顺心里惊呼 现在的女生 都这么直接吗 老六目瞪口呆 白找挠心 彭扶在说林浩 放开他们 冲我来啊 花小心彭扶误了 眨巴着眼睛 直言不讳 姐姐你们好主动 跟你们相比 我还是太含蓄了 向你们学习哦 林浩 我要抱抱 人家也是单身了 林浩扶鹅花小心 你别捣乱 苏林也为之脸红 她自信 颜值不比他们差 可却没他们这么大胆 不然这些年 有的是机会表明心意 他们大老远都跑来了 难道我不该努力一下吗 何林冷冷地瞪了 顾星仪和高佳佳一眼 眼中旁腐有一丝杀意掠过 不好意思啊 没兴趣 林浩说完 直接走人 何林笑了 苏林一愣 看来还是做兄弟的好 刘顺浩哥 别啊 你不要 也可以先认识一下 以后介绍给我啊 老六抱舔天物啊 浩哥 你是饱汉不知恶汉级啊 就不能 为兄弟考虑一下吗 顾星仪和高佳佳人都傻了 人生第一次表白 竟然被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不过 他们都是见过一些世面的人 林浩的分数和成绩摆在那 只要不死 以后起码是战神的存在 他们可不敢得罪 反而是林浩的不屑一顾 更加激发了他们的追求之心 两人赶紧追了上去 高佳佳耐心解释到林浩 可能你一直在服偿 不知道我高佳 我高佳在服偿 可是顶尖的世家之一 你要是跟我在一起 高佳会全力支援你 你未来的路将会更加平顺 顾星仪也是笑道林浩 我们顾佳比高佳更强 我的分数也比她高 能够给你的支援 也更多更好 你还是再认真地考虑一下吧 老六和刘顺相识一眼 这特模也可以 何林深吸了口气 胸膛起伏 眼中杀意浮现 苏林我真的做不到这样 还是做兄弟好 花小心林浩哥哥 不要理他们 队长比他们漂亮多了 何林一愣 脸色温柔了许多 这孩子终于懂事了 林浩淡淡倒不需要 别再烦我 顾星仪和高佳佳委屈的 都快哭了 可是还是不敢得罪林浩 傻傻地看着她走远了 我不会放弃的顾星仪明嘴道 我也不会放弃高佳佳 也是不甘示弱 何林家 林浩站在大门外 愣了一下队长 你也太抠了吧 这么大一栋别墅 昨天却请我吃火锅 何林忍不住一笑 我只是喜欢吃火锅的氛围而已 改天备炖大餐给你 花小心话 又有大餐吃了 队长你终于大放一次了 别墅一共七层 一层五百平方 有两部电梯 没过多久 老六就接了刘顺和苏林两家人 到了别墅 一家安排住一层 安排完了别人 只剩林浩了 队长 我住哪 我怕你不安全 你跟我住一起 何林说完 感觉脸上火辣了 老六等人都失化了 这是什么情况 以全谋私啊 队长老六忍不住道 一直以来 你住的顶牢 男人都不让上去 更别说进你房间了 你这让我们这些老队员 情何以堪啊 浩哥 难怪你毫不犹豫地 拒绝那两个笑话 原来有更漂亮的啊 刘顺一脸的嫉妒 花小心气的直跺脚不行 队长这样不行 我也要跟林浩哥哥一起啊 众人再次傻眼 花小心和林 瞪了他一眼 小星立马捏了 嘟着嘴 非常不开心 林浩无奈 人太帅 真麻烦 多谢队长关心 林浩淡淡道 带路吧 和林感觉自己的 心停跳了一拍 脸瞬间红了 赶紧转身带路 刘顺老六星都碎了 花小心突然气呼呼地 大声喊道 林浩哥哥 男孩子出门在外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 众人 粉色的装饰 充满了少女气息 林浩一愣队长 你确定 这是你的房间 你有什么意见 和林说着霸气的话 语气却不自觉地变温柔起来 他也知道 反差太大了 没想到霸气的欲解 还有一颗少女心 学习了 和林脸更红了 姐姐也就比你大一岁而已 有少女心怎么了 林浩打亮了和林一眼 面板粉白柔嫩 吹弹可破 完全看不出年龄 但确实是大 和林又是一阵脸红 只有一张床 床上还扔着黑丝 还有黑色纹胸 和林脸都红到脖子上了 赶紧飞奔过去收了起来 队长 你好凶啊 这不会是迷魂阵吧 你别想太多了 和林说着 做贼一样 跑去洗澡了 洗完澡 和林拿出一床新的下凉 背给林浩 他还是想矜持点 可是忍不住地紧张起来 怕林浩乱来 又怕他不乱来 你想太多了 林浩语气淡然 彭腹感觉出他的紧张 不过和林的极品身材 加上黑色吊带睡裙 少女的幽香 却也让他有点心缘一马了 我明天想去荒野了 林浩转过身 平静地说道 什么 你真的要这么着急吗 和林从被窝里 一下子坐了起来 还是早点出去的好 不然那些幕后凶手 一直不出现 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们总不能一直保护着 刘顺苏林 两家人吧 而且我也想早点报仇 早点去燕京和魔都 拿修炼功法 和林看了一下时间好吧 明天战神也该到了 不过他到了 也不出面找你 只有当你有生命危险时 才会出手 没事 这就够了 战神暗中保护 一般人发现不了 你和小队的人 就别跟着了 不然幕后凶手 就不会出现了 第三十三章 出入荒野 高达百米的巨大 合金城墙 墙上有各种各样 先进的防空武器 常年驻守着军队 将人足护在城内 把凶兽阻拦在城墙之外 这个世界 各个城市间 都是被凶兽占领 成了荒野 充满危机 各个城市 通常有四座大门 大门外是巨大的资源补给站 同时也是城市的交通枢纽 以超级铁路连通各大城市 因此 也叫超铁站 超铁 最高速度 可达每小时 1500公里 车身所有材料 至少都是以超级合金铸造 可抵挡五阶凶兽的进攻 而且 超铁沿线 还有一能特种部队巡逻 只要不发生兽巢 没有五阶以上的凶兽进攻 完全可以安然无恙 清晨 人来人往地浮城北门资源站 出现了零号高大英俊的身形 黑色的战甲 战靴 头盔 手里握着黑色的剑 剑上有神秘的红色纹路 这是一柄五阶出击的剑 零号的出现 吸引了无数年轻女人的目光 好帅啊 不知道是哪家的小哥哥 这看着 可别光看脸 实力才最重要 不然进了荒野 就是送死 一个被几个壮汉护佣的 妩媚女人淡淡道 看零号的眼神 有些许不屑 一看就知道 几人也是去荒野的 他身旁的壮汉 哈哈大笑柳燕 你今天怎么了 很反常啊 以前你可是一看到帅气小哥 就非拿下不可啊 哈哈 可能他良心发现了 不再祸害男人了 柳燕哼 你们懂什么 我只是眼光变高了而已 光有颜值的男人 我可看不上 除非是极品的男人 颜值与强大异能 艰巨的那种 懂魔 灵号目不斜视 听而不闻 静止向资源站走去 进入凶兽横行的荒野 不过是三间异能者 组成的异能小队吧 不值得他浪费时间 浮成北门外的荒野 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山林 只是山林之中 到处都是战斗留下的痕迹 凶煞之气弥漫 危机四伏 刚进入荒野没多久 灵号就遇到凶兽 灵号熟读凶兽谱 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凶兽 一阶高阶凶兽 石铁鼠 灵号眼中露出了些许兴奋之色 彭扶财迷 看见了金银珠宝 石铁鼠 通常群居 成年后 身长可达半米 以速度渐长 石铁如吃豆腐 经常破坏人类城市的城墙 一阶高阶石铁鼠 看见灵号 眼中凶光闭露 瞬间扑了上去 灵号才一阶出击 他可没什么好害怕 灵号冷笑 一动不动地看着石铁鼠 眼看石铁鼠 就要一口咬中石铁鼠 突然 灵号动了 拔剑 出剑 一气呵成 如电光火石 石铁鼠惊恐地看着灵号一剑斩来 却无法躲遍 转眼间被斩成两段 灵号手不是剑 抬手后撩 剑光闪过 一头从背后偷袭的石铁鼠 被斩成两半 刷刷 又是两道剑光闪过 两头从树上飞坡而下的石铁鼠 立即伸手一触 斩杀一头一阶高阶石铁鼠 获得凶兽点四 斩杀一头一阶高阶石铁鼠 获得凶兽点四 这凶兽点也太少了 不过五阶初级的剑 倒是好用得多了 灵号完全不满足于 这么低的凶兽点 一路横推 向荒野深处杀去 斩杀二阶初级凶兽霸王无功 获得凶兽点十 斩杀二阶初级暗影暴 获得凶兽点十 斩杀二阶初级凶兽霸王无功 获得凶兽点十 斩杀二阶终极凶兽霸王无功 获得凶兽点十五 斩杀二阶终极金刚巨猿 获得凶兽点十五 斩杀二阶高阶暗影暴 获得凶兽点二十 斩杀二阶高阶石铁鼠 获得凶兽点二十 斩杀二阶高阶石铁鼠 获得凶兽点二十 一个上午过去 灵号已经获得了1095凶兽点 加上之前剩余的五百三十 凶兽点总共一千四百二十五 灵号找了一棵树 飞尸而上 坐在树枝上 笑到总算有点收获了 先提升一下 赤焰猎天斩的等级吧 系统 给我加点 加点成功 消耗二百凶兽点 赤焰猎天斩达到一阶终极 灵号已经这么贵 赤焰猎天斩可不是普通的技能 贵字有贵的道理 行吧 继续加点 加点成功 消耗四百凶兽点 赤焰猎天斩达到一阶高阶 加点成功 消耗八百凶兽点 赤焰猎天斩达到一阶巅峰 凶兽点只剩二百二十五 无法继续加点 无妨 下午继续 除了凶兽点 还还收获了很多凶兽材料 包括凶兽的牙齿 皮毛 骨头等等 要不是杀的凶兽太多 放不下 他就将所有凶兽全部带走了 灵号拿出营养液 刚要开启喝 突然眼中杀气一闪 鬼鬼祟祟 出来吧 五个庞扶凭空出现 立即围了上来 而且个个都穿着战甲 最强的一个 是三阶巅峰异能者 最弱的 也是三阶高阶 小子 胆子不小 居然敢独自一人进入荒野 五不杀无名之辈 报上名来 灵号冷冷地看着他们 眼神凌厉 他想确认这些人 跟当年杀他父母的人 有没有关系 五人相识大笑 死到临头 口气还这么大 你觉得你一个一阶初级觉醒者 有什么资格跟我们谈条件 算了 告诉他也无妨 反正 他逃不出我们的掌心 我们孟家异能小队 你要是乖乖 交出异能神福 可以免掉一顿皮肉之苦 哄 灵号立即杀气腾腾 孟家灵号语气三寒 今天 你们一个 也别想活着离开 孟家 浮成最强的世家 麾下有三支异能小队 家主孟帆 是四阶高阶异能者 昨天 孟帆也是地豪大酒店 找灵号了 本想着拉拢灵号 再慢慢找出 异能神福的下落 被灵号拒绝之后 就选择了最直接的手段 抓住灵号 再逼问异能神福的下落 哈哈 小子 希望你被我们打断手脚的时候 嘴也能这么硬 你们也太狠心了 这么帅的小哥哥 当然要先教对我调教一番哦 最弱的那个女人 媚眼如丝地说道 她虽然三十几岁 但却保养得非常好 露在战甲外的面板 洁白且吹弹可破 而且 身材非常火辣 曲线诱人 另外几个男人 意味深长的大笑 灵号目光一寒 突然动手 战甲的加持 自身的速度 加上风影雷闪 速度突破 四阶出击 连残影都看不到 眨眼间 就冲到那女人身前 八荒神火 一剑斩出 剑身之上 子火缭绕 快如闪电 那女人顿时伸手一触 整个脖子 瞬间 就被八荒神火烧没了 战甲虽然主要是防御为主 但有些战甲 对于力量和速度 也会有所加持 笑声瞬间嘎然而止 剩下的四人都没想到 灵号竟然如此果决 直接动手 都吃了一惊 顿时全神戒备 是五阶战甲套装 大家都小心点 都特模别玩了 这小子有点邪门 他的速度太快了 一起上 先费了 再说第三十四章 震惊的灵云战神 五阶战甲套装 价值至少七个亿 难怪你昨天 毫不犹豫地拒绝家主 一个孟家异能小队 眼神阴狠中 带着羡慕到 大家一起上 千万不要大意了 灵号凝神戒备 他对于五阶战甲套装 还是很满意的 你们再小心也没用 我会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绝望 不过最好还是自己强大 四个人冲了上来 直接使用异能 刀剑等各种武器 斩向灵号 八荒神火 灵号怒吼一声 经过了这两天战斗 还有吸收八阶凶兽惊血 八荒神火的威力 已经提升了不少 砰砰 四种兵器 全部斩在灵号身上 但发出的声音 却很沉闷 滋滋 黑烟冒起 什么 四人拿起武器一看 大惊失色 急忙后退 只见他们的武器 都被不同程度的烧焦了 最严重的两把 居然还在冒着火 都被烧焦了一半 这是什么火焰 怎么这么恐怖 我这可是三阶出击的刀啊 不愧是S级 难怪家主不惜冒着身败名裂 甚至家破人亡的危险 也要活捉你 异能神福 究竟是什么 孟家小队队长 赶紧打断别聊了 都小心点 换武器 四人立即换了他们最好的武器 不过等级也没提升多少 也就平均提升了一小个等级 心里还是充满担忧 轮到我了 灵号冷笑 灰剑冲了上去 先杀实力最弱的 对方大惊失色 他就算换了等级高一点剑 也惧怕灵号的火焰 不敢近身 立即加速躲避 孟帆要是看到他养了几年的异能小队 竟然这么怕死 估计晦气死掉 不过 他仍然低估了灵号的速度 不到片刻 就被灵号追上 给我死 灵号猛然出手 赤焰烈天斩施斩 对方只能抬刀 全力格挡 碰 刀剑相击 孟家异能者的刀 被直接斩断 断裂之处 还被八荒神火烧焦了一段 剑势不停 灵号一剑劈中了对方 剑身入肉的沉闷声 还有八荒神火烧焦血肉的声音响起 焦臭味弥漫 心血淋漓 孟家异能者胸前 出现了巨大的焦黑伤口 深刻剑骨 那人神色惊恐 惨叫连天 啊 基本上废了 啊 老四杀了他 另外三个孟家异能者狂怒 一剑两刀 瞬间就到了灵号身后 灵号一击得手 早已做好准备 身形闪动 显而又显得躲过了三人致命围攻 三人大怒 紧追不舍 谁知灵号并没有打算真正躲避 只退了一小段距离 突然一个转身 竟然不退反剑 一剑斩出 八荒神火 哄 几十米长 完全由八荒神火组成的剑芒 横空而出 随后身形击退 这一剑 灵号使用了九成的异能 不好 快退孟家 异能者大声疾呼 赶紧后退 巨大剑芒以摧枯拉朽之势 呼啸而出 所过之处 一片焦黑 山石树木 全都化为灰烬 地面出现了一道百米长的焦黑深坑 孟家异能者猝不及防 根本没想到 灵号会出些险招 躲避不及 手中武器又被烧焦 已经失去了武器的作用 三人头发都被烧光 头皮 也是烫得不行 战甲 都被烧红变形了 啊 三人惨叫 灵号 你找死 灵号 你别太得意 你的异能 已经耗尽了吧 没了异能 我看你怎么死 孟家小队队长 面色猙獰 狂怒无比 忍痛杀向了灵号 另外两人也是跟上 胸口受伤的那个 听了队长的话 也是强忍剧痛 杀了过来 要报一箭之仇 可惜他们的战甲都被烧坏 防御力和速度别挂兜 下降了许多 他们最强的队长 也就是三阶巅峰异能者 在速度上 已经没有优势了 此时 数百米高空之上 有个身穿暗紫色战甲套装的战神 凌空二立 俯视下方 看到刚才的一幕 顿时摇头 前面出手还算果断 可是这么快就耗尽了异能 后面还怎么对敌 就这样的S级 也配让我保护 这不是纯纯找死吗 没了异能 对方分分钟就能杀了你 算了 来都来了 先救了这一次 回头取消任务吧 此人 正在大厦异能特战队总部 派来保护灵号的灵云战神 不过灵云战神 刚要冲下去救灵号 却见到灵号身形消失在原地 瞬间来到一个孟家异能者身侧 一剑斩出 剑身之上 竟然仍然带着八荒神火 不过那火焰 确实并没有很多 只是包裹住了剑身 速度和力量 竟然都没减弱 这小子有点古瓜呀 灵云战神 暂时了救援 凌空二立 孟家异能小队 冷笑 只要还有一能 不过只怕所剩无几了吧 就这点一能 还敢主动进攻 找死 狂暴 那人右手突然出现了一个拳套 悍然轰出 一拳打在了剑身之上 他本来想依此将灵号轰飞 可惜下一刻 他却突然感觉一拳挥空 惨叫起来 然后他才看见 他的拳头手臂都不见了 空间碎片怎么可能 啊 声音戛然而止 灵号一个转身 一剑刺入其胸口 整个人瞬间被隐藏在 剑身火焰内的空间风暴 给搅成了碎片 同时被破碎的虚空吞噬 凌云战神眼神何等毒辣 顿时脱口而出 又一个S级异能 双S级异能 难怪刚才如此胆大 总不这些家伙 这么重要的讯息 竟然没告诉我 孟家小队只剩三人 三人都是满脸惊愕 发生了什么 三人都吓得停止了进攻 胸口受伤那个 更是赶紧转身逃命 灵号冷笑 屈指一谈 一颗空间风暴球 怒射而出 转眼追上 洞穿了他的胸膛 其胸膛出现了一个漆黑空间 那是破碎的虚空 其中有空间碎片 疯狂呼啸切割 转眼间就将他全身搅碎 吞噬 连渣都没留下 孟家异能小队 只剩两人了 两人都是忍不住惊恐的颤抖 这是什么异能 双S异能 还是队长聪明 你既然是双S异能 不愧是异能神佛 太神奇了 难怪家主竟敢冒这么大的风险 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 我是双S异能 那就去死吧 第35章 危机四伏 孟家异能小队 只剩两人 连武器都没了 他们开始恐惧了 对于死亡的恐惧 哪怕两人等级都比林浩高 却还是怕得要死 因为林浩是双S异能 虽然只有一接触击 但打了这么久 却不会累 林浩可不给他们机会 身形一闪 消失在原地 下一瞬 出现了孟家小队之人面前 赤焰猎天斩 藏着空间风暴 笼罩八荒神火的剑 凌空斩下 分开逃 队长大喊一声 两人立即落荒而逃 有武器的时候 尚且无法打到林浩 现在没了武器 两人只能逃了 用拳头去打林浩 那是不可能的 那跟送死没什么区别 可惜 林浩似乎算准了 两人会逃 剑到半空 已经改斩为横扫 十几颗空间风暴球 呼啸而出 追向两人 其中一颗 直接洞穿了一人 啊 恐怖的空间碎片 在他体内肆虐开来 切割 脚碎 吞噬 转眼间 空间风暴消失 彭扶什么也没发生 孟家小队队长 也好不到哪去 他躲开了很多颗空间风暴球 但却有一颗空间风暴球 与他的手臂擦身而过 他的手臂 顿时像被凶兽咬了一口似的 瞬间缺掉了一大块 啊 惨叫声响彻天际 孟家小队队长 出于恐惧 果断斩掉了自己的手臂 惨叫声再次响起 林浩身形急速划过 一剑断了孟家队长双腿 啊 孟家队长摔倒在地 鲜血喷涌 说 孟家这次来了多少人 林浩一脚踩在他脸上 立声问道 啊 我说 我说了 你能饶我一命吗 林浩驱止一谈 一颗空间风暴球飘落 孟家队长仅剩的一条手臂 瞬间被空间碎片 脚碎吞噬 啊 惨叫声撕心裂肺 你没资格跟我讲条件说 啊 我说 我说 除了家主 孟家的小队都来了 还有两只小队 也要找你啊 求求你 快斩断我的手臂 林浩不管他 几个空间风暴科 呼啸而出 将所有孟家小队尸体 化为灰烬 林浩 你不得好死 就算你是双S异能又怎样 你不过是一阶出击 异能早晚有耗尽的时候 可这荒野之中 却还有两只孟家的异能小队在找你 他们的实力比我还强 你早晚 还是要落入孟家手中 到时 家主就会替我报仇了 啊 小队队长得惨叫声 也很快戛然而止 十股无存 林浩快速度取出营养液 喝了下去 然后身影消失 向荒野深处飞掠而去 孟家既然已经知道了 进入荒野讯息 只怕还有更多想要我命的人也来了 接下来 会有很多恶战 我得多攒点凶兽点了 否则只怕出不了这荒野 去荒野深处 杀高阶的凶兽去 不然太慢了 孟家 我出荒野之日 就是孟家覆灭之时 林浩立即用战将领牌 联络了和林队长 孟家就是当年害我父母的凶手之一 你帮我盯着孟家 别让他们逃跑了 和林一惊不小 孟家人进荒野追杀你了 放心 孟家的一支异能小队 已经被我灭了 剩下的两支小队 也是早晚的事 那你还是小心点 千万别大意了 孟家的人 我会让人盯着 你放心就是了 谢了 凌云战神笑了有意思 知道还有强敌 竟然没逃跑 我越来越喜欢这小子了 黄爷某处 孟家的两支异能小队 正在一起休息 补充营养业 这两队的队长 是一队兄弟 哥哥卢龙 四阶中级异能 弟弟卢虎四阶出级异能 卢龙不懈地笑道卢虎 你说这次家主 是不是太心事动众了 就算异能神父再重要 林浩也不过是一阶出级 用得着咱们三支小队 一起出手吗 大哥说的是 家主太小心翼翼了 林浩那小子 根本不值得咱们大动干戈 咱们只要跟着那支小队 等他们抓到林浩 再抢过来就是了 哈哈走 咱们加快点速度 我估计 这次找梦里的人不会少 可别让其他人抢走啊 半个小时候 队长 不好了 前面出现了打斗痕迹 另一支异能小队 可能已经全军覆没了 怎么可能走 去看看 不对啊 从这些战斗痕迹来看 对方应该使用了不止一种异能 可是家主不是说 林浩觉醒的是 火系异能吗 如龙疑惑不解 一定是他有帮手 卢虎脱口而出 没错 一定是帮手 否则他怎么会这么傻 独自一人进入荒野 一定是早就在荒野中 埋伏了帮手 看来咱们要小心点了 不 小心是要小心 但现在反而要加快脚步 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 异能和战力都下降了 我们要赶紧找到林浩 还是大哥聪明啊 一天后 大哥 林浩这小子 是长了翅膀吗 怎么速度比我们还快 一直追不上 卢虎疑惑不解 一脸不快 如龙皱眉布 以林浩一阶出击的实力 速度不可能快过我们 是他的帮手 他的帮手 觉醒的 应该是速度异能 不过他不停地跑 不停要杀凶兽 战力和异能 都无法及时恢复 指挥越来越弱 只要我们能追上林浩 他只有束手就擒 黄野中 顾星仪和高佳佳 各自带着自家的一支异能小队 寻找林浩 顾星仪要是能在荒野中 帮到林浩 他一定会同意 跟我在一职的 经历了荒野的残酷 林浩才会明白 能有个强大的靠山 有多重要 我要赶紧找到他 最好是在他身陷险境的时候 这样 他就会跟我在一起了 荒野入口附近 荣省武考提名第四的唐力 带着自家的异能小队 要找林浩比试 我就不信我唐力真的不入林浩 我要是在福城参加武考 分数一定比他高 去往福城的超铁之上 全国武考第四的宋狱 同样带着自家的异能小队 去找林浩 没想到我有生之年 竟然会去福城这种小地方 林浩 你最好能坚持住 晚点出荒野 我要光明正大的挑战你 夺回本该属于我的 全国武考第一名 还有许多异能杀手 得知讯息 也潜入了福城荒野 寻找林浩 只为那五个异的悬赏 某神秘之地 一片阴暗 一道威严的声音 响起异能神符 实在太过重要 福城那些废物 未必能成事 未防万一 你们几个去趟福城 务必拿到异能神符 或者 将林浩带回来 否则 你们就自行了断吧 放心 区区一阶异能者而已 一个面色阴沉的四阶 终极异能者 阴沉地说道 和林收到讯息 让老六等人盯着孟家 自己也赶紧向荒野赶去 虽然他知道 有陵云战神 暗中保护林浩 但他就是莫名地不放心 我这是怎么了 第36章系统升级 暴爽奖励 全面提升 斩杀二阶巅峰凶兽 霸王无功 获得凶兽点80 斩杀二阶巅峰凶兽银角虎 获得凶兽点80 斩杀三阶初级凶兽银角虎 获得凶兽点160 斩杀三阶中级凶兽烈火虎 获得凶兽点320 一天时间 林浩深入荒野深处 不眠不休 斩杀凶兽 斩获了19950凶兽点 杀得许多凶兽 一看见林浩就跑 林浩隐藏在一个石洞之中休息 开启了面板 姓名林浩 等级一阶初级异能者 异能S级八荒神火 S级空间风暴 力量2600点 速度1400点 精神1200点 凶兽点19975点 技能吃烟烈天 斩成长形技能 无上限 当前等级 一阶巅峰 袍钉切菜刀法 二阶刀法 当前等级 二阶高阶 风影雷闪 九阶初级速度技能 当前等级 一阶宗师级别 系统 给我加点 提升等级 主人 系统检测到 作者的数学 是体育老师教的 这里建议主人 用所有凶兽点 将系统升级成中级版 中级版系统 面板更加简洁明了 各种升级 也不再透过凶兽点 加点方式进行 而是以直接奖励的方式进行 只要主人不停地努力 斩杀凶兽 成恶扬善 系统 就会不定时地 进行各种奖励 总之 包你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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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话 讲三遍 零号符额 似乎在想 那以作者的数学水平 是怎么写出 我这个文科学霸的 我就信你一次 升级系统零号 果断同意 好嘞 包你爽系统升级中 包你爽系统 已经升级到中级版 奖励S 级异能雷动八方 雷动八方已经启用 奖励一阶 中级异能者等级 奖励力量 速度 精神 全面提升 一阶中级 又一个S 级异能力量 速度 精神 全面提升系统 果然没骗我零号 迫不及待地 开启了系统面板 姓名零号 等级一阶 中级异能者 异能S 级八荒神火 S 级空间风暴 S 级雷动八方 力量相当于 四阶 中级异能者 速度 相当于四阶 中级异能者 精神 相当于四阶 中级异能者 技能赤炎烈 天 斩成长形技能 无上限 当前等级 一阶巅峰 袍钉切菜刀法 二阶刀法 当前等级 二阶高阶 风影雷闪 九阶初级速度技能 当前等级 一阶宗师级别 备注斩杀凶兽 惩恶扬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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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不定期获得 各种主人所需要的奖励 别人只能看出主人等级 看不出主人觉醒的异能 异能觉醒异象也已遮蔽 零号兴奋不已 真的全面提升了 力量 速度和精神 都提升到了四阶中级 这是要逆天啊 比之前用19975点 凶兽点提升 强了几十倍 果然人性化 雷动八方 还是强悍的雷系范围攻击型异能 发动时 会形成遮天雷网 所有人都逃不出去 太爽了 要是加上速度技能 风影雷动 还有战甲的加持 我的速度和力量 还可以更快 爽 现在的我 可以同时控制 三千颗空间风暴球 或者八荒神火球 第一颗的威力 都强大的可怕 足以斩杀三阶高阶异能者 最关键的是 我的等级才一阶中级 这要是升上去 完全是一路碾压呀 包你爽 果然爽 零号果断从石洞中走出来 经过升级提升 他战甲也不穿了 肚子也不饿了 是该回复成报仇了 出荒野的一路上 顺便解决一下 那些不开眼的人 半空中的凌云战神 看到零号 神情一阵 差点从天上摔下来 什么情况 进去一下 就突破一阶中级了 这特魔是什么石洞 而且 我虽然看不出 他的真正实力 但感觉比之前强太多了 不愧是双S级异能啊 这趟任务没白跑 我将见证一下 绝世天才的诞生 出荒野的路上 零号杀了不少凶兽 收获了许多凶兽资源 然后 遇到了顾星仪和顾家的异能小队 零号 真的是你 我终于找到你了 还以为你出事了 担心死我了 顾星仪老远看见零号 就兴奋地冲了过去 你没事吧 怎么浑身是血 你的战甲呢 顾家小队的人都是有些不满 在他们看来 零号还没成长起来 根本不值得自家小姐这样倒追 还满荒野地到处找 可是想到零号能独自杀进荒野深处 顿时又是震惊 又是疑惑 你来干什么 不是说了 对你没兴趣 别烦我嘛 零号朗朗地说道 顾星仪郑重 无比委屈 眼眶顿时湿润了 我有什么不好 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 这时 高家家和高家的异能小队 也来了 高家家一看来晚了 又看零号一身是血 顿时汗如雨下零号 你找得我好苦啊 你没事吧 可是 他心里却是震惊无比 这是荒野深处 就算是他 没有小队保护 也不敢深入 零号却安然无恙地走出来了 女人流泪 一脸深情 零号无奈 瞪了高家家一眼 他吓得赶紧停下飞奔的脚步 你们两个 离我远点 否则要是破坏了我的计划 别怪我不客气 零号说完就走 两女一愣 吓得都不敢动 对视一眼 对彼此都充满了提防 很快 唐力也带人 找到了零号 终于找到你了 零号 我要挑战你唐力一脸不屑道 你哪位零号淡淡道 面对唐力和唐家的异能小队 一点也不害怕 我是唐力 没听说过 你我是荣省无考第四名的唐力 荣氏意中的唐力唐力 大声说着 底气却明显不足 哦 原来是手下败将 滚开 零号毫无兴趣 说完就走 第37章 一招秒杀 唐力怒及返校零号 你是怕败给我 名誉扫地吧 浮城的考生 都是弱鸡 全是战武渣 稍微强一点的凶兽就杀不了 你不过是比他们稍微强一点 考场大部分的凶兽 都被你杀了 所以 你的分数才那么高 你不过是捡了考场的便宜罢了 零号停下了脚步 看来不将你打发走 你会一直这么叽叽歪歪下去了 顾兴仪和高佳佳 看到有人拦住零号 似乎要以多七少 急得都冲了上来 唐力 竟然是你 不要脸的人 竟然以多七少零号别怕 我来保护你 顾兴仪大声喝道 高佳佳也几乎同时怒到唐力 你算什么男人 竟然带人在荒野围堵零号 零号别怕 我来帮你 唐力心都碎了 顾兴仪和高佳佳 是他心中的女神 两人他都追过 无一例外都被拒绝 他只好找其他女生发现 这次 他本来想 拿个荣氏五口第一 再去追他们两个 可却找不到两女 没想到跑复城荒野来了 还不停地维护零号 唐力愤怒 而又嫉妒地瞪了零号一眼 转身笑容满面地 对顾兴仪和高佳佳道 你们误会了 我是要挑战零号 根本没有围堵他 他根本就不配我围堵他 我带人来 只是保护自己安全而已 你才不配你便宜 都不配 零号是五考全国第一 你根本没有资格挑战他 顾兴仪丝毫不给唐力面子 高佳佳也是就你那点分数 给零号提鞋 都不配 你还同时追过我和顾兴仪 你这个渣男 连零号一根毛都比不上 真让人恶心 他还玩弄了很多女生 顾兴仪愤怒无比 死死地盯着唐力 唐力大怒 没想到 两个他心爱的女人 竟然这样骂他 这也更激起了他的好圣心 你们傻啊 零号的分数 都是水分 你们敢不敢跟我赌 要是我打败了零号 你们就做我女朋友 赌就赌 两女一口同声 没想到 他们这么看好零号 唐力一阵失落 眼中闪过杀意 心想打败零号后 一定要好好蹂躏他们 这可是荒野区 律法都不管的地方 他可以为所欲为 那你要是说了怎么办 顾兴仪冷冷问道 而且还拿出了手机录影 没错 要是说了怎么办 高家家也是不客气 也拿出了手机录影 看他们处处为零号着想 唐力心里发狂的嫉妒 我是不可能输的 要是输了 任凭你们处置 好 我们这么多人 也不怕你反悔 唐力转身 先是对唐家艺能小队 使了个眼色 然后瞪着零号 我要堂堂正正地打败你 让你名誉扫地 零号加油 打败这个渣男顾高粱女 同时呐喊 没脸激动 零号神色淡漠 像看小丑一样看着他 唐力大怒魔化 唐力 B级异能魔化 属于强化的一种 但在B级异能中比较靠前 比一般的强化要强许多 他自认为这是他的底气 唐力全身黑气缭绕 身形变大了一倍 战力提升了两倍 唐力野兽般的怒吼一声 冲向了零号 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唐力 唐家的异能小队突然出手 用剧毒暗器 偷袭了顾高两家的异能小队 好几个人当场毙命 只剩两个队长 中了毒 脸色发黑 惨叫两声 也倒下了 唐家异能小队 整体实力 本来就比顾高两家的异能小队 队长更是四阶初级异能者 加上又是偷袭 顿时全军覆没 顾星仪和高佳佳 大惊失色 没想到唐力如此阴狠 都吓得瑟瑟发抖 却不忘提醒零号零号小心啊 唐力太阴毒了 千万别大意啊 唐力得意的狂笑 自以为一切尽在他掌握之中 只要打败零号 顾星仪和高佳佳两个笑话 就是他的囊中玩物 就算打不过 唐家的异能小队出手 零号也只有被打的份 顾星仪和高佳佳 还是逃不出他的魔爪 而且一旦打败零号 那零号的全国第一名 就是他的 唐家和他 都将从此蒸蒸日上 各地的笑话 都会向他投怀送抱 想到这些 唐力就无比的兴奋 零号面色一寒 突然动了 快如闪电 连残影都没留下 碰 一拳 唐力直接被零号一拳 哄什么屑 连异能都没使用 全场死记 顾星仪和高佳佳震惊的 张大了樱桃小嘴 零号你太棒了 顾星仪和高佳佳 惊喜不已 没想到零号这么强 连异能都没用 单凭纯力量 一拳便秒了唐力 两女本能地向零号跑去 搂住了零号手臂 紧紧贴着零号 神色再次变得惊恐起来 唐家异能队长 大怒零号 你找死 敢杀我家少主 不过他最在意 却不是这个 反而邪恶地盯着顾星仪 和高佳佳打量 两女吓得都躲到了零号身后 零号 怎么办 唐家人私下一向心狠手辣 怎么办 我们死定了 高佳佳几乎绝望了 他们都是一阶一能者 唐家异能小队 最低都是三阶高阶一能者 根本打不过 顾星仪都快吓哭了零号 我不想死啊 我还没谈过恋爱 为什么 你没有早点同意做我男朋友 不然我死也瞑目了 唐家队长邪恶地笑道放心 你不会缺男朋友的 等我杀了零号 马上就做你男朋友 我可比他强多了 我也是唐家小队另外四人 也是邪恶无比的笑道 八荒神火 零号眼中杀气涌现 突然一见横扫而出 恐怖的紫色火焰 如滔滔江水 洗卷去 瞬间笼罩唐家小队伍人 刺耳的惨叫声猛然响起 又快速地嘎然而止 火焰消散 地面一片焦黑 唐家小队伍人 连渣都没留下 凌云战神震撼无比 这小子的实力 竟然提升了这么多 太不可思议了 这样下去 岂不是用不了几个月 就能达到战将级别 太可怕了 反转来得太快 顾兴仪和高佳佳都傻眼了 片刻后 两女才惊醒过来 欢呼跳跃 这就是全国五考第一的实力吗 太逆天了 零号 你太强了 零号 你太棒了 让我做你女朋友吧 我再也不想留遗憾了 顾兴仪说着 大胆一抱住了零号 生死之间的精力 让她明白了 喜欢的事 一定要大胆去做 千万不要留遗憾 高佳佳也不示弱 也猛然抱住了零号 哽咽到零号 做男朋友吧 零号仅仅是一阶中级 却能一招秒了唐家小队五人 这样的逆天实力 虽然他们 想不通为什么 但这样强大无比的男人 他们可不会放过 零号被两大笑花 前后夹击 差点就心援一马啊 但很快就如君王般冷漠道 我对你们没兴趣 不过倒是可以给你们一次机会 第38章 臣服于我 要我顾家臣服于你 我要高佳臣服于你 顾兴仪和高佳佳 都愣住了 他们本来只是想给零号 一个追求他们的机会 后来发现 零号强大的 根本对他们不感兴趣 他们不想错过 零号这个天之骄子 开始倒追 谁知 现在零号 却要他们两家臣服于他 虽然他们已经看到了 零号真正的实力 一招就能秒掉 唐家异能小队五人 而他的等级 不过才一阶终极而已 这样的天才 未来起码是战神 甚至是战神之上的存在 前途无量 若零号成为战神 那就算是魔都 和燕京的世家 也会巴结他 更说是容氏的世家了 可毕竟现在的零号 还不是战神 做他女朋友 和家族士族于他 这之间的反差 实在太大了 哪怕顾星仪和高佳佳知道 零号确实有成为战神的实力 一时间也无法接受 顾星仪和高佳佳脸上 都露出了委屈 难受和纠结无比的神情 我需要考虑一下 这件事情太大了 我要跟我爸说一下 顾星仪和高佳佳 说出了相同的回答 你们只有一天时间考虑 零号淡默地说道 他可不是求顾星仪和高佳佳 机会只有一次 错过就不会再有 收服顾星仪和高佳佳 是为了保护刘顺和苏林 也是为了保护荣赏 毕竟 浮城也算是滨海城市 虽然没有过 发生毁灭级的寿潮 但是一旦发生 那就更加是灾难性的 不得不防 虽然很多人觉醒异能 成为了异能者 但是很多异能者 最后并没有加入官方组织 为保护人类而战 各国的情况皆是如此 这从一定程度上 削弱了人类和大夏的实力 收服高佳和顾佳 可以增加官方异能者的实力 同时拥有自己的势力 以后办事也会方便些 但并不是非高佳和顾佳不可 零号说完就走 顾星仪和高佳佳赶紧跟上 现在仍然处于荒野深处 没有零号保护 他们分分钟 就有可能被凶兽吃掉 两人看着零号的背影 心里无畏杂陈 So 突然千米之外 一颗合金子弹呼啸而来 发出了音爆声 顾星仪和高佳佳大惊失色 能发射合金子弹的枪 都不是一般的枪 子弹的射速也快更多 一般人等听到音爆声 再出手 反应根本就来不及 顾星仪和高佳佳 几乎本能地急跑几步 想躲到零号身后 哄 八荒神火 零号使用异能 身前子火缭绕 瞬间形成一面火墙 无间不摧的合金子弹 一接触到八荒神火 瞬间被烧成灰烬 零号目光一凝 盯着左前方某处草丛 眼中杀气浮现 杀 零号身影 瞬间消失在原地 怎么可能他 就算觉醒了 S级异能 可等级也不过 十一阶中级 怎么可能烧掉 我的合金子弹草丛中 一名三阶中级异能杀手 惊骇不已 不好 他的速度 杀手话还没说完 零号已经闪掠到他身前 一手掐住了杀手脖子 抓小鸡一样 把他提了起来 谁派你来杀我的零号目光冰冷 我说 我说 你别杀我是赵家 赵家在地下事件 释出了对你的悬赏 武艺 买你的人头 赵家 赵捷零号眼中杀鸡必现 我已经说了 求求你放过我 最后一个问题 你来自什么杀手组织 我没有组织 只是一个普通的异能杀手 接一些零散的单子罢了 瞧瞧你 放了我吧 咔嚓 零号毫不犹豫 扭断了杀手的脖子 放了他 让他再去杀别人 怎么可能 顾星仪和高家家追了上来 刚才那一幕幕 再次震撼到了他们 现在的他们 更是一步 也不敢远离零号 同时也明白 为什么之前 零号要让他们远离他了 之前他们家的异能小队 还没全军覆没 要是一群人跟着太近 那么杀手可能就不敢出现了 原来零号早已知道 有人要杀他 竟然胆大到 用自己当诱饵 主动又是杀手出身杀他 这份自信和魄力 太强了 零号 你可不能丢下我呀 顾星仪和高家家 都是本能地搂住了零号 零号皱眉放开 你们这样搂着我 杀手再来怎么办 不怕被我的火焰烧死吗 顾星仪和高家家一个机灵 吓得赶紧撒手 后退了几步 零号沉声道 你们好歹是容审无考第五 第六名 要不是我带队霸榜 你们的排名还会更靠前 别一副胆战心惊的样子 虽然你们打不过那些杀手 但你们可以好好观摩 对提升你们的经验大有好处 否则 以你们的这星星 就算进了名牌艺能大学 毕业之后 也成为不了真正强大的艺能者 顾星仪和高家家猛然惊醒 对啊 零号实力这么强 对付的又都是强大的 三阶四阶艺能强者 这可是难得的观摩机会啊 异能者 除了要强大的异能 更重要的 还是要有强大无比的意志 顾星仪和高家家 顿时精神了起来 而且 零号肯这么说 就说明 他不会丢下我 我要好好把握 这难得的观摩机会 零号收走那名杀手的空间戒指 和和金枪 就继续向外走去 戒指里面 竟然还有三百多万的现金 没走多远 零号突然停下了脚步 嘴角泛起一抹冷笑出来吧 三阶高阶异能者 竟然还躲躲藏藏 顾星仪和高家家都市一惊 他们两个根本没有觉察到 这附近有人埋伏 零号早轻易发现了 呵呵 小子 不错 看来你真的觉醒了S级 而且对你的各项能力 都拥有不错的增幅 一个青年三阶高阶异能者 冷笑道 可惜了 觉醒了这么强的异能 却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到头来 也只能夭折了 一个中年四阶 初级异能者摇头道 接着 又出现了九个杀手 都是三阶高阶 巅峰和四阶初级的异能者 不过我们这么多人 五一赏金 似乎不够分啊 这不是还有两个小姑娘吗 而且还是世家千金 到十个几个先爽够了 再用他们去换赎金 不是两全其美 一个四阶初级异能者 邪恶的冷笑道 哈哈 周哥说的对 这两个美女的价格 可不低啊 而且 光他们身上的战甲 就值五个亿呢 顾星仪和高家家穿的 都是四阶初级战甲 只不过以两人的实力 根本发挥不战甲的真正实力 顾星仪和高家家立即 惶恐不安起来 虽然之前 林浩一招团灭了 唐家异能小队 可这次 却来了十一个杀手 两人都担心 林浩不是对手 就算林浩再强 可之前已经消耗了 不少异能了 要是林浩打不过他们 那他们两个的下场 简直无法想象 战神凌云 双手抱胸 眼神凌厉的俯视 下方林浩 不知这一次 你能否再创家计 第三十九章英狠的赵杰 荒野深处边缘地带 赵杰带着赵家两支异能小队 埋伏在茂密的树棺之上 查看着荒野深处的动静 小姐 刚才已经进去了十一个杀手 林浩那小子死定了 咱们不跟进去吗 赵家异能小队的队长陈生道 别急 林浩虽然等极低 但他觉醒的异能 可是S级 他的真正实力 绝不只看起来那么简单 先让那些杀手打头阵 我赵家不差那点钱 要是那些杀手 能杀了林浩 那就最好 不然等他大战过后 异能消耗的差不多了 我们再出手 到时他想跑都跑不了 我们就把那些杀手和林浩 一起解决了 赵家神色 因很无比地说道 此时 他美丽的脸庞 都因愤怒仇恨 而变得猙獰 要是没有亲眼看到 简直无法想象 笑话竟然会有 这么黑暗的一面 小姐说得对 还是小姐聪明 林浩看着十一个 包围他的杀手 脸色平静无比 杀手周哥阴沉道 咱们都别先急着盘算 怎么分赏金了 这林浩觉醒的是 S异能 而且他能从荒野 伸出出来 连战甲都不穿 只怕有点底牌 咱们可别大意了 其他人纷纷点头 还是周哥稳妥呀 我们一起出手 先将林浩围杀再说 大家一定要出全力 不可留守 好 十一个杀手 齐声木鹤 杀气震天 林浩冷笑 面不改色 林浩 你一定要小心 林浩 千万要小心 顾星仪和高佳佳 关切地提醒道 你们两个 站在我身后 别动 林浩不可质疑地命令道 是 两人本能地应道 现在只有林浩能救他们 他们没有选择 如果林浩败了 那么 他们的下场将很凄惨 杀 十一个杀手 同时发动进攻 杀手不愧是杀手 每次出手 都是全力以赴 冰冻 狂暴 急速 暗影 烈焰 雷霸刀 炎疾枪 十一种异能 同时施展 有的攻击 有的辅助牵制 威力叠加数倍 杀手不可怕 可怕的是 杀手懂得合作 顾星仪和高佳佳 从来没见过 这种狠辣的场面 吓得本能地发抖 八荒神火 空间风暴 林浩连续施展两种S级异能 护住全身的同时 也形成了空间风暴护照 和八荒神火护照 一里一外 互助顾星仪和高佳佳两人 想要收服人 自然要恩威并施 如果一味霸道 长期下去 只会把人吓跑 不会心甘情愿地臣服 这一瞬间 震惊了十一个杀手 怎么回事 悬赏情报 有物灵号 不仅觉醒了一个S级异能 而是两个 我还从来没听说过 有人觉醒过 两个S级异能 异能威力 同样会叠加 怎么办 周哥大声道士已至此 都别耸 他异能再强 也无法持久 等级的差距 摆在那别停 都给我继续 周哥说得对 杀 顾星仪和高佳佳 也惊呆了 两个S级异能 半空中的凌云战神 微微皱眉 这小子虽然很强 但对方人数优势太大 也不知道他行不行 他已经做好了 随时救援的准备 轰 封影雷闪 雷动八方 方圆三百米 瞬间被雷王笼罩 一条条粗大的雷霆 灵灭不定 发出噼里啪啦的恐怖声响 什么三个S级异能 凌云战神 震惊无比 不 这不可能 三个S级异能 从来没人觉醒过 三个S级异能者 这 这已经颠覆了我的认知 顾星仪和高佳佳都 实化了三个S级异能 这怎么 可能难怪零号 完全看不上我 还要我和家族 臣服于他 之前我还在犹豫 现在看来 我实在太傻了 虽然臣服于零号 就无法得到他 可是在这生死对战中 他也保护了我 可见他人并不坏 霸道中还有柔情 跟着零号 对家族百利尔无一害 我一定要好好 把握这个机会 十一个杀手 也全都吓傻了 胆子小的 已经吓尿了 如果说 零号只觉醒了 一个S级异能 那么在荒野中杀了他 官方或许查一下 查不到就算了 可是三个S级异能 那恐怕汇举全国之力追求 不死不休的那种 不管他们杀没杀掉零号 今天都必死无疑了 说不定 早就有战将 甚至战神级强者 在暗中保护零号了 因为觉醒三个S级异能的人 未来绝对可以改变战局 大厦的高层 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这一连串的想法 在十一个杀手心中闪过 所有人都吓坏了 那个周哥 也不例外 他甚至是最清楚 自己的下场的人 与此同时 十一个杀手的攻击 同时击中了零号 可惜零号早已消失在原地 寒冰浴火 瞬间融化 用武器的 武器瞬间烧成灰烬 用拳脚的 直接缺胳膊断腿 惨叫声接连响起 却又快速消失 同时施展三个S级异能的零号 速度快如闪电 十一个杀手 没有一个能躲避 那个觉醒 急速异能的杀手 也不行 喷喷 零号一拳一个 几秒钟的时间 十一个杀手 除了三个 被雷霆炸死 剩下的 都被他一拳冻穿 八荒神火的焚烧 加上空间风暴的切割吞噬 不到片刻 全部尸骨无存 要不是地面一片焦黑 甚至看不出 发生过战斗 凌云战神震惊 激动得全身颤动 哪怕当年斩杀七阶巅峰凶兽 也没这么激动 零号 太强了 太强了 天佑大夏呀 零号收了一能 顾星仪和高佳佳重新现身 也不知是激动 兴奋 还是恐怖 两人都是不约而同的瑟瑟发抖 紧张无比地看着零号 零号 你真的觉醒了 三个S级一能 零号 你之前说的 要我家臣服于你 还算数吧 当然 零号严谨一该 惜字如鸡 我顾家愿意臣服于您 顾星仪毫不犹豫到 我高佳愿意臣服于您 高佳佳 也是脱口而出 很好 不过够你们 最好还是先说服你们的家主 否则到时候出而反而 可别怪我心狠手辣 放心 我一定会说服 我爸的良女 一口同声道 零号点头还有一点 你们只能告诉你爸 我觉醒了 两个S级一能 懂吗 顾星仪和高佳佳 连连点头 保证绝不乱说 这其中的厉害关系 他们自然是知道的 系统检测到 主人连续奋战 异能和体力有所下降 奖励S级一能 枯木冯春第40章 新S级一能 永不疲惫 新S级一能 枯木冯春 零号机动不已 升级后的系统给力啊 枯木冯春 治疗型异能 会源源不断 自动吸收周围能量 补充体力 恢复异能 治疗伤势 让主人战斗 永远不疲惫 恢复力逆天 还可以帮人恢复 治疗 包治百病 新异能已自动启用 零号瞬间感觉到 周围天地间 有股奇异的能量 涌入体内 消耗的异能和体力 被恢复过来 惊喜不已 零号机动 无比有了枯木冯春 就算是受潮 我也可以单枪匹马 杀进去啊 走 我倒要看看 还有哪些不开眼的人 零号意气风发道 顾兴仪和高佳佳 赶紧跟上 两人眼中都充满了惊奇 我怎么觉得 零号一点也不累 S级异能 这么持久吗 两人想着想着 突然满脸通红 赶紧快步跟上 两人一边走一边 激动地给家里打电话 顾兴仪罢 我再慌眼 遇到唐家的人 我带的小队 全军覆没了 还好零号赶来 救了我 顾刚惊怒唐家 这是找死我 找人灭了唐家 顾兴仪罢 这事先别急 我打电话 是要跟你说 零号想让咱们顾家 臣服于他 我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可以让我们顾家 真正崛起 等等 臣服于他 他虽然觉醒了 S级异能 可是 才刚刚觉醒不久啊 顾刚心里很不是滋味 爸 我一开始也觉得很委屈 但是 我告诉你一个零号的秘密 你千万不要说出去啊 什么秘密你说啊 顾兴仪看了看四周 小声道他觉醒了 两个S级异能 而且他刚才一个人 干掉唐家六个人 唐家的异能小队 你是知道的 那可是四阶的异能小队啊 顾刚震惊无比什么 零号觉醒了两个S级异能 你说的是真的你 可别胡说八道 可千万不要为了找男朋友 把我们顾家给搭上 顾兴仪打断霸 你乱说什么 这种事 我怎么可能乱说 我还不是为了顾家能发展壮大 否则我怎么愿意臣服于人 而且零号说了 机会只有一次 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考虑 顾刚情绪激荡 他很清楚 觉醒两个S级异能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零号只要不死 日后必成战神 战神之上 也极有可能 这样的人 值得他臣服 好 只要你没乱说 我就答应顾刚下定了决心 顾刚心想 零号这样的天才 肯定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顾家沉浮于他 那么东南王想要吞并顾家 就得掂量掂量了 高家家那边也是一样 高家家主很快就答应 沉浮于零号 大树底下好乘凉 这道理 他们都懂 任务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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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成地下世界的暗网上 接连跳出十一条任务失败的资讯 震惊了整个地下世界 什么情况 十一个任务全部失败了 零号不是才一阶出级吗 这种送钱的任务 怎么会失败 估计是他们大义了 零号毕竟是S级 他们要是太大义 不是没有可能阴沟里翻船 我觉得是零号有人保护 他们才失守大义的可能性比较低 S级异能 有人保护很正常 看来这钱并不好赚 有人保护 那除非加钱 否则没人敢去了 周哥四阶都失败了 四阶以下 更没人敢去了 四阶以上 这个价格太少了 何灵接到小队的讯息 得知浮城地下世界暗网上 有人在悬赏沙灵号 脸色顿时阴沉 何灵立即拿起手机 打了一个电话红 我忘了 给你五分钟 把浮城地下世界暗网 给我搞瘫痪掉 燕京郊外一栋别墅 一个身材高挑 喝着可乐 吃着薯片 宅家追剧的女生 接了电话林姐 可是人家 在追剧啊 何灵信不信 我把你瘫痪英国花旗银行 黑了他们五百亿的事 公布出去 红魔哀哑 追剧哪有林姐重要 给我一分钟 马上搞定 红魔开启电脑 一秒开机 笑道林姐 地下世界的事 你们小队 不是一般不管吗 这次怎么了 何灵气愤 有人在上面悬赏 暗杀我一个朋友 男朋友 何灵一愣 赶紧解释不是 不是真不是红魔停手 不是男朋友 那我可就不帮你了 我可不怕花旗 我出手 根本就不会留下什么证据 真的不是 你赶紧的 不然我把你燕京地址给你老妈 让他把你抓回去 跟那个两百多斤的李公子相亲 我才不怕啊 林姐 你这可以啊 千年铁树开花了 那么多燕京魔度的世家公子追你 你不要 结果自己出手了 你现在变成真正的女人了吧 难怪这么关心他林浩 我知道了 全国无考 敌那个太帅了 林姐 你要是不要 我可不客气了 你胡说 你是不是脾痒了 何林愣住 你敢入侵我别墅摄像头 红魔小意思了 我已经储存下来了 以后看你拿什么 威胁我 何林脸上火辣了 但他人再慌眼 没时间跟他废话 强行严肃道 这些以后跟你说 现在赶紧给我把暗网瘫换掉 搞定 何林一愣这么快 你第一天认识我呀 我再帮你助攻一下 哈哈 浮成地下世界暗网 一片红 中间一行字 林浩已经名花有主 谁敢动他 我让他回到解放前赵家 你们等着破产落款红魔 地下世界一片哀嚎 这是什么警告天啊 是红魔传说中 黑了花旗五百亿的男人 红魔竟然为林浩出头 还好我没接着胆 赵家完了 赵捷银行账户的流动奖金 突然被清空 林浩的卡上 突然多出了五十八亿 还收到了一条和林的资讯 既然赵捷敢悬赏杀你 那我就让赵家破产 这是劫恶济贫 就当是给你的精神补偿 千万不要客气啊 林浩什么鬼队长 还是个面冷心热 劫恶济贫的骇客 不过这语气不像他 赵捷全家都疯了 一定是林浩找人钱的 是红魔啊 暗网已经被瘫痪了 红魔点名保护林浩 直说让我们赵家破产 完了 没有流动奖金 我们真的要破产了 赵捷父亲 赵涵气得摔了手中的 八十二年拉飞 仰天怒吼林浩 我跟你势不两立 赵捷接到赵涵电话 暴怒的声音 吓了他一下 你还没找到林浩吗 赶紧给我找到他 先不要杀他 让他把钱还给我们赵家再杀 我们家被他搞破产了 五十八亿五十八亿呀 你这个败家女 都怪你 为什么要去得罪林浩 你知不知道 红魔是他朋友 赵捷下的手机 都拿不稳 他没想到会这样 没想到 林浩跟红魔 竟然是朋友 更没想到 他爸会凶他怪他 他整个人都贪软在地 悔恨与愤怒的泪水 滑落而下 林浩 我一定要杀了你赵捷怒吼 面色猙獰 这时 柳燕小队突然跟他们遭遇了 赵捷怒气无处发现 看到柳燕颜值还不错 穿得性感暴露 顿时火气更大了 给我杀了他们 赵家一能小队的人 纷纷邪媚一笑 这对他们来说 可谓轻车熟路了 柳燕小队之人 大惊失色 四个壮汉 立即亮出武器 将柳燕护在身后柳燕 你先走 柳燕面色阴沉 我不走 我走了 大家只会死得更快 赵家一能小队放心 美女我们是不会这么快杀的 柳燕小队一个壮汉 拼命推走柳燕你 给我滚啊 你在这只会爱手 柳燕被推走 又回来 我回去 你特模别推我 大不了 下辈子还做兄弟 四个壮汉瞬间眼红 像狂怒的野兽 忽视一眼 狂吼下被子 再做兄弟 杀 实力相差了一间 柳燕小队 已经视死如归了 赵家一能小队 冷笑着冲了上去 双方各种一能全部施展 一时间天昏地暗 尘土飞扬 各种光芒和奇异的一能 铺天盖地 可惜 实力相差太大 柳燕小队虽然拼命 但不到片刻 除了柳燕 其中四人 还是受了重伤 啊 我跟你们拼了 赵家小队 现在就送你们上路 哄 林浩的声音 突然如雷鸣般 响起赵杰 你好狠的心 该死的 是你们赵家的人 第41章 恐怖纯力量 再次重新整理记录 林浩我终于出现了 你这是自寻死路 赵杰一看到林浩 顿时杀气腾腾 这两天 他一直非常后悔 甚至跪求林浩复合 林浩都不理他 现在赵家流动资金 全部被红魔搞走 连他爸赵寒 都开始怪他 他觉得自己里外不是人 又委屈 又后悔 又愤怒 尤其是看到林浩身后 还紧紧跟着两个 比他还漂亮的女生 更是气得不行 难怪你不愿意跟我复合 原来你这么花心 竟然找了两个赵杰 都气炸了 林浩懒得解释 冷笑道 就你还有资格说我花心 你在暗网悬赏杀我 我还没跟你算账之前 是我太仁慈了 今天就一起算了吧 我给过你很多机会 你非但不懂得反省 反而变本加厉 赵姐冷笑 给我机会林浩 别以为我曾经求过你 你就可以高高在上 你虽然觉醒了 S级异能 但你不过是个 刚刚觉醒的人 少给我在这大言不惭 我今天就要杀了你 看你怎么得意 我还要杀了你身后的 两个贱女人 顾心一大怒 你说我可以 你凭什么说浩哥 你这个疯女人 高佳佳也是开启 骂街模式 一点也不淑女 你这个丑八怪 就你长这样 还要脸说我 真不要脸浩哥 你要小心点 这个女人已经疯了 赵姐怒不可遏 嘶吼道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杀 杀了她 柳燕和她的小队 都愣住了 竟然是她 本来以为来了什么高手 可以救我们一命 没想到却是她 柳燕急到帅哥 你们赶紧走吧 你不是他们对手 连我们都打不过他们 何况是你 别为救我 把自己搭进去 她小队的壮汉 也是忍痛劝到小伙子 赶紧走吧 你觉醒了 S级异能 别为了救我们 无谓牺牲 林浩淡淡看了柳燕五人一眼 我不是来救你们的 你们让开点 别碍事 你 你这家伙 你怎么不识好歹 我可是为你好 他们可是杀人不眨眼啊 赵家异能小队的一个 三阶巅峰异能者 已经冲了上来 赵姐和其他小队成员 都觉得没什么问题 在他们看来 林浩刚刚觉醒 一个三阶巅峰 已经大才小用了 他甚至连异能都没使用 直接一个闪身 一拳轰向了林浩 林浩冷笑 同样不使用异能 一拳轰出 柳燕大惊帅哥 你太大意了 用异能啊 其他队员 也是大声几乎小伙子 快用异能啊 你不用异能 就是送死 赶紧用异能啊 别说他们 就连顾星仪和高佳佳 都忍不住担心了 毕竟林浩才一阶终极 他们很难想象 林浩不用异能 怎么打得过对方 三阶巅峰 浩哥 快用异能啊 异能才是你的最强战力啊 顾星仪胆战心惊的喊道 浩哥 异能 异能 快用你的异能啊 刀佳佳也是紧张得要死 赵姐等人冷笑 庞扶已经看到 林浩被打断全身骨头 倒下了 碰 两拳相击 空气震动 林浩和赵家异能者脚下 地面军裂 尘土飞扬 沉闷的鼓段声响起 惨叫撕心裂肺 惨叫声戛然而止 赵家异能者 整个人瘫软了下去 全场震惊 赵姐瞪大了双眼 怎么可能林浩才刚刚觉醒 竟然以纯力量 轰杀了 赵家异能小队队长惊害 大喊林浩不止刚觉醒 他已经一阶终极了 赵姐怒吼 一阶终极又怎样 一阶终极 也不可能用纯力量 杀了三阶 终极他无法置信 顾心仪和高家家 这才安心了 同时对林浩的可怕和强大 有了新的认知 浩哥是真的逆天 竟然连纯力量 也这么恐怖 浩哥太强了 以后绝对是战神 谁也无法阻止他崛起 半空中的凌云战神 也是惊呆了林浩啊林浩 没想到你的纯力量 也这么恐怖 简直不是人啊 再次重新整理了 我的认知 也再次打破了记录 从来没有异能者 可以用纯力量 越级轰杀三阶巅峰异能者 柳燕整个小队都猛了 原来小丑竟然是我自己 林浩不仅人帅 纯力量更是逆天 这么恐怖的纯力量 异能绝对不会低 他们说 林浩觉醒了S级异能 看来是真的 赵结下的疯狂大叫 你们都给我上 都给我上 杀了他呀 他已经吓坏了 要是打不过林浩 林浩真会杀了他 杀 赵家异能小队四人 怒吼一声 全部冲了上去 他们也被吓到了 知道再也不能大意 狂暴 火焰 风之刃 各种异能全部施展 林浩眼中 寒光闪过 瞬间浑身紫火冲天 消失在原地 快到看不到身形 砰砰砰砰 一拳一个 赵家小队的异能 根本无法抵挡 一碰到林浩的拳头 瞬间崩溃 被一拳轰穿胸膛 烧成灰烬 看着他们一个个消失 赵家快被吓疯了 目瞪口呆 一反应过来 撒腿就跑 他边跑边哭 边哭边喊林浩 你别杀我 我再也不会了 我也不想跟你复合了 我从此离开福城 你别杀 别杀我呀 林浩抬手 一颗八荒神火球 飞射而出 转眼间 将赵家笼罩 恐怖的温度 瞬间 将他烧成灰烬 柳燕等人 再次震惊 好可怕的温度 这就是他的S级异能吗 呃 那个 小哥哥 谢谢你救了我们 要不是你 我们已经都死了 那几个壮汉 也是一脸尴尬 但却真心羡慕 与佩服到小哥 真的谢谢你啊 刚才是我看走眼了 别介意啊 林浩淡淡的我说了 我不是来救你们的 你们走吧 柳燕突然 五妹的笑了无所谓了 就算是顺便救的 那也是救 小哥哥 留个联络方式吧 也好让我报答你呢 林浩头没有理他 直接向荒野外走去 柳燕看了看 顾兴仪和高佳佳 似乎明白了什么 大声道小哥哥 没关系 我不介意共享啊 顾兴仪和高佳佳愣了一下 突然明白他什么意思 脸都红到了脖子跟 远处 孟家的两支异能小队 听到战斗声 都围了过来 还真是林浩 终于找到了第四十二章 和林震惊 林浩又变强了 林浩等人没走多远 就被孟家剩下的两支小队 拦住了去路 两支小队的队长 是兄弟 哥哥卢龙 四阶中级异能 弟弟卢虎四阶 初级异能 柳燕和他小队的人 都是大吃一惊 几个除了柳燕 受伤都不已 因此一直跟着林浩 毕竟这才刚走出荒野深处 要是遇到几头三阶的凶兽 他们小队 还是会全军覆没 可没想到 厉害凶兽没遇到 却遇到了两支 孟家异能小队 而且 实力远在刚才的 赵结小队之人 柳燕叹了口气 到林浩小哥 我们是走不了 孟家的小队 再荒野是出了名的邪恶 到处抢异能者的战利品 杀人越货 无恶不作 等下我们小队 跟他们拼了 你们赶紧走 柳燕小队的壮汉 也是豪气到十八年后 又是一条好汉 小兄弟 你们还年轻 林浩淡淡打断 倒是挺感人的 我谢谢你们 但是毫无用处 没实力就少说话 想活命就安静点 你几个壮汉 还想说什么 却被柳燕阻止了 因为 他注意到 林浩经过刚才 和赵家小队的大战后 似乎异能和体力 一点都没下降 虽然看不出什么所以然 但林浩似乎真的深不可测 柳燕挥手 让队员后退到一旁 你真的相信 他一个队员问道 柳燕将受伤的四人 护在身后 警惕地看着前方 我相信他 也只能相信他 不然我们都得死 顾兴怡和高家家 虽然也有点担心 但还是选择相信林浩 看了林浩几场战斗 他们已经看出来了 林浩的气定神闲 绝不是装出来的 他的真正实力 一定深不可测 卢虎大笑 你们还真指望 这小子真是笑话 不过三位美女 你们放心 你们三个 我是不舍得杀的 起码也要玩够 之后再说 孟家两只小队之人 都是哈哈大笑 卢虎指着柳燕 顾兴怡和高家家 笑道大哥 到时你先选 卢龙脸上露出邪恶的冷笑 咱俩亲兄弟 什么先选后选的 一起上不就好了 卢虎顿时激动起来 脑中似乎有了画面 还是大哥会玩 哈哈 这时 远处一道亮丽身形 标示而来 瞬间来到林浩身前 冷若冰霜的脸上 露出关切之色 林浩 你没事吧 正是何林 紧身的牛仔裤和T恤 简简单单 却将他的傲人身材 展露无遗 没事 你怎么来了 不是让你 帮我看着孟家人吗 老六他们看着 跑不了 你没事就 让我先收拾了这些人 何林眼中杀一副线 不用 你休息一下吧 林浩语气平淡 却不容置疑 何林不经意地抬头 看了一眼半空中的凌云战神 看到战神 竟然躺半空中 一手拿酒 一手花生 一副摆烂吃瓜的模样 低头深吸了口气 到那你小心点 他知道林浩没问题 不说别的 光是战神那吃瓜模样 就知道了 否则战神不会那么轻松 而且他也感觉到 林浩又变强了 柳燕看到何林 顿时 感觉自己彻底没希望了 孟家人看到何林 口水都快注下来了 太好了 没想到 又来了一个更漂亮的大美女大哥 我已经等不及了 你们四个给我上 先杀了林浩 如龙道别大意了 一起上出了三个美女 全部斩杀 是 队长 各种异能施展 两支小队 十个人 一起冲向了林浩等人 顾星仪和高佳佳不想 给林浩添麻烦 拖后腿 也退到了柳燕那边 齐声道 浩哥小心啊 林浩目光寒森 冷冷到雷动八方 哄 噼里啪啦 一个遮天雷网凭空出现 天地变色 风云滚滚 电闪雷鸣 将他和孟家两支小队的人 全部围了起来 四个冲向柳燕几人的孟家人 冲在最前的两个 顿时撞在雷网之上 瞬间就被雷电 轰成了炸 刺鼻的焦臭味弥漫开来 震撼人心 紧跟其后的两人 亡魂接冒 硬生生地停下脚步 吓得浑身冷汗 两人刚出了口气 以为没事了 可谁知 雷网仿佛触手 两道粗大的闪电飞出 直接将两人卷住 啊 两人惨叫 但惨叫声很快就嘎然而止 再一看 两人已经被轰成渣了 卢虎本来想说林浩 你这是自负手脚 自觉声落 可看到这一幕 顿时浑身冰冷 刚才死的四个 可都是三阶巅峰的异能者 如龙也是一身寒意 从脚底直穿头顶 怎么可能 林浩才一阶终极啊 另外四个梦家小队队员 更是吓得瑟瑟发抖 有的裤裆都湿了 赶紧停下脚步 远离雷网 从那雷网之上 他们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 柳燕小队五人 差点惊掉了下巴 林浩竟然恐怖如斯 难怪他那么气定神险 原来真的深藏不露 柳燕我怎么觉醒 这又是一个S级异能 顾星仪和高佳佳 激动不已 浩哥加油 何林也是震惊 无比林浩不仅变强了 而且又觉醒了一个S级异能 这是三个S级异能了 难怪林浩战神都开始摆烂了 他看林浩的眼神 也变得有些火热了起来 炉龙怒吼 大家别怕 刚才只是不小心 被他偷袭而已 大家一起上 我就不信 我们六个 还杀不了他一个了 铁弹 上 铁弹是小队的肉盾 但他现在害怕得要死 可惜他不上也得死 孟家不会放过他的 铁弹狂吼一声石化 咔咔咔咔 铁弹全身瞬间覆盖上了 十几厘米厚的岩石 散发着金属般的光泽 给人一种坚不可摧的感觉 砰 铁弹一脚踏出 地面阵裂 卢龙卢虎几人紧跟上 在后面疯狂输出 锋刃 冰到 火焰 以前 他们就是这样 收割了一支又一支小队 横行荒野 臭名招着 所向无敌 可惜 林浩没有给他们任何机会 八荒神火 林浩一挥手 一百多个八荒神火球 呼啸而出 铺天盖地 笼罩了孟家小队所有人 孟家小队彻底绝望 浑身冰冷 哄 一瞬间 在所有人震撼的目光中 孟家小队全军覆没 烧得连渣都没留下 何林震撼的不行 他知道林浩很强 但没想到这么强 他本以为林浩要以三个S级异能 跟对方应拼 没想到一个八荒神火 就团灭了孟家小队 最恐怖的是 他感觉林浩下降的异能 竟然在片刻间又恢复了 难怪他有四个S级异能 何林正在震惊 地面突然传来了阵阵雷鸣般的震动之声 庞扶有千军万马在奔趟 不好 是寿朝和林惊呼 你们快跑第四十三章寿朝来袭 寿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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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都吓得脸色发白 除了林浩与和林 和林的眼中充满担忧 他担心荒野中不知还有多少异能者 寿朝来袭 搞不好那些人异能者会全部丧生 那对人类是巨大的损失 林浩的眼中 却是战役高昂 充满了兴奋 凶兽杀得越多 系统的奖励就丰厚 地面震动越来越强烈 远处尘土滚滚 直冲云霄 柳燕小队的人立即反应过来 撒腿就跑 经过林浩身边时 柳燕关切道 小哥哥赶紧跑啊 那可是寿朝 不跑就是死 不管你有多强 在寿朝面前 根本毫无抵抗之力 寿朝踩都踩死你了 林浩眼中 只有兴奋的效益寿朝吗 我倒很想见识一下 柳燕愣住你是不是傻 那可是寿朝 起码五十万只凶兽 不跑就是死啊 五十万只 似乎有点少 林浩稍微有点失落 柳燕无语别怪我 没提醒你 死了可别怪我 说完继续跑 可是跑了很远后 却停下了 她看出了林浩眼中 高昂的战役 忍不住想看看 林浩怎么对抗寿朝 顾兴怡和高佳佳 也是瑟瑟发抖 顾兴怡脸色苍白浩哥 咱们也跑吧 高佳佳吉道士啊 浩哥 兽朝真的很可怕呀 林浩笑道 你们走吧 我要见识一下兽朝 两人看了林浩一眼浩哥 那你小心啊 我们先走了 要是打不过 记得赶紧跑 千万不要硬仓 以后有的是机会 两人相信 林浩就算打不过兽朝 全身而退 肯定没问题 倒是他们两个 兽朝一来 林浩肯定顾不上他们了 不跑就是死 和林面色凝重 看着林浩你真不跑 我又不怕 干嘛要跑你要是怕 你先走吧 和林瞪了他一眼 你都不怕 我怕什么等下 记得跟在我身边 打不过就跑 我会保护你的 你喜欢我林浩突然一问 和林瞬间脸红你 胡说八道什么 不喜欢我 你干嘛送我五十八亿 你爸是马化腾啊 和林猛了什么 我送你五十八亿 你发烧了吧 不承认也无所谓 林浩淡淡道 目光却看着前方 和林眼中怒气生疼 一定红魔那丫头 回头好好教训他一下 和林看了林浩一眼 这家伙 侧脸也这么帅 怕林浩发现他偷看 赶紧将目光 重新看向了前方 和林与半空中的 凌云战神心念 沟通林叔叔 等你我保护林浩 你帮忙救一下 荒野中其他异能者吧 哈哈 林丫头 没想到你跑到浮城 这小地方来了呀 还生你霸气呀 林叔叔 我现在不想聊这些 其他异能者 拜托你了 你这丫头 难怪 你爸拿你没办法 好吧 好在这次 只是最低阶的 F级兽巢 你应该没问题吧 你要是出事 我可没法跟你爸交代啊 林叔叔放心 我可以的 兽巢等级 跟异能等级一样 都是用F E D B A S SS SSS来表示 F级兽巢 50万凶兽 一般由三阶 初级凶兽带领 兽巢巢中 有三成是三阶凶兽 E级兽巢 百万凶兽 一般由四阶 初级凶兽带领 兽巢中 有三成是三阶凶兽 虽然低阶兽巢的兽王 等级不高 凶兽数量也不太多 但是如果人类异能者太少 就算是五阶异能有者 都有可能隐恨 这也是柳燕这支 三阶异能者小队 为什么撒腿就跑的原因 荒野中的其他异能者 远远看到兽巢将至 也是拼命逃跑 就连那四个来杀 林浩的神秘四阶 高阶异能者 也选择了后退 林浩居然不跑 不过这样也好 等到重伤 我们再出手 几人早已锁定的林浩 只等机会出手 没想到兽巢突然来了 不错 兽巢虽然凶险 但我们几个 从兽巢中将他带走 还是没问题的 这时 几道破空声响起 一个相貌 颇为英俊的少年 带着五个异能者 突然来到了林浩身旁 五个异能者 都是五阶的 最强的队长 更是五阶巅峰 你应该就是林浩吧 少年彬彬有礼地问道 你是哪位林浩淡淡道 面不改色 宋玉 不认识 全国五考第四的宋玉 宋玉有些不悦地说道 要不是你 全国第一应该是我的 和林看了宋玉一眼 心想挺帅的 但没法跟林浩比 林浩微微一笑 所以我要挑战你 夺回全国五考第一之名 宋玉义正词言道 林浩笑了也好 把你打败了 其他考生 应该就不会来烦我了 宋玉看了一眼 远处的漫天尘土 脸色一阵苍白 我会在浮城逗留两天 你今天刚进过荒野 我让你休息一天 明天再比 如何 林浩吃笑 我倒有个比法 我们比杀凶兽 谁杀得多 谁就赢 三个小时违宪 三小时内 谁要是跑了 同样是输 怎么样 宋玉脸上一阵抽搐 惊恐地看着林浩你当真 那可是寿巢 他是一阶巅峰 林浩才一阶终极 胆子却比他大多了 面对寿巢 一脸的云淡风轻 在兽巢中坚持三个小时 那可不像在五考中 坚持三个小时 在兽巢中 每分钟都有几十上百头 凶兽围攻你 一分钟就可能丧命 宋家的异能小队 也是一阵脸色发白 他们五人又不撤退 不逃命 就算尽了全力 也不一定能在最弱的 F级兽巢中活下来 因此 五阶异能者的异能 根本不足以做到那一步 这就是凶兽的可怕之处 数量比人类多几千 甚至几万倍 林浩有些不屑 打不过就跑呗 我相信 你能拿全国第四 保命的本事还是有的 你不是还有一能小队保护吗 只要你不深入兽巢核心不就行了 比不比不比以后别来烦我 宋玉有些纠结 但他这次来 就是特意来挑战林浩的 要是这时候就耸了 那脸往哪放 宋玉只好咬牙好 就按你说的比 少主宋家异能队长极了 那可是兽巢 他们虽然能保住宋玉 可万一呢 万一宋玉有个闪失 他们无法回去交差 一旦进入兽巢之中 所有意外都可能发生 他们不敢冒险 宋玉努力一笑放心吧 我不深入兽巢核心 加上有你们保护 没问题的 宋家异能小队长 只好点头 林浩冷笑 倒是有点胆色 否则要是不这儿退 就算以后进了名牌异能大学 毕业出来 一样不敢上战场 与凶凶受厮杀 宋玉脸上又是一阵抽搐 心想 你说的是人话吗 谁一接的时候 就去跟兽巢厮杀 但已经答应了 只好问到林浩 那斩杀凶兽的数量 怎么计算 这里可没有考场的智慧手表 不用计算 看就可以了 林浩语气很平淡 你意思是 你相信我的人品 相信我不会说谎 我们各自计数就可以了 不是 反正等下你就知道了 宋玉一愣 有些尴尬 不过他相信 林浩不会是谎报数量的人 也就没说什么了 兽巢越来越近 距离他们已经不足五百米 宋玉不由自主地一阵颤抖 林浩却突然兴奋的一笑 杀向了漫山遍野 铺天盖地的兽巢 第四十四章完全 碾压宋玉 林浩直接单枪匹马 杀向兽巢 合林健壮 立即跟了上去 宋玉傻眼了我泥马 这么萌吗 这样冲过去 不到几分钟 就会陷入兽巢包围 等于是进入到了兽巢核心圈 这不是找死吗 宋家异能小队 也是震撼不已 就算是他们这些五阶异能者 一个人的话 也不敢这么冲啊 这林浩 不是疯子 就是傻子 五考全国第一 不会就这智商吧 少主 我看这种傻子 你也没必要跟他比了 他能拿全国第一 完全就是占了五考场地 其他考生实力太差的狗屎鱼 那个女人也是 竟然放任林浩胡闹不管 还跟着他一起进去了 是啊 他也才四接异能者 他怎么敢的 估计是凶大五脑吧 长得越漂亮 智商越下降 宋玉却是一挥手 你们别乱说 林浩可能真有什么隐藏实力 也许他的速度特别快 就算是兽潮 也能进退自如 少主说的是 少主 我们赶紧先退吧 不然 等下这里就成了兽潮核心圈了 宋家小队队长焦急地提醒道 好 宋玉说着 赶紧后退 他很想赢林浩 但却不想死 而且他相信 他就算在兽潮外围 也一样 能赢林浩 再看林浩 面对铺天盖地 犹如万马奔腾的兽潮 非但没有后退恐惧 双眼中反而散发出了兴奋之色 八荒神火 空间风暴 两种异能同时施展 1500颗八荒神火火球 和1500颗空间风暴球 每颗都是拳头大小 呼啸而出 庞扶火山爆发 每一颗 都足以斩杀三阶高阶凶兽 一时间 数百米内 温度飙升 寸草不生 一颗八荒神火球 洞穿凶兽 将它们烧成灰烬 一颗颗空间风暴球 同样动穿凶兽 恐怖的空间碎片 将它们疯狂切割绞碎 最后被虚空吞噬 连渣都没留下 惨叫声惊天动地 突然响彻云霄 又立即嘎然而止 转眼之下 三千多头凶兽 灰飞烟灭 何林刚要出手帮林浩 下一秒 惊骇地发现 周围数百米内 已经没有凶兽可杀了 呆滞了几秒 何林震惊地问到林浩 这怎么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的 多觉醒几个S级异能就可以了 林浩轻描淡写 何林 听听 这是人话吗 S级异能啊 你当大白菜吗 何林颤抖着嘴唇问道 那你空间觉醒了几个S级异能 四个林浩云淡风轻道 何林还是值得信任的 何况他真正的底牌 是系统 说了也无妨 何林 林云战神震惊的酒瓶都掉了 还好眼疾手快 接住了 原来这才是林浩的最强战力 林浩一次出手 浩尽了八荒神火 和空间风暴两大异能 可是不到片刻 S级异能枯木冯春 就将两大异能恢复回来了 这枯木冯春 还真是好用 比十拳大补完强十万倍呀 林浩激动不已 三千多头凶兽 肯定能赢宋狱了 我护送你走吧 不然早晚要被兽朝包和林为字 还没有说出来 就发现 林浩异能又恢复了 一点疲惫的样子都没有 有的 只是高昂的战意 和兴奋之色 和林这还是人嘛 林浩战神也发现了 莫非林浩 还有一个S级灰腹系的异能 他一边关注林浩 一边精神覆盖整个兽群 哪里有异能者 来不及逃走 就去营救 就连林浩周围的凶兽 都忍不住愣了一下 然后集体暴怒 双眼血红 发了风一般 从四周冲向了林浩 万兽奔趟 地动山摇 三阶初级凶兽迎娇虎 三阶初级狩猎火虎 二阶高阶石铁鼠 二阶巅峰暗影暴 各种各样的凶兽 全都发了风一样冲过来 和林还在震撼 林浩觉醒的四个S级异能之中 都忘了 兽巢就在眼前 林浩看了他一眼冰山美人 连发呆都这么好看 雷动八方 八荒神火 空间风暴 林浩同时施展三种异能 一个百米大小的雷网 将他与和林护在其中 恐怖的黑电噼里啪了 一条条从空中垂下 组成细密的遮天雷网 八荒神火火球 和空间风暴球 暴势而出 转眼之间 又是三千多头凶兽 化为灰烬 不过这一次 这些凶兽再也没有迟疑 而是前扑后继 不停地冲向林浩 凶兽实在太多 甚至林浩的恢复速度 都有点跟不上了 很多凶兽直到 冲到林浩身前百米 这才被雷网劈成灰烬 凶兽越杀越多 血腥气息越来越浓 凶兽发现 林浩这边战斗越来越激烈 而且久攻不下 顿时全部朝这边杀来了 千米之外 宋玉和被宋家的异能小队 严阵以待 可是等了半个多小时 也不见凶兽杀来 什么情况 凶兽呢 宋玉疑惑不减 林浩该不会用什么手段 把凶兽都引走了吧 宋家异能小队长 骤眉少主 会不会是有什么高人 刚好路过这浮尘荒野 一招把兽巢团灭了 不太可能 哪有这么巧的事 还是去看看吧 不能再等了 宋玉说完就飞掠而出 队长兰都来不及 没多久 柳燕等人 也折返回来了 一来好奇 二来有些担心林浩 毕竟林浩救过他们 系统检测到 主人奋勇斩杀凶兽 奖励赤焰猎天 展生到四阶完美等级 爽林浩大喊一声 拔出了他的剑 刚才浪费了太多凶兽 连一点凶兽材料都没留下 那可都是钱啊 和林一正林浩 你是魔鬼吧 居然在兽朝围攻之下 还想着赚钱 我可不想 动不动被人送五十八亿 等一下有人说我吃软饭 你那真不是我送的 林浩兰得听他解释 赤焰猎天斩 一剑斩出 一道千米剑芒 包裹着赤烈的火焰 如长虹惊天 虚空都围之碎裂 彭扶天空 裂开了一道千米大缝 哄 三千多头凶兽 瞬间失衡遍野 霸道 恐怖 宋玉看到这一剑 整个人都傻了 只觉得浑身冰了 绝望 怎么可能 一剑三千多头 凶兽我根本拦不住这一剑 我根本赢不了他 他才觉醒几天 战力竟恐怖如此 五考全国第一 或许 他根本没放在眼里吧 宋家一能小队也惊呆了 这是要逆天吗 林浩才一阶终极 怎么可能使出这么恐怖的一剑 这不科学 这一剑我都没把握能接得下 柳燕等人 也看到那惊天一剑 是我自作多情了 林浩根本不需要我们 第四十五章 一百亿 发财了 浮成一能特种部队军部 张统领 不好了 碰 张成风猛然一拍 半公桌大呼小叫 成何体统 是 统领 战士大口喘气 说吧 什么事 禀报统领 浮成北门资源站来电 浮成荒野北部 出现了F级兽巢 什么 兽巢张成风 一惊不小 但很快平静下来 来人 点兵五万 全副武装 对抗兽巢 是 统领 浮成荒野 北门入口 许多异能者聚集于此 不是说有兽巢吗 怎么等了半天 一头凶兽也没见到 对啊 兽巢呢 该不会有人谣传吧 浮成人不骗浮成人 造谣死全家 没错 造谣死全家 别的事情造谣就算了 兽巢这种 特魔的 也能造谣吗 一定是别有用心的人造谣 害得老子吓得逃命 都快吓尿了 原来是虚心一惊 这不瞎耽误功夫吗 走走走 杀凶兽去 大老远跟一趟 可不能白跑 不然 以后还怎么再也能圈婚 赤焰烈天斩 灵浩剑出如龙 一剑横空 惊天动地 每出一剑 就有三千多头 凶兽横尸荒野 队长 你帮我算算 几十万凶兽的尸体 能有多少凶兽材料 又能卖多少钱 何林白了 灵浩一眼 你杀进兽巢 就是为了赚钱 不然呢 你快给算算呗 灵浩剑不停手 边杀边说 何林无奈道 这不太好算 要看凶兽等级 一截凶兽 卖两三万没问题 二截十万左右起 三截二十万左右起 但是你杀的凶兽都不完整了 起码折价一半 加上几十万的凶兽 你得找人帮你收拾 人工费用不低 起码要减掉一成 这样算下来 差不多能赚二百亿吧 我数学不好 我也算不准 什么二百亿灵浩惊呆了 太爽了 就算只有一百亿 也很爽啊 灵浩更加兴奋 战役更加高昂 何离你这变态 这时 宋玉回来了 看着堆积如山的凶兽尸体 血流成河的荒野 宋玉腿都软了 一下子瘫坐在地 庞扶式来到了修罗场 来到了十八层地狱 这还有笔妈连林浩身边的四街 艺能多美女 都不用出手了 我还怎么跟林浩比 我别说杀三个小时了 就算杀一天 也抵不上林浩一剑 我还说要挑战他 我根本就是自取其辱 少主 你别这样 你要振作呀 来日方长 这种事迹不来啊 宋家艺能队长急坏了 出来的时候 宋玉是半场昂扬 这回去要是变成废人 他们也得脱层皮啊 宋玉呵呵 你们不懂 我永远也追不上林浩 永远也不可能了 越来越多的异能者 都找到这时 因为整个荒野 只有这里有战斗声响 而且惊天动地 我是天哪 这个少年是谁 竟然一人杀了这么多凶手 我不是在做梦吧 他该不会是 燕京来的少年天骄吧 我看一定是 只有那种大地方来的 世家天骄 才有这种战略 我也觉得是 肯定是燕京的豪门天骄 来浮城历练了 你们看他身边的异能者 肯定就是他们家的 异能保镖了 你们龙啊 没听那边那个少年 说他是林浩吗 林浩 这名字好熟啊 林浩 这次五考 带队霸榜全国前三名的林浩 浮城的骄傲 原来是他 我怎么说 看着眼熟 我邻居的大姨妈的 表姐的老公的儿子 好像跟林浩是一个学校的 我等一下一定要去认下清 林浩比五考时更逆天了 五考才多少凶兽 而且都是三阶以下 这F级兽潮 可是无许多是三阶初级的凶兽啊 林浩这下要发大财了 起码几十亿 你这数学不行啊 就算一头凶兽 平均卖十万 林浩起码都能赚五百亿 折价一半都能赚二百五十亿 我的天哪 这么多钱 宋玉 我念你是个人才 没想到你却是个废物 林浩的声音远远传来 宋家五接异能小队 气炸了 但是他们不敢反驳 更不敢说林浩坏话 怕万一林浩听见 法安诺 连他们都傻 宋玉一惊 幕后倒不是废物 我是全国五考第四名的宋玉 哼 很好 那我问你 你成为异能者 就是为了名声吗 当然不是 那你为了什么林浩质问 一边还不停地出见 斩杀凶兽 为了斩杀凶兽 为了光宗耀祖 为了天下太平 很好 那你就给我站起来 杀凶兽 宋玉一时间热血沸腾 站了起来 眼中战意高昂 杀气疼疼 可是 他马上就又伪了 因为他发现 林浩已经把兽巢 杀光了 宋玉生 无可恋林浩 你是在耍我吗 荒野之中 还有许多浮城的高中毕业生 来一次历练 看到这一幕幕 顿时炸开了锅 浩哥太凶残了 简直是荣省之光啊 何止是荣省之光 浩哥必然是要成为 大夏之光的存在 那个宋玉 竟然千里迢迢 跑到浮城挑战 浩哥 简直是找虐啊 浩哥这实力 当我们导师 都绰绰有余了 我突然有种 想拜浩哥为师的冲动 荒野入口 战机呼啸 全副武装的异能战士 杀气腾腾 气势冲天 兽巢呢 张成风傻眼了 大怒特魔的兽巢呢 浮城北门资源站 战长进来 吓得面如土色 瑟瑟发抖 张成风上去就是一脚 将他踹翻 拔枪顶着他的脑袋 勃然大怒你 特魔敢谎暴军情 你找死吗 万一这是 其他城门外的荒野 来了寿巢 耽误救援 耽误军情 军阀处置你 十万遍都不够 近来很委屈 我也不懂啊 之前许多异能者 都从荒野中 惊恐地逃了出来 一个个都说是寿巢来了 发下不敢怠骂 第一时间就上报了 可谁知张统领 我真的不敢谎暴军情 给我十颗脑袋我也不敢啊 张成风又踹了他一脚 万乎指手 乱报军情 我先撤了你的职 来人 给我压下去 战机立即进入荒野 探查清楚凶兽情况 是 统领 今来大喊张统领 小人再也不敢了 您就饶了我这次吧 这时 张成风的手机 响了起来和铃 你找我干嘛 什么 寿巢真的有寿巢 你也在荒野吗 寿巢是不是被你们小队 解决了张成风一连串的 问了好几个问题 什么 不是你们解决的 是林浩一个人解决的 你不是拿我开玩笑吧 和铃无奈 你进来不就知道了 这种事 我怎么可能开玩笑 好 我相信你 和铃不过我有事 跟你商量一下 我想借用一下你带来的人 帮忙收拾战场和战利品 林浩说了 不会让大家白帮 凶兽材料的一半 给军部 张成风脸上 这才有了笑容F级寿巢 一半的凶兽材料 就算折价一半 再各分一半 那起码也有一百多啊 全体都有 黄野深处 一点方向 全速前进 收拾战场 火速完成任务第46章 全面提升 SS级 一个小时后 凶兽材料 总算收拾完了 张成风 哈哈大笑林浩 我简直是在做梦啊 没想到 我们几乎白白赚了113亿 更没想到的是 你的战利竟然如此恐怖 真是大下之福啊 林浩笑道张统领客气了 区区一百多亿 对军部而言 不过是九牛一毛 我还得感谢各位大哥 帮忙收拾战场呢 哈哈 你太客气了 张成风笑容满面 行了 我得回去了 晚点打款给你 没事 张统领慢走 张成风带人走了 许多艺能者看着这一幕 口水都流钱了 一百亿啊 羡慕死我了 经过这一次 这北门荒野 怕是要过一段时间 才有低阶凶兽了 虽然白跑了一趟 不过看了一场大战 也算不虚此行了 是啊 能看到浮城有少年后生崛起 比我自己赚一百亿还开心 一阶终极 单枪匹马 杀穿兽巢 这个时代 是属于林浩的了 大多数艺能者 一辈子也赚不了一百亿 林浩才刚刚觉醒高中毕业生 却做到了 太强了呀 躲在人群中的 四个神秘的四阶高阶 异能杀手 也随着人群离开了 看来今天杀不了林浩 不过没事 等林浩 拿到那一百亿 再杀不迟 不错 杀了林浩 还能白赚一百亿 这次任务太爽了 先别高兴 林浩的战联 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 恐怕大人也不知道这一点 而且他身边的何林 我总觉得深不可测 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 只有四阶巅峰 你未免太胆小了吧 看谁都是深不可测 别自己吓自己了 他不可能一直跟着林浩 再说了 我们四个联手 还怕他们两个 说得对 去福城 等机会 现在该回去 找孟家报仇了 林浩沉声道 眼中杀气凌厉 检测到主人单枪匹马 负面受潮 努力赚钱 奖励等级提升到二阶出级 奖励八荒神火 升级到SS级 奖励空间封印 升级到SS级 奖励雷动八方 升级到SS级 奖励枯木冯春 升级到SS级 奖励风影雷闪 升级到四阶完美 林浩激动地开启了面板 姓名林浩 等级二阶出级异能者 异能SS级八荒神火 SS级空间风暴 SS级雷动八方 SS级枯木冯春 力量相当于四阶巅峰异能者 速度相当于四阶巅峰异能者 精神相当于四阶巅峰异能者 技能赤焰烈天 斩成长形技能 无上线 当前等级 四阶完美 袍钉切菜刀法 二阶刀法 当前等级 二阶高阶 风影雷闪 九阶出级速度技能 当前等级 四阶完美 备注斩杀凶兽 承恶扬扬善 就能不定期获得各种主人所需要的奖励 别人只能看出主人等级 看不出主人觉醒的异能 异能觉醒异象也已遮蔽 这次的奖励 真是爽歪歪 四个S级异能 竟然全部提升到SS级 等级 力量 速度 加上四阶完美级技能 就算是五阶巅峰异能者 也能斩杀 何灵感受到灵浩的气息 再次震惊你 你的等级又提升了 不然 凶兽是白杀的灵浩笑道 何灵清澈冰冷的美眸中 闪过一抹称怨 看来用不了多久 我这队长 要让你当了 又提升了灵云战神的酒瓶 直接从云端掉落了下去 整个人都梦了这家伙 用不了多久 就能拥有战神的实力了 七阶初级异能者 实力与战神相当 以灵浩的升级速度 确实用不了多久 不过战神的称号 还得靠功虚 但对于单枪匹马 杀穿兽巢的灵浩而言 不怕拿不到功虚 就怕没凶兽可杀 服成 繁华地段 一处独栋别墅 孟家 爸 他们凭什么 不让我们出门 孟伟呼呼呼地问道 他是孟家二儿子 已经两天没出门了 憋得浑身难受 抓狂地想出去浪了 碰 孟翻一拳 砸在茶几上 愤怒无比你以为 老子不想不出去 外面可是服成 异能小队的手掌 就算我们出去 也会被跟踪 而且我们要是离开服成 会被直接斩杀 魏神魔 这到底是魏神魔 孟伟非常烦躁 为了异能神服 孟翻一字一句道 这次 要是杀不了灵浩 我们孟家可能就完了 异能神服是什么 事到如今 也该让你知道了 孟翻将异能神服 还有暗杀灵浩 和他父母的事 都告诉了孟伟 太好了 要是拿到异能神服 霸你的异能 就能突飞猛进 想去哪就去呢 服成再也没人能挡你了 孟伟激动到 孟翻却是一脸凝重 可是直到现在 三支异能小队 都没讯息传回来 我也联络不上他们了 恐怕已经被 灵浩和服成异能小队的人杀了 孟伟立即惊恐不安起来吧 那怎么办 要是他们 都被灵浩杀死了 那接下来 灵浩会不会来杀我们 孟翻面露 阴沉之色 若只是他灵浩一人 又有什么好怕的 我一只手就能捏死他 我担心的是 服成异能小队的人 会出手帮他 孟伟急得跳脚吧 那怎么办 我们总不能在这等死吧 你明知道他们被杀了 还在这等 你一定有脱身的办法的 对不对 那当然 等你哥回来 就没人敢动我们了 孟翻又得意又愤怒 到时 该想怎么逃跑的人 就是灵浩了 哈哈 爸你不说 我都忘了 还有我哥啊 有哥在 我看服成谁敢动我们孟家 爸 哥什么时候回来 就这一两天了 碰 突然 孟家大门被人踹开 大门口的异能保安 惨叫着飞起 惨叫声在半空中嘎然而止 落到地面上时 已经死了 孟翻 给我滚出来 林浩的怒喝声 传遍整个孟家 第47章杀神 林浩 林浩大步向孟家走去 一进大门 就被三十几个异能保镖围住了 全是清一色三街 终极的异能者 何灵等人在别墅外盯着 不让孟家任何人跑掉 老六担心到老大 就让林浩一个人进去 真的没事吗 何灵笑道 林浩一个人 杀穿了F寿潮 你说有没事 什么老大 你没开玩笑吧 我知道那小子很强 可是也不可能 像你说的那么夸张吧 林浩从荒野出来 就直奔孟家而来 因此 荒野寿潮的事 老六还不清楚 何灵微笑的脸上 目光一寒 你意思是我说谎 老六感觉后背一凉 赶紧笑道怎么会 当然不是了 老大说 什么我都信 何灵微微一笑 这还差不多 等一下你看 林浩怎么收拾孟翻就知道了 孟翻和孟伟听到动静 都吓了一跳 赶紧开起门一看 正好对上了林浩冰冷凌厉的目光 两人都觉得后背一寒 林浩怒指孟翻姓孟的 说出当年 是谁指使你杀害我父母的 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 其实林浩也不确定 孟翻当年有没有参与杀害他父母 但是直觉告诉他 一定有 否则这次 孟家没有理由派出三支异能小队杀他 一定是为了异能神福 孟翻看到 只有林浩一人 浮成异能小队的人 并没有跟进来 立即松了口气 心想林浩一个人 院里的三十几个异能保镖 就能踩死他 倒是林浩一死 大儿子再回来 浮成异能小队的人 根本拿他没办法 孟翻怒斥林浩 你别血口喷人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父母 为什么要杀他们 你未经我的允许 就擅闯我孟家 赶紧给我滚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孟伟更是嚣张罢 你跟他费什么放 直接杀了就是了 林浩面色瞬间阴沉下来 一股嗜血的恐怖气势 爆发开来 派人杀我 还敢这么嚣张 那我就打到你服 打到你朝为为止 孟翻被林浩的气势吓到 他难怪想象 一个刚刚觉醒没多久的人 身上怎么可能有 这么重的嗜血之气 他要是看到林浩一个人 杀穿了F级兽巢 他就明白了 全部都给我上 谁杀了林浩 我赏金十亿孟翻狂吼 他是个老奸俱华的人 而且三支异能小队都联络不上 林浩却安然无恙 他更加不敢大意 碰 狂暴 一个孟家异能保镖 立即一步踏出 坚硬的青石砖 瞬间碎裂 他的身体也猛然鼓胀了一倍 宛如巨人 两步就冲到了林浩面前 坚硬如铁的拳头 狠狠砸向林浩头部 碰 林浩冷笑 一拳轰出 崩碎声和惨叫声同时响起 孟家异能保镖拳头连同手臂 瞬间粉碎 而且恐怖的力量并没有丝毫减弱 直接震裂了他全身骨头和五脏六腑 整个人像一滩烂泥一样倒了下去 孟帆父子俩人都傻了 全身冰冷 目瞪口呆 这特魔还是人吗 这真的是刚刚觉醒不久的人吗 这怎么可能 异能都没用 纯力量就轰杀了三阶终极异能者 林浩是魔鬼吗 不 有可能啊 异能神福 异能神福一定在他身上 不然他不可能刚觉醒几天 就突破二阶初级 还拥有这么恐怖的纯力量 孟帆很快从惊恐 绝望又恢复到了贪婪和渴望 双眼血红 无比给我上 废了林浩 我要活得他再强 异能和力量也会很快耗尽 都给我上啊 刚才那一幕 虽然也震害到了孟家异能保镖 但是实意还是很诱惑力 加上他们都觉得孟帆说的有道理 一个个继续杀向了林浩 可惜 他们都错了 林浩仍然没有使用异能 但他的身影突然消失 化为一道道残影 在院中掠过 砰砰砰砰 林浩一拳一个 每个三阶终极异能保镖 都被一拳打成烂泥 惨叫声接连不断地响起 不到三十秒 惨叫声猛然停止 三十几个三阶终极保镖 全部惨死 每个人的眼中 都带着难以置信的惊恐 孟帆直接吓尿 全身都是冷汗 孟帆吓得瑟瑟发抖 额头冷汗不断滑落 惊恐地盯着林浩 庞扶看到了一尊杀神 他不仅看到了林浩的恐怖力量 更发现 林浩诡异的恢复速度 杀了三十几个三阶终极异能者 就算是四阶异能强者 此刻 都已经没什么力气了 可是林浩 却仍然生龙活虎 一点也没有疲惫的感觉 反而血气更加旺盛 杀气更加恐怖 这战力 就连他也不具备 林浩一步一步地 向孟帆父子走去 大声道 最后再给你一个机会 告诉我 是谁指使你 杀害我父母的 孟帆突然从惊恐中恢复过来 他没忘记 他是四阶高阶异能者 兽化 孟帆大吼一声 使出了异能 全身突然长出了灰暗的长毛 牙齿变长 全身骨胀 庞扶一头不仁不轨的猎豹哼 林浩 你别得意 我可是四阶高阶异能者 比你高两个大等级 这中间隔着两大红沟 你再强 也不可能跨远 杀 林浩突然一闪身 一把掐住孟尾脖子 提了起来 盯着孟帆不说 就先杀你儿子 爸 救我 快救救我 我不想死啊 孟尾惊恐地大叫 双腿不停地乱踢 孟帆大怒 发出如野兽般怒吼林浩 你找死 马上放我儿子 不然我定将你错 咔嚓 林浩直接捏碎了孟尾的脖子 把他像野狗一样甩了出去 啊 孟帆直接疯狂 狂怒无比 一步踏步 野兽般巨大的拳头 直击林浩太阳穴 林浩冷笑 同样一拳轰出 仍然没有使用异能 碰 孟帆的右臂 直接被轰成了血污 碰 孟帆的胸膛 被轰得塌陷下去 内脏碎片 都跟着鲜血喷涌而出 整个人倒飞出去 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已经只生一口气了 林浩一个闪身 一脚踩在他头上 力声道不说就死 孟帆疯狂惨叫 但这次 他真的被吓到了 不仅是林浩的恐怖力量 还有他的可怕眼神 不说的话 他真的会杀 孟帆忍着剧痛 赶紧说到我说 我说 是东南王 是东南王指使我钱的 你也知道 一能神福 有多么吸引人 东南王和他的手 都不方便出手 他派人跟我说了一下 让我出手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求求你 放我吧 东南王林浩 面色阴沉无比 杀气更浓烈了 孟帆感觉到 林浩根本没打算放了他 赶紧恐吓到林浩 你不能杀我 我儿子是荣省军部的 统领之一 你要是敢杀我 我儿子不会放过 碰 林浩直接一脚 踩爆了孟帆的头 像西瓜一样爆炸开来 我管你儿子是谁 敢杀我父母 天王老子 也得死 第四十八章 顾心仪求救 听到战斗结束 老六冲进了孟家别墅 然后就呆住了 卧槽这么快 三分钟不到 老六震惊无比 我第一次觉得 男人快点 没什么不好 林浩无语 老六惊奇地望着林浩好歌 你刚才连异能都没用吧 因为不需要 林浩淡淡到 老六瞪大了眼睛 现在我相信 你真的一个人 杀穿了F级受潮了 和林走了进来 道红了 老六 你收拾一下 我跟林浩先走了 老六愣了一下不是 队长 为什么又是我 和林给了他一个 杀气十足的眼神 老六立即怂了 但是很委屈队长 我虽然是老师 可你也不能老师欺负我呀 回头请你吃饭 好嘞 谢谢队长 不顾队长 你不会又请我吃火锅吧 不然呢 老六不干了苍天啊 这世界还有王法吗 请人家林浩同床共枕 请我吃火锅 队长 你良心不会痛吗 和林跟林浩 早就没影了 两人刚上车 林浩手机就响了 一看 是顾欣仪打来的 和林看了一眼 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忍不住 漫不经心地说道 刚刚分开没多久 就找你 这是看上你的肉体了 你可得小心点 林浩一愣 到冰山队长 我怎么觉得 你最近话变多了 和林一愣 脸莫名的就红了 赶紧看向了窗外 林浩接了电话 那边立即传来 顾欣仪惊恐的哭喊声 浩哥 救我 我被人强行抓走了 他用过家产业 强迫我 啪 顾欣仪的话 突然被打断 似乎是被人打了一巴掌 你这个贱人 什么强行抓走 我杜宇能看上你 是你福气 你不知道感恩 还特魔敢叫人 我告诉你 在荣省 我杜宇就算当街要了你 也没人敢拿我怎么样 你不是叫人骂 什么狗屁浩哥 让他来 帝皇大酒店 总统套房 我等着 我要当着他面 爽死你 嘟嘟嘟嘟 电话断线了 林浩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虽然顾欣仪 不是他什么重要的人 但他和顾家 已经答应臣服于他了 手下被欺负 他不能不管 否则 以后还有谁会跟他 而且 那个什么杜宇 太嚣张了 帝皇大酒店在荣市 我带你去和林 一点冰寒地说道 他虽然担心 林浩被外面的女人勾引 但却更反感霸凌 和林直接开车 去了浮城军部 借用了一架武装直升机 亲自驾机 熟练无比 向荣市呼啸而去 队长 老司机啊 飞机都开得这 摩六零号一脸惊切 那必须的 和林一脸自信 荣市 帝皇大酒店 总统套房 门外站着六个异能保镖 全市三街巅峰 个个都在邪恶地说笑着 总统套房内 一个五街初级异能保镖 坐在茶几前的沙发上 悠闲地喝着茶 隔壁的房间内 顾兴仪头发有点凌乱 惊恐地躲在卫生间里 杜宇邪恶地盯着身穿 白衬衫 黑色短裙 大长腿的顾兴仪 浑身活热 乖乖地跟着我不好吗 非我逼我 杜宇一步步 向顾兴仪走去 她已经等不及了 砰砰 啊 就在这时 房间外面 突然响起一阵阵惨叫声 紧接着 又是一声巨响 总统套房的大门 直接被人踹烂 杜宇 给我滚出来 林浩声音低沉冰冷道 杜宇狂怒 她没想到 在这戎上 竟然真的有人不知死活 赶来坏她好事 我倒要看看 是哪个不开眼的 赶来管我杜宇的事 你就是那个什么狗屁浩哥 杜宇一看到林浩 就冷笑地问道 顾兴仪听到林浩声音 赶紧跑了出来 一下就扑进了她怀里 泪水沾湿了她的胸膛 浩哥 你终于来了 你要是再晚点来 我的清白就毁了 和林虽然气愤 虽然同情顾兴仪 可是 看到她来这么一出 顿时就不爽了 一把拉开顾兴仪 有我们在 你不会有事 林浩还要出手 你别挡着她 顾兴仪看到和林来这么一手 顿时连哭都不敢哭了 和林太冷 弱冰霜 那眼神太灵力了 你们当我不存在吗 杜宇大怒 林浩冷笑自断双腿 同时向顾兴仪下跪道歉 我就饶你一命 杜宇怒急返笑 看了看那个五阶触及保镖 两人都是相视而笑 彭扶听到了 全世界最可笑的笑话 罗叔 把这小子直接扔下楼区杜宇 脸色突然阴沉 残忍地说道 随后又一脸邪笑地盯着和林 这个大美女别动 我亲自来 我会让知道 什么叫羊入虎口 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 是 杜少 罗叔点头 缓缓地向林浩走去 小子 这是你自找的 别怪我 罗叔没有用意呢 因为觉得完全没必要 他突然一个前冲 瞬间杀到林浩面前 五指驱身如阴爪 只取林浩咽喉 普通的二阶异能者 要是碰上五阶初级的罗叔 这一招肯定人就没了 可林浩却是冷冷一笑 轻描淡写地轰出一拳 咔咔 骨碎猛然响起 罗叔手指 手掌 手臂 全部粉碎 罗叔惨叫 满脸惊恐错愕 身形暴退 杜雨下梦了 惊醒过来后 赶紧退到窗边 惊恐地看着 萝卜垂落的手臂 罗叔 怎么可能 他在二阶初级 杜雨难以置信 平时 在荣省 不管遇到谁 只要罗叔出手 没有不死的 偶尔遇到更强的人 知道了他的身份 也是避之不及 不敢管他的事 没想到 今天碰到林浩 竟然同样没用异能 单纯以纯力量 就废了罗叔一条手臂 没事 大意了 罗叔强忍剧痛 他的力量很强 应该觉醒了 某种力量系的异能 或者服用过某些 可以增加力量的药物 不过 接下来 我会百倍地还给他 让他知道 光有蛮力 是没用的 罗叔 还是小心点 那个大美女也挺强的 你别再大意了 杜雨本能地提醒到 放在以前 他根本不用说这种话 但是林浩冷漠 而嗜血的眼神 让他有种本能的担忧 他虽然狂 但也是惜命的 罗叔沉生到杜绍放心 我一施展异能 五阶以下 没人能碰到我的衣服 第49章药神之水 杜雨听了罗叔的话 顿时 又变得信心百倍 狠狠地瞪着林浩小子 刚才是我罗叔大意了 现在可有你好看的了 我要让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林浩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而是盯着罗叔 杜雨气得跳脚 直觉告诉林浩 罗叔的异能 会有点特别 他想见识一下 因此 一开始没有下杀手 否则一拳就斩杀了罗叔 罗叔看了眼 自己下锤碎烂的手臂 突然取出了一个小瓶子 瓶子中的液铁 呈现翠绿之色 他直接开启 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 药神之水和林吃惊地脱口而出 什么是药神之水 林浩好奇地问道 药神之水 是一种中药制剂 由大厦科技艺能大学研制开发 加入了许多灵气复苏后 才出现的奇花异草 可治疗所有癌症在内的几乎所有疾病 可断肢再生 一小瓶售价十亿 但却有价无市 每年都是以拍卖的方式进行销售 和林话没说完 罗叔本以下垂碎烂如泥的手臂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恢复如初了 果然神奇林浩忍不住惊叹 罗叔看到手臂恢复 信心再次倍增 暗影 罗叔一声大喝 身影消失在原地 化为了一道道残影 在房间中飞速闪掠起来 一时间墙壁上 天花板上 都留下了无数深深的爪印 旁服被铁爪抓过一样 罗叔 先别下厮手 先废了他 我有千万种残酷的方式 可以折磨他 我要当着他的面 欺辱他们两个杜宇双眼中 充满邪恶之意 忍不住地兴奋起来 杜宇是二阶巅峰异能者 他根本看不清罗叔身影 只觉得 施展暗影异能后的罗叔 无比强大 此时的罗叔 也确实很强 异能加持后 他的战力 提高到了五阶终极水平 顾兴一下的尖叫 罗叔的速度 加上杜宇的邪恶 他本能的恐惧 何灵和灵浩 却是一脸平静 何灵相信灵浩 同时也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灵浩看了一眼 就知道罗叔的异能暗影 不仅能提高速度 还能让身体有所强化 杜宇看不清 但灵浩完全不是问题 就在杜宇和罗叔 都得意无比 以为灵浩必死之时 灵浩突然出手了 身影急速消失 连残影都没留下 几乎就是瞬移 下一瞬间 灵浩再次现身 一拳砸向了墙壁 化身暗影的罗叔 突然惨叫一声 砸在了墙上 全身都被强大的力量 轰成烂泥 墙也跟着塌了 鲜血和肉末 飞溅而出 多予彭扶石化 残酷兴奋的神情 瞬间消失 面如土色 怎么可能 罗叔可是五阶出击异能 异能加持后 战力达到五阶终极 五阶终极了 竟然一拳 就被轰杀了 下一刻 杜宇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浩哥 求求你 饶了我吧 我不想死啊 杜宇瞬间就泪流满面了 他被吓坏了 罗叔死得惨状太恐怖了 怕死是他的本能 灵浩却是冷笑 缓缓向杜宇走去 他没想过要放过杜宇 光是 胆把邪恶之手 伸出他的麾下顾星仪 还要敢骂他 就不可饶恕 杜宇看到灵浩的神色 吓尿了 他看出灵浩眼中的杀意 下一刻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灵浩 你不能杀我 东南王是我爸 你要是敢杀我 东南王不会放过你 在戎省 东南王就是天 杀了我 你连戎省都走不出去 而且 我之前已经派人去了顾家 你要敢杀我 我一定会让顾家鸡犬不留 哈哈 灵浩 你还敢杀我吗 哈哈 现在 给我跪下求饶 我可以考虑 让你死得痛快点 杜宇再次变得嚣张了起来 顾兴一听到杜宇 要灭他顾家满门 顿时吓晕了过去 灵浩眼中杀意暴涌 一个闪身 来到杜宇面前 抓住他的脖子 咔嚓一声 直接捏碎 然后抓走 一甩手 直接砸破了巨大的落地窗 扔了出去 碰 一声巨响 杜宇砸落在了楼下花圃之中 全身都砸碎了 走 去顾家 灵浩平静地说着 出门上天台而去 看到灵浩竟然如此杀法果断 连和灵都忍不住愣了 这才抱着昏迷的顾心仪跟上 三人上了直升机 直奔顾家 灵浩 东南王可不好惹 早年他曾在军中 立过不少功劳 后来退休从杀 一路直到了东南王的位置 影响力在荣省 屈指可数 甚至 在荣省军中的威望 仍然不小 杜宇据说是东南王一次醉酒 跟一个富商的老婆所生 虽然一定没认回去 但东南王对杜宇 却是更加的上心 因为觉得亏欠了他 现在你杀了他的杜宇 虽然你是战将 但非战时 并无实权 事情闹大了 对你还是不利的 要知道 能混到东南王的位置 他可是交友广泛的 其中不乏一些战神 和灵说这么多 并不是他不能摆平 东南王对灵浩的威胁 光一个灵云战神 就能让东南王哑巴吃黄连 他只是担心这一切 会影响到灵浩未来的发展 毕竟 得罪东南王 就等于得罪了许多异能强者 他们会暗中对灵浩下黑手 灵浩却只是淡淡一笑无妨 一个东南王而已 灵云看到灵浩杀了 五阶初级的罗书 兴奋不已 心道不错 东南王而已 他要是敢对灵浩出手 我就灭了东南王 不过 我倒是更愿意看到 灵浩这家伙 出手灭了无恶不作的东南王 楼下 一声巨响 惊醒了夜幕中为数不多的路人 大家纷纷跑过去检视 胆子小的人立即惊恐呕吐 杜宇的死状太可怕了 差点连脸都认不出来了 我知道他是谁了 他是杜宇 传说中东南王的私生子 大家快跑 这是别管了 竟然是杜宇 那个残害了无数少女的恶魔 仗着是东南王的私生子 无恶不作 真是上天开眼 活该他有这种下场 大家还是快走吧 这种人别管他了 别说他已经死了 就算没死 我也不会救东南王的人 很快就会知道这事 大家快走 别受无妄之灾啊 真是大快人心啊 这种人应该横死街头 顾家别说 罗老二一直盯着顾心仪的母亲 何小语 脸上露出邪恶玩味的神情 何小语四十多岁 风韵犹存 保养得如同二十几岁的少女 但却比少女更有味道 量身定制的黑色旗袍 将她的身材展露无遗 更反衬的她的面板 雪白无瑕 罗老二是杜宇的贴身保镖之一 是罗叔的包店 四阶高阶艺能者 顾刚和何小语夫妻二人 都是眼含泪花 女儿顾心仪被恶魔杜宇 强行带走了 他们却无能为力 顾刚想阻止 却被罗老二打断了腿 还不让宋医院 顾刚也算是个男人 疼得撕心裂肺 却硬是没有坑一声 何小语蹲在地上 扶着顾刚 默默哭泣 此时的罗老二 已经逼着顾刚 签下了转让协议 无偿将顾家百分五十的股权和家产 转让给杜宇 何小语哭得很伤心 却反而更激发了罗老二的兽性 罗老二终于忍不住 一个闪身 将魔爪伸向何小语雪白的大长腿 好白 希望你等一下 可以哭得撕心裂肺一点 罗老二邪恶无比地笑着 将何小语拖起来 向沙发走去 杜宇要他看着顾家人 以此来威胁顾心仪就范 但杜宇可没说 不能做别的 院子里的三十几个度家打手 顿时邪恶地大笑起来 其人太甚 我跟你拼了顾刚健壮目自欲裂 强行从地上爬起 单腿跳着 冲向罗老二 罗老二冷笑 一巴掌将他甩飞 却没有杀他 因为他需要顾刚这个观众 接着 罗老二撕裂了何小语的旗袍 何小语吓得脸色发白 他绝望了 突然 一阵直升机的轰鸣声传来 院子中响起一声巨响 林浩从天而降 第五十章东南亡 碰 整个院子的瓷砖都被震碎了 林浩直接从直升机上跳下来 虽然说直升机离地面 只有两百多米 但是一般的二阶异能者 却是根本不可能做到 顾心仪虽然忧忧忧 但看到这一幕 还是被震撼到了 顾家院子庄 一众度假异能打授 看到林浩从天而降 都是傻眼了 脸上的笑容凝固 他们都只有三阶初级 甚至 要是他们从两百米高空跳下 一定会摔成肉降 因此 他们都以为 来了什么高阶强者 清醒过来后 本能帝后退了几步 大厅中的罗老二 听到动静 停下来看了一眼 见林浩 不过是二阶初级异能者后 顿时冷笑到特魔的 一个二阶的傻X 也敢来饶我的兴致 你们都是白痴嘛 这小子 不过是二阶初级而已 就把你们吓成这样 还不给我上 碰 和林抱着顾星仪 也从两百多米的高空 跑了下来 整个院子的碎瓷砖 都被震成了沙子 直升机有低阶的置架系统 可以自行悬空 度假异能打手 刚要出手 再次被吓傻了 四阶异能者 还是抱着个人 从两百多米的高空跳下 二阶的林浩 他们不怕 刚才只是被林浩的动作 吓了一跳 没有反应过来 但四阶的和林 却是他们恐惧的存在 老罗二刚 要对何小雨下手 没想到 立即又来了一个人 一看 还是四阶的异能者 而且还是个绝世美女 她顿时 对何小雨没了兴趣 邪恶地向院子走去 你们怕什么 一个不过区区二间 一个人就能干掉 另一个虽然是四阶 但你们有三十几个人 好都能把她的异能 耗尽给我上 男的杀了 两个女的留下 顾兴仪啊 顾兴仪 没想到 竟然给我找来了 一个绝世大美女 我还真想感激你 等一下我会用生命之水 好好赏赐你 不过你这样的智商 居然能拿五考全省第五 还真是五考的悲哀 你找的帮手 竟然一个也比不上我罗老二 哈哈 顾兴仪看到爸爸受伤 妈妈又差点被罗老二欺辱 顿时心如刀绞 杀气冲天霸 妈 女儿没用 让你们受欺负了浩哥 请你杀了他们 我愿意做牛 做马暴打你 林浩不动声色 顾刚宇和小宇 看到顾兴仪回来 顿时吓坏了 顿时大喊兴仪 你快跑啊 罗老二是四阶高阶艺能者 你找来的帮手 根本不是他对手 兴仪 你快跑啊 只要你没事 爸妈受点苦没什么 你快去魔都艺能大学 你的录取通知书 昨晚就到了 去找你的导师 魔都艺能大学 一定能保你平安 以后你学成归来 再替爸妈报仇 也不晚啊 罗老二冷笑 你觉得你女儿 还能跑得掉吗 得罪了杜少 就等于得罪了东南王 她 还有你们顾家全家 都别想出的了容室 罗老二的冷笑 突然变得无比阴暗 邪恶我不知道 你是怎么从杜少手中逃跑的 不过现在碰到我 却让我很想尝尝 你们母女的滋味 还有你这个绝世美人 到时我再把你还给杜少 又是大功一件 真是一举两得 哈哈 不 不对罗老二 突然全身一震 庞扶被人浇了一头冰水 全身冰冷 杜少身边有我哥保护 就算杜少不小心让你逃跑了 但我哥绝不可能让这样的事发生 说 罗老二阴沉无比地瞪着林浩三人 暴力之气 汹涌而起 随时都可能爆发 杜少和我哥怎么了 被我杀死了 林浩淡淡道 被你杀死了 怎么可能罗老二 就你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放声大笑 小子 就凭你们两个 也能杀得了我哥 他可是五阶初级异能者 就算是十个四阶巅峰 也休想杀了我哥 你们是不是还有帮手 我知道你不信 但你先别不信 很快你就会相信了 林浩淡默地说着 眼中有杀意开始涌动 顾星仪也是大声喊到爸妈 你们别担心 林浩哥哥很厉害的 他一定能救你们 顾刚全身一震 惊喜地望林浩林浩 不 主人 您就是主人吗 林浩独自一人 杀穿F兽巢 觉醒两个S级异能的事 顾星仪可是一回来 就跟他们讲了 林浩淡淡点头 顾刚喜极而弃主人 太好了 没想到您真的来了 太好了 这下我相信 杜宇纳他的保镖 是您杀的了 顾刚相信 以二阶初级的实力 就能杀穿兽巢的林浩 实力一定不是表面 看起来那么简单 而且这样的人 大厦肯定早就派人 暗中保护了 就算林浩不出手 救他一家人 也完全不是问题 罗老二冷笑 一个个死到林头了 还给我再这眼给我上 杀了林浩 女的留下 杀 三十几个度假异能打烧 立即杀场震天地冲向林浩 可惜 他们的异能还没完全施展 林浩就出手了 林浩大手一挥 三十几个八荒神火火球 呼啸而出 落在度假异能打手身上 转眼间 就将他们全部烧成了灰烬 连惨叫声 都没来得及发出 全场死记 顾刚震惊 激动 泪流满面主人 您真是太强了 何小宇虽然不是异能者 但他也看得出来 林浩非常强大 也是瞬间喜机而泣 罗老二只 觉得浑身冰冷 一股寒气 从脚底直穿脑门 刚才的火焰太可怕了 第一颗火球 都让他有种 面对死亡般的惊恐 而林浩 竟然能同时操控三十几颗 罗老二突然有种 非常不好的预感 他觉得 林浩可能没有说谎 他割合杜绍 可能真的已经被林浩杀死了 但他还是想试试 因为他是四阶高阶异能者 我哥就算是 被你杀死了 那也是我哥太大意了 我可不会大意 小子 你要将你挫骨扬灰 为我哥和杜绍报仇 距离 罗老二狂吼一声 施展出了异能 全身的骨肉 瞬间骨胀起来 血管突起 甚至还散发着 金属般的光泽 让他的战力直线飙升 无限接近五阶出击 给我死罗老二 狂暴地冲向了林浩 拳头都砸出了阴暴之声 顾刚看到这一幕 顾刚吓了一跳 担忧地喊到主人小心 林浩身影一闪 直接向罗老二冲去 同样是一拳轰出 不同的是 他没有使用异能 碰 战力接近五阶出击的罗老二 直接被林浩 轰成了血物 顾刚看到林浩 竟然没有使用异能 惊骇无比 生怕他被罗老二斩杀 刚要再次出声提醒 却发现 罗老二已经没了 顾刚震惊地实话了 第51章 新异能 SS级 东南王追杀林浩 恭喜主人 连续斩杀两大异能强者 奖励等级提升到 二阶高阶 奖励 SS级异能 时空禁过 时效10秒 奖励成长型技能 碎星拳 当前等级 五阶完美 林浩笑了笑 心里有点小激动 升级后的系统 果然很人性化 但系统带给他的惊喜太多 他已经有些麻木了 林浩开启了面板 姓名林浩 等级二阶高阶异能者 异能 SS级八荒神火 SS级空间风暴 SS级雷动八方 SS级枯木冯春 SS级异能 时空禁过 时效10秒 力量相当于五阶 初级异能者 速度相当于五阶 初级异能者 精神相当于五阶 初级异能者 技能 赤焰烈天 斩成长型技能 无上限 当前等级 四阶完美 袍钉切菜刀法 二阶刀法 当前等级 二阶高阶 风影雷闪 九阶初级速度技能 当前等级 四阶完美 碎星拳 成长型技能 当前等级 五阶完美 备注斩杀凶兽 成恶扬善 就能不定期获得 各种主人 所需要的奖励 别人只能看出 主人等级 看不出主人 觉醒的异能 异能觉醒异象 也已遮蔽 SS级时空禁锢异能 太强大了 这是我第一 真正意义的觉醒 SS级异能 一旦施展 竟然能禁锢住 周围千米之内 一切人失误 虽然SS级时空 禁锢异能 在对整体战力强过 我的人施展时 时效会降低 但也是非常可怕的危险 我能同时掌控的 八荒神火火球数量 或者空间风暴球数量 也提升到了六千颗 而且每颗 都足以斩杀 四阶高阶异能者 等级提升 异能 力量 速度 和精神 都会随之提升变强 急者相加 加上五阶完美级 技能碎星拳 就算是六阶高阶异能者 我也能斩杀 六阶高阶之上 时空禁锢时效降低 无法斩杀 但是也可以五五开 足够有自保之力了 顾刚见到零号 斩杀了罗老二 顾家灭顶之灾解除 喜极而泣 激动地用单脚爬过去 被罗老二打断的腿 一路上留下了一条血路 顾刚边爬边 激动到主人 太感谢你了 要是没有你 我们顾家就覆灭了 从今以后 我顾家就跟着您了 顾星仪与何小雨 顿时泪如雨下 霸顾星仪飞奔过去 霸 你别这样 这样会加重伤势的 你快停下 我马上送你去医院 是啊 老顾 你别爬了 不然你的腿就废了 顾星仪想到了直升机 直接跪倒在零号面前主人 求求你 用直升机送我爸去医院吧 再晚他的腿就废了 求求你了 零号淡淡道 就这点伤而已 去什么医院 顾家全家都傻眼了 这么点伤 去什么医院 零号 你顾星仪 简直无法置信 没想到 零号是这种人 他愿意跟着零号 甚至愿意 让顾家臣服于零号 是佩服零号的 异能和实力 但是前提也必须是 零号会善待 他和他的家人 何小语都吓得发抖起来 顾刚也是一脸惊愕 面色苍白煮 零号 我们顾家愿意跟着你 冲锋陷阵都没问题 但是 你居然说着 他看了一眼 自己鲜血淋漓的大腿 眼中再次充满了绝望 难不成刚送走一条蛇 又来了一头狼 真的天咬王顾家 零号忍不住失笑 想什么乱七八糟的 把我当什么人了 说着 直接上前 抬手 施展S级异能枯木逢春 一道绿光闪过 神奇的绿色能量 化为一道光芒 注入顾刚腿上 零号 你要干嘛 我跟你拼了 顾星仪以为零号要杀他吧 立马发狂了 直接施展异能 就要阻止零号 顾刚怒吓星仪 你干什么 主人是在帮我治疗 顾刚虽然是怒吓 但他脸上 却是充满笑容的 他感觉他的腿 一下子就不痛了 不仅如此 而且断掉的腿 似乎还在生长 顾星仪猛然停下 震惊地看着零号 又看了看顾刚 在感受到那绿光之中 散发出来的生命力气息后 这才相信 零号真的是在帮他爸治疗 片刻后 零号收手好了 起来走走 顾刚一脸惊喜 零号收手那一刻 他就已经知道 他的腿好了 顾刚站了起来 来回走了几步 往好如初 顾星仪和何小雨 都惊呆了 真的好了 一家人终于确定 零号是个好人了 零号 不 主人 我错怪你了 对不起 顾星仪一脸抱歉 顾刚也是 赶紧赔礼道歉主人 真的对不起 星仪就是太关心我了 才会失态 你可千万别跟他计较啊 零号淡淡道 既然臣服于我 以后就是自己人了 不用这么客气 叫我号哥就好了 在我面前 别怪那些凡文入节 还有 马上释出资讯 招收一些靠谱的异能者 还有各方面的人才 待遇可以给到比市面上优厚一点 记住 动作要快 是 主 号哥 我马上就半顾刚 虽然不知道零号要干嘛 但是听零号的 肯定错不了 觉醒了两个S级异能的人 腰钱的 绝会不会是小事 他只要乖乖听话就行了 孟家 孟伟的大哥 孟番的大儿子 孟超越回来了 他不仅回来了 还带回来了一千个全副武装的黑衣人 全部都是二阶高阶异能者 看着被清理过 但仍然充满血腥味的家 孟超越暴怒 一拳轰出 轰塌了一堵强零号 你怎么敢的 我要将你千刀万剐 给我查 给我找出零号 我要让他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是 一千个黑衣人呐喊 沙场震天 荣市中心 一座两百多米的矮山上 建造着一座金碧辉煌的城堡形别墅 高石层 房间上百间 这正是东南王的府邸 十年前 在东南王府邸建造前 这座小山 原本是一座市民公园 云山公园 可自从东南王府邸建成后 整座小山 就成了东南王的自家花园 群众虽然不满 但也只敢私下发发牢骚罢罢了 今夜 东南王府张灯结彩 大摆宴席 庆祝他的二儿子叶康 被魔东艺能大学录取 荣省各大富豪 甚至全国各地富豪 强大的艺能者 都争相前来参加这场盛宴 其中不乏六阶艺能强者 东南王府邸的广场上 摆满了近百桌的酒席 东南王端坐主桌之上 国字 短须 目光如鹰 凌厉无比 散发着一股身居高位者 才有的霸气与威严之势 而这张主桌 竟然连容的父母官 都没有一席之地 东南王的二儿子 叶康 一身笔挺西装 坐在东南王的身边 主桌的客人们 都在夸他 拍他的马屁 因为拍他的马屁 就等于拍东南王的马屁 叶康得意非凡 庞扶人生 已经到达了巅峰 东南王端着酒杯站起来 全场顿时速景 所有的目光转向了他 感谢各位 千里迢迢起来参加 突然 东南王贴身护卫 闪身来道 在他耳边小声说道 杜宇被林浩杀了 东南王一愣 满脸的笑容渐渐消失 砰地一声 将酒杯摔碎 沉生怒吼道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把林浩给我抓来 我要将他当众斩杀 第52章 强闯东南王府邸 接下来 我要去东南王府邸了 交代王顾刚 林浩淡淡地说道 顾刚吓得腿都软了主人 不是 浩哥 东南王府可不能去啊 东南王就是荣省 和周围三省之王 黑白两道 都要给他面子 根本没人敢得罪 不知多少得罪 东南王的人 全都死了 浩哥 你千万不要去啊 而且 今天还是东南王二子的升学宴 来了不知多少 全国各地的富豪 和异能强者 浩哥你去了 相当于是深入虎穴 九死一生啊 顾心仪和何小雨 也是吓得不行 别的何小雨不清楚 但是东南王的威名 他却是如雷贯耳 和异却是一脸淡然 只问了林浩一句 你确定要去 当然 好 你等我一下 我去打个电话 去吧 和异上了别墅三楼的房间 关上门 玉手一挥 一个隔音透明照出现 然后拨打了电话 小林 怎么了 这么晚给老爸打电话 是 是想老爸了吗 电话那头 加班中的和司令 激动得瞬间困意全无 和异有点不耐烦 公事公办到 林浩觉请了三个S级异能 我甚至怀疑 其中有一个是 SS级异能 我想申请将他的待遇 提升到战神级别而浅 才觉醒几天的时间 他的等级 已经是二阶初级了 和司令虽然有点失望 但听了和异的话 还是前所未有的震惊 小林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之前 不是说他只觉醒了 两个S级异能吗 三个S级异能 其中一个 还可能是SS级异能 刚觉醒几天 就达到二阶初级 这在全国 甚至全球 都是闻所未闻的呀 我怎么知道 和异不耐烦 又像是小女孩 在撒娇生气 一点也不像是 大家眼中高冷的欲解 也许她身上 真的有异能神福 传说中的异能神福 那就难怪了 小林 你说的我同意 异能神福 绝对不能被人抢走 特别是不能落在 品性恶劣的人手中 战神的令牌 两个小时后 就会送到福城 送到容氏吧 到了叫人先联络我 和异说完就挂了 和司令急了小林 你先别挂 老爸还有很多话 想跟你说啊 和异下楼 对林豪道走吧 顾星仪一家人 都是无比担忧 顾星仪林姐 真的没事吗 和异语气平淡中 透露着无比的自信 倒没事 就算打不过 也没人能动得了林豪 顾刚看了和异 又看了看顾星仪 他突然有种直觉 和异的能量 可能比东南王更加恐怖 豪哥 那你们千万要小心啊 顾刚还是关切到 林豪平静到 把心放在肚子里 一个东南王而已 东南王府所在的小山脚下 一条柏油马路 直通山上 不过路口 却早已被全副武装的人 理三层外三层的戒严了 起码都是三阶高阶的异能者 领头的那个 更是四阶初级 除此之外 小山上的暗处 还不知有多少异能强者潜伏 许多人都在远远的围观 然后热烈的议论着离去 听说 今天是东南王二儿子的升学宴 今天一整天 不知进去了多少辆豪车呢 而且都是全国各地的豪门显贵 听说马化腾和马云也想来参加 东南王连回复都没回复 在无数群众的义润声中 林浩带着和林 走了过去 您好 请问二位有邀请寒吗 一个鹤枪实弹的异能守卫 礼貌且恭敬地问道 没有 林浩淡漠且不屑地说道 守卫的黑色瞬间变黑了 怒喝到什么没有 那你们来凑什么热闹 请你们立即离开 退到安全线以外 否则将被视为强闯 东南王府邸 格杀勿论 一时间 几十个鹤枪实弹的守卫 全部将黑洞洞的枪口 对准了林浩和和林 华 围观看热闹的群众 顿时吓得退后了几十米 特别是在林浩身后的 全都散开了 生怕守卫要是射击 打不准会误伤他们 一个个脸上 全都惊恐之色 但却都是静若寒蝉 连小声议论都不敢 害怕被异能守卫听到 横死当场 不过大家心里 都替林浩捏了把汉年轻人 赶紧走啊 惹怒了他们 他们真的会杀人啊 啪 那名守卫惨叫一声 飞出五十多米 砸在了一块巨石上 当场丧命 全场死计 所有守卫都惊呆了 他们完全没想到 在荣省居然还有人 敢杀东南王府邸守卫 群众们也被震惊到了 不过他们却比守卫反应得更快 也不知是谁 大声喊了一句 大家快跑啊 别被误伤了 一瞬间 所有群众都飞奔到了几百米外 而且都找到建筑和大树躲避 这才安心停下 然后忍不住小声议论起来 那个年轻是真的活啊 难道他不知道 那是东南王的守卫 别说是出手杀他们了 就算打一下 也可能会被斩杀嘛 真替那个小伙子惋惜啊 这么有正能量年轻人 现在已经不多了 可惜他的下场 哎 十年了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当众挑衅东南王 你们有没有觉得 那个年轻人的背影 有点熟悉 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 我看他的背影 好像林浩 那个全国五考第一的林浩 林浩 对对对 我这么一说 我也想起来了 他的背影 真的跟林浩很像啊 现在我真的希望他是林浩了 我希望有个血气方刚 而且威武不屈的年轻人 能否打一下东南王的嚣张气焰 我倒不希望他是林浩 因为我不希望林浩刚刚崛起 救妖者 他的未来有无限可能 完全可以晚一点 再来打脸东南王啊 东南王的守卫健壮 却是猛然惊醒 然后守卫头领毫不犹豫的吼道 找死敢杀东南王的人 给我开火杀无射第五十三章 神秘杀手的计谋 哒哒哒哒 上百挺机关枪 对着林浩开火 瞬间 耀眼的火蛇 彭扶密集的流星雨 完了 这正义爆棚的少年要挂了 真是可惜啊 无数群众扼腕叹息 下一瞬间 八荒神火 林浩浑身腾起恐怖的紫色火焰 周围温度瞬间飙升 将百游马路都烧出一个大坑 密密麻麻的子弹 一碰到八荒神火 瞬间被气化 子弹射光 东南王的守卫 惊骇无比 怎么可能 上百机关枪 近万发子弹 竟然一刻都没打中 不可能难道我们装的不是实弹吗 二阶异能者 怎么可能挡住 而且还毫发无伤 群众也是震惊无比 纷纷擦了擦了眼睛 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这也太变态了吧 这么打都没事 是我起人妖天了 这少年是有备而来的 这下有好些好了 小哥哥太帅了 竟敢强怒 东南王守卫 上百机枪扫射 毫发无伤 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啊 这就是现实中的男主啊 林浩面色阴沉 嘴角泛起一丝 冷笑来而不枉非离也 现在该轮到我了 他屈指一弹 一百多颗八荒神火火球浮现 庞腐连虚空都被烧得融化 周围百米都变成一座熔炉 守卫们见状 惊恐无比 只觉得浑身冰冷 庞腐被死亡气息笼罩一般 本能地后退 林浩大手一挥 一百多颗火球 呼啸而出 宛如天乏 啊 惨叫声中 一百多名东南王守卫 化为灰烬 群众再次震惊天哪 这太恐怖了 这火焰 跟五考时的林浩的火焰 一模一样啊 全国五考第一 果然名不虚传 何止名不虚传 你们发现没有 才几天时间 林浩的异能 已经强大了无数倍 那些可都是三阶高阶的异能者 他竟然一招团灭了 太强了 没想到我出来六个弯 竟然如此精彩的大战 真是三生有幸啊 小哥哥太帅了 我还没看够啊 要不是山上是东南王府邸 我真想跟上去看看呀 林浩眼睛都没眨一下 直接迈步而出 向山上走去 转眼间 消失在群众视野之内 东南王据说正在扮二儿子的升学宴 席间强者如林 高手如云 林浩这样上去 不知道能不能全身而退呀 是啊 那上面 起码是有六阶异能强者 林浩再强 毕竟才刚刚觉醒几天 不可能打得过那些人啊 林浩刚飞掠了几百米 前方黑暗的树林中 立即就闪杀出 五个四阶高阶异能者 小子 下面枪声那么激烈 你一定是强闯上来的吧 东南王府邸 也敢强闯 活腻了吧你 另一个更加嚣张 居高林下的眼神 盯着林浩 不凡脑到跟他废什么话 下面守卫没有报告 有人上山 就是强闯 区区二阶高阶视通者 杀了就是了 话刚说完 他就动手了 林浩面色阴沉 他也动了 而且后来居上 一拳轰出 那名四阶高阶异能者 直接被轰成了血物 剩下四人大惊失色 毛骨悚然 怎么可能 二阶高阶异能者 竟然一拳打死了四阶高阶 这少年究竟是谁 难道是燕京豪门世家的 绝世天骄 可是没听说东南王 得罪了燕京的大人物 四人惊恐得立即穿上战甲 原本他们执行着暗卫的任务 根本就懒得穿战甲 因为他们认定 根本没人敢强闯 东南王府邸 没想到 今天竟然碰到了 别发呆了 一起出手 杀了他 林浩大手一挥 一片八荒神火 呼啸而出 瞬间淹没了四人 连同他的战甲 一起烧成了灰烬 林浩继续前行 山脚下 四个神秘的杀 远远地看着林浩 竟然杀光了东南王守卫 强闯东南王府邸 一时间都傻眼了 完了 我们应该早点出手的 现在这小子 强闯东南王府邸 肯定会死得 连骨灰都没留下 我们的异能神父和赏金 都没了 快煮熟的鸭子 就这么飞了 你在想什么 我们应该庆幸 我们没有出手 否则连骨灰都没有的 就是我们四个了 你们没发现吗 林浩这一路起来 独自杀穿F急兽巢 灭了孟家 杀了东南王的私生杜宇 一路杀 等级一路疯狂提胜 就算落单 我们也根本不是对手 我在想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其实早就已经是高阶了 甚至早就已经无敌 只是在伴猪吃老虎 四人顿时觉得毛骨悚然 你说的没错 之前我们还以为 只要他落单 我们四人联手 一定能杀了他 可是他的成长速度 实在太快了 这不科学异能神父的作用 就算神器 也不可能这么快 对啊 林浩一定早就用了异能神父 早就无敌了 只是在有故意装弱 目的就是为了引出 当年杀害他父母的仇家 为他父母报仇 不然谁会这么傻 刚用异能神父 实力还很弱 就暴露了 让人来抢异能神父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他不知道 当年的仇家究竟是谁 只能出此下策 逻辑严密 都对上了 那我们怎么办 打不过林浩 出手是死 回去也是死 以组织的能力 天下之大 恐怕再也没有 我容身之处了 难道我们只能等死吗 我不甘心啊 那也不一定 还有一种可能 林浩很强 但还没到无敌的程度 他这一闯东 难往府底 要是打不过上面的高手 就会两败俱伤 到时就算林浩能逃走 重伤之下 我们四人在联手 我就不信他 还有命火 就算林浩逃不走 我也有办法 将功劳揽到我们身上 你们或许不知道 东南王级有可能 也是我们组织的人 不然他不可能十几年时间 快速地崛起 到时我们只要说 是组织派 我们来接受林浩的 直接把人带走 万一东南王不放人呢 不会 以组织的习惯 这个任务 不可能告知东南王 因为东南王 已经成器后了 要是让他知道 林浩有异能神符 一定会据为己有 那样的话 组织要拿到异能神符 就更难了 有道理 那还等什么 我们赶紧跟上去 静观其变 坐收余力啊 孟家 孟统领 查到了 林浩正在东南王府底 小山脚下的入口闹事 非要上山 眼看就要打起来了 什么 该死的林浩 竟敢强闯东南王府底 马他怎么敢的 他不怕死吗 我能当上这个统领 还多亏了 东南王的帮助 要是没有东南王 在荣省军部的威信 我根本不可能有今天 林浩这小子 竟然不知死活 敢去打扰东南王 走 全速前进 立即去东南王府 一定要在林浩 进东南王府前 拿下他 到时搞不好 又是一件公王 于是 四个杀手 刚上山片刻 孟超越 也带着一千多名 全副武装的 黑衣异能者 冲上了山 战神凌云 看着林浩 一路杀上山去 兴奋得不得了 这家伙 越来越 让我刮目相看了 简直比我当年 还要猛啊 我倒要看看 今晚 谁敢动林浩 第五十四张震 京东南王府底 不好了 东南王的亲卫 一路大喊着 冲过了 东南王府底的广场 来到了主桌 东南王身边 东南王怒了 大呼小叫什么 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没看到这么多 贵客都在吗 清卫被东南王的威严吓坏了 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话都说不清楚了 是 是林浩 东南王一脚踹了过去 你这废物 连话都说不清楚 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让你拆下林浩行踪 把他抓住 这么小的事情 都不会做了吗 还要我教你吗 清卫不敢喊痛 赶紧起来 重新跪倒不是 是林浩 林浩打上来了 杀光了山脚的守卫 一路上的暗卫 也被他杀了几波 马上就到大门外了 哄 全场死计 东南王暴怒 怒极反笑道好啊 曾几何时 一个小小的高中毕业生 竟然敢杀我儿子 还敢强窗我东南王府邸了 还杀那么多人 他这是找死 谁给他的胆子 啊 谁给他的胆子 给我派人下去 将他错谷扬灰 所有宾客都傻眼了 哄 东南王话音刚落 府邸那十米高 气势辉红的红木大门 就被烧成了灰烬 林浩英俊挺拔的身影 出现在大门前 缓缓地走进了 东南王府邸 棱角分明的脸上 目光凌厉 杀气腾腾 沉声喝到东南王 给我滚出来受死 身后 还跟着和林 冷若冰霜 暗含杀气 随时准备出手的和林 全场鸦雀无声 三十个五阶巅峰的 东南王暗卫 悄无声息地出现 将林浩团团围住 就等东南王一声令下 就发动绝命一击 随后 全场宾客一片哗然 这小子是谁 竟然强闯东南王府邸 是活腻了吧 真是无知无畏啊 二届而已 竟然跑到东南王府邸 撒野 怕是全家 都不得好死了 今天别说二届 就算五阶巅峰强者来了 也得贵 这小子 真不知道 谁给他的胆子 天高地厚都不知道了 荣氏的父母官 却是吓得瑟瑟发抖 生怕东南王怪他治理不严 把他给灭了 他现在恨死林浩了 什么全国五口第一 真把自己当葱了 你想死别特魔连累我啊 荣省的首富 东南王妻的炸脸 砰地一声 将酒杯捏碎 面色阴沉如水 但他越生气 看起来反而越是平静 竟然笑得好啊 很好 看来是我近几年太过仁慈了 居然区区二阶高阶 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了 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废了他 是 三十个五阶巅峰的 东南王案为其声应答 哼 就在这时 孟超越带着一千多名黑衣人 冲了进来 将林浩围了起来 他则是屁颠屁颠地 跑到东南王面前 跪倒在地东南王 请恕罪 小的来迟了 林浩这小子 杀了我父亲和弟弟 我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 这种小角色 还是交给在下吧 不值得您出手 东南王笑了不错 不枉我栽培你这么多年 去吧 不过别这么快就弄死了 今日正在树玩升学宴 就让那小子表演一个千刀万寡 给远道而来的宾客们 助助心 是 东南王 孟超越起身 激动无比 有了这个在全国各大险 跪面前表现的机会 他未来的道路 一定是一片坦途 清云直上 听到东南王的命令 三十个五阶巅峰的东南王暗卫 立即退下 消失不见 简直是神出鬼没 来人 给我废了 林浩这小子 孟超越一直令下 一千多名全副武装的黑衣人 将枪口对准了林浩 看到这一幕 宾客们顿时都失去了兴趣 开始淡然地碰杯 喝酒 只等着林浩被千刀万剐的表演 和林面色冰冷无比 刚要有所动作 林浩却是一脸淡然地 抬手阻止了小试一桩 你在旁边看就好了 开火 哒哒哒哒 林浩动了 速度比子弹还快 大手一挥 一千多颗八荒神火火球 呼啸而出 一瞬间 无数子弹还在半空中 就被恐怖的火焰烧得气化 八荒神火去尸不减 转眼间 射到一千多名黑衣人身上 恐怖的火焰 立即洞穿了他们的身体 将他们烧成了灰烬 庞福从来没有过 这一千多人一样 这极具震撼性的一幕 让全场宾客骇然失色 广场上响起无数酒杯 掉落摔碎的声音 一个个看林浩的眼神 都像是在看魔鬼一般 怎么可能 一个二阶高阶 一招团灭 一千多个二阶高阶 这不会是东南王叫人 给我们表演的 大型现场魔术吧 二话不说 就杀一千多人 这简直就是杀神啊 他怎么会这么强 一招杀一千多人 就算是五阶 终极异能强者 也做不到啊 东南王面色更是铁精 脸上肌肉都在抽搐 真是一帮废物 孟超越面如死灰 别人也许不知道 这一千多人是什么人 但他可是清清楚楚 这一千多人 是他忠诚的部下 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的 神枪手和异能者 竟然被林浩一招团灭了 他原本非常自信 这一千多人 就算是踩都能把林浩踩死的 孟超越惊恐无比 只觉得浑身贪软 实在是难以置信 他无比后悔 早知如此 我就不该回来 可惜 已经晚了 林浩一个闪身 捏住了孟超越的脖子 咔嚓一声 直接捏碎 一甩手 抛上半空 屈指一弹 一颗八荒神火 火球划过 将它烧成了灰烬 杀法果断 狠辣无比 一些胆子小的兵客 下得赶紧逃命而去 对他们来说 东南王强步墙 已经无所谓了 以林浩的战略 一个不小心 就会殃及驰鱼 他们可不想成为炮灰 孟超越 还有是不少人认识的 荣省军部的统领之一 才三十出头 年纪轻轻 就已经是五阶中级异能者 竟然被林浩砍瓜切菜般的杀了 连反手之力都没有 如何不让人惊恐 东南王被彻底震怒了 林浩竟然当着他的面 杀他的人 还把原本齐了荣荣的升学宴 给搞砸了 要是不杀了林浩 他东南王以后 还有谁会服 关键搞砸这一切的人 竟然还只是一个二阶高阶 刚刚觉醒没多久的少年 实在是太丢人了 来人 给我杀 给我杀了这小子 第五十五章升学宴 遍葬里 四千四千多字 远在千里之外的江南 某个小县城 一个名叫刘生的高中毕业生 在今年五考中 取得了全国第五十的好名次 全家人都激动坏了 刘生的父亲 更是下血本 买了一瓶二锅头 一斤羊肉 和一些火锅料 一家三口 欢欢喜喜地吃了一顿大餐 只等着录取通知书一到 就半生学宴 庆祝刘生高中 刘家本是穷苦人家 这些年 为了刘生能在五考时 考出好成绩 刘生父母拼命地培养他 每次打五份工 起早贪黑 拼命赚钱 差点连命都搭上了 好在苍天不负苦心人 刘生终于如愿以长地考了个好成绩 可惜 全家人左等右等 一连几天过去 却一直没等到录取通知书 同县城很多多次比他低的人 都收到录取通知书了 要知道 以刘生全国第五十的名次 本来最多五考结束后两天 录取通知书就会送到的 刘生一家人 渐渐地开始绝望 他们想到了一种可能 那就是刘生的名额 被人替换掉了 一家人不服 不甘心 想去魔都艺能大学问得清楚 因为刘生报的是魔都艺能大学 只是还没出县城 就被人暴打了一顿 并且威胁他们 接受现实 否则就将他们灭门 一家人彻底绝望了 本来完全可以尽的 改变刘生和刘家的命运的 可惜 他的名额 却被东南王的儿子 叶康给顶替了 叶康一直在魔都的贵族高中读书 却只考全国五百三十多名 原本魔都艺能大学 是不可能要他的 可是东南王给的实在太多了 于是 叶康的导师欧阳峰 使了点小手段 轻而易举的 让叶康替代了刘生的入学名额 欧阳峰身为六阶高阶艺能者 虽然在魔都艺能大学 算不上什么厉害的导师 但要让他识点手段 造点假 换个名额 让叶康顶替一个穷小子 还是可以绊倒的 此时此刻 东南王府邸生学院的主桌上 正坐着叶康的导师 欧阳峰 叶康不停地给欧阳峰倒酒 两人都是一脸的云淡风轻 根本没把林浩放在眼里 东南王一声令下 三十个五阶巅峰的东南王暗卫 再次出现 将林浩团团围住 各个面色阴翼 杀气腾腾 虽然人数上 比刚才那一千多二阶 高阶黑衣人少了许多 但那气势与杀伐之气 却将在场无数宾客 都震慑住了 不愧是东南王啊 这三十个五阶巅峰异能者 比刚才那一千多人 强了好几倍啊 三十个五阶巅峰强者啊 这阵容 哪怕放在魔多 都能撑点场面了 东南王的底蕴是真强啊 给我杀他东南王怒喝道 是 很多宾客立即远远地退开 让出了中间的位置 五阶巅峰异能者出手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一不小心 就可能误伤他们 不死也惨 令人惊骇的一幕 再次出现了 三十个五阶巅峰强者 同时出手 各种眼花缭乱的异能 同时施展 震撼全场 可林浩却是不懈地冷笑一下 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 哄 地面上被轰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阎尘四起 庞扶被导弹击中 整个广场都跟着颤动起来 三十个五阶巅峰强者 竟然一个也没有打到林浩 全场骇然 连欧阳峰都抬头看了过去 眉头微皱 宾客们更是惊骇出声 怎么可能 三十个五阶巅峰强者 竟然一个也没有打到他 我不是在做梦吧 他的速度 怎么可能这么快 他才二阶高阶啊 碰 宾客们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林浩已经出手了 一拳轰出 一个五阶巅峰的东南王暗卫 当场爆成了血污 林浩的身形再次消失 速度快到 连残影都没留下 三十个五阶巅峰强者 顿时惊恐无比 竟然乱了阵脚 根本不知道该打哪里 看不到林浩 总不能对着空气打吧 碰 不到一秒 又是一个五阶巅峰的东南王暗卫 被轰成血污 宾客吓得再次后退 又有很多宾客逃命而去 生怕万一零号杀疯了 所有人都要跟着东南王陪葬 怎么可能 他竟然连异能都没使用 单凭纯力量 就斩杀了五阶巅峰的异能者 这也太恐怖了吧 谁告诉我 他是二阶高阶的 一定是眼瞎了吧 东南王的脸色 一阵清一阵白 难看无比 不停地骂着废物 就连六阶高阶的欧阳峰 都忍不住露出了诧异的神情 砰砰砰砰 东南王的五阶巅峰暗卫 一个跟着一个死去 血无漫天 整个东南王府底 都庞扶下起了血雨 场面恐怖无比 不到一分钟 东南王三十个五阶巅峰 异能者安慰 就全部被林昊斩杀了 全场死记 兵客们吓得双腿发软 有的人更是惊恐地 向大门外跑去 东南王脸色无比阴沉难看 面色猙獰 脸不抽搐 庞扶要吃人 东南王沉生到黑白二楼 话音落下 刷的一声 东南王身边 瞬间出现了两位老者 一人穿黑袍 脸色苍白 一人穿白袍 脸色有黑阴沉 赫然都是六阶初级的 异能强者 剩下没走的兵客 看到东南王震怒 都吓得瑟瑟发抖 看到黑白二老出现 都不禁为林昊捏了把汗 黑白二老都现身了 东南王这下是 真的要大发雷霆之怒了 这年轻人 是真的不怕死吗 还不见好就说 赶紧逃命 早就听说 东南王身边 有两个可怕的异能者 没想到 竟然是黑白二老这年轻人 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 我可是听说 这黑白二老 早年手上 沾了上千条人命 被官方下了通缉令 上了异能通缉榜 出动了许多强者围捕 最后却是无功而返 没想到 竟然藏在了 东南王府底啊 和林一见 黑白二老 顿时一惊 立即上前 面色冰冷 惊怒到 黑白二老 我们找你们这么久 一直没找到 没想到 你们尽头靠东南王 东南王 你私占云山公园 暗中勾结东宁人 如今还窝藏重犯 罪家一等 还不束手就擒 东南王大笑 私占云山公园又如何 大不了罚点钱 我可是有功劳在身之人 这点小事 算什么 至于勾结东宁人 你们有什么证据 而且 就算是跟东宁人 做点生意 也是无关大雅 而黑白二老 我是无意中救下的 根本不知道他们犯过事 再说了 就算我犯了事 又如何 在东南 我就是王 我就是王法 你能拿我如何 说着 他身上也释放出 可怕的威亚 震慑全场 六阶出击 在场宾客大惊 没想到东南王 也突破六阶出击了 这样一来 东南王这边 就有了三个六阶出击了 六阶可不比五阶 一个小等级 都是极其可怕的鸿沟 这下灵浩惨了 谁说不是 六阶出击 哪怕是在魔都和燕京 都能算得上一个人物了 半空中的灵云战神 看到黑白二老 和东南王三个六阶 同时出现 都变得有点紧张起来 三个六阶出击啊 一百个五阶巅峰也比不上 灵浩能行吗 灵云都忍不住 下降了一些高度 准备随时出手 可是等了半天 灵云却一直没有出手 他隐隐觉得 灵浩没问题 和灵冷笑 哪怕你是七阶 今天也走不了 周围十米 瞬间结出厚厚的冰层 温度骤降 冰寒刺骨 他之前 说了东南王的罪状 就是打算出手帮灵浩 只是他职务的人 出手需要一个理由 东南王 黑白二老 甚至欧阳峰 都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灵浩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但但到小事而已 交给我 和灵看了灵浩一眼 缓缓地点了点头 那你小心点 黑白二老在官方艺能 通缉榜上 是排名前一百的人 叶康终于站了起来 指着灵浩怒喝小子 今天是我考入 魔都艺能大学的升学宴 你把我的升学宴搞砸 立马给我跪下认错 片断双腿 和灵怒了救你 也配上魔都艺能大学 别以为你们 做得天衣无缝 你不过是花了钱 买了个名额 顶替了刘盛 财上的魔都艺能大学 你的导师 收了你叶家一千亿 没错吧 灵浩可是全国无考第一 你根本不配说他 你连给他提鞋都不配 叶康本来一直在打量和灵 打算今晚留下他 慰劳一下自己 也算给升学宴花上 一个完美的句号 没想到和灵 竟然当众骂他 还说他不如灵浩 顿时气炸了你 欧阳风突然开口 打断了叶康 面带笑意 对和灵笑道小姑娘 事关魔都艺能大学的 百年声誉 还有我的名誉 你可不能乱说话 你有证据吗 叶康看导师 替他说话 顿时气焰 更加嚣张了没错 魔都艺能大学的声誉 岂是你能随便污蔑的 你马上给我道歉 否则今晚别想离 他开子还没说出口 突然觉得身前一黑 竟然是灵浩 瞬间出现在了他面前 一把掐住他脖子 咔嚓一声 直接捏断 然后随手一甩 扔狗一样扔了出去 这种人渣 也配跟我一个学校 灵浩淡淡道 全场死寂 宾客们连呼吸都不敢呼吸 生怕惹到了东南王 被杀 但每个人的心里 都翻起惊涛骇浪 当着东南王的面 直接杀了他儿子 只怕天王老子 也就不了他了 他怎么敢 这可是东南王的儿子 先是私生子被杀 现在二儿子 又在自己家里 当面被杀 东南王这下 肯定得疯狂了 升学宴 遍葬里太可怕了 今晚恐怕 我们都得给叶康陪葬了呀 荣省荣师的父母官 都吓得躲到了树后 生气东南王盛怒之下 连他们也一起杀了 欧阳峰都傻眼了 他打死也没想到 他这个导师还在身边 叶康的老爸 东南王也在 林浩竟敢就这么杀鸡一样 杀了叶康 不过欧阳峰是狡猾的人 他听到林浩说 跟叶康是一个学校的 立即想到 以林浩的占领 那在魔都艺能大学的导师 实力一定比他强 因此 欧阳峰只发怒 却不说话 黑白二老童恐猛然收缩 林浩刚才的速度太快了 竟然连他们 都没看到林浩是怎么出手的 东南王眼见二儿子被杀 立即双眼血红 暴跳如雷啊 给了杀了这小子 给我千刀万寡 千刀万寡呀 林云战神健壮 神情紧张 崔冬意呢 随时准备出手 和林立即出声 提醒林浩小心 黑白二老都S级异能 林浩仍然一脸淡然 根本没把黑白二老 放在眼里 极寒风暴 暗夜鬼刃 黑白怒吓 声音沙哑而诡异 天空突然下起了雪 地面结冰 狂风呼啸 一把把与黑夜 相同颜色的鬼刃 借着黑夜的掩护 无声无息地射向林浩 若是精神不够强的异能者 甚至都发现不了 暗夜鬼刃的存在 林浩却是冷冷一笑 轻描淡写地拍出一掌 八荒神火 天地变色 紫燕腾空 林浩身前 突然变得一片恐怖的火海 鬼刃和寒冰 瞬间被烧成灰烬 地面都被烧出一个 深深的大坑 全场鸦雀无声 凌云战神和和铃 都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久久回不过神来 觉醒才短短几天 林浩竟然强到了 这种逆天的程度 两个六阶初级强者 还是成名多年的黑白二老 竟然被林浩一招秒杀了 冰克更是惊骇得无以复加 黑白二老同时出手 却连林浩的一角 都碰不到就被秒杀 太可怕了 这少年看起来也就18岁 竟然能同时秒杀 两个六阶初级 他一定是哪个隐士家族的天骄 隐藏实力 出来游戏人间的 欧阳峰忍不住全身一阵 就连六阶高阶的他 都从林浩身上 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刚才那火焰 竟然是SS级的 东南王的怒气和杀气 顿时消失了 就像是被人泼了一盆冷水 从头冷了脚 他终于知道 林浩为什么敢这么狂 敢闯他的东南王府邸 敢毫不犹豫地 杀他的私生子和二儿子了 他居然有SS级异能 而且 战力恐怖到一招秒杀 两大六阶 触及异能强者 东南王深知 如果他出手 一样会被秒杀 根本没有任何的机会 他甚至觉得 林浩可以不用异能 一样可以将他秒杀 不过 一想到他的大儿子 还有他背后的那个人 东南王害怕片刻之后 就又嚣张了起来 第五十六章 东南王的靠山 东南王再次振作起来 怒喝到小子 你杀了我两个儿子 难道还想杀我吗 林浩却是冷笑 一步步地走向东南王 东南王慌了 此时他的身边 除了欧阳峰 没人可以挡住林浩了 欧阳导师 您怎么说 也是小儿叶康的导师 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东南王用恳求的目光 看向欧阳峰 他的言外之意 是欧阳峰收了 他一千亿 彼此是一条船上的人 要是东南王不保 欧阳峰起码 也会被魔都大学开除 欧阳峰自然知道这一点 赶紧站了起来 对林浩笑道小友 你刚才说你 也是魔都艺能大学的 不知师承哪个导师 我也是魔都艺能大学的导师 你的导师 我一定认识 说不定还是生死之教 可否 看在我的份上 今夜之事 就这么算了 欧阳峰非常的客气 他不敢得罪林浩 他深知 以林浩的实力 在魔都艺能大学当导师 都够资格了 因此他的导师 必定不是普通的导师 他哪敢得罪 林浩转头 冷冷地看了他眼就你 一个贪污之人 也配 你欧阳峰一愣 怒气上冲 你敢骂我 你为了几百亿 毁了一个未来的天才 你就是大厦的蛀虫 我不仅要骂你 还要打你替魔都艺能大学 承接你这个无良导师 欧阳峰怒 极反笑小子 我可是六届 啪 林浩突然栖身而尽 一巴掌将欧阳峰扇 飞了出去 欧阳峰门牙 全部被打掉 下巴 也被打歪了 鲜血狂喷 心里震惊不已 他虽然是偷袭 但这速度 就算是正面出手 也够快的了 欧阳峰彻底怒了 他是不敢得罪林浩 但不代表林浩 可以当众打他 而且还是打脸 小子 你竟敢打我 别以为你有些过人之处 就可以目中无人了 不管你的导师是谁 今天 我都要替你的导师 好好教训你 惊身 欧阳峰全身金光爆发 彷彿是惊身罗汉 光芒璀璨 他觉醒的是 极异能惊身 这种异能 提升很慢 修炼极为痛苦 但修炼到大成 却可以刀法不入 万法不侵 只可惜 他的牙齿已经漏风了 再气愤的话 说出来 也没有了任何气势 只会让人觉得好笑 凌云战神 再次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 和灵也是担忧的 看着灵号A级 精身异能 刀枪不弱 千万别大意 打不过别逞强 但灵号仍然无比平静 A级精身嘛 可惜了 不是S级 否则 也许他还有机会 东南王看到 欧阳峰被灵号打 又对灵号出手 顿时大喜 天油加醋到 欧阳导师 这小子太目无尊掌了 先是当着你的面 杀了我的儿子 你的学生 现在竟然还敢出手打你 要是我 非杀了他不可 欧阳峰不傻 但在这种时候 他还是被激怒了 毕竟被当众打脸 不是什么人都能保持清醒的 欧阳峰的速度极快 几乎一个闪身 就到了灵号面前 盛怒之下 一拳全力轰出 打向灵号胸膛 他脚下的地面 瞬间裂成深深的珠网裂缝 兵客们再次被惊呆了 六阶高阶啊 那可是只差一小个等级 就达到七阶战神的 异能强者 这次我看是真悬了 这少年再强 也只用十八岁 难道他还能打得过 六阶高阶异能者 他要是能打得过欧阳峰 那他岂不是 能够在魔都异能大学任教了 你竟想杀我灵号目光一函 杀气腾气 那就别怪我了 时空禁锢 八荒神火 令所有人惊骇的一幕出现了 六阶高阶的欧阳峰 还有附近的东南王 和黎灵号比较近的宾客 竟然全都被定住 完全动弹不得了 而在那五十米范围之外 其他的人事物 却丝毫不受影响 当然 灵号身边不远处的和灵 却不受任何影响 所有人的神情 都变得目瞪口呆 惊骇无比 哪怕是东南王和欧阳峰 都惊骇得亡魂接冒 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 和灵却是兴奋不已 又一个S级异能 不 这不只是S级异能 这是SS级异能 不然以灵号的等级 不可能禁锢得住 六阶高阶的欧阳峰 和六阶处级的东南王灵号 也太帅了吧 灵云战神震撼的 不知说什么了 结结巴巴到灵号 这 简直不是人啊 SS级异能 竟然是SS级异能 灵号一步一步走向欧阳峰 欧阳峰惊恐的 想大喊救命 想大声求饶 但是发不出声音 只是他的眼神 变得越来越惊恐 血丝几乎瞬间 爬满了他的瞳孔 东南王也是 拼命想掏 但却根本动不了 灵号的SS异能 宛如神明一般 将他们定住了 再强的战力 也根本发挥不出来 灵号一掌拍出 八荒神火 呼啸而出 转眼间 将欧阳峰烧成了灰烬 要杀他的人 灵号可不会心慈手软 欧阳峰带着无尽的恐惧死了 时空禁锢的时效也到了 禁锢一解除 东南王第一时间就想跑 东南王虽然很嚣张 而且靠山很强 可是灵号连魔都异能大学的导师 欧阳峰都敢杀 东南王就怕灵号杀疯了 会根本就不管他的靠山强不强大 先杀了再说 毕竟魔都异能大学 是名牌异能大学 杀倒是 相当于跟魔都异能大学为敌 东南王的靠山 是一位战神 可战神也就是七阶异能者 而魔都异能大学 可是连八阶异能强者都有 甚至有传闻 常年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魔都异能大学的校长 已经突破九阶了呀 看到东南王跑跑 宾客都是感慨不已 没想到不可一世的东南王 竟然也有吓得逃命的一天 而且还是被一个 十八九岁的少年吓跑的 再嚣张又有什么用 毕竟六阶高阶的异能强者 欧阳峰都被毫不犹豫地斩杀了 东南王不跑 难道在这等死吗 是啊 听说东南王的靠山 是天狼战神 镇守南疆 抵御凶兽和蛮族的战神啊 东南王的速度很快 可惜灵号的速度更快 东南王身形刚动 灵号就再次施展了 SS极异能时空禁锢 东南王惊恐无比地 禁锢在了原地 眼中充满了恐惧之色 灵号一步步走过去 随后 将东南王周围一米的时空解禁 让他可以 有个活动空间 可以讲话 看着灵号走来 东南王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灵号眼神冷漠凌厉 倒说一句 你答一句 十年前 除了你 还有谁参与了杀害我父母的行动 第57章东南王 王三章 灵号已经从何林那里了解到 当年他的父母 都没有觉醒异能 但杀害他父母的行动 却有很多强大的异能者都参与了 从浮城的范家 孟家 到东南王 都参与了其中 那就有一种可能 幕后真正的凶手 或者还不是东南王 毕竟异能神父的诱惑力 和吸引力太大了 讯息一旦散步 什么强者都有可能参与其中 东南王有些茫然的 看了灵号一眼 突然瞳孔收缩你 你是当年的那个小孩 他终于发现 灵号跟当年的灵号父母 长得非常像 东南王似乎又想起了什么 眼中再次充满了恐惧 灵号大怒 解除时空禁过 一个闪身 一脚踹断了东南王的腿 你果然参与了杀害我父母 啊 东南王摔倒在地 鲜血直流 惨叫不止 不 不 别杀我 我虽然参与了 但是我没有杀你父母 他们 他们当时逃跑了 确切地说 是我们逃跑了 灵号一正 东南王逃跑了 眼神一寒说 当年到底怎么回事 若有半句假话 我定将你错骨扬灰 就连和铃也惊叉不已 因为当年的档案中 明确地记载着 灵号的父母 死在了一场大火之中 尸骨无存 东南王忍着剧痛到当年 孟家为了巴结我 告诉我 你家有异能神父的事 当年的孟家 还是个小小的世家 在福城根本排不上号 孟家当年自知异能神父太过珍惜 怕有命哪 没命用 才告诉我的 至于孟家 则是从范家手中 得知的异能神父一事 当时 是因为你父亲生病 家里又穷 你母亲就拿了异能神父 去范家的典当行典当 灵号听到这 忍不住愣了一下异能神父 拿去典当当年的灵号家里 真的很穷吗 就连灵云战神的脸 都忍不住抽出了一下 什么家庭条件啊 异能神父拿去典当 东南王继续说道 当年范家并不知道 异能神父的珍贵 以为是块古玉 看着颇有些年代 就收了 然后就发照片 告诉了孟家 想卖个好价钱 之后 孟家就叫上我 可是还没等我们过去 买异能神父 你母亲就回到范家典当行 要回了异能神父 当年我们也很奇怪 你母亲的举动 不过当时 也没想那么多 就带着范家和孟家的人 去了你家 可没想到 你母亲 你母亲竟然那么厉害 一到你家 大战就一触即发 我们的人立即死了几个 你家也被你母亲的火焰 异能烧成灰烬 可是当时我们人多 虽然意外 但没有放弃 一路追杀你父母 出了场 进了荒野区 可认知 你母亲却是越战越强 要不是他有伤在身 而且要保护你父亲 当时我们就全军妇没了 另外 当时范家可能还发资讯 给了其他的买家 因此那场追杀 还有一批蒙面人参加 不过他们最终 全部被你母亲斩杀了 最后 我们几个领头的人怕了 一心只想逃命 而你母亲 因为要护你和你父亲 没有反过来追杀我们 一路进了浮城荒野深处 我们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我真的没有杀你父母 求求你 放过我吧 东南忍着剧痛 丹西跪地求饶道 林浩脸色阴沉 当时他的原生在上学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现在想想 当时林浩的父母 也是经历了九死一生 碰 林浩一脚将东南王的一条 手臂踢断 韩生问道 当年的蒙面人 你真不知道是谁 东南王惨叫着回答 我真的不知道 求求你 饶了我吧 当年还有谁 参与了追杀 还有 还有天狼战神 东南王似乎迟疑了一下 才说出来 当时我与天狼战神 有过一面之缘 他又刚好执行任务 来到荣省 我暗中将异能神福之士 告诉了他 心想以他的实力 应该没问题 没想到 最后他无功而返 还受了伤 东南王说出天狼战神 一来是想震慑林浩 让他不敢杀他 二来是想借刀杀人 他相信 林浩再强 也不可能是 天狼战神的对手 天狼战神林浩的杀气 又浓郁了几分 你确定天狼战神 也没拿到异能神福 没有杀害我父母 我确定 天狼战神 后来亲口跟我说的 而且他这十年来 等级进展缓慢 要是当年拿到了异能神福 他早就突破了 不可能一直还在七阶终极 林浩兵冷到很好 你可以去死了 他相信东南王不敢说谎 既然东南王不知道更多 那就没有留着的价值了 东南王惊恐的亡魂皆冒 他没想到 林浩竟然胆大包天 竟然如此不管不顾 他搬出了天狼战神 竟然还敢杀他 你不能杀我 我大儿子 在天狼战神的麾下笑脸 已是战将级别 你杀了我 我儿子和天狼战神 都不会放过你的 林浩直接无视 一掌拍出 八荒神火 直接将东南王吞噬 东南王还没来得及惨叫 就被烧成了灰烬 管他什么战神 敢追杀我父母 全都得死 在场的宾客 早就跑光了 他们可不想听到 林浩的什么秘密 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东南王死了 东南王的麾下 那些等级 不到五阶的护卫 全部被和灵拿下 王法处置 知道原神的父母 可能没死 林浩也松了口气 他早已融合了原神的记忆 多少也有点感情在 接下来 就是要去找天狼战神了 林浩的目光 凌厉无比 对于追杀过他父母的人 他必定是要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的 和灵一经林浩 天狼战神 可不是一般的异能者 天狼战神 镇守南疆 抵御蛮族和凶兽 麾下 有百万异能将士 林浩眼中杀气腾腾 镇守南疆 也不能追杀我父母 敢追杀我父母 就得死 和灵愣了一下 很快倒好 但你也别急 你也听到东南王说的了 天狼战神 无功而返 还受了伤 你父母当时并没有死 很有可能 现在还活着 既然这样 你就先别急着 去找天狼战神 七阶终极的战神 可不是一般的异能者 我会叫人查天狼战神 若是他暗中犯下了什么大错 那就会被撤职 到时你再找他 胜算也会更大一点 林浩想想 绝对有道理 百万军中 取上将手机 现在的他 确实还差点火候 但那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或者不到一两个月 他就能拥有那样的实力 眼下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倒是不急于这一两个月 反正 现在已经知道 他原生的父母没死 林浩原生 也可以有所欣慰了 他也该去一趟燕京艺能大学 和魔独艺能大学了 林浩突然沉声道 你们四个 跟了这么久 不打算出来吗 第五十八章 神秘的新宫组织 那四个神秘组织 派出的神秘杀手 一直躲在暗处 看到林浩血洗 东南王府邸的全过程 四人好几次 都吓得想逃命 可是一能神父的诱惑 实在太大了 因此 四人一直在等机会 吸往东南王府邸之中 能有击败林浩 等到双方两败俱伤 他们就能坐收于力 可谁知 林浩血洗完了 东南王府邸 竟然没有一人 是他的对手 到此 四人才惊醒过来 林浩不是他们能打败的 他们想逃命 但他们却不知道 林浩早就注意到他们了 逃 四人几乎同时大喊一声 四道身形 向四个方向 急速逃命而去 可惜 他们不过是四街高街而已 林浩转眼之间 就将四人抓住 带回东南王府邸 从半空中砸了下去 啊 四个神秘杀手的惨叫声 响彻天界 四人或断脚 或断手 鲜血狂喷 惨不忍睹 四人惊恐万分 这几天 他们可是见证了 林浩不断地变强 速度可谓惊世骇俗 如今的他们 既惊恐 又委屈 谁能想象 杀手接到任务的任务 目标人物还没他们强 可是 等他们见到目标人物时 却发现 根本不是目标人物的对手 还眼睁睁看着目标人物越来越强 可他们却不能放弃任务 因为完不成任务 就得死 说吧 你们是什么人 林浩冷冷地问道 求求 放了我吧 我们不能说 说了就得死啊 一个杀手忍着剧痛哀求道 哄 林浩隔空打出一拳 直接将那个杀手 轰成血物 现在可以说了吧 林浩面色阴沉地问道 剩下的三个杀手被林浩的杀法果断吓坏了 我说 我们说一个杀气体 我们一人说一个字 或者就不会死 另外两个杀手一听大喜没错 这个办法好 我们一人说一个字 可是只有两个字啊 行我说了 该你们了 先前的杀手如释重负 攻另一个杀手赶紧抢着说道 最后一个杀手傻眼了 那我该说什么 砰砰 突然 说了星河宫两个字的杀手 脑袋中发出一阵沉闷的声响 紧接着 黑色的鲜血 就从嘴角流下 转眼间就死了 眼中无不充满了惊恐 不甘和难以置信 他们想不到 一人说一个字 竟然也会死 最后一个杀手 吓得瑟瑟发抖 六神无主 惊恐地看着林浩 哀求道求求你 别杀我呀 星宫林浩 和林和林云战神 同时震惊 对于星宫 林浩知道的最少 但也知道 星宫是个神秘 且强大无比的邪恶组织 这全是星宫 看来再问 也问不出什么了 林浩一掌拍出 最后一个杀气 也被轰成了邪恶 和林脸色有些凝重 没想到星宫也参与了进来 看来是当年范家发照片 给买家之时 被星宫知道了 林浩语气森冷道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就算星宫当年 没追杀过我父母 我早晚 也是要灭了星宫的 和林点头 又提醒道不过 星宫强大且神秘 将星宫连根拔起 而且敌啊我明 你的小心点 别太心急了 我知道 你放心吧 林浩淡淡地笑了笑 和林看了一眼 东南王府邸 道东南王已经死了 以后这府邸就给你吧 林浩诧意给我队长 这种事 你能做主吗 和林温柔一笑当然 林浩一惊不小 打亮了和林一眼队长 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能感觉得到 和林其实比表面上 看起来要强得多 绝对不是四间 异能者那么低 起码是五间 但是他竟然看不透他 和林神秘一笑你 早晚会知道的 我让人连夜来收拾一下 你今晚就住这吧 以后这就叫林府了 林浩点头 想了想 到这地方这么大 我一个住怪无聊的 你也住这吧 其他的小队成员 也可以搬过来 反正这地方 该有的异能设施 比咱们的异能小队 只好不差 而且 荣氏离浮城也进 有直升机 去浮城也很快 和林笑了 笑得非常温柔 非常妩媚 干嘛那么麻烦 以你现在的实力 别说直接胜任 荣幸异能大队的 大队长了 就算是去魔都和燕京 都有一席之地 林浩还是第一次 看和林这个冰山美人 笑得这么妩媚 加上那迷人的大长腿 一时间都有点 想一亲方泽了 哈哈 小林说得对 林浩小兄弟 你完全有这个资格突然 一道生意 如雷鸣般响彻天际 一个身材魁梧 气宇不凡的中年男人 从半空中跳了下来 小林 好久不见呀 你可想死你楚叔叔了 雷霆战神楚天花 笑呵呵道 和林一惊 笑道楚叔叔 怎么是你来了 怎么 我来你不高兴吗 楚天华咒没到 没有了 我很高兴见到楚叔叔 林浩一脸猛和林 跟战神的关系这么好 难怪他的实力我看不透 真不知道 他的背景有多强大 难怪跟着我来东南王府邸 一点也不害怕 这位就是林浩小兄弟吧 楚天华激动地看着林浩 我是林浩 楚天华点头不卑不亢 不愧是觉醒了 三个S级异能的人啊 林浩淡淡一笑 看向和林 和林笑道你的事 我已经向高层汇报了 楚叔叔 就是来暗中保护你的战神之一 另外 也顺便带了你的战神令排过来 还有我呢 凌云战神也忍不住 从天上跳了下来 老楚 好久不见啊 今晚可得好好喝几杯 楚天华大笑小林 没想到另外一个人是你 太好了 这下我不会无聊了 今晚不醉不罢休 哈哈 和林称道楚叔叔 林叔叔 你们怎么就知道喝酒呀 不过喝可以 就是千万别喝醉了 不然林浩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看你怎么向我 向上面交代 楚天华和凌云相识一笑 楚天华道哟 小林 楚叔叔从小看你长大 这可还是第一次见你 如此关心一个男生 你该不会是心动了吧 和林瞬间脸红 娇羞的跺脚到处说说 你再乱说 我可不理你了 说着 看了林浩一眼 低头跑进了林府 第59章 各方震动 SSS 极易能蔑视之眼 和林安排了很多人 将东南王府底的牌匾 换成了林府 林府中的广场地面 还有一些日用品和摆设 也全部换成全新的 几个小时就能完成 我们先去宰个夜宵吧 和林微笑道 没问题 我请客 刚好荒野驱赚的 一百亿也到账了 林浩大方地笑道 结果楚天华和林云两套战神 都不去 只有林浩和和林去了 忙了一整天 两人也确实饿了 一顿饭了 将近三个小时 回来时 林府中已经焕然一新了 在这期间 东南王被杀的讯息 传遍了大厦各大世家 魔独和燕京的人都在一轮 就连很多普通人 也都在八卦 但是 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 东南王是被林浩杀的 讯息 都被封锁了 参加升学宴的人 也被相关部门告知 严禁对外泄露 与林浩有关的资讯 因此 哪怕那些人想说 也只能当面说 而且都是告诉最亲密的人 根本不敢广而告知 南疆 什么 我爸和我两个弟弟 都死了该死的 是谁干的 我一定要杀了他 东南王大儿子夜剑暴怒 一掌拍碎了办公桌 是林浩前的 林浩谁是林浩夜剑 杀气腾腾 眼珠瞪得都快掉出来了 全国五考第一名的林浩 浮城人士 就这些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区区浮城之人 就算拿了全国五考第一 也不至于就查到这一丁点吧 啊 你们都是白痴嘛 夜间气炸了 手下人吓得瑟瑟 发抖夜战僵 不是我们偷懒 而是我们怀疑 林浩的个人资讯 被人保护了起来 很多细节根本就查不到 有些资讯 我们连访问许可权都没有啊 什么怎么可能 不过是英界毕业生 就算全国五考第一 又算得了什么 不就不信了 拿电脑来 是 电脑很快拿来 夜间用战将的身份登入 开始扎林浩的资料 不查不行 要是连林浩的照片都没有 他还怎么报仇 您没有访问许可权特摩的 这小子凭什么来人 给我集结五千人 连夜回荣市 我要杀了林浩那小子 不管谁在乎他 他都必须死 是 夜战将 可是 不用跟天狼战神汇报一下 私下调动 夜间直接暴怒地打断 要你多嘴天狼战神 一向最器重我 一定会同意他 你只管听令行事 是 夜战将 星宫 荣神某秘密据点 看来林浩身上 真的有异能神符 否则实力不可能在短短几天 内图飞猛进 连东南王和欧阳峰都能杀得掉 之前倒是我小瞧他了 也小瞧了异能神符了 黑魔 白鬼 你们陪我走一趟 是 老大 两个七阶初级异能者应道 声音诡异而阴沉 这次 异能神符 我志在必得 魔读异能大学 欧阳峰被林浩杀了 你确定 江万朝震惊差点跳起来 江万朝的助理 也是他的学生未成 坚定地说到导师 讯息绝对可靠 学弟太强了 恭喜老师收了个好学生 江万朝激动地大笑哈哈 林浩 真的给了我很大的惊喜 就是不知道 他的修炼速度 怎么会这么快 就算军部给了他顶级的修炼法 也不可能这么快啊 毕竟他才觉醒几天时间啊 未成到或许 学弟又有什么奇遇吧 八成是了 等他来报道 再仔细问问他吧 对了导师 我还查到欧阳峰收了东南王一千亿 让东南王的二子 顶替了一个叫刘生的五考生 他报考的 本来是我们魔都异能大学 结果学没上成 现在还被东南王的人威胁 不能出现成 江万朝大怒 竟然有这种事 这欧阳峰 死了活该 你明天去找一下刘生 把录取通知书给他送去 顺便把威胁他的人给解决了 另外 给我好好查一查 看看还有谁 敢在招生上坐手脚 一律法办 是 导师 燕京艺能大学 云圣天得知讯息 也是激动得不得了 同时又充满了疑惑 灵号与何灵 回到灵府 灵号拿出了战神令牌 这令牌 是用神秘的黑色艺能材料 制造而成 形如盾牌 上面雕刻有出鞘的剑 和战神两个字 比战将令牌高阶多了 战神令牌 除了的功能和许可权 比战将令牌高之外 内部储存空间 也达到了惊人了一万立方米 可以装下大型平台型武器 比如战舰 而灵号的战神令牌空间中 有着一套 七阶初级战神战甲套装 一架五直 一千超音速武装直升机 一艘微型深海潜艇 可搭载10人 同时执行任务 一台高速主战坦克 可防导弹攻击 最重要的是 战神令牌的特殊异能材料 对异能者的情绪 有稳定作用 可以让异能者在修炼时 保持精神和情绪的稳定 不容易走火入魔 还有一套 七阶初级航空机甲 和太空进行战斗紧急时候 还可以调动 省级异能武装力量 参与作战 航空机甲有空道 是要好好了解一下 恭喜主人 斩杀东南王 黑白二老 星宫杀手等恶人 奖励等级提升到三阶初级 奖励所有技能提升到六阶完美 奖励SSS及异能 蔑视之眼 零号机动的立即开启系统面板 姓名零号 等级三阶初级异能者 异能SS级八荒神火 SS级空间风暴 SS级雷动八方 SS级枯木冯春 SS级异能 时空禁锢 时效十秒 SS级异能 蔑视之眼 力量相当于五阶高阶异能者 速度相当于五阶高阶异能者 精神相当于五阶高阶异能者 技能赤焰烈 天斩成长形技能 无上限 当前等级 六阶完美 袍钉切菜刀法 二阶刀法 当前等级 二阶高阶 风影雷闪 九阶初级速度技能 当前等级 六阶完美 碎星拳 成长形技能 当前等级 六阶完美 备注斩杀凶兽 成恶扬善 就能不定期获得各种主人所需要的奖励 主人的等级 觉醒的异能 都已遮变 异能觉醒的异象 也已遮变 SSS级异能 我能同时掌控的八荒神火火球数量 或者空间风暴球数量 也提升到了九千克 而且每克都足以斩杀四阶巅峰异能者 等级提升 异能 力量 速度 和精神 都会随之提升变强 还有七阶初级战甲套装 急者相加 加上六阶完美级技能 还有刚觉醒的SSS级异能 灭世之眼 就算是七阶终极异能者 我也能斩杀 七阶终极之上 时空禁锢时效降低 无法斩杀 但是也可以五五开 足够有自保之力了 也就是说 我已经拥有了战神的实力了 还有碎星拳 修炼到大成 可以一拳碎灭星成太变态了 0号选了顶层的一间房 这间房面积2000平米 可俯瞰整座容室 有横温泳池 家庭影院 书房 茶室 电玩室 修炼室 横温酒窖 还有一间100平米的安全屋 可以防核弹 顶层另外一间房 也是2000平米 被和林选中了 这是城堡市林府中 最大的两间房 又被和林布置成了粉色 和林在0号的房间里 两人坐在无比宽大 舒适的沙发上 喝着82年的 路易十三闲聊 你帮我对外公布一下 云山公园重新开放吧 林浩喝了口酒 笑道 喝零点头包在我身上 另外 苏林和刘顺两人 也给他们留几房 明天 他们全家就会搬过来住 放心吧 这里房间上百间 还怕没有他们的 另外 我再安排些高手 暗中保护林府 那就麻烦你了 林浩笑了笑 又说到东南王的产业 我已经让顾家和高家打脸 明天 我就要去魔都艺能大学了 晚了再去一下 燕京艺能大学 我陪你去吧 和林脱口而出 说完脸顿时红了 随你 第六十章以后 我照着你们 第二天 刘生家 刘生爸妈都没胃口吃早餐 垂头丧气 刘生煮了百米粥 陈浩 摆在饭桌上 笑道爸 妈 魔都艺能大学上不上就算了 我去上一所差点的艺能大学 凭我的艺能 以后 也能闯出一片天 而且 我可以凭自己的本事 赚到学分 买修炼资源 你们也不用受苦了 刘生父母默默流泪 还是觉得自己没本事 拖累了儿子 本来他可以上名牌的魔都艺能大学 比上普通艺能大学 强不知多少倍的 爸 妈 你们别这样 以我的艺能 就算只上普通的艺能大学 也能做到 不比上名牌艺能大学差的 刘生父轻探西道 可是这么多天过去了 你报考的其他艺能大学 恐怕都以为 你上了魔都艺能大学 所以没有录取你 你想上其他的艺能大学 但是我们现在又出不了县城 这可怎么办 刘生母亲 也是泪流满面士啊 我们一直被威胁 困在县城里 你就什么艺能大学也上不了了呀 刘生也 皱起了眉头 威胁他的人 他确实打不过 出家还会被他们跟踪 报案都报不了 怎么办 就在一家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魏诚来了 刘生在家嘛 魏诚敲门问道 刘生母亲吓得瑟瑟发抖 刘生父亲大怒岂有此理 跟踪我们 不让我们出现城就算了 现在还欺负到 我家来了 我跟你们拼了 刘生也是杀气腾腾 拦住了他爸 沉生倒霸 你打不过他们 让我来 少年意气 刘生已经打算拼命了 啊 刘生冲了出去 却看到了一个 长相英俊 面带笑容的青年 你好 我是魔都艺能大学的 副校长助理 我是来给你送路 录取通知书的 魏诚虽然笑意盎然 但看到刘生被逼成这样 内心却是愤怒无比 刘生愣了一下 这才问道 录取通知书 你真是魔都艺能大学的人 如假包换 魏诚意证词言道 你放心 县城里威胁你们的人 已经被我杀了 所有跟着顶替 你名额有关的人 也都死了 你赶紧拿着录取通知书 跟我去魔都艺能大学报名吧 刘生爸妈听到魏诚的话 也赶紧跑了出来 一家人对魏诚千恩万谢 魏诚笑道 你们别谢我 要谢就谢林浩吧 林浩 您是说今年五考 带队霸榜全国前三 自己拿到全国第一的 林浩留声 震惊不已 魏诚点头没错 就是他 他是怎么办到的 留声惊诧不已 他不怀疑林浩的实力 但他很奇怪 林浩也才刚刚觉醒没多久 确切地说是没几天 他怎么能办到 魏诚神秘地笑了笑 告诉你也无妨 因为林浩碰巧 杀了出钱买你录取名额的人 东南王 以及贪污的魔都艺能大学导师 欧阳峰 留声实话了 他虽然不清楚 欧阳峰和东南王真正的实力 但也听闻 两人 起码都是六阶的艺能强者 而林浩 竟然杀了他们 那得是多么逆天的实力 林浩怎么会这么强难的他 觉醒了 SSS及艺能吗 这一刻 留声决定了 今后追随林浩 以报答他的大案 林浩早上刚醒来 就愣住了 他发现 他与何林 竟然睡在沙发上 何林还是趴在大腿上 这是喝多了 难怪整晚 都在做不可描述的梦林浩 虽然跟赵杰谈过 可是他仍然一心都在学习上 对于谈恋爱 并没有太多的经验 毕竟一直以来 都是女生追他的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无比暧昧 无比尴尬 只好继续装睡 何林也醒 从他更加尴尬 更加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事 因为都连恋爱都没谈过 我要是一动 把林浩弄醒了 我的脸往哪放啊 何林没办法 也只好装睡 脸红的像是在发烧 心跳加速 可偏偏没过多久 何林安排的管家 带着刘顺和苏林进来了 管家本来想先敲门的 却被刘顺一把推开了 我跟林浩从小一起长大 有什么见不得人 然后三人都愣住了 管家赶紧转身就跑刘少 主人醒了 你可千万别不承认 是你推开门的呀 苏林立即脸红了林浩 你请我们来 该不会是过几天 要跟何林办喜酒吧 刘顺也惊醒过来浩哥 你的速度 让兄弟刮目相看啊 刘顺说着 拿出手机就拍 虽然现在不让卖 但以后呢 以后解密了 林浩的照片 可是天价啊 而且 这还能当成林浩的把柄 听到手机拍照的声音 林浩和何林 都无法装睡了 两人同时惊醒 相视一眼 何林面红耳赤 林浩也是一脸猛 刘顺 你赶紧把照片删了 我们昨晚喝多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何林狠狠地瞪了刘顺一眼 跑出门去 回隔壁自己房间洗漱去了 好嘞 嫂子 刘顺非常顺口地 应了一句 何林脸更红了 但心里却一阵窃喜 林浩福娥 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眼 接着眼 都是成年人了 有什么 不好意思的 刘顺贼眉鼠眼地笑道 林浩无语 也懒得解释了 以后 这就是你们的家 管家应该 都安排好了吧 林浩问道 刘顺苏林同时点头 脸上神情 变成惊喜和震动 刘顺小声到浩哥 你真把东南王他 小心翼翼地 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似乎生怕被人听见 林浩点头 一个东南王而已 杀了就杀了 我在福城还有一套房 二百平米 荣市还有一套别墅 你们有事回去 也可以住呢 这是钥匙 你们一人一把 回头把指纹人脸 啥的也弄一下 省得丢钥匙进不去 刘顺苏林 激动地接过钥匙 林浩道 等一下我就要去 魔都艺能大学了 你们的录取通知书 到了没 到了 我们都被魔都艺能大学 录取了刘顺激动到 一脸做梦的表情 苏林嫌弃到激动什么 人家魔都艺能大学 肯定是看在 林浩的面子上 才录取我们的 不然以我的实力 怎么可能 刘顺的意道 那又怎样 谁让我们是 浩哥的兄弟 你才兄弟 你全家都兄弟 苏林脱口而出 说完 顿时就脸红了 林浩笑得好了 别闹了 既然这样 那就跟我一起 去魔都艺能大学报道吧 以后我照着你们 第61章 是事就是事 林浩和何林 刘顺 苏林 坐上去往魔都的超铁 车厢里 很多都是去魔都的 艺能大学报道的 大学新生 每个都是笑容满面 对新生活充满了向往 虽然真正报道的时间还没到 但是在这觉醒艺能的世界 实力为尊 很多新生都会提前去报道 以便更好地提升自己的实力 免得落后 我是魔都艺能科技大学的 兄弟你呢 我是魔都天舞艺能大学的 我是魔都江海艺能大学的 车厢里很多新生都开始交流了起来 刘顺兴奋到 我是魔都艺能大学的 哇兄弟你可以啊 大厦排名第二的艺能大学啊 车厢内顿时一片惊呼 很多美女纷纷求家超兴 刘顺非常得意 示意大家淡定一点 苏林一脸鄙视地 看了一眼刘顺 可当有人问刘顺 觉醒的是什么异能时 刘顺顿十年了 这个吗 保密 哈哈 切 又不是S级 有什么好保密的 哦 我知道了 你是刘顺 林浩小队的刘顺 那个躺赢的刘顺 一时间 所有新生的目光 都看向了刘顺身旁 闭目养神的林浩 有的女生 第一时间就删了刘顺的超性 刘顺的心都被伤透了 果然 颜值越高 实力越强 我早就说了 帅的人 异能通常都不会弱的 没想到 我心心念念 却是在超铁上遇到了林浩 终于看到林浩的长相了 之前看五考直播 打了马赛克 连身材都看不清楚 很多女生立即拿出手机 疯狂拍照 咔嚓咔嚓 那个 刘顺是吧 能麻烦你让一下吗 我看过一本摄影宝典 说是拍照的时候 画面要干净简洁 不要有太多的杂物 噗 苏灵大笑 刘顺面色 铁青我就不让 这是我的座位 我凭什么让 你们这些人 一貌取人 算了 不让就不让呗 摄影宝典里还说了 拍摄主体和周围环境的反差 可以突出拍摄主体 有你做陪衬也不错 你刘顺气炸了 林浩安慰到横了 这也气 你以后的路可长得呢 悠着点 收点心 多花心思在修炼上吧 不然 到了魔都艺能大学 你只会更难混 我可不会天天在你身边 刘顺料然放心吧 我会努力的 女生们又是一阵 叽叽喳喳 我好羡慕刘顺啊 竟然有林浩这么好的兄弟 我也羡慕 我不仅羡慕他 还羡慕魔都艺能大学的人 他们见到林浩的机会 可是比我多太多了 超铁陆续停靠了几个站 车上人越来越多 渐渐没有了座位 很多人都只能站着 这个时代 各大城市之间 几乎都是用防御性极强的超铁连线 即便是豪门世家之人 出远门 也常常选择超铁 除非有特别紧急的事 才会用私人飞机 毕竟荒野的天空中 有着飞行凶兽 就算是那些私人飞机 可以防御凶兽 也有不小的风险 当然 穿机甲远距离飞行 也是可以的 只是同样存在风险就是了 超铁经过江南站的时候 又上来了不少人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三个人 一个奇装异服 眼高于顶 神情嚣张的年轻人 他的身后 还有两个中年人 表情阴沉 是他的保镖 年轻人看了一眼车厢中的人群 满脸嫌弃 早说了坐私人飞机的 现在连座位都没有 少主息怒 最近江南的荒野不太平 私人飞行在空中安全 更加难以保障 少主就忍忍吧 至于能上天的战斗机甲 是不对私人发售的 那是大厦的战略资源 人族异能者 只有到了七阶 都能拥有飞行的能力 因此 大部分异能者 在空中几乎就是待宰的羔羊 是荣哨 大家快让开一道惊恐的声音响起 车厢内顿时起了一阵慌乱 站在过道上的人 看到三人立即恐惧地让开 让原本就拥挤的车厢 更加雪上加霜 你 给我站起来 我要坐你的位置 年轻人以命令的语气 对苏林说道 不起来也可以 我会直接坐在你的大腿上 说完 他直勾勾地盯着苏林身旁的荷林 打量 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苏林气得胸膛剧烈起伏 他可是笑话 在浮城从来没人敢对他这么无礼 而且他今天穿的是超短裙 何林也穿着超短裙 而且还穿了黑丝 比苏林更加漂亮 苏林怒目而逝 刚要武器 何林冷哼道 你可以试试 语气冰冷 让人不寒而栗 很多人看到这一幕 都是惊恐无比 吓得不敢出声 在心里为苏林和何林莫哀 一个胆子大的女生提醒道 小姐姐 你们还是让一下吧 这位不是一般人 让一下能保平安 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这么一说 几个胆子大的男生 也跟着劝道是 两位小姐姐 出门在外 最重要的是平安 忍一时风平浪静 这位公子 不是你们能惹的 让一下座位而已 没什么的 听我的 还是让一下吧 你们记住 在江南 他是可以横着走的 他是江南首富的三儿子荣傲 小姐姐 你们还是让让吧 命要紧啊 是啊 他身边的两个异能保镖 一看就很强 而且荣家人心狠手辣是出了名的 你们还是别跟他硬刚了 来日方长啊 荣傲傲然无比 也不生气 反而弯腰贴近和林 邪魅的笑道 既然你叫我是 那我就是咯 我不仅要试试他的 我更想想试试你的 刘顺大怒 站起来指着他吼到你敢 荣傲看了刘顺一眼 直接无视 向和林和苏林的位置挤进去 和林立即起身 一巴掌拍了过去 啪的一句响 将荣傲拍倒在过道上 车厢内响起一片道吸冷气的声音 随后一片死寂 所有乘客都惊恐地看着和林 所有人都在为他担忧 荣傲又笑了 站起来 伸出舌头 舔了一下嘴角鲜血 笑道很好 我就喜欢暴脾气的郁姐 太柔顺的 我反而没有指幅的快感 给我上 这两个美女我都要了 下了车直接送到别墅 我要让他们知道 得罪我荣傲的代价 有多凄惨 是 少主 一时间 周围所有乘客 不论有座位 还是没座位的 全部吓得跑开了 硬生生让出整节车厢 超铁上是严禁异能者私斗的 否则万一强大的异能者 毁坏了超铁 被凶兽趁虚而入 极有可能引发大规模安全事故 因此 但凡有人在超铁上发生矛盾 双方都是以比拼纯力量的方式 解决问题 但是荣傲可是江南首富的儿子 人家可不管那么多 就算是超铁 荣家也赔得起 而且荣傲的两个保镖 可是六阶初级异能强者 光是纯力量 就能轻易捏死在场的大部分人 荣傲周围 顿时只剩下了林浩四人 荣傲的两个保镖 同时出手 想以纯力量 制住苏林和和林 苏林吓得本能的发抖 但心里并不担心 因为他知道 林浩一定会出手 和林和林浩同时出手 和林一巴掌拍过去 荣傲的一个六阶初级异能保镖 脑袋直接被他 拍得转了几圈 捶了下去 死了 林浩一拳轰出 与另一个六阶初级保镖相击 恐怖的力量海啸般席卷而出 保镖 全身骨头尽碎 整个像烂泥一样 瘫软了下去 第六十二章 江南首富荣加三少 死 整个车厢安静地出奇 所有人都傻眼了 大气都不敢出 荣傲吓得腿都软了 直接趴在地上 磕头求饶大哥 大姐 求求你们 饶了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他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 谁是你大姐 和林怒喝道 荣傲直接吓尿了 惊恐吾比我错了 小姐姐 小姐姐饶了我吧 我狗眼看人低 我再也不敢了 直到这时 乘客们才敢出声 天啊 林浩的实力 也太恐怖了吧 竟然一拳杀了六阶处击 那个小姐姐也很强啊 可惜我配不上他 刘顺也不是一无是处吗 至少他敢挺身而出 没想到 一向趾高气昂的荣傲 也会有吓尿的一天 可是荣家的实力远不止于此 江南离魔都又近 林浩以后该怎么办 饶了荣傲 恐怕他以后肯定会报复 要是不饶那荣家的报复 只会更残忍 荣傲继续求饶 别杀我 你们要什么 我都能给你 我荣家是江南首富 前马林浩走过去 冷笑到我不差钱 差钱 我也不打算饶你今天 要不是我们实力强 就会有两个女人 被你糟蹋 荣傲吓死了 拼命磕头 喷喷直响 额头鲜血直流 泪水混合着血 沾满了他的脸大哥 求求你 我真的不敢了 求求你了 以后我给你当牛做马 林浩懒得跟他废话 屈指一谈 一颗八荒神火火球飞出 直接将荣傲烧成了灰烬 如今的林浩 对于八荒神火的控制 已经到了得心应手的程度 完全可以做到 只烧人 而不会烧坏车厢 车厢中人 再次震撼起来 我的天 那可是江南首富的儿子 林浩说杀就杀了 哼 这种人 死了活该 你们外地的人可能不知道 我是江南本地的 荣傲犯下的事 可远远不止糟蹋女人这么简单 死在他手上的人 都不知道有多少 没错 荣傲该死我一个邻居 就是被他的车罪驾撞死的 可是等了几年 一直没判 他是该死 可是林浩以后怎么办 荣家要是报复他 林浩能躲得过去吗 林浩那么帅 我可不希望他出事 是啊 这么帅的小哥哥 虽然得不到 但是偶尔看看 也是很好啊 和林又好气又好笑 心想你们放心吧 东南王和欧阳峰 都被林浩杀了 江南首富又怎样 虽然比东南王势力更强 但又能怎样 魔都超铁站 站台很大 接人送人都在这 黄线后面站满了人 停满了车 有的人是来乘坐超铁的 有的人是来送人或者接人 其中有辆家常版 且防弹的劳斯莱斯 后面还停了几辆豪车 车旁站了十几个 五阶巅峰艺能保镖 还一位老者 正在荣家来接荣澳的人 周周都围满了人 一个个羡慕不已 小声议论 我知道他们 他们是江南首富荣家的人 这阵势一定是来荣家三少的 听说荣家三少 考上了魔都艺能大学 我也听说了 听说荣家三少 觉醒的艺能也就一般 才疾而已 但是扛不住荣家有钱啊 传闻荣澳 从觉醒艺能开始 每天艺能灵权从来就没断过 硬生生把他的艺能 提升到了A级 这才进了艺能大学 我遭艺能灵权没断过 这是吃黄金长大吗 难怪五阶巅峰 在荣家 只能当个普通保镖 太好了 什么黄金 格局小了 艺能灵权 一只十毫升 就货香正气水 那么大一小瓶 售价十亿 而且还不是有钱 就能随意买到 黑石卖得更贵贵也就算了 那玩意 吃一瓶两瓶 还没什么明显效果 得长期吃 才能达到提升艺能等级的效果 我的妈呀 这也太有钱了吧 一天一瓶的话 这从小到大 不是要吃掉几十万也 所以啊 就是因为这么有钱 荣家 荣家在江南 才能横行无际 传闻 就连江南战神海擎天 都是在荣家的资助下 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有了江南战神这个大靠山 就算是魔都和燕京的大世家 大豪门 也要给三分面子 现在荣澳考上了魔都艺能大学 以后荣家只会越来越强 咱们穷人永远也赶不上这样的富人 那也不一定 你们没听说过林浩吗 她可是个孤儿 五考前才刚刚觉醒艺能 短短几天时间 听说就杀穿浮城荒野的 F级兽潮 这我知道 林浩的事迹 我一听就热血沸腾 我们应该学林浩才对 可不能就知道 羡慕有钱人 学林浩 你搞笑的吧 你先觉醒一个 S级艺能给我看看这种事 完全看天意 觉醒不了强大艺能 还是安心打工吧 话也不能这么说 就算觉醒了强大艺能 要是不努力修炼的话 也没用 这话对 后天不努力也是不行的 好车我不看了 我要去那边看看 当时艺能绝顶强者了 什么当时艺能绝顶强者啊 你们不知道 我可是听说了 今天魔读艺能大学的 副校长江万潮 来超铁站接人了 这可是破天荒头一次 我看这里人多 还以为是江副校长呢 结果不跟你们废话 我要去看了 远处 另一个被人群包围的站台 江万潮带着卫城 激动看着远方 一直到林浩今天来报道 江万潮就放下了 手头所有工作 带着卫城 早早地来到了站台 看得卫城极度不已 卫城啊 以后你可得向林浩好好学习啊 他才觉醒几天 站立就已经比你强了 卫城一头黑线好的 老师 卫城也没见过林浩 心想这个学弟 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 实力提升如此逆天 周围的人都在用手机拍照 江万潮现在虽然 主要是人事教学工作 但曾经也是 名动天下的一能强者 江副校长 您这次亲自来接人 接的究竟是谁啊 笑网上 也没说 最近摩大有什么重要人物来访啊 江万潮笑道 大家等一下就知道了 很快 林浩几人就出来了 周围还跟着很多人 大多是新生 而且一女生居多 从下车一直跟到了站台 寸步不离 就想多看林浩几眼 林浩杀了荣傲 和他一能保镖的事 却传得更快 人还到站台 讯息就传了出去 什么少主被杀了 劳斯莱斯旁 来接荣傲的荣家供奉 满是皱纹的脸上 瞬间杀气腾腾 林浩必须死 不然我们就会不得好死 第六十三章震惊的江万潮 导师 你怎么来了 林浩很惊讶 江万潮激动到 还不是你小子 不到半个月 就搞出了那么大的动静 我这不是激动吗 魏诚笑道林浩学弟 你是不知道啊 导师亲自到车站接人 这还是破天荒头一次高层来访 他老人家都没这么积极啊 什么老人家 这小子 我还年轻得很呢 围观群众不停地拍照 又激动又疑惑 林浩他就是江副校长 亲自接的人 怎么这么年轻啊 虽然长得帅 但看起来也不厉害啊 你不懂 看不出来厉害的人 才是真厉害 江副校长什么人 怎么可能接普通人 你们别猜了 他是林浩 全国五考第一的林浩 叫你们不关注五考 一个一路跟着 林浩出车站的女生激动到 什么 他就是林浩也太帅了吧 围观中的女生 顿时尖叫起来 林浩觉醒异能后 就被打马赛克了 知道他长相的并不多 咔嚓咔嚓 拍照的声音疯狂地响起 没想到林浩来魔读异能大学了 太好了 以后我跟他是同学了 好可惜 我只差了几分 没进魔读异能大学 不过我闺蜜是魔大的 我决定了 以后要天天去魔大 找我闺蜜 姐妹情深呀 少来了 什么鬼的姐妹情深 林浩要是跟你闺蜜成一对 我信你能叨了你闺蜜 不过 你闺蜜肯定没戏就是了 是啊 林浩太强了 人又帅 我听说前几天 全国五考第四的宋玉 去浮城挑战林浩 结果被碾压了 回来后就把自己关在武馆 拼命修炼了 我也听说了 那次林浩可是杀穿了F级兽潮啊 F级兽潮 五阶一能单枪匹马 都不一定能全身而退 林浩太逆天了 难怪江副校长亲自来迎接 这待遇摩大剑校以来第一人 最震惊的人 则是江万朝 他发现自己竟然看不透林浩 林浩 你的等级江万朝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虽然他看不出林浩的等级 但他却能感受得到 林浩变强了 而且强得深不可测 难怪你能杀了东南王和欧阳峰 林浩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林浩 是不是你杀了我家三少一道吼声 如雷鸣般响起 震得围观的人耳膜刺痛 所有人都转身看了过去 充满了震惊和疑惑 六阶终极的荣家供奉 带着十几个五阶周周的异能保镖 气势汹汹地向林浩走了过来 各个杀气腾腾 围观群众 何来报道的新生们 都吓傻了 林浩 你敢杀我荣家三少 今天 你必须死荣家 供奉死死地盯着林浩 咆哮道 林浩 这是怎么回事 江万朝震惊地问林浩 荣傲调戏我苏林和何林 还对他们出手 我就杀了他们 要不是江万朝问 林浩都懒得解释 直接杀了荣家 供奉就是了 江万朝听得一愣一愣的 林浩这也太杀法果断了 不过荣家人太嚣张了 该死 荣家供奉 看到江万朝竟然在场 气焰顿时小了很多 江峰校长 您怎么在这 荣家供奉客气道 作为荣家的供奉 大下的异能强者 他几乎都是认识的 哼 荣家人 你们好大的口气啊 公共场合 大呼小叫 喊打喊杀 怎么着 我要是不在这 你还真敢动手不成 荣家供奉 赶紧低头 江副校长言中了 但是 林浩杀了我家三少 他必须给荣家一个交代 此时的他 还不知道 林浩的导师 就是江万朝 江万朝看出来了 有他在 荣家供奉不敢动手 但他们没想放过林浩 江万朝面色冰冷 沉声道 你们那个三少 是什么德性 我也听说过 要是没有林浩 那两个女人 已经遭了他的毒手 他之前犯了多少事 你也清楚 有些事不归我管 但今天让我碰到了 我就会盯着 就算你们处理得再干净 我也有办法查出来 他死了是活该 你们要是敢盯着林浩不放 那我也不会客气 我今天把话放这了 荣家 要是敢对林浩动手 我亲自去荣家走一趟 荣家人吓坏了 江万朝现在是在做教育工作 可当年他的脾气 也是火爆无比的 他要争取荣家 搞不好荣家就被灭了 江万朝可是八街巅峰的 顶尖一能强者 抬手就能灭了荣家 这个责任 他一个供奉 就算死一万次 也担当不起 而且 江万朝逃离满天下 其中不乏战神的存在 就算他不亲自出手 只要他一句话 荣家一样死翘翘 江副校长说哪的话 您要去荣家指导 我们肯定是欢迎的 我们绝对不会对林昊出手的 您尽管放心 荣家一向遵纪守法 有事也会透过法律手段解决 荣家供奉只能这么说 他实在不明白 魏石魔将万朝这种人物 竟然会如此维护林昊 但他也深知 荣家家主是绝不会走什么 法律通道解决问题的 江万朝淡淡的很好 既然如此 马上消失 江副校长 告辞 荣家供奉恭敬地行了一礼 灰溜溜地跑了 看到荣家供奉服软 围观群众顿时大呼痛快 太爽了 没想到荣家人也有惊天 林昊太帅了 竟然直接秒了荣傲多少人 对他都是深恶痛绝 却不敢出手 只敢背得里痛骂他 现在爽是爽了 不过荣家人一定会报复林昊的 明的不行 他们会来阴的 我很担心林昊 毕竟他不可能一直躲在 摩大不出校门吧 林昊淡淡的导师 以后再遇到这种事 我自己解决就好 不用麻烦你了 毕竟像荣家这些人 都是表面一套 暗地里又是一套 只有灭了他们 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他们也出手 放马过来就是了 江万朝看了林昊一眼 郑重到你 确定能应付得来 一个荣家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好 那你小心点 荣家是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记住了 打不过就跑 不丢人 说着 江万朝不经意地抬头 看了一眼天上 上面 有两大战神 对他抱拳一笑 江万朝也笑看来 不需要我出手 林昊也不会出事 林昊淡淡一笑 跑 那是不可能跑的 江南 荣家 在车上死去的两个 荣家保镖尸体 被放在荣家庄园的广场上 碰 荣天红暴怒 一掌将两具尸体拍成血污 整个广场都被拍出了巨大的裂缝 连我儿子都保护不了 死就死了 这两个废物的尸体 你们还带回来干嘛 还有你们 见到了林昊 却让他当面走掉了 你们怎么不去死 还回来干嘛 荣家供奉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头都不敢抬起来 低声解释家主 当时 当时摩大的江副校长在场 他 他力保林昊 还说 要是我敢出手 他就亲自来荣家 我猜 江万朝恐怕已经收林昊 为弟子了 听到这话 就连暴怒中的荣天红 也愣了一下 江万朝 他竟然收了林昊为弟子 哼 我不管什么江万朝 也不管什么五考全国第一 敢杀我荣天红的儿子 我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我就不信林昊能一直躲在摩大部出来 只要他赶进荒野 就给我全力轰杀 另外 再给我在国外暗网悬赏500亿 雇佣国外的异能杀手 杀林昊第64章前所未有的校规 江万朝亲自开车 带林昊去摩都异能大学 何林等人则是座位乘开的车 江万朝按捺不住 激动地问到林昊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你的实力怎么增长得这么快啊 林昊笑道导师 这是我的秘密 江万朝一愣 笑骂到你小子 连我也不能说吗 林昊微微一笑 好吧 不说就不说了 只要你强大 老师就高兴 江万朝虽然觉得有点扫兴 但还是理解的 毕竟每个人都有秘密 那你现在觉醒了几个异能 总可以告诉我了吧 荒野 沙川F级受潮的影片 还有东南王府邸的影片 他是看过的 知道林昊 起码觉醒了四个异能 我数一数啊 林昊淡淡道 什么 这还要数 你别告诉我 你觉醒了一大堆 S级异能江万朝 激动呼吸都急促了起来 也就五个而已 林昊平淡地说道 照样少说了一个 什么 五个江万朝 激动得老脸通红 转头看了一眼林昊 五个S级啊 我的天哪 不是五个S级 是五个SS级 林昊纠正道 什么五个SS级江万朝 又转头看了林昊一眼 这一眼看的时间有点长 结果周围响起了刺耳 且急促喇叭声 江万朝大惊 急转方向盘 还好他是个老司机 这才没出什么事故 江万朝拼命深呼吸 好半天才平复了心情 我的天啊 不得了 要逆天了 五个SS级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啊 难怪六阶终极的欧阳峰 都能轻易斩杀 太强了 你都不用我教了不行 这是太大了 我得赶快找到校长 告诉他才行 就是不知道校长在哪 这该死的校长 林昊一愣 没想到 导师狠起来 连校长都骂 不过也不急了 反正上面已经知道了 不然不会派两个战神保护你 还是先回校 办理一下手续吧 几天时间 从刚刚觉醒 到战力 达到六阶战将等级 不论是与新生相比 还是与历节历代的所有异能者相比 都是遥遥领线 实在是太逆天了不久的将来 这世界要翻天了 江万朝一直自言自语 最后 他想到了异能神福 他相信 林昊不仅自身天赋惊人 而且 身上还有着传说中的异能神福 否则不可能这么逆天 林昊却是一脸平静 魔都异能大学 很快就到了 江万朝激动地在导师群中 发了四条置顶讯息 各个导师 现宣布两条校规 一 林昊同学 将不再是本人一个人的弟子 本校所有导师 都有责任和义务 教导林昊 凡是林昊同学有疑难 所有导师都必须第一时间予以解答 不遵守者 立即开除 二 魔都异能大学 所有资源 优先免费供应林昊同学 尤其是重要稀有资源 为者开除 三 不要泄露林昊的所有个人资讯 包括但不限于觉醒的异能 战力 等级 照片 行程 穿衣打扮 个人喜好 私生活等等 为者立即开除 另外 所有在校导师 立即来我别墅 跟林昊见个面 避免以后认错人 十分钟不到 视为迟到 迟到者立即开除 四条置顶讯西医发布 整个魔都异能大学导师群 瞬间炸裂了 什么情况 江副这是疯了吗 就算林昊拿了五考第一 也不用这样吧 就是啊 几百年不说话 一说话 就让我们所有人 一起教一个新生 还所有资源 优先供应林昊 江老头这是得了不治之症 要死了吗 我听说 老江今天亲自去车站接林昊了 这家伙 到底在搞什么 虽然是全国五考第一 可也不用这魔心师动众嘛 这待遇 我摩大都可以立林昊 为校则什么优秀学生 荣耀学生 王者学生 统统都得靠边站了 神特魔校规啊 江老头是被凶兽打傻了吧 要不是摩大底的太多 我现在就把吵了他 优先免费供应 也就是说 以后有其他要买重要资源 向先论问林昊有没有需要 要他不需要 我们才能卖给其他学生了 这是什么破规定啊 他林昊大下之子 还是校长私生子 什么以后认错人发张照片到群里不就完了吗 这还能认错什么年代了 还搞这种事 我早就说了 不会用手机的人 实力再强 也不适合当校长照片都不发 害我们要跑过去见新生 是见新生啊 见校长 高层来访都不带这样 副校长乱用公权力 目测摩大要完了 我遭江万朝副校长 我诅咒你孙子孤独中老啊 好不容易暑假清闲一点 好不容易谈个晚恋 想结个晚婚 结果你给我来这处 子弹都上堂了呀 十分钟不到就开除 这特魔有天理吗 江万朝 你给我出来 我们单挑江万朝副校长 什么不能泄露林浩资讯 他江万朝泄露的最多 在群里这么一发 所有导师都知道 他林浩了不起了 我建议大家投票 先把江万朝开除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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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遭 迟到十分钟开除 我特魔忘带止了 哪位英俊潇洒 或者美丽动人的同事 给我送下纸仙啊 当了半辈子导师 这次算开了眼界了 江万朝副校长 最好林浩是个逆天的新生 否则我号召所有导师 群殴你所有人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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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魔都异能大学的导师们 个个都是异能强者 个个都是桀骜不驯之辈 连江万朝 这个副校长的面子 都不给 但校规的面子 却不得不给 毕竟魔大给的太多了 一个个 还是立即放下了手头的事情 立即赶往江万朝的别墅 凶神恶煞的模样 根本不像是敢去开会 完全是要去干架 第65章震撼导师 魔大有一个零号就够了 学校官网 也随之沸腾了起来 什么情况 导师们都疯了吗 怎么 一个个都往副校长别墅那边 赶是寿皇 带领凶兽 对大厦发起总攻了 要开导师动员大会吗 鬼知道啊 我还是图书馆中介绩呢 结果突然 馆长说 要关闭图书馆 直接把图书馆收到了 他裤裆里带走 同学们谁懂啊 哈哈 我看到导师们 各个面目争鸣 把我的给吓的 奶茶撒了一裤子 校花以为我太丢脸了 做导师的 就不能临危不乱点吗 魔都艺能大学的图书馆 存放着种类图书 还有珍贵的各种等级技能 是由空间艺能 强者建造 可随身携带 可随时隐藏的 我的导师上一秒 还在有板有眼 跟我们几个同学上课 下一秒突然说他要去签到 我怀疑 刚才给我上课的 是个假导师 大家听说过 导师自己还要签到的吗 火酒见了呀 我兵器学院的 刚刚导师还在讲解 微型核弹的操作流程 突然就神清紧张地 抱全核弹跑了 同学们 为了安全 咱们先离校几天吧 我已经报警了 卧槽再见了各位 我也报警了 我刚买了战斗机甲 让导师帮我熟练一下 怎么操控 他说这种型号 他也没用过 要先试一下再讲解 结果刚刚直接操控着 我的机甲就跑了 现在人都不知道去哪了 摩大的师德 已经坠落成这样了吗 校卡半到一半 校务导师啥话没说 火急火燎的跑了学长们 我现在换学校 还来得及吗 我想拜兵器学院院长 当导师 来了十次 门都没给我开 刚才突然开了门 给我激动的倒头就办 结果他说挡道 然后直接从我头顶 跳过去了我的豹皮切 要不是打不过他 我早就打扁他了 魔都艺能大学 位于魔都郊区的大学城 占地近万亩 大楼别墅无数 外观都是非常科幻 与现代化的设计 光是学校大门 就是高一百多米 战斗机甲 可以直接走进去 林浩和和林等人 坐车直接向导师 住宅区开去 这里都是一栋栋造型 设计各异的独栋别墅 六阶以上的导师 一人一栋 六阶的导师 两人一栋 没有六阶以下的导师 最低都是六阶高阶 除非是不从事 教学的那些老师 比如校务老师 招生办的老师 到了江万潮的别墅 大门外已经占满了 气势汹汹的导师 好家伙 那是人山人海啊 恐怖的是 有导师还拿着菜刀 个个都在唾沫横飞 对江万潮口诛笔伐 江万潮 你自己都没到家 叫我们火急火燎地赶过来 你礼貌吗 你批养吗 江万潮 你最好给我个合理的理由 全国无考 第一是不够的 否则别怪我用你的毛巾擦 我说 怎么一阵恶臭众导师 赶紧让出一片空地 江万潮 我们已经全票透过了 你要是说不出合理的理由 就等着被我们民主决议开除吧 开除你之前 还要群殴你一顿 当个副校长而已 真把自己当根葱了 打架我可不怕你 林浩和林等人 不约而同地看向了江万潮 疑惑的神情 彷扶在问老江 你真是磨大的副校长吗 怎么感觉一点微信都没有 到底欠了人家多少钱 江万潮淡定地笑道 大家别急 近来再说 这些导师 平时都忙于教学工作 哪怕是暑假 也有很多学生有问题请教 对于外界的讯息 不如副校长灵通 而且他们不知道 林浩不只觉醒了一个强大异能 就算听到了关于林浩的支言片语 也不会轻易相信 江万潮的独栋别墅 有五层 很大 但也没有大到 可以容纳五百多个导师的程度 于是 进门后 江万潮带着大家 进入了空间异能者开辟的空间会议室 虽然是小型的空间会议室 但也两千多平民 容纳五百多人 已经很宽敞了 江万潮安排林浩和林四人 坐在了前排 众人落座后 江万潮反首 示意大家安静 然后对林浩笑道林浩 正所谓 树叶有专攻 持有所短寸有所长 为了更好的培养你 我已经决定了 集中摩大所有的导师资源 全力培养你 你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吧 毕竟江万潮 可不会精通那么多种不同的异能 林浩 和林 刘顺和苏林 都是大精 因为他们都知道 在异能大学 学生通常只能选一个导师 让所有导师一起教一个学生 别说是在摩大 就算是全世界 那也是首例啊 林浩笑道 当然不会了 多谢江副校长 多谢各位导师 嗯 这小子还算有礼貌 很多导师都是满意的点头 他就是林浩 我怎么看不透的等级和战力啊 你们呢 我也看不透 但是觉得他很强 江万潮激动得好 那废话不多说 林浩 你先上来 直接给各位导师 展示一下你的异能吧 你放心 欧阳峰那样的导师 不会再在魔大出现了 江万潮说着 就让开了 给林浩腾出了位置 林浩点头 走了上去 其实还有没有 欧阳峰那样贪财的导师 他是无所谓的 又不是打不过 所有导师都全神贯注地盯着林浩 就连刘顺和苏林 和林都不例外 林浩站定 双拳猛然握紧 吐气开声 八荒神火 哄 恐怖的紫火火焰 腾空而起 将林浩包裹住 周围的温度急速上升 哪怕是八阶空间 异能强者 构建的空间会议室 周围空间都出现了 不稳定的小波动 四 全场瞬间响起了 无数道吸冷器的声音 我的天 SS级异能 SS级啊 老江 你个糟老头子 你怎么不早说 我错怪老江了 SS级异能啊 上一次出现 已经是六年前了 老江 我决定不群殴你了 还得是你啊 SS级新生 都能搞来我要当林浩的导师 谁也别跟我抢 哄 空间风暴 林浩继续展示 恐怖的空间碎片 布满了他周身 周围的空间 不断地被空间碎片切割 绞碎 又不断地修复 我遭又一个 SS级异能 这是要逆天啊 我的妈呀 全世界范围内 第一个能够刚觉醒不久 就拥有两个 SS异能的人 林浩也太强了吧 光拿异能等级来说 也只有校长 能跟林浩比一比了 可是校长是觉醒很久之后 才拥有两个SS级异能的呀 难怪死老江 直接颁布新校规了 林浩也太强了 完全够资格呀 哄 雷动八方 整个空间会议室之中 到处都出现了 强悍且威力恐怖的雷霆 众人彭扶置身雷狱之中 刘顺和苏林 都惊掉了下巴 两人可是 第一次看林浩施展三个 SS级异能啊 没想到 浩哥不仅异能升级了 而且还多觉醒了两个异能 还能不能好好做兄弟了 刘顺兴奋的 苏林也是激动无比 虽然只能做兄弟 可是这样的兄弟 我要一百个呀 未成人都骂了林浩这么强 我还叫什么学点 以后 我还是叫他学长吧 众导师震撼的 眼珠都快掉出来了 我尼玛 这是第三个 SS级异能啊 而且还都是非常强大可怕的 杀伐性异能 林浩还是人吗 三个SS级异能啊 林浩你确定 你不是在表演魔术吗 哄 枯木冯春 哄 空间禁锢 所有人震撼的目瞪口呆 彷復实话般 说不出话来了 最后 一个导师兴奋的吼道 握造五个 SS级异能林浩 这是要成神的节奏啊 我决定不收其他学生了 魔大有一个林浩就够了 其他学生都退学吧 众人第66章 导师疯狂送礼 林浩照单全收 握造五个 SS级异能 从今以后 这世上只有两种异能者 一种是林浩 另一种是其他异能者 林浩啊 我是兵器学院的院长 万人斩 以后有什么问题 尽管问我 千万不要客气哈林外 我还有个孙女 今年大四了 是魔都异能大学的王者学生 我遭万人斩 你过分了呀 这么急着跟林浩攀亲戚攀亲戚 也就算了 你那孙女 跟你一样人高马大 觉醒的 还是力量型异能 完全是女版的绿巨人 就这样 林浩能看得上吗 机甲学院的院长宋千山 不客气地打断道 还是我孙女好 觉醒的是精神戏意呢 人长得又漂亮 魔鬼身材 大长腿 不知道多少男生追求他 他都没同意 而且 他同样是王者学生 操控机甲 那叫一霸气林浩 有空去我别墅做客 我介绍你们认识哈 万人斩怒到宋千山 你说我可以 敢说我孙女 是皮痒吗 别人怕你的机甲 我可不怕 有种单挑啊 宋千山一点也不怕打就打 谁怕谁啊 江万朝沉生道 你们两个够了 一把年纪了 成何体统 哼宋千山和万人斩 谁也不服谁 和林一头黑线什么鬼 这就是大厦排名第二的 魔独异能的导师 不好好教学 就知道介绍孙女 刘顺一脸羡慕我 什么时候也能有这样的待遇啊 随便娶一个院长孙女 就能躺平了呀 资源学院的院长 唐梦笑道林浩 初次见面 我也没准备什么像样的见面礼 这是八阶初级玄武恶的兽盒 就当是见面礼了 千万不要跟我客气 说着 直接塞到林浩手里 唐梦虽然三十几岁 但保养有方 看起来跟二十几岁的女生 没什么差别 反倒更有成熟女人的风韵 这些院长可不傻 知道林浩觉醒了这么多 SS技艺能 修炼天赋 肯定没得说 未必需要他们指导 所以还是想办法拉清去 送礼物 攀关系 才更明智 所有人都惊呆了 刘顺苏玲两眼冒光 激动地忍不住颤抖起来 宋千山瞪眼到唐梦 我严重怀疑 你送的八阶 出级玄武恶的兽盒 是学校的资产 不是你个人的 你竟然当着江副校长的面 挪用公家资源老江 开除他 就连万人斩 都跟他同仇敌开起来唐梦 做人要厚道啊 平时偶尔中宝私囊 也就算了 今天大家可是都在 众所周知 资源学院是富有的学院 所有师生得到的凶兽资源 还是草木之灵等等 修炼资源 卖给学校后 都是归资源学院管理 研究 唐梦美丽而充满成熟韵味的脸 顿时寒了下来 你们血口喷人 八阶初级玄武恶的兽盒 是我杀了八阶初级玄武恶 才拿到的 本来是要留给我未来的儿子的 可惜磨大的导师 老的老 丑的丑 没一个老娘能看上的 儿子遥遥无期 现在遇到逆天的林浩 当然要先送给他了 以后林浩就是我的儿子 谁敢动林浩 我就杀谁 林浩一头黑线 我来办理入学手续的 你竟然占我便宜 看林浩一脸郁闷 刘顺却恨不得叫唐梦妈 林浩 这是我的见面里 八阶初级天玄京 有增强艺能功效 艺能学院院长笑道 艺能学院是魔都艺能大学 最强大的学院 光是副院长就好几个 万人斩到林浩 这是我的见面里 八阶初级的南木星 宋千山到林浩 这是我的见面里 八阶初级的千年冰破 唐梦你们两个老家伙 还要脸说我 你们还不是有八阶初级的宝物 舍不得卖给学校 林浩 这是我的见面里 八阶初级天玄破空间 一时间 各个导师都争相给林浩送礼 觉醒五个SS级艺能的林浩 只要不死 未来绝对会成为 人类战立天花板的 九阶艺艺能皇者 现在不八戬 可就晚了 这个时候 导师们也终于相信 传闻中的欧阳峰 贪污被杀 真是林浩出的手了 林浩也不客气 照单全收 空间戒指里的礼物 都堆成了一座小山 虽然他已经用不上这些宝物 但刘顺和苏灵 用得上啊 他们两个 可是林浩最好的兄弟 林浩没有觉醒艺能的时候 一直是他们保护的林浩 林浩一直记在心里 至于和林 林浩有种感觉 他的背景极其强大 自身的等级战力 也同样强大无比 远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根本不稀罕这些顶级宝物 为成都看傻了 口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林浩这种待遇 他简直闻所未闻一个新盛 还没开学 就要来报个道而已 所有导师就拼命 拿出孙女和八戒出击宝物八戒 这说出去 恐怕根本没人相信啊 江万潮笑到好了 现在大家也都认识林浩了 院长和副院长留下 其他导师先回去吧 校务老师 帮林浩办理完校卡等手续再走 他深知 对林浩而已 普通的导师 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 搞不好还打不过林浩 留下没用 让他们认个脸 以后碰到林浩 好有个照应也就是了 很多导师都依依不舍地走了 只剩下了十几个院长和副院长 林浩你好 我是校务办的老师 就由我为你办理教卡吧 一个校务办的导师 非常客气地笑道 江万潮点了点头 对林浩笑到林浩 来办理一下智慧教卡吧 校务导师立即拿出了移动装置 提取了林浩的各项生物资讯 包括指纹 声纹 人脸 红魔 掌温等等 林浩同学 你的智慧已经办理好了 欢迎来到魔都艺能大学 有了教卡 你可以在校内各个学院和场馆刷卡 包括食堂 武馆 校内资源网购物 技能馆购买技能 兵器馆购买兵器 依照江副校长公布的最新校规 这些对你都是免费的 校务导师简要地解释道 林浩笑道 麻烦老师了 林浩同学 你太客气 像这么帅气 又这么礼貌的学生 真是绝无仅有啊 江万潮到队了 林浩要给他安排独栋别墅 一个人住 跟王者五星学生一个待遇 魏诚感叹 不以一来就是王者五星的住宿待遇啊 这让那些拼死拼活 才住进独栋别墅的荣耀学生 和王者学生 情何以堪 刘顺忍不住问到魏学长 这新生住宿 有什么讲究吗 魏诚笑道 普通新生一般住套房 三人一起住 排名好点的 可以单身公寓 排名前五十的 才能住独栋别墅 而且 一般是一层住一人 一栋别墅住三人 想要住独栋别墅 那就得获得荣耀一新学生称号 像林浩学长这样 一来就住独栋别墅的 在摩大有史以来 是第一人 刘顺振经原来新生和学生的待遇 还有这么多不同等级啊 那我浩哥也太牛了 咦 魏学长 你刚刚怎么叫林浩学长啊 不应该是学弟吗 魏诚探西林浩学弟的实力 都快够当导师了 我哪还敢叫学弟啊 那也是 没毛病 我浩哥太强了 然后 校务老师也顺便帮苏林 和刘顺 办理了入学手续和校卡 两人分配到了同一栋别墅 虽然 两人实力弱 是林浩带上来的排名 但排名就是排名 而且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摩大不敢怠慢 江万嘲笑道 接下来 各位院长副院长 一起商量一下 看看林浩适合什么样的技能和 修炼法吧 林浩是我摩大的未来之星 也是我大下的未来之星 一定要将他的战力发挥到极致 是 副校长 中院长和副院长激动地应道 第67章 无人能及的修炼速度 江万潮别墅中 剩下来的 都是魔都艺能大学 各大学院的院长和副院长 这些人都是大下的中间力量 除了自身艺能和等级无比强大 还孜孜不倦地为大下培养艺能者 向来受到大下人民的爱戴 放眼大下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都是艺能界各方面的顶尖强者 要是放到外界 那可起码都是封疆大力的存在 由他们来一起教导新生林浩 不得不说 已经是最好的选择和安排 艺能学院院长 秦天行到林浩啊 你的艺能那么多 还都是SS级的 有空还是多来艺能学院 有问题 我可以第一时间指导你 你只要将其中一两个艺能 修炼到登峰造极 就能横扫天下了 这是我们学院 也是魔大最强最顶尖的艺能修炼法 无极艺能修炼法 秦天行从图书馆馆长手中 接过修炼法 给了林浩 这套修炼法 是残片 只有九层 是当年校长 从一个上古一季中得到的 虽然是残片 但我们都相信 无极艺能修炼法非常强大 只要能找到剂片 就能让大厦的战力 提升一个大台阶 只是找了很久 一直没找到而已 如果你担心的话 也可以选择其他的修炼法 林浩笑道不用了 我就选这套 无极艺能修炼法 秦天行点头笑道不错 有胆识 我喜欢 江万朝道 这本天火金深绝 是我查阅大量古金资料 借鉴了前任 金人与古人的经验 又结合自身 对于武道的理解 创造而出的 你有八荒神火 非常适合修炼 林浩接过金深绝 多谢导师 江万朝道 这天火金深绝 共有十五层 修炼到最后 可以金深不灭 不过 我只炼到了第十层 也不知道有生之年 能否修炼到完美之境 若是不能 我希望你能够完成我的愿望 林浩点头笑道 我相信导师一定能练成 江万朝欣慰的点头 魏城羡慕无比 这套天火金深绝 他求了不知多少次 江万朝都没给他 现在不但给了林浩 而且还有点脱孤的意思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另外 我还有一套学法 烈焰焚天掌 九阶高阶的掌法 你也拿去吧 这也是摩大最顶尖的掌法了 这学法 本来要等到 你达到七阶等级 才能修炼的 但是以你的战力和天赋 应该没问题 所以才提前给你 林浩淡淡点头 魏城的口水 又羡慕地流了出来 这又是他求之不得的掌法 机甲学院院长唐梦笑道林浩 这是我们学院 也是摩大最强的精神修炼法 天神眼 我感觉你的精神也很强 再经过修炼天神眼 精神会更强 以后可以操控机甲战斗 成倍提升战力 修炼好了 记得来我们机甲学院 学习机甲的操控 和战斗技巧 林浩 我们兵器学院 还有很多枪法 刀法 拳法等技能 兵器学院的院长万人斩 一下子拿出了几种顶尖技能 林浩照单全收 将万朝突然担忧到 林浩 你拿了这么多技能和修炼法 而且都是高阶的 每一种都极难修炼 就算是大三大四的学生 也无法同时修炼两种以上 就算够强能修炼 几种技能的修炼速度 也会被拖得非常慢 我担心 你会贪多嚼不烂 反而坏事 你觉得呢 其他院长和副院长 还未差 苏灵 刘顺等人 也投来了疑惑的目光 只有和灵对林浩充满了信心 微笑地看着他 林浩笑道各位导师 请让一下 说着 林浩拔出了他的剑 八阶出击 天炎破空剑 神秘霸道 散发着一股王者之气 众人见林浩要施展剑法 立即让出一大片空地 赤焰烈天斩 八荒神火 林浩一声轻笑 剑出如龙 虎笑龙银 每一剑 都像是神龙从天而降 喷火灭世 周围的空间 都被斩出无数裂缝 我的天六阶完美级剑法 这怎么可能 赤焰烈天斩 怎么可能 竟然比我兵器学院 最强的剑法 还要强 很多林浩 到底是从哪里得到的 林浩的等级 虽然感觉很强 但应该并没有达到六阶巅峰 怎么可能觉醒不到半个月 就将六阶完美剑法 修炼成了 别说等级 没达到 就算等级到了六阶巅峰 要在半个月内 将六阶剑法 修炼到完美等级 也是前所未有的 风影雷闪 突然 林浩的身影 消失在原地 彷復在不断地瞬移 在刘顺 苏灵和魏城眼中 就是瞬移 根本看不清移动的轨迹 而何灵 副校长 还有院长 副院长他们眼中 则是可以看到 林浩的急速移动时的 轨迹残影 但即便如此 林浩的速度 也已经够快了 要知道 在场的人 都是七八阶的 异能强者 风影雷闪 九阶初级速度技能 林浩竟然也修炼到了 六阶完美级 这太让人无法置信了 要不是亲眼看到 根本无法相信 这可是两种技能 都修炼到了六阶完美 碎星拳 林浩的拳头 突然变得金色 一拳轰出 空间直接崩碎 过了一会儿 才又恢复 第三个六阶完美级技能 太变态了 林浩根本不是人 他是神啊 短短半个月 竟然将三种顶尖技能 全部修炼到了六阶完美级 在场的各位 谁能做到 简直是开天辟地第一人啊 看来是我们小看林浩了 觉醒五个SS级艺能的人 不能以常理度知啊 林浩 我不当你导师了 我不配 还是你来当我的导师吧 告诉我 你是怎么在半个月内 将三种高阶技能 全部修炼到六阶完美的 碎星拳 这是什么拳法 竟然比兵器学院最强的拳法 还要强 难道是燕京艺能大学 也给了林浩不传拳法 还是说军部给的 将万朝兴奋地守五阻导到这次 咱们是真的开了眼界了 以前我们根本不知道 觉醒五个SS级艺能的人 天赋能有多恐怖 现在 艺能界所有的常识和定律 都要因林浩而改变了 众院长纷纷拼命地点头 将万朝再也没有顾虑 笑道林浩 刚刚我们给你的修炼法 掌法和精修修炼法 你都可以拿去了 不过都不能带出学校 只能用心记住 你记得过几天要还给我们啊 这些可都是我们魔都艺能大学的抵御 林浩笑道 不用这么麻烦 我记完就还你们 说着 直接开启那些技能和修炼法 开始记 那是一幕十行 过目不忘啊 不到一个小时 林浩就全部烂熟于心了 所有人都看待了 果然 觉醒了五个SS级艺能的人 不能用正常的眼光看他 第68章别墅挑战赛 王者五星学生 可以选择六层的别墅 而且这些别墅都是靠近导师区的 林浩拿出智慧校卡 一个全息投影 荧幕弹出 他选了一栋中式现代风格的六层别墅 苏林和刘顺没得选 学校已经安排好了 让他们跟另外一个 新生住一栋三层别墅 一人一层 其实也很宽敞 你们先去安顿一下 好了 就过来 我别墅一下 有事跟你们说 嗯 那待会儿见了 苏林笑道 说完 就跟刘顺一起去了他们的别墅 林浩与何林 则是在魏城的带领下 去林浩的六层别墅 将万朝怕林浩不熟悉路线 不好找别墅 特地叫魏城帮忙带路的 要是放在平时 魏城一定会觉得非常委屈 毕竟他已经大四 是五阶初级的一能强者了 却要给新生学弟带路 可是亲眼见识了林浩的强悍之后 魏城却是一脸的荣幸和激动 刚出导师别墅区 就被很多新老学生给围住了 他们都是看到 所有导师向导师别墅区赶来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才好奇赶过来的 大家都让一让 别把路给堵了 魏城沉声说道 所有学生立即让开了一条路 但所有的目光 却是一定盯着魏城 林浩与何林 魏城学长 刚才是怎么回事 怎么所有导师 都跟发了疯一样 向导师别墅区赶 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吗 对啊 难道是魔都海域中的凶兽 向魔都发起总攻了吗 魏城笑道 大家别想太多了 并没有什么危险的事情发生 只是发生了一件 天大的好事而已 大家这才安下心来 但却更加疑惑了 能有什么天大的好事 竟然让所有导师 都激动得跟疯了一样 而且导师们出来的时候 也确实都是一脸的兴奋 魏城学长 是江副校长的弟子之一 我还是第一次 看到魏城学长给人带路 难不成是这两个新生引起的 你错了 只有一个新生 那个冰山美女 虽然年轻 但表面上看 就有四阶的实力 真实的战力 只会更加恐怖 他不会是新生 于是所有新老学生 都将目光投向了林浩 可惜林浩的实力 他们同样看不出来 众人一路跟随 最后 来到了林浩选择的六层别墅前 四 六层别墅 这可是摩大王者五星学生 才拥有的资格 他一个新生 凭什么有这种许可权 没错 我不服 一个新生 任什么拥有 王者五星学生 才有的许可权 我要向他挑战 摩大从来没有一个新生 一来就拥有 王者五星学生的 许可权和待遇 那可不仅仅是能一个 独享六层别墅而已 而是其他所有待遇都翻倍 比如 购买资源 半价等等啊 别说新生了 很多老生都是非常不服 他们要是知道摩大所有资源 零号都能免费使用 估计得当场气死 未成孝道 因为他是零号 全国五考排名第一的零号 哄 他就是零号 许多女生瞬间都花吃了起来 我就说他 一定不是普通人 原来是传说的零号 真是又帅又强啊 那眼神 灵力而不失温润 那身材 高大又帅气 一看战斗力就很持久 简直就是我的理想型呢 肤浅只知道看脸的女人 你们也不想想 零号是从浮城那个小地方考上来的 就算拿了第一 也没什么好骄傲的 浮城那小地方 随便一个A级异能 都能拿到高分 因为其他学生都太弱了 那叫考场优势 懂了吗 零号 我要挑战你 我也要挑战零号 我也要挑战零号 我就不信了 一个新生 竟然有王者五星学生的待遇 好几个男生都兴奋地喊起来 零号自然是不怕 只是有点疑惑 魏城看着零号 笑道林学长 这是我们摩大的传统 新生在选别墅的时候 可以彼此发起挑战 胜者 可得对方的居住权 并且拥有对方所获得的所有许可权 俗称别墅挑战赛 这也是校方的意思 为了防止一些新生 在五考时 采取一些见不得光的手段 获得排名 因此对于新生而言 这才是真正的五考 我的天 我没听错吧 魏学长竟然叫零号学长 是口误吗 难道这零号真的有什么过人之处 竟然让魏学长佩服的五体投递 零号点头 笑道我接受你们的挑战 魏城笑道 摩大师禁止学生私斗的 所有的挑战都得是点到为止 而且要在五管内台上举行 魏学长 带路吧 零号弹弹道 摩大武馆 占地千亩 光围台就有几十个 最大的一个擂台 更是可以容纳二十几万人同时观看 一共有十个新生挑战零号 而且都是五考排名前二十的新生 最低的都有一阶高阶 而且 异能是A级最高的一个叫柳红 异能A级等级达到了二阶巅峰 全国五考排名第六 挑战的讯息一处 顿时在摩大官网上 掀起了一股旋风 一传实实传百 很快 五管就来了几千名新老学生 新生救助六层别墅 一定有猫腻 搞不好 林浩被某个财团给收了 财团出钱财 让他一来就有了王者五星的待遇 这下他惨了 好在摩大有别墅挑战赛 不然真让一些人给浑水摸鱼了 新老学生们议论纷纷 没有几个人看好林浩 林浩的一些战警 比如 艺人杀穿F级兽巢 斩杀东南王和欧阳峰等等的讯息 都被封锁了 知情人当中 也没人敢随便传播 因此这些学生 基本上不知道林浩的恐怖战力 人群众有个非常清秀脱俗的新生 江玉儿 全国五考排名第五 身穿白色T恤和黑色短裙 雪白到发光的大长腿 傲人的身材 配上清纯的长相 再加第五的排名 让他成为了新生中笑话 在场所有男生的目光 一直在何林和江玉儿身上 来回地看都没完 特别是柳红 柳红心里何林很强 看来目前是没法获得他的青睐了 但是只要打败了林浩 以后未必没有机会 至于江玉儿 我只要打败林浩 证明了我的实力 他一定会乖乖来到追我 玉儿 你说林浩能打败柳红他们吗 江玉儿身边的发小许星 好奇地问道 我觉得林浩一定能赢 江玉儿柔声道 眼睛圈一直盯着林浩 咦 玉儿 你不会也变得眼狗了吧 林浩虽然很帅 可是他们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小地方的五考 确实是有场地优势的 你怎么这么肯定 林浩能赢 直觉吧 等一下就知道了 还直觉 鬼的直觉啊 我看你是动了春心 喜欢上他的颜值了吧 许昕调皮地用大胸 轻轻撞击了江玉儿一下 你胡说什么 由我来当这次的擂台赛的裁判 大家不会有意见吧 未成淡淡地笑道 没意见 我相信魏学长 很好 那就请参加挑战之人上擂台吧 为了公平 林浩每次比试后 将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再接受第二人的挑战 林浩直接打断魏学长 不用这么麻烦 让他们十个一起上吧 不然太浪费时间了 第六十九章一挑十 震撼全场 哼 擂台周围顿时炸开了锅 林浩这是要一挑十啊 也太狂了吧这 现在的心声 真的是越来越狂了 呵呵 究竟谁给他的勇气 在小弟 依靠考场优势 侥幸获得的全国五考第一而已 竟然赶一挑十 看来他很快就要原形毕露了 这么狂 一年就没脑子 白掌这么帅了 他难道不知道 这比试要是输了 不仅要输掉别墅的居住权 连在摩达的各种待遇和许可权 也要跟着输掉嘛 竟然还赶一挑十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一挑一的话 就算他零号 因为考场优势 实力和排名有水分 但应该不会输得太惨 可一挑十 就太不明智了 柳红等挑战零号的人 听了他一挑十的话 顿时怒急返笑 零号 这可是你自找的 说了可别不认账 就这种智商 果然排名有水分 魏诚却是淡淡一笑 既然林学长这么说了 那你们十个 要是没意见的话 就一起上吧 如果林学长败了 那么 他的六层别墅居住权 还有别的所有许可权 就归你们所有 至于你们之间怎么分 那就再透过比试决定 魏诚又叫林浩林学长了 这次我确定不是自己听错了 魏学长跟了江副校长四年 一向尊师重道 百分分明 绝对不会开这种玩笑 林浩又是刚从 岛市别墅区出来 搞不好 林浩也拜江副校长为师了 老江一向很少收弟子 搞不好林浩真有狂的本事 可再狂也不可能一条十吧 而且柳红几个 可都是觉醒异能一年多了 林浩才觉醒半个月啊 说不定是林浩背后的财团 给了魏诚钱 因为给的太多 连魏学长都拒绝不了 所有才陪他演戏呢 不过擂台上 一切看实力 我看林浩这戏 很快就演到头了 徐昕冷哼一声玉儿 我看你这次是看错人了 这林浩狂成这样 根本就是不智之举 这样的智商 怎么可能拥有逆天的实力 江玉尔卡兹兰般的美眸 一直就没离开过林浩 心跳都加快了 几分我还是相信林浩 哼 你该不会又要说凭直觉了吧 这次不是 是林浩的眼神 他的眼神淡定从容 甚至是有索然无味 他是真的不想浪费时间 柳红等人大写 未成话音刚落 十个人就冲上了擂台 将林浩围住 一个个眼中都充满了 兴奋和贪婪之色 只要打败林浩 那么林浩那只有 王者五星学生 都能居住的六层别墅 就是他们的了 而且他的其他许可权 也一定很高 林浩脸上却是古锦无波等下 我不会使用异能 希望你们能把握住机会 哼 全场炸裂 这心声狂的没编了吧 一挑食啊 竟然还敢说不使用异能 呵呵 这林浩 真的狂的可言 可是 如果是演戏 他也该考虑一下 输掉笔试的下场吧 狂成这样 要是输了 恐怕一辈子都抬不起头了 竟然不使用异能 这是赤果果的挑衅 完全看不起柳红等人 刚觉醒半个月 一挑食 还不用异能 他以为他是神吗 真是搞笑 许心气得直跳脚玉儿 这你也看得下去 他林浩也太狂了 狂得像个脑残 我还从来没听说过 有人刚刚觉醒十几天 就敢不用异能 一挑食的 江玉儿笑道 我还是相信林浩 我想 他一定能创造奇迹的 江玉儿 我看是花痴了 至此 绝大总分人 都变得不看好林浩 楚河林 魏诚 刘顺和苏林 柳红等人 也被林浩给激怒了 林浩 你未免太小瞧 我们等我把你的腿打断 看你还能不能这么狂 兄弟 一起上 狂暴 大地铠甲 幻影 烈火 狂风 一时间 十种不同的异能 相继被施展而出 有的力量暴脏 有的速度翻倍 快如闪电 只看得到残影 有的浑身笼罩着炽热的火焰 有的反手一挥 锋刃漫天 柳红则是穿上一身土黄色的铠甲 所有的异能 一起围攻向林浩 林浩淡淡一笑 不退反击 速度比闪电更快 连残影都没留下 瞬间出现一个挑战者面前 一拳轰出 碰 双拳相击 惨叫声响起 那明觉醒狂暴异能的心声 被林浩打得壁骨断折 倒飞而出 直接打出了擂台 林浩身影消失 又来到第二个心声面前 这是觉醒速度型 异能幻影的心声 看到林浩 他惊骇得瞳孔狂缩 他怎么也没想到 没有使用异能的林浩 速度竟然比他还快 碰 林浩一拳轰出 仍然是纯力量的一拳 那名心声又被一拳轰废 砸落肋台 肋骨断了三根 这还是林浩手下留情了 不然一投下去 早没命了 碰 林浩转身 一拳轰出 打散呼啸而来的几十把锋刃 目光一灵 身影再次消失 觉醒狂风的心声 吓得浑身一个战力 怎么可能 我的锋刃 竟然连他的面板都划不开 这不科学 碰 林浩现身 一拳轰出 觉醒狂风的心声 倒飞而出 鲜血狂喷 喷喷喷喷喷 林浩身影如电 根本看不清一动诡计 但每次现身 都有一个心声 被他一拳轰飞 擂台上 很快就只剩下了柳红一个人 柳红的眼中 全是惊恐 他打死也没想到 林浩光是力量和速度 就这么恐怖 刚才你说 要打断我的腿 林浩目光冰冷地看着他 不 不是我说的 你听错了 是其他人说的 柳红赶紧辩解 哼 敢说不敢认 没中的家伙 林浩说完 身影消失 瞬间来到柳红面前 啊 柳红吓得浑身冰冷 大吼一声 本能地轰出一拳 覆盖了土黄色铠甲的巨大拳头 轰向林浩胸膛 这一拳的力量 直逼三阶出击 要是正常的三阶以下一能 都被打中 肯定是要废了 砰 骨头断裂的声音响起 柳红惨叫 手臂不可控地下锤 又是砰的一声 林浩一脚踹断柳红的腿 将他踢下了擂台 全场死记 所有人眼中 都充满了长长的震撼 一挑食 林浩竟然是完全碾压了柳红等人 第七十章 谁说你打不过了 我宣布 别墅挑战赛 林浩大获全胜 魏城也是愣了好久 才激动地大声宣布 还有谁 敢出来挑战林浩的 全场寂静无声 根本没有新生 敢再出来挑战林浩 我糟 没用意呢 光是纯力量 就一挑食 敢趴了柳红等人 谁还敢挑战 这不是纯纯找死吗 魔大还是公平的 林浩能一来就获得 王者五星学生的待遇 不是没有道理的 一挑食 不用一能 打完了还不喘气 林浩的极限 远不止如此啊 太可怕了 这届的新生第一名 还真是有点猛 往届的新生 可没人能做到这一步 或许只有排名第四的宋玉 和排名第五的江院联手 才有打败林浩的可能了 在家闭关修炼的宋玉 突然眼眸直跳 林浩看 没人再上台挑战 转身就走 全国排名第五的江院 赶紧跟了上去 很多学生也都跟了出去 出了无管 江院直接直到林浩面前 笑道林浩同学 你好 我是江院 可以认识一下吗 死 什么情况 江院队这是看上林浩了吗 这么直接的 为什么我觉得心里酸酸 谁能告诉我 这是怎么了 玉儿 林浩配不上你 你可别被他迷惑了 林浩虽然在新生中很强 但你们江家 可是有七阶战神级强者坐镇的呀 我也觉得林浩配不上江院 要知道 林浩虽然强 但历史上 很多天骄最终都没能成长到战神级 就已经夭折了 而江家 却是有七阶初级战神级强者坐镇 敌运强大无比呀 你们都没说到点上 应该说 一般的世家 做的都还是传统的生意 而江家跟魔都这些大世家 做的新兴的大生意 卖凶兽材料 林草 其实 这些可都是新兴科技用得到的 几乎都是卖给军部 用来制造新型高科技武器 比如机甲 雷射炮 空天战剑 还有用于月球基地的建造 这可不是一般世家 能比的 说的对 江家虽然在魔都五大世家中 排行最后 但一个江家 仍然抵得上十个江南首富荣家 你已经知道 我叫林皓了 让开吧 别拦住我的路 林皓看了江月儿一眼 冷漠地说道 江月儿虽然是心静心花 但跟和林比 还是差了一点 刘顺心里直呼抱舔天物 一众男生松了口气 但同时又对林皓非常不满 林皓 你是真挑了呀 怎么跟月儿说话的 江家可是魔都的战神世家 魔都首富 都得对江家克克气气 你竟然敢拒绝月儿 谁给你的胆子 再厉害的天骄 没成长到七阶战神界 都不算什么 林皓还是太年轻了 他要是态度好点 跟江月儿走近一点 得到江家战神的指点 或者跟江月儿谈的恋爱 甚至娶了江月儿 那他以后的路 不就一帆风顺了 所以说 林皓的眼光是真不行 这么好的机会 竟然主动放弃了 放弃了还好 江家家风不错 要是换成那些 纨绘傲娇的世家女 被林皓这样当众拒绝 搞不好就会暗中 打压林皓 这林皓 是真不知世间险恶 我看她的路 是走不远了 许星顿时期炸了林皓 你别给脸不要脸 玉儿可是战神世家的 大小姐 你 林皓看了她一眼 直接吓得许星 把话咽了回去 江月儿也没想到 林皓会直接拒绝她 这让她生平第一次 有了一种莫名的挫败感 但这反倒 更加激起了她的征服欲 要知道 以前追她的男生 可以从魔都排到东南 她却一个都没动心过 所以她相信 只要她开口 就没有拿不下的男生 可是现在 为了家族的繁荣 家里却不得不让她 与魔都第四的世家 史家定亲联姻 大学毕业后 就要举行婚礼 留给她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大学四年中 她不仅要为江家 找到靠山 还要为她自己 找到足够强大的一中人 她原本以为 这两者都很难 甚至都没有可能 因为史家太强大了 很难找到人 可以与他们抗衡 比史家强的家族 又都不愿意帮江家 可没想到 这么快就遇到了 林浩这样一个 有潜力与史家抗衡 又是她喜欢的人 不过 江月一直都被人追 还真没有追人的经验 一时间都不知道 该说什么好 那个 不好意思 是我唐突了 不过有机会 还是想跟你好好聊聊 大家都是新生吗 多聊聊 以后也好一起杀凶兽 不是吗 江月说着 脸莫名其妙的就红了 周围的新老学生 傻眼了 这还是我认识的江月嘛 被人当场拒绝了 竟然还这么客气 这么温柔地发出邀请 这完全是在倒追啊 我的心碎了 我要揍扁林浩 我忘了 我打不过他呀 林浩直接走人 何林等人也跟了上去 刘顺和苏林 之前两人刚刚找到 自己住的别墅 就看到校网上 林浩挑战柳红等人的讯息 门都没进 就赶了过去 现在回去看看 有什么缺的 赶紧买上 谁之风进门 就听到了辣耳朵的声音 然后又看到了辣眼睛的事情 原来跟刘顺苏林住 同栋别墅的宁家凯 竟然跟一个女的 在别墅一楼的 沙发上用爱发电 啊 一声尖叫 宁家凯和那女生 一时间慌乱无比 赶紧找东西遮挡 你们找死吗 大白天竟然闯我宿舍 宁家凯瞪着刘顺和苏林 不过等他骂完 发现苏林比他身边的女生 还要漂亮很多后 争宁的神情 立即变得温和了许多 这么同学 你到我宿舍来 应该是暗恋我吧 宁家凯非常不要脸地 打量着苏林 邪恶地笑道 你特魔找死刘顺 抄起门口的花瓶 就砸了过去 狂暴异能直接施展 整个人像炮弹一样 冲了过去 把宁家凯一顿暴揍 可惜宁家凯 是无考 全国排名第七的人 A级异能 等级也是二阶初级 在最初的猝不及防 被刘顺打了几拳后 就反过来压着刘顺打 好在被苏林给劝住了 不然 估计就被打残了 宁家凯为了 博得苏林的好感 下手也没有太重 但刘顺还是被打成了猪头 走 找林浩去 苏林接着刘顺就走 到了林浩别墅 说完发生的事 刘顺怒吼到浩哥 你可得为我报仇血恨啊 林浩一脸愤怒 但却沉声说道 我总有不在你们身边的时候 这个仇 要你自己去报 刘顺愣了一下 我自己报 浩哥 不是浩哥 你不是要罩着我的吗 而且我也打不过那家伙啊 苏林也是皱眉 但很快就明白了林浩的用意 林浩笑道 谁说你打不过了 说着 林浩拿出了八阶初级玄武恶的兽盒 这是导师们刚刚送他的 不过林浩有系统 并不稀罕这些宝物 他本来就打算给刘顺和苏林用的 浩哥 你这是刘顺惊呆了 他能从八阶初级玄武恶的兽盒上 感受到一种恐怖的气息 苏林打了他一下白痴 这还不明白吗 这样你就可以打得过宁家凯了 不过林浩 这可是八阶初级玄武恶的兽盒 给刘顺这家伙 是不是太浪费了呀 第七十一章 暴走宁家凯 刘顺猛然惊醒 大喜 笑骂到苏林 你说的是人话吗 我跟林浩什么交情 怎么能用这么庸俗的东西 白衡量 太俗气了你 把我浩哥的人品都拉低了 话没说完 刘顺已经接过了八阶初级玄武恶的兽盒 苏林白了刘顺一眼 脸皮比城墙还厚 不过 浩哥 这八阶初级玄武恶的兽盒 是导师们给你的 要是我用了 你怎么跟导师们交代啊 而且 苏林说的也没错 我的异能才递节 给我用真的很浪费啊 激动过后的刘顺 也变得纠结起来 虽然他跟林浩关系很好 但他也知道 八阶初级玄武恶的兽盒的稀有和珍贵 那基本上是有价无市的宝物 很多异能强者赔上身家性命 也得不到 林浩看着刘顺 认真地说到这种话 以后不要再说了 我没觉醒异能的时候 都是你和苏林替我出头 这份情谊 不是任何宝物 能衡量的 懂了吗 刘顺激动的眼眶都红了 苏林也是眼眶湿润了 他们都知道 以他们的异能等级 要不是林浩 根本进不了全国排名第二的魔度异能大学 一辈子都不可能拥有八阶初级玄武恶的兽盒 甚至连看的机会都没有 还有你 苏林 林浩笑容温和 拿出了八阶初级的千年兵破 这个千年兵破 很适合你的寒冰异能 拿去吸收吧 苏林含着泪水 不客气地接过 笑到我可不会跟你客气 林浩笑了笑 倒好了 你们就在我这别墅吸收吧 吸收完 去把宁家凯狠狠地揍一顿 若是对方 是比宁家凯强很多的人 林浩早就悍然出手了 但既然宁家凯 并没有比刘顺强多少 那就不如助他一下 让刘顺 自己打败宁家凯 刘顺狠狠地点头 开始吸收八阶初级玄武恶的兽盒 苏林也找了地方 开始吸收八阶初级的千年兵破 和林看着这一幕 欣慰地笑了 杀法果断 重情重义 大下之幸 林浩提醒刘顺 和苏林八阶的宝物 能量都是非常狂暴的 你们还是稀释一下在吸收吧 我这每层都有小泳池 你们一定要咬牙撑住 否则吸收的时候 效果会大打折扣的 放心吧 我一定会忍住 不会辜负你的一片好心的 刘顺机动到 苏林也是点头 两人分别去一层和二层的小泳池 跳进去 开始吸收 一股狂暴无比的能量 从八阶初级玄武恶的兽盒中 汹涌奔腾而出 冲进刘顺体内 连泳池里的水都跟着沸腾起来 刘顺痛得直接惨叫一声 整个身体几乎都被狂暴的 能量撑大了一圈 痛得他浑身都在颤抖 差点就破功了 要是不小心的话 刘顺很可能会被狂暴的力量 撑破身体 整个人废掉 好在他最后忍住了 虽然过程中还是不时发出一两声惨叫 但总算坚持到了最后 苏林那边 一股冰冷无比的气息 从八阶初级的千年冰魄 呼啸而出 几乎将他整个人冰冻住 泳池更是全都被冰冻成了巨大的冰块 不过 苏林比刘顺强多了 只惨叫了一两声 就没发出过声音 一直在坚持 没有让自己被冰冻 而陷入沉睡 否则 他就可能永远也醒不过来了 十个小时后 天亮了 两人也相继吸收完成 苏林率先睁开了双眼 眼中满是兴奋之色 我突破了 二阶巅峰 翻了一倍还多 这时 刘顺也吼了起来 我也突破了二阶高阶 我感觉 我可以一拳打叛宁家凯了 林浩也跟着高兴 激动不已 但又有点疑惑 因为 两人吸收率不如他 但提升的程度 并没有比他弱很多 林浩想了想 似乎明白了 应该是系统和异能等级的原因 我吸收八阶初级炎魔暴龙精血 和八阶中级紫燕魔龙精血时 并不是直接提升等级 而是直接提升力量 速度和精神 而且因为我的异能等级高 所以提升的程度 反而不会特别高 但我当时吸收完后 力量直接提升到三阶高阶 这质量却还是要比他们强的 林浩笑得很好 现在就去把宁家凯包打一顿吧 走刘顺大吼一声 猛虎下山般冲了出去 林浩和铃也跟了上去 砰 刘顺一脚踹开了自家别墅的大门 宁家凯 给我滚出来 刘顺一路吼上去 直接上了三楼 宁家凯睡得跟死猪一样 直到房间大门上被踹开 才惊醒过来 打扰我睡觉 你是找死吗 宁家凯愤怒无比 找死的人是你刘顺一下 冲到宁家凯面前 一拳轰出 直接将他打到了墙上 啊 宁家凯惨叫 牙都被打掉了 小子 你敢偷袭我 是你反应太慢 很好 你成功地激发了我的战意 给我死宁家凯怒吼一声 冲向了刘顺 全力一拳 轰了出去 刘顺冷笑一声 同样一拳轰出 砰 双拳相击 骨头断裂声和惨叫声同时响起 宁家凯刀飞了出去 刘顺一个暴冲 一脚踩在惨叫声 胸膛上扶不服 扶 扶负 我扶别打了惨叫声吓坏了 浑身冰冷 冷汗直流 他不知道 刘顺为什么一夜之间 变得这么强了 强到即使他用了异能 也打不过 宁家凯只有扶 不扶可能会被打残 哼 没中的家伙 我倒是希望你不扶 这样 我可以再打你一顿 刘顺恶狠狠地说道 哥 我扶我扶 我真的扶了宁家凯 拼命求饶 既然扶了 以后就得听我的 去把我弄坏的东西搞好来 还有以后别墅的卫生 都是你做 要是坐不前进 我见一次打一打 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 我记住了 我这就去弄 我买新的 一定弄好 刘顺这才放开了他 宁家凯忍着痛 屁颠屁颠地去了 林浩道 这次虽然你的等级提升了 但以后的路还很长 你要悠着点 我知道 放心吧 林浩点头 带着和林回了自己的别墅 一开门 就发现 门口被人塞了一封信 林浩拿起信 开启一看 只见白纸黑字写着 今晚九点 城南废弃化工厂 生死决斗 你敢来吗 林浩笑了 名字都不敢留下 还生死决斗 我倒要看看 是谁这么想死 第七十二章境外杀手 小万 给我调出监控 简示是谁给我送的这封信 一道蓝光闪过 一个虚拟少女 凭空出现我在 好嘞 马上检示检示中 检示完毕 已查明 给主送信的人 是曾经摩大大一的叫霸 庞德 即将升入大二 不到三秒钟 小万就检视了 五千多具的超高画质 五码录影资料 查出送信之人 这么快零号 都忍不住有些惊讶 小万 全名万卷书 是大夏艺能科技大学 研发的人工智慧系统 被各大艺能大学 及千行百业所采用 算力遥遥领先全世界 万卷书 拥有人类年轻人的虚拟外形 美丽动人 可与人类直接对话 可行透过教卡调取使用 不过不同等级的学生 能呼叫的万卷书等级也是不同的 万卷书分为九级 对应艺能者的九阶等级 零号可以呼叫的等级是六级 比所有新生和大部分考生 能呼叫的等级都高 甚至跟一些导师 能呼叫的等级都一样 小万继续说道 庞德经常在校外七零各校同学 是大学成校霸 组织校面虎的成员之一 原本是摩大上届 招收分数最低的一人 但半年内 实力意外突飞猛进 恶民怯起 零号冷笑校霸 居然还有组织 很好 那我就去收拾一下 晚上九点 零号与何林 来到了城南废弃化工厂 虽然废弃了几十年 但空气中 还是不时有些刺鼻的气味飘荡 庞德 给我滚出来 零号沉声道 沉稳之中 带着杀气的声音 响彻夜空 哈哈 没想到 你这么傻 这样就被骗来了 一道别角 而沙哑的声音响起 话音落下 周围突然出现了四个身影 四个外国人 两男两女 左翼你竟然来我大夏和林 眼中杀气闪过 零号 他们都是国外杀手 世界暗榜杀手排行榜上 排行前三百的杀手 起码都是六阶中级 最强的一人 是六阶高阶 没想到 他们竟然找庞德给你送信 看来这后面的关系网 是盘根错节 零号面色冰冷 既然非我足类 那就不用留守了 说 是谁派你们来的 左翼冷笑可笑 死人是不需要知道这些的 零号嘴角扬起一抹危险的弧度 既然不说 那就去死吧 哈哈 左翼大笑 容天红是 脑子进水了吧 居然寻赏 五百亿大下壁 咔嚓 左翼的笔戛然而止 尸首分离 鲜血喷涌 无头尸体砰的一声倒下 零号一甩手 将他的尸首随手丢弃 这就是擅入我大下的下场 剩下三人大惊失色 他 他是怎么出手的我 竟然 没看到 怎么可能 左翼 可是六阶中级 竟然一招秒了 零号指着一人 质问到左翼灵死前说 容天红悬赏五百大下壁 是他要你们来杀我的 哼 本来是左翼大翼 说漏了嘴 现在 告诉你也无妨 就是容天红 零号眼中 杀气汹涌荣家 很好 给我等着现在 先送你们去死 哟 好有霸气 我喜欢 我想试试东方美男子 让我来凶大无比 浑身肌肉健瘦的克里斯琴 舔了一下舌头说道 分化变异 克里斯琴说完 他突然凭空变成了十个克里斯琴 而且每个都发生了变异 肌肉更加健硕 整个人庞扶变大了一号 牙齿变成了突出的疗牙 双眼满是血丝 而且 手上还长出了四根七厘米长 拥有金属光泽的骨刺 变得更加凶悍 庞扶人形魔兽 克里斯琴别玩 小心 这大下少年很强 艾伦虽然看不出零号有多强 但他能感觉到 零号带给他的可怕威胁 克里斯琴 不要大意克里斯琴的姐姐 克里斯琴大声提醒道 他长得倒是比较接近东方美女 金发闭眼 大长腿 非常白 而且 身材更加的火辣 火辣的身材 在火辣且环保的着装衬托下 显得更加的火辣 让人看 就会血脉奔胀 放心 没有我 拿不下的小鲜小鱼肉 克里斯琴的声音变得宛如售吼 零号眉头微微一皱 觉得恶心 怪异 和林脸上带着嫌弃的神情 解释到西方国度的异能者 为了获得更强的力量 在觉醒后 使用了变态的基因技术 将某种凶兽的基因 植入了体内 让自己施展异能的同时 身体变异 以后你见多了就知道了 恶心 零号嫌弃且不屑地说道 分化成十个的克里斯琴 已经将零号围住 零号能感觉到 他的异能挺强的 因为十个分身的力量差不多 在普通的异能者中 克里斯琴的异能 甚至可以说 能够做到同等级无敌 以前只要他施展异能 就没有输过 一分化成十 战力几乎提升了十倍 让克里斯琴的战力 直逼六阶巅峰 成为我的 克里斯琴奴隶两个字 还没说出 零号突然动了 克里斯琴宛如野兽的双眼 瞳孔猛然收缩 惊恐之色浮馅处 他怎么也没想到 面对战力提升十倍的他 这个大厦 年仅十八九岁的少年 竟然还敢主动出击 克里斯琴 看不到零号的移动轨迹 恐惧之间突然提升 心念一动 急忙将另外两个分身召唤回来 团团护住真身 十只拳头 悍然向前方的虚空空出 分身虽强 但真身一死 分身就会消散 他不得万分小心 甚至因此暴露真身 不过他对自己的 异能和速度 仍然很有信心 他不认为 零号能一眼就看出他的真身 只要零号看错真身 一击失败 以他的速度 就能发动雷霆一击 击败零号 可惜 他低估了零号 零号突然现身 赫然就在他的真身前方 一拳平平无奇地轰了出去 克里斯琴大惊失色 这个大下少年 眼光为什么这么毒辣 碰 转眼间 零号的拳头 打了克里斯琴 分身轰出的拳头之上 克里斯琴的分身 直接如泥塑木雕般粉碎 化为泄物 零号拳头攻势不减 继续向前 如入无人之境 不不要克里斯琴 克里斯汀和艾伦怒吼 两人想冲上去救援 可惜零号的拳速太快了 哄 克里斯琴的其余八个分身 虽然近在咫尺 但根本来不及出手 零号的拳头 快如闪电的 轰在他的真身之上 砰 直接爆头 真身化为血物 剩余分身 也跟着消散 零号 我要杀了你 我要为克里斯琴 报仇姐姐克里斯汀 如野兽般咆哮起来 第七十三章 克里斯汀沉服 魔都成交化工厂 一国杀手艾伦 看到零号一拳 轰杀了异能强悍 战力提升十倍的克里斯汀 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半晌后 他才难以置通道 怎么可能 克里斯汀 异能施展后 战力直逼六阶巅峰啊 克里斯汀的姐姐 克里斯汀 已经因为愤怒而疯狂了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 啊 两人是双胞胎 但克里斯琴 长得像男人一粗广 姐姐克里斯汀 却长得非常漂亮 只是此时漂亮的姐姐 克里斯汀 也因为施展异能 而变得面目猙獰起来 分化 变异 姐妹俩的异能 竟然是相同的 不同的是 姐姐后天加上异能上的变异 不是辽雅 骨刺 而是金属身躯 她的体型并没有什么变化 但肌肉 却渐散发出了红色的金属光泽 头顶还长出了两只猫儿 她竟然将某种金属 融合到了自己体内 可爱 神秘 冷艳 性感充满了一种 难以言说的魅惑 碰 克里斯汀双臂一碰 金属的声音响起 甚至还溅起了火花 十个一模一样的克里斯汀 金属身体加强版的克里斯汀 如果不是眼神中 有着丰富的神态 简直与机器人没有区别 施展异能的克里斯汀 战力突破到了七阶处级 克里斯汀双眼血红地盯着林浩 眼看叫动手 却被艾伦拉住了 克里斯汀 我们走吧 悬赏情报不准确 林浩太强了 五百亿不值得 滚 克里斯汀 彭腹失去了理智 疯狂咆哮 以心念控制九个分身 挥拳杀向了林浩 林浩看着抑郁风情 却长得极像东方美人的克里斯汀 莫名地来了 兴趣有个国的女奴 帮忙按摩 铺床啥的 似乎也不错 艾伦怒吼你休想 他追求了克里斯汀十年 却一直没追到手 好不容易这一次 克里斯汀邀请他 一起来大厦执行任务 艾伦以大厦宛如龙坛虎穴为由 提出条件 克里斯汀竟然痛快地答应 事成之后 给他一个正式的追求机会 他哪里能放过 克里斯汀姐妹 是国顶尖家族 花旗家族的天才 从小就觉醒了 A级异能 并接受严格的训练 甚至不让他接触异性 防止被人骗财骗色 加上他无比自律 刻苦修炼 终于让他成为一代年轻天骄 名动西方各国 其家族掌管着国最大的花旗银行 本来克里斯汀 不必是第一继承人 但是以他的七阶初级强悍实力 却硬生生成为了第一继承人 艾伦这个穷小子 要不是因为也是个天才 拜同一人为师 两人连认识的机会都没有 现在可以有个正式的追求机会 他怎么可能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这就是财团的可怕之处 无论什么年代 他们都能高居金字塔的顶部 腐蚀变异 艾伦怒吼 他必须帮克里斯汀 哪怕杀不了林浩 他也要带着克里斯汀 全身而退 离开大厦 这对他而言 也是一大功劳 怒吼声中 长相颇为英俊的艾伦 形象大变 浑身变得暗红 渗出了暗红色的毒液 拥有极强的腐蚀性 在全身不断流转 偶尔有一两滴毒液滴落 竟然直接将脚下的铁片滴串 发出痴痴的恐怖声响 同时 他的全身 也长出了无数箱刺猬一样的钢针 钢针之上 同样布满了暗红色的腐蚀毒液 克里斯汀 我们一起 杀了他艾伦怒吼 因变异 而变得暗红色的双眼 充满了诡异 而恐怖的杀气 施展异能后的艾伦 战力也飙升到了七阶处击 甚至比克里斯汀 还要强一点 林浩 小心和林 看两人要联手 忍不住提醒 说着 又柔声道 需要我帮忙吗 没事 你在旁边看着就好 林浩淡淡道 和林看他神色如常 心想 定是林浩战力又提升了 也就放心到那你小心点 不过虽然如此 他却也做好了 随时出手相助的准备 半空中的凌云和雷霆两位战神 也是如此 不过两人此时 甚至于更希望看一看 林浩真正的战力 林浩要是连这两人 连手都能杀 那就太恐怖了 只怕用不了多久 咱们的保护 就成多余的了 林浩战神震惊道 是啊 到时就不知道 是谁保护谁了 雷霆战神 也是感慨万千 克里斯听见了点头 咬牙切齿到艾伦 要是杀了他 回国后 我们就在一起 艾伦一愣 庞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真的吗 当然 好 那我们一起出手 杀了他艾伦浑身的血液 庞扶都跟着沸腾了起来了 杀 艾伦和克里斯听 同时杀向了林浩 两人的速度 都是快如闪电 转眼就到了林浩身前 全不跑 你这是被吓傻了吧 给我死艾伦看 林浩竟然一动不动 顿时兴奋无比 心想杀了他 克里斯听就能到手了 到时一手美人 一手财富 简直是人生巅峰 林浩看着艾伦 嘴角泛起一抹残酷的冷笑 突然双拳齐出 八荒神火 碎星拳 左手克里斯听 右手艾伦 碰 四拳同时相击 艾伦那不满腐蚀毒液的拳头 直接瘫软 恐怖的腐蚀毒液 碰到八荒神火之时 瞬间被稍微乌有 根本无法形成有效伤害 连碰都碰不到林浩 艾伦眼中猛然露出惊骇之色 怒吼一声 全身的毒液钢针 全部呼啸而出 怒射向林浩 如此近的距离 就算是七阶终极异能强者 都很难躲避 而且一旦被射中 基本上就是被冻穿身体 可惜他的毒液钢针 却是同样没有一根 可以碰到林浩 就在八荒神火的焚烧下 化为了灰烬 林浩的拳头攻势不停 继续向前 一拳击中艾伦左胸 瞬间将半边身体炸碎 血肉横飞 随即八荒神火沾染而上 瞬间将他的身体 焚为灰烬 克里斯汀这边 林浩则是留守了 只是震断了他的骨骼 连他那融合了 强悍金属的身体 都被震得支离破碎 彭扶被衰裂的瓷器 克里斯汀惊骇无比 浑身冰冷 惊恐地看着自己和林浩 惨叫声中 无法吼道 怎么可能 我的身体 可是 可惜 他不得不信 事实就摆在眼前 他身体倒飞而出 已经没有了任何战力 连动都无法敢动一下 全身各处 都是鲜血直流 痛得撕心裂肺 生命力在快速地流逝 脸色越来越苍白 林浩闪身而过 一脚踩在克里斯汀 依然高耸的胸膛 冷漠到沉浮 或者死 克里斯汀痛得快没力气说话了 死亡的气息笼罩着他 让他惊恐地 早已忘记了妹妹的血仇 虚弱而惊恐地求饶到沉浮 我沉浮 求求你 别杀 别杀我 我愿意 做你的奴隶 第七十四章加钱 两千亿 克里斯汀不得不求饶 因为就算林浩不再出手 他都是废人一个了 倒是只能眼睁睁地 在持续的剧痛中 看着自己 鲜血流起而死 他不想死 他只要不死 就有可能回到家族 回到家族 就能继承天文数字般的家产 他哪怕是废了 也能过上凡人帝王般的奢侈生活 因此 他根本不想死 很好 以后 你就是我的女奴 林浩淡漠得毫无感情地说道 是 我的主人 千万不要耍花招 我随时都能杀你林浩警告道 克里斯汀被林浩那杀神般的眼神 吓得瑟瑟发抖 赶紧求饶主人 我不敢 我死也不敢 凌云战神和雷霆战神震撼的目瞪口呆 林浩的真实战力 竟然已经达到了七阶终极 甚至是接近七阶巅峰的水平 他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战神了 我们两个算是名副其实的多余了 林浩这才把脚从克里斯汀的胸口放下来 一挥手 一道绿光射入他体内 瞬间将克里斯汀的所有伤势都治愈了 克里斯汀 简直无法置信 刚刚还冰死了他 竟然瞬间复原了 主人 您这异能克里斯汀 那美丽的闭眼中 充满了震撼和臣服 SS级异能 枯木逢春 林浩也不隐瞒 因为克里斯汀 逃不出他的手掌 SS级异能难怪主人这么厉害 而且战斗力这么持久 克里斯汀对林浩充满了崇拜 他深知 林浩既然连身怀SS级治疗异能 都可以毫无保留地告诉他 那就代表 林浩还有更强的异能 何况 林浩才十八九岁 如此年轻 战力就达到了七阶终极 甚至更强 觉醒的异能 更是前所未有的 不止一个SS级异能 这样的男人 未来必定是要问鼎世界之巅的 跟着这样的男人 比继承家产强多了 他是花旗家族的骄傲 而林浩 却是大厦的骄傲 他的家族再强 也只是国一个顶尖财团而已 而林浩 甚至可以成为世界最强者 那是何等的荣耀与辉煌 甚至连出身世界豪门的克里斯汀 都无法想象 眼光毒辣的克里斯汀 顿时不再有逃跑之心 安心沉浮于林浩 说着 克里斯汀 立即抱住了林浩的大腿 像一只乖巧的小猫 但那魅惑的眼神 修长雪白的大长腿 还有低胸装装的春光 却让林浩都忍不住 有些心缘一马 何林也看待了 这只治疗戏异能 也太强了吧 可看到克里斯汀那样 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克里斯汀 贝贝和林无形中的气势 吓得赶紧松手 凌云战神和雷霆战神 相互看了一眼 一口同声道珍惜在林浩身边的日子吧 我们很快 就成多余的人了 林浩的治疗异能 竟然连伤了异能根基的人 都能治愈 确实是太强 太稀有了 一般的治疗型异能 是无法治疗异能的损伤的 林浩真是我大下之福啊 就在这时 林浩突然接到了刘顺的电话 刘顺的声音 充满了愤怒和焦急浩格 不好了 林浩被人攻陷了 林姐派的人 几乎全都战死了 我爸妈 还有苏林爸妈 都躲进了安全屋 但是他们一直在不停地攻击安全屋 我担心安全屋用不了多久 也会被攻破 吴哥 现在只有你能救我和苏林的爸妈了 林浩一听 顿时杀气就上来了 你放心 林浩的安全屋 能够抵御核弹 一般人轻易无法攻破 我现在回去 叔叔阿姨 一定不会有事 你放心等我讯息吧 谁敢动我兄弟的家人 就是动我的家人 不管是谁 都必须死 刘顺苏林感动的热泪银矿 多谢浩格 因为很多凶兽 都是咒服夜出 为了安全 大厦各城市间的超铁 九点后就停运了 要去容试 只能自己解决交通工具 而且只能用飞行器 何林 事情紧急 我先回去 你晚点带着克里斯汀跟来 不然 你就在魔都等我也行 不用回去了 不行 我不放心你 我晚点也过去吧 何林说着 有点脸红 但他发现 类似关心林浩的话 他已经说得越来越顺口了 而且 何林对于那些人的胆大包天 也是非常愤怒 竟然敢杀他的人 那可是军部的战将 而且不止一个 可见对方的实力不低 林浩直接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机甲 这是他前几天 获得战神封号时 军部送的装备之一 那是一套七阶 初级航空机甲 高达三十米 可在大气层和太空进行战斗 林浩之前简单地看过操作流程 以他的天赋和增强精神力 早已烂熟于心 砰的一声巨响 暗黑色的巨大人形机甲 轰然落地 震起一片尘土 威武霸气 宛如天神降临 机甲的眼中 散发着微弱的光芒 一扫描到眼前的林浩 立即开启舱门 降下虚幻的银色楼梯 那楼梯虽是虚幻 越是由玄金的能量 凝结而出 可承载食物 我先走了 林浩纵身一跃 跳了上去 楼梯直接收缩升空 将他拉进了机甲内部 一路小心 和林关切道 主人小心 克里斯汀极为震惊地说道 他是花旗财团的第一继承人 自然知道 在大厦 战斗机甲是不对外销售的 能配备战斗机甲的人 在大厦军部 起码得是战将 而林浩的机甲 不论是规格 还是外形 怎么看 都是七阶战甲 那是只有大厦战神 才能拥有的机甲 至此 克里斯汀对林浩 只有更加的佩服 看林浩的眼神中 充满了浓浓的崇拜之间 就算让他现身 他也会毫不犹豫 我竟然为了历练 要来杀一个大厦战神 我真是愚蠢透顶了 江南 苏城 江南首富府邸 战地白亩的古典园林 一间古色古香的书房中 江南首富荣天红 将茶杯愤怒地摔得粉碎 废物 都是废物 暗榜排名前三百的杀手 都特摸废物 连一个十八九岁的林浩 都杀不死龙天红气的脸上 青筋爆起 一个黑衣站在角落的阴影中 只露出一双 没有瞳孔的血红眼睛 那小子战脸 极有可能已经达到七阶初级 非同小可 不然 我亲自走一趟吧 声音诡异 又远 阴森 庞扶不是 在身旁说出 而是自远处飘搭来一般 令人毛骨悚然 七阶初级 怎么会这么强呢 可是战神级别异能强者呀 荣天红心中 五位杂陈 为什么我的儿子 没有这么强 为什么我的儿子 说死就死了 荣天红咬牙切齿 你别去了 我已经死了一个儿子 只剩一个儿子了 他再也不能死了 否则 我荣家就绝后了 林浩的事 你先别管了 你立即去找老二 带他离开江南 寸步不离地保护他 是 家主 林浩既然拥有 不对外销售的 七阶战神战斗机甲 那我们就不能轻举妄动 而是要借刀杀人 您的意思是 加钱 加到两千亿 另外 通知我那大儿子 借助江南战神的力量 再召集那些 想巴结我荣家的世家之人 借助他们的力量 杀了林浩说 另外 通知东营人 告诉他们 想要在江南 扩大生意规模 就必须助我杀了林浩 事成之后 江南的生意 我荣家与他们东营人五五分 是 家主 林浩 这次 你必死无疑 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容天红的眼中 露出了滔天的怨毒之色 若是这样 你还不死 那我就只能动用最后的底牌 新宫了第七十五章 风起云涌 全世界的暗网都沸腾了 两千亿两千亿 竟然只为了杀一个 十八九岁的大夏少年 这林浩到底是什么人 江南首富 竟然悬赏两千亿杀他 两千亿啊 很多省级顶尖世家的资产 加起来都没两千亿啊 大夏难倒出了个天才少年 竟然让江南首富出两千亿的悬赏 大夏能有什么天才少年 都三年没人觉醒过 S级异能了 我看就是容家人傻家多 这钱不赚白不赚 谁都别跟我抢 之前是悬赏五百亿 几天时间就翻了四倍 悬赏两千亿 看来林浩是个很难杀的人 第一轮的暗杀肯定已经失败了 容家的钱真好赚啊 还好我第一轮悬赏没出手 否则我就少赚一千五百亿了 两千亿 哪怕是七阶的杀手才会心动 这一轮可不一定能抢到人头了 魔毒将家 一个老者走进家主书房 恭敬到家主 容家提高了赏金 要出两千亿 杀林浩 他的脚步很轻 没有发出一点点声响 将家家主将起 从座椅上起身 威严深沉的脸上 有些许激动之色 第一轮的暗杀 这么快失败了吗 这林浩难道真是天才少年 先是强闯东南王府 灭杀东南王全家 还杀了魔大导师欧阳峰 还躲过了容家悬赏的第一轮暗杀 全部全身而退 这不是一般的天才能轮到的 林浩绝对是非凡的天才 江家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才行 陈叔 你立即去一趟容室 请林浩来江家做客 是 家主 要是林浩愿意加入我江家 那我江家 说不定能再次崛起 问鼎魔都之巅 果 华旗家族 古老的城堡是庄园 什么 江南首富 再次释出了悬赏 那岂不是说 克里斯汀他们 已经失败了 不 不 绝对不可以 克里斯琴 可是我花旗财团的继承人之一 克里斯汀 还是第一继承人 族长布兰顿 愤怒地摔碎了高脚背 满脸皱纹的脸上肌肉 都因愤怒而在抽搐 区区大夏江南首富的一个悬赏 竟然要了我花旗财团继承人的命 太可恶了 主人 小姐并不能算是 为了江南首富的悬赏而死 小姐是为了花旗财团的未来而死 她是为了历练 为了让自己成为花旗家族最强者才死的 您是知道的 大夏是世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 小姐皆悬赏 根本就不是为了钱 而是为了去拿龙坛虎学历练她 是为家族而死的 大夏是危险 但只要不跟大夏官方正面冲突 去杀个把人而已 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得罪我花旗家族之人 必须死 给我安排下去 派出七阶巅峰 八阶出击强者 必须将林浩千刀万剐 是 族长 新宫大夏分工总部容赏这些废物 自作聪明林浩 有异能神父这么重大的事 竟然不上报 知不知道异能神父的事 一旦走漏讯息 全世界都将为之疯狂 公主 那需要我去一趟吗 你是不是傻这种事 还要问 是 那我马上动身 去一趟容试 必定斩杀林浩 拿到异能神福 顺便把容省那些废物给解决了 是 公主 机甲之中 林浩简单地看了一下 机甲操作流程和要领 立即就掌握了 黑光 走 回林府 黑光 是林浩给机甲取的名字 机甲拥有智慧系统 非战斗时 可以自动飞行 战斗时才需要人为控制 是 主人 鸿蒙机甲自动驾驶系统 立即回应到 高阶的机甲 都有自动驾驶系统 非战斗状态下 机甲可以自动驾驶 战斗时则需要主人操控 黑光磅扶一道黑色的闪电 划破夜空 向容室呼啸而去 黑光的时速 可以达到两千公里 只要玄金管够 能量不节 它可以不停地飞 直到老化 灵云和雷霆两位战神 则是远远的凌空飞行 紧紧跟随 何林竟然也在凌空飞行 而且速度并没有落下 克里斯汀则是穿着七阶战斗机甲 跟着飞行 花旗家族是国顶尖家族 国与大厦不同 在国只要有钱 就能轻松买到战神机甲 原本克里斯汀还有点后悔 跟零号作战时 没有第一时间穿上机甲 可是当他看到何林 竟然能凌空飞行时 才意识到 零号早就被大厦保护起来了 谁要是真敢伤零号 何林第一时间就会出手 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杀零号 克里斯汀心悦诚服地想着这女人 不论天赋 实力 还是颜值 都比我强大很多 却甘心 跟在主人身边 大厦真是太可怕了 主人也太可怕了 林府外围 老大 你确定 我们要等零号回来 等他们两败俱伤后 我们再出手吗 荣省新宫杀手说道 有什么问题吗 荣省新宫负责人陈生道 上次 他们几个 似乎也是这样这么想的 结果新宫杀手有些惶恐 但还是硬着头皮 说出了她的担忧 哼 那四个废物 怎么跟我相提并论 新宫荣省的负责人 陈生怒道 我可是 做了万全的准备 林浩杀了东南王 和他的二儿子 东南王的大儿子 又杀了林府的护士 其中还有一个战将 林府还有林浩 最好的兄弟的家人 双方一见面 肯定是不死不休 我们一定能坐收余力 属下知错了老大 您做了什么准备 能告诉我吗 都能让七阶 高阶异能强者 在瞬间丧失战斗力的剧毒 星宫杀手一脸惊恐 你妈的 这么毒这可是一不小心 就会连自己都毒死 不愧是老大够狠 此时的林府 不论是顾家和高家招募的 异能强者 被团灭了 和林安排的异能强者 也只剩下了一个六阶战将 而且伤痕累累 浑身是血 不过林府之中 除了林浩的人 对方的人 也是死了很多 战将梁拳 看着死去 两个战将战友 还有满地的尸体 眼里充满了血丝 叶剑 你我都是战将 你应该知道 私自带兵 擅闯民宅 斩杀同僚 平民 是死罪 就算天狼战神再强悍 他也不敢批准你的行动 你若是现在停手 我可以向林浩求情 让你死得痛快点 梁拳怒指 东南王大儿子吼道 叶剑虽然一身变装 但还是身躯笔挺 宛如一杆飙枪 霸气外露 只是此时的他 浑身充满了杀气 双眼也是血丝 梁拳 你特魔是在搞笑吗 什么狗屁林浩 什么狗屁明宅 这特魔是东南王府邸 是林浩抢了我家 还特魔替我求情 老子就是来杀他 要求也是他求我 但是 我可以告诉你 就算他求我 我也一样要杀了他 而且 我要让他尝尽时间酷刑 在痛苦中慢慢死去 说到最后 叶剑已经像一头 发狂的野兽了 梁拳冷笑 东南王作恶多端 林浩是替天行道 他做了很多人 不敢做的事 我要不是受军规限制 早就出手灭你叶家了 叶剑怒急而笑救你 像一条死狗一样 还敢大言不惭 既然你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 给我剁了他 是 叶统领 四千五百多异能战士 怒吼应道 沙场震天 第七十六章战神 梁拳 六阶初级 刚刚当上战将没多久 叶剑却是六阶高阶 而且还有四千五百多四阶 异能战士 这么多异能者 别说战将了 就算是战神 也无法全身而退 除非是林浩那样 拥有SS级治疗型异能的变态 才能做到 梁拳看着四千五百四阶 多异能战士 仰天长孝 没想到我梁拳征战半生 好不容易成了战将 这么快就要死了 你们这些人 竟然听夜间这小子的 无视军规 就算你们能活着回去 等待你们的 也将是军法的制裁 四千六百多人 都愣了一下 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 他们跟着夜间 已经不是一两次这样了 但每次都没有受过处罚 他们已经习惯了 胆子也就更大了 梁战将 事已至此 你就任命吧 给我上夜间的副将 陈生道 梁拳冷笑 战将的气势爆发任命 我出来征战四方的时候 你们还在穿开当裤 就算是死 我也要杀够本 四千六百多战士 如果是狼群 那么梁拳就是狮子 铜皮铁骨粮 全已能爆发 面板变成钢铁模样 庞附一个浑然天成的机器人 杀 杀 双方彼此大喊 沙场震天 冲向了对方 碰 梁拳一拳 轰杀一人 那人直接被轰塌了胸膛 内脏爆碎 只可惜 梁拳早已重伤 一拳比一拳力量更弱 杀了十几人后 梁拳终于无以为绩 被人一拳轰飞 砰的一声巨响 砸落在地 异能耗尽 浑身铜皮 铁骨消散 肋骨断了不知多少根 鲜血横流 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 几千个异能者 如洪流般咆哮着冲向梁拳 梁拳最后看了一眼夜空 不甘心地闭上了双眼 但是突然 他又猛然睁开了双眼 刚才抬头看天的那一刻 他似乎看到了一个人 一个凌空而立 霸气侧漏的人 杀 眼看梁拳重伤倒地 四千多人 杀声震天地冲了过来 彭扶千军万马在奔腾 地面都跟着震动 光是这声势 就能让人吓破胆 但梁拳却笑了 因为他知道有人来救他了 一个战神 就算对付不了这四千多人 也足以将我就出去了 梁拳安心地想着 哄 身穿黑光机甲的灵号 从天而降 彭扶天神灵世 光是落地的巨大冲击波 就震动了冲在最前方的几十个人 啊 还有更多的的 被冲击波阵伤 惨叫连天 机甲战神 才有资格配备的机甲呀 梁拳艰难地 从地上撑起身体 用一种无比羡慕的目光 仰视着身穿机甲的灵号 战神 那是梁拳终身奋斗的目标 四千多人都惊呆了 眼中露出无比惊恐之色 机甲 几乎代表着七阶战神 他们每个人都心知肚明 机甲 是各国的战力资源 各国都禁止对外出售 除了不止 一件机甲的战神 为保卫子孙 将机甲传承或者赠送给后代 其他人几乎不可能拥有 私下贩卖 将会被判罚重罪 这四千多人 敢跟着夜剑出生入死 只要夜剑一声令下 他们无论是 都敢闯上一闯 但面对一个货真价实的战神 他们立即露出了 本能敬畏与恐惧 一个战神 就足以横扫千军 四千多四阶异能者 根本不是战神的对手 七阶 战神 是异能者站立的一个真正的台阶 是巨大的飞跃 是其他低阶中阶异能者 无法相提并论的存在 世界范围内 七阶异能者并不少 但在各国 能够获得战神称号的 七阶异能强者 却是并不多 因为战神是一种荣耀封号 想要获得 必须拥有巨大的战功 除此之外 人品也是非常重要的考核标准 战神在战时 拥有调动一省 异能特种部队的许可权 一旦人品不行 出现背叛行为 那将是灾难性的 正因如此 拥有战神称号的异能强者 在各国 都是非常被人拥戴与敬重的 见过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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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呼海啸般的呼喊声 与跪地声接连响起 四千多人 立即陆陆续续地跪了下去 夜剑的副官 转身看了一眼夜剑 也是神情复杂地跪了下去 见过战神 见过战神良全 也艰难地跪了下去 你为何不跪 灵号声音中带着杀气 盯着夜剑质问的 黑光机甲的目光 明亮地宛如夜空星辰 带着一种沙场蒸伐的杀气 逼得夜剑瑟瑟发抖 天狼战神仗下 战将夜剑 拜见战神夜剑 虽然不爽 但也赶紧跪了下去 战神 拥有先斩后奏的权力 杀他 就跟杀鸡一样 就算事后调查他不该死 可是杀都杀了 还能怎样 所以夜剑只能先跪 不过夜剑不傻 特意提到了天狼战神 灵号健壮 先不离夜剑 在他眼里 夜剑早已跟一条死狗没有区别 灵号开启机甲之门 走了出来 收了机甲 向良全走去 你 你是 灵号不 不 您就是灵号战神梁振精的全身巨阵 灵号的战神称号 大厦司令部并没有被外公开 但梁权深知 拥有机甲 就代表了战神 何况他是和灵教来保护灵府的 自然一想就想到了 18岁的战神 这是何等逆天的存在 梁权做梦都不想象 他能有灵号这么恐怖的天赋 战神 是梁权必胜的梦想 只要有生之年 能够获得战神称号 他就能死而明末了 可是他的毕生梦想 却被一个18岁的少年 轻而易举地实现了 这是何等的震撼 梁权深知战神称号和战神机甲 可谓是配套的 司令部不可能随便给人战神机甲 但他看不清楚 林号的战力和等级 只是觉得他很强 心中又不免有些担心 林战神 您的战神称号 没有对外公开 您还是穿上战神机甲吧 怎么你担心我打不过这帮废物 林号平淡地说道 属下不敢 还请占神术最良权 赶紧扣头赔礼 他被林号的眼神吓了一跳 那眼神 看似平淡 却有惊人的杀伐气息 蕴含其中 让人心惊胆战 林号却是关切地问道起来吧 苏林和刘顺的家属 都没事吧 回战神 他们都在安全屋中 一根头发 都没少良权不敢起身 大声回答道 很好 林号松了口气 起来 你护卫林府有功 以后见到我 无需下跪行脸 是 多谢战神属下 一定肝脑涂地 在所不辞 良权这是敢起身 心里一阵激动 他知道 林号战神 这是 把他当自己人了 但夜间那边 却是恰恰相反 非但夜间不信林号就是战神 那四千多人 也同样有点不相信了 哈哈 夜间狂笑地站了起来 眼中充满了不爽 愤怒和杀气 你就是林号 你不仅杀我 副东南王 杀了二帝 罪该万死 如今还敢拿个破玩具机甲 冒充大下战神 简直罪该万死 第七十七章出来受死 大胆 夜间你一个战将 竟敢对战神不敬 还不快给我跪下赔罪 良权见夜间 竟然自己起身了 还敢对林号出言不逊 顿时怒吼道 可是话没说完 他身体就是一个量枪 痛得差点摔倒 胸部的伤口被拉大 鲜血再次汹涌而出 夜间大笑良权 你都快死了 还这么护着林号 是不是脑子被打傻了 你也不想想 他一个十八岁的高中毕业生 汝秀未前 怎么可能是七阶战神 何况战神称号 有这么好拿的吗 虽然我不知道 他从哪弄来的战神机甲 但一定是非法渠道 光是非法买卖战神机甲 这一罪名 都够他吃半辈子劳饭了 夜间这么一说 他的副官 也立即不跪了 从地上起来 质疑地看着林号 夜间手下的四千多人 也陆陆续续地起身 统领说得对 他才十八岁 不可能是战神 还好统领眼光毒了 不然 我们都被林号 给忽悠了 他才十八岁呀 怎么可能会是战神 不过他那战神机甲 却是真的 这个肯定骗不了人 也不知道他在哪买的 我都想搞一架了 实在太接风了 关键时候 还能忽悠人 林号却是冷笑 谁知梁拳快要死了 梁拳一惊 心中忍不住大喜 难道我还要救 可是就算能救活 也是废了 五脏全都中伤 异能也保不住了 还不如死了 梁拳很快就悲观了起来 他深知 拥有战神称号的强者 觉醒的 都是强悍的杀法异能 没有一个是觉醒治疗异能的 否则怎么可能成为战神 顶多是成为神医罢了 叶剑果然大笑林号 你别告诉我 你这个冒牌战神 觉醒的是治疗异能 简直是不攻自破 觉醒治疗异能的人 怎么可能成为战神 很快 叶剑的笑容就凝固 消失了 这 这怎么可能 梁拳震惊的双眼冒光 刚才 林号只是随手一挥 将一道绿光打入他体内 然后他就觉得 全身暖乎乎 全身的伤势 转眼就复原了 而且 连异能也恢复得 往好如初了 林战神 您觉醒的是治疗异能 该不会是S级的吧 梁拳震惊得无以复驾 他从未听说过 有人的觉醒的治疗异能 能够恢复和治疗异能损伤 除非是S级治疗异能 林号没有回答 梁拳本来还想问林号 是不是觉醒了双异能 否则光凭一个治疗异能 年纪又这么轻 绝对不可能获得战神称号的 但是林号不回答 他也就不敢接着问了 不过 他看林号欺定神贤的模样 心里认定 林号一定觉醒了双异能 于亮梁拳心里更加震撼了 叶剑从短暂的震惊中 回过神来 面色铁青 冷冷到林号 别在这装神弄鬼了 既然你觉醒的事 治疗行义能 那你的战力一定扎得不行 看来你杀我叶家上下 一定是请了帮手 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 说出谁是幕后帮凶 或者真凶 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 林号想笑 他嘴角扬起一个危险的弧度 道救你这致杀 究竟是怎么成为战将的 看来天狼战神 也是浪得虚名之辈 竟然培养出了你这样的白痴 你 林号 你是想死吗 竟敢侮辱天狼战神 叶剑怒吼 啪 林号突然一个闪身 瞬间来到叶剑面前 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 林号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巴掌 却将叶剑扇出了十几米远 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牙齿全被打掉了 嘴里鲜血直流 你叶剑震惊 愤怒 可惜牙齿已经掉光了 吐字不清 全场死计 刚才的速度 我竟然没看清灵战神 是怎么出手的梁拳 再次震惊 眼珠都快瞪得掉下来了 叶剑挥下的四千多人 更是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全部都在心里默默地猜想 难道林号真是战神不然 怎么可能一巴掌打非夜统领 林号 你敢偷袭我 有种和我正面打一场 叶剑话说得够狠 但却本能地穿上了战甲 六阶高阶战甲 虽然无法跟七阶战神 都能拥有的机甲相提并论 但对于战力和防御的提升 也是非同小可的 可以让叶剑 在六阶战将出击 战力提升到六阶终极 防御提升到六阶巅峰 林号轻蔑地伸出手 勾了勾手指 连话都懒得讲 你找死 暴血 夜剑大怒 异能施展 浑身血液沸腾 脸上青筋暴起 面目争鸣 力量暴脏 一步跨越十几米 几乎是腾空而起 狠狠地杀向林号 夜剑的拳头 都因为暴血异能 而变得通红 彭似是血红色的金属所住 空气都未知 发出了阴暴之声 夜剑手下的四千多人群情振奋 好久没看到 统领发这么大的火 全力施展异能了 林号死定了 之前统领在兽巢中 可是一拳一头凶兽 林号除非头比凶兽还铁 否则必死无疑 就连两拳也是 忍不住担心起来 夜剑的实力确实不俗 这么年轻 就当上战将 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一拳 我就算也穿上战甲 都没把握 能跟他平分秋色 哄 林号平平无奇地轰出一拳 夜剑瞬间惨叫 死心裂肺的惨叫声 响彻夜空 所有人都傻眼了 夜剑不仅战甲 被林号一拳轰碎 而且 人还被中伤 鲜血直流 染红了他全身衣裳 林号 不 林战神 我也是摩大毕业的 说起来 你应该叫我一生学长 我曾经是摩大王者五星学生 你要是杀了我 摩大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就你 也配当我学长林号冷笑 屈指一谈 一颗八荒神火火球飞出 直接将夜剑烧成了灰烬 全场死寂 夜剑手下的四千多人 在短暂的震撼过后 立即又跪了下去 梁全更是兴奋地大叫 林战神威武 这一刻 他是彻底相信 林号真的是战神了 之前他还有点怀疑 担心林号打不夜剑 现在看来 是他多虑了 司令部确实不可能随便封 哪个人为战神 林府外围的荣省新宫负责人 和杀手们 看到这一幕 都惊呆了 林号什么时候成战神 七阶这么容易突破吗 林号不是刚刚才觉醒 一能不到一个月吗 上次派人杀他 他才二阶啊 林号突然大声道 既然来了 就别鬼鬼祟祟的了 出来受死吧 第七十八章 黑魔白鬼出手 藏在林府外围 想着坐收余力的荣省 新宫负责人及强者 听到林号的话 无不是全身一阵 冷汗直流 林号竟然能感知到 我们怎么可能 难道短短半个月时间 他的等级 竟然达到七阶战神级 荣省新宫高手 黑魔大惊失色 林号一定是七阶强者 但应该只是出入七阶 只是这也足够恐怖了 荣省新宫高手 白鬼面无血色 先别慌 你们七个 有四个十六阶巅峰 两个七阶出击 我更是七阶中级 林号才一个人 才出入七阶 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顶多就是感知比较强罢了 你们别特魔的自乱阵脚 荣省新宫负责人怒吃道 在他眼中 六阶初级的战将梁全 还有四千多夜间的四阶麾下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梁全听了林号的话 已经不小我 感知不到的人 起码也是六阶中级 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 要是人多的话 不知道林战神 荣省新宫高手进出 七个人 最低的四个 都是六阶巅峰 黑魔白鬼 是七阶初级 荣省新宫负责人 则是七阶中级 梁全傻眼了 林战神能打得过他们吗 林号却是气定神闲 他的脑海中 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恭喜主人 鉴于主人近期的战绩 献奖力等级提升到四阶初级 所有技能提升到七阶完美 姓名林号 等级四阶初级异能者 异能 SS级八荒神火 SS级空间风暴 SS级雷动八方 SS级枯木冯春 SS级异能 时空禁锢 时效十秒 SS级异能 灭视之眼 力量相当于六阶初级异能者 速度相当于六阶初级异能者 精神相当于六阶初级异能者 技能吃烟猎天 斩成长形技能 无上限 当前等级 七阶完美 风影雷闪 九阶初级速度技能 当前等级 七阶完美 碎星拳 成长型技能 当前等级 七阶完美 备注斩杀凶兽 成恶扬善 就能不定期获得各种主人所需要的奖励 主人的等级 觉醒的异能 都已遮变 异能觉醒的异象 也已遮变 我能同时掌控的八荒神火火球数量 或者空间风暴球数量 也提升到了两万三千克 而且每颗都足以斩杀五阶高阶异能者 等级提升 异能 力量 速度 和精神都会随之提升变强 还有七阶初级机甲 急者相加 加上七阶完美级技能 还有 SSS 即异能灭视之眼 就算是七阶巅峰异能者 我也能斩杀 七阶巅峰之上 时空禁锢 时效降低 无法斩杀 毕竟七阶和八阶之间的差距 并不是一个小等级 而是一条红沟 但是也可以五五开 足够有自保之力了 也就是说 我已经拥有了 超越战神的实力了 你们是星宫的杀手吧 林浩冷冷地问道 不错 我们就是星宫的人 当初没能拿到异能神符 没想到却便宜了你小子 荣省星宫负责人 语气阴冷懊悔地说着 要是当初得到了那枚异能神符 如今 我早就是大侠星宫总部 甚至全球星宫总部的公主了 不过 现在也不晚 异能神符能让你 在短短半个多月时间内 从刚刚觉醒异能 飙升到七阶初级 也一定能让我 在短时间内 问鼎世界之巅 荣省星宫负责人的眼中 充满了强烈的贪婪和疯狂之色 林浩觉得可笑 他身上根本就没有异能神符 至少他感知不到 他不清楚 异能神符究竟有多厉害 但想来 一定是比不过系统的 不过 看星宫之人如此疯狂 想必异能神符 对于高阶异能者提升等级 应该还是有奇效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 高阶的异能者 提升等级 是极为艰难的 否则 他们不必如此兴师动众 那就看你们有没有本事拿了 林浩淡淡道 眼中却有仇恨与杀气涌动 虽然他是穿越过来的 但与原神的记忆已经融合 强烈的仇恨 还是充满了他的脑海 荣省星宫负责人 大笑林浩 你该不会以为还能逃跑吧 也不看看我们几个人 你几个人 林浩冷笑 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就在这时 高佳佳和顾星宜 带着两家的人赶来了 带来的人 一共二十个 都是四五阶的异能者 夜间的麾下 都不敢阻拦 浩哥 你没事吧 顾星宜和高佳佳一口同声 担忧且错愕地问道 他们接到林浩通知 知道他要回林府 就立即过来找他了 我能有什么事 林浩淡淡道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顾星宜和高佳佳 两人都放心了 哈哈 林浩 这些废物 该不会是你的帮手吧 荣省 星宫负责人不懈地大笑 顾星宜和高会佳佳健壮 吓得躲到了林浩身后 只见黑魔一身黑色长袍 面容枯高 眼神却是发着绿光 白鬼一身白衣 脸色苍白 毫无血色 眼神则发着红光 两人怎么看怎么像鬼 浩哥 他们是顾星宜惊恐地问道 顾佳高佳招募的异能者 也吓得瑟瑟发抖 七阶高手 一拳就能将他们轰死啊 高佳顾佳的主子 什么时候 得罪了这么可能的强者 跟七阶强者相比 东南王根本就一文不值啊 林浩淡淡道 跳梁小丑罢了 荣省星宫负责人 冷笑小子 乖乖地交出异能神符 否则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要死的 是你们 荣省星宫负责人 失去了耐心给我上 就算剁成肉末 也要搜出他身上的异能神符 杀 星宫杀手一起出手 四个六阶巅峰速度极快 但黑魔白鬼却更快 简直就是两道鬼影 飘忽不定 高价顾家招募的异能者 都吓傻了 愣在原地不敢动弹 林浩看在眼里 却是连动都懒得动一下 屈指一谈 几十颗八荒神火火球 呼啸而出 四个六阶巅峰的星宫杀手 瞬间被烧成灰烬 黑魔白鬼的身影 瞬间停滞了一下 荣省星宫负责人见状 也是皱眉一皱 没想到 四个六阶巅峰异能强者 在林浩手中 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顿时也不敢怠慢 身形一闪 也加入了战斗 第七十九章荣省星宫 孽 顾星宜 高家家 还有两家的异能强者 和夜间麾下的四千多人 都看呆了 顾高两家之人 震惊于林浩的实力 竟然如此恐怖 六阶巅峰的强者 一招就团灭了 浩哥的实力 怎么飙升得这么快 看来之前选择跟着浩哥 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呀 难怪顾家高家 有底气招募五阶的异能强者 原来背后的主人林浩 竟然是个拥有战神实力的 十八岁天骄 那四千多人 则更多的是 震惊林浩的战力 竟然没有丝毫下降 刚才一招杀了夜间 现在一招杀了四个六阶巅峰 果然大厦封战神 是不会乱封的 每个获得战神称号的人 都是拥有真正的战神实力 但随着荣省星宫负责人的加入 众人又忍不住开始担忧起来 两个七阶初级 一个七阶终极异能强者 而且为了万无一失 三人都不约而同地 穿上了七阶战甲 实力又提升了一个小等级 如此恐怖的阵容 浩哥能全身而退吗 顾星仪和高佳佳 是又崇拜又担心 这时 何林 克里斯汀 雷霆和凌云战神 也都来了 只是四人都在凌空之中观战 没想到 追查多年也查不到的 荣省星宫负责人 竟然自动送上门来了 何林冷若冰霜的脸上 含义更浓了 雷霆和凌云战神 则是又激动又担忧 凌云战神道 这三人加一起 连我都没把握能赢 这一战 要是凌浩能赢 那我们两个 就都不再是他的对手了 雷霆战神那是你 别把我算上 话虽如此 但雷霆战神知道 以凌浩的速度 追上他 完全是指日可待 凌云美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你就比我强一点点 整天试试的 哪天我追上你 一定报答你一顿 克里斯汀本来想下去帮忙的 但却被和凌叫住了 他顿时急了 你们真的 不下去帮主人吗 两个战神里都没理他 和凌看他也有点不爽 但还是解释到 你的主人 比你想象中还要厉害 你就别下去碍事了 克里斯汀有点生气 但是 看和凌比他漂亮 比他厉害 又是主人的朋友和队长 就只好闷闷不乐到 我怎么会碍事 我也挺厉害的 不过最后 他还是没有下去 他也想看看 主人零号的真正战力 有多恐怖 黑魔白鬼 宛如两道没有实体的鬼影 飘忽不定 急速来去 不时拍出一道道 有形无知的攻击 星宫负责人 则是更快 留下一道道残影 而且无数残影 同时快速移动 又能同时 对零号发动攻击 顾家高家 和夜镜麾下的人 看不出三人的异能和可怕 但和凌克里斯汀四人 却是看得明白 和凌脸色微变 没想到星宫的两大强者 觉醒的 竟然都是罕见的 灵魂攻击型异能 凌昊能挡得住吗 要知道 一般人的精神 都是比力量和速度弱不少 在同行实力强者的 灵魂攻击面前 根本不是对手 但和凌最终 还是选择了相信凌昊 雷霆战神震惊地 改口了老凌 你说对了 这三人 两个是灵魂攻击型异能 一个的异能是幻影 光是两个灵魂攻击型异能 我就吃不消了 更别说是三人围攻了 凌云沉生道 难得你也有 这种自知之明 不过 我还是相信凌昊 你看他的神色 仍然那么镇定 就知道了 雷霆战神点头 你们真的 不下去保护主人吗 克里斯汀再次急了 面对灵魂攻击异能 他更是完全没有把握 不怕你主人责怪你碍事 你就下去吧 和凌冷冷地说道 我克里斯汀 急得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好忍住 他怕下去后 真的反而会碍事 到时 要是凌昊责罚 他就完蛋了 凌昊面对三大七阶高手 却仍然气定神仙 他的等级 加上系统的加持 精神 力量和速度 都已经达到了 七阶高阶到巅峰之间 根本无惧星宫三个杀手 黑魔和白鬼的灵魂 攻击异能 打在他身上 就像泥牛入海 打了个寂寞 根本伤不到他 星宫负责人的攻击也是一样 第一拳 都打到零号要害 但取他击不起一点点波澜 怎么可能 他的精神 怎么可能这么强 他的力量和肉身 怎么会这么强啊 我的每一拳 可都是在战甲加持之下 达到了七阶高阶啊 三人惊骇无比 再这样下去 就不是他们三人 耗死零号 而是零号耗死 他们三人了 老大 你的杀招还不出手 再晚 恐怕就没机会了 黑魔大声喊道 白鬼也是急坏了 他没想到 零号竟然如此可怕 他才十八岁啊 各方面战力 竟然就达到七阶战神巅峰 这还是人嘛 马上星宫负责人 也是急得大声道 一直站着不动的零号 冷笑我给了你们机会 可惜你们不中用啊 星宫三人大惊失色 只见零号突然消失 比他们三人都快 三人竟然完全看不到 他的身影和移动轨迹 碰 碰 三人还在惊骇之中 两道巨响声就响起了 黑魔 白鬼两人 几乎在同一瞬间 被零号一拳轰拳身都散架了 内脏碎块 夹杂着鲜血 喷吐而出 已经只剩一口气了 啊 零号 我要杀了你星宫负责人 假装因为麾下 被杀而疯狂 不退反进地杀向了零号 装出了一种拼命的架势 实则他不知不觉之间 在浑身都洒满了剧毒 能让七阶强者 瞬间丧失战斗力的恐怖剧毒 零号一眼看穿 不闪不变 一个闪身 一圈轰了过去 星宫负责人 心中大笑零号 这下我看你怎么死 碰 转眼间 双拳相击 恐怖的力量 将星宫负责人 全身骨头震碎 整个人像烂泥一样倒了下去 但他却是用尽力气 在狂笑哈哈 零号 你 你中了剧毒 七阶高阶的剧毒 你死定了 零号冷笑 浑身绿光一闪 SS技能枯木逢春施展 只一瞬间 就将七阶高阶剧毒给化解了 你 怎么可能 你的治疗型异能 竟然这么强星宫负责人眼中 充满了难以置信 不甘和愤怒 老大 你好毒啊 黑魔极力吼叫一声 一命呜呼 白鬼也是充满愤怒和不甘地倒了下去 他打死也没想到 杀死自己的 竟然是自己的老大 星宫负责人 也倒了下去 充满了对异能神父的渴望 和无法得到的不甘 第八十章 地下世界之王 所有人都震惊了 凌云战神我确定 我已经没必要保护零号了 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与其中 带着难以置信 和些许的酸味 我才保护他半个多月 就见证了 他从刚刚觉醒 到七阶战神巅峰 不 零号的战脸 肯定已经超越了战神巅峰 老嘞 这种感觉 你懂吗 懂一点 零号确实太变态了 我觉得我也是多余了 雷霆战神 也是感慨到 克里斯汀 瞪大了双眼主人的实力 绝对超越了战神巅峰 家族中能打得过他的人 已经不多了 按照这种速度 用不了多久 家族就没人 是他的对手了 和灵却只是微微一笑 虽然有点震惊 但他已经习惯了 他相信 零号的极限 远远不止于此 顾家高家 和叶剑麾下的人 更是傻眼了 顾心仪和高家家 立即飞奔上前 搂住了零号的左右手臂 浩哥 你太棒了 浩哥 没想到你的实力 飙升得这么快啊 我真是跟对人了 和灵看到这一幕 顿时杀气上来了 立即从凌空中落了下去 零号 叶剑的麾下 你打算怎么处置 和灵冷若冰霜的问道 眼神却没看到零号 而是扫了扫高家家 和顾心仪 两女被和灵的眼神 吓得赶紧放手 零号甚至感受到 和灵身上 有股莫名的杀气 零号刚要回答 却看到叶剑的副官 趁机逃跑了 零号面色一寒 一拳轰出 一颗空间风暴球 呼啸而过 直接洞穿了 叶剑副官的身体 转眼之间 他就被破碎的空间吞噬 消失得无影无踪 谁再敢跑 这就是下场 零号含声道 叶剑的麾下 都被零号的沙发 果断给震慑住了 瑟瑟发抖 再也没有人敢侥幸逃跑 惊恐地等待着 零号的发落 和灵道 交给容省军部处理吧 改造一下 留着对付凶兽吧 毕竟他们都是奉命行事 被叶剑带偏了 罪不至死 你看着办吧 零号也懒得处理这些事 和灵点头 转身道 你们先把零府收拾干净 再去容省军部受罚 是叶剑麾下齐声喊道 每个人都有种 劫后余生的侥幸 零号直接走进了 零府安全屋 将刘顺和苏林的家人 带了出来 安抚了一番 又打电话给刘顺和苏林 让两人放心 忙完这些 零号才回到客厅 在宽大的真皮沙发上 坐了下去 克里斯汀立即跑上前来 跪在地上 替零号按摩 眼神之中 充满了对零号身体的贪婪 修长的手指 雪白的面板 东西方娇容的颜值 魔鬼般的身材 顾兴仪和高佳佳 看得心里怒火中烧 这人是谁啊 他为什么跟主人这么亲密 两人甚至怀疑 要是没有旁人 他是不是哪都按摩 零号都被 克里斯汀的大胆给吓到了 他真是哪都敢下手啊 克里斯汀 你 你去休息吧 有事我再吩咐你 零号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特别是被和苏林 那冰冷无比的眼神瞪着 莫名的觉得尴尬和不自在 沙发果断零号 是真的不擅长处理这些事 本来他什么也没做 却偏偏觉得有点局促不安 就像犯错的是他一样 这也不能怪他 毕竟一直以来 都是女生在追他 感情方面 他真没多少经验 主人 您是嫌弃我了吗 克里斯汀非常委屈地问道 零号愣了一下 他这是怎么了 怎么 还委屈起来了 别想太多 让你去休息 你就去休息 别问那么多 零号冷漠的命令道 是 主人 克里斯汀含着泪 委屈而站到了一边 那梨花带雨的模样 零号都看得有些心疼了 和灵气得直接走人 回自己房间了 吓得顾心仪和高佳佳 都不敢说话 零号心想不对 这种心态不能有 我不应该不好意思 克里斯汀 过来 给我按摩 全身按摩 零号以命令的口吻说道 委屈的克里斯汀 卡兹兰般的水汪汪的眼睛 猛然一亮 立即应道是 主人 全身 全身按摩顾心仪 和高佳佳相视眼 全都惊呆了 克里斯汀跪在沙发前 竟然真的开始了全身按摩 而且非常享受 顾心仪和高佳佳脸都看红了 两人越看脸越红 心里大骂 这国女人 怎么一点羞耻心都没有 这种部位 竟然也当众按摩呀 浩哥怎么可以这样 两人是越看越脸红 越看越羡慕 越看越妒疾 越看越恨克里斯汀 论颜值 身材 气质 实力 只有和林比 克里斯汀强 他们两个 还是差了一点 心里觉得 林浩是不是嫌弃他们了 非常难过 浩哥 我 我也可以帮你按摩 顾心仪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突然大声说道 嗯 享受按摩中的林浩 睁开了眼睛 看了看顾心仪 只见她今天 穿着白色薄纱 吊带超短裙 肤白貌美 大长腿 又醇又郁 浩哥 我也要给你按摩 高佳佳也不甘示弱 立即说道 林浩看了她一眼 黑丝 短裙 大长腿 白衬衫 那就一起吧 我倒要看看 你们谁的按摩技术更好 顺便汇报一下 我离开荣省这几天 你们接收东南网产业的事 办得怎么样啊 林浩淡淡道 是 浩哥 顾心仪和高佳佳 激动不已 又羞涩的心跳加速起来 两人可都是母胎单身的笑话 男生的手都没碰过 更别说是给男生按摩 还是全身按摩了 顾心仪和高佳佳 立即上前 给林浩按摩 只是非常害羞 手都不知道该啊 不像克里斯汀那么大胆 浩哥 东南网的产业 一开始接收的 都还挺顺利 可是今天 有个叫盛天的人 竟然出来给我们抢 而且还打死打伤了我们的人 我得知林府出事 立即带人过来 一方面 也是想跟你说说这事的 顾心仪气愤地说道 高佳佳补充道 那个盛天 其实是荣省地下世界之王 东南王在的时候 还能压制住他 东南王一死 他就飘了 不仅跟我们抢东南王的生意和产业 还搞得荣省 有些乌烟瘴气 很多世家的产业 都被他霸占了 但是大家 却是敢怒不敢言 现在 他几乎已经垄断了 荣省的凶兽材料黑市 以及想着的加工产业 还有几乎所有的传统产业 也被他们暗中收取了保护费 最可恶的是 原先东南王依靠他大儿子 是天狼战神麾下统领 所得到的几处F 及玄金矿脉 也被盛天强占了 那可是东南王产业中 最重要的部分 玄金 作为能够恢复异能的天然灵彩 价格昂贵 有价无市 一项是世界各国的战略资源 一般都掌握在官方 或者一些大家族手中 哼 荣省竟然还有种不怕死的人 放心 这是我会解决 你们把盛天的所有资料 告诉克里斯听就好 林浩淡漠地说道 心中却已经有了杀意 告诉他 克里斯听顾星仪和高佳佳 都是有些错愕 他们知道他很强 但是却不知道 他究竟有多强 浩哥 盛天经营地下世界多年 实力不弱 光是手下 就有几十个五阶六阶异能者 他自己更是六阶终极强者 他可以摆平吗 对啊 浩哥 他究竟是谁 林浩看了顾星仪高佳佳一眼 但但到克里斯听 是花旗家族第一继承人 实力六阶巅峰 实展异能时 可达七阶出击 摆平区区的盛天 绰绰有余了 不过林浩说归说 大夏的内武之势 他绝对不会假借外族人之手的 第八十一章来人 给我打 四 听林浩介绍完克里斯听的身份和实力 林浩一楼客厅内外 顿时响起了倒吸冷气的声音 顾星仪和高佳佳 这两个容是一中二中的笑话 全都傻眼了 虽然林浩拥有超越七阶战神的实力 收服一个 堪堪拥有七阶战神出击实力的人 再平常不过了 可他们没想到的是 克里斯听 竟然是花旗家族的第一继承人 花旗家族 那可是国的顶尖家族 哪怕在全世界 都是顶尖的存在啊 花旗家族的第一继承人 竟然被浩哥收服了 而且心甘情愿地为浩哥服侍浩哥 也太厉害了吧 浩哥是怎么做到的 是把克里斯听那啥了吗 不然克里斯听 不是应该宁死不屈吗 不然 他是跟我和家家一样 被浩哥的无限潜力给折服了 看来八成是这样了 浩哥连世界顶尖的花旗家族之人都敢搞 太强悍了 还好我早就臣服浩哥了 不然要是晚了 连臣服的机会都没有啊 客厅外 那些顾家高家招募的异能者 得知克里斯听的身份 都震惊目瞪口呆 之前顾家招募时 只说 他们有一尊强大的靠山 没想到这靠山 竟然是林浩 一个十八岁 拥有超越七阶战神实力的年轻人 更可怕的是 他竟然收服了世界顶尖的花旗家族第一继承人 来甘心服侍他 还好当初我去高家 不然可就错过林浩这尊强大靠山了 这些人 越看林浩越是羡慕 花旗家族第一继承人的服侍 还是这么漂亮 火辣 强大 听话的有误 谁不想感受一下 可是他们都不敢一直盯着克里斯汀和林浩看 怕林浩万一生气 一掌将他们拍死 林浩的杀法果断 他们可是刚刚见识过了的 浩哥 万一花旗家族的人来报复你怎么办 高家家终于担忧到 花旗家族 可是拥有超越战神级的异能强者啊 顾星仪也是满脸担忧 林浩淡淡到怕什么 只要他们赶来 我就让他们有来无回 顾星仪和高家家 看林浩如此轻描淡险 顿时就放心了 短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林浩就从刚觉醒的异能者 成长到了 拥有超越七阶战神实力的强者 他们哪里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林浩倒好了 这些都是小事 克里斯汀 先服事我更衣沐浴吧 克里斯汀确实很听话 林浩叫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林浩没让他说话 他就一直不说话 林浩一问 他立即应道士 主人语气之中 充满了难以言说了激动 更衣 沐浴顾星仪和高家家 忍不住脱口而出 浩哥 我也要帮你更衣沐浴 顾星仪激动的 浩哥 我也要高家家 同样激动无比 林浩一愣 你们克里斯汀非我足类 有些事 由他来做就好了 你们是最早 跟我的人 我不会委屈你们的 浩哥 不委屈啊 顾星仪和高家家 脱口而出 两人看着林浩一米八五的身材 英俊的面容和灵力中 带着深沉的眼神 激动得两眼都冒光了 生怕林浩拒绝 哪有半点委屈之情 林浩无语好吧 那就一起 门外的顾家高家之人 都羡慕死了 半个小时前 荣世繁华地段 盛天顶集会所内 顾星仪和高家家的父亲 顾刚高富贵两人 带着两家的十几个异能强者 跟盛天交涉 两家招募的最强异能者 也就五阶中级 根本不是盛天这个荣省地下 世界王者的对手 但两家是在为林浩办事 因此 还是硬着头皮来了 盛天 这会所本来是东南王的产业 东南王死后 他的产业都已归我浩哥所有 你不仅抢走了我浩哥的会所 还有酒店 娱乐场所 贸易公司等待产业 我劝你赶紧归还给我浩哥 否则要是浩哥知道了 我都帮不了 你顾刚的话 说得已经很客气了 打不过人家 只能客气 没错 盛天 你要想清楚 浩哥可是五考全国第一名 东南王也是他亲手斩杀的 浩哥连东南王都敢杀 你觉得你敢抢他的产业 能有什么好下场吗 趁现在浩哥人没来 你赶紧归还所有抢走的产业 否则后果自负高富贵 同样很客气 但也都把后果跟盛天讲清楚了 不过 两人看似平静与硬气的外表下 实则内心在恐慌 他们很怕 怕林浩还没来 盛天就将他们两个给杀了 盛天是荣省地下世界之王 向来杀人不眨眼 盛天人高马大 一脸横肉 半躺在一张铺着虎类凶兽皮的红木长椅上 旁边还有一个身材火辣 衣着暴露的女人 再给他捏着肩膀 长衣两边 则是站着四个六阶初级的异能者 脸上都带着冷笑 盛天哈哈大笑 你们两个当我傻吗 东南王是什么人 本身就是六阶强者 而且背后还有天狼战神坐靠山 林浩不过是在五考时刚刚觉醒 你告诉我 他能杀得掉东南王 你以为我三岁小孩吗 关于林浩的辉煌战绩 都被官方封锁了 知情的人也不敢到处传 盛天自然是不知道的 不过就算听说了 不是亲眼看见 只怕也很难相信 毕竟林浩的战绩太过变态了 东南王被杀 只能说他太猖狂了 上面要办他 至于为什么我要扯到林浩头上 只怕是你们胡编乱造 想借他五考第一的圣名 趁机抢东南王的产业吧 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我年轻的时候 也不是没用过 不过后来 我明白了 所有的手段 顶多只能是锦上添花吧 出来混 最重要的 还是得靠自己的拳头 只要拳头够硬 管你什么林浩 刘浩 统统都得死 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把东南王所有的产业 全都给我交出来 否则别怪我落手无情 顾刚和高富贵大怒 盛天 你刚亲是我浩哥 走着瞧好了 等我浩哥来了 别想着让我们替你求情 顾刚气的面色铁青 高富贵 爷也被气得不轻胜天 我们已经劝过你了 你好自为之吧 至于浩哥的产业 你想都别想 不错 想都别想 而且到时候浩哥要是来了 不仅要拿回你抢走的产业 还要连你原本的产业 也要一并拿走 说得对 浩哥 向来最看不惯你这种 搞地下勾当的人 既然你不识相 就别怪我们跟浩哥说了 顾刚 圣天狂笑你们说的 我都有点怕了 他笑容突然收敛 沉生到来人 给我打第82章 这下成天完蛋了 浩哥 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浩哥 你可一定要为我们报仇啊 临府门口 顾刚和高富贵 哭天枪地 哀嚎不止 两人都被圣天打得鼻青脸肿 顾刚手被打断 高富贵脚被打断 浑身是血 两家招募的异能供奉 则是被打得更惨 身上骨头不知断了多少根 好几个都是被担架抬着的 有几个还死在了圣天会所 那些供奉一脸的痛苦 痛苦之中还带着后悔与恐惧之色 他们心里都在想 没想到林浩的实力竟然那么弱 连圣天都不怕 要不是我跑得快 命都没了 早知道不去顾家当什么供奉了 本来还以为 林浩是全国武考第一 会有什么魔都 或者燕金的大佬看中他 当他的靠山 没想到区区荣省的地下世界之王 都不把他放在眼里 看来林浩背后 根本就没什么大靠山 这次算根错人了 希望 这次可以拿到一点辛苦费 和医药费 马了老子就走 跟着林浩没前途 这林府虽然辉煌如皇宫 但搞不好 真的是像圣天讲的那样 杀东南王的人 根本就不是林浩 而是官方本来就要收拾东南王 收拾完后 把东南王奖励给了林浩二爷 至于为什么 魔要把沙东南王的威名 安到林浩头上 那就只有官方才知道了 林府护卫看了 也不由得愤怒 立即禀报了梁权 梁权则带着顾刚等人 去见了林浩 林浩刚刚沐浴完 正想带刘顺和苏林的爸妈 去吃宵夜 听到梁权禀报 就去了一楼客厅 顾兴仪和高佳佳 从未见过父亲身受重伤 看到他们的模样 一下子就哭了 爸 是谁把你们打成这样的 浩哥 我爸可都是在为你办事 你一定要替我爸报仇啊 浩哥 你先帮我爸治疗一下吧 他流了好多血 手都被打折了 呜呜呜 被打伤的顾驾和高驾供奉 惨叫声特别大 而且看林浩的眼神深处 都有些不满和怨恨 林浩看到顾刚和高富贵等的惨状 顿时就火了 平静之中带着杀气到很好 连我的人都敢打 既然如此 那就去会所吃宵夜 顺便解决一下盛天 林浩说着 先给顾刚等人治疗 他大手一挥 十几刀绿射出 射进顾刚等人的体内 转眼之间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顾刚等人的伤势 片刻之间就恢复如初了 浩哥 这 这 您的治疗异能 也太强大了吧 顾刚差点惊掉了下巴 浩哥 您这治疗 起码是S级的吧 高富贵根本不知道 S级治疗异能有多强 他只是猜想 能一下子治疗十几个人 而且全部恢复如初 就连奄奄一息的人 也是完全复远 起码是S级 两家招募的供奉 就更震惊了 我的伤势竟然全好了 我的天 我的也是 浩哥太强了 竟然拥有S级的治疗异能 太逆天了 此时的他们 联想到林浩 在全国无考 夺得第一名 立即猜测到 林浩肯定不仅只有一个S级治疗异能 肯定还有一个攻击型异能 否则他不可能拿到无考第一 他们的内心 简直是翻阅了惊涛骂浪 看来所有关于林浩的传闻都是真的 东南王真的是浩哥杀的 才十八岁 亦能刚刚觉醒半个多月 就能斩杀东南王 浩哥这是要逆天啊 圣天之所以不知道 恐怕是浩哥的实力太逆天了 官方出手封锁了 想着讯息 以此来保护他 一定是这样 还好刚才没对浩哥发脾气 否则被浩哥赶走 现在一定后悔死了 这下成天完蛋了 圣天会所 十几辆豪车一字百开 停在了豪华的大门口外 梁泉亲自替林浩开门 林浩走到苏灵刘顺爸妈坐的车旁 笑道叔叔阿姨 你们先等一下 我们先去看看有没有位置 苏灵老八看了一眼圣天会所 大啊 浩子 我们就随便吃个夜宵就好了 不用来这么高档的地方啊 太浪费钱了 苏灵老妈也劝到浩子 咱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这会所之前是东南王的 能在这用餐的人 非富极贵 你虽然拿了一点奖金 但也别这么浪费啊 刘顺爸妈虽然不太清楚 但这个会所的大明 也是听说过的 也都劝林浩不要太浪费 随便找个大牌当吃一下就好了 林浩小生且神秘地笑道 叔叔阿姨 你们放心 我的奖金很多 用不完的 全国五考第一的奖金 可不止表面上报道出来的那一点哦 他们还是想劝林浩换地方 林浩笑道 叔叔阿姨 你们别劝了 就这么定了 等我呀 梁泉 你在这等着 是 浩哥梁泉立即会议 知道林浩要保护刘顺苏林父母 不能让他们出任何意外 林浩则是带着顾刚等人 向盛天会所走去 门口的医能保安 看到顾刚等人 顿时怒斥到顾刚 你们是真不怕死吗 马上滚 否则打死你们 顾刚看了眼林浩 看他眼中带着淡淡的杀气 顿时大声道来人 废了他们 是 顾家和高家的供奉 立即出手 这一次 他们如猛虎下山 气势惊天 加上医能保安等级比他们低 转眼之间 就被打趴了 处理干净 别让叔叔阿姨看到了不舒服 林浩命令到 是 浩哥 几个供奉立即出手 将现场处理的一前二进 林浩带着人 一路打进去 会所的医能者安保人员 根本来不及向盛天汇报情况 顾刚前面带落 直接来到最大的一个豪华包间 一脚就把门给踹烂了 碰 包间很大 有三百多平米 盛天和他手的医能强者 正在喝酒庆功 每个人都搂着一个身材火辣 一拙暴露的女人 嘴里说着不前不进的话 手脚更是不前不进地乱摸 突如其来的巨响声 震惊了所有人 他酿的 谁特魔吃了雄心豹子胆 敢砸天歌的场子 找死啊 盛天的手立即站了起来 向门口冲去 握遭顾刚你特魔是真的活你了 天歌没打死你 你特魔还要来送死 敢闯盛天会所 打扰天歌喝酒 给我杀了 顾刚冷笑死的是 你们说着 立即让开了位置 浩哥 您请 林浩直接出手 几十个空间风暴球射出 瞬间就将盛天手下 所有的异能强者 全都斩杀 连尸骨和鲜血都没留下 全部被破碎的空间吞噬 旁扶他们从来没有来过一样 看到林浩的雷霆手段 除了和林外 所有人都吓傻了 第83章 两大战神 败师林浩 浩哥这是要逆天啊 一招斩杀 几十个五阶六阶初级的强者 这么强的异能 起码又是S级的 浩哥真的觉醒了 两个S级异能 跟着浩哥有肉吃啊 什么地下世界之者 浩哥一招就废了 顾家高家招募来的那些供奉 这下是彻底相信林浩的逆天战力了 所谓的荣省地下世界之王 圣天 这时已经吓尿了 一招团灭几十个五阶 和六阶初级强者 圣天深知他做不到 林浩的战力 吓到他了 这起码得七阶战神级的战力 才能做到啊 浩哥 您就是浩哥吧 之前都是误会 求求你 饶了我吧 我可以给你当牛做马 求求你了 我有很多钱 我几十年的积蓄 全部的产业 都可以给你 只求浩哥 你别杀我 别杀我呀 你觉得我缺钱吗 林浩冷漠道 浩哥 我不是那意思 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 只求你留我一条狗命啊 浩哥 碰 林浩一个闪身 来到圣天向前 一掌拍了下去 掌中火焰缭绕 豪华包间中 温度骤然升高 刹那间 圣天被八荒神火 烧得灰飞烟灭 转眼间 一切又重归宁静 庞府只是有人来吃饭 吃到一半又走了 再找一间包间 叫他们上菜 请我兄弟的爸妈 进来用餐 另外 记得把会所牌匾换了 就叫林家会馆 以后不再对外开放 是 浩哥 顾刚 高富贵 以及两家招募来的供奉 立即大声应道 这些供奉 现在是彻底服了林浩了 要死心塌地跟着林浩了 和林提醒到圣天 还有一个儿子 九年前 他曾经是魔大的 王者一星学生 但是太猖狂了 杀了权贵穿裙子 圣天把他送到了境外 现在有境外 有个异能者 雇佣军团 各个都是亡命之徒 剧情报显示 他本人已经突破战神 要是知道圣天死了 一定会回来报仇的 你要小心点 王者一星 突破战神吗 没事 他赶回来 我就杀了他 刚好斩草竹根 大吓得败累 早死早抄伤 林浩淡淡道 和林笑了 冷若冰霜的眼神中 带着些许不易察觉的爱慕之色 美女爱英雄 自古如此 他就喜欢自信 灵力 杀法果断的林浩 刘顺和苏林的父母 很快被请了进来 蔡露露续续地上着 林浩 和林 林云 雷霆 梁拳五人 陪着刘顺苏林父母 做主桌 其余人自由落座 花旗家族第一继承人 克里斯汀 被林浩安排倒酒服饰 顾星仪和高家家 心里非常委屈 他们都是荣食 一中二中的笑话 追求者无数 又是最早臣服追随林浩的 没想到 还是没有资格做主桌 同时 他们又盯着克里斯汀不放 因为克里斯汀 一直站在林浩身边 靠得非常近 还不停地帮林浩拨龙下 因此 顾高二女这顿饭 是吃得如同嚼辣 一心都是想着 如何能成为林浩的女人 否则 别说上不了主桌 比不是何林 恐怕时间长了 连克里斯汀都比不上 毕竟克里斯汀 比他们两个还漂亮 身材火辣 性格奔放 家是全球顶尖 这些都是他们 无法相提并论的 搞不好 每天林浩就被算计拿下了 可惜浩哥太忙了 根本没有独自的机会 无计可施啊 别说他们了 就连何林看了都气 不过 何林到一点也不担心 被克里斯汀比下去 或者趁虚而入 只是出于女人 莫名的本能的妒忌 但是克里斯汀 桌旁服侍这一幕 若是西方各国 和花旗家族看到 必定是要气死 吃完饭 林浩回府 克里斯汀自行 打包了一些韭菜 在车上吃 顾刚和高富贵 也各自带着人忙去了 替林浩办事 二人可不敢摸鱼 顾星仪和高佳佳 赖着不走 想找机会拿下林浩 雷霆战神和凌云战神 突然在林浩面前 担心下贵师傅在上 请受弟子一拜 生如雷霆 震耳欲聋 充满了诚意 不是在恶作剧 所有人都梦了 林浩虽然自信 以他现在的实力 有资格当战神的师傅 但还是有些意外 何林的想法 跟林浩一样 实在是有些猝不及防了 两位叔叔 你们 凌云战神笑到小林 别大惊笑怪的 我和雷霆是认真的 我们两个 若是没有高人指点 很难突破七剑 超越战神 异能剑 实力为尊 我就跟谁 何况师傅的性子 我很喜欢 嗯 我也是这是个意思 和雷无语了 这都一口一个师傅的叫上了 你们叫林浩师傅 那以后 不得管我叫师娘 那这百分 你们可是 从小看着我长大的长辈啊 和雷突然满脸通红 我怎么会突然想到这个 好羞耻啊 赶紧转身 不敢看林浩和两个战神 梁全目瞪口呆了半晌 心里突然叹了口气 两个战神 抢先拜好哥为师了 那我还怎么拜好哥为师啊 那样的话 不是折了战神的面子吗 哎 早知道这样 我就早点拜好哥为师了 顾星仪和高家家实话了 只有脑子还是转动 我的天哪 我看到了什么 两个战神啊 要拜十八岁的好哥 为师大厦要变天了 世界要变天了呀 这要是传出去 全世界都要掀起惊涛骇浪啊 连战神都要拜好哥为师 看来我当初的选择 臣服好哥 是多么的明智啊 看来 我要赶紧找机会 变成好哥的女人了 林浩看着两大战神 平静到二位请起 我并没有收徒的打算 哄 什么林浩拒绝了两大战神的拜师请求 这是什么操作啊 我的天 凌云和雷霆两个战神 虽然不是那种 有划分官职属地 镇守一方的顶尖战神 但在实力上 却与他们相差无几 而且 手下一样 是有将士归他们号令的 收了他们为徒 那就等于实力和实力 都上了一个巨大的台阶 可林浩竟然拒绝了 别说其他人了 就连凌云和雷霆两大战神 都是错愕无比 第84张新的SSS技能 凌云战神和雷霆战神相视一眼 突然一口同声道师父不同意 我二就不起来 两人深知 以林浩的提升速度 用不了多久 就能问顶世界之巅 到时 改变世界格局的人 必定是林浩 跟着他 只有好处 没有任何坏处 至于面子 有实力重要吗 有了实力 还会没有面子吗 你俩演电视剧呢 林浩有些无语 师父在上 请兽徒一拜凌云和雷霆两大战神 再次磕头 林浩你们爱跪就跪吧 他也头疼了 因为他不会骄傲 到时让人知道 他有系统 而不是异能神父 该怎么解释 和林 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林浩是强 但人家好歹是战神啊 要拜你为师 你就这么让人跪着 这样好吗 林浩 既然两位叔叔 诚心要拜你为师 你就收下他们吧 别让他们为难了 林浩无语 心想他们不为难 我可就得为难了呀 系统检测主人 斩杀荣省地下世界之王 检测到有战神 要拜主人为师 奖励 SSS 疾异能 醍醐灌顶 等级提升到五阶初级 速度 力量 精神全面提升 技能全部提升到八阶完美级别 霸荒神火 升级 SSS 疾异能 混沌之火 同时保留 SS 疾异能 混沌之火 万火之族 开天辟地 焚尽苍穹 是宇宙间所有行别火焰的终极进化形态 灵浩兴奋的虎蛆一阵 立即开启系统面板 姓名灵浩 等级五阶初级异能者 异能 SS 灵浩 力量 相当于七阶初级异能者 速度 相当于七阶初级异能者 精神 相当于七阶初级异能者 技能 赤焰烈 天 斩成长形技能 无上限 当前等级 八阶完美 风影雷闪 九阶初级速度技能 当前等级 八阶完美 碎星拳 成长形技能 当前等级 八阶完美 备注斩杀凶兽 成恶扬善 就能不定期获得各种主人所需要的奖励 主人的等级 觉醒的异能 都已遮变 异能觉醒的异象 也已遮变 我能同时掌控的八荒神火火球数量 或者空间风暴球数量 也提升到了五万克 而且每克都足以斩杀六阶终极异能者 这次的提升有点大 现在就算是八阶巅峰的异能者 我也能斩杀了 哪怕是九阶初级强者 也可以五五开 足够有自保之力了 SSS 异能醍醐灌顶 相当于可以让人顿武 施展之后 也会模拟顿武的形态 不会让人怀疑 用来教徒弟 简直是逆天 只是有使用次数限制 目前三个月只能使用一次 等级提升后 使用次数也会跟着增加 这倒无所谓了 有用 能用就好了 最厉害的还是混沌之火呀 竟然是万火之族 可焚尽苍穹 也就是我的等级不够高 否则九阶强者都能轻松烧死 零号心情大好 笑到既然如此 那我就勉为其难 收你们为徒吧 凌云雷霆 两大战神大喜 齐声叩拜道 弟子多谢师父 日后再为师父 笑犬马之劳 行了 起来吧 是 师父两人相识一笑 心情无比激动 零号道 为师身无常物 就先点拨一下凌云你吧 零号也想试试 SSS级的异能醍醐灌顶 究竟有多强大 凌云大喜 立即单膝下贵弟子 多谢师父 零号一指点出 一道白色光芒 射入凌云脑海之中 一瞬间 凌云只觉得 一股浩瀚强大的资讯 涌入脑海 一直以来修炼中 遇到的难题和瓶颈 顿时都有了答案 脑子一片清明 彭腑要顿悟一样 我为了多谢师父 指点弟子 这就开始修炼 凌云又扣了一下头 立即进入了修炼状态 所有人都注视着凌云 十分钟 一小时后 凌云从修炼状态中醒来 兴奋地大喊我突破了 我突破了 突破了呀 七阶巅峰 七阶巅峰啊 不知道的人 看到这一幕 还以为凌云疯了 老嘞 以后我也是七阶巅峰了 嗨 师父 我爱你 何灵府啊 这还是我认识的 脾气火爆的凌云叔叔吧 零号也太逆天了 随手一道光芒 就让凌云突破了这世界 要变天了呀 雷霆战神傻眼了 但心跳却是猛然加速 我和凌云是好友 深知他停留在七阶高阶 多少年了 一直无法突破 没想到 师父随便指点一下 就迎热解了 这师父没白拜 有事他真出手啊 师父 师父 我呢 我那雷霆战神醒悟过来 直接缠住了凌云 彭扶向大人讨要糖果的小孩 凌云无语了雷霆 你好歹是个战神 怎么像那小孩一样 师父我累了 以后再说吧 克里斯厅 过来帮我按摩 雷霆这才注意到 师父零号 确实是有点疲惫的样子 看来师父是放大招了 平时看师父打架 几十人打下来 都不见疲惫 由此可见 这大招有多大了 师父恕罪 是弟子心急了 师父好好休息 故心仪和高佳佳傻眼了 七阶战神级别的强者啊 零号随便指点一下 说突破就突破了 这以后还怎么玩 零号随便指点一下 就是一堆的战神和超越战神 都不用自己出手了 和林深吸了一口气 看零号的眼中 已经是充满了崇拜 他旁扶看见了一个新的时代 一个四海来朝的新时代 大夏要再度崛起了 克里斯厅激动的按摩的手 都在发抖 整个人都不在服侍状态 先先御守 好几次越过雷区 搞得零号一军而起 我一定要把主人服侍的开开心心的 主人如此强大 如此逆天 我的未来 必将比成为花旗家族的家主 还要风光无数倍 他刚刚确实是累着了 SSS 异能提弧灌顶的消耗特别大 一下子就将异能消耗光了 不过好在另一个 SSS 即异能枯木冯春自动施展 几分钟就让他恢复了 不过恢复之后 面板式的提弧灌顶 仍然处于不可使用状态 零号看了克里斯厅一眼 看他太过激动 完全不在状态 经常无意地乱来 在场人太多了 他都不好意思了 克里斯厅 你先去休息吧 是 主人 克里斯厅乖乖地站到了一旁 梁全从震撼中惊醒过来 再也不管什么战神面子了 扑通一声 跪倒在灵号面前师傅 请您收弟子为徒吧 战神的面子 能有实力重要吗 不突破战神 就无法提升寿命 过不几十年 他就得死了 突破了战神 寿命可以增加一百年 一百年啊 师傅在上 请收弟子一拜粮 全部停地磕头 林浩想了一下 倒算了 看在你保护我兄弟 家人有功 我最后再收你一个吧 第八十五章 东南战神的邀请 梁全听到林浩 愿意收他为徒 兴奋得不得了 弟子拜谢师傅梁全 感激的眼眶都红了 因为林浩愿意收他为徒 代表着他早晚 都能够突破七阶战神 寿命将因此增加一百年 还将拥有凌空飞行的能力 这对任何人而言 都是极致的诱惑 起来吧 林浩淡淡道 你应该感谢你自己 一直在拼命战斗 顾兴怡和 高家家羡慕极度恨 恨自己 脑子不够灵光 光想着 怎么成为林浩的女人 忘了拜师林浩 也可以获得巨大的收益 现在林浩已经说了 不收徒了 看来只能想办法 成为他的女人了 顾兴怡立即笑到浩哥 我也被魔独艺能大学录取了 你什么时候回学校啊 带我一起呗 林浩点了点头好 我回学校的时候 会带上你的 高家家立即笑到浩哥 还有我呀 我也被魔独艺录取了 以后我们就是校友了 嗯 到时一起走 两女很开心 但又觉得林浩的态度 有点冷淡 经不住一阵患得患失 浩哥 那我今晚可以停在林府吗 天黑了 我怕黑啊 而且 万一遇上凶兽 很危险的 顾兴怡撒娇般的问道 声音和神态 那是又唇又欲 林浩看的都愣了一下行吧 梁全 你给他安排个房间吧 是 师父梁全硬道 浩哥 还有我 还有我呀 人家也怕黑呀 高家家独嘴盗 林浩又愣了一下 到那就住下吧 反正房间多的是 他突然想起 当年赵杰追他的时候 也是这样 撒娇卖萌 各种巧遇 各种送礼物 最后 林浩被他打动了 现在 顾兴怡和高家家的言行举止 也是大相径庭 而且 两女比赵杰还漂亮 我可不能随便 被他们得逞了 林浩顿时到好了 很晚了 大家累了一天 都早点休息吧 是 师父 是 浩哥 是 主人 众人各自散去 林浩到克里斯厅 替我更衣 沐浴 是 主人 众人脚步都忍不住停顿了一下 这么晚了 更衣 沐浴 雷霆凌云师父 还是太血气方刚了 小林 你可要加油了 和灵气的头也不回都回房去了 顾兴怡和高家家气的跺脚 赌赌赌 浩哥 人家怕黑 不敢一个人睡 你可以陪我聊聊天吗 顾兴怡在林浩门外敲门 声音非常温柔 简直可以把人融化 浩哥 人家认床 刚才做了个噩梦 现在好害怕呢 你可以陪我聊聊天吗 高家家的声音 也跟着响了起来 两人是不约而同的来的 没想到碰到了对方 林浩更衣沐浴完 在克里斯厅 无微不至的按摩下 都快睡着了 突然被敲门声吵醒 没好气到你俩一起睡 互相聊聊天不就完了 这么晚了 别来烦我了 哦 顾兴怡和高家家都吓了一跳 赶紧各自回房 这时 和林穿着如水般亮滑的 黑色吊带睡裙走了过来 敲响了林浩的房门 林浩 我失眠 陪我喝杯酒呗 和林的声音 难得的温柔 听得他自己 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你们干嘛 是队长 进来吧 顾兴怡和高家家 回头看到这一幕 都气炸了 克里斯厅还在按摩 林浩没叫他走 他才不舍得走 刚才林浩叫顾兴怡和高家家走人 他是很高兴的 可是没想到 和林也来了 林浩毫不犹豫 就让他进来了 克里斯厅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只见和林雪白中 带着红润的面板 在黑色丝绸超短睡裙的衬托下 白得像月光一样 明亮惹眼 修长的大长腿 迈着自信的步伐 特别是那欲解的气场 似有若无 特别的强大 克里斯厅都忍不住一愣 突然 克里斯厅瞳孔收缩 像是发现了新大路 忍不住出声道我的天 你好像少穿了一件 嗨嗨和林倒没什么 依旧目不邪视 看都没看克里斯厅一眼 林浩却突然咳嗽了一下 克里斯厅 你先下去吧 是 主人 克里斯厅 有种不好的预感 眼神死死地盯着和林手里的酒 林浩看了和林一眼 道队长 这是82年的茅台啊 连颗花生你都没有 会醉的 就是要醉了才好啊 不然怎么治我的失眠呢 和林直接柔声地打断道 眼神直勾勾地看着林浩 林浩愣了一下什么情况 队长今晚似乎很特别啊 和林到了杯酒递给林浩 两人就这样喝了起来 和林晕乎乎地醒来 发现他和林浩两人 都是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 居然一起喝醉了 啥正事也没干 真是失败啊 下次要换个招数了 但凡有一盘花生你 都不至于功败垂成 这家伙也是傻 酒量居然这么差 趁虚而入 都不懂白痴 和林看着林浩 又气又懊悔 看着看着 和林不自觉地 心跳加速起来 太帅了 要不轻一个再走 反正他也不知道 轻还是不轻 最后母胎单身的和林 还是没敢太主动 轻手轻脚地走出了房间 小灵灵 你怎么在师傅房间 凌云和雷霆都傻眼了 和林更是猝不及防 羞耻得满脸通红 啥也没说 赶紧跑回自己房间 砰地一声 狠狠地关上了房门 凌云雷霆二人相视一眼 同时点头 脸上都露出了我懂的表情 师傅 你醒了 凌云和雷霆 最终没敢打扰林浩 走到他醒来 走出房间 这才说到 今天早上 东南战神的副官 亲自过来 说是东南战神有请 已经在客厅等候多时了 东南战神 他找我干嘛 林浩诧异地问道 副官没说 凌云赶紧答道 走 下去看看 林浩也很很想知道 跟他没什么瓜葛的 东南战神 为什么会突然来请他 第八十六章一封信 东南战神的副官 长安 也是一名战神 七阶初级的战神 一身笔挺的军装 目光凌厉 浑身上下 带着似有若无的杀伐气息 几人望而生畏 一看就是常年在沙场争战之事 林浩看了 都忍不住 有些肃然起敬 东南战神挥下副官 七阶初级战神长安 见过林战神 看到林浩下楼 这位初级战神 竟然给林浩行了一礼 林浩都忍不住有些意外 也回了一礼 常副官不必客气 不知东南战神请我 有什么事吗 林浩客气地问道 人家对他客气 他自然是要以礼代之 只是心里很奇怪 长安为什么我也知道 他是战神 难道燕京那边 已经将他的身份 做了小部分的公开 秉临战神 东南战神跟你说 要带相商 连我也是不知情 还请林战神 去东南军部一叙 林浩更加疑惑了 但还是爽快地笑得好 那就有劳长副官了 请 林战神请长安 做了个请的手势 对林浩非常恭敬 长安是一个人来的 林浩却是带着 何林和林云 三个人一起去的 雷霆和梁泉 留守林府 长安亲自开车 一路绿灯 很快就来到 位于戎门南门 与荒野接壤出的 东南军部营区 东南军部 恶守大下东南沿海 常年驻军二百万 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如今更是抵御凶兽的前沿阵地 军中的异能特种将士 等级最低的 都是四阶初级 各个鹦鹉非凡 目光凌厉 充满杀伐气息 时刻准备着 奋勇杀敌 保家卫国 长安直接将车开到战神营帐 下车替林浩开门 随后在营帐门口大声道报 林战神道 快请进东南战神爽朗的孝道 林浩带人走了进去 东南战神 立即从主座上起身迎接 大笑地跟林浩握手 像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哎呀 林战神 真是名不虚传 不仅帅气逼人 实力更是深不可测 我竟然看不透的等级啊 客气了 不过 是些虚名罢了 比不上战神你铁血沙场 东南战神大笑现场 随即笑容收敛 郑重其事地 堆个统领 下令营帐周围五百米戒严 任何人不得靠近 否则格杀勿论 林浩都忍不住 更加认真严肃起来 看来是真有什么大事啊 同时他也确定 眼睛没变 已经小部分公开了他的资讯 看来东南战神 也是舍得信任之人 其实林浩对这些 倒是无所谓了 反正他最大的底牌 是系统 是 战神统领张成峰道 张成峰 正是当时负责林浩 无考考场安全的军方负责人 张成峰眼神复杂地 看了林浩一眼 充满了震惊 难以置信 羡慕 半个多月不见 当时他一心想拉拔 进军部的林浩 如今竟然已经战神了 恍然如梦啊 不过 张成峰因为留意到了林浩 为了拉拢林浩 进军部做过努力 因此被提拔到了东南军部 林浩点了点头 算是打招呼了 哈哈 老天 好久不见啊 你眼里光是我师父了 我在这站了半天 你都没看见我 林云突然大笑着说道 东南战神一愣 看向林云 我去老林 好久不见啊 上来就给了林云 一个大大的拥抱 等等 你刚才说 什么师父 你叫谁师父 叫林浩师父老林 你 你 你特摩突破了 东南战神震惊的 无以复加 东南战神朱擎天 本来大家一直叫他老朱 但是因为谐音不好听 等到他成为战神后 大家就叫他老天了 哈哈 多亏我师父 林战神 我才得以突破 说到突破 林云再次激动起来 朱擎天傻眼 脑子中关于林浩的资讯 再次更新 震惊的说不出话来 而且 林浩 能让多年未能突破的 林云突破 这可是重大的机密之事啊 好 好 好朱擎天 连说了三个好字 林战神 您真是我大下之幸啊 其实和林昨晚 去林浩房间前 已经跟他爸说过 林浩的近况了 只是燕京那边 觉得事情重大 没有及时告知朱擎天罢了 长安看林浩的眼神 顿时也变得 更加的崇敬起来 作为常年征战杀场之人 他深知 林浩拥有能让 林云战神突破的能力 有多么的恐怖 那将是彻底改变 战局的一种逆天能力啊 咦 小林 你也来了呀 真是越来越漂亮 朱叔叔都快认不出 你来了呀 朱擎天笑道 朱叔叔好 和林笑道 一直都挺忙的 没过来看朱叔叔 您可不要怪我呀 哈哈 不会不会 有空待我向你爸问他 和林点了点头 东南战神 不知这次找我过来 是有什么要事吗 林浩开门见山的问道 朱擎天面色一宁 到长安 你也出去吧 在外面守着 是 战神 等长安出去了 朱擎天才拿出一封信来 递给了林浩 林浩接过 看信封上写着 林浩倾起四个字 没有落款 信封是腊油封口的 林浩开启信封 取出里面的信 先看落款天狼战神 没写日期 天狼战神林浩 瞬间杀气汹涌 整个营帐的温度 骤然下降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 林浩那可怕的杀意 虽然据东南亡林死前所说 天狼战神 当年争夺异能神福 没有得手 还被林浩原神的母亲的打伤了 而且等级多年未曾突破 但天狼战神 当年 毕竟对林浩母亲出手了 只要是出了手 那就得死 林浩带着杀气继续看信 林浩小兄弟 你好 叶剑虽然是我的麾下 但他私自带队 找你报仇 我是不知道的 当时我不在军中 当我得知的时候 你已经把他杀了 那就杀了吧 反正他会把军令 也是要死的 但他毕竟是我的麾下 所以 我想到生歉 对不住了兄弟 如果你还需要什么 金银珠宝灵草的赔偿 尽管向我提 我有多少赔多少 绝无二话 然后我想说的是 当年我并没有真正向令 尊和令堂出手 当年我等级多年难以提升 确实非常需要异能神福 得到讯息后 也是毫不犹豫就去了 但我其实只是想借用一下异能神福 等级提升后 就会还给令堂的 可是当我赶到的时候 食堂已经杀疯了 见到我就砍 我根本就不是对手 一直在防御状态 但还是被呈重伤 夺命而逃 好在他没追杀我 否则我就没命了 后来我远远地看见 令堂带着令尊 杀进了荒野最深处 我用战神令牌 偷偷拍了一张他们的背景 以负在信后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零号小兄弟 要是觉得 有必要当面问我 欢迎随时来南疆找我 最后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江南首富荣天红 当年参与了追杀你的父母 荣天红林浩 眼中杀气必现 林浩赶紧翻到信封背后 这才注意到 确实有一张照片 而且很清晰 是用广角拍的 只见荒野之中 处处燃烧着恐怖的烟火 凶兽浮尸百万 其中 偶尔可以看到一些人族的尸体 想必就是去抢一能神佛 被林浩母亲斩杀之人 林浩父母的背影 也很清晰 所穿的衣服 也跟林浩记忆中一样 照片是真的 战神令牌 本来就有很多实用的功能 林浩震怒天狼战神 不管你是不是只想 借用异能神佛 只要你去了 就得死 还有江南首富 荣天红帝八十七 张天狼战神 林浩 林浩等人 刚离开半个小时 魔独江家的管家陈叔 就来了 陈叔从从豪车上下来 禁止向林浩大门走去 站住 擅闯林浩折死 先报上明来 林浩的守卫 立即沉声喝道 大胆 你知道陈叔是什么人吗 还不快让开陈叔的跟班 也是火了 他从来没见过 有人敢对陈叔大呼小叫的 林浩守卫怒喝道 我管你是谁 敢闯林浩 杀无赦 立即报上明来 否则马上离开 陈叔跟班气得不行 眼看就要上手 陈叔一抬手 他立即退了下去 呵呵 没想到林浩这么大牌了 陈叔感叹道 大胆 浩哥的明慧 也是你随便叫的 哈哈 陈叔不气返校 小伙子 我出来 行走江湖的时候 你还没出声呢 也罢 我就告诉你吧 我是魔都江家的管家 大家都叫我陈叔 魔都江家 陈叔 陈杭远 你是陈杭远 陈战神林浩守卫 震惊不已 曾经的魔都第一世家 声名显赫 就连管家陈杭远 都是是七阶初级的异能强者 海内无人不知 林浩守卫 比林浩年长几岁 自然是听说过他的事迹 陈杭远 含笑点头不错 就是老朽 没想到 还有人记得我了 陈老见笑了 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陈老 不知陈老来林府 是找浩哥的吗 林浩交代过了 对外一律叫浩哥 别叫战神 陈叔点头 还请小哥替我引荐一下 林浩守卫到陈老 实在不巧 浩哥出门去了 但是 去向我不能告诉你 陈叔眉头微皱 那他有说过什么时候回来吗 没有 好吧 那我晚些时候再过来 又对两个跟班道 你留在这 林浩要是回来 立即通知我 你跟我走 既然到了东南 就顺便去看看小猪吧 看着林浩震怒的模样 东南战神朱擎天 都忍不住有点恐惧 林浩 我不是想劝你出手 我只是想跟你说一下 天狼战神这个人 朱擎天 以一种平静的语气 缓缓说道 天狼战神是个孤儿 从小被狼养大 到了七八岁才被人发现 带回了村里 可是他不会说话 花了几年时间才学会 才慢慢融入人类社会 他不喜欢读书 小学上完就去打工了 后来觉醒一能 进入军中 从一个小兵 一路做到战神 他的一生 只可以说 是用拳头打出来的 他的身上带着一股狼性 简单的说 天狼战神是个大老粗 生性豪爽 杀法果断 从来不写信 而且满嘴国粹 这封信恐怕不是他想写的 朱战神 你到底想说 什么林浩尘声道 朱擎天的 老狼 如果要跟你解释这些事 他完全可以 用战神令牌录一影片 或者录一段语音 直接发给我转交就好了 大夏早已实现了 星际量子通讯 用战神令牌通讯 再方便不过了 也符合他的性格 可他偏偏选择了 最不喜欢的血线 你是不知道 老狼已经两年 没有照常进京数职了 一直在找借口推托 这才不正常了 我们怀疑 老狼已经出事了 哄 所有人都震惊了 天狼战神 可是镇守 大夏南疆的一方诸侯啊 他要是出事 那还得了 南疆不仅有无数凶兽 还有擅长用毒 和用骨的巫族 一向不太平 天狼战神若是出事 必将引发战火连天 晴天叔叔 咱们 就没派人去查一下吗 何灵立即问道 这事竟然连他也不知道 当然有了 你派去的人 都查不出任何异常 这才是最大的异常 原本南疆是不太平的 但十多年前 自从老狼成了 南疆的天狼战神后 南疆就变得太太平了 只有小事 没有大事 所以我们怀疑 早在十多年前 老狼就出事了 他有可能被人控制了 甚至当年 去找林皓父母 想借用异能神父的 天狼战神 都未必是他本人 全场死记 十年前就被人控制了 这也太可怕了吧 谁能控制一个战神 长达十年之久 要是猜测是真的 那幕后之人 一定再不一个 惊天的大局 他的目标 很可能不只是南疆 所有人都知道 这事的严重性 林皓自然也知道 但林皓还是平淡到 不管天狼战神 是不是真的出事 我父母的事情 我都要找他查清楚 如果当年 他真去找我父母了 就算天王老子 也阻挡不了我杀他 我可不会相信这信说的 任何人的一面之词 我都不信 朱擎天道 你的心情我理解 所以我并不会挡你 只是希望你先查清楚 我跟老狼 曾是出生入死的战友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要是知道 你现在的情况 肯定会认定 当年你父母 将异能神父暗中给了你 一定会亲自来找你 与你生死对决 若是他赢了 就让你借异能神父 给他一用 或是他输了 一定会任你处置 绝无怨言 林皓道你放心 我不会滥杀无故 一定会查清楚了再说 不过 听你这么一说 我倒希望当年的人 真的不是他了 至于戎天红 我很快就会去江南 用拳头问问他 要是真参与了 追杀抢夺异能神父 那就死 朱擎天叹息了一声 不管是与不适 对天狼战神而言 都将是一场结束 至于戎天红 他根本不管他死活 其实天狼战神出世的猜测 本来是今天的绝密 要不是上头的意思 我是不会告诉你 上头也不会告诉我 你的资讯的 当然 燕京方面很重视你 完全没有逼你的意思 只是想告诉你事实 一切由你自行决定 林皓点了点头 表示明白 这时他遇到和林后就知道了 东南战神 既然你们怀疑 天狼战神出世 那么 你们有没有更加深层 的猜测 上头既然透过东南战神 告诉他这些事 那么一定是对自己的猜测 有几分把握 同时也不想天狼战神枉死 既然这样 那就一定还有更深的猜测 东南战神沉吟了片刻 到异能神符 可以提升异能和等级 让人突破十秒瓶颈 你已经知道了 但你可知道 异能神符 其实分很多种 大多数的异能神符 功能单一 只能提升某种 型别的异能和等级 一些强大的综合型多功能异能神符 却是可以提升所有型别的异能和等级 提升速度也更快 但这样的异能神符 也更加稀少 但这还不是最厉害的异能神符 目前已经的最厉害的异能神符 本身就拥有某些强大无比的异能 比如瘟疫等 而且都是范围性杀伤异能 类似于规则类的毁灭性异能 灵浩都忍不住震惊了 难怪当年 我父母有异能神符的讯息泄露后 会引来那么多人的追杀 东南战神点头开门见山道 我们怀疑 星宫才是天狼战神出世的幕后谋划者 因为星宫的公主 就拥有一枚强大的异能神符 灵浩久久不能平静 那些强大的异能神符 确实是有点可怕 那我们大厦 是不是也有一块强大的异能神符 东南战神点头 灵浩很快恢复了淡定放心吧 天狼战神的事 还有我父母的仇和幕后星宫组织 我都会查清楚 处理清楚 等我忙完手头的事 就去一趟南疆 没事的话 我就告辞了 灵浩也需要一些时间 了解更多的事情 同时提升实力 既然知道 大厦也有强大的异能神符 知道他父母还活着 就不用那么急了 反正有系统在 没什么好怕的 不过 这也是因为 不是灵浩亲生的父母 不然他早杀到南疆去了 朱擎天突然急了 整个人的气质 都跟着变了 有点不好意思的笑道那个 灵战神 老灵真的成你徒弟了 灵云战神瞪眼到老天 你几个意思 我说的话 你都不信了吗 朱擎天笑道 哈 怎么会 我只是确认一下而已 灵浩到擎天战神 有话不妨直说 朱擎天看了看灵云战神 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说道灵战神 您还收徒不眼中 充满了对突破七阶战神巅峰的渴望 当然 这也是他该做之事 毕竟身为一主诸侯 镇守边疆 努力提升自身实力 本就是渔国有功之事 他的实力提升 对于大侠 就是一件大功 可以更好的震慑外敌 全场震惊 错了 什么鬼 怎么一个个都要拜灵浩为师 晴天战神 您是不是吃错药了 竟然要拜灵浩为师营帐外戒严的将士 无不侧目 各个目瞪口呆 搞了半天 搞得惊天动地的 结果战神请灵浩来 是为了拜师 我的天啊 还能跟着东南战神出生入死吗 既然东南战神都要拜灵浩为师 要不直接跟着灵浩 灵浩福娥 什么鬼啊 那个 老天 别叫 我很累的 来日方长吧 第88章 江月的困境 不是 灵战神 你再考虑一下吧 老林你都收了 怎么我反而不收呢 东南战神一路送灵浩出来 一路喋喋不休 灵云战神来气了 哎哎哦我去 老朱你几个意思 当年我是七阶高阶 你可以打去我 现在 我可是跟你一样的七阶巅峰 你在机外 信不信我跟我翻脸 老林 你还是这个臭脾气 我就打个比方罢了 东南战神不再理他 又劝灵浩浩哥 你再想想 老天 来日方长 来日方长 不要急好吧 林浩还是这句话 东南战神看他这样 也只好说 那你可千万别忘了呀 什么时候想收徒弟了 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呀 东南军部的将士 三官都炸裂了 对他们这个 一向沉稳的 东南战神的敬畏之情 不断地下降 东南战神将林浩等人 送到了军部门口 突然 一辆豪车 在众人面前停下 车门开启 出来了陈航远 陈航远一看到 东南战神朱擎天 就笑着招呼道 小朱 好久不见啊 哎呦 老陈 真是好久不见啊 你怎么来我这的 东南战神 激动地小跑过去 紧紧地握住了 陈航远的双手 当年 陈航远跟随着 将老爷子 纵横沙场 后来将老爷子中伤 驾召家族 他也跟着退役 随事左右 说起来 还是朱擎天 和凌云等人的前辈 老陈 好久不见 你还是这么精神抖擞啊 哈哈 小灵 没想到你也在这 陈航远似乎回想起了往昔的争容岁月 神色间颇为感慨激动 其实我这次来 是来打零号的 来这看你们 只是顺便 你们别见怪啊 怎么会你说什么 找 找 找我师父凌云战神诧异的 但很快就明白了 肯定是江家想找零号 东南战神 与凌云战神相识一眼 问到老陈 你找他什么事 能跟小弟我说一下吗 两人虽然跟陈航远客气 但对于江家的事 并不会插手 一来因为魔都的事 水太深了 魔都那些 比江家强大的事家 背景都比江老爷子深厚 若是不小心 就算是他们 这样的战神 也是会折几身亡的 二来 军部本来就管理非常严格 不让他们插手外面的事 呵呵 也没什么不能说的 无非就是要零号 加入江家等等 小灵 你刚才说什么 说你师父 你可别告诉我 你师父是零号啊 陈航远猛然睁大了双眼 震惊得全身都在颤抖 小灵 你突破了 灵云点了点头 陈航远大惊失色小灵 那你师父零号 是哪一位 赶紧给我引荐一下啊 灵号的资讯 是最高机密 哪怕是魔都江家 仓促间 也没有拿到他的照片 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灵云微微叹息 向灵号的方向看了过去 灵号和何灵 早就坐上了东南战神安 排送他回去的车 灵云 你还不走 等着吃晚饭吗 催促道 是 师父 马上灵云赶紧飞奔上车 长安一脚油门 越野车像脱江的野马 飞驰而去 陈航远急坏了 冲着越野车大喊灵号 不 号哥 魔都江家 请你过府一叙 还请赏脸啊 他知道了 灵云突然是拜灵号所赐 早就不敢说 请灵号加入江家这种话了 灵号里都没理他 陈航远急得跳脚 知道自己和江家失态了 太小瞧灵号了 小灵 你帮我劝劝你师父啊 陈航远大声疾呼 灵云的声音老远传来 你别开玩笑了 我师父能抱脾气 我怎么可能劝得了 陈航远痛心疾首 慌乱无比小猪 你也不拉着我点 猪擎天我哪知道你一来就说出 要请灵战神加入江家这种话 你是不知道 我刚才想拜他为师 都被他直接拒绝了呀 陈航远惊骇得瞪大了双眼 震惊无比 同是惊恐不安完了 完了 我们还是太小瞧灵号了 我可千万不要因此得罪了灵号啊 否则 我就成江家千古罪人了 这时 又是一辆从对面飞驰而来 江月儿心急如焚地下车 问到陈叔 你见过灵号了没有 陈航远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一脸的懊悔 慌乱 自责和恐惧 完了 江月儿知道事情坏了 他在魔动异能大学擂台 看到灵号一挑时 打败柳红等人 就知道灵号实力非凡 江家如果能得罪他的支援 一定可以崛起 所以他对灵号非常客气 被灵号拒绝后 他很快就回家 跟他爸和爷爷说了 可惜梁老觉得 他太过高看灵号了 不肯亲自出面求灵号 他只好自己来了 可惜还是来晚了 江月儿急得手足无措 如今的江家 已经没落了 江老爷子 好不容易碰到灵号 这样的逆天人才 要是无法搞好关系 被其他世家抢先了 那江家就彻底完了 不行 我一定要追上去 向灵号道歉 我们是校友 他看在我们是校友的份上 应该不会跟陈不计较的 陈叔 别在这前着急了 快跟我走 去找灵号 啊 哦 对对对 小姐 我们走 陈航远从各种复杂的情绪中惊醒 立即上车 几道刺耳的刹车声 响起 几辆豪车 突然在他们的车旁停下 异能保镖开启车门 从车上下来了一个 西装革履的豪门扩哨 玉儿 你怎么回事 一声不吭的 就跑到荣省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也不跟我打一声招呼 你现在可是我的未婚妻 我有权知道 你的行踪魔都第四世家 史家三少史玉明不满地说道 江玉儿怒了史玉明 你我只是定亲而已 你无权管我的事 给我让开 哼 我就喜欢你这暴脾气 我们已经定亲了 你就是我的未婚妻 我为什么不能管你 你要是来荣世 找也难染 我不是等于被你戴绿帽 我为什么不能管你 江玉儿不想跟他废话 对司机说道 给我撞过去 今天我必须见到零号 是 小姐 强烈的汽车轰鸣声响起 司机家族马力 向史玉明的车撞去 史玉明吓坏了你这个风云 快让开 快让开啊 史家的车赶紧让开 江玉儿扬长而去 第八十九章 半路玉符 东南军部大营 回荣市的半路上 有一段茂密的树林之中 埋伏了三十几个六阶 终极到六阶巅峰的异能者 他们都是江南首富 受益江南各大世家派出的杀手 要杀林浩为他的儿子荣傲报仇 他们一路追踪林浩 到了林府 发现里面有非常强大的异能者气息 不敢动手 退到远处 远远地监视林浩去向 看林浩被军部请去 就一路跟了过来 在离营帐非常远的半路上埋伏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觉得咱们这次 可能被容天红 当成棋子使了 江南赵家家主赵承明 派来的异能供奉杀手道 你不废话吗 你八戒荣家不给他办事 人家能要你吗 难得这次容天红肯给脸 让我们办事 杀的又不过是个魔大的兴盛 完整就能登上江南首富这条大船 这么好的机会 你特魔还欲赶个屁啊 道理我懂 可是心里还是很慌 我就问你 林浩为什么来东南军部吧 肯定是他犯了事 被军部请喝茶了 我希望他 千万不要被一直关着才好 不然我们八戒荣家最好的机会 就要错失了 我还是觉得有危险 万一林浩是被东南军部请吃饭 而不是请喝茶呢 富贵险中求 你要是连一个魔大新生都怕 就赶紧滚回家 我也少一个人跟我抢 我们只杀林浩 不动东南军部的人 你担心什么 你俩别特魔说话了 你一个新生想这么多 就你这熊样 还想巴结荣天红 你们得感谢荣天红的儿子荣傲 要不是他玩得太花 大意被杀 我们都没这个机会替荣家办事 江南陈家家主陈旺派来的 亦能供奉杀手冷笑道 长安开着车 一路飞驰 激起一道冲天沉烟 他心里还在震撼于 自家东南战神拜师林浩那一幕 突然 前方两百多米的路面上 出现了几十个人 直接站在路中间 把路给堵 而且凶神恶煞地看着车里 长安赶紧刹车 目光一喊 回头到浩哥 有人拦路 我下去看看 林浩点头 长安下去而去 东南军部办事 马上把路让开长安 直接沉声喝道 一众江南世家的杀手傻眼了 这特模式战神啊 林浩不是被军部请去喝茶 而是请去吃饭 这下撞到老虎屁股了 肯定是请去吃饭啊 不然哪有战神亲自开车 送一个大学新生回家的道理完了 完了 扑通 扑通 一众杀手跪得非常果断 没有任何迟疑 而且不用逼问 自己就全招了 个个都是瑟瑟发抖 战神 小得有眼无珠 不该拦您的路 可是我也是被荣天红逼的 不然我也不敢 来杀林浩啊 求求战神把我放了吧 战神 我也是 我也是被荣天红逼的 求求你 放了我吧 战神 我也是 我们都是被逼的 是啊 战神 我们都被荣家骗了 要是知道 林浩跟东南战神交好 我打死 也不会杀他的 都是荣天红逼我们 骗我们的 求求你放了我们吧 长安一头雾水 江南首富 什么时候惹到林战神了 这不纯纯找死吗 长安不敢私自决定怎么处置 回来请求林浩好哥 这些人该怎么处置 林浩开启车窗 一掌拍出 几十颗八荒神火火球 呼啸而出 三十几个杀手 瞬间被烧成了灰烬 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 哪怕是长安这种 常年征战沙场的人 都吓得浑身颤抖了一下 这也太沙发果断了吧 他说去南疆 会调查清楚再说 是认真的吗 长安面露惊恐之色的 看了一眼林浩 又被林浩那平淡之中 带着灵力 彷復深渊的目光 吓得低下了头 这是一个摩大兴盛 一个十八岁的少年 能有的眼神 最让长安感到惊恐的是 刚才几十颗火球 呼啸而出 每颗都是 从他身旁擦身而过 火球中所蕴含的恐怖杀伤力 吓得他连动都不敢动一下 身怕一动 就会被火球击中身死 别愣着了 开车吧 林浩淡淡道 是 是 林战神 林浩心想 宋刘顺苏林爸妈 倒魔大后 也该去一趟江南了 咦 前面浩哥的车怎么 突然停下了 有人拦路火球 好恐怖的火球 一颗绝对能杀死 六阶触及强者林浩泰 恐怖了我之前冒犯他 他没杀我 真是拴了一条命啊 陈航远彭复 自言自语一般 江月 扶而陈叔 你是不是眼睛看花了呀 哪有人 还有什么火球啊 陈航远 那是林浩出手太快了 等你到了期间 你就能看清了 不过玉儿 你的眼光是真的毒了 知道林浩绝非持中之物 可惜家主和老爷子 居然不相信你 可能是女人的直觉吧 我总觉得 林浩非常恐怖 她的实力 在擂台上 根本没有完全展现出来 我现在就给老爸和爷爷打电话 让他们赶紧来临府 否则晚了 搞不好 就被魔都其他世家给抢先了 对对对 赶紧打电话 江家家主将起 听完女儿说的话 人都傻了 半天才说到玉儿 你说的都是真的 爸 带着江家崛起 玉儿怎么可能开玩笑 不信你问陈叔 陈叔 是真的吗 家主 是真的 千真万确 朱擎天还说 他要正林浩为师 结果被拒绝了 林云你知道吧 林云战身 他突破到七阶巅峰了 就是拜林浩所赐 他现在口口声声叫林浩师父 哄 江起人都骂了 他也是七阶初级 而且好几年了 一直无法突破 他知道 七阶突破有多难 简直难于上青天 半晌后 江起激动到我知道了 我马上向老爷子汇报 让老爷子和我马上一起动身去陈府 老爸 记得带点礼品啊 我来得匆忙 啥也没准备 知道了 放心吧 第九十章火九剑 陈府大门口 林云替林浩开启车门 林云 替我订几张去摩都的抄铁票 等刘顺苏林 他们父母收拾完 我就带他们去摩大 林浩想来想去 还是把刘顺苏林的家人 带去摩大 才是最安全的 是 师父 林云立即硬道 师父 那我和雷霆两人呢 你们先留守陵府吧 要是老天那边有事 就帮着点 是 师父 嗯 里面怎么那么 吵林浩疑惑的 梁全匆忙从府里出来 心情复杂地说到师父 您的亲戚来了 我的亲戚 我哪里还有什么亲戚林浩 更加疑惑了 我也不清楚 他们都说是您的舅舅 姑姑 姨妈等等 我也不敢怠骂 就都请进去了 梁全惶恐 生怕做错了什么 他这师父 可是 为了自己的兄弟 什么人都敢杀啊 对兄弟都这样 那对亲戚 不是更不用说了 林浩皱眉走 进去看看 我倒要看看 谁敢冒充我的舅舅姑姑 和姨妈等等 林浩走进客厅 发现克里斯厅 正被一群人中老年人 忽来喝去地端茶到水 忙得焦头烂额 这些人大多一手 拿着各种名贵点心和酒水 一边震惊地参观着林府 赞不绝口 看到林浩进来 几个人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似乎是认出了林浩 突然飞奔墓前 痛哭流涕地抱住林浩 浩子 真的是你啊 你没死太好了 这些年 舅舅可一直在找你啊 你看看 舅舅头发都丑白了 姨妈也是啊 几乎每天都要抽出时间去找你 还好你没死 还发达了 你爸妈再天有灵 一定高兴死了 小浩 真的是小浩 你可想死姑妈了 姑妈找了你十年 以为你死了 眼睛都快哭下了呀 小浩 你可想死大伯了这些年 大伯为了找你 可是便卖了房产 林浩扫射了一眼 这些自称他舅舅姨妈姑妈的人 搜寻着与原生融合的记忆 发现这些人确实有点眼熟 但根本不是什么 舅舅姨妈姑妈大伯 而且是他的远房亲戚 有的远到林浩 连面都没见过 只是见过林浩老爸小时候 跟他们拍过的照片 这些人都是林浩原生的表姑 表姨 表伯 表舅 何林都看待了 在他所知的资料中 林浩是个孤儿啊 一时间也没想明白 是怎么回事 只是本能地觉得 这些人既然是亲戚 那他不是得赶紧 在他亲戚面前表现一下 以后嫁到林家 也有个印象 果然恋爱中的人 智商为零 滚开林浩 沉声怒喝道 所有人都梦了 刚要开始表现的何林 也愣住了 你们根本不是我的舅舅 姑妈 姨妈 大伯我的舅舅 姑妈 大伯 姨妈他们全家 早在十年前 我爸妈被追杀的时候 就被杀害了 你们只是我的表舅 表姑 表姨 表伯 当年你们看到苗头不对 一个个早就喊道 跟我们家断绝了亲戚关系 还举家搬迁 离开了福城 生怕被连累到 而且 你们也根本没有找过我 十年来 没有一个人来看过我 没人关心过我的死活 现在倒好 看到我发达了 就来认亲戚了 你们还要脸吗 还敢冒充我的舅舅 姑妈 大伯 姨妈 你们配吗 全都给我滚 刘顺和苏玲的爸妈 也愣住了 林浩说的一些情况 他们是不知道的 因为林浩一直没说过 同时 他们也有些自责 因为这次这些亲戚找来林府 是因为他们发了林府的一些照片 到了朋友圈 他们拐弯抹角地听说了 才找来的 林浩的远房亲戚 都吓坏了 有的开始退缩 可是自称林浩大姨妈 其实是表姨的那个 穿得珠光宝气的 是做生意的 在荣市周边的小城 也算小有名见 他看到林府 竟然是曾经的东南王府邸 以生意人的敏锐 哪里还不知道 这代表着自然不肯放弃 小浩 你可不能这么没良心啊 当年 我们也是抵抗过的 要是不跑 我们早就死了 至于跟你们家断绝关系的说法 那完全是那些外人污蔑我们啊 这些年 我为了找你 不知道费了多少 人力物力 你可不能翻脸不认人啊 林浩冷笑是吗 浮成那么小 我一直都没搬家 你既然那么卖力地找 怎么找了十年 都没找到 其实你根本没找过 从来没来我家看过 我的忍耐是有限 再不滚 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表姨健壮 直接耍起了无赖 哎呀 小浩 我好歹是你的表姨 难道你还敢杀我吗 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 就算你不认我这个爱你的表姨 我也认了 但这十年来 我为了找你 花了起码一百亿 你必须要赔给我 你这样的表侄 我不要也罢 就当良心被狗吃了 其他远房亲戚健壮 也纷纷起哄 爆出了自己找林浩花费的数额 我找你花了起码五十亿 你也要赔给我 我花了四十五亿 林浩冷笑 这些人 所有人身价加起来 恐怕都不到一个亿 现在如此 狮子大开口 真是活久见了 啪 林浩直接给了表姨一巴掌 闹够了没有 闹够了马上滚 否则 杀无赦 无良表姨 被掉了几颗牙齿 脸都打肿 满脸是血 他被吓到了 但为了一百亿 他拼了 直接躺到地上 撒泼打滚 开始碰刺没天理了 外甥打表姨了 欠钱不还了 你这个没良心的 我的牙齿我的脸 每天都要花几十万保养 你竟然打我 现在没有二百亿 你休想让我走 他认定了 林浩不敢杀他 认定林浩这么有钱 一定会花钱消灾 林浩 正想一巴掌拍死他 守卫突然进来了报 浩哥 魔都江家老爷子 家主 大小剑 还有管家跪在门外求见 魔都史家三少大骂着 要闯灵符 外面快挡不住了 你快去看看吧 面对魔都史家三少 守卫还是有点怕的 挡也不是 不挡也不是 万一伤着了史家三少 他们都怕史家会要了他们的命 听到魔都江家的家主 和史家三少都来了 表姨认定 林浩的生意 已经做到了魔多爱 我的记性怎么这么差 当年我找你 可是 花了五百多亿 五百多亿啊 林浩 你起码要赔我五百亿 不然 表姨我就赖着不走了 林浩冷笑 向大门走去也好 终究是亲戚 为了原生 我犯不着 跟这种小人物过不去 吓吓他们就好了 表姨等人 全都跟了出去林浩 你别想跑 今天见不到钱 我们是不会走的 林府大门口 石玉明在大门外 被守卫拦住 一脚踹开了守卫 怒吼都往林府里面闯 边闯边骂林浩 你给我滚出来 我史家三少的女人 你也敢勾搭 你特魔找死 第九十一章 江家的绝境 林浩也是被 史玉明说的有点 蒙我什么时候 勾搭他的女人了 我还要去勾搭谁吗 但是这些不重要 重要的是 史玉明敢骂他 而且 是强闯林府 当众骂他 这绝对不能忍 林浩一个闪身过去 一拳轰出 砰的一声巨响 史玉明 直接被轰成了血雾 表姨等远房亲戚 直接吓得趴倒在地 吓尿了 全身都在发抖 天哪 不得了 杀人了 杀人了 林浩 林浩他竟然杀了 魔都史家三少 太可怕了 简直是杀神啊 完了 完了 魔都史家三少被杀了 史家一定会将林家 诸九族的 我得赶紧跑啊 表姨 最先反应过来 他不碰瓷了 拼命向大门外 飞奔而去 林浩 我们家跟你林家 断绝关系 我从来不认识你啊 林浩又好气又好笑 实在忍不住 一掌拍出 表姨瞬间成了一片血污 对于这种见死不救 见利忘义 眼里只有钱的人 留着干什么 其他远房亲戚吓坏了 全都跪倒在地 拼命求饶 林浩 别杀我 别杀我 钱我们不要了 我们马上滚 马上滚 千万不要杀我啊 林浩寒声滚 再赶来我林府 杀无赦 不敢了 我们再也不敢了 一众远房亲戚 吓得瑟瑟发抖 发了风一样 逃命而去 看着他们消失在门口 林浩突然怀念起了 他的舅舅姑姑姨妈大伯 还有他们的家人吗 十年了 不知道舅舅他们家里 有没有人逃过了当年的劫难 队长 你有空帮我查一下吧 林浩的家族 像舅舅伯伯姨妈 这些比较亲的亲戚 当年原生爸妈在世的时候 家里困难 他们都帮过很多忙 出钱出力的 小林浩都记在心里 以前他年纪小 又没有觉醒异能 自身都难保 没办法去找他们 现在有了能力 自然是要找一下的 放心 包在我身上 何林说着 立即就拿起通讯器 摇人帮忙 林浮中 除了何林 林云 雷霆 克里斯汀等人 其他那些守卫 甚至包括梁权 还有门口跪着江月儿一家人 和管家陈行远 全都吓傻了 因为林浩杀了史玉明 魔独排行第四的家族 史家三少史玉明 这下不好办了 玉儿跟他又定了亲 要是林浩不肯帮江家 那么回去之后 史家一定会借口打压江家的 江家人心里 都有种接近绝望的感觉 江老爷子坐在轮椅上 上半身弯成九十度 算是给林浩行跪拜 此刻他冷汗直流 三人的身旁 还摆满了一层又一层的锦盒 里面装的都是一些 价值连城的宝物 都是江家打算送给林浩的 史家可是有两个 七阶巅峰异能强者啊 若是我全胜十七 自然不怕 可现在 史家要打压我江家 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啊 江老爷子全胜十七 也是七阶巅峰 但他是一脚 踏进了八阶的七阶巅峰 还是有强弱之别的 江启和江月儿 更是吓得脸色煞白 虽然江家人都不喜欢史玉明 都是出于家族利益 才不得不同意史玉明的追求 让江月儿跟他定亲 可是不喜欢归不喜欢 现在史玉明死了 不管怎样 史家人都是要找江家晦气的 江家已经没有退路了 江家不仅要想尽一切办法 让林浩帮他们 而且林浩还得能抗衡史家才可以 否则江家一样要亡 以史家的实力 转眼之间 就能灭了江家 以前没有理由 若是灭了江家 还会有不小的麻烦 那些敬重江老爷子的战将战神 肯定要跟史家过不去 但现在史家三少死了 史家就有理由了 史家完全可以说 江月儿出轨林浩 被史家捉奸在床 江家三人 都本能地向史玉明 带来的两个七阶高阶异能者 看了一眼 眼中充满了惶恐和绝望 史家的两个七阶高阶异能者 因为三少被杀 还沉浸在惊恐当中 没有醒来 浑身都在颤抖 管家陈行远 更是无比自责 不停地向林浩磕头 求饶浩哥 求求你 帮江家一次吧 之前是不懂事 说出让您加入江家那样无知的话 你要我干什么都可以 只求你消消气 帮江家一次吧 林浩里都没理他 江老爷子 好久不见 别来无恙啊 雷霆战神功身抱拳 向江老爷子行了一脸 江老爷子 别来无恙 凌云战神功身抱拳 向江老爷子行了一脸 晚辈良全 见过江老爷子 江老爷子 是因为在兽朝中血战 受了重伤 废了双腿 伤及了异能 这才无奈退役 在军中的威望 还是有的 因此 雷霆三人才一见面 就向他行了一礼 除了他们三人 军中敬重江老爷子的 战将战神 同样不少 但即便如此 他们也不会干涉江家的事 毕竟他已经退役 不管生意上 被对手打压的怎么样 他们都不能干涉 这是军规 江老爷子是感慨的 一笑三味客气了 我已经老了 不敢当啊 江月突然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浩哥 摩大的心声大笔 很快就要开始了 大家都在组队 不知道你的小队组好了没有 要是缺人的话 可不可以让我加入呢 江月不愧是 魔都大师家的大小贱 哪怕是面临绝境 说话仍然像平常一样 温柔无比 顾心仪和高家家 两人还不知江月在想什么 但何林 梁泉 林云 雷霆 还有江启 江老爷子等人 却是看明白了 江家想直截了荡地球 林浩荡靠山 帮江家对抗史家 以林浩的脾气 肯定当场拒绝 因为身为强者 林浩并不需要什么 帮不帮江家对他而言 都无所谓 但江月 要是成了林浩小队的成员 某种意义上 也就是成了林浩的人 稍微相处一下 多少都会有点情义 这样一来 江家弱势有势 林浩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否则小队成员家族 被欺辱的事 传了出去 林浩也是没面子的 但是话说回来 既然林浩是强者 那他就未必需要 江月儿这个小队成员 当初五考时 刘顺和苏灵 还不是躺平 多一个少一个 对林浩而言 同样无所谓 很快 顾心仪和高家家 两人就着急了 小队只要五人 加入一个名额 就少一个 林浩要组队 刘顺苏灵肯定少不了 要是再来一个江月儿 就只剩两个名额了 难道要我们两个 竞争一个名额吗 两人畏惧魔都世家 本能地觉得自己 比不上江月儿 不敢跟他争强 要是万一再冒出来 一两个魔都大世家的 千金阔哨 那他们的名额就没了呀 可是现在 魔都大世家的大小姐 再和林浩对话 两人不敢插话 魔都的大世家 动动手 就能灭了他们两家 那种认知和恐惧 从小就直跟在他们心里 哪怕现在臣服了林浩 他们还是本能的恐惧 只希望在这之前 不要再来大世家的人了 江家三人看林浩半天不说话 都是冷汗直流 惶恐不安 林浩的话 直接决定了江家的生死存亡 他们不得不惶恐啊 林浩自然是知道 江月儿和江家 打的是什么算盘 他可不会无缘无故帮人 要是你们江家 肯臣服于我 我就答应你 林浩平淡地说道 彭腐是菜市场买菜一样 臣服 竟然是臣服 而不是谈多少钱 多少领草 或者金银珠宝 这些条件 江家三人 都是心有不甘 江老爷子养天长孝 臣服 我江家既然已经 没落到这种程度了吗 言语之中 充满了无奈 和苍凉之意 令人动容 顾兴仪和高家家都实话了 曾几何时 顾家和高家也在犹豫 要不要臣服于林浩 但两家 毕竟是小地方的小世家 可魔都江家 这种庞然大物 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没想到 不到一个月 林浩竟然用 同样云淡风轻的口气 对魔都江家 说出了同样的话 两女彻底 被震撼到了 同时非常清醒 自己当时的决定 就连梁泉凌云 和雷霆三人 也是震惊不已 他们深知 若不是江老爷子受重伤 江家如今 仍然是魔都第一世家 搞不好他们三人 都得在江老爷子的 帐下听令 可是如今 他们为江家感慨的 但感慨的同时 也为自己有林浩这样的师父 而自傲 江玉儿哭了 为自己的无能 为不能替江家 撑起一片天而哭 第九十二章 江家臣服林浩 林浩 你当我们史家三少 是什么人杀了我们三少 还敢在这没事一样 跟江家谈生意 你特魔找死啊 史家的供奉 终于从惊恐中惊醒过来了 而且第一时间 都穿上了七阶巅峰战甲 防御和攻击 都达到七阶巅峰 无限接近八阶 另一个供奉凶神恶煞的 对林浩和江家之外的人吼道 林浩杀了魔都史家三少 我们二人要替三少报仇 谁敢阻拦 就是跟魔都史家过不去 林浩看都没看两人 因为在他眼里 两人已经是死人了 他对江老爷子 到我最后问一遍 江家是否愿意臣服于我 江家三人看到 发狂的两个史家供奉 顿时更加惊恐不安 他们深知 史家的手段有多残酷 要是摆不平这事 史家的怒火 烧到江家头上 那江家就完蛋了 江玉儿突然不哭了 决绝到爷爷 你做决定吧 玉儿是与江家共存亡 爸 玉儿说得对 我们是与江家共存亡将其 也是决绝到 陈杭元老泪纵横家主 大小姐 不可以啊 江家百年基业啊 史家两个供奉狂孝 你们都聋了吗 刚才我们说话没听见吗 还不快滚开 哈哈 魔毒江家 没想到 你们这么没用 竟然求一个乳秀未前的小子家主 还真是高看你们了 你们简直是给魔毒世家丢脸 江老爷子苍凉的笑了笑 似乎恢复了往日纵横沙场 一服当官的豪迈 但但到林浩小友 想让江家臣服 也不是不可以 爷爷 爸 老爷子 你们别说话 江家百年基业 不能毁于我手 若是林浩小友 真有那般实力 未尝不可 他日你们等级提升 傲视天下 又有谁敢笑话 我江家 陈行远痛哭老爷子 我罪该万死啊 江老爷子 向他轻轻摇了摇头 意思是 不怪他 继续说道 哪怕是寻常的生意 也讲究一下筹码 林浩小友 要我江家臣服 总得看老夫看看 你手中的筹码吧 林浩淡淡一笑 这个简单 你们不是想报筹码来 我给你们机会 林浩像看死人一样 看着史家两个七阶 高阶供奉 他这一说 和林浩淡等人 立即就让开了 江家人震惊林浩 这是要站着 让他们先出手 而且不穿战甲嘛 他刚刚觉醒 亦能不到一个月 等级能有多高 三阶顶天了吧 这不是白白送死吗 江老爷子忍不住 劝导林浩小友 千万别大意 实在不行 再想别的办法吧 史家两个供奉 却是大喜 他们本来还担心 要是出手的话 林浩雷霆等人 也会插手 没想到林浩这么傻 竟然连战甲也不穿 还敢让他们先出手 两人可不会错过 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立即全力出手 霸刀断山斩 破天枪 两人一刀一枪 刀枪都是 七阶巅峰级的武器 还将异能 融入了刀法 和枪法技能之中 再加上战甲的加持 这二人合击之力 就算没到八阶出击 也已经无限接近了 别说江家之人 担心林浩了 就连看过林浩 出手过的凌云和雷霆 都忍不住替林浩捏了一把冷汗 反正这一合击 他们两个是完全没把握 在没穿战甲的情况下接下的 两人的战甲 都爆发出了耀眼无比的光芒 强大的力量 加持到刀枪之上 刀法霸道 枪法凌厉毒辣 连虚空都为之出现了 无数细小的裂纹 林府广场 更是被直接掀翻了 厚厚一厚 江玉儿 顾星仪和高家家 都被这强悍的气势 震撼地说不出话来了 眼看刀枪就要击中林浩要害 林浩竟然还站着不动 石家两个 供奉眼中 立即露出了残酷的笑容去死吧 突然 林浩出手了 仍然站着没动 只是轻描淡写的一拳轰出 没有动用异能 也没有施展任何技能 就是平平无奇的一拳 碰 震耳欲聋的金属状 鸡声响起 肩不可摧的七阶巅峰级刀枪 被打成了废铁 脱手飞出 强大的力量 从刀枪之上 继续贯穿而去 石家两个七阶高阶供奉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响起 倒飞而出 砰的一声 砸落在地 全身骨头都断了 五脏六腑 全都碎成了炸 合着鲜血一起喷出 就这么死了 两人死不明目的眼中 还带着浓浓的惊骇 很难以置信 纯力量一拳 轰杀了两个 穿着七阶巅峰战甲的 七阶高阶异能者 全场都看呆了 也就合理 凌云和雷霆的神色 相对平静一点 八阶出击这一拳 起码是八阶出击啊 更可怕的是 他竟然没有出全力 将老爷子喃喃自语 已经看傻了 十八岁 他才十八岁啊 刚刚觉醒 异能不到一个月 实力竟然达到了八阶 这还是人嘛 这是神啊 异能神福 一定是异能神福 而且是非常强大的那种 异能神福 将老爷子和江启 都想到这一点 这样 够让你们臣服了吗 林浩平淡地问道 江老爷子一愣 立即应道够了 够了 绝对够了我江家 愿意臣服于林浩 他是心甘情愿 激动不已地说出这句话 彭佛是捡到宝了一样 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从这一刻开始 他知道 江家的危机 已经渡过了 有林浩这个八阶强者在 史家根本不足为惧 他只有一点担心 担心史家使用阴毒的手段 呃 那个 林 不 主人 那玉儿加入您的小队的事 让他加入吧 林浩淡淡道 以后叫我浩哥就好 江老爷子大喜 功身九十度 算是拜谢道多谢浩哥 多谢浩哥救我江家 玉儿 还不快谢过浩哥 你以后跟着浩哥了 浩哥叫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听到了吗 他让江玉儿跟着林浩 就是怕史家用阴毒手段报复 真要那样 江家骑马 还留下血脉 是 爷爷 月儿多谢浩哥江月儿 拜谢道 江其也是赶紧拜谢 雷霆走了过去 笑道老爷子 以后就是自己人了 林浩也是笑道老爷子 欢迎加入 我师父虽然杀法果断 但其实人很厚道的 我能够突破 多要感谢我师父啊 江老爷子连连点头 江月儿听了 立即扣手到浩哥 求求 帮我看看爷爷的腿吧 林浩看了江月 和江老爷子一眼 倒也罢 既然你们臣服于我 那我就送你们一个见面里吧 第九十三章江家的私人智慧战机 江月儿激动到多谢浩哥 江启和江老爷子也是连连感激 三人虽然不知道 林浩会送什么见面里 但有见面里就很不错了 毕竟现在是江家臣服林浩 就算人家不给见面里 又能怎样 这至少说明 林浩真的像林云所说 对自己还是很厚道的 顾星仪和高家家都急坏了 当初他们臣服于林浩的时候 可是没什么见面里的 不过这也没什么了 现在的顾价和高家 在替林浩掌管产业的同时 也早就成了 荣省第一和第二的市价 而这一切 才不到短短的一个月而已 放在平时 这是无法想象的 不过他们急的是 江月儿加入了小队 那小队名额 就只剩下一个了 两人相视一眼 眼中都充满了不知所措 难道真要让我们争夺 最后一个名额吗 只是当着江家人的面 两人还是不敢提这事 林浩看了江老爷子一眼 手臂一挥 一道碧绿的光芒 立即射入江老爷子体内 江老爷子 只觉得一道暖流 钻入体内 转眼间流遍全身 满洋洋的 很舒服 特别是双腿 竟然有了麻洋的感觉 老爷子震撼地瞪大了双眼 我的双腿 已经多年没有知觉了 不知看过多少名医 神医和拥有治疗型异能的强者 药神之水 更是当白开水来喝 却全都完全没有效果 难不成好哥的异呢 可以治愈我的双腿 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 盯着老爷子的双腿 突然 江月儿激动地喊道 爷爷 你的左腿刚刚动了一下 什么 真的吗 爸 你左腿有知觉了 江起激动地问道 江老爷子自己都没注意 赶紧试了一下 稍微一踢 果然左腿动了 而且很灵活 动了 真的动了 老爷子激动无比 高兴地向着小孩 右脚 右脚也有感觉了 江起和江月儿 比他更高兴 起来走走吧 林浩淡淡道 嗯嗯 老爷子连连点头 眼里全是感激和兴奋 江老爷子慢慢地站起 江月儿赶紧扶住他 没事 不用扶 我觉得我的双腿 已经完全好了 说着 老爷子慢慢地走了几步 然后越走越快 渐渐地剑步如飞 好了 好了 真的好了呀江起 玉儿 我的双腿 真的完全好了 现在我感觉浑身又充满了力量 老爷子眼眶都湿润了 江月儿和江起也是 眼含热泪 却笑得非常开心 咦 不对 老爷子愣了一下 这一下 把江起和江月儿都吓到了 爷爷 你怎么了 爸 你没事吧 老爷子感受了一下异能 难以置通道 我没事 我的异能 我的异能竟然也恢复了 我的天啊 我的力量和异能都在慢慢增长 已经快接近当年的巅峰了 老爷子向林浩投去了感激 且震撼的目光浩哥 你的治疗型异能 起码是SS级的吧 林浩不可置否地笑了笑 什么 爷爷 你的异能也恢复了 太好了 真的太好了 以后谁也别想欺负我们江家拉江月儿激动的热泪盈眶 爸 你说的是真的 你的异能 真的恢复了江起兴奋的暴住女儿 我们江家要崛起了 这次 连和灵都震惊了老爷子 伤了这么多年 而且 曾经是一只脚 踏入八界的存在 林浩竟然也能治好它 实在是太强了 不过对于林浩来说 似乎没有什么 是他做不到的 江老爷子感激不已 单膝下贵浩哥 大恩不言谢 以后我江家上下 为你马首是瞻 江起和江月儿 连连点头 江家管家陈行远 更是连扣三个想通 他的激动之情 可是完全不亚于江家三人的 林浩淡淡道 差不多行了 我要回谋多了 你们也先回去吧 雷霆 你去一趟江家 免得史家人 搞什么阴毒的手段 要是搞不定 就告诉我 是 师父雷霆 立即大声应道 林浩又对和林道队长 把史家三少的讯息放出去 就说是我杀的 好 我这就红魔去做 和林立即拿出了通讯器 林云 梁拳 你们先留守林府 是 师父 江家人非常感激林浩的安排 浩哥 我们刚好 开了私人飞机过来 而且是智慧型的 拥有一定的战斗和防御能力 您要是不嫌弃 就一起坐我的私人飞机回魔大把 能战斗的智慧私人飞机 林浩来的兴趣 好 那就一起走吧 十几个人一起坐 没问题吧 没问题 没问题 宽敞得很 那我们就先去机场吧 浩哥请将老爷子躬身道 说着 心面一动 一架彭扶飞碟一样的私人智慧飞机 就从他的空间戒指中飞出 出现在了林府的广场之上 直径50米 高度30多米 暗灰的金属外表 光滑如水 一道紫色的光芒屏 变换成了楼梯 机身对称的四个位置上 有着四架雷射炮 顶部还有一架电磁炮 满满的科技感与安全感 哇 我们要坐飞机了呀 这造型也太科幻了吧 不愧是魔都大世家 太豪豪了呀 一听说有私人飞机可以坐 顾星仪和高家家 还有刘顺苏林的爸妈 都激动坏了 这个时代的飞机 以及私人飞机 与灵器复苏之前 是完全不同的 哪怕是普通的民航客机 机身材料 也是用稀有金属制造而成 可以轻松扛住导弹的攻击 以及抵挡六阶初级飞行凶兽的攻击 此外 上面还配备了雷射炮 电磁炮等高科技武器 对来应对有可能到来的凶兽 以及人为的非法攻击 而且所有的飞机 都试试玄金为燃料 清洁方便 唯一的问题就是 玄金太贵 别说一般人用不起 就算是一些六阶的异能者 都用不起 只是这些飞机的造价 动辄上千亿 而且 载客数量 远远比不上超铁 因此 并没有超铁那么普及 另外 面向超级富豪销售的私人飞机 在造型上 更是非常的科幻 流线形 菱形 三角形 圆形 各种各样的造型 应有尽有 江家的 这架私人私人飞机 还是民用私人飞机中 最差的一种 只有S级中的初级 也就是七阶初级 不过即便是这样 也可以看出 江家的富有了 林浩星想 私人飞机是个好东西 有空也弄一架来玩玩 还有江老爷子的空间戒指 竟然比我的战神空间戒指的 空间还要大 看来 江家曾经确实挺强的 第九十四章 荣耀学生挑战林浩 江家的私人智慧飞机 内部非常宽敞 拥有五十多间 豪华单身公寓 还有十间豪华套房 顶尖的智慧驾驶系统 可以让人 躺着进行全球旅行 别说顾心仪和高架架 还有刘顺苏林的爸妈 惊叹不已了 就连林浩 也是两眼放光 队长 你看起来一点不惊讶吗 林浩淡淡地笑道 和林笑而不语 只是民用智慧飞机罢了 就算你想要 SSS 及军用智慧 空天战机 军部也可以送一架给你 那你赶紧安排啊 林浩 都忍不住有点小激动啊 和林一愣 奄然一笑道 SSS 及军用智慧 空天战机 是真正的战略及资源 哪怕对凶兽和敌国 都是拥有战力威慑力 造价十万亿 可以抵挡 九阶出击凶兽的权力一击 以大夏的军费开支 一年也不一定能造出一架 一年还不到一架 不仅是因为造价高 还因为制造材料稀缺 比如其中的一种核心材料 钛钛超级合金石 钛钛超级合金石 钛钛不是钛合钛 钛钛本来就是一种天外金属 是从天外陨石中提炼成的 所以非常洗手 林浩感慨难怪了 那我预定一架总可以吧 反正我也不接 当然可以 我现在就想燕金报备 另外 我会让军部总部 先送一架S级智慧战机给你 不过在那之前 你最好要再立些军功 不然 你也没脸要把 和林一位深长地笑道 林浩白了和林一眼 你这话说的 跟钱相比 面子能有什么用不过 我确实不是白拿人家东西的人吗 不就是军功 小意思 不过按你的意思 人类要对付凶兽 以目前的高科技 仍然不够 还是得靠异能者啊 不然 SSS级智慧战机 也不会只能对付 九阶出击凶兽了 和林点了点头人类的科技 能做到这样 已经很不错了 知道了目前的智慧战机的战力 林浩也对 就他没多大兴趣了 只不过 既然智慧私人飞机这么拉风 那他怎么能没有呢 两人一边说着 一边参观江家的私人智慧飞机 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主人 这你也能忍 大厦的战机生产力 绝不能这低 鉴于主人想透过功勋 获得战机 特奖力 SSS级无限空间大事件 以及智慧制造机器人100台 制造机器人 可与主人心意想通 可以制造主人 想要制造的任何产品 不过 材料要主人自己找 林浩心中一动 这下舒坦了 这系统可以啊 想主人之所想 即主人之所及 靠谱 雷霆听了林浩与何林的对话 实名羡慕了 S级智慧战机 这么随便送吗 我想要一架 功勋一直都不够 上面怎么说 都没不够送啊 小林啊 你看你雷霆叔叔 都一把年纪了 一直都没有一架 S级智慧战机作架 你看你 是不是跟你那谁说一下 何林笑道 雷霆叔叔 这可不行呢 你要是能突破八戒 自然可以得到一架 雷霆郁闷小林 你这 顾星仪和高家家越参观 越是被智慧飞机震撼 私人智慧飞机 数千亿的造价 简直是世家等级的象征 是现在的他们 根本无法企及的 不过 我相信 只要一直跟着浩哥 为浩哥效力 一切都会有的 但前提是 要能一直为浩哥所看重才行 想到这 顾星仪和高家家 都没心情参观了 要是不能进入浩哥的小队 那为期十天的新生大比 将会跟浩哥变得疏远 让江月更加亲近浩哥 这可怎么办 想了半天 两人发现 只能去求林浩了 浩哥 你的小队 现在只剩一个名额了 可是我们两个人 故信以为难道 高家家也是急着眉头 一脸的委屈 林浩笑道 放心吧 你们是最早 跟着我的人 虽然你们和你们的家族很弱 但我也不会亏待你们的 这次新生大比 我会让你们加入小队 让江月跟着小队 不过到时 小队的战利品 和获得的学分 我会评分给你们几个人 顾心仪和高家家大喜 没想到林浩这么大方 多谢浩哥 林浩道 不过 你们也要多多努力 才是 我可不养懒人 废物 是 浩哥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摩大校园内 有两座机场 一座在岛市别墅区内 只有岛师的机甲 私人飞机和战机可以起落 另外一个在操场边上 摩大学生都可以用 林浩用摩大校卡 跟副校长江万朝说了一下 就在岛市区的机场降落了 江万朝赶紧在摩大岛市群市 出这一讯息 免得有的岛师大惊小怪 然后岛师们就大惊小怪了 哇 林浩同学回来了呀 真是想死他了 我做梦都在想他 切 我吃饭的时候 也在想他 我当学生的时候 要是有林浩同学 这么帅的校友 我也不至于单身到现在了 很快 无数岛师 从他们的别墅探头 看向了机场 我的天 我怎么感觉 帅气逼人的林浩 又变强了 自信点 把感觉两个字去掉 我感觉他 现在比我强多了 一个八阶初级的导师 震惊无比 这不是魔都江家的 私人飞机吗 林浩什么时候 跟江家走得这么 近了不对 江老爷子 竟然对江家点头哈腰 林浩是怎么做到的 魔都江家呀 虽然没落了 可那也是庞然大物啊 我林浩太强了 我的天 江老爷子的双腿 什么时候好了 他的气息 我的天 他的异能也恢复了 重回巅峰了 一定是林浩 真是要逆天啊 他的治疗型异能 竟然连这么多年的异能损伤 也能治愈 不过也有几间别墅中的人 眼中露出了贪婪和怨毒的目光 江家的人走了 林浩带着刘顺和苏灵的爸妈 向自己的别墅走去 傅孝长江万朝 迫不及待地闪身而来 吓了刘顺苏灵爸妈一跳 林浩 你又变强了 江万朝双眼瞪的老大 盯着林浩上下左右地打量 真是变态啊 你才变态 林浩忍不住道 江万朝一愣 才意识到自己失态了 对了 这四位 应该就是刘顺和苏灵的爸妈吧 你们好啊 你们的孩子 有个好兄弟啊 刘顺和苏灵也赶来了 爸 妈 几人见面 激动不已 林浩 将刘顺苏灵的爸妈 安顿在了别墅一二层 两人一层 安顿好后 刘顺不安道浩哥 出大事了 磨大的很多学生 还是不满你成为王者五星学生 很多荣耀学生 向你发起了挑战 这几天你不在 学校官网都炸锅了 一个个都在骂你缩头乌龟 不敢出战啊 不过好在王者学生 都没向你发起挑战 可能他们觉得你不够格 林浩冷笑 荣耀学生 也就三阶出击到四阶巅峰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王者学生也一样 他都懒得出手 不过他们敢骂人 那就不一样了 刘顺 你这样倒样官网上是出讯息 就说我要同时挑战 所有想挑战我的学生 时间五天后 然后你私下开个盘口 让所有挑战者 必须要拿出所有的学生 否则取消挑战资格 你再加些赌注 狠狠地赢一把 一学分等于一百大下壁 刘顺苏玲两眼放光 浩哥 你真有把握 现在要挑战你的荣耀学生 已经达到五十人了呀 放心吧 小意思 好 那我这就去安排 等等 把你们手机给我 两人不知道 林浩要干嘛 但还是给了 林浩给两人各赚了十个亿的大下壁 道别乱花呀 两人激动不以浩哥 你真是我亲哥 林浩对克里斯听到 等我去一趟江南荣家 他觉得 花旗家族的人 也该来了 得带他一起出去 不然花旗家族的人 进不来磨打 何林立即到我也去 我最喜欢江南风光了 第九十五章 江南首富的阴谋 阴天 乌云密布 有风 江南首富 荣家 古色古香的花园市广场中 摆满了宴席 宴请的 都是江南各大世家的富豪 和世家公子小姐 其中有些是本来就依附荣家的 有些是一直想依附荣家 但一直没有机会 却意外 被荣家请来的 一个个都高兴坏了 当然 众人都是带了供奉强者来的 起码都是六阶高阶的异能 荣天红举杯 笑道各位 这次请大家来 不仅是为了替我三儿子报仇 而是还有一个机会给到大家 所有豪门客人 都两眼发光地看向了荣天红 大家想必知道 我荣家一直跟东营人有生意往来 但是大学不知道的是 我荣家帮东营人建造的 东营私立艺能大学 已经建好 明天就要挂牌开学招生了 各位若是感兴趣 都可以来参股 分红按投资比例分配 到时候 柳生家族的艺能强者 也会出席挂牌仪式 此话一出 众人顿时大为震撼 陈捕牧草 柳生家族 东营顶尖的异能家族之一啊 有他们 真是妥了 他们都是强大的异能者 深知对于这个 最赚钱的是什么 高阶的材料 是战略资源 他们无法染指 但即便如此 剩下的非战力资源 却没有管控那么严格 比如大多数的凶兽材料 林草 其实等等 仍然是利润极高的 这也是各大世家 争相组建艺能小队 净荒野探险的真正目的 可是艺能小队 和艺能大学比起来 那就是小屋建大屋了 大厦官方的艺能大学 为了培养人才 学生们得到的凶兽材料等资源 换成学分时 官方并没有从其中收多少利润 都是国家在补贴 以便学生 有更多更好的资源去修炼 报效国家 但东营人办私立艺能大学 就不一样了 学校将会从学生手中 收取更多的利润 虽然大多数厉害的学生 都去了官方艺能大学 但还是有很多学生考不上 虽然这些考生相对比较弱 可是人数却很多 加上凶兽材料价格昂贵 算下来 利润仍然是非常的高 而他们的投资成本 仅仅是花点小钱 建一些学校 买一些修炼器材而已 就可以让几万学生 帮他们打怪赚钱 这相当于 他们养了成百上千只艺能小队 简直是暴力 我要参股 我出十亿江南赵家家主 赵承明激动道 生怕说完了 参股名额变没了 我出十五亿 我出三十亿 我出八十亿 我出一百五十亿 我可以马上转账 江南陈家家主 陈旺豪气的喊道 我出二百亿 我现在就转账给你 荣哥 我转过去了 江南人家家主任 我强豪气甘云道 不过荣哥 我们这么多人投资 您总得让我们 见见野田先生吧 人家这几年跟着荣家 赚不少钱 财大气粗 野田田高 东营人 六阶巅峰异能者 一直在江南 跟荣家有生意往来 灵气复苏之初 东营的核电站 被庶民大下强者毁掉了 核废料全部泄露到了 他们一箭展出的峡谷中 渗进了东营陆地深处 因此 后来很多东营人变异了 开始疯狂虐杀 没变异的东营人 东营人 不仅要面对凶兽的威胁 还在面对变异东营人的威胁 因此非常急切地想对外扩张 不断地寻找机会 戎天红看到二百亿到账 朗生道 任老弟倒是心急 不过 我要是投资二百亿 我也会想渐渐发起人的 今天我 本来就请了野田先生 来与大家见一面 毕竟以后是要合作有生意的 野田先生 请出来跟大家见一见 喝杯酒吧 那是自然 我很荣幸 能与诸位合作 诸位大大的好野田田沟 用别角的中文说道 诸位干杯 他的身后 站着两个眼神阴冷的东营异能者 一个七阶初级 一个七阶中级 这一出场 顿时更加让人放心投资了 这些人 根本不明白 林浩的可怕 他们想的是 有荣宁和野田家族 还有两家背后的靠山 林浩必死 大大的好干杯 干杯 荣哥 我的三十亿也转过去 还请茶烧 我八十亿也转过去了荣哥 野田先生 合作愉快啊 荣天红大笑 合作愉快 干杯 江南这些世家家主 之所以这么放心 除了野田背后 有野田家族 和柳生家族之外 更重要的是 荣家大儿子 是江南战神麾下 最受器重的统领 而且传闻 他的大儿子 是江南战神的私生子 是江南战神一次醉酒之后 律了荣天红才生的 荣天红根本不敢找 江南战神算账 只能隐忍 还替他养儿子 不过好处是 江南战神 处于些许愧疚 暗中扶持荣家 才让荣家 有了今天的成就 有了这层关系 各大世家自然放心地 跟荣家做生意了 野田田沟 看到这些人 如此激动地投资 心里都笑傻了 有了这些傻子 我东营人的生意 不仅可以做得更大 东营艺能大学开学后 也可以更加赚大厦的钱 更方便地窥探大厦 收集情报了 荣天红也笑了 他心想 收割了这一波白痴 我就可以走人了 顺便把这些东营狗也涮一下 以林浩的性子 要是知道东营人在江南建东营艺能大学 肯定得把学校拆了 在这之前 他早就将二儿子荣华送走了 今天 不管林浩来不来 我都要走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荣华是天才 只要他成长起来了 林浩又算什么 要是大儿子荣成和江南战神 能够斩杀林浩 那我再找个留回来 就是了 荣天红能当上江南首富 智商可不低 早就从关于林浩的片言之语传闻之中 知道现在的林浩不是他能搞定的 手里的现金 还有很多资产 早就秘密转移到花旗银行了 再大的仇 也比不上命重要 前天晚上 他从史家手中 买了一台二手的私人智慧飞机 荣家耐驾 已经让二儿子 也就是亲儿子 坐着跑路了 荣家的大多数强者 也护送荣华走了 没奖价 花了两千亿 史家高兴坏了 虽然史家不差钱 但不管谁看到傻子 都是会笑的 不过史家人也不傻 知道荣家这是要巴结他史家 这样的人史家见多了 今天史家二公子 也被荣天红邀请了 这一切损伤 都是为了让史家跟林浩结仇 荣天红看了一眼 花园广场中的 众人和野田田沟 笑道各位 天气太热 我去换件衣服 失陪一下 荣天红要走了 私人飞机 就在他的戒指里 后院有一个机场 一转身 荣天红的脸上 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可是很快他的笑容就僵住了 林浩居然杀了史家三少 这 这就说明 林浩根本不怕史家那外面那些人 还有野田那些东营人 根本挡不住林浩啊 想到这荣天红 撒腿就向后院机场跑去 可当他跑到机场的时候 却被荷林拦下了 与此同时 荣家前门 被林浩一脚踹开了 荣天红短暂的惊恐过后 立即给史家发了三条资讯 林浩 被我诱骗到了荣家 已经被我困住了 亥文林浩竟然杀了史家三少 在下不敢先杀林浩 还请史家家主前来处置 另一条 发给了江南军营帐 因为他的大儿子 在执行任务 除了江南战神 外部资讯和电话 都只收打到营帐 统一接收荣城 林浩杀进我们家了 你赶紧回来救老八啊 然后又发了条资讯 给新公林浩在我家 他身上一定有异能神福 如此重要情报 应该算是大功一件吧 第九十六章 一个也别想跑 荣天宏发资讯给史家 只是假意要制造史家 其实是怕史家找不到林浩 想让史家过来 找林浩报仇 林浩的仇家越多 他就越能杀林浩 发完资讯 荣天宏才明知顾问道 你是谁为什么出现在我荣家 请你马上离开 和林冷笑 我劝你们别出手 要打也跟林浩去打 打你们 我怕脏了我的手 荣天宏脸色一沉 心想完了 他居然敢知道 我身边还藏着 两个六阶巅峰异能者 你们两个出来吧 别藏了 荣天宏泄讯到 两个六阶巅峰异能供奉 立即从院子中走了出来 荣天宏很快就嬉皮笑脸起来了 这位漂亮的小姐姐 你误会了 我根本不认识 什么林浩 来者是客 你既然来了 就是我荣家的客人 荣家正在宴请宾客 不嫌弃的话 也到前院喝杯酒吧 和林直接向前院走去 荣天宏知道 现在跑不了 除非杀了林浩和和林 所以只好跟着向前院走去 希望荣城 是家 还有新宫的人 快点到吧 新宫收到荣天宏讯息 荣天宏还真是可笑 发这种讯息 当我以为不知道 他想借助我们的力量 借刀杀人吗 不过这次 我们还真的 要去一趟荣家 之前林浩身边的战神 这次却只有一个和林了 只不过 等拿到了异能神符 荣家也就不用留了 敢算寄到我新宫头上 你荣天宏 还是第一人 异能神符林浩手上的异能神符 一定非常强大 否则不会连世界顶尖的花旗家族 第一继承人 也甘心成为他的奴隶 他本身可就是一个 六阶巅峰的天才异能者啊 没想到短短几天时间 林浩的实力 竟然达到七阶战神级别 真是恐怖如斯啊 还好老大英明 及时让我出动 否则要是再晚些时候 恐怕只能老大自己出手了 不过比起林浩 我更兴趣的是他那呼之欲出的两座高山等 杀了林浩 拿到了异能神符 就去把他带走新宫的八阶出击异能强者说着 兴奋地向荣家呼啸而去 林浩到了江南 要去解决荣家 暂时没克里斯汀什么事 就让他去玩了 克里斯汀随身带的衣服很少 就去买了 结果被星宫的人发现了 魔多 史家庄园 巨大的广场上放着一幅棺木 里面却是空的 史家上下一片痛哭之声 史家家主史红图 气势如山 一掌拍碎茶几 双眼充血的吼道林浩 你竟敢杀我儿子 我一定要将你千刀万剐 爸 让我去 哪怕林浩躲在魔大之中 我也要杀了他 替三弟报仇 史家二少史经锐怒吼道 魔都异能大学虽强 但如今林浩杀了史家三少 以史家的实力 还真敢闯磨大 报价主 刚刚荣天红来讯息 说是林浩被骗去荣家 已经被他困住了 要我们去处置林浩史家的管家 突然飞奔进来 差点摔倒 满眼是累的说道 这时候 所有关于林浩的讯息 管家是一点也不敢怠骂 生怕说得晚了一点 史红图一怒之下 一掌将他拍死 荣天红找史家 买二手智慧飞机 史家甚至连家人的 联络方式都没给他 所有的一切 都是透过管家 联络传达和办理的 林浩 他居然还赶出来 他这是找死吧 我这就带人去 杀了林浩史经锐 咬牙切齿道 史红图圣怒之下 冷笑道哼 这荣天红 倒是会巴结 连儿子的仇 都可以放到一边 让我们先报仇 倒是一条好狗 金锐 你立即带五十个七阶中级 二十个七阶高阶 十个七阶巅峰供奉 带上机甲 开着智慧战机 去荣家 一定要把林浩带 生情回来 挂在我史家大门口 凌迟处死 好让世人知道 得罪我史家 是什么样的下场 是 老爸 我这就去 定 就在这时 几人的手机都响了起来 有江启发的资讯 还有江家公开宣布的讯息 史红图气的一角 将书房堕出了一个大坑 连墙壁都裂开了几条大缝 他可是一脚踏进了 八阶门槛的异能强者 岂有此理 江家竟敢在这种时候 公开宣布 与玉明的轻视作废 简直是蔑视我史家 我要让江一二 给我陪葬 我要让江家上下 全都给我 史玉明陪葬 金锐 你抓完林浩 顺便去一趟江家 今天过后 我不想再看到 江家任何人还活着 是 老爸史金锐 面目猙獰 大声应道 林浩一路杀进来 荣家那些六阶以下的供奉 根本不是他对手 很快 他就来到荣家艳客的 前院花园广场 今天 你们一个 也别想跑林浩怒喝道 在场的江南 各大世家家主 都是派人杀过林浩的 他可不会放过 要杀他的人 林 林浩 你是林浩江南赵家家主 顿时吓得浑身发抖 难怪我发信息给供奉 没有一个人回我 他们 他们 他们都被我杀了 林浩冷笑道 哄 怎么可能 他们总共三十几个 三十几个六阶 终极到六阶巅峰的异能啊 你竟然全杀了 还毫发无损 陈家家主怒喝信尘的 你个废物 我们这么多人 害怕他一个林浩 难怪荣哥 一直不给你陈家机会 你个废物 咔嚓 他话刚说完 林浩一个闪身 直接将他送走 各大世家 带来的六阶巅峰供奉 根本来不及阻止 全场都吓呆了 这么杀法果断的吗 赵家家主吓尿了 赶紧跪下求饶浩哥 我错了 求求你饶了我吧 咔嚓 这一次 是荣家供奉出手了 荣天红来到了花园广场 心里虽然直打鼓 但还是第一时间 是以荣家供奉 杀了陈家家主 这个时候 史家 新宫还有大儿子 荣城的人都没到 他必须稳住场面 让各大世家一起出手 都能拖到强远道来 区区一个林浩 就把你们吓成这样 看来我荣天红也有 看走眼的时候啊 现在我最后再给你们一个机会 谁杀了林浩 我江南首富荣天红 就给他一个合作的机会 野田田沟 也是笑道我野田家族 确实不需要太弱的合作者 你们还不动手 现在机会可只有一个了 听到野田田沟也这么说 那些世家家主 立即叫自家的供奉出手了 第97章血染荣家 在场的江南世家 一共三十几家 每家都带了两三个最强的供奉 异能强者 最弱的都是六阶中 大多数是六阶高阶和六阶巅峰 加上荣家的两个六阶巅峰异能供奉 还有野田田沟和他家的两个东营异能者 一个七阶初级 一个七阶中级 他们一个个都穿上了战甲 战力得到了不小的提胜 总共近百人 这阵容 就算是七阶巅峰异能强者来了 都得挂 林浩 你杀我荣家三少 今天 你必须死容天红 发自内心的怒吼 同时也是添油加醋 各位 若是助我杀了林浩 今后跟我合作的提成 增加二十 江南各大世家顿时兴奋了起来 荣哥 你这话说的 自家人不说两家话 今天林浩必须死 对 帮荣哥 就是帮我们自己 林浩必须死 给我杀 杀 一时间 沙场震天 一个个凶神恶煞的 冲向了林浩 也添加的两个东营异能 供奉 也出手了 这些人 甚至都没注意到 身为江南首富的荣家 此时竟然指出了 两个六阶巅峰异能 供奉 各种异能全力施展 视觉上呈现出 五彩斑斓的盛宴 但其攻击力 却是毁灭性的 荣家花园 瞬间成为废墟 地面炸裂 盆井碎成粉末 虚空也是不断地出现裂缝 又不断地修复 一幅末日景象 林浩冷笑 特别是看到 两个东营异能者后 眼中杀气避现 东营狗 竟敢在大下出手 找死 林浩一个闪身 如入无人之境 砰的一拳 将一个东营七阶 初级异能者的头 爆成了血污 就像西瓜一样 爆裂开来 无头尸体砰的一声 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林浩故意没将 他整个人轰成血污 是为了给震慑东营人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这速度 好可怕 近百人的攻击 竟然一个都没有打中 还被他杀了一个 七阶初级 这怎么可能 混蛋野天填钩震怒 双眼冲血 难以置信地吼道 砰 就在所有人 都在震惊发呆的瞬间 林浩再次一拳 爆了东营 终极异能者的头 所有人再次傻眼 这一次 他们围攻都停滞了 一拳一个七阶强者 这还是人吗 这速度 我们根本打不到他 这还怎么打 穿了战甲的 七阶初级 和七阶终极 竟然一拳一个 林浩的战力 竟然达到了八阶了嘛 那可是传说中的战王啊 全世界都为数不多 野田田钩这一次 忘记了愤怒 只剩下惊恐了那你 怎么可能 短暂的震惊过后 野田田钩撒腿就跑 林浩冷笑东营人 既然出手了 还想跑 野田田钩六阶巅峰 穿上战甲 速度达到七阶初级 全力逃命之下 转眼间 就要冲出荣架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林浩 你给我等着野田田钩 话音刚落 林浩就挡住了他的去路 野田田钩 吓得直接摔落下去 砸出一个大坑 巴嘎 大夏竟然出了个 这么腻天的天才 你 你不能杀我 我有外交豁免 我是正经生意人 我的靠山 是东营顶尖世家 柳生家族 你不能杀我 林浩冷笑 唧唧歪歪 下去跟阎王去说吧 既然你是柳生家的狗 那我就不能只打狗 早晚连柳生家族 一起收拾 哄 林浩说完 一掌拍下 八荒神火 从天而降 将狗日的烧的 连渣都没剩下 林浩看都不再看一眼 一个闪身 又杀回了荣家广场 巨大的轰鸣声 所有人都听见了 野田先生就这么死了 带了两个七阶战神级强者来 不到一分钟 这就死了 这可是野田家族的人 背后的靠山 是东营顶尖的柳生家族啊 这下林浩闯大祸了 七阶初级和终级啊 穿上战甲战笠 直逼七阶高阶和巅峰 竟然一拳给秒了 杀我们还不是跟杀技一样 现在别管这些了 我们还是赶紧跑吧 荣天红傻眼了 这林浩根本不是人啊 石家 新宫 还有荣城的人 怎么还没来 不行 我必须撑住 否则 今天我就死定了 荣天红立即大声吼道 大家别慌 一起上 以后我荣家的生意 与大家平分利润 林浩只有一个人 不要被他个个击破 就能耗死他 他已经杀了三个人 亦能已经所剩无几了 谁能杀了林浩 谁就是受公 我奖励大下币两千亿 我还有战斗机甲 你们可别让这个天大的好机会 被我给截糊了 话音落下 荣天红星面一动 战斗机甲从空间戒指内 飞出二十几米高的 巨大黑色机甲 彷彿神明一样 屹立广场之上 相比之下 周围的云林建筑 顿时都成了迷你玩具 强大的压迫感 笼罩四周 各大世家的异能者都停住了 握遭机甲是机甲啊 不是战甲荣家 不愧是江南首富 竟然连不对外 销售的战斗机甲 都能搞到手 两千亿啊 荣哥说得对 林皓的异能 已经快耗尽了 谁都别跟我抢 有机甲 荣哥的战力 直接飙升到七阶高阶 林皓死定了 荣哥手下留情啊 打上林皓就好 人头留给小弟啊 杀 杀 近百个六阶异能者 顿时两眼冒光 争先恐后地杀向了林皓 和林面如寒霜荣家 乃来的机甲江南战神给的 林皓 记得留他一条命 机甲的事 必须查清楚 我尽力 林皓说着 已经杀尽了崇尾 速度快如闪电 近百道攻击 还有荣天红的机甲 根本就碰不到他 哄 八荒神火 呼啸而出 席卷整个花园广场 近百个世家的六阶强者 三十几个六阶中级 及以下强者 全都被焚为灰激 其余六阶中级以上的强者 也是全被的外焦里面 荣天红要不是有机甲护身 早就被烧成渣了 不过就算有机甲 他在机甲之中 也是被烧得全身起泡 惨叫连天 怎么可能 林皓的异能 怎么可能还这么强大 一点都没消耗掉 林皓不是人 他的异能 根本不是正常异能者该有的 我不要钱了 我想活下去 这还怎么打 林皓根本就是怪物 大家逃命去吧 大多数人都没有了恋战之间 四散奔逃 空间风暴 林皓怒吼一声 一百多颗空间风暴球 呼啸而出 除了荣天红 所有人都被破碎的空间碎片 切割成了碎末 转眼间就被虚空吞噬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第九十八章 灭世之言显神威 江南军部 统领营帐 荣天红名义上的大儿子荣成 暴怒的掀翻办公桌 一脚踹 飞一个士兵 咆哮道 你干什么吃的 我三弟被杀这么重要的事 你现在才告诉我 荣成刚刚执行完 任务回来 前几天 他都不在营帐中 执行任务期间 不能接收对外讯息 就连荣天红的电话 都只能打到营帐 不过他本来前两天 就该回来的 但他结束任务后 没有第一时间回营帐 而是私下居业 总会找乐子去了 荣成因为是江南战神的私生子 在江南军中 根本没人敢管他 何况他本身就是统领级别 就变得肆无忌惮起来 接到电话计程车兵 也无权 无法联络到荣成 这两天都疾疯了 他知道 荣成回来 他肯定要被骂 但没想到 不仅被骂 还被踹了 痛得躲在地 攻城了下 满脸痛苦与惊恐的解释统领 我 我以为你两天前就会回来 那样的话 也就迟不了几个小时了 没想到您这次任务 居然这么久回来 士兵其实知道他去干嘛 但他不敢说 还得替他说好话 你特模还敢说我 我回来再收拾你 来人 给我点人 点一万人 全副武装去摩大 活捉灵号 我倒要看看 这灵号是有三头六臂 还是活腻了 竟敢杀我三弟 我要将你千刀万剐 碎尸万段 碎尸万段啊 统领 摩大可是高手如云啊 而且 副官惶恐的提醒 荣成咆哮的打断 而且你大爷 敢杀我三弟 老子管他什么地方 别说是摩大 燕大我也要进去 抓人执行命令 为者军阀处置 是 统领 副官瑟瑟发抖 报 讲啊 你最好有重要的事 否则我打死你 禀统领 您父亲发来的讯息 说是零号杀尽荣家了 要您赶紧去救他 哄 荣成彻底怒了 一拳将银杖 轰出了一大坑 窗户都被轰塌了 岂有此理 他这是活腻了 竟然还敢闯我荣家 谁特模给他的打啊 我要将他大谢八块 凌迟处死 来人 给我调S级智慧战机 我要将零号轰得渣 轰得渣呀 荣成麾下所有人都吓傻了 江南战神不在军中 又向来偏袒荣成 没人敢阻止啊 只有与他比较亲近的副官 还敢在这时候提醒一下统领 S级智慧战机 只有七阶高阶级以上的战神 有才资格胡叫 否则是要受到军阀处置的 万一 万一个屁啊 信不信我先一枪崩了 你零号炸裂了 像一头受伤的野兽 咆哮声震耳欲聋 零号都特模杀到我家了 我还管什么狗屁军规 是 是 是统领 我这就去安排 戎天红傻眼了 瑟瑟发抖 连着如同大楼一样的机甲 也是一模一样的颤抖 零号的异能 怎么可能这么强 根本一点都没消耗掉 太逆天了 这世界是要变天了 戎天红又是震惊 又是愤怒 他现在甚至觉得 他穿了机甲 也挡不住零号一拳 新功 史家和戎城 怎么还不来 戎天红急得直跺脚 地面都被跺出了深坑 裂缝密钵 零号可不给他喘息的时间 一步步向他走去 零号 你不能杀我 我大儿子 可是江南战神的爱徒 你杀了我 整个江南军部 都不会放过 你的戎天红 贪生怕死 本能地就开口威慑零号 爱徒你确定 不是爱子零号 毫不留情的冷笑道 你你怎么知道 戎天红脸都绿了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零号淡淡道 戎天红的破事 和林早就跟他说了 还包括 他跟东营人做生意的事 零号 你找死戎天红暴怒 他被江南战神绿了 为了家族 为了生意 隐忍了三十年 现在三儿子被杀了 还要被仇人耻笑 他实在忍不住了 零号怒吓 要死的人是你 光是你帮东营狗 见东营艺能大学这一点 我杀你一千遍都不够 戎天红气的发抖 零号 我跟你拼了 我就不信 你能打得过机甲 碎山拳 戎天红一脚踏下 机甲腾空而起 扑向零号 铁窝一样巨大的拳头 配合施展而出的拳法技能 冒着金色的光芒 狠狠地砸向零号 穿上机甲的戎天红 这一拳战力 达到了七阶高阶的水平 若是普通的七阶 终极异能者被砸中 肯定直接就被砸成肉酱了 赤焰裂天斩 零号眉头都没皱一下 拔剑 出剑 一气何尝 一道百米长的巨大火焰剑芒 腾空而出 撕裂了虚空 一剑斩向穿着机甲的戎天红 碰 全剑相击 S级超级合金 制造而成的机甲 七阶高阶异能强者 全力一击都打不破的机甲 被零号一剑从中展开 就像切菜一样 势不可挡 戎天红大惊失色 心面一动 立即挥动左手 按下红色按钮 哄 机甲左臂上的雷射炮 瞬间暴尸而出 白色的光芒 比太阳还耀眼 瞬间就射向了零号脑袋 这要是击中 就算是七阶高阶的异能者 被击中 脑袋也得像西瓜一样被冻穿 击碎 可惜 他面对的是零号 零号的综合战略 可以秒杀八戒巅峰异能者 力量 速度和精神 都达到了八戒巅峰 戎天红的一举一动 在他眼里 都慢得如同归宿 零号甚至可以轻易感知到 机甲之中 戎天红的一举一动 甚至一个微表情的变化 他的手刚刚伸向红色按钮 零号就在防备了 蔑视之眼 话音未落 两道暗紫色的光芒 击射而出 彭扶是雷射 但比雷射更加恐怖 一股蔑视的恐怖气息 笼罩全场 蔑视之光对雷射 雷射被完全压制 蔑视之光继续向前 机甲的左臂 连同左胸 瞬间被轰得融化 转眼间气化 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且机甲的战斗系统 也被灭视之光给摧毁了 荣城吓尿了我的妈呀 这可是军用智慧战斗机甲 七阶高阶的呀 一眨眼就废了 这还是没射中心脏部位啊 零号究竟是什么妖魔鬼怪 机甲再也不敢呆了 荣天红连滚带爬地窜出了机甲 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求饶浩哥 别杀我 别杀我呀 就在这时 战机轰鸣 荣城乘坐的S级智慧战机 到了 荣天红看到智慧战机上 江南战神的标志 立即从地上站了起来 狂笑道 哎 零号 我大儿子到了 他是代表江南战神来的 你杀不了我了 哈哈零号 今天 我要你死 荣城也是在战机上咆哮零号 你要是敢杀我吧 我 零号冷笑 眼睛一闭一睁 灭视之眼施展 两道灭视之光射出 狂笑中的荣天红 瞬间被爆头 速度太快了 以至于他的双手 还保持着猖狂的 手舞足蹈之势 地面为之出现了 一身不见底的圆形巨坑 第九十九章 无限空间 零号 你怎么敢 你怎么敢啊 你竟然当着我的面 杀了我爸 你特魔找死 给我打把他 给我打成炸 打成炸呀 这是一架椭圆形 长一百米 宽三十多米的智慧战机 机身上有八门雷射炮 还有四门电磁炮 哄 S级战机上的八门雷射炮转运起来 轮流射击 一道道刺眼的白色光芒 向零号怒射而去 四门电磁炮 同样是轮流调整方向 向零号不断地射击 炮弹的速度达到五十倍因素 虽然比雷射炮慢 但也不是一般的七阶战神 可以抵挡和躲避的 这可比江家的私人智慧飞机 强太多了 封引雷闪零号的速度 催动到极致 轻而易举地一一避开 雷射虽快 但雷射炮瞄准和调整方向 却需要时间 根本跟不上零号的速度 因为此时的零号 根本没有留下残影 甚至可以说是 快到已经消失了 和林抬头怒吓 荣承你不过是区区统领 竟敢私自呼叫高阶战神 都有资格呼叫的智慧战机 攻击战神 你这是在知法犯法 最佳一等 荣承听到战神两个字 愣了一下 战神是什么样的存在 他还是很清楚的 这些年 他跟着江南战神 在江南地狱 那简直就跟土皇帝一样 因此 哪怕他爸当面被杀 他也不得不考虑一下 荣承确实被吓到了 顿时新念电转 林浩是战神不可能不 有可能啊 他竟然能轻易 躲避雷射炮的攻击 而且 我爸身边 常年有两个六阶巅峰 异能强者 现在看来早就死了 他的异能 还能轻易摧毁机甲 这样的实力 获得战神称号并不难 18岁的战神啊 林浩这混蛋 怎么会这么强 可现在 我都已经出手了 只能杀了林浩 毁尸灭尽 来个死无对症了 可笑 他才18岁 怎么可能是战神 战神是随便什么 阿猫阿狗都可以当的吗 来人 这个疯女 捣乱人心 蔑视战神权威 给我一起杀了 是 统领 智慧战机苍门开启 立即下来 五十几个六阶巅峰异能将士 向何灵和林浩杀去 何灵的脸色 前所未有的冰冷 你们这些人 容成不顾军规 你们也跟着乱来 难道不怕军阀处置吗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但还是有不少人 一向跟着容成 肆无忌惮惯了 只愣了一下 就再次出手了 你们是真不怕死吗 林浩突然亮出了战神令牌 面色阴沉 杀机避险 他这是看出了 何灵不想他们 跟着容成陪葬 这才亮出令牌 否则以林浩的性格 早就全部救地正法了 战神 本就有先斩后奏之权 只不过冤有头 债有主 普通将士全杀了也没用 要杀就杀领头的始作俑者 何况以林浩现在的实力 杀些普通低尖异能者 有什么意义 战神 战神令牌 真的是战神令牌 怎么可能 他 他才十八岁 刚刚高三毕业没多久 怎么就成战神了 但他们深知 战神令牌 是不可能乱发的 战神称号 更是不可能随便给的 一时间 所有将士都被震慑住了 参见林战神 请战神责罚 山呼海啸般的声音响起 但一个个将士 却都在瑟瑟发抖 我们刚才竟然想杀战神 这下完蛋了 死定了 林浩 谢谢你 何灵郑重地对林浩说道 他从小耳濡目染 知道培养一个将士不容易 林浩却是有点生气到 先是天狼战神 再是江南战神 看来有些人是该好好管管了 等我杀了领头的荣长 就去江南军部 接管江南军部 要是上面不肯 这战神 我也不当了 这何灵第一次看到林浩这样 一时间都有不知所措了 他知道 军部有些人 让林浩失望了 可是有人的地方 就会有坏人 这是千古难免的事情 他也没办法 只好拿起通讯器 给燕京发了条长长的资讯 有实际管辖和镇守之地的战神 跟只有战神称号 和少量麾下的战神 是不一样的 需要更加严格的品格审查 和更多的军功 军部有些人 确实是疏于管教了 难怪林浩生气 不过以林浩的实力 这些都不是问题就是了 以他现在的实力 别说管理一个省级军部了 就算是接管一个战区 也是没问题的 何灵这么一想 顿时就宽心了 林浩道 等我接管了江南军部 下次要是再有寿朝来临 就让这些人打头阵 将功赎罪 和灵点头 林浩这样打算 已经是从轻发落了 但寿朝何其凶险 能不能真正活下来 就看他们自己了 不过作为军部之人 这本就是他们该前的事 荣城的智慧战绩 带不了太多的人 他呼叫的人 还在不停地赶来 看到那些跪地之人的神态 一问之下 也跟着下傻啊 纷纷下跪 不到片刻 就有几千跪在了林浩面前 荣城气炸了 雷射炮打不到林浩 这些将士要是不出手 他就杀不了林浩 到时死的人可就是他了 你们这些废物 为什么向他跪 他的战神令牌是假的 都特魔给我起来 杀了他呀 没有人听他的 他们知道 荣城是江南战神的私生子 若是林浩是普通的异能者 杀了也就杀了 可现在他们明明知道 林浩的战神令牌是真的 哪里还怕出手 不怕就地正法吗 荣城看着满目疮痍的荣家 看着满地下跪不听号令的将士 顿时怒火中烧 整个人都失去了理智 他从小跟着江南战神 身边根本没人敢违抗他 养成了他这种 横行无际的恶劣性格 你们都给我去死 荣城竟然操控着智慧 向林浩和跪地的将士射击 啊 一瞬间 惨叫声四起 许多将士来不及躲避 药魔被打死 药魔被余波碎尸击中 血流成河 残肢断臂乱飞 灭尸之眼 林浩暴怒 双眼一闭一睁 两道灭尸光芒射出 直接洞穿了S级智慧战机 将荣城轰得连扎不胜 所有将士彻底被震慑住了 智慧战机被击穿 摇摇欲坠 这要是砸下来 很多将士将被砸成肉酱 林浩新面一动 开启了无限空间 直接将智慧战机收进了进去 就连被废得容天红的机甲 也被收了 废物利用吧 说不定随便再点材料 智慧制造机器人 就能弄出一台新的智慧战机了 所有将士都实化了 就连和灵都被震惊了林浩 这又是什么意呢 竟然连智慧战机这种庞然大物 也能收进去 林浩的战神空间戒指 可远远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啊 但这时 却有一道兴奋的声音 远处急速游远而近哈哈 林浩 异能神符果然是个好东西 竟然让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变得这么强不过 你越强 我就越高兴 因为你的异能神符 很快就是我新攻的了 第100章新攻八阶异能者出手 几天前 燕金某秘密基地 龙血军团的总部 龙血军团 大夏最神秘的异能特种军团 只有500人 但每个人至少都是七阶出击 而且龙血军团 只听龙帝一人的命令 一排排外形科幻的量子计算机前 一个身穿迷彩的操作员 突然起身 神情郑重地大声报告到龙帅 天机量子卫星网 检测到西域地区 有不明身份的三个人 急速向大夏魔都方向靠近 其中一人 速度达到了八阶战王级别 另外两人也达到七阶巅峰级别 请问是否拦截抓捕 七阶战神出击的异能强者 可以毁灭一个地级室 七阶巅峰的强者 更是可以轻易毁掉 一个省会级城市 因此 各国对于七阶级别的异能 都是初等强制登记制的 否则 将视为妨碍公共安全 官方有权拦截抓捕 甚至击杀 天机量子卫星网 检测不出的人 基本上就是没登记的人 鹦鹉不凡 脸上还带着一点伤疤的龙帅 刘定昆 眼中金光闪过八阶 西域 八万是新宫的杀手 标记他们最开始出现的地方 派出龙魂军 由玄武白虎带头 另外通知河老 以及西南战区 全力支援搜寻 找出大下新宫的总部 找到后立即摧毁 新宫之人格杀勿论 务必全奸 之前我们一直猜测 大下新宫总部在西域 只是一直找不到位置 没想到这次新宫竟然主动暴露 我一定要将他们 一网打进龙帅的眼中 忍不住有些许的兴奋之色 彭腹多年的夙愿 即将要完成了 是 龙帅 龙魂军情报操作员 立即标记位置 并发出指令 突然 操作员又吃惊地 禀报到龙帅 南疆境外 南海深处 还有北境三个地域 又个出现了一个 八阶初级异能强者 他们的去向 都是魔多 什么新宫 岂有此理 这是要开战吗 龙帅震怒 知道一定是有大事 要发生了 新宫上一次如此大动干戈 还是十年前 四个位置 不是在边界 就是在境外 看来我高兴太早了 但该搜寻 还是要搜寻 西域是新宫总部的几率 还是更大的 龙帅眉头微微皱起 似乎想起了陈年往事 那龙帅 检测到的六个新宫杀手 是否要拦截抓捕 还是直接派人斩杀 龙帅眼中金光闪烁 表情颇为凝重 陈英道新宫杀手 这次太高调了 给我接何老 是 燕京大厦特种部队司令部 总司令何老 拿起红色的电话 老刘 你是想问西域南海 北境南疆 出现的八阶 不知身份异能者吧 何老淡淡地笑道 哈哈 不愧是何老 您怎么看龙血军团 虽然只达天厅 但大厦真正的战略力量的元帅 还是总司令 毕竟人多 因此 龙帅对何老 一向非常尊敬 其实何老并不老 也就五十出头而已 一定是冲着林浩去的 林浩的异能神福太强大了 新宫已经顾不上其他了 也只有那样强大的异能神福 才会让新宫疯狂 龙帅震惊为了林浩 为了异能神福 新宫竟然四个八阶异能强者 何老淡淡一笑 如果我是新宫 我也会不顾一切的 林浩和他的异能神福 真有那么恐怖 林浩刚刚觉醒不到一个月 你是知道的 可你知道 林浩如今的实力吗 请何老告知 超越战神巅峰 而且他出手时 根本没出全力 四 超越战神巅峰龙帅 震撼不已 整个人都呆住了 办上 龙帅才又说道 而且是非常郑重地说何老 恕我直言 以林浩近日的所作所为 您觉得他可靠吗 当然 何老脱口而出 我相信我女儿的眼光 啊 您是说哦 小林 是的 说到女儿 何老的脸上 露出了笑意 哈哈 我也相信何老的眼光 龙帅的心情非常复杂 陈鹰伴上 到那一和老所见 星空杀手 还要不要拦截抓捕 林浩能够对付他们吗 八阶战王级强者 可是非同小可呀 当然我都准备好 受与林浩战王称号了 何老忍不住激动的 战王何老 林浩竟然成长如此神速吗 那他岂不是即将成为 大夏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战王了 放下电话 龙帅心情非常复杂 何老似乎是有意撮合小林和林浩 要将林浩收入麾下 如果如此强大 若是将来不受管控 那可不行 来人 传令青龙朱雀 让他们俩带人去一趟魔堡 务必要赶在司令部 授予林浩战王称号之前 让他加入龙血军团 若是林浩不敌 就让青龙朱雀团灭心空杀手 是 龙帅 荣家的古典园林氏庄园 前院花园广场周围 已经是满目疮夷 星空的杀手 转眼间 就落在了林浩对面 一幢屋顶的飞檐之上 星空只来了八个人 两个个七阶巅峰 五个八阶初级 一个八阶终极 这阵容 若是在十几天之前 对付林浩绰绰有余了 可惜他们 不知道的是 林浩已经可以斩杀八阶巅峰 异能强者了 在星空公主的估算之中 此时的林浩 哪怕有异能神父 最多 也就提到七阶终极 为了万无一失 他甚至派出了八阶异能强者 八阶异能强者 七阶战神之上的存在 如果说 战神是一个个的小诸侯 那么八阶的战王 就是封疆大力 整个大厦 都是为数不多的 大厦的战王 基本上都是极手露面 神龙剑手不见尾的 除非是有敌国大军来犯 或者有S级 以及S级以上的 毁灭性兽朝发生 一般不会出来 最多在幕后主待大局 因此 大厦星空总部的负责人 非常有相信 这次可以拿下林浩 星空杀手一来 就被和林给迷住了 废墟中的美人 大长腿 绝世容颜 冷若冰霜的气质 太能激起男人的征服欲欲了 没想到这小子身边 竟然还有更漂亮的女人 这次转大发了呀 一个星空八阶 出击杀手邪校道 第101章S级沿江之海 什么情况 怎么突然出现了 六个八阶异能强者 还有两个七阶巅峰的 而且一看就不是 大厦官方的异能者 谁告诉我 这是怎么回事 大厦在整个江南地区 明面上的高阶异能强者 都没有这么多啊 荣城带来的江南军部将士 各个面露惊恐之色 他们都只是六阶异能者 面对八阶强者 简直有死无生 以他们的许可权 只知道明面上 有一个江南战神 还有江南军部的几个统领 也是七阶战神级别的 更多更强的大厦官方异能强者 他们就无从得知了 但他们很清楚 这么多八阶异能强者 同时出现在江南 江南军部和上面 不可能不知道 但却不明白 为什么会连一点风吹草动都没有 这次被荣城害惨啊 本以为灵战神饶了我们一命 没想到 却遇到了这么多八阶强者 你们说 这些人 不会是来找灵战神的吧 你们说 灵战神能打得过这么多 八阶异能者吗 虽然我不愿意这么说 但事实上 就算灵战神达到了八阶处级 可对方有五个八阶处级 还有一八阶中级 根本打不过的 所有的将士 都陷入了恐惧之中 星空杀手 全都盯着河林 出言不逊 言语羞辱言魔 这女人这么漂亮 你也不能独占 得跟兄弟们分享啊 星空杀手 顿时笑得更加邪恶了 眼神在河林身上 不停地移动 河林面色阴沉 杀气汹涌 激荡的长发 都在烈烈飞扬 周围气温 更是宛如寒冬降临 他的脚下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结冰 厚厚的冰层 急速向四周蔓延而去 突然 河林与林皓的身影 同时消失在原地 不好 小心 星空杀手研磨 错愕地怒吼 他没想到 河林这个看起来 柔弱无骨的冰山美人 竟然气势如此恐怖 竟然可以在他这个 八阶终极异能强者面前 隐藏实力 河林的速度很快 几乎是瞬间来到其中一个 出言调戏他的 星空八阶 出极强者面前 修长的玉址 凌空点出 星空八阶 出极强者 立即被冻成了冰雕 他也曾想过逃跑 反击 但他却惊恐地发现 在河林的异能面前 他的异能 竟然压制的施展速度 极度下降 他还来不及施展 就被冰住了 紧接着 河林打了个响指 星空强者 冻成的冰雕 一下子崩碎开来 一滴血都没流出 就这么 被弄成最快了 林浩的速度 却比河林更快 他瞬间来到 另一个调戏和林的 星空八阶 出极异能者面前 快的庞扶 不刚刚来到 而是一直就站在 他面前一样 林浩一掌拍出 八荒神火汹涌 席卷而过 星空强者 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 就被烧成了灰烬 所有人目瞪口呆了 江南军部将士 震撼之余 无不兴奋起来 惊恐之情顿时 少了非常多 没想到林战神这么强 竟然秒杀八阶 出极强者 还有林战神的女人 竟然也深藏不露 我们有救了 星空的强者 都有些心有余悸 一个个立即 全部穿上了战甲 催动了异能 进入战备状态 阎魔更是直接 拿出了战斗机甲 速度进入机甲内部 开启到战斗状态 做完这些 星空杀手 才有时间和心情感慨 和骂娘 不是我说 这次老大也太失策了 之前竟然说 林昊最多成长到七阶中级 这特魔是七阶中级吗 这起码是八阶初级啊 我连他的身影都看不清楚 其他人也是又惊又目 阎魔的目光 变成阴沉无比别废话 一起出手 杀了他们 星空杀手 立即同时全力出手 一点也不莫见 岩浆之海 岩魔怒吼 一瞬间 近百亩的荣家 园林上空 凭空出现了一片 巨大的岩浆 炽热无比的岩浆 在其中流淌 天空都为之 变成暗红之色 滴落而下的岩浆 彭腐一滴滴火雨 有的直接洞穿青石板 有的将一洞洞房屋 化成火海 滴落到小溪 或者湖中 更是将溪水湖水 急速急速沸腾蒸发 有的滴落到将士身上 直接将他们的肌肉烧焦 露出了骨头 转眼蔓延全身 不少人片刻间就被烧得 只剩焦黑的骨架了 惨叫声撕心裂肺地响起 众人惊恐地逃命 这是S级的异能 这还是岩浆之海 没有彻底发动式的威能 星空的其余强者 也是纷纷动手 各种强大意 能让人目瞪口呆 雷动八方 零号怒吼 第一时间施展SS级异能 在整个荣家上空 横向支出了一张细密的雷网 轰隆隆 雷声滚滚 震动天地 天空上瞬间乌云滚滚 电闪雷鸣 一副末日景象 转眼间 滂沱大雨清晰而下 将岩浆之海的温度 降低了不少 那些霉落而下的岩浆 在碰到雷网之时 发出刺耳的烧灼之声 瞬间被雷霆烧成灰烬 即便是滴落到 雷网空隙的岩浆 也会被雷网中 闪电般窜出的雷霆 烧成灰烬 多谢灵战神众将士 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纷纷跪谢雷浩 炎魔脸色铁青 眼角忍不住地 抽出你的异能 怎么可能 他不敢说出 SS及三个字 深怕其余星宫杀手 会惊恐地逃命 耗死他 炎魔心里能想到的 只有这招了 其实炎魔想多了 其他的星宫强者都不傻 早看出雷浩异能的强悍 知道他们再次 错付了雷浩的实力 他们深知 除了耗死雷浩 没有别的出路了 雷浩异能如此强悍 逃跑只会死得更快 毕竟是八阶异能强者 星空杀手 很快就从惊骇之中 清醒过来 八阶的四个 默契地围攻 向了雷浩与何林 七阶巅峰的两个 则是攻向了那些六阶的将士 想让雷浩与何林 不得不求他们 便得顾此失彼 分析而乱 可惜他们 还是太低估雷浩了 他直接射出 几百颗空间风暴球 围攻向他们 转眼之间 两人就被空间风暴球的空间碎片 切割成了碎片 最后被虚空吞噬的一前二进了 炎魔等人看到 零号施展的空间风暴鱼 震惊的心脏都快骤停了 这特魔还是人马两个 SS机能 给我去死 炎魔怒吼 星空杀手没有退路 只能拼了 第102张克金拳 轰隆隆 星空剩余的四个杀手 拿出了拼命的架势 岩浆之海之中 瞬间怒射出一颗颗 宛如赤色陨石般的岩浆 每一颗都精准地向零号咆哮而出 砰砰砰 岩浆石一颗颗撞击在了雷网之上 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声响 虚空被撕碎 阵裂又不断地被修复 漆黑的虚空明灭不定 地面也都在不停地震动 裂缝横生 一时间 荣家百亩园林 宛如世间末日 只是那岩浆陨石看起厉害 但一撞到雷网 就被更加强大的雷霆 炸成了渣渣 一滴也没露到地面上去 江南军部的将士 看到头顶上 岩浆与雷网的激烈交锋 都吓得本能地发抖 生怕林浩的异能 找不住 巨大的岩浆 砸到自己头上 一命呜呼 还不快离开荣家和林大声提醒 惊恐中的将士 顿时惊醒 拼命向荣家外 飞绿而去 啊 我要杀了你 你别过来啊 救命啊 我特魔 用铁头弓撞死你 突然 一众逃命的将士 不约而同地 发出了惨叫或者呼喊 一个个都停下了脚步 有的愤怒无比 施展异能 与空气搏斗 有的趴在地下 双手不停挥舞 彭扶正在掉下万丈深渊 有的用头不停地撞击假山 神情义愤填膺 不共戴天 有的直接捏住了自己的脖子 面色猙獰的 咆哮你杀我全家 你不得好死 和林大精 S级异能梦眼 他翘脸冰寒 双目如电 立即锁定了一个 星空八阶 出击强者 他凌空而立 看似入定一般 什么也没做 但周深却散发出了 极强的精神力波动 强大的精神力 甚至形成了 眼神可见的精神波纹 像是潮水般 向四周扩散而去 除了林浩和林 还有四个星空八阶强者 因为精神力强大 没有受到影响 其余的将士 有几千名都 受到了影响 转眼之间 便以各种离奇恐怖的方式 死去了几十人 实在是蔡林浩看不下去 无限空间 话音落下 几千名将士 瞬间消失 星空强者 本能的傻眼了 阎魔林浩 你还是人吗 这特魔怎么打 怎么打我告诉你 怎么打 林浩冷笑 催动雷动八方 巨大的遮天雷网 腾空而起 越变越大 将岩浆之海包裹了起来 雷网之中 巨大的雷霆爆闪 将岩浆之海 不断地炸裂 不到片刻 原本遮盖在荣家上空的 白亩岩浆之海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岩魔傻眼 可他还来不及震惊 林浩的身影瞬间消失 下一瞬间 就出现在了 穿着机甲的岩魔面前 一拳轰出 直接将岩魔机甲的脑袋击穿 滋滋 火花爆闪 砰砰砰砰 直接将岩魔的机甲 打得千疮百孔 黑烟大畅 眼看是废了 岩魔瑟瑟发抖我的妈呀 这可是八阶终极的机甲 几千亿呀 就这么废了 岩魔泪流满面地放弃了机甲 穿上机甲的岩魔 战力从八阶终极 飙升到了八阶高阶 可还是被林浩打得 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岩魔对一个星空杀手吼道 没看到我被打吗 还愣着干嘛 哥 马上来 克金铠甲 那个星空杀手怒吼一声 一个金色的铠甲 瞬间将岩魔护在护在其中 星空杀手 则是不断地铠甲上扔钱 每扔一次 他脸上肌肉就抽搐一次 克金铠甲的光芒 也就更加耀眼一点 你特么能不能脸上别臭臭 给我扔快点 老子以后还钱 给你岩魔没好气的吼道 岩哥你这话说的 我刚才那是牙疼 说着 扔钱的速度快了好几倍 转眼之间 他空间戒指中的几千亿钱 就全部扔了进去 克金铠甲 顿时光芒万丈 包裹在了岩魔身上 林浩 吃我一拳 岩魔眼中杀气汹涌 一个闪身 冒着金光的拳头 呼啸着向林浩砸去 金光闪闪 亮瞎众人眼 克金拳看到这顿操作 林浩都愣了一下 这一能 一般人还真用不起啊 不过还别说 这一拳的威力 直逼八阶高阶 林浩来兴趣了 邪笑一下 身影一闪 迎接而上碎心拳 碎心拳 八阶完美极技能 虚空为之碎裂 出现了百丈裂缝 阴暴之声 震耳欲聋 岩魔心如死灰 早知道多带点钱了 这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 碰 克金铠甲 碎成粉末 研磨被轰成了血物 我的三千亿啊 这也成了他的遗言 话没说完 他就被和林冻住了 然后碎成了冰炸 剩下的两个星空八阶 出击杀手 已经六神无主 完全没有恋战之心了 拼命逃窜 可惜还没冲出荣家范围 就都撞上了八方 没动没往 瞬间被炸成了炸 呼和林长出了口气 他可是第一次面对八阶强者 看似镇定 但要是没有林浩在 恐怖他也早就被吓到了 你到底什么等级 林浩惊诧地看着和林 一开始遇到他的时候 他给人的感觉 只有四接 可后来他跟着林浩 遇到越来越强的对手 却一直没有退缩过 竟然也是一次次越战越强 顿时引起了林浩的注意力 你猜和林燕燃一笑 林浩扶了什么鬼 我的秘密都告诉你了 你却让我猜 人家是女生吗 和林冷若冰霜的脸上 笑意盎然 竟然跟撒起了娇 还凌空向林浩缓缓走去 有那么一瞬间 林浩仿佛被电了一下 痴痴地看着和林 半赏才到好吧 和林突然认真起来 明眸好齿盯着林浩 未雨脸先红 柔声道林浩 我喜欢你 可能是林浩 斩杀八阶终极强者太帅 和林终于忍不住了 也可能是怕 被人先下手了 自从遇到林浩 亲眼看到 他一次次地狱强越强 渐渐地方心按许 平时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林浩身边经常都有旁人 这一次 他终于把握住了 和林第一次向男生表白 虽然红着俏脸 但出于郁姐的性格 他还是笑意盈盈地盯着林浩 等待她的回答 嗨嗨 林浩虽然被很多女生表白过 但像和林这样 拥有盛世美颜的郁姐 还是第一次 一时间都有点愣住了 你这是什么操作 刚打完架呢 就整这出 该不会是 还被梦魇控制吧 林浩觉得自己 都有点语无伦次了 他紧张啊 喜欢他的女生虽然很多 但是他自己喜欢上的女生 他却是会紧张的 看到沙发果断的林浩 竟然怂了 和林反倒是狡黠一笑 胆子变大了 郁姐气势爆棚 快步走上去 就要强吻林浩 林浩愣住了 双眼瞪得老大 眼看和林就要得逞 一道雷射 却从远空怒视而来 直击林浩脑袋 第103章血之陷技 一道接一道雷射 从远处的智慧战机上射来 那是魔都第四大世家史家的战机 眼看雷射直射林浩脑袋 和林花容失色 大声喊道 林浩小心赶乱我好事 你们找死 绝对零 和林的异能 施展到一半 林浩突然上前几步 一把搂住了他纤细腰身 霸道地吻了上去 和林人都降住了 水灵的双眼瞪得老大 眼中是越来越近的雷射 嘴里努力地说着什么 紧张的额头都冒汗了 却含糊不清 和林穿着黑丝的大长腿 都在拼命地踢 在提醒林浩保命要紧 这种事以后有的是时间 林浩却是连看都没回头看一眼 他感知到有雷射射来了 可是他不怕 林浩刚才认真想了一下 决定改变一下性格 不能怂 哪怕是面对喜欢之人的时候 和林心想 听说过剑光死 没想到我遇上了初吻死 哄 雷射射中林浩的瞬间 和林闭上了双眼 混沌之火自动护体 将林浩与和林包裹起来 但却不会伤到 作为主人的林浩与和林 强大的雷射 被混沌之火 瞬间烧成虚无 史家战机上的雷射炮 还在不停地怒射着雷射 混沌之火来多少秒多少 但它是有人性的 哪能这么惯着 哄 混沌之火呼啸而起 席卷上天 以毁天灭地之势 向史家战机咆哮而去 史金锐透过战机闲窗 看到混沌之火 吓得魂不附体 这是什么意义呢 什么火焰 怎么会如此可怕 二少 快跳机 一个史家七接巅峰 供奉大吼 拉着史金锐一起跳机 史家战机上的 所有史家供奉 全都吓得跳机 下一瞬间 哄 混沌之火 笼罩住了史家战机 比足球场还大的战机 瞬间爆炸 形成了一场 绚烂无比的烟花 在高空中盛放 白天也非常清晰灿烂 整个江南都看得到 哇 好好看的烟花呀 我天 这是仙人放的烟花吧 这么大 头顶上全是烟花 这是什么高科技呀 妈呀 有人在天上接吻 这也太浪漫了吧 天哪 这是求婚成功 放烟花接吻清楚吗 好浪漫 我的男人在哪 趁烟花还没结束 我也要甜甜的吻物 我没有男人 听到爆炸声 和铃睁开了双眼 又是震惊 又是激动 然后他看了看 近在咫尺的灵号 眼里有温柔 与甜蜜的笑意涌出 又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好浪漫的烟花 这可是我的初吻 可不能这么快结束 几千亿 几千亿呀 就放了个烟花灵号 你找死杀了我三弟 还拿我史家战机 当烟花放 我将要你错古扬灰 一脸乌黑 头上顶个爆炸头的史金锐 咆哮个不停 你们还愣着干嘛 还不快杀了灵号 是 史家一众强者 立即冲向了灵号 灵号很强 大家全部穿上 战甲领头的史家供奉 满脸皱纹 像刀客一样 眼神阴异 面色苍白无比 宛如恶鬼 他大声提醒道 少主哦 你也快进机甲 他自己也是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了机甲 藏门开启 跳了上去 然后操控着机甲 向灵号杀去 这时 野田家族 在江南的东营人也来了 看到荣家几千成了废墟 认定是灵号杀了野田田沟 也带人杀向了灵号 全是七阶高阶和七阶巅峰 粗略一看 竟然有二十五个 而且全都穿着黑色的战甲 灵号终于放开了和灵 和灵却还沉浸在灵号的温柔之中 冷若冰霜的脸上 流露出少女的痴心 与醉心的模样 水灵眼睛盯着他 眨也不眨一下 江南的东营狗 也太多了吧 灵号震怒 灭世之眼施展 一道道恐怖的光芒 从他眼中射出 向东营人绞杀而去 东营人根本无法躲闪 不到十秒钟 二十五个七阶东营 异能强者 灰飞烟灭 史家供奉 全都傻眼了 硬生生停止了 对灵号的进攻 二少快跑领头的史家供奉 声嘶力竭的吼道 他认定 史精锐即便有机甲 也不是灵号的对手 灵号的异能太可怕了 哪怕不是攻击他 却还是让他感受到了 致命的威胁 与恐怖的威压 史精锐 可是魔都艺能大学 大三的荣耀一星学生 他不信邪 怒合道跑什么跑 本少有八阶初级机甲 还有这么多人 怕什么 全都给上 杀了了灵号 史家供奉 只好硬着头皮上 血之陷技 领头的史家供奉怒吼一声 施展出了他的艺能 只见他整个人都变了模样 头发变长 迎风狂舞 指甲变长 寒光闪闪 宛如刀锋 身材变得高大了数倍 肌肉鼓起 脸上皱纹也消失不见 浑身有诡异的暗红色符纹 在疯狂闪烁 旁腐有生命一般 发出贪婪的光芒 随后 他用力再掌心一滑 暗红色的鲜血奔涌而出 又被周身的符纹吸收 符纹光芒大涨 周围的血腥与恶臭之气 汹涌而起 让人作呕 血魔和灵 终于从触吻的甜蜜中 被枪醒过来 皱着眉头怒喝道 你竟然没死 血魔灵昊问了一句 怎么回事 和灵道血魔的异能是血之献剂 要磨献剂自身的鲜血 要磨献剂别人的鲜血 献剂自己的血 会让他折兽 所以为了修炼这个异能 他杀了成千上万的平民 几年前 大厦的几支异能小队 发现了他的行踪 出手为补 当时他已经身受重伤 葬身火海了 没想到居然没死 还成了史家的供奉 灵昊眼中 杀意汹涌放心 今天他一定会死 血魔异能施掌后 彭扶失去了理智狂妄的小子 死的是你 话音落下 血魔周身符文 变成血色 在他掌中急速汇聚 变成了一柄血色长枪 煞气逼人 去死吧 血魔怒吼一声 长枪至初 射向灵昊 随着长枪至初 血魔又变成了苍老的模样 生命气息也更弱了 灵昊一拳红出 八荒神火 席卷而去 瞬间将血色长枪包裹 烧成了虚无 啊 血魔惨叫一声 一口老血喷出 浑身都在颤抖 生命气息再度下降 灵昊 我跟你拼了 血魔身影突然消失 如鬼魅般 冲向了史家的供奉 锋利如刀的指甲 插入他们脑袋 吸收他们的血液 鲜血喷涌 脑将奔流 啊 随着史家供奉 一个个拿下 血魔的生命气息 再次变得强盛 脸上的皱纹 也再次消失 整个人气势与战力 竟然突破到了八阶终极 第104章血魔斩 灵昊与何灵 看到血魔 竟然杀了同伴取血 顿时大怒 可以想象 这种冷血的人 杀害平民修炼的时候 是有多么的残忍 就连史家 二少史金锐 都看得目瞪口呆 恶心狂吐 把胆汁都吐出来了 吐得整个机甲 都是一片恶臭 要不是出去很危险 史金锐连这机甲 都不想要了 史金锐心里发毛 我身边竟然跟着 一个这么恐怖的人 不 这简直是魔鬼啊 要不是爷爷 是退役的战王 这家伙 估计 连我也会一起杀吧 史家的供奉 一个个地拿下 血魔的战力 终于停止飙升 稳定在了八阶 终极巅峰 离八阶高阶 只差一线之隔 史金锐还是 第一看血魔全力出手 恶心恐惧之后 还是忍不住震撼 虽然死了几十个供奉 但不得不说 血魔的异能相当变态 相当强的啊 竟然能够 透过吸收别人的鲜血 疯狂提升战力 七阶巅峰 到将近八阶高阶 这期间的提升 完全是逆天啊 难怪当年 大夏异能小队 抓了几年 也抓不到血魔 最后还让他死里逃生了 要是这样 能杀了灵号 血魔仍然是大功一剑 这次 我看你们怎么死血魔 发出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他的身体 又变大了几倍 此时就像是一具 人形机甲一样 足有五层楼高 血煞之气 弥漫四周 扑别而来 灵号精神力强大 完全不受影响 但何灵却有些血气 翻腾了起来 差点摔倒 赶紧抱住了灵号 此时的何灵 是真的柔弱无骨 软软的 香香的 灵号赶紧伸出一只手 将他紧紧抱住 何灵趴在灵号肩膀上 虽然隔着两座高山 但心里却乐开了花 脸上也露出了 阴谋得逞的狡狭笑容 哪里还有一点不是 这样 你有办法打吧 何灵娇若无力的 声音带着热气 吹拂到灵号身上 让人酥麻 灵号虎曲 一阵没问题 说着 将何灵抱得更紧了 何灵差点笑出声来 没想到我的演技这么好 史金锐都气炸了 死到灵头了 还在秀恩爱秀恩爱 死得快等你死了 我就抢了你的女人 告诉你 什么叫百次秀恩爱 不如一次实战 血魔斩 血魔被灵号轻视 顿时怒不可遏 大吼一声 手中凝聚出一把血色长刀 配合着技能 劈向了灵号 这一刀 战力无限接近八阶高阶 曾经无数次 血魔瓶借着这一绝杀 死里逃生 数百丈的血色刀影 划破长空 天地变色 彭腹有恶鬼 在天地间咆哮 仔细一看 却是那些刚刚被血魔吸血 所杀之人的灵魂虚影 被困在里面咆哮 充满了愤怒和不甘 灭世之眼 灵号眼睛一闭一睁 两道恐怖的光芒射出 带着灭世之威 瞬间就洞穿了血魔斩 灭世之光 继续一往无前 转眼间 就将血魔洞穿红纱 使惊瑞吓尿了 瑟瑟发抖 接近八阶高阶的战里 就这么 就这么死了七阶巅峰的战甲 竟然 如同虚射 他突然开始相信 血魔之前说的话了 哪怕有机甲 也不是灵号的对手 他不想报仇了 这一刻 他只想跑 使惊瑞 已经顾不上什么恶丑 操控着八阶初级的机甲 腾空而起 疯狂逃命 想跑 门都没有灵号冷笑 施展异能 时空禁锢 巨大的机甲顿时 停在了半空中 机甲中的使惊瑞 也被定住了 连眼珠子都无法转运 心中成分惊恐怎么回事 怎么不跑了 该死的机甲 赶紧跑啊 灵号一个闪身 来到机甲舱门前 暴力开启了舱门 走到驾驶室 一股恶臭扑面来 灵号立即退后 怒喝到小子 把驾驶室给我清理干净了 否则我杀了你说着 解除了使惊瑞的禁锢 一个八阶机甲几千亿 灵号不想浪费了 要是送给刘顺 他不得高兴死了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我爷爷是退役的战王 你不能杀我啊 使惊瑞已经吓傻了 一个劲的求饶 恐吓 灵号怒喝到 给你五分钟 再不清理干净 我马上杀了你 使惊瑞猛然惊醒 瑟瑟发抖地开始清理 清理完后 又把垃圾扔了出去 反复确定了好几遍 才跪在灵号面前 求饶我已经清理干净了 求求你 别杀我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灵号冷笑出手杀我的人 还想活命 灵号居止一谈 精准地控制着八荒神火 将使惊瑞烧得扎都不剩 却没有伤到机甲丝毫 出了机甲 灵号将机甲收进了无限空间 让里面的制造机器人 维修一下舱门 接着对和灵说道走吧 去把东营艺能大学给拆了 嗯 和灵温柔地硬道 一个闪身来到灵号身旁 并肩向江南东营艺能大学飞去 很快 两人就到江南的东营艺能大学 除了大门上的牌匾 还没挂上去 一切都已经弄好了 大门外挂了许多东营人 用来庆祝的装饰 门口人来人往 大门口则是站着 穿着东营服饰的异能保安 眼神不善地看着路人 大门旁边的围墙上 还有一块牌子 写着未经允许 不得入内 灵号大怒特魔的 没经过老子的允许 就在大厦间 私立异能学校 找死 灵号一拳轰出 直接整个大门 牌子 以及门口的东营保安 轰成了粉末 周围的路人吓傻 纷纷逃命 跑到了老远才也停下来 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校内的东营异能者 全部被惊动 一下子冲了几十个出来 起码都是五阶初级的异能者 领头的一个 则是六阶巅峰 八嘎 是你毁了我东营私立异能大学的大门 还杀了我们大东营人 那东营人 看到门口 只有灵号和和灵 而且都是一脸愤怒 立即就对他怒吼起来 灵号冷笑 一个闪身 一拳轰出 东营人的脑袋 直接被轰成了血物 无头尸体 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死即片刻后 远处的路人 爆发出了欢呼之声 陈捕木曹这的年轻人 可以啊 有血性第105章 那就留下当养料吧 打得好 早就看这群东营狗不爽了 说得对 我要是有这年轻人的身手 早就把这给拆了 灵号怒毁东营私立异能大学大门 斩杀东营人 引起周围百姓的欢呼 东营人大怒年轻人 这是东营的私立异能大学 你赶我们的人 今天你死定了 灵号冷笑死的是你们 大手一挥 上千颗八荒神火火球 呼啸而出 密密麻麻 将几十个东营异能者围住 慢慢啊 烧成灰烬 连渣都没留下 这一次 灵号可是故意降低了 八荒神火的温度 让东营人在炽热的焚烧中 受尽痛苦 这才慢慢死去 陈捕木曹 实在太爽了小伙子 大叔也想狠狠地揍东营狗一顿 可是大叔不是异能者 你能帮大叔一下 让大叔实现一下愿望吗 灵号瞄懂安排 帅哥 给我也来一个 大哥 我也要 兄弟 还有我 一时间群情沸腾 魏元魔的过年 还爽还热闹 灵号像沙神一样 像东营私立异能大学内走去 转眼间 上百个东营异能者 从各个楼层冲了出来 有的赤手空拳 有的拿着武士道 起码都是五阶高阶以上 最强的十个 更是七阶巅峰 江南的百姓 都远远地跟着灵号进来 看到一百多东营异能者 杀气腾腾 都停下了脚步 替灵号担心 很多人立即拿起了电话报警 其中有些低阶的异能者 感受到东营异能者等级很高之后 更是大声地对灵号喊到兄弟 小心啊 这些东营狗 最强的恐怕的七阶 而且有好几个 七阶 干 那不是传说中的战神级别吗 狗日的 说什么 只是建异能大学 竟然埋伏了这么多异能强者 他们想干什么 东营狗滚出江南 东营狗滚出大厦 灵号听了颇为感动 这些百姓 大多是普通人 其中那几个异能者 也不过二阶 但是他们都在他们陪着灵号 没有退缩 大家别担心 我是有辈来的 今天 我会将这里 移为平地 为首的东营人 也填唇勾双眼冲写 面目猙獰 怒喝到小子 我们建异能大学 只是纯粹的学术交流 你竟然擅闯进来 杀我东营人 今天你必须死 交流你魔 灵号怒吼一声 身影一闪 来到野田唇勾面前 唇力量的一拳轰出 力量控制得非常精准 直接将他半边脑袋打碎 让他无法施展异能 同时又不至于死 然后像老鹰捉小鸡一样 将他提起 向后一扔 正好扔在了江南百姓面前 众人先是愣了一下 他们不是愣别的 而是没想到 他们刚说要打东营狗 灵号这么快就安排了 而且废掉的 还是这里为首的东营人 野田唇勾 我躁 年轻人讲诚信啊 还愣着干嘛 给我往死里打 砰砰砰砰 无数的拳脚暴怒的轰向 野田唇勾 啊 不要打了 不要打我 我求求你们了 野田唇勾惨叫 鲜血喷勇 声音越来越小 爽 真特磨爽 兄弟 再来几个 不够打呀 谁都别跟我抢 下一个 让我一个人打个够啊 砰砰 几乎是眨眼之间 灵号又打费了 几十个东营人 随手扔到江南百姓面前 这些温婉的江南人 打起东营狗来 那是一点也不含糊 非常热血 东营人吓傻了 这个大吓的年轻人 怎么这么恐怖 才十几岁 竟然一拳打费了 野田唇勾先生 打狗也没这么轻松吧 灵号你的中文 学的真特磨得好 我都不忍心杀你了 话音落下 灵号开始了疯狂的虐杀 一拳一个 拳拳爆头 还不让东营人马上死 力量控制得精确无比 啊 东营人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满地打滚 血流成河 惊恐暴墓的东营人 也曾反击过 甚至有人冲向了江南百姓 可是灵号没有给他们任何机会 东营人刚刚冲过去几步 灵号就闪身而过 一剑将其拦腰斩断 出于惯性 东营人的两部分尸体 还向前冲了几步 这才倒下 那些想用异能反击的东营人 更是被灵号 用八荒神火火球 直接烧成灰烬 片刻后 东营人全都倒了下去 惨叫声越来越小 转眼就全死了 最后 灵号大手一挥 八荒神火呼啸而出 将整个东营私立大学 烧成灰烬 江南百姓欢声雷动 一个个都把灵号夸上天了 小伙子 你结婚没有呀 我有个女儿 那可是长得花容月貌 跟你相配得很呢 大叔 你这就不厚道了吧 人家女朋友在这站着呢 女朋友又怎么了吗 只要没结婚 就有机会嘛 你说是不是小伙子 灵号 和灵气的胸膛剧烈起伏 江南百姓是不是太热情了 八荒是谁 是谁干的 给我站出来 话音落下 一个东营人 一刀斩在了焦黑的空地上 他斩的方向 竟然正是灵号和江南百姓这点 一时间地动山摇 地上顿时出现了一道百米深坑 眼看霸道无匹的刀器 如大江大河汹涌而来 手无寸铁的百姓 都被吓到的 灵号瞬间变脸 全身杀气澎湃 拔剑 出剑 赤焰烈天斩 带着赤烈无比的八荒神火 和滔滔不绝的冲天杀气 以毁天灭地之势展出 瞬间将那东营人劈成两半 随后又被八荒神火烧成灰烬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前后不到一秒 真正的秒杀 刷刷刷刷 焦黑的空地上 又来了一个东营人 胸前的衣服上 写着柳生两个字 还有他们的族汇 柳生家族的人来了 本来一共五个 各个都是八戒 最强的一个 八戒终极 死了一个 只剩四个 丢人 太丢人了 柳生家族四人 各个面色铁青 柳生纯一狼道 没想到 大厦出了个这么年轻的 八戒战王异能强者 要是不来大厦 我们还不知道 看来在大厦建 东营私立异能大学 很有必要 我们私立异能大学 是你毁的吧 林皓冷笑 杀气再起 柳生纯一狼 眼角抽搐 阴沉道没关系 毁了 我们可以重建 但是你 还有这些人 都必须死 林皓怒急返校 东营狗 既然贼心不死 那就留下当养料吧 第106章 柳生纯一狼的下场 布阵 柳生纯一狼眼 看林皓发怒 不敢怠骂 毕竟刚刚柳生家族的 八阶处级 刚刚被林皓 一剑劈成了两半 四个东营人 立即腾空而起 向林皓围去 你们先退开 林皓对江南百姓道 他自己则是带着冷笑 走向了四个东营人 刀阵嘛 我倒想看看 东营狗 能将刀玩出什么花来 林皓身形一闪 直接进入了 东营人的刀阵中心 根本不带怕的 小伙子 东营人应得很 小心啊 要介绍女儿 给林皓的大叔 担心地喊道 其他江南百姓 也是纷纷叫林皓 多加小心 林皓挥了挥手 让大家淡定 四个东营人 将武士刀挥舞的眼花缭乱 不断缩小包围圈 眼看林皓 不仅自己送进门来 还站着不动 脸上顿时露出了 阴狠与得意的笑容 东营人开始加快步伐 四人急步而行 很快就变换成了 一道虚影般的圆环 神武牵刃 刀声呼呼 周围的虚空 不断出现细密的裂纹 四周的地面 不断地被刀器切割 尘土飞扬 碎石横飞 转眼间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 吐龙卷风 围观的低尖异能 百姓大惊 这刀阵威力提升了数倍 恐怕已经达到八阶高阶啊 八阶高阶 有多厉害啊 八阶高阶 怎么说呢 这么说吧 差不多二十个江南战神 都得挂 你自己想象一下吧 二十个江南战神 都打不过 那他能打得过吗 我相信他呢 他刚刚不是说了吗 他是有辈来的 我也相信 你看他那样子 多自信 一点不带怂的 大厦的年轻人 就该这样 唉 我只恨自己的等级太低 上去也是拖后腿 不然看我揍他狗日的 完了 现在看不见了 不知道小伙子 在里面怎么样了 何灵却是一直很放心 淡定地看着 龙卷风越卷越快 越卷越大 转眼之间 巨大的龙卷风之中 飞出了无数锋刃 呼啸地展向林浩 柳生纯一郎四人的身影 更是如鬼魅一般 化为道道残影 杀向林浩 真是 幻影 真假难辨 哪怕是八阶高阶的 异能强者 被困在其中 都免不了要挂 不过他们遇到的是林浩 他可不是一般人 八荒神火 林浩周身腾起八荒神火 化身火山 所有触碰到八荒神火的锋刃 全都被烧成了虚无 怎么可能 能斩杀八阶 初级的可怕锋刃 竟然碰都碰不到他 去死吧 柳生纯一郎 一刀 劈向了林浩 刀光森寒 风锐无比 可下一秒 我的刀柳生纯一郎 感觉自己 一刀劈空了 有种劈中空气的感觉 身影也因此 亮腔了一下 但他毕竟是八阶 终极强者 反应极快 立即闪身退开 再一看手中的刀 已经被烧得 只剩刀柄了 上面还有八荒神火 在呼啸 八个柳生纯一郎 下得赶紧扔了武士刀 他相信 要是晚扔半秒 他的手 已经被八荒神火 烧成虚无了 天外陨石炼制的 超级合金做的刀 竟然轻易被烧没了 这是什么恐怖火焰 起码得S级吧 柳生纯一郎 惊恐得浑身冷汗 其余四个东营人 也是如此 其中一个反应慢了一点 八荒神火 直接从残存的刀柄上窜起 将他的小手臂烧没了 柳生纯一郎见状 立即又从空间戒指中 取出一柄刀 果断地将他的手臂斩断 这才保住了他一命 啊 断臂东营人 惨叫连天 声音大的 甚至盖过了龙卷风的声音 柳生纯一郎怒喝道 叫什么叫 把我们东营人的脸 都丢进了我们东营人 只有战死 没有惨叫的 那人立即强忍地闭嘴 不再惨叫 百姓们听到惨叫声 先是心惊般的一愣 等到分辨出 那是东营人的惨叫声后 顿时大喜 欢声雷动 太好了 是东营狗在惨叫 我就说 小伙子很厉害 没问题吧 不愧是我大下的年轻人 一条四 竟然打得对方 嗷嗷乱叫 爽太爽了 柳生纯一郎四人 全都取出了新的武士道 还想再砍林浩一波 林浩冷笑太小磕了 不完了 不过 我倒是很想知道 你们这些东营狗 是不是真的像你所说的 不会惨叫 时空禁锢 柳生纯一郎四人 还没明白林浩说的话 什么意思 突然就定住不动了 林浩大手一挥 八荒神火腾空而起 将被定住的巨大的龙卷风 烧成虚无 龙卷风消失 江南百姓 看到了里面的情景 顿时震惊的目瞪口呆 恶躁 小伙子也太强了 竟然把狗热的定住了 真的好强 这些东营人可都是八阶亿能强者 他竟然能定住他们 柳生纯一郎四人 连眼珠都不动了 脸上神情呆滞 虽然还不知道林浩干吗 但四人都有种毛骨悚然的不好预感 林浩拿出了自己的剑 解除了柳生纯一郎四人脑袋的禁锢 你要干嘛柳生 纯一郎脱口出 惊恐无比 斗大的冷汗直流下 林浩挥剑 斩断了柳生纯一郎的手掌 鲜血喷油而出 阿柳生纯一郎惨叫 但一想到自己刚刚说的话 立即强忍了下来 林浩冷笑 我看你能忍到什么时候 刷刷刷刷 林浩初见如风 现场表演起了凌迟 只见片片血肉飞舞而起 柳生纯一郎再也忍不住了 撕心裂肺的惨叫起来 全场死忌 随后欢声雷动 我糟 小伙子 这种好事不要一个人独享 大叔也想试试 我也要 我最恨东赢人了 于是 附近家具店 滞销数年的菜刀 五分钟内就收完没货了 就连五金店的电锯 都被抢购一空了 天色江碗 花灯初上 小桥流水 家人才子 笑语盈盈 林浩笑道 难道来一趟江南 咱们去吃蟹吧 我要把蟹的第一做法 都吃一遍 吃完了好前活 还有很多是等着我呢 和林一听 心跳少了一拍 那岂不是有机会一起 夜部归宿第107章 死人是不需要赏金的 江南军部率账 江南战神海晴天 刚刚回来 就有人上来禀报 战神 天机量子卫星网监测发现 边境外有上百个境外异能强者 接近江南 而且 至少都是七阶高阶级以上的强者 最强的达到了八阶高阶 其中 还有十五个暗榜排名前 二百三十名的杀手 请问是否予以拦截 海晴天震怒 至今八阶高阶 暗榜前二百三十的杀手 岂有此理 这些人想干嘛 想跟我大厦开战吗 八阶战王级强者 可不是我江南军部能搞定的 我得马上联络魔都军部的战王 请求他们出手 海晴天刚要打电话 红色的电话却响了起来 他赶紧立正 非常恭敬地接了电话 江南军部海晴天 请问有什么指示 海晴天朗声道 境外来江南的那些家伙 你就不用管了 你只需保护好江南百姓就行 那些人 放他们进来 交给林浩 关门打狗 说完 电话就直接挂了 海晴天甚至没听出 是谁给他打的电话 可是红色电话的加密等级 是绝密级 事关大下安危 不可能被骇客入侵 海晴天只能执行命令 只是他很奇怪 这林浩究竟是谁 报 讲 战神 今日荣成荣统领 带兵去了荣驾 说是去找林浩报仇去了 据说是他三弟被杀了 海晴天惊诧不已 什么林浩竟然杀了荣家三少 海晴天心念电传 想了很多 心情非常复杂 上头点名 要林浩处理境外的杀手 和八截强者 说明非常看重林浩 看来林浩真的很强 要是这样的话 荣成找林浩报仇 肯定是打不过的 以荣成的个性 很有可能惹怒林浩 搞不好要被林浩所杀 不行 尘儿不能死 来人 给我调兵十万 全副武装 去荣家 还有 马上给我查 我要林浩的所有资讯 是 战神 情报员立即开始查 三十秒后 震惊地禀报到战神 查不到林浩的重要资讯 只能查到他是本届全国五考第一名 其他资讯没有许可权检视 什么没有许可权 检视五考第一 五考第一到现在 最多也就三队巅峰 已经非常逆天了 可这根本对付不了八阶强者呀 上面怎么会难道 林浩有强大的异能神符 修炼速度逆天 海青天立即就想到了异能神符 震惊无比 来人 快 加快调兵速度 所有人 以最快速度赶赴荣家 海青天有种不好的预感 上面如此看重林浩 他一定是有强大的异能神符 这样的绝世天才 通常脾气都很傲 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要是荣成得罪林浩 恐怕被杀了 也只能是白杀 他绝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 毕竟荣成是他的亲儿子 江南千年水乡古镇 三百年老字号 谢霸王 专业卖谢 各种烹调方式都有 色香味俱全 闻名大夏 林浩和和林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点了五十几道菜 醉蟹 炒蟹 蒸蟹 蟹黄小笼包 应有尽有 两人吃得非常尽兴 快吃完的时候 店里的电视突然插播一条紧急新闻 紧急播报 江南首富荣天红的二儿子荣华 及荣家供奉近百人 企图突破严密的边境防护网 逃离大夏 被军部及时予以拦截 荣华及荣家供奉拒捕 双方发生激战 荣家供奉死保荣华 只是 荣家小看了军部的力量 目前荣家供奉大多被斩杀 只有三人护着荣华 逃回了江南 请广大市民小心 若发现荣华等人行踪 请第一时间向相关部门报案 据悉 荣家早已将七万多亿的资产 转移到了花旗银行 几乎无法追回 荣家手下 还有很多烂尾的各种工程 其建设资金 也早已被荣家吞没 给大厦人民 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荣家还与神秘的邪恶 组织新宫 有所往来 简直是大厦的败类 希望荣家人 早日被绳之以法 看到新闻的时刻 顿时大骂荣家 这些不得好死的人 跟卖国贼有什么区别 赶紧把他抓住 送到监狱里去 这种人还送监狱 简直是浪费粮食 依我看 直接斩杀就是了 我听说 荣家今天被人毁了 大战打了大半天 听说荣家除了二子 没有一个人活着出来 真是大快人心 荣家活该啊 不仅转移资产 还跟东应人勾结 这种人 最好直接灭门 看到新闻 林浩笑了花旗银行嘛 看来早晚得把花旗银行 变成林浩银行啊 至于荣华 既然没逃掉 那就安心去死吧 林浩直接买单走人 与和林一起凌空飞行 利用军部的天机量子卫星网 找到了正要返回荣家的荣华等人 荣华虽然是异能修炼方面 颇有天赋 便其他方面却很一般 出不了境 就只知道 回来找他老爸想办法 结果刚到江南上空 就被林浩拦住了 荣家从史家买的二手智慧战机 已经被击落 现在他操控着机甲 机甲外围 有三个七阶巅峰的荣家供奉 跟随保护 大胆 谁敢挡荣家二少的机甲 速速让开 否则格杀勿论 荣家供奉装枪做事的 林浩冷笑荣家 早就成了过街老鼠 谁给你的胆量 在这大呼小叫 林浩直接一挥手 几千颗八荒神火火球发出 转眼间 将三个七阶巅峰的荣家 供奉为助 活活烧死了 一招斩杀三个七阶巅峰 荣华魂都下磨了 他没想到 林浩比他还年轻 战力竟然如此恐怖 吓得他慌不择落 全力操控机甲 只想逃命 时空禁锢 林浩丝毫不拖泥带水 直接封死了荣华的机甲 然后一个闪身 强行开启机甲舱门 将施展八荒神火 将荣华斩杀 最后将机甲收进了无限空间 让制造机器人 去维修损坏的舱门 苏林也有机甲可以用了 真不错 So 林浩刚刚收回机甲 一颗超合金的子弹 从后下放一处隐秘的树林中 以十倍因素暴施而来 林浩精神无比强大 直接伸手 将合金子弹给夹住了 外军用的合金子弹 看来荣家找得境外杀手到了 可惜了 他们不知道 荣天红已经死了 就算完成任务 也拿不到赏金 不过 死人是不需要赏金的 第108章 一个也逃不掉 林浩将合金子弹搓成粉末 脸上露出一抹 充满杀气的冷笑 身形一闪 向下方的狙击手 杀去 居然跑了林浩有些吃惊 要知道 他的速度已经接近了九阶级别 看来这杀手觉醒的异能 极有可能是速度 而且不仅可以提升自身的速度 还可以提升物体的速度 否则再好的狙击枪 也不可能打出十倍的因素 他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跑掉 So 又一发合金子弹 从树林远处射来 林浩如法炮制 伸手夹住子弹 捏成粉末 还能让子弹拐弯 避开障碍物 这杀手 有点意思 在林浩之前的感知中 合金子弟是拐着弯射来的 不过 也就到此为止了 话音落下 林浩全速前进 向子弹射来的方向追了过去 H YGD 你怎么可能这么快该死的 荣家的情报有误啊 境外杀手惊恐无比 赶紧收起了狙击枪 换成了匕首 惊恐而又目不转睛地盯着林浩 他是暗榜排名第227名的杀手 曾经的国艺能特种部队兵王 这个时代 中文已经成了全球第一通用语言 全球人多多少少都会讲 现在知道 已经太晚了 林浩冷笑 那可不一定 我可是 七阶高阶异能强者 境外杀手不服气地说道 假装要出手 就在这时 又一颗合金子弹向林浩击射而来 这颗子弹 只有五倍因素 但却是从不远处射来的 要是一般的异能者 在面对敌人 精力分散之时 肯定是挡不住 甚至是发现不了的 可惜 他们碰到的是林浩 以林浩的精神感知力 他早就发现 树林中不止一名杀手了 林浩冷笑 伸手接住合金子弹 一挥手 立即将子弹甩出 子弹竟然达到了15倍的音速 而且同样会拐弯 转眼之间 不远处的树林中 立即就响起了一声惨叫 另外一句 埋伏树林中的 七阶高阶境外杀手 被林浩爆头了 在林浩九阶的精神感知中 周围数千米的一切障碍 形同虚设 林浩前方的境外杀手 惊骇无比 全身本能地颤抖了一下 手中的匕首 差点掉在了地上 额头上冷汗直流 在我面前耍小聪明 你是闲死的不够快事吧 杀手扑通一跪了下去求求你 饶了我吧 去求阎王吧 林浩一掌拍了下去 直接将他拍成了肉匠 林浩刚要离开 突然从四面八方 围了三十几个境外杀手过来 最低的是 都是七阶高阶 三十几人 个个眼神不善 盯着林浩看了几眼 似乎觉得林浩很弱 赏金垂手可得 放松了下来 开始面面相去 没想到林浩这么抢手 两千亿赏金 三十几个人 这可怎么分其中一人 有些不爽地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谁都别跟我抢 两千亿是我一个人的 谁敢跟我抢 别怪我心狠手拉最强的 七阶巅峰杀手 陈生道 周身杀气汹涌 一看就是个暴脾气的家伙 吓得其他的杀手 一时间都不敢说话 大卫 你只有一个人 难道 你想跟大家为敌吗 另一个同样是七阶巅峰 但战力烧训的杀手 雷娜得不满道 大卫不傻 都是杀手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他也担心被围攻 你别挑拨离剑 谁愿意站在我这边 我就分十亿给他 虽然不说 但不用你们出手 怎么样 算我一个 还有我 很快 就在十五个人 都站在了大卫身边 剩下的杀手 布满大卫的做法 不想跟他再合作 都向雷娜的那边 靠了过去 零号大笑一群废物 赏金还没到手 就想着分钱了 可惜你们不知道 初悬赏的江南 首富容天宏 已经被我杀了 什么你杀了容天宏 一群杀手 错愕不已 这还是他们职业生涯 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悬赏的目标人物 活蹦乱跳 出赏金的人却死了 暗榜皆悬赏 通常只是先收三十的定金 如果出赏金的死了 那么这些定金 基本上会被暗榜私吞 杀手即便能拿到一部分定金 也不会多 因为暗榜的手续费 一向很高 我不仅杀了容天宏 我还灭了容家 林浩轻描淡写地说道 像是再跟一群老朋友在闲聊 三十几个杀手听了这话 就没刚才那么淡定了 一个个心里 都开始有了不好的预感 能来看江南首富的人 一定不会弱 搞不好 还很强 难道说 我们从杀手 变成了猎物 林浩冷笑当我的猎物 你们还不配 不过 既然来了大厦 就不能白来 否则 以后境外的杀手 会以为 大厦是个可以胡来的地方 所以 你们就留下当养料吧 不好 快跑胆小的杀手 惊恐地喊着 撒腿就跑 林浩眼睛一闭一睁 灭世之眼施展 两道灭世之光射出 轰得一声巨响 那个杀手就化成了血物 洒向了下方的树林 三十几个杀手 瑟瑟发抖 无不从灭世之光中 感受到了一股 令他们灵魂颤里的恐惧 雷纳德率先大声提议到大卫 我们大家得联手 否则所有人都得死 大卫面色凝重的点头没错 大家联手林浩能灭了荣驾 实力肯定不弱 那就是说他的身上 说不定有越过两千亿价格的宝物 大家一起杀了他 平分宝物 雷纳德补充到大卫说的对 这一趟不能白跑 我们三十几个联手 浩都浩死他 很好 我同意联手 我也同意 一群杀手顿时恢复了信心 雷浩冷笑你们 一个也跑不掉 雷动八方 八荒神火 一道数千米雷霆之网 凭空出现 收拢成一个巨大的雷网之球 将所有杀手 都笼罩在了其中 随后 一万颗八荒神火火球 铺天盖地地呼啸而出 转眼之间 将三十几个境外杀手 全都烧成焦炭 彭扶一场绚烂的烟花表演 照亮了夜空 这是雷浩有意降级了八荒神火的威力 要将他们烧成灰 留下当养料 否则 他们连渣都无法留下 第109章召唤福布半藏 雷浩与和林并肩飞行 向江南方向而去 打算主动出击 去杀境外杀手 一路上 雷浩还斩杀几只飞行凶兽 境外杀手 也在找雷浩 雷浩两人 很快来到江南郊外的废弃自来水场 怕杀手找不他 还特意在抖音上释出了地址和定位 雷浩在此恭候各位 还附上了一张 用T6千拍的自拍照 帅气的脸上 带着意味深长的笑意 杀手们一看陈捕木槽 雷浩这么嚣张的嘛 不会有什么陷阱吧 不管了 他都发布定位了 要是去晚了 两千亿就被人抢了 还真是自来水场 雷浩比我这杀手还嚣张啊 这能人给我等着 自来水场很好 省得我找了 两千亿 我来了 作为全国五考第一名 雷浩一发抖音 几千成粉丝 立即激动了起来 纷纷在正面留言评论 浩哥 好久不见 怎么跑江南去了 好好的江南水乡不去 怎么去废弃自来水场啊 浩哥不是被绑架了吧 陈捕木槽 浩哥来江南了 我就是江南 浩哥 有空来我家呀 全歇业安排起来 浩哥半夜三更 不会跑这去约会吧 图个地广人稀 你才约会 你全家都在约会 浩哥肯定还是单身 林浩看着评论 笑不活了 刚要回复评论 突然目光一灵 看向了前方的夜空 视线之外 一个扛着火箭筒的 七阶巅峰 境外杀手 正小心翼翼地 向林浩这边飞链来 还不时检视地形 寻找伏击点 林浩冷笑 一个闪身来到他身旁 凌空倒立 拍了一下他的脑袋 你是在找我吗 碰 境外杀手打死都没想到 林浩能无声无息地 出现在他头顶 整个人都吓傻了 手一抖 火箭筒直接走火 林浩一掌一拍下 手掌之上 带着八荒神火 直接将烧成灰烬 没劲 太弱了 林浩慢悠悠地 往废弃谁常走 没多久 突然背后有一道 人形虚形 悄无声息地飞链而来 虚形手中 还有把短刀 寒光闪闪 在夜色之中 彭腹流星般划过 七阶巅峰杀手 速度非常快 宛如鬼魅 眼看就要一刀 刺中林浩后心 可就在这时 林浩身形诡异地消失 瞬间来到了人形虚形身后 冷冷地望着他 杀手还在惊骇 东张西望地找林浩 怎么可能 我觉醒是暗影一囊 在夜色中 可以加持十倍的速度 除非是八阶高阶 否则根本发现不了我 林浩摇头 叹息到我在这 杀手大惊失色 急速转身 反手就是一刀 快准狠地刺向林浩胸口 可惜迎接他的 是密密麻麻的空间风暴球 杀手来不及回撤躲避 一刀刺向了空间风暴球 一瞬间 整条手臂就没了 啊 下一瞬间 空间风暴球 呼啸而上 将他吞噬 林浩继续往回走 没多久 一个穿着忍者夜行衣的 东营 异能杀手出现了 这是个变异的 东营异能者 在东营异能者之中 极为罕见 通常变异的异能者 都会被正常的异能者 视为敌人 并尽可能快地将他们斩杀 但他却活了下来 因为他是东营 德川家族的人 而且他变异后 还留着一点点的灵智 没有完全丧失自我 当然 最重要的是 他觉醒的异能 是召唤 不仅很强大 而且修炼速度很快 他才23岁 现在已经是八阶出级了 被德川家族 奉为质保与秘密武器 这一次 德川家让他来 并不是为了钱 而是为了小事牛刀 是让他来历练的 被核污染 导致变异的人 浑身都出现了畸形 脸上长着肉瘤 已经流浓发臭 牙齿长成了獠牙 刺穿了脸部 面板上 还有很红色或黑色的 不规则斑点 比凶兽还丑陋 林浩只看了一眼 差点就吐了 紧接着 在他身旁 又出现了一个东营人 德川千秀 七阶巅峰 你就是林浩江南首富会 悬赏杀你 看来你就敢很厉害 算是大夏的天骄 现在我想看看 大夏的天骄 能不能打赢 我大东营的天骄 德川七郎杀了他 德川七郎 艰难地点了点头 开始手舞足蹈 嘴里念念有词 声音沙哑沉闷 完全听不懂在说什么 可是很快 场中黑光一闪 竟然凭空出现了 一个东营忍者 而且他的服饰 显然不是这个时代的 初代的服部半藏林浩 你受死吧 德川千秀的一道 林浩都忍不住愣了一下 这也能有点意思啊 服部半藏修炼 是古武学 在那个时代很厉害 在这个时代 战力换算下来 也达到了八阶终极 服部半藏 没有半点废话 上来就出手 出手就是杀招 整个人突然隐身不见 但是上千个 各种奇形怪状的暗器 已经向林浩呼啸而来 破空声密密麻麻 如机枪在扫射 这要是打中 不得变成筛子 林浩淡淡一笑 八皇神火笼罩全身 变成了神火铠甲 所有暗器还没碰到他 刚刚接触了一下八皇神火 就被烧成了灰烬 隐身的服部半藏 瞬间又出现在林浩面前 人看不到 但一把寒光灵力的刀 却急速刺向他的心脏 彭扶凭空出现一般 林浩淡淡一笑 身形横移 服部半藏刺空 但立即改刺为横扫 出手如风 德川七郎大喜 拍手称赞优西杀了他 但下一瞬间 德川的笑容却僵性了 他目瞪口呆地 看着服部半藏的刀 那刀 竟然被林浩轻轻地夹住了 服部半藏用力抽刀 刀身却是纹丝不动 庞扶被两块巨石给压住了一样 八皇神火 刀身被烧成虚无 火焰向服部半藏手臂 蔓延而去 速度奇快无比 他根本来不及躲避 手臂就快被烧没了 服部半藏一声没坑 病长为刀 一挥而下 将自己的手臂斩断 鲜血喷涌 再次隐身 下一秒 服部半藏出现在林浩上方 一掌拍下 但这一掌却是虚形 他的真身已经变换成了四个 另外三个 同时从不同的角度 施展三大不同的绝学 碎人斩 列地斩 开天斩 杀相林浩 速度快如闪电 真假难辨 真假难辨 那就不变林浩不动如山 施展八皇神火 三千颗火球 密密麻麻地将他围住 服部半藏 再次猝不及防 收手不及 剩下的手臂也废了 不过这一次 八皇神火火球 却是急速呼啸而出 将服部半藏笼罩 活活烧死了 林浩淡淡一笑 来而不往非离也 德川千锈傻眼了 冷汗湿透了后背 大下的年轻人 都这么厉害吗 德川七郎 倒看不出什么脸色变化 因为脸上都是难看的肉酱 已经看不出是脸了 德川千锈猛然惊醒 大声吼到七郎 快快召唤 快快召唤一个厉害的东西出来 德川七郎 立即开始做法 这是他一天之内 第二次放大招了 此时的他 已经有些疲惫 召唤非常慢 德川千锈 惶恐不安地守在他身边保护他 眼神死死地盯着林浩 生怕他出手打断 突然 一阵雷鸣般的破空声响起 一家直径两百多米 长三角状双翼智慧战机 呼啸而来 江南战身开启舱门 彭腐野兽般 对着林浩袍笑道林浩 你敢杀我儿子 我要你给他陪葬 林浩的眼神 变得冰冷起来 嘴角浮现出了一抹危险的笑意 片刻后 轰的一声 地动山摇 德川七郎 竟然召唤出来了一庞然大物 第110张林浩 大战哥斯拉 哥 哥 哥斯拉林浩都傻眼了 好家伙 不愧是召唤异能 哥斯拉都能召唤出来 这可是海洋凶兽的一方霸主啊 只见昏暗的夜幕下 一头高达百米 有三十楼高的远古巨兽 溢立在林浩面前 散发着金属般的光泽 如面板如铠甲 背脊如连绵的山峰 肠而粗壮的尾巴 光是粗壮的大腿 就有三层楼高 哄 哥斯拉轻轻一脉步 地面就跟着摇晃起来 江南战神海青天 吓傻了这事 王极凶兽 哥斯拉 陆陆续续 从智慧战机上下来的江南 军部僵尸 也是吓得身体都僵硬了 仰头看着百米高的哥斯拉 瑟瑟发抖 王极凶兽 别说我们 就算是我们的战神 也不够看啊 这下完蛋了 哥斯拉不是海洋中的凶兽吗 怎么突然登陆陆地了 而且还悄无声息地到了 江南郊区正常来说 七阶以上的凶兽 或者没有登记的七阶异能者 行踪出现大范围变动 大夏的天机量子卫星网 都是能监测到并上报的 没有情报源在的时候 甚至可以自动将资讯发到 大夏各大战神和战王的资讯上 这还有两个东营人 哥斯拉是那个长相丑陋的东营人 召唤出来的 比较早下战机的将士解释道 召唤狗日的东营人 竟然有这么强大的异能 太特魔可恶了 东营狗必须消灭 我等纵然不敌 也要血战道敌海青天怒吼道 立即下令 所有人听令 立即开火 杀无射 立即给我联络魔都的战王 上千架武装攻击直升机 撕裂夜幕 陆陆续续地赶到 他们和优先乘坐 智慧战机到来的将士们 全部开足火力 向哥斯拉开火 哒哒哒哒 滋滋 砰砰 无数超级合金子弹 炮弹 小型导弹 智慧战机的雷射炮 全部向哥斯拉招火去 黑夜都为之亮得如同白昼 海青天也是拔剑出手 瞬移异能施展 瞬间出现在哥斯拉脖子处 一剑斩出 轰轰轰 所有的攻击 都无法对哥斯拉造成有效的伤害 哪怕是最厉害的雷射炮 也只是擦伤了哥斯拉 海青天的一剑 连哥斯拉的皮都没擦破 反倒是他被强大的反阵之力震飞 喷出了一口鲜血 体内血气被震得翻江倒海 心中骇然失色 这特魔还怎么打海青天面色苍白 在半空中稳定身形 取出战神令牌 大声问道 魔都战王联络上了吗 报 联络上了 可是 可是智慧战机上 情报员惶恐不安 吞吞吐吐 可是什么 快说阵前窃战 小心我斩了你江南战 沈海擎天怒吼 魔都战王说了 上面的命令 今夜一切境外异能者 都交给林浩处理 情报员几乎绝望地说出这句话 因为他知道 林浩是在无考时 才刚刚觉醒的异能 再强 也不可能比八阶的哥斯拉强 什么交给林浩处理 这些人是疯了吧 海擎天怒道 生死当前 都有些不顾尊卑了 海擎天想死的心都有了 他是来杀林浩的呀 现在上面 竟然要仇认林浩救他吗 关键林浩 能打得过哥斯拉吗 这可是百里高的王级凶兽 海洋霸主之一啊 而哥斯拉 彭腹有人 再给他挠痒办 竟然动都懒得动一下 召唤出哥斯拉的德川七郎 身体摇晃了几下 差点就摔倒在地 此时的他 异能已经耗尽 身体非常虚弱 德川千秀 又是激动 又是震惊 随后兴奋且愤怒地拍手大叫 哥斯拉杀了他们 杀了他们 全部都给我杀了呀 哥斯拉鸟都没鸟他 要不是感受到 德川千秀身上 和德川七郎 有相似的气息 估计已经一脚踩死他了 德川千秀 吓得不敢大声说话 小声催促德川七郎到 快命令哥斯拉 杀了林浩 快灭了这些大下人快呀 德川七郎 深呼吸了几下 这才恢复了力气 嘴里发出沉闷的声音 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哥斯拉这才终于动了 抬起脚 向林浩和江南军部的战士踩去 一步数十米 风声呼啸 地动山摇 林浩小心远处的和林 从震惊中本来 大声提醒道 话音落下 他急速出手 江南将士 都是五阶六阶异能者 根本不是哥斯拉的对手 连逃跑都来不及 眼看哥斯拉的巨角 就要 将他们踩成肉将 突然 他的脚下 急速凝结出了蓝色的寒冰 寒冰快速蔓延 他的整条左腿 都被冻住 还不快跑和林大声喊道 多谢多谢 相求江南将士边喊边跑 他们刚刚跑开 哥斯拉就猛然左腿一动 就挣脱了蓝色寒冰的束缚 一脚踩了下去 其他的将士眼看不敌 赶紧远远退开 持枪疯狂射击 放心吧 林浩这边 却是不退反击 一度骄傲 身体暴冲而去 碎星拳 碎星拳以无敌之势 砸在了哥斯拉右脚底 直接将他的脚掌动穿 哄 啊 哥斯拉发出刺耳的惨叫 巨大的身躯向后倒去 彭扶摩天大楼倒塌下来 在地面上 砸出了一个百米长的巨坑 和林松了口气 看来是德川七郎的等级不够 召唤出来的哥斯拉 也只是八阶高阶 但他的防御力和攻击力 却都达到了八阶巅峰 可即便这样 竟然也不是林浩的对手 浩哥真是太逆天了 和林眼中的崇拜 开始滋长 江南战神瞳孔猛缩 这特魔也可以 林浩究竟是什么妖魔鬼怪 这可是八阶高阶的王级凶兽啊 他复仇的心 在这一刻 直接死了 心里只有浓浓的震撼 和难以置信 难怪上面说 一切都交给林浩处理 大夏要变天了 面对占王级战力的林浩 他要是还敢报仇 那就是妥妥地找死了 一万名江南军部将士 更是被震撼得 忘记了开火 全都震惊无比地看着林浩 德川七郎和德川千秀 都傻眼了 这是什么情况 战力达到八阶巅峰的哥斯拉啊 就这么被一拳打倒了 脚底板都被打穿了 林浩淡淡一笑小辣 起来啊 也太不惊打了吧 哥斯拉翻身而起 眼冒蓝光 愤怒无比 体内有蓝色光芒亮起 准备放大招 林浩看了一眼 并没有放在心上 反倒是注意到了他脚掌 被打穿的脚掌 竟然在快速地再生 不愧是怪我中王者 这再生之力很强悍 海擎天也看到了 惊骇无比再生之力 如此强悍的再生之力 这特魔还怎么打都快 接近不死之身了吧 大招准备完毕 哥斯拉猛然一低头 腹部蓝光亮起 喷射出 旁腐一道巨大的蓝色闪电 将夜空照亮 林浩冷笑灭世之眼 眼睛一闭一睁 两道灭世光芒合而为一 直接迎接而去 对上了哥斯拉的原子吐息 哄 灭世之光看起来很小 不到原子吐息的十分之一 但两者相击之后 原子吐息 却是节节败退 被灭世之光 寸寸击溃 转眼之间 灭世之光越来越长 原子吐息越来越短 直到消失 砰的一声巨响 灭世之光 击中了哥斯拉的头部 哥斯拉直接被爆头 血肉横飞 下起了血雨 庞大的身躯向后倒去 眼看要摔倒 哥斯拉猛然一个甩尾 四十多米长的巨尾 横扫而出 风声呼啸 飞沙走石 周围草木 房子全都被撞得粉碎 空间都为之破碎 第111章 江南战神任主 赤焰猎天斩 灵号怒吓一声 一箭斩出 百丈的烈焰 剑气席卷而出 彭扶长红惊天 精准无误地 将哥斯拉的巨尾 从中斩成两半 就连他的身躯 也被斩开十几米 哥斯拉轰然倒垫 鲜血夹杂着血肉 狂涌而出 转眼汇聚成了一条 蓝色的血河 涌入不远处的 废弃自来水场的水池中 将漆黑的池水 都染成蓝色 散发着诡异的光芒 海擎天和江南的将士 忍不住兴奋起来 爽太强了 刚才灵号眼中 射出的光芒 太可怕了 我竟然感受到了 一股蔑视的威压 那起码得SS级吧 我竟然还想杀他 真的是找死啊 我就该感谢哥斯拉 要不是刚好他出现 刚才我已经对灵号出手了 那现在死的 就是我了海擎天的冷汗 湿透了后背 后怕无比 还有他的技能 竟然都达到八阶完美 实在太逆天了 我当初可是修炼了五年 才将七阶技能 修炼到完美级别啊 灵号才刚刚觉醒不到一个月 竟然有如此恐怖的战力 难道他有意能神佛海擎天 瞪大了双眼 羡慕无比地看向了灵号 德川千秀看到哥斯拉 几乎被劈成了两半 吓得双脚发软 脸色苍白 哥斯拉是他最大的医长 他一死 他只能逃了 德川千秀 拉着德川七郎 大声道快跑啊 德川七郎 却猛然按住了他的手 用力地摇了摇头 嘴里急切地说着什么 但声音太过沉闷沙哑 根本听不清楚 你是说 哥斯拉死不了 德川千秀震惊 抬头向哥斯拉看去 哥斯拉竟然真的没有死去 巨大的伤口 竟然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着 甚至连被击爆的头 也在重新生长出来 不到片刻 哥斯拉竟然重新站了起来 仰头发出一声愤怒无比的吼叫 此而无比 声音大的 甚至出现了肉眼可见的声波 啊 突然 许多将士捂住耳朵 惨叫起来 鲜血顺着他们的双手流出 痛得摔倒在地 拼命打滚 远处空中的智慧战机之上 所有的照明突然失效 剧烈的机械损毁声响起 智慧战机 转眼间清闲 向下砸落 电磁脉冲升波海 晴天大惊失色 心疼无比 脑袋也是嗡嗡 传来阵阵剧痛 所有人 快离开这里 跑得越远越好 再不跑 海擎天怕所有将士 都会死在这 就连和铃 都有点受不了 五只二多 急速远离 凌空观战 怒吼完后 哥斯拉第一时间 锁定灵号 再次施展原子吐息 腹部亮起蓝光 锯嘴张开 直径两米多大的 巨型光柱 彭扶天降神雷般 怒射向灵号 灭尸之眼 灵号杀气汹涌 灭尸之眼施展 细小弹 却无间不摧的 灭尸之光 急事而出 将蓝光光柱 轰得节节溃散 最后一击爆头 随后 灭尸之光 直接将哥斯拉 切成两半 哥斯拉倒下 血肉爆飞 转眼又流成了盒 空间风暴 五万颗空间风暴球 席卷而出 铺天盖地的 怒射向哥斯拉 在灵号精准无比的 操控之中 无数的空间碎片 将哥斯拉的内脏 血肉全部切割 吞噬 转眼之间 只剩下了骨骼和兽盒 以及坚硬如铁的皮甲 至此 哥斯拉彻底死了 德川千秀 和德川七郎吓傻了 这次 不用德川千秀了 德川七郎就自己逃了 巴嘎德川千秀 没想到 德川七郎 跑得比他还快 骂了一句 赶紧跟上 想逃你们 也太天真了 大夏启示你们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 时空禁锢 灭尸之眼 已经逃过近千米的两个东营人 立即被钉在了半空中 两道灭尸之光 紧随而至 将他们轰成渣渣 林浩满意地 将堆积如山的 哥斯拉骨骼 皮甲 兽盒 收进了无限空间中 还被关在里面的 由容成带来江南将士 看到这些东西 全都吓得退避三射 这是 哥斯拉的皮甲 骨骼 还有兽盒我的天 外面发生了什么 临战神也太逆天了吧 哥斯拉可是海洋中的 王级凶兽之一啊 王级凶兽的兽盒 有价无事啊 他们一个个又震惊又羡慕 但没有一个人 敢动灵号的东西 也不知道 灵战神什么时候 才放我们 出去他该不会忘了我们了吧 你个乌鸦嘴 闭嘴吧你 海擎天和他带来的将士 更是震撼无比 特别是海擎天 眼神中流露出 对强大无比的渴望 哥斯拉的兽盒 要是让我吸收的话 一定可以助我突破 八阶战王级啊 不过他已经没心情想这次了 他想的是怎么保命 因为灵号已经向他走了过来 古井无波的眼神中 似乎还带着杀气 海擎天忍不住 腿脚发软颤抖 突然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哀求道号哥 哦不 主人 别杀我 留着我还是很有用的 我愿为主人笑 全马之劳 肝倒徒弟 在所不辞 请主人明见 这一操作 别说海擎天的麾下 震惊傻眼了 就连灵号都愣了一下 江南战神 还真是能屈能伸啊 伸手不打笑脸人 何况他只是说了狠话 并没有对灵号出手 这么一来 搞得灵号真有点不好意思杀他了 你不打算替你儿子报仇了 灵号沉声问道 荣承得罪了主人 而且一向疏于管教 他罪有应得 我绝不也有报仇的想法 海擎天诚恳 且决绝地说道 好 从今天起 你就跟着我吧 不过 没事别叫主人 江浩哥 灵号淡淡道 海擎天如蒙大喝 兴奋不已 多谢主人 还有 你麾下的江南军部 也该好好管管啊 若是再出一个 肆意妄为的荣城 你就自问 以谢天下吧 海擎天惶恐是 主人 我一定好好整顿江南军部 最后 荣家 已经被我灭了 荣家的产业 还有在荣家 要杀我的江南 各大世家的产业 你都给我收了 替我好好管理 不得有误 是 主人 灵号最后将 无限空间中的江南将士 放了出来 倒好了 让你的人离开这里 回军部吧 不然 这么多人跟着 我还怎么钓鱼 境外的杀手 可还没杀完 是 主人 海擎天立即下令 让所有将士都回去 他自己则是留了下来 那些刚从 无限空间出来的将士 人都骂了 发生什么 战神 怎么就认 灵战神 为主人了 第112章 真空之境 江南 最繁华的大裤衩 步行街 人来人往 欢声笑语 满街的俊男美女 其中有个身材高挑 金发碧眼的 异国美女 满脸笑容的 进出于各大专卖店 引来不少男生 侧目回头 再看他手里的袋子 买都是内叶 短裙 职业装 秘书装 衬衫短裙 学生装 护士装 夜行紧身皮衣 穿上这些性感的衣服 主人就该会动心了吧 克里斯汀 自信满满的自语道 小姐姐 你好漂亮 加个超信吧 一个高大帅气的 男生礼貌的问道 克里斯汀一愣 笑道不用了 谢谢 我有男朋友了 男生一脸失望的走了 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 又有几个男生上 来找他要超信 全都被他拒绝了 差不多了 该去找主人了 克里斯汀笑道 他刚出步行街没多远 人留一少 突然就有25个外国人 围了上来 克里斯汀真的是你 你还活着说话的事 是个金发碧眼的中年人 一脸的兴奋与惊喜 师父 您怎么来的师兄 堂哥 凯尔 你们也来了 克里斯汀惊叉不已 但很快醒悟 您该不会是为我报仇来的吧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跟我走克里斯汀的师父 维克多沉声道 他们一行人 本来是要去废弃自来水厂的 经过附近的时候 维克多感知到了熟悉的气息 就找过来了 没想到找到了克里斯汀 几人一直走到了郊去 这才停了下来 克里斯汀 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们都以为 你死了 维克多极不可耐到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继承人之一 卡尔兴奋到 克里斯汀 太好了 你活着就好 这次回去 我们结婚吧 自从见到克里斯汀 卡尔就疯狂地爱上了他 不惜以死向逼 违背家族族规 也要跟他结婚 克里斯汀 却是一直懒得搭理他 之前克里斯汀生死不明 他都疾疯了 克里斯汀 堂哥杰克的神情 确实有点复杂 看似激动的背后 是些许的错愕与不爽 第一家产继承人 又回来了 他们你一言 我一语 问的克里斯汀 都不知道该回答哪个了 师父 你们 你们真的是来杀林浩的吗 克里斯汀 竟然先问出了这个问题 脸上还带着 关切与紧张之色 他们都惊呆了 郊区外 传来哥斯拉的怒吼声 维克多急到 先不说这些了 克里斯汀活着就好 一切都杀了林浩 回去再说 是 几人说走就走 克里斯汀赶紧跟上 心里非常纠结 但最终 还是给林浩发了一条资讯 主人 我师父带人去杀你了 你快跑啊 克里斯汀见维克多人多 维克多又是 八阶巅峰的异能强者 有些担心 林浩打不过 林浩看到资讯 笑了这个克里斯汀 倒是忠诚 放心 让他们过来 林浩刚刚发完资讯 整个人就诡异地 漂浮了起来 瞬间变得无法呼吸 因为没有了氧气 体内有氧气和氮气 开始微微地膨胀 彭腹要从蹊跷冲出 脑袋也开始有些许的昏沉 同时 浑身血液开始升温 血管也开始有膨胀的感觉 林浩一惊不晓 这是什么异能 竟然能造成真空 和林和海擎天 大惊失色 不明白林浩发生了什么 林浩和林二话不说 关心则乱 直接冲向林浩想救他 可他刚刚伸出手 要抓住林浩 他也诡异地飞了起来 而且比林浩更加难受 整个人很快就开始膨胀起来 他表情痛苦 但金而不乱 用力击打无形的真空臂杖 但只将臂杖打出了细小的裂纹 却无法将其击碎 不好 这是八阶高尖异能者 施展的强大异能 海擎天之前看出 林浩和和林坚 不同寻常的关系 不敢打扰的一人 站得比较远 这时看到异象发生 也是第一时间飞掠过去 要救林浩 可惜他同样也诡异地飘浮了起来 情况比和林更加严重 转眼之间 全体通红膨胀 整个人便大了一圈 面板之上 满是细小的裂纹 面色无比痛苦 整个人似乎马上就要爆炸 他甚至出手自救 连动难以动一下 远处 三个金发碧眼的国人 穿着战甲 急速向林浩杀来 有人持剑 有人用刀 有人全都上带火 从不同方向攻向林浩的要害 眼看就要击中林浩 这一切 只发生在不到三秒的时间之中 空间风暴 时空禁锢 林浩面色阴沉无比 生死关头 心面移动 立即施展空间风暴 五万颗空间风暴 怒射而出 立即击碎了周围的真空 林浩立即恢复呼吸 一切异常症状全部消失 三个杀手在林浩面前一米 被死死地定住 无法动弹 空间风暴球后分五路 其中有三部分 杀向了三个杀手 另外两个 去解救和林与海青天 三个杀手顿时惊骇无比 急得双眼冲血 瞳孔猛缩 瑟瑟发抖 转眼之间 空间风暴球 就无间不摧地 将三个杀手的战甲 切成炸 随后 将他们也切成了炸 最后 将他们吞噬进了虚空之中 他们来之前 听到废弃自来水场 这的打斗动静 到了水场外围 发现林浩还活着 从打斗动静中 推断出林浩很强 于是联手对付他 可他们打死也没想到 两个八阶中级 一个八阶高阶 八阶高阶的异能者 还是拥有 S级强大异能真空之境的强者 暗榜排名 第二百名的强者 竟然还是被林浩给秒了 几乎同时 空间风暴球 也击碎了两人身体外围的 真空必掌 将他们解救了出来 和林的症状 立即恢复原样 并没有什么影响 这多亏了林浩解救及时 可同一时间解救的 江南战神海擎天 就惨了 鲜血狂喷 部分面板爆开 血肉淋漓 不过 他倒是强忍着 没坑一声 杀完三人 林浩立即闪身到和林身旁 握着他的手臂 关键地问道你没事吧 和林脸一下子就红了 心中高兴 笑道没事 还好你救得及时 不然就危险了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林浩松了口气 不过他还是不放心 一挥手 施展枯木逢春 将一道绿光 打进了他体内 和林更开心了 红着脸 盯着林浩问道你 这是喜欢我吗 阿林浩愣了一下 随即以牙还牙地 笑道你猜 海青天想死的心都有了 你俩能晚点再谈情说爱吗 这还有个已死的人 不过 他只是心里这么想 可不敢真这么对林浩说 主人 麻烦主人先救救我第113章 隐形飞刀 林浩与何林都是一愣 林浩倒没觉得有什么 何林却是脸色一红 但很快恢复 冰冷的眼神 扫了海青天一眼 吓得他忍不住后背一凉 林浩大手一挥 一道绿光射入海青天体内 他的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不到片刻 就已经恢复如初了 海青天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 难以置信地看了看自己的身体 刚刚还在生死边缘徘徊 现在竟然全好了 主人的治疗异能 也太强大了吧 随后再次震惊 他发现 他体内一些多年积累下来的 难怪痊愈的伤势 竟然也被治好了 海青天扑通一声 跪了下去主人 多谢多谢主人救命之恩 还治好了我以往的伤势 以后我海青天这条命 就是主人你的了 别搞这些肉麻的 起来吧 林浩淡淡道 是 主人 海青天这下 是彻底坚定了 跟随林浩的信心主人 竟然不止一种强大的异能 年仅十八岁 等级就无限接近九阶了 跟着主人 前途一定一片光明 另一边 克里斯汀跟在他师父和卡尔等人的后面 仍然在试图劝阻他们 放弃杀林浩 师父 大厦真的很强大 你们深入虎穴杀林浩 真的很危险 你们难道没有发现吗 你们这么多人进入大厦 大厦为何竟然不在边境外截杀你们 其实克里斯汀很痛苦 之前因为林浩的强大 他臣服于他 但那时 没有亲人和熟人在身边 现在他的亲人和师父 就要跟林浩生死相斗 他的心情非常复杂 他深知 这世界强者为尊 但亲人毕竟是亲人 到时双方打起来 他到底帮不帮 又该帮谁 帮林浩 他不肖帮亲人师父 他不忠 他还没真正跨过那道剑 维克多觉得 克里斯汀很反常 但还没想到 他已经臣服于林浩 以为他是被人打怕了 但但倒放心 江南离宫还很近 杀了林浩 为花旗报了仇 我们马上就走 没人能拦住我们的 卡尔想得更多 他甚至有种直觉 感觉克里斯汀 似乎并不想他们杀死林浩 看着自己喜欢的女人 既然这样 卡尔一身邪火上扬 恨不得马上对他施以边形 卡尔忍住怒火 尽可能平静地说道 克里斯汀 你不会对林浩 有什么想法吧 是不是他有什么 精神控制的异能 把你给控制洗脑了他 可是杀了克里斯汀的人 你不想为他报仇吗 杰克则冷言冷语道 我的好妹妹 作为家族第一继承人 你真不该劝我们 回去之后 我会跟组长说的 让他废除你 第一继承人的身份 克里斯汀一时语色 知道劝不住他们 他又给林浩发了资讯 林浩开起手机 一看主人 我师父是八阶巅峰的强者 他还带24个七阶巅峰 和八阶初级终极的强者 他们真的很强 其中有个叫卡尔的 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 继承人之一 虽然只是七阶巅峰 但他有很多厉害的底牌 连我也不知道 到底有多少 你有把握吗 林浩笑了 克里斯汀 还真是关心我啊 说了一遍 他还不信 林浩回复道 让他们过来 我会让你知道 你的主人有多强大 克里斯汀这才放心好吧 那主人 你要多加小心 卡尔是出了名的阴险 很快 双方 就在自来水场附近遭遇了 你就是林浩维克多沉声道 作为花旗家族的供奉 及克里斯汀的师父 他这次 是带着必杀林浩之心来的 你哪位林浩反问的 哼 死人不需要知道 那么多维克多冷笑道 给我上 杀了他 25人中的15个 七阶巅峰强者 立即冲了上去 他们都是花旗家族的人 这次来只为报仇 不为赏金 也就不讲什么武德了 林浩笑了 口气不小啊 既然来了 就多留下当养料吧 海擎天怒到想杀我号哥 先过我这一关说着 立即穿上了机甲 哄 20几米高的蓝黑机甲 瞬间出现在林浩前方 拦住了花旗家族供奉 对方健壮 也是全部拿出了机甲 七阶巅峰 对七阶巅峰 机甲对机甲 一对15 其实海擎天知道 打不过对方 但既然臣服于林浩了 态度就很重要 绝对不能怕死 何况对付来犯之敌 本就是江南战神的职责 浩哥 他们人多 而且都很强 我看还是让刚刚走掉的将士们 回来帮忙吧 出手前 海擎天请示林浩道 作为战神 他可不是莽夫 不用了 林浩淡淡道 海擎天一惊 虽然说 林浩斩杀了战力 达到八阶巅峰的哥斯拉 但现在对方 不仅有一个八阶巅峰 而且几个八阶出击 中级和15个七阶巅峰的强者 一般的八阶巅峰强者 在这样的阵容面前 都只能隐恨啊 他实在有些担心 林浩能不能打得过 他还想再提醒一下 可是 看到林浩那平静中 透着凌厉与不屑的眼神 立即就把花咽回去了 杀海擎天怒吼一声 主动发起了攻击 他的异能是瞬移 速度基本上是同阶无敌 碰 海擎天瞬间来到一个七阶巅峰面前 一剑劈在了他的机甲胸膛的之上 坚硬无比的机甲盾时 被劈出了一道深深的裂缝 直接被击穿 火花闪烁 瞬间电路受损 左腿左手 失去了战斗力 海擎天紧接着又是一剑斩下 机甲内的花旗家族供奉 瞬间被斩成了两半 此时 十四道攻击紧随而至 海擎天面色凝重 再次瞬移 瞬间来到他们后方 如法炮制 再次将一个七阶巅峰斩杀 就这样 海擎天再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斩杀了对方五个七阶巅峰供奉 不过如此高强度的权力输出 也让他的异能急速下降 瞬移的速度 也跟着大打折扣 当他再次对一个花旗家族 供奉出手之时 突然大感不妙 他本能地感知到 对方也发动了攻击 但却看不出 对方的攻击是什么 千军一发之剑 海擎天放弃攻击 身体强行横移 可惜他还是慢了 只见他机甲的右边胸口 突然被击穿 有什么武器 直接穿透了他的身体 最后刺进了他向后的机甲之中 海擎天转头一看 大惊失色 是飞刀对方施展异能的时候 竟然可以让飞刀做到 几乎完全隐身 我几乎完全感知 不到飞刀的诡计 他是精神系的异能者 而且觉醒的 还是隐身型的异能 这还怎么打 和灵也是眉头一皱 到海擎天不是他对手 这样下去 不到一分钟 就会死地114张气吐血的卡尔 放心 有我在 他死不了灵昊说着 眼神变得更加凌厉起来 海擎天感知不到飞刀的飞行轨迹 已经不敢再出手攻击 加上此时 他亦能几乎快耗尽了 只能不断改变方向 躲避对方 十个七阶巅峰的围攻 可是他没跑几下 机甲和腹部 就再次被无形的飞刀击穿 鲜血直流 机甲连同他的人 轰然倒地 无形之刃嘛 灵昊冷笑 时空禁锢 就在第二 第三 第四把飞刀 就要接连射中倒地的 海擎天要害的时候 灵昊出手了 花旗家族 十个七阶巅峰 全部被定住 距离海擎天 仅有十公分的几把飞刀 也被定住 无法实际 然后即便如此 那几把飞刀 仍然是隐身状态 只不过 在灵昊强大精神的感知中 可以感知到 飞刀的轨迹与轮廓 当然 和灵也可以 只是他的感知 比灵昊弱了许多 十个花旗 供奉大惊失色 拥有无形之刃 异能的那个 脸上得意的笑容 更是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 浓浓的惊恐 他是暗榜排名 第209的杀手 等级甚至比一些排名 在他之后的人还低 但多年来 他凭借着超越 同阶的强大精神力 以及可以让 物体隐形的S级异能 斩杀了无数的强者 许多都是 比他等级高的强者 没想到 这次却被人一眼看穿 而且瞬间定住 空间风暴 林浩毫不犹豫 大手一挥 五万颗空间风暴球 铺天盖地地怒射而出 转眼间 将十个花旗 供奉斩杀 连渣都没留下 维克多等人大惊失色 怎么可能 江南首富的情报失误 也太大了吧 他才十八岁 可是 可是刚才的出手 战力都达到八阶高阶了吧 空间异能 林浩竟然有两个 恐怖的空间异能 也太逆天了 此人不杀 江对国极为不利 海擎天惊恐地跑回林浩身边 他虽然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他知道 林浩一定又求了他一命 多谢主人 林浩二话不说 直接施展SS 及异能 枯木冯春 将一道绿光 透过机甲 打进海擎天体内 海擎天一愣 随即兴奋地陷 他不仅胸口 和腹部的重伤愈合了 而且 连即将耗尽的异能 也恢复了 浩哥的治疗型异能 竟然还能恢复损耗的异能 这简直是神仙手段啊 这么说来 浩哥的异能 几乎是用不完的 可以永不疲惫地打下去啊 海擎天瞬间鸣雾 快速地看了和林一眼 心道难怪 老和冷若冰霜的千金 会追着浩哥 不放 哪个女人不喜欢勇动机啊 海擎天觉得自己 已经很小型了 可还是感觉到了 一股彻骨的冰冷之意 忍不住打了寒战 心想惹不起 惹不起 这女人万万惹不起 以后还是恭敬点吧 浩哥 你女朋友真是万中无一的绝世家人啊 我可是听说了 当年 追他的人可以从燕京排到魔堡啊 海擎天补救地拍和林马屁道 林浩皱眉 训斥到什么鬼 我这正打架呢 你都想些你什么 战神还想不想当了 是是是 浩哥我错了 我错了 可是和林听了这话 却是难得地笑了 海擎天这才感觉到 刺骨的寒意消失了 林浩对克里斯听道 你还不快过来 克里斯听皱眉 看了看维克多等人一眼 但很快 他就向林浩走了过去试 主人 他知道 但凡犹豫久一点 林浩都会杀了他 当今之事 强者为尊 他既然做出了选择 就必须从一而终 如果反反复复 失信于援 只会死得很惨 最重要的是 他始终相信 林浩终将问鼎 世界之巅 到时别说什么世界顶尖的 罗斯柴尔德家族 甚至整个国 都要臣服在他脚下 早点臣服 以林浩的心性 他相信自己 会有一席之地晚了 连命都会没掉 克里斯听 直接跪在了林浩面前 抬头请示道主人 你有什么吩咐 没什么 这些人你也打不过 在旁边看着就好 不过今晚 你要服侍我更衣沐浴 打了几天啊 有点累 该享受一下了 林浩意味深长地说道 是 主人 克里斯听硬道 心跳都加快了几分 脸上露出难掩的激动之色 花旗家族所有人炸脸 克里斯听 你干什么 你叫他什么维克多幕侯 错愕无比 克里斯听 你竟然叫他主人 你简直是我花旗家族的耻辱 你根本不配当我花旗家族的第一继承人 我要杀了你 为花旗家族清理门户 杰克咆哮道 但他心里 却是乐开了花 他终于有了 名正言顺杀克里斯听的理由 花旗家族的第一继承人是他的了 啊 凯尔直接暴走 愤怒 秀愤 杀气疼疼 克里斯听 我追了你这么多年 我对你可是真爱啊 你却连一眼都没看了我一下 没想到你竟然臣服于 他他有什么好的 我可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继承人啊 尤其是 凯尔看到克里斯听这个臣服的姿势 加上他自行脑补的更衣沐浴的画面 他恨不得将零号千刀万剐 这个姿势 是他喜欢的姿势啊 克里斯听里都没理他 而是向零号解释到主人 我是纯洁的 我根本碰都没让他碰过 阿克里斯听 你 破 卡尔直接气得吐血 他可是世界顶尖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继承人之一 平时都是女人追着他跑 什么样的女人 他得不到 今天竟然被人无视 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零号 给碾压式地比了下去 简直是奇耻大乳 维克多气地浑身颤抖克里斯听 你是疯了吗 告诉我这不真的 这不是真的 你现在回头还来得紧 克里斯听决绝到 这世界强者为尊 我是甘心情愿臣服主人的 维克多气地浑身颤抖 他终于知道 克里斯听来之前 为什么一直劝他们回去了 克里斯听 你让我很失望 为了不让花旗家族 成为全世界的笑话 我只好连你也杀了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你真的不打算回头吗 维克多沉声问道 杰克都急坏了 心想这还问个屁啊 赶紧杀了 克里斯听 直接站到了零号的向后 维克多的脸色沉了下来很好 很好 那就一起杀了吧 第115章S 极易能虚幻 虚幻与幻象 死了15个 花旗家族这边 还剩下10个人 除了维克多和卡尔 其余8个 全部冲了上去 8个人中 有6个都是巴结处级 克里斯听的堂哥 和另外一人 花旗供奉 是巴结终极 卡尔非常难过 于是他将计就计 让自己变得更加难过 抓狂 崩溃 蹲在地上痛哭打滚 像一条被无情踢开的田狗 悲伤无比 可他阴险愤怒的眼神 却是时不时地 看向零号这边 不过 克里斯听 却也在留意 提防着卡尔 不仅自己将战甲穿上了 还让海青天 也把战甲穿了起来 各种不同的攻击 向零号招火去 海青天有自知之明 不好意思到浩哥 这些人 我打不过 没让你打 站远点 好好看着 零号淡淡道 是 浩哥 那你小心点 海青天立即退到了远处 不想给零号增加负担 克里斯听 也退到了远处 何林没退 他出手了 绝对零度 周围温度骤然下降 漆黑的夜空中 突然出现了许多蓝色的冰锥 锋利无比 极致冰寒 凌空悬浮 闪烁着金属金属般的光泽 何林心念一动 冰锥呼啸而过 彭扶蓝色的闪电 滑破虚空 六个八阶出击 挡无可挡 用手挡的 手断了 用机甲挡的 机甲和人 全都被洞穿而死 用刀剑等武器挡的 刀剑被轰成碎片 冰锥封喉而死 只有两个八阶中极 躲过了致命一击 但下一波的冰锥又来了 一个八阶中极 直接被冰锥射成了筛子 只剩下克里斯汀的唐哥杰克 他的机甲早已被毁 身上同样被射穿了几个血洞 其中一个 就在心脏的位置 一个在肚子 肠子都流出来了 非常恐怖 但他却没有死 哈哈 想杀我 你太天真了 杰克狂笑 得意且愤怒 面容扭曲 加上浑身的鲜血 肠子 让他变得无比猙獰恐怖 可是下一秒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浑身是伤的杰克 竟然转眼间虚化 消失 而在消失的杰克身后 又出现了一个 完好无损的杰克 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 盯着和林与林浩 双方的人都震惊傻眼了 和林这是什么异能分身吗 很像 但不是 林浩坚定道 因为他只有一个人在发动攻击 如果是分身 而且真身可以隐身的话 生死对决 他没有理由不出手 毕竟杀了我们 杀了克里斯汀 他才有机会 成为花旗家族的第一继承人 那是什么异能 看着挺唬人的 海青天面色凝重道 克里斯汀毫不犹豫地解释道是 S级异能虚化 虚化与幻象 跟分身很像 但虚化的真身战力却不高 出手容易暴露 因此 通常是用来保命用的 可以远端操控 反倒是他凝聚出来的幻象分身 几乎跟真人无异 当幻象分身死后 真身就会自动浮现 这异能 听起来似乎有些鸡肋 但可怕之处就在于 幻象分身 对于异能的消耗非常低 但却偏偏拥有 真身全部的战力 还有就是 他凝聚幻象的速度非常快 外人几乎无法察觉 当你以为幻象分身死后 真身浮现之时 其实是他 早已再次凝聚了幻象分身 真身在江线未现之时 就已经再次虚化隐身了 因此 这异能会给人一种 杀不死的震撼错觉 可是 其实他的异能是会下降 只是很多人 根本耗不过他 杰克大怒 咆哮到克里斯汀 你这个家族叛徒 我要杀了你 海青天吃惊到 这异能确实很强 消耗低 逃命还容易 浩哥 你们要小心啊 林浩笑道 克里斯汀确实很忠诚 否则不知道他的异能是什么 还真不好杀 刚才连我都没察觉到 他的虚化真身 和林也是点头 相比之下 他的异能 已经下降了不少了 维克多 则是没想到 和林的战力也这么强 八个人 转眼被杀得只剩一个了 和林继续进攻 又杀死了几次杰克 但每次他都复活了 和林的进攻速度很快 一波接一波 锋利坚硬的冰锥 几乎是不断地射向杰克的 他本以为 只要速度够快 就能真正杀死杰克 可是他的速度 竟然跟不上 杰克凝聚幻象分身的速度 哪怕用范围型攻击手段 将周围完全冰冻 也赶不上他的速度 每一次 他都能在冰冻之外的地方 重新凝聚幻象分身 有几次 杰克还在和林向后凝聚幻象分身 差点伤到了他 这也怪不得和林 他的异能 本来就不是 以速度见长的 没过多久 和林的异能 就差不多耗尽了 零号施展枯木冯春 将绿光打进他体内 将他的异能完全恢复 笑到你去休息吧 接下来 交给我了 和林点了点头 多加小心 放心吧 维克多看零号的眼神 更加凝重了起来 他能感知到 和林的异能 几乎在瞬间就完全恢复了 这比杰克那异能 消耗低的异能 强太多了 卡尔看零号的眼神之中 杀气也更浓了 恨不得生吞了他 零号向前走去 冷笑道 挺不错的异能 可惜 你碰到了我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说着 杰克又取出了一套机甲 零号冷笑道 你还真是怕死啊 有虚幻这种擅长逃命的异能了 竟然还带着两套机甲 林号话还没说完 就看到杰克的幻象分身 突然消失 他猛然转身 杰克竟然出现在了他身后 而且一箭刺向了他 没想到 还能控制幻象分身 可以让他死亡 然后重新凝聚 林号一边说着 一边已经施展出了异能 八荒神火 和雷动八方 同时施展 八荒神火席卷而出 杰克的幻象分身和机甲 瞬间被烧成灰烬 杰克瞬间 又在远处凝聚出了幻象分身 可是他惊恐地发现 周围数百米 都已经笼罩在了一个 遮天蔽日般的雷网之下 而且 雷网之间的口 只有拳头大小 还在不断地缩小 杰克幻象分身和真肾 以及维克多和卡尔 都已经被困住了 杰克的异能 已经很诡异了 林号可不想出什么纰漏 眼头着遮天雷网 越缩越小 维克多和卡尔默契地联手 穿上机甲 强行攻击一个地方 以机甲双双粉碎的弓架 突围了出去 杰克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要是知道 林号有雷动八方 这种范围攻击型技能 他早就跑了 现在他的眼中 充满了惊恐与后悔 转眼之间 杰克的虚化真身 和幻象分身 就被急速缩小的雷网 切割成了碎片 并且炸成了灰烬 杰克的虚化真身 只是视觉与精神感知 意义上的消失 并不是真的无形无志 因此 逃脱不了雷网的斩杀 第116章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杰克被林号斩杀后 花旗家族这边 就只剩下了维克多与卡尔 两人的神色凝重 愤怒无比 卡尔怒吼道 林号 我跟你拼了 今天你必须死 然而 卡尔并没有马上冲上去 跟林号拼命 而是偷偷看了身旁的维克多一眼 果然 维克多也怒吼道 林号 别嚣张 我会让死得很难看说着 就冲了上去 随着异能的施展 维克多变成了吸血鬼的模样 嘴角长出了獠牙 面色苍白 耳朵变尖 指甲变长且呈现暗红之色 不过他冲到一半 突然改变方向 冲向了那些 刚刚被荷林斩杀的花旗供奉 将他们的尸体 一个个抓起 张开血盆大口 彭腐野兽一样 贪婪的吸收 还没凝固干涸的血液 更恐怖的是 他不仅吸血 他还吃肉 异样的咀嚼声 光是听一下 就让人毛骨悚然 刚刚还是绅士般的维克多 此事已经成案 一头恶魔 随着血液吸收 他浑身都出现了暗红色的纹路 彭腐扭曲的血管 无比诡异恐怖 他的异能 则是随之倍增 战力大掌 距离久见 只差灵门一角 在西方国度 很多异能者 都觉醒了吸血异能 本来只是平常的异能 但维克多的吸血异能 却更恐怖 他可以吞噬人族 和凶兽的血肉 提升和修炼速度 比平常的吸血异能更强 连克里斯汀都看呆了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维克多吞噬血肉 心里充满了厌恶 吸收完了供奉的血液 维克多这才心满意足地 舔了一下嘴唇 冷笑地杀向了灵号 维克多的速度很快 几乎是瞬间搬到了灵号面前 锋利的指甲 如刀剑般 刺向灵号的咽喉 灵号不闪不闭 拳头轰出 直接硬钢 碎心拳 碰 一声巨响 维克多的指甲被轰成碎片 但很快又长了出来 而他的手臂 却是毫无损伤 却是人被灵号轰出了五六米 灵号则是纹丝不动 但心里也是颇为吃惊 看来他不仅身体坚硬 而且还修炼了某种 提升身体强度的技能 维克多面色铁青 心中震惊 没想到灵号的战力 竟然与我不相上下 他才十八岁 而且他的异能 竟然一直保持在巅峰状态 难道他的治疗型异能 竟然还能恢复一能 紧接着 卡尔也出手了 他穿着一件表面光滑无比的暗红色战甲 手中挥舞着一柄黑色的短刀 直披灵号咽吼 灵号同样以碎星拳迎击 砰的一声 卡尔被灵号轰得倒飞出去 体内气血翻腾 但没有吐血 没有受伤 反倒是灵号的手 被卡尔的短刀给刺穿了 灵号大惊失色 这是他觉醒以来 第一次受伤 不过SS一能枯木逢春 立即就将其治愈了 就像没受过伤一样 那究竟是什么刀 还有他的战甲 竟然也有着超乎寻常的防御力 竟然比机甲的防御 还强 这完全超出了灵号的认知 几乎同时 克里斯汀和海擎天 都发出了一声惨叫 双双倒飞而出 灵号猛然转头 只见两人的身前 竟然各站着一个卡尔 而且 两个卡尔的实力 与攻击他的那个一模一样 只是没穿战甲 分身S级分身异能 这才是真正的分身异能 而且 两个分身的战力 与真身相同 不过穿了战甲的卡尔真身 战力却被提升到了八阶巅峰 防御力还要更高 达到了可怕的九阶处级 克里斯汀和海擎天 还好是之前就一直在提防卡尔 否则这时 起码海擎天已经死了 克里斯汀不顾伤势 大声提醒到主人 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强大 卡尔曾经进入过一个远古文明遗迹 他的武器 战甲极有可能是远古文明留下的 不能用寻常的眼光看待 何灵也补充解释到 灵浩 他的战甲 就是远古文明遗迹中 才有流光神甲 数量非常洗手 防御力 以及对战力的提升 比人类的机甲还强几倍 灵浩这才明白 难怪了 要是普通的战甲 我一拳就给打废了 两个卡尔 分身向克里斯汀和海擎天走去 怒吼道 灵浩 马上束手救弃鹰 否则我杀了他们两个 他话音刚落 何灵和灵浩同时出手 冰锥和空间风暴球 呼啸而出 两个卡尔 分身瞬间被秒杀 其实卡尔的分身异能 已经很强大了 妥妥的同阶无敌 可惜他遇到的是灵浩 远古遗迹 神奇战甲 我倒要看看 你的龟壳 给撑到什么时候 赤焰猎天斩 百杖剑气 包裹着SS级的八荒神火 呼啸而出 瞬间劈在卡尔的头顶 碰 灵浩的七阶级大宝剑 竟然应声而断 八阶完美的技能 竟然只在卡尔的 古文明机甲上 劈出了一道裂痕 而且转眼之间 就自动修复如初了 灵浩一惊不小 难怪你只有七阶巅峰 就敢来大厦杀我 古文明一记的战甲 确实强悍 卡尔大笑所以 你今天必须死 话音落下 他何为客多 已经同时攻了过来 锋利的指甲 和更锋利的短刀 只取灵浩咽喉与心脏 灵浩冷笑太狂的人 通常死得都很快 来感受一下 混沌之火的威力吧 哄 混沌之火包裹全身 零号双拳齐出 碎心拳 砰砰 毁天灭地般的 混沌之火 加上八阶完美的碎心拳 直接将维克多 轰成了炸 卡尔的远古文明 短刀和机甲 也被融化成了 无法修复 啊 卡尔被困毁坏的 机甲之中 无法弃甲而逃 发出了撕心裂肺的 惨叫声 不到片刻 远古文明机甲和短刀 被烧成了铁水 卡尔连扎都没留下 混沌之火消散 机甲和短刀 烧成了铁水 渐渐凝固 变成了一滩 凝胶般的金属 这段时间 零号一直在战斗 对于各种异能的掌握 都有了极大的提升 即便是九阶强者 一样能斩杀 拥有九阶初级防御力的 远古文明战甲 自然不在话下 这还是零号等级不够 无法完全发挥出 混沌之火的威力 否则这远古文明的金属 一样又被烧成虚无 这金属不错 留着让智慧机器人 给我做一柄剑吧 零号淡淡一笑 将远古文明金属 收进了无限空间 江南 裤衩不行剑 戴着鸭舌帽的卡尔 气得脸不抽搐 但他没有发怒 而是强行抑制住了怒火 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零号 你给我等着 第117章兽风战王 恭喜主人 这几天以来 斩杀了维克多杰克等人 奖励SSS级异能 混沌神类 混沌神类 万雷之族 炸裂苍穹 奖励空间风暴 提升到SSS级 奖励库姆逢春 提升到SSS级 奖励时空禁锢 提升到SSS级 奖励力力量 速度和精神 全面提升到8阶触级 奖励等级提升到6阶触级 奖励所有技能 全面提升到9阶中级 0号立即开启了面板 姓名0号 等级6阶初级异能者 异能 SS级八荒神火 SS级空间风暴 SS级雷动八方 SSS级枯木冯春 SSS级异能 时空禁锢 时效60秒 SSS级异能 灭世之眼 SSS级异能 醍醐灌顶 SSS级无限空间 SSS混沌神类 SSS混沌之火 力量相当于8阶触级异能者 速度相当于8阶触级异能者 精神相当于8阶触级异能者 技能赤焰烈天 斩成长形技能 无上限 当前等级 9阶中级 风影雷闪 9阶触级速度技能 当前等级 9阶触级 碎星拳 成长形技能 当前等级 9阶中级 备注斩杀凶兽 成恶扬善 就能不定期获得各种主人所需要的奖励 主人的等级 觉醒的异能 都已遮变 异能觉醒的异象 也已遮变 我能同时掌控的八荒神火火球数量 或者空间风暴球数量 也提升到了8万颗 而且每颗都足以斩杀7阶中级的异能者 SSS异能提呼灌顶的使用次数 也提升到了两个月一次 强 太强了 现在就算是9阶中级的绝世异能强者 我也能斩杀了 哪怕是9阶高阶强者 也可以五五开 足够有自保之力 爽实在是爽 零号立即施展枯木冯春 将两刀绿光 打进海擎天和克里斯汀体内 两人的伤势瞬间复原 多谢主人海擎天和克里斯汀同时道 行了 咱们走吧 先去江南市区休息一晚 明天回摩洞 零号淡淡道 四人凌空飞行 还没到江南市区 零号突然感知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卡尔这家伙 竟然还没死零号 忍不住吃了一惊 看来卡尔的异能 不止可以凝聚两个同等战力的分身 而是三个 混沌神雷 零号直接施展刚刚获得的 SSS及异能混沌神雷 正要进入江南荒野 离开大厦的卡尔 突然抬头 只见天空中乌云滚滚 电闪雷鸣 转眼间整个天空布满了恐怖的紫色雷霆 卡尔大惊失色 他本能地想逃命 但却惊恐地发现 他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给定住 连异能都无法施展了 周围要进荒野 猎杀凶兽的异能者 全都惊恐地跑开了 许多人是连滚带爬地逃离的 留守江南荒野 资源站的江南军部将士 都被惊动了 战机升空 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最后 发现今天神雷 只是针对卡尔之后 所有人才松了口气 开始惶恐 而又激动地吃瓜看热闹 你们说 这家伙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 竟然引来了天雷神法 鬼知道 你看他金发闭眼的 非我族类 奇心弊异 恐怕犯的是不小 你们都不懂 这不是什么天雷神法 这是有八阶战王级强者 出手了 不过由此看来 这家伙 确实是犯了大事 不然 哪里会引得战王强者出手 说的对 这家伙来我大夏 肯定不安好心 好在我大夏战王 及时发现了呀 战王在哪呢 小姑姑 这你就不懂了吧 战王可以远距离操控异能 斩杀敌人 这家伙 只有七阶巅峰 就引得战王强者出手 看来他的异能 一定非比寻常啊 哄 万千雷霆 汇聚成一道紫金色的神类 从天而降 卡尔惊恐地浑身颤抖布 不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啊 哄 雷霆落地 彭扶核弹爆炸 留下了一个几公里大的天坑 激起了滚滚尘土 这天毕日 卡尔 走 零号刚刚杀完卡尔 头顶突然风驰电撤的 来了一架智慧战机 SSS 及智慧空天战机 长度2000多米 宽度500米 高度100多米 可攻进万人起居作战 战机周身 布满了各种雷射炮 电磁炮 雷射炮等高科技武器 是大厦目前已装备 异能部队的最强战机之一 数量极少 只有九阶战皇级强者 都有资格配备 海晴天看到这战机 都傻眼了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连战皇强者 都来了 藏门开启 下来了何司令 一个闪身 就到了零号面前 海晴天肃然起敬 立即航礼到 江南战神 海晴天 参见和总司令 克里斯汀都吓了一跳 虽然老何笑呵呵的 并没有散发出 什么强大的气势 但他还是吓得动 都不敢动一下 这就是大厦的 总司令浩强 何灵看到他 脸上难得泛起的笑意 瞬间消失 还向后退了几步 转过了肾 面色冷峻 神情复杂 老何看了他一眼 心里默默地叹了口气 随即笑道横了 别搞这些繁文入节 是 总司令海晴天大声道 老何开始打量零号 边打量 连自言自语好 帅 非常帅太帅了 海晴天都傻眼 感觉老何的行为 又非常反常 不对劲 忍不住到总司令 您这是 嗨嗨 老何意识到 自己的不正常 赶紧咳嗽两块 到零号 终于见面了 你可想死我了 你知道我是谁吧 刚刚知道 零号淡淡道 嗯 老何看了和零一眼 小声道 小零 没跟你说起我吗 没有 老何轻声叹息 又立即爽朗的笑道行了 废话不多说了 这个战王令牌你拿好 封号可以自己取 还有这个空间戒指 里面有S级智慧战机 八接巅峰机甲 以及八接巅峰战甲套装 剩下不懂的 你问小零吧 本来战神和战王的兽风 要搞很大的仪式 全国直播的 可是知道 你不喜欢这些 我就直接来了 零号看了一下战王令牌 并没有马上去接 他现在多少有点看不上这些东西 海擎天都傻眼了浩哥 你赶紧接啊 这可是战王令牌 可以直接命令战神啊 他都忍不住要去抢了 这可是他梦寐以求多年 却一直未能如愿的东西啊 零号这才接了战王令牌 入手处温润如玉 有股暖流 从中流淌出来 油便全身 暖洋洋的 一看就知道 材料非同寻常 海擎天的口水 都快悠了下来 老何也是第一次 碰到这种情况 竟然有人说到战王令牌 不激动的 不过他发现 零号的实力 竟然又提升了 心里震撼无比我的天 虽然看不出等级 但我能感觉得到 他的战力 都快赶上我了 接着 老何突然激动 把零号拉到一旁 小声说道 零号 你觉得小林怎么样 嗨嗨 零号傻眼了 这老丈人 是不是有点心急了 您老人家 不是来公干的吗 怎么还问起这种问题来了 老何甘笑两声 倒看你这样子 起码是不讨厌了 那就好好相处哈 这丫头 反正我是管不了了 你帮好好管管她 好了 就这样 我走了 小林 有空回家看看 和林看了她一眼 没有回答 老何心里默默叹息 声音突然提高了几度 沉声到海晴天 记得保密 否则 小心你的向上人头 海晴天一头冷汗室 总司令 直到老何战绩不见了 海晴天才松了口气 又激动地盯着战王令牌 看个没完没了 林浩看了何林一眼 她低着头 闷闷不乐 眼中的神采都不见了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林浩也不问她 笑道队长 走吧 去江南市区 吃宵夜 第118章 各方震动 江家告急四千千大张 林浩等人凌空飞行 向江南市区而去 你们说 我叫浩天战王怎么样 林浩饶有兴致地问道 何林笑道 这个封号好 海晴天浩哥 浩天战天 这名字太贴切 太霸道 太拉风了 浩天真是文武双全啊 克里斯听笑得很灿烂 主人无论取什么 封号都好听 林浩淡淡一笑 那就叫浩天战王吧 众人又飞了一会儿 突然 远处来了两个异能者 何林看了对方一眼 道林浩 他们是龙血军团的青龙朱雀 龙血军团是直属龙帝的 异能特种部队 这次来 恐怕是要你加入他们的 浩哥 龙血军团都是战神起步的当初 我想加入 却一直没透过选拔 海晴天激动道 那是你 林浩淡淡道 不过 我不喜欢太多的束缚 双方者降低的速度 在空中相见 海晴天恭敬道 海晴天见过青龙朱雀二位战王 青龙朱雀里都没理他 海晴天无比尴尬 青龙朱雀打量了一下林浩 青龙沉生道 应该就是林浩吧 本王奉龙帅之令 请你加入龙血军团 语气之中 带着些许傲慢 与质疑之色 没兴趣 我们走 林浩说走就走 身形一闪 已经飞出了几百米 所有人都惊呆了 没想到 林浩这么不客气 你青龙朱雀怒了 身形一闪 追了上去 将林浩拦下 小子 别不识台诀 要不是龙帅要我来 我才懒得来找你 林浩冷笑谁给你勇气 这么跟我说话的 信不信我杀了你 青龙大怒小子 你找死 朱雀赶紧拦住了青龙 你干什么 他可是龙帅要的人 我知道你有点不服 但龙帅自有他的道理 朱雀是个十足的美人 说话声音 也非常轻柔婉转 青龙一听 顿时气就消了不少 和林也是轻轻拉了林浩一下 倒不是怕林浩吃亏 是担心林浩真把青龙给秒了 到时可不好收场 朱雀对林浩到他脾气有点火爆 你别见怪 你要不再考虑一下 龙血军团 可是直达天听 林浩淡淡到我饿了 给我让开 我要去吃夜宵 你青龙差点又要暴走 龙血军团 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轻视 甚至可以说是无事 和林冷冷到 二位可能还不知道 和总司令刚刚来过了 什么朱雀一惊 看来我们真的来晚了 这一下 连青龙都震惊了龙帅羽和总司令 都抢着要的人 恐怕真不是愣头青 他才十八岁呀 大夏要变天了 这世界要变天了 想到这 青龙顿时泄气了 林浩直接走人 魔都各大世家 听说了嘛 江南首富龙家被灭了 也不知道是谁干的 我敢肯定是林浩前的 那天我本来应邀 去龙家的 结果有事耽误了 结果我到的时候 里面传来了非常激烈的战斗声 有人在喊杀了林浩 然后我就赶紧走了 不然 我现在估计也完蛋了 据说那天去龙家的人 都是被戎天红骗去的 对付林浩的 结果全死了 林浩也太逆天了 刚刚觉醒不到一个月 就闹出这么大动静 实力提升 简直跟坐飞机一样 我猜他肯定是有异能神福 否则不可能这么变态 异能神福 我的天 他是走了狗屎运 还是上辈子 拯救了宇宙 难怪 他连江南首富都敢干 以龙家的实力 即便是在魔都 除了魔都五大世家 也都要给三分动面的呀 不过 他也就敢在小地方闹一闹 影响不到咱们 不过 若是要抢那异能神福 各位可就要小心掂量一下了 你想啊 连我们都能猜到灵浩级 可能有异能神福 五大世家会想不到吗 别到时候成炮灰了 异能神福 确实是好东西 可那东西烫手啊 我可不想有命哪 没命用 还是安心 当个军部供应商 安安稳稳的好啊 军部的很多材料和零部件 都是像个大世家采购的 每年的数量都非常庞大 魔都第四大世家 世家 使红图面色铁青 眉头紧皱 心里一直有种不好的预感 使精锐去荣家已经一天了 现在天都黑了 却一直没有讯息 打电话也联络不上 使家的供奉 同样是没有讯息 使精锐已经派人去荣家检视了 使家老爷子都被惊动了 从养老的别墅 来到了使家庄园 自从使家的生意稳定之后 他已经极少出面了 一直在别墅中安静地修炼 以期更上一层楼 宏图 精锐还没讯息吗 玉民已经死了 精锐可 就是使家的毒苗了 这么大的事 你竟然不告诉你 你是想气死我吗 使老爷子一顿臭骂 强大的气势 无形之中 压得使洪图呼吸都不顺畅了 使老爷子的身边 还跟着两个七阶巅峰异能者 在战王强者面前 不怒自威的七阶巅峰使洪图 感觉自己又变成小孩的父亲 精锐不会有事的 我让血魔跟着他去了荣家 我这不是怕打扰您修炼吗 区区一个灵号 儿子哪敢惊动您 再说了 咱们家不是还有灵燕吗 她虽然是女儿善 但也是可以招女婿上门的嘛 使老爷子冷哼一声 你懂什么 继承家产 还是要男的才好 即便是招女婿 万一变心了 那就一大祸害 灵燕的天赋是好 只可惜不是男儿身啊 我听说 江家还把对玉民的亲事取消了 是真的吗 使洪图怒道 江家这是在找死 使老爷子反倒冷笑道 江家这么做 反倒给了我们 收拾他们的理由 等精锐回来 我亲自出面 去江家走一趟 突然 使洪图的手机响了起来 家 家 家主 不好了 使家供奉无比惶恐 话说不利索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给我说清楚 精锐怎么样了 使洪图怒吼道 使家供奉 这才战战兢兢的说 道荣家 已经被毁了 我只发现了一些尸体 但其中没有二少的血魔的尸体 也没找到 不过地上的一些尸体 倒是被血魔所杀的二少他们 八成 八万是被灵号杀了 哄 使洪图直接捏爆了手机 林浩 你杀了使家二子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使洪图猛然起身 咆哮道 来人 跟我去摩大要人 使老爷子同样震怒 但他却比使洪图清醒得多 你没脑子吗 摩大是什么地方 要杀林浩 也要在摩大之外 事已至此 先跟我去江家 我要以雷霆之势 灭了江家 收服江家的供奉 壮大我使家的实力 再对付林浩 林浩连血魔都能杀死 我们可不能掉以轻心了 使洪图喘着粗气道 还是父亲想的周到 一切全听您的 大下某神秘之地 大下星宫总部 星宫公主的脸色 非常阴沉炎魔 没有讯息传回来 看来 他们已经全死了 这该死的林浩 他的异能神符 竟然这么强大吗 短短几天时间 竟然让他提升到了 可以斩杀炎魔的地步 星宫十二尊者 首席尊者公主 看来 我们已经错过了 最佳的抢夺时机 如今只能从长计议了 公主有些后悔 我不该派炎魔去的 要是你们去的话 肯定没问题 只是你们去的话 恐怕大下方面 不会坐视不管 看来只能暗中找机会了 我会派人接近林浩 趁其不备 杀人夺宝 首席尊者道 还有就是等魔大 星生大笔之时 潜入荒野 强行夺宝 境外暗网官方 大下江南首富荣家 已经被灭了 暗榜上 接榜前往大下的杀手 进入大下境内后 一个都没传回讯息 一定是团灭了 按照他们的速度 加上林浩公布了他的位置 他们本该很快得手 并且第一时间 传回讯息才是 这么久没阴性 全无 看来是全死了 少主凯尔也去了 这下完了 我们搞不好都要死 赶紧告诉主人 我们的生死 本就不在我们手中 华旗家族 族长书房 族长布兰顿 脸色阴沉无比 暴怒地将手中的 快丝的粉碎 以林浩的提升速度和实力 大下不可能没有出手保护他 我们再去大下报仇 显然是不明智的 但这个仇必须要报 不过不是现在 而是国际新生大笔之时 布兰顿最终 还是强行忍住了怒火 没有再轻举妄动了 是 父亲大人 县人家主约翰 沉声应道 父亲大人 我还在抖音上 看到了大下人拍的 卡尔惨死江南荒野 资源站的影片 看来 您猜得不错 大下军部肯定出手了 不过 我们倒是可以跟 罗斯柴尔德家族联手 你说得对 这是你去办吧 罗斯柴尔德古堡庄园 舒服啊 族长所罗门脸上 古井无波 但眼神中 却是有淡淡的杀气闪过 通战榜 以神秘仇人的身份 悬赏零号人头 赏金一万万亿 外加一套流光神甲 魔度 江家 修炼士 江老爷子 怀着激动的心情 埋头修炼 他本就是军部 退下来的老将 修炼的 是军部的 顶级异能修炼法 几天的时间 他就已经恢复到了 当年的巅峰 七阶巅峰 一只脚 已经踏进了 八阶的门槛 他相信 只要给他一点时间 他一定能够突破八阶 江启和江月 都耐心地 守在修炼室外 替老爷子护法 只要老爷子能突破 江家就不怕使家了 哄 突然间 江家庄园上空 传来一阵轰鸣 天地为之一阵 哄 天地在阵 江启和江月 大惊失色 猛然抬头 只见一位老者 背负双手 踏天而来 神色肃然 杀气腾腾 他的身旁 还跟着使鸿图 和五十几个 使家供奉 一个个起码 都是七阶初级的 异能者 江启金黄道完了 使家来者不善 老爷子这么短的时间内 不可能突破 使家的阵容 可以轻易灭了我江家啊 玉儿 你快告诉浩哥 请浩哥出手相救 是 我已经再给浩哥 发讯息了 江月急得打字的手 都在颤抖 索性发了一条 语音资讯给林浩 夜深了 他不敢直接 打电话给林浩 怕打扰到林浩 使老爷子 已经到了江家庄园上空 江启和江家供奉 立即腾空而起 雷霆战神 也是第一时间出现 只是江家的七阶供奉 就少了很多 只有二十几个 江启不卑不亢 质问到使老爷子 不知今夜大驾光临 有何贵干 他在拖延实践 使老爷子 沉声道别说 这些没用的 我孙子玉明 得知江月儿在荣氏 追了过去 结果被林浩所杀 这是你们 江家设计害他的吧 江启怒到你胡说八道 使玉明自作孽不可活 自有人收 要怪就怪他自己 使老爷子冷笑呵呵 我也懒得听你狡辩 何况玉明一死 你们江家 竟然马上公布 取消玉明和江月儿的亲事 还真是胆大包天 江启直接打断人都死了 不取消亲事 留着干嘛 使老爷子一脚踏下 江家广场 破裂出几十道 深深的裂缝哼 亲事既定 江月儿生死我始家的人 死也是我始家的鬼红图 欲民之死 已成定局 但始家不能无后 江月儿这站着 你就收了吧 使红图神情复杂 但还是忍不住激动到尸 一切全听父亲做主 江月儿在正面 听到这话 腿都下软了 但很快他就恢复了 神色坚毅 誓死如归 要是浩哥来不及赶来 我就算拼命 也不会让史家的禽兽得逞 陈不慕 曹死老头 你特谋的说的是人话嘛 别人怕你史家 我雷霆可不怕 就打就打 放马过来 江琪也是暴怒史家 欺人太甚 今天就算是江家被灭 我江家上下 也要死战到底 江家庄园中 将老爷子的身影 冲天而起 陈生鹤到史老头 我倒要看看 你的八阶出击 究竟有几经 几两地 119章史红图 王 史家之人 看到江老爷子 腾空而起 无不惊诧震撼 怎么可能 他的双腿真的好了 竟然连异能 也恢复了 他是怎么做到的 总不可能是 林浩帮他治好的吧 不可能吧 听说林浩 已经有一个 强大的火焰异能了 怎么可能 还会有强大到 能够治疗异能 损伤的异能 史老头很快 平静下来 冷笑到很好 我还在想 我打你一个残废 算不算欺负人 现在好了 我可以痛痛快快地 废了你 江老爷子 双目如电 沉声道 希望你的八阶处击 不是名不复实 江天行说着 闪山上 一拳轰向 史老头脑袋 史老头一拳轰出 砰的一声巨响 空气被震得 响起了音爆声 江天行身形 倒飞而出 在空中翻滚了几下 这才稳定下来 强大无比的冲击波 将双方一些 七阶巅峰以下的 异能者 都震得人仰马翻 史老头不屑地冷笑道 确实是恢复到了 当年的巅峰状态 可惜了 要是你低调点 赢人几年 或许可以突破八阶 只是你自己找死 那就别怪我了 施展你的异能吧 否则 你恐怕此生 都没有机会施展了 燃血江天行 也知道他说的是对的 所以他直接施展了 他的S级异能燃血 只见江天行 浑身面板 瞬间变红 血管鼓气 甚至听到 血液奔腾流淌的声音 他的战力也随之翻了几倍 让他短时间内 踏进了八阶出击的门槛 当年在军部 他就凭借着异能 奋勇杀敌 一步步从一个小兵 直到战神巅峰 八阶出击 哈哈 我倒要看看 你能坚持多久 是老头的战役 被刺激出来了 江天行的异能 是以燃烧自身血液为代价 提升的战力 以坚持多久 跟他的意志力 有很大的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处境会越来越凶险 若不能斩杀对手 他的下场就会很惨 江天行战意高昂 整个人都彭復年轻了十几岁 直接一拳轰出 拳头之上带着血色光芒 笼罩着强悍的杀伐之气 阴暴声震耳欲聋 石老头也认真了起来 施展异能腐蚀 同样一拳轰出 拳头之上 却是包裹着浓浓黑物 空气都为之发出 被腐蚀的滋滋之声 他的面容 也变得有些阴沉猙獰起来 哄 双拳相击 血光如火 江天行的血液不断燃烧 石老头的拳头上 黑雾冲天而起 吱吱之声不绝于耳 最后 江天行被轰飞几十米 嘴角流血 但很快被面板吸收 石老头只退了十几步 雷霆 江启 陈杭远 还有江家供奉风头 全部冲了上去 跟史家的人打了起来 一时间各种异能攻击 眼花缭乱 惊天动地 好在是在空中大战 并没有波及到地上 否则江家庄园就彻底毁了 雷霆战神 直接冲到史洪图面前 跟他对打了起来 一身S级的雷霆异能 极为拉风 噼里啪啦 每一拳轰出 都是火花带闪电 打得史洪图节节败退 可是史家人多 转眼之间 就有两个七阶高阶异能供奉 冲过来帮史洪图 哪怕雷霆再能打 也渐渐地落入了下风 江启和陈航远那边的情况 也差不多 本来还打得有来有往 可不到片刻 就成了被围攻的状态 雷霆眼看局势不对 立即开始联络几个过命的 七阶巅峰好友 其中好几个都不在魔都附近 不过最后有两个刚好在魔都的 收到雷霆的求助 立即赶了过来 这才让江家这边好过了不少 可是好景不长 随着江天行的血液 燃烧得越来越多 一能战力 也随之下降 没多久 就被石老头一击中 砸落到了地上 红帝一声巨响 江家广场 被砸出一个深坑 江天行浑身的气血都被打散 全身各处都渗出了鲜血 肋骨也不知被打断了几个 爷爷江玉儿 忍不住落泪 冲了过去 江江天行扶起 爷爷 你没事吧 你可不能出事啊 玉儿别哭 爷爷 爷爷没那么容易倒下 江天行强撑着站起来 浑身剧痛 但硬是没坑一声 石老头俯视下方 冷笑道 江天行 你还有多少血可以流 突然 江玉儿手机响了 他激动地赶紧开启一看 是零号的语音资讯 爷爷 是浩哥 浩哥回资讯了 叫我们撑住 他马上就来了 江天行一听零号 马上就来 顿时热血重燃 仰天怒吼到石老头 今天我就是拼了命 也要把你留下 燃血江天行 再次施展异能 悍然杀向了石老头 受伤的雷霆 听到零号要来 也是热血沸腾 战役爆棚 一往无前地 杀向了史红图 江南最豪华的七星酒店 总统套房 零号躺在25平里的小泳池中 品着82年的红酒 透过单向落地窗 看着窗外的繁华夜景 克里斯汀一身护士短裙 白丝 大长腿 捧着红酒 站在泳池中 随时给零号倒酒 每次弯腰 都饮得水波荡漾 波涛汹涌 不知过了多久 卧室中的手机响起 可是泳池中 早已是水声哗哗 零号根本听不到 两个小时后 零号回房 看到江月发的 十条求救语音资讯 和五个未接电话 还有雷霆的求助语音 撑住 我马上到 零号回了语音 面色阴沉无比 史家这是找死 江家已经臣服于零号 打江家 就是打他的脸 这哪里能忍 零号立即叫上和林 海擎天和克里斯汀 驾驶着刚刚收到的 S级智慧战机 向魔都江家赶去 魔都江家 江天行 雷霆等人 已经被打得浑身是血 起都起不来了 江家的供奉们 反倒伤得比较轻一点 因为史家想收服他们为以用 史老头凌空而立 面色阴沉的吼道 从今天起 魔都再也没有江家 而等若不归顺史家 就跟江家一起陪葬 江家的供奉 竟然大多都很硬气 因为很多都是慕名而来 跟随江老爷子的 只有两个七街高街 立即跪下 向史老头磕头 我们愿意归顺 江家人都气坏了 但是已至此 江家都快覆灭了 哪里还管得上这个 史老头有些不爽 但还是冷笑到很好 史家不会亏待你们的 多谢老爷子两人 立即飞到了史家那边 红图 你马上把江月儿带走 玉明金锐死了 传宗接代的重任 就交给你了 给我多生几个 是 父亲史红图说着 向江月儿飞去 看着江月儿 那清秀脱俗的模样 还有那雪白的大长腿 他的脸上也浮现起了邪恶的笑容 江天行和雷霆等人目自欲炼 史红图 你敢我跟你拼了 只可惜 他们一个个都已经起不来了 史老头之所以不急着杀他们 就要让他们 好好尝尝江家覆灭的痛苦 眼看史红图快速接近江月儿 只有二阶的江月儿 根本无法躲避 他的眼中露出了绝望的神情 拿出匕首 打算以死捍卫清白与江家的荣誉 史家 你们好大的狗胆 突然 一道雷鸣般的怒吼声 响彻天地 林浩终于赶来了 时空禁锢 灭世之眼 史红图和江月儿 都被定住了 两道光芒 从林浩眼中怒射而出 带着回天灭地之势 瞬间将史红图轰杀 连渣都没留下 第120张雷霆手段 雷霆 江天行等人 看到林浩到来 以雷霆之势 斩杀了史红图 个个激动不已 浩哥 你来了 江天行激动的老泪纵横 林浩要是不来 或是再来晚一点 江家就不复存在了 江其也是激动的 泪流满面浩哥 你终于来了 史家欺人太甚 你可一定要替我们报仇啊 雷霆激动的哈哈大笑师傅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来 雷霆的 两个死党师傅老雷 你什么情况啊 雷霆这个 等下再跟你们细说 反正我师傅来了 史家就算完了 两人看到林浩的战力 和雷霆手段 自然也不敢造次 全都充满了好奇 林浩来到江月儿身边 解开对他的禁锢 倒没事吧 原本只是普普通通的问候 没想到 江月儿直接哭着 扑进了林浩怀里浩哥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 紧跟来的克里斯汀 都愣了一下 和林冷若冰霜的脸上 眼神也变得凌厉了 投靠史家的两个江家供奉 神情复杂 百感交集 恨自己 为什么不晚一点做决定 他们也看出了林浩的强悍 秒杀七阶巅峰的史红图 这实力 肯定也是八戒 万一史家打不过他 那他们两个就死定了 史老爷子 眼睁睁地看着儿子被秒杀 但他竟然来不及出手阻止 心中震惊 怒吼道 林浩 你小子怎么敢杀我儿子 你怎么敢 这是我史家唯一的男丁了 我史家要绝后了 我要将你千刀万剐 史老爷子发疯似的冲向了林浩 史家的供奉 也是纷纷冷言嘲讽林浩 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他还以为史家跟江南荣家一样 真是可笑 林浩却是不慌不忙 先是施展枯木逢春 一挥手 射出十几道绿光 江雷霆 江天行等人的伤势治愈 这才看向史老头 只见他浑身都笼罩在滚滚黑雾之中 一双眼睛也因愤怒而变得血红 诡异无比 周围的空气被黑雾腐蚀地 爆发出强烈的滋滋声 就连虚空都被腐蚀出了细微的裂放 林浩却是冷笑一声 一拳轰出 混沌神雷凝聚 化作一颗十几米的巨大雷球 呼啸而去去 一时间 苍穹之上 乌云滚滚 电闪雷鸣 一股蔑视的威压 笼罩四方 所有人都震撼地屏住了呼吸 史老头整个人吓得愣了一下 他本能地生出想逃命的想法 可惜他的身形 却是被混沌神雷锁定了 哄 下一瞬间 混沌雷球将史老头笼罩 将他炸得尸骨无存 连渣都没留下 秒杀 彻底碾压 完全碾压 摇摇领先帝碾压 全场死计 这是什么异能 怎么会这么恐怖 这林浩也太逆天了吧 雷霆兴奋之余 立即笑道 恭喜师父 站立在上一层楼 江天行从林浩的出手中 感受到了远超八阶强者的恐怖 心里非常庆幸 之前跟了林浩 赶紧磕头道 恭喜主人 贺喜主人 感谢主人 救我江家上下天行 莫耻不忘 江气 江玉儿等人 也是感激不尽 雷霆的两个生死之交 已经震撼地说不出话了 内心闪过无数条弹幕式的想法 难怪老雷竟然以七阶战神巅峰之字 拜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为师 原来他不仅拥有 可以同时治愈十几人伤势 和恢复异能的治疗型异能 还拥有起码SS级的爵士异能啊 两个起码SS级的异能啊 这是什么变态妖孽 大厦要变天了呀 老雷的师父 还招徒弟吗 我也要拜他为师 老雷这家伙 太不讲义气了 有如此绝世天才师父 却不第一时间告诉我 有事了才找我们 等下一定要把他打到生活不能处理 主主人史家 和投靠史家的两个江家供奉 全都傻眼了 江家哪怕江天行的实力 没有恢复 那也是有江启这个七阶初级 还有陈杭元等七阶强者的家族 竟然臣服于林浩了 林浩得多强悍 才能做到这一步啊 背叛江家的两个供奉 立即跪下求饶主人 老爷子 我错了 求求你们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林浩二话不说 直接一掌拍出 雷动八方施展 两道粗大的雷霆 从天而降 直接将两个炸成了炸 背叛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 这种人留着干嘛 林浩淡淡地说着 一拳轰出 雷动八方遮天雷网 从天而降 将史家的供奉 全都斩杀 最后 林浩看向了江天行 老爷子 先收拾一下吧 明天派人去接收史家的资产 江天行看林浩 如此杀法果断 身体忍不住颤抖了一下 赶紧应到浩哥 不敢当 你叫我天行就好了 我一定替浩哥 好好看管产业 浩哥辛苦了 今夜还请在江家区 就一晚吧 林浩点头 一行人进了江家庄园 江天行立即叫人 收拾残局 安排宴席 宴请林浩等人 江月忙前忙后 不停地招呼林浩 高兴坏了 雷霆的好友 则是不停地戳他 让他要林浩收他们为徒 雷霆也是被搞得没办法了 硬着头皮到师父 这两个是我的生死之交 他们也想拜您为师 你看 林浩看了二人一眼 笑得抱歉了 我暂时不打算再收徒 以后若是需要人手 再找你们 你们帮了雷霆 帮了江家 就是帮了我 这份情意我记在心里 以后若是遇到什么麻烦 我可以帮你们出手一次 两人有些失望 但能够获得一次 八阶强者出手的机会 也是非常让人兴奋的 多谢好哥两人 异口同声道 若有机会 我二人还是希望 能效全马之劳 一夜之间 史家被灭的讯息 震动了魔都 甚至连燕京都被惊动了 史家可是魔都第四大家族 拥有八阶初级战王强者的存在啊 竟然说 被灭就被灭了 究竟谁这么强悍 难道是魔都排名前三的 十家钱的 听说有人在江家附近 听到了有人喊零号 该不会又是零号灭的吧 可是刚刚灭了江南首富荣家啊 还有人声称 在用无人机行拍的时候 拍到了江老爷子 再向一个少年磕头 喊什么主人 还是好哥的 不过后来 影片却无缘无故都损坏了 少年的身影不见了 我看八成就是零号了 看来江家是臣服于零号了 江老爷子多年的伤势 也是零号治好的 魔都要变天了 第121章 震惊的副校长 当晚 江月安排零号住在了他的闺房 粉白粉白的公主封装饰 堆了很多可爱的玩偶 少女性爆棚 和零心里气炸了 但他也不擅长解决这种问题 作为一个预解 他可不屑去跟人争抢男人 只好在房间生闷气 浩哥 这是我们最好的房间了 你不要嫌弃啊 江月难为情地说着 怎么会 打扰了 零号淡淡道 江月有一万句想说的话 从脑海中飘过 但最后还是紧张到 那浩哥你早点休息 有需要什么跟我说就好了 说完一溜烟就跑了 趴在客户的沙发上 江月一个劲的后悔 真是笨死了 明明想留下的 为什么就是说不出口 他发雨音请叫发 小许昕我该怎么办呢 许昕恨铁不成钢 发来了长雨音 你是不是傻 是不是傻呀 生扑不会吗 零号既然那么帅 又那么厉害 还住在你的闺房 这可是天赐良机啊 生扑就完了 有啥不好意的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留着你那第一次干嘛 是能提升异能 还是能减肥瘦身 赶紧生扑 不然以后就没这么好的机会 现在不生扑 难道等他跟别的女人 洞房花竹了再生扑 别怪做姐妹的没提醒 零号现在不知道多少女人盯着呢 被人抢了你就更没机会了 生扑生扑生扑 重要的是讲三遍 生扑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啊 江月无语了 脸上忍不住发荡 不过他说的也有道理 何灵一直跟在浩哥身边 我要是不把握机会 可就没机会了 不一会儿 许昕又发了雨音过来 别说姐妹不帮你 我告诉你 怎样才能把握住男人 江月听得羞耻无比 赶紧躲到被窝里听 这许昕 真的是女流氓啊 可是想到今天江家差点 被史家覆灭 江月深刻明白了 这世界的黑暗 以及强者为尊的道理 他鼓起勇气 立即行动 化了个淡妆 换上了一条白色的 可爱小熊睡裙 又从酒柜拿了红酒 和两个洒杯 想着道师把自己喝醉 听天由命 可还没到自己闺房 他就紧张地停下了 徘徊了好久 做了非常激烈的心理斗争 这才又鼓起勇气 红着脸 敲响了自己的闺房 浩哥 你 你休息了吗 谁啊 江月本来想进去 在当面说的 可林浩一问 他紧张地 只好先说了浩哥 我 我睡不着 我认床 而且我 我怕 今天的事 吓到我了 我 我可不可以跟你聊聊天呀 进来吧 林浩淡淡道 浩哥 我真的是认床 我江月愣住了 脸红得不行 半嗓才接着说道 和林姐 你 你也在呀 只见和林 穿着黑色的睡裙 正在跟林浩喝红酒 看到江月来了 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江月紧张羞耻的不行 彭扶阴谋 被人当众拆穿了一样 恨不得马上转身就跑 其实和林心里也很紧张 他可没碰到过 这种抢男人的狗血剧情 他是做了很久的思想斗争 才向自己妥协 来找林浩喝酒的 或许是因为太喜欢了吧 生怕被江月趁虚而入 江月刚想找个理由跑掉 林浩开口了 那过来一起喝酒吧 喝点酒就好睡了 江月 只好硬着头皮留下了 可气氛却变得很微妙起来 三人的话都少了 只是不停地喝酒 江月话少 那是被和林的气场 和冷若冰霜的眼神给吓的 硬着头皮才没走 他觉得这是他的规方 要走也是和林走 这才死撑下来的 不知不觉间 三个人都喝断片了 第二天 江月先醒了过来 看到他竟然搂着林浩手臂 吓得差点尖叫起来 又忍不住地激动 心砰砰直跳 连和林趴在林浩腿上 也顾不上计较和生气了 最后 他红着脸 赶紧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后来和林又先醒了 发现自己豪放地 趴在林浩腿上 也是羞涩得不得了 赶紧起身想逃跑 可是跑到门口 又觉得不甘心鬼知道 昨晚江月偷偷做了什么 该死的林浩 怎么帅得 跟有缝的鸡蛋的一样 到哪都有女人跟着 气死我了 和林想了半天 下定了决心 轻手轻脚地溜回去 偷偷地在林浩额头上 亲了一下 然后像做贼一样 飞奔似地跑了 林浩睡到了十点多 也没人敢叫他 他是被电话吵醒的 喂 林浩吗 我是云胜天啊 你怎么还不来言大报告啊 这都快新生大笔了呀 云胜天多少有些 心急如焚地说道 啊 哦 是你啊 这不是还没开学吗 有什么好急的林浩 半梦半醒道 云胜天喘着粗气道 我是服了你了 我还是第一碰到 有学生 不急着来言大报道的 可以林浩这么说 他也拿他没办法 林浩认真地想了想 道夫校长 我觉得我就不去言大算了 两边跑我也顾不上来 我总不能同时参加 两个学校的新生大笔吧 云胜天一听 直接跳了起来 但又不敢发作 生怕把林浩给惹毛了不是 林浩 浩哥 为了你 我可是花了大代价呀 你可不能不拉 不然我怎么跟学校的导师和学生交代 我可是把牛皮都吹出去了 说你是天才中的天才啊 林浩赌 快起解了行了行了 去去去 好好对一个副校长 怎么这么啰嗦 我还有个擂台要打 这几天忙完了 一有空就去 好嘞好嘞 一言为定啊 云胜天这才松了口气 又好奇地问到林浩 你最近怎么样等级和战力 到什么程度了呀 昨天刚把史家灭了林浩懒洋洋 漫不经心地说道 哎呀 我不是问你这个 现在的年轻人 晚上干什么也不知道 日上三杆了 还不起床 话都说不清楚不是 你刚才说什么 你灭了史家 史家是你灭的 那你的战力 不是起码得八阶终极了 云胜天突然激动地 口前舌噪林浩 浩哥 你快醒醒 把话给我说清楚啊 是我灭了史家 你没听错 云胜天震惊地实话了不到一个月 从刚刚觉醒 到战力突破八阶 是我没睡醒 还是林浩没睡醒 可是魔盗那边 确实有讯息 说史家被灭了 而且 有人还说 听到现场有人喊林浩 还有人拍到林浩了 这还参加什么新生大别 都可以当导师了对啊 导师 林浩来报道 我直接让他当导师 燕京 史家被灭的讯息 传到了史宏图的岳父家 燕京第十大世家 排名第十 魏家 史宏图的妻子 虽然早就死了 但史宏图 一直非常孝敬岳父魏天臣 魏天臣也一直在支援史家的发展 魏天臣林浩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魏天臣的儿子 魏家家主魏全 沉生到父亲 究竟是不是林浩干 还只是传闻 魏天臣愤怒地打断 那你还不快 给我去查 给我查清楚了 无论是谁 敢灭史家 就必须死 是 父亲我这就去办 我一定会杀清楚 要真是林浩 我一定将他千刀万寡地 一二二掌 就这点学分 还不够塞牙缝 摩大 刘顺苏林所住的别墅 门口站满了人 有些是来报名挑战林浩的 更多的学生 是来看热闹的 刘顺直接在门口摆了一张桌子 把人拦住 悠闲且嚣张地翘着二郎腿 拿着校卡 用教卡的全息笔记本 记录着报名人员的名单 以及赌注 王胜利 荣耀一星 三阶初级 赌注一百学分案 学长 你这赌注有点低啊 不是我学弟 我看不起你 其他学长的赌注 可起码都是二百以上啊 顺满脸笑容地 说着最嚣张的话 完全不怕被人揍 每个参加挑战的人 刘顺都要先登记一下 他们的学分 免得有人没学分来参加 到时说了找他们要学分 可就费事费事费力了 王胜利冷笑打败林浩 不就变多了吗 我赌林浩说 赌注翻十倍 区区一个新生而已 这么嚣张 以为打败了柳红 那些新生 就可以在摩大横行无忌了吗 这次我要教他做人 刘顺大校学长好大的口气 我就怕到时你输了 学分不够 连裤衩都赔掉 哼 到时输的一定是林浩 你就说 能不能参加吧 没问题 一百学分也是学分 蚊子虽小可也都是肉啊 到时输了 记得赶紧赚学分 赔给我浩哥呀 刘顺间定林浩能赢 只要学分不低于一百 他都来者不拒 来来来 下一个 学长们赶紧报名 不是谁都有机会 输给我大哥林浩这样的新生啊 急不可施 时不再来啊 林浩输了 按赌注赔一百倍 学长输了没关系 只要赔十倍了花点钱 体验一下 输给新生的快乐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 刘顺在拱火 尼玛的 这新生太嚣张了 大家一起报名 暴揍林浩 让他输得倾家荡产 陈捕木曹这借新生太嚣张了 不教训一下 他不知道学长的威武算我一个 我一定打得林浩满地找牙 刘顺大笑好嘞 欢迎学长来送学分学长 高兴大名啊 范我者王 陈捕木曹学长火气好大 这是吃了炸要出门 还是吃错了要出门啊 范我者王瞪眼我说 我叫范我者王 陈捕木曹是范学长 他来了 他来了 我就喜欢霸气的范学长 范学长可是四阶巅峰 摩大荣耀学生战力榜 排行第九啊 这下林浩完蛋了 范我者王的身后 还跟着几个身材火辣的学妹 刘顺和苏林都惊呆了 还有人取这种名字 不怕被群殴吗 刘顺神情妇杂道 学长这名字 好 好长啊 范我者王舍我期谁到那当然 一寸长 一寸强势问摩大 谁最强 荣耀五星 范我者王 我赌一万学分 范我者王 把所有学分都压上了 年少轻狂 谁服谁 范我者王这个学期 就要上大三了 能够在两年中 达到荣耀五星的成就 不得不说 已经很厉害 这也使得 他在摩大学生中 有着不小的名气 陈补木曹 范学长牛逼啊 一万学分 我一年都赚不到这么多呀 一万学分 这可是一百万大下币啊 范学长好有钱 范学长 单身学妹了解一下哦 范我者王听得非常得意 春光满面 刘顺大喜 恭喜范我者王学长 送来一万学分那语气 就彭扶范我者王必败一样 范我者王拍桌吼道还没比 你瞎嚷嚷什么 范我者王的迷妹 也是七嘴八舌的开队 怎么对范学长说话的 到时候赔死你们 刘顺一点也不带怂的 我对我家浩哥有信心啊 怎么样 你咬我呀 不服不服 可以加赌注啊 来啊 来啊 范我者王大声道加什么价 一个新生 能有什么学分 我加了他 有钱赔吗 刘顺也不够强 笑道来啊 赶紧报名啊 荣耀学生不行了 连我浩哥这种新生都怕啊 陈补木曹 我怎么感觉 他比林浩还嚣张 算我一个 也算我一个 算我一个 经过刘顺魔幻般的操作 加上范我者王的带着作用 报名挑战林浩的荣耀学生 很快就达到了53个 从荣耀一星 到荣耀五星都有 其中 摩大荣耀学生战力榜前十的学生 来了五个 最低的一个赌注 都是三千学分 最高的一个达到七千学分 这学分可是不太容易赚的 摩大的规定 斩杀二阶初级凶兽一头 可以获得一个学分 二阶中级两个学分 高阶四个学分 巅峰八个学分 三阶初级十六个学分 中级 三十二个学分 高阶六十四学分 巅峰一百十八学分 四阶初级二百五十六学分 中级五百一十二学分 高阶一千零二十四学分 巅峰二零四八学分 凶兽等级 每提升一小阶 学分就翻倍 但像放我者王这样四阶巅峰的等级 要斩杀五头四阶巅峰的凶兽 却是非常不容易 因为凶兽的战力 通常比人类同等级的异能者 要强不少 他很有可能 斩杀一头四阶巅峰凶兽 就得先离开荒野休养 否则再遇到四阶巅峰凶兽 很有可能就没命了 何况学生们赚到的学分 大头还要拿去买装备 技能 吃饭 约会几乎不可能剩下多少 放我者王这些人 是把最近一两个月赚到的所有学分 都拿出来赌了 不过倒是没有王者学生参加 他们觉得 林浩不过是在华众取宠 而且 他们大多忙于修炼 以及近荒野探险历练 赚学分 根本不关心心生的事情 没多久 林浩回魔大了 过来找刘顺和苏玲 看到林浩回来 刘顺兴奋地跳起来越过桌子 飞奔过去 激动到浩哥 你终于别来了 我可告诉你 报名参加擂台赛的人 已经五十几个了 这下我们赚翻了 有点少啊 有王者学生报名吗 林浩的神情 确实很平淡 这还嫌少 加起来二十几万学分 折合大夏币两千多万 不过没有王者学生报名 不然搞不好还能翻一辈 刘顺还是很激动 就这点学分 还不够塞牙缝 不过算了 看在你这么激动的份上 就满笔一下吧 林浩兴趣索然道 他之所以 搞这个挑战赛 本来就是为了给刘顺和苏玲赚学分的 他可不稀罕 这点学分合钱 第123章叫面虎师把来 笑一个看看 林浩的话 顿时激起了许多心声 特别是老上 尤其是荣耀学生的不爽 陈捕牧曹 难怪刘顺那么嚣张 原来 是因为有个比他更狂 更嚣张的兄弟林浩啊 林浩 你该不会是忘了 这场挑战赛 你可是要一个人 单挑所有参与挑战的人 光是现在的53个人 一人一口唾沫 都能淹死你 你还敢这么狂 刘顺直接跳出来 对骂成捕牧曹 你特磨吃错药了 你家托磨那么大 赶紧去看看你的肺吧 我顶你个肺 在我浩哥面前 你们都是垃圾 珍惜这次输给浩哥的机会吧 以后 你们连当观众都不配 于是 双方开启了骂战 刘顺毫不畏惧 蛇战群如 结果还站了上方 还有谁 还有谁刘顺站在桌子上 非常嚣张 指着被他骂到词穷的人 没有人 刘顺叹息无敌 原来这么寂寞 片刻后 人群外响起了一道嚣张的声音 来来来 都给我让一让 让一让 听见没有耳聋了 赶紧滚开 汪哥来了 汪哥请 众人都转头看了过去 很多人群外围的学生 听到汪哥两个字 吓得像踩到毒蛇一样 赶紧跑开 让出了一条路 围观学生 只敢交头接耳地 议论陈捕牧曹 大二的笑霸来了 虽然不喜欢这人 但林皓这么嚣张的人 还就得笑霸收拾这下 有好戏看了 汪大宝可是出了名的 下手毒辣 而且为人阴狠 他不会来报名吧 我看他就是 来收拾林皓的 笑霸怎么可能 让一个新生 比他还嚣张 可是 我宁愿林皓赢 也不愿意汪大宝赢 之前我同宿舍的摄友 就被汪大宝 抢过学分 还被打断了腿 他躲在宿舍哭 我问了很久他才肯说出来 有一个摄友 也是学分被抢了 连身上的钱 和刚买的辣条的 都被抢了 太可恶了 你们这都算好了 我有一个摄友 跟女朋友强东的时候 被打 被抢 女朋友还被带走了 汪大宝和叫面虎的叫霸 确实很可恶 可惜林皓只怕不是他对手 虽然是三阶巅峰 虽然比犯我者王低很多 但是出手银狠啊 因为他代表的 是校霸组织叫面虎 而且他不管输赢 以后都要找林皓麻烦的 除非林皓加入校面虎 谁是林皓校霸狗腿 大声吼道 谁是林皓怎么 看见汪哥 吓得不敢说话了 你不是很嚣张吗 刘顺不爽 大声道 你吓啊 我浩哥这么帅 还不知道是哪个 全场死计 所有人都惊恐地看着刘顺 心想 你特模是虎啊 刚才跟好学生对对也就算了 这可是校霸汪哥 这不是纯纯找打吗 狗腿阴冷地笑了 你特模敢骂我给我打 汪大宝的几个狗腿 立马就上去围殴留顺 却被汪哥挥手拦住了正式要紧 他可不傻 他一般不在魔大里面欺负人 而是等人出了魔大 在王死里打 是 汪哥 你就是林皓汪大宝 扬起头问林皓 林皓冷笑 汪大宝不爽 脸色立马阴沉了下来 我给你个机会 加入浇面虎 跟着我吃香喝辣 另外 汪大宝看向了和林 姜月和克里斯汀 邪笑到另外 你的女人 大哥帮你收了 啪 响亮的耳光响起 汪大宝被林皓一巴掌 扇飞出去十几米 砰的一声 砸在了石头上 头破血流 惨叫连连 林皓一脚踩在汪大宝脸上 冷笑到 你不是笑面虎的笑爸妈来 给爷笑一个 全场死记 陈捕木曹汪大宝的十几个狗腿 立即一拥而上 眼看就要围殴林皓 结果又被汪大宝叫住了 他强忍着剧痛 挣脱林皓的脚 面色阴沉地站起来 阴狠且愤怒地看了林皓一眼 然后转头问 狗腿到拍到了没有 拍到了 很好 等擂台赛结束 拿着影片 去投诉他 让摩大开除他 摩大对校内打架很严格 明文规定 一旦发现 直接开除 除非你上擂台 作为异能者 能进名校是最好不过了 以后肯定前途无量 可一旦被开除 那各种资源就没了 特别是学不到好的修炼法和技能 对学生而言 是非常糟糕的后果 所以 即便是汪大宝这样的校霸 也不敢在校内 擂台外动手打人 围观的学生 都在为林皓默案 汪大宝是真狠啊 连刘顺和苏灵 都都被吓到了 汪大宝冷笑地 对刘顺到学地 我报名 我出十万学分 赌林皓会在擂台上 被我打残这十万学分 是他找他的狗腿们凑的 还包括他在校外 从其他学生手上抢来的 刘顺看了林皓一眼 果断登记了下来 对林皓的实力 他还是心里有底的 不管会不会被开除 也要先让林皓 在擂台抱走汪大宝一顿再说 汪大宝得意地走了林皓 你给我记住了 以后出了校门 我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林皓冷笑区区 三接巅峰 谁给你的勇气 身影一闪 啪的一声 汪大宝又被打飞了 门牙全都打掉 汪大宝惨叫 然后怒吼道 林皓 你这次被开除定了 你给我等着 等什么 等明天再擂台 我再狠狠揍你 所有人都傻眼了 林皓是真虎啊 他不知道 在校内擂台外打人 真的会被开除吗 曾经有个荣耀五星的学长 气不过笑面虎的人 也打过他们 结果第二天就被开除了 出了学校后 直接被笑面虎的人 打到半身不随啊 所以说汪大宝阴险啊 林皓这下算是完了 不仅要被开除 开除前 还要在擂台被打 实在太惨了 不过报名的荣耀学生 很快反应过来不对啊 到时林皓被行人了 我们赢的学分 找谁拿去他一个 刚报到没多久的新生 哪来的那么多学分啊 他要还没开除 那还可以欠着 慢慢还 被开除了 我们找谁去啊 于是一个个都围了过来林皓 除非你能凑齐 足够输给我们的学分 不然我们不比了 对 不比了 林皓直接拿出手机 亮给他们看 陈补木曹八十多亿 这下妥了 没有学分 可以用钱底啊 陈补木曹富二代啊 原来 他是人傻钱多啊 我就说 小城市考到的五考第一 一定有水分 这下你们相信了吧 光临花钱就这么多 花钱买个第一 也不是不可能啊 你们可别说了 万一林皓听见 我们上乃区 赚这么好赚的学分去 我什么时候 变成富二代了 林皓摇头叹息 直接走人回自己的别墅 魏城 已经在别墅门口 等候多时 一看见他 就几乎恭敬地笑道 林学长 副校长有请 他做学长的 反而称呼林皓为学长 是因为他知道 林皓的实力 有多恐怖 第124章 你们根本不知道 林皓有多恐怖 江万朝别墅 林皓 你终于回校了 来来来 先来尝尝这百年的普尔 特意为你泡 提神行脑 尽心安神 江万朝激动到 林皓与和林坐下 尝了一下 不愧是百年落茶 确实很好 找我来啥事 林皓开门见山 江万朝笑容满面 这不是想你了吗 另外想问一下 你的等级和战力怎么样了 魏城有点受不了 一向严肃严格的副校长 竟然变成这样了 老师当年谈恋爱 也就这样吧 林皓倒还行 提升了一点 一点一点是多少 江万朝非常好奇 林皓反问到老江 你是什么等级 啊我呀 我也就九阶中级 江万朝多少 有点得意地说道 毕竟是不知 多少次生死战斗 辛劳半生才获得的成就 九阶中级 就能当副校长了 江万朝端起茶 笑道林皓 你是不知道 九阶有多厉害 像你这样的副校长 我可以直接秒杀 林皓淡淡到 噗 你说什么江万朝的茶水 直接喷出 你可以秒杀我林皓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怎么可能提升这么快 魏城直接石化了林皓 这是开挂了吧 连和林都惊呆了 他也感觉到 林皓变强了 但没想到这么强 他可是很清楚 七阶之后有多难突破 更别说是八阶九阶了 你觉得我有必要说谎吗 江万朝兴奋地跳了起来 手舞足蹈 把林皓上上下下地看得没完 林皓 来 你打我一拳 打我一拳试试 林皓看了他一眼 你这身子骨 我怕把你打三架 你不就想确定一下吗 史家是我灭的 这才可以信了吧 史家还真是你灭的 江万朝自然也得着史家的讯息 和相关的传闻 太强了 实在太强了 简直是变态啊 强大的异能那么多 战力还这么拟天 林皓 这样 这样啊 你直接在摩大当导师吧 不行不行 导师职务太低了 名誉院长 名誉院长吧 校长不在 不然 我一定推荐你当副校长 魏诚已经骂了 别说 让林皓当副校长了 就算让他当校长 他都觉得没问题 和林倒是非常 替林皓开心林皓 恭喜你啊 林皓却是淡淡道 我可没兴趣叫人 不用你教你不喜欢 可以不教 你爱干嘛干嘛 不上课也可以 不训练也可以 你喜欢就好 只是挂个名而已 你不喜欢 也可以不用公布啊 不过新生大笔 这些大的活动 我还觉得 你还是去参加一下 随手破个记录啥的 也好激励其他学生 上进不适 而且 新生大笔 是在荒野进行 非常危险 每年都有不少学生遇难 有你在 不管什么样的突发状况 都能应对 我也放心不是吧 最重要的是 国际新生大笔 你要是去了 你说他们得有多惊喜 多一万 将万潮软磨硬泡 林皓道 这还差不多 第二天上午 磨大武馆 最大的擂台 观众席上 已经坐了几万人了 其中大多是新生 笔试定在上午十点开始 时间还没到 学生都在一轮纷纷 充满了期待 听说参加挑战的人数 达到61个了 这下林皓完蛋了 肯定要被打趴下 打趴下都算是好的了 要是叫面虎的汪大宝 趁人多眼砸 一脚把林皓的异能干费 那才叫惨 你这么一说 那林皓是真的完蛋了 汪大宝的阴险 是出了名的 而且 昨天林皓还打了他 异能被废 再被学校开除 然后在校外 汪大宝肯定动不动 就会找林皓麻烦 被林皓打败的柳红等人 也早早地来到观众席 柳红被林皓踢断的腿 已经好了 但仇恨却深深地 刻在了他的心里 只见他满脸的戾气 咬牙切齿道 虽然不能亲自报仇 但能这么快逐看到林皓被揍 我还是很开心的 我要把林皓被揍的画面录下来 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拿出来看一看 哈哈 那画面一定很精彩 61个打一个 而且都是荣耀学胜 林皓这次是真的自掘坟墓 就算他用什么手段 隐藏了自己的实力等级 可是他也才刚刚觉醒没多久 能强到哪去 还能比较醒了两三年 也修炼了两三年的荣耀墙 难道就没人看好林皓吗 一个可爱清秀 身材高挑 长发披肩的女生问道 我凭直觉 林皓那么帅 不像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啊 他是摩大大二的校花之一 周小轩 三阶巅峰 觉醒的是 危及精神类异能感知 不擅长战斗 而且提升也比较慢 但他的感知能力 却是远超高阶艺能者 面对这种问题 哪怕是他的追求者 也忍不住要反驳 看好小姐姐 你还没睡醒吧 61个打一个啊 你看好是世光 是艺能消耗这一点 林皓就搞不定了 周小轩不服 可是坊间不是有很多 关于林皓无敌的传闻吗 就昨天 还有人说拍到林皓 灭了史家 可是后来画面中 却不见了林皓身影 哎 连传闻都信 难怪 你连荣耀一心都打不到 周小轩直接把这人 拉进了黑名单 最后还是坚信自己的直觉 你别人生攻击我外婆 可是说了 传闻十有八九都是真的 不信你们走着瞧 说完他就换了个位置 不再理他 他一走 周围的男生 齐刷刷的起身 跟了过去太好了 又少了个竞争对手 那个男生傻眼什么鬼 我说实话 也不行吗 难不成什么都要顺着他 他要是对林皓感兴趣 我也要跟着喜欢男人 观众席了一脚 无考全国排名第四的宋语 独自坐在那里 神情复杂 不甘之重 带着嘲讽之色 自从被林皓打败 他就一直闭门修炼 直到现在 心声大笔快要开始 大家都忙着找人组队 他才出来 只听他自言自语地说到 无知的人 你们根本不知道 林皓有多恐怖 不知道半个多月没见 他的实力提升了多少 不仅学生来了很多 连导师 院长 副院长 也来了很多 甚至连副校长将万朝都来了 林皓不肯打他是战力 他只好自己来看了 有学生看到导师副校长后 猜测我改变主意了 我觉得林皓会赢 不然这么多的导师院长 还有副校长 总不至于变态倒是来看林皓被揍的吧 你说的很有道理 但人不可貌相 万一他们就是这么变态呢 很快 林皓在万众瞩目之下 带着何林 刘顺 苏玲 江玉儿 还有顾兴仪和高佳佳等人到来了 第125章一起上吧 不然 你们就没机会出手了 林皓等人一来 大家反而不怎么议论他的实力 而是把目光都转到了他身旁的几个美女身上去了 羡慕极度恨啊 这么多小花级美女 跟着林皓 这以后还不得多子多福 没天理啊 这美女成群的 难道就因为他会装吗 这次比试要是输了 看他怎么下台 什么要是 林皓肯定输啊 我还是想想 林皓输了之后 我该抢哪个美女呢 这还用问 肯定是那个大长腿的冰山女神啊 不过那女神 好像不是磨大的 可是 林皓每次现身磨大 她都跟着 很神秘啊 我还是喜欢姜月 看起来多清纯 又纯又郁梅又梅 而且史家被灭了 姜月跟史家的亲事 也早就取消了 看来是老天爷 被我对他的日思夜想感动了 派人灭了史家 不然有史家在 我还真不敢追他 我也喜欢姜月 听说将老爷子的双腿 和异能都好了 恢复到了七阶战神巅峰 未来妥妥的八阶战王强者呀 我要追到姜月 我想少奋斗三十年 我喜欢苏玲 我喜欢顾心仪 我喜欢高佳佳 我喜欢那个国美女 抑郁风情 东方面孔 想想就激动啊 被你说的 我有点惊动啊 不过 我好像在什么网站上 看到过她 背影挺强的 就是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你们别傻了 林皓要是输了 跟着她的这些美女 还不得被汪大宝抢走 别人引导无所谓 但是我心里是希望汪大宝输的 这混蛋 可是浇灭虎的人 没少欺负人 唉 谁不是呢 可惜那么多人出手 林皓根本不是对手 她哪有机会打败汪大宝 何况汪大宝 还是三阶巅峰 周小轩一直看着大门口 一看到林皓 就目不转睛地盯着 眼里全是粉红泡泡 好帅啊 而且不是那么傻乎乎的帅 眼神好凌厉 好深邃啊 她周围的男生 咬牙切齿 可是 很快她就不开心了 心想 怎么可以这样 林皓身边的女生 竟然都对她有意思 也就是苏林 和那个冰山女神 表现得不明显 特别是苏林 似乎已经做好 只当她是兄弟的了 另外四个 竟然 竟然都在想着 跟林皓那个 啊 怎么可能这样 你们可都是笑花级的美女 而且 这可是大庭广众之下啊 周小轩 竟然可以听到别人的心声 周小轩突然惊叉不已 为什么我无法听见林皓的心声 怎么会这样 这怎么可能 周小轩脸上的惊叉 变成了震撼 惊害难道林皓的真实战力 或等级 已经远远超过了五阶巅峰 精神无比强大 所以我才听不到 一定是这样 只有这种解释 这就对了 难怪她敢一人单挑 所有挑战她的人 原来是真的有实力啊 周小轩再次变得激动无比 等下一定要去加林皓的超信 宋玉确实比她更加震惊 林皓的实力 一定突飞猛进了 我竟然完全感觉不到她的实力 难道她突破了六阶 刘顺和苏灵 竟然也这么强啊 一个二阶高阶 一个二阶巅峰 他们两个之前 可是一直跟着林皓躺平 才靠近的摩大 怎么会提升这么快 我闭门苦修了这么多天 甚至不惜花钱 买了破级单符用 也才三阶出级啊 摩大的导师院长嘛 也发现了 艺能学院院长秦天行 问江万潮到副校长 林皓的实力感觉 提升了非常多啊 你应该知道多少吧 我知道个毛线 林皓这小子 实力提升后 脾气也跟着涨了 根本就没告诉我 江万潮内心兴奋 嘴上故意不爽地说道 副校长息怒 年轻人 年少轻狂 也是常有的 可别气坏了身子啊 兵器学院的院长 万人斩到副校长 你让林皓去 艺能检测机上试一下 不就知道了吗 他现在的脾气 怎么会肯去 要不你去跟他说 江万潮美好气道 万人斩善善的孝道 还是算了 只要林皓强大 测不测没什么影响 林皓直接走上擂台 但但道人 到齐了没有 到齐了直接开始吧 陈补木曹他真的很嚣张啊 不过很快就要露线了 参加挑战的荣耀学生 一个个都是带着 满脸细血的笑容 走上擂台 片刻间 就把林皓围在了中间 刘顺对着名单数了数 道浩哥 人来齐了 很好 那就开始吧 在场的导师 帮忙做个见证 林皓说着 嘴角泛起了一抹冷笑 江万潮喊道哄了 赶紧开始吧 汪大宝狂妄地大笑 哈 林皓 你死定了 啪 救你话多救你嚣张 啊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然后就眼花了 只见汪大宝话 还没说完 林皓瞬间就到了他面前 也不知道怎么出手 就听到一道响亮的耳光响起 然后汪大宝就惨叫地砸倒 在地了 剩下的牙都被林皓打掉了 鲜血淋漓 紧接着 林皓一脚踹出 将他踹下了擂台 砰的一声 汪大宝惨叫连连 攻成了一只虾 汪大宝 拜 林皓速度太快了 简直比瞬移还快 很多直到汪大宝砸在擂台下 这才反应过来 而此时的林皓 早已返回了擂台的中间 庞扶根本没有出手一样 反我者往本能的感觉 后背一凉完了 我彻底低估了林皓的实力了 我竟然看不清他出手 擂台上的其他荣耀学生 更是吓得瑟瑟发抖 所有不看好林皓的观众学生 全都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宋玉傻眼 林皓已经这么强了吗 我竟然看不清 他是怎么出手的 这起码得六阶巅峰啊 这怎么可能 周小萱震惊的郊区一阵好快 真的太快了 比五阶巅峰快好多 起码达到六阶巅峰 太逆天了呀 晴天醒我的天 林皓竟然轻轻松松 就施展出了七阶出击的速度 这提升也太快了吧 那他的真实实力 岂不是能达到八阶出击 万人斩 宋千山 唐梦等院长 也是震惊的目瞪口呆 将万朝也装出了 非常震惊的表情 刘顺激动不已 第一时间跑过去 将汪大宝的十万学分学分划走了 汪大宝健壮 比杀了他还难受 咆哮起来我不服 林皓他偷袭他 不讲武德 没人理他 刘顺冷笑道 白痴 都喊开始了 你还在那废话 不打你打谁 换我也先打你 有人这才激动地欢呼了起来 拍手叫好 然后欢呼声越来越大 可见汪大宝有多么不得人心 林皓淡淡道 你们一起上吧 不然 你们就没机会出手了 所有参与挑战的荣耀学生 这才惊醒过来 眼中都充满了恐惧与后悔 犯我者王大声喊道 大家别怕 我们人多 一起上说着 直接施展异能 向林皓攻击而去 其他也意识到 想要打败林皓 唯有大家一起出手 当下也不敢迟疑 纷纷施展异能 全力出手 一时间 各种异能施展 擂台上五光十色 绚烂无比 可惜 林皓完全不给他们机会 身影突然消失 比闪电还快 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擂台上 只听到 砰砰砰砰的声音 和荣耀学生的惨叫声 连续不断地响起 然后一个个倒飞而出 砸落擂台 充满了视觉震撼 林皓 完胜第126章 开出林皓做梦吧 我不服林皓偷袭我 我不服汪大宝 扶下一颗疗伤的丹药 伤势恢复了不少 非常不甘心地怒吼道 只可惜 他的牙齿都被打掉了 再凶的话说出来 也变成了漏风 听起来非常搞笑 所有人都忍不住笑了 将万潮朗声道 比赛已经开始 林皓不存在偷袭的问题 是你自己太自大 根本没林皓放在眼里 比试开始了 还要说狠话 以林皓的实力 一百个汪大宝 也不是他对手 副校长都发话了 汪大宝只能认输 没人敢质疑副校长的话 那可是九阶绝世强者 汪大宝又大声喊道 我要举报林皓 昨天在校内出手打我 把我牙齿都打掉了 按照摩大的校规 在校内擂台外打人者 要被开除 我希望学校开除他 汪大宝还拿出了 昨天拍的 林皓打他一巴掌的影片 众人哗然来了 汪大宝真是阴险 故意气林皓 挨他一巴掌 然后让学校开除林皓 这样林皓出了魔大 就只能任由他欺负了 简直比死还难受 可是离汪大宝 比较近的荣耀学生 却发现了古怪不对 影片里面根本没有林皓 汪大宝这是在污蔑林皓 他虽然被林皓打败了 但对林皓的实力 却是真心佩服 而且他也很讨厌 笑面虎的人 更多的人凑过来看 确实没有林皓 怎么可能汪大宝错愕 将手机转过来一看 真的没有这事 这是被人动了手脚了 昨天明明有的 汪大宝瞪向他的狗腿 你是吃屎的吗 拍个影片都拍不好 副校长 我昨天真的被林皓 打了一巴掌 他们都可以作证 你可一定要开除林皓啊 是是是 我们都可以作证 汪大宝的狗腿 赶紧复刻到 江湾嘲笑道 没有这条校规了 什么怎么可能 学生手册明明有说啊 汪大宝错愕 不甘 江湾朝昨天刚刚改的 还没来得及是出 既然这样 那我借今天这个机会 公布一下 之前的校规太死板 容易被人穿空子 以后无故在校内 打人的学生 仍然会被开除 但像你这样 故意挑衅的除外 否则老师的学生 天天都会被人欺负 另外 你们所谓 叫面虎的叫霸组织 经常穿校规的空子 在校规欺负 殴打同学 平民 影响恶劣 本来学校 不管校外和荒野中的事 是为了让学生 有更多的自由 更好的历练 让你们知道 社会险恶 但校面虎的影响 太恶劣了 从今天起 校规增加一条 摩大学生 在校外无故欺负同学 平民 一律开除 虽然新校规 是为了保护那些老师 且实力弱的同学 但摩大更希望 广大同学可以勇敢起来 团结起来 与心怀不轨 横心无忌的坏人做斗争 毕竟你们早晚 都要走上社会 面对异能者 面对凶兽 摩大不可能 一直保护你们 自从灵气复苏 人类觉醒异能 校霸在校外 欺负同学 平民的事 就经常发生 但却很难 从根本上禁止 因为被欺负的人 都怕被报复 不敢举报 很多时候 即便举报了 也没有实质的证据 还得靠各自变强 众人变团结 才能改变这种现状 学生们听了这新校规 再加上林浩的果断出手 都是欢呼雀跃 心里对勇敢面对校霸 更多了许多信心 开除汪大宝 我前天在校外 被他带人打了他 还说 要是敢举报 以后见一次打一次 还说他认识 社会上的异能强者 万一被开除 只会报复得更狠 汪大宝 抢了我的学分 开除他 开除他 他抢了我女朋友 开除他 汪大宝 抢过我的钱 必须开除他 汪大宝把我堵在巷子里 要抢我的钱 我不给 他把我的腿打断了 必须要开除他 一呼百应 越来越多的人 当面指证汪大宝 在校外欺负他们 江万朝怒了校方决定 开除汪大宝 限你今日之内 离开摩达 江大宝傻眼了 这种情况下 他哪里还敢辩解 只能不停地磕头 求饶副校长 我知道错了 求求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江万朝直接扶袖走人 导师院长们 也跟着走了 没人理会汪大宝 林浩点头微笑 这介夫校长可以啊 有事他真上 汪大宝杀气四起 狠狠地盯着林浩 你给我等着 别再校外让我碰到 普天同庆 新老学生欢呼着 分拥向林浩 犯我者王道林浩 这次我输得心服口服 但我不会一直输的 等我等级提升了 我会再找你挑战 林浩淡淡道 随时奉陪 宋玉穿过人群 走到林浩面前 满怀期待到林浩 新生大笔 只剩三天了 你的小队组好了吗 我请求加入 不愧是五考全国第四 脑子就是赚得快 我也加入 我也要加入 还有我 没等林浩回答 很多新生 都是争先恐后地表示 要加入林浩的小队人 看到林浩刚 踩一条六十一的辉煌战绩 只要不傻 谁不想加入 那可是躺赢啊 林浩淡淡道你来晚了 我小队已经满园了 什么 这么快满园了 宋玉无比失落 其他新生们 更加失落无奈 连五考第四的宋玉 都被拒绝了 他们就更没机会了 同时 他们又非常好奇 究竟谁有这么好的运气 能够加入林浩的小队 宋玉等人的目光 扫过林浩身边的几人 刘顺 苏林他们两个 肯定是有加入了 这没得说 他们本来就是 林浩的同班同学 还有 顾兴仪和高佳佳 八成事了 看他们的笑容就知道了 江宇尔之前跟林浩要过超信 他竟然没加入 他可是魔都第五世家 江家的千金小姐啊 一定是顾兴仪和高佳佳 先下手为强了 毕竟都是容省来的 这时 周小轩走了过来 身后跟着十几个大二的学生 个个都阴沉着脸 非常不爽 林浩 我能加下你的超信吗 我可是有特别的异能 我相信 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 周小轩非常自信 说话的声音非常甜 长相也是非常清秀 但却拥有郁姐般的魔鬼身材 又醇又郁 可他越是这样 他的追求者 就越痛苦 小轩从来没对我 这么温柔地说过话 太气人了 谁说不是 我追求他一年多了 连他超信都没加到 这是小轩到摩大以来 第一次主动加男生超信啊 气炸我眼 顾兴仪 高佳佳和江月三人 都警惕了起来 生怕林浩答应 又多了一个 跟他们抢林浩的人 特别是江月 别人不知道周小轩的身份 但他却是知道的 不需要 林浩淡淡道 周小轩猛了 那表情感觉都快哭了 这可是我第一主动加男生超信啊 他竟拒绝了 难道真的 要我说出我的家事 他才肯加吗 不过他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 打扰学弟了 希望学弟以后会改变主意 学姐会一直等着你的 周小轩笑着挥了挥手 走了 被林浩拒绝 他心里非常委屈 可是 他拥有百折不挠的精神 他心想 以后不管林浩同不同意 我一有时间 就死皮赖脸地跟着他就是了 他的追求者都气炸了 既庆幸 又愤怒 又憋屈 恨不得把林浩暴打一顿 林浩竟然想都没想 就拒绝了我的女神 这要是换作是我 早就把生米煮成熟饭了 而我的女神 被拒绝了 竟然还笑着当起了天狗 啊 这什么世道啊 宋玉和新生们 也失落地走了 林浩看着汪大宝远去 故意大声道 为了庆祝 我赚了这么多学分 今晚我请客 他知道 汪大宝一定会报复 叫面狐本来就不止他一个人 而且 他们还经常跟社会上的邪恶异能者 一起欺负摩大 和周边各异能大学的学生 既然出手了 那就一起解决 果然 听到林浩的话 汪大宝离去的脚步 猛然停顿了一下 嘴角浮现出充满杀气的冷笑 然后加快脚步离开了 汪大宝回宿舍收拾完东西 马上就离开了摩大 去了大学城外围的一家酒吧 王者酒吧 找他老大去了 啪 没用的废物 区区一个新生 竟然搞得自己被学校开除了 还让魔力了新校规 连泪笑面虎 叫面虎的幕后黑手 社会异能者 昌伟豪 愤怒地给了汪大宝一掌 打得他在地上打滚 汪大宝强忍剧痛 不敢叫出声 赶紧说到老大 今晚林浩会出校庆祝 请老大出手 杀了林浩 替小弟和笑面 唬出了这口恶气 昌伟豪听了 冷笑到很好 马上派人给我盯着林浩 我要知道他今晚在哪庆祝 敢妨碍老子赚钱 我让他怎么死的 都不知道 第127章王者酒吧的秘密 魔大校门口 对面的一条小街道旁 之前给林浩送信的庞德 正在摆摊 他穿着很朴素 甚至有些陈旧 但却很干净 他在卖书 一堆的文学名着 路过的学生何平民 看一眼就走了 这就是庞德想要的效果 他需要一个合理的 出现在校门口的理由 但又不能忙于做生意 因为他还要盯着林浩 这年头 除非是卖一些 武学技能类的书 否则根本没什么人感兴趣 王者酒吧 庄潢看起来挺豪华 但大部分的酒水 价格却挺实惠 因此 来这喝酒的学生 一直很多 饭卧者王败给林浩的时候 虽然走得很潇洒 不君子之风 但他心里却是相当郁闷的 于是夜幕降临的时候 他就独自一人 来到了酒吧喝闷酒 小哥 来十杯级大沙四方 犯卧者王晨声道 大沙四方 是一种特条酒 很炼 其中还加入了一滴 某种凶兽的鲜血 所以很贵 又贵又烈 喝完之后 会让人热血沸腾 有种忍不住要策马扬鞭 独闯荒野 大沙四方 灭凶兽 杨威明的冲动 一向很受大学城的学生欢迎 也算是王者酒吧的招牌 不过大部分的学生 只有从荒野满载而归的时候 才会点大沙四方 毕竟一杯一千块起步 还有点贵的 至于用的是什么凶兽的血 那就是老板的秘方了 而且 依据所加入鲜血的凶兽等级不同 大沙四方 也被像异能者的等级一样 分成了F E D B A 六种 一种比一种昂贵 一种比一种烈 调酒师是个社会人 一看是犯我者王 眼中闪过不易察觉的惊喜之色 也不问他 有钱没钱 立即热情到好嘞 稍等 马上就好 要知道 这世界 正规的酒吧 在出售含有凶兽制品的酒水钱 是会询问并检测客人等级的 简易的异能等级 检测仪 已经像手机一样 非常普及了 调酒师的骚操做非常骚 让人眼花缭乱 不到片刻 石淮大沙四方 就基本调好了 他最后从一个带指纹的合金密码箱中 拿出了一小瓶凶兽血 小心翼翼地开启 每瓶滴了一滴进去 蓝色的鲜血 在酒中晕染开来 有种风卷残云 万马奔腾的气势 光是闻一闻 就让人心潮澎湃 范瓦者王直接拿起一杯 灌了下去 一瞬间 热血沸腾 激荡胸怀 周围很多客人闻到味道 都本能地围了过来 兄弟 好气啊 不差钱啊 兄弟 这次净荒也捡到饱了吧 在哪发的财 能说一下吗 有财一起发啊 兄弟 说说呗 范瓦者王完全没心情搭理 苦休两年 出生入死 不知多少次 才有了今天的四阶巅峰 却被一个新生轻易打败了 换作是谁 都没心情跟人闲聊了 调酒师将他的一举一动 都看在了心里 眼中有一样的光芒闪过 一杯接一杯 不到片刻 范瓦者王 竟然将十杯大沙四方都喝完了 碰 他喝得太忙 一下子就趴在了把台上 调酒师心里大喜 脸上却是装出震惊的表情 哎呦 表弟 你怎么了 我去 叫你喝慢点 你竟然趁我不注意 全钱了 这可是大沙四方啊 走走走 到后面休息一下 调酒师扛起范瓦者王就走 围观的客人大笑男人啊 千万不要做舔狗 否则就像他这样 伤心伤甘 还浪费钱 谁说不是 十杯大沙四方 还是急的 几万块就这么扔水里 估计味道都没尝出来吧 大沙四方这种酒 可是要慢慢品的 早知道我刚才就抢一杯过来喝了 太浪费了 调酒师扛着范瓦者王 穿过几条走道 进了后面的老板办公室 老大 人带来了 这小子平时来 都是前呼后拥的 没机会下手 没想到 今天一个人来了 一下就喝了十杯大沙四方 倒了 调酒师得意无比道 满脸落腮糊 穿着黑色背心 身上满是纹身的酒吧老板高健阳 翘着二郎腿 抽着雪茄 缓缓吐出一口烟雾 淡淡倒带下去吧 是 调酒师硬着 在酒柜上转动了一下其中一瓶杯 酒柜顿时向两边开启 露出了漆黑的楼梯 向下延伸而去 地下三层 空间非常大 修炼室 起居室 武器室 应有尽有 还有一间密室 四周都是合金所住 墙上挂满了各种刑具 中间则是一张带合金铁链的合金椅子 醉得不省人时的犯我者王 被绑在了合金椅子上 他刚才喝的酒脸 其实被偷偷加入昏睡药 这种药 还可以直接抑制异能 极大的降低占领 以至从坝抬到这里 都没醒过 啪 调酒师打了饭我者王一巴掌 他是四界巅峰 这一巴掌 可谓是大力臣 饭我者王 嘴角都被打出血了 啊 一声惨叫 饭我者王被打醒了 你特莫敢打我饭我者王怒吼 啪 调酒师又给了他一巴掌 臣补木槽 啪 饭我者王被打猛了 这是什么地方 你到底是什么人快放开我 否则我出去了 马上报警 啪 调酒师冷笑 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 把你的学分和所有的钱交出来 并且以后每个月 都要交一千学分 或者十万块钱给我们 以后要有用得到你的地方 你必须听我们的命令 否则啊 我们会制造意外 让你上新闻二 我先让把这些的所有刑具用一遍 你再答应第一个选择的要求 一千学分虽然不算多 但教的人多了 也就积少成多了 他们拿到学分 就可以让被他们控制的笑霸 去各个大学 买高等级的珍稀修炼资源 饭我者王 看了一眼周围墙上扶着的各种可怕刑具 吓得脸色煞白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他怎么也没想到 平时看着非常热情友好的调酒师 竟然会是个恶人 竟然会这样对待他 调酒师冷笑 拿起一个黑色尖锐钩子 在饭我者王的脸上滑着 冷笑到马上大三的人了 还这么天真 这世界什么途径 发财最快 当然是律法上不允许的方法了 做我们这种生意的人 一向心狠手辣 我给你三秒时间考虑 一 饭我者王 怒摸是我没学分 我的学分今天都输光了 就算有 我也不会给你 你们休想让我屈服 调酒师冷笑没学分 有钱也可以 再说了 你现在就是年版上的鱼肉 任我宰割你不给 我不会自己拿吗 说着 直接拿出他的手机 对着饭我者王的脸一解锁 开启超性一看 顿时冷笑到才三万 连酒钱都不够啊 说着 他直接挥起手中的钩子 扎进了饭我者王的大腿 啊 饭我者王撕心裂肺的惨叫 大骂狗日的 我早晚要杀了你们 调酒师冷笑嘴硬的人 我见多了 我会让你流进最后一滴血 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一声钩子入肉的声音声音 啊 鲜血喷涌 犯我者王惨叫 痛得浑身抽搐 尘捕木草你全家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 想死没那么容易 调酒师顺手将一颗丹药 扔进了他的嘴里 再用力合上 以后每个月十五 过来领一次解药 否则你会化为血水而死 没人能查得出来 还有 这解药 有几十种毒药 混合而成 除了我们 没人能解 我的老大 也就是酒吧的老板 还是七阶初级强者 所以 别想摆脱我们的控制 毒药下垛 庞扶一把刀在肚子里乱搅 犯我者王 再次惨叫起来 疯狂地 想挣脱和金铁链 我看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摩大校门对面 庞德突然 拿起了手机 给汪大宝发了一条资讯 晚上去哪吃宵夜 这是暗号 意思是 林浩出现了 还不知道去了 正在追踪 第128章 酒吧老板 死 林浩来到了王者酒吧 他知道 叫面狐眼陷多 汪大宝竟然听到了他说的话 那他无论去呢 他相信他们都能知道 果然 林浩和林等人进去的时候 汪大宝就在里面等着了 他一进去 身后的门就被关上了 而且 酒吧的客人都被请走了 剩下的都是调酒师 老板 还有摩大几个荣耀五星的学生 对犯我者王 动型的那个调酒师也在 这些调酒师 都是五阶初级以上异能者 老板更是七阶初级异能强者 这生意够冷清的 林浩调侃道 汪大宝 你果然还是出手了 我还在想 要是从此收手 毁过自信 我还放你一马 可惜了 汪大宝大笑林浩 你死到临头了 还在这大言不惨 林浩冷笑 扫了酒吧老板等人一眼你 是不是想说 这酒吧是你们的据点 你以为来个七阶异能者 再加上十几个五阶六阶 就能杀了我吧 酒吧老板 调酒师 汪大宝等人都笑了 汪大宝到林浩 你不会以为你打败了 六十一个三阶四阶的 荣耀学生 就天下无敌了吧 你知不知道 四阶跟五阶六阶 有多大的差距 更别说是七阶强者了 那是天壤之别 今天你死定了 刘顺也死定了 还有你的女人 一个都别想 跑汪大宝说着 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目光在何林 苏林 江玉儿 顾星仪 高佳佳 克里斯听几人 身上扫了过去 几个美女 都是看死人一样看着她 看得最后 汪大宝都毛骨悚然起来了 不行 必须马上杀了 林浩汪大宝 感觉甚得慌 要是不杀了林浩 他心里不安 老大 请你们出手吧 林浩不能留汪大宝喊道 昌尾豪沉声道我做事 要你指手画脚 不不不 老大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一切听老大 安排汪大宝都吓傻了 在昌尾豪眼里 他就是个跑腿的 啥也不是 哪天要是不听话 随手就会杀掉 结界 昌尾豪施展异能 遮蔽了整个酒吧 除了林浩与何林 刘顺苏林 顾星仪 高佳佳 江月三人的异能和战力 竟然都开始快速下降了起来 刘顺苏林等人 大惊失色 这是什么异能 怎么会降低异能 昌尾豪淡漠地看着林浩 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说道 小伙子 你昨天在摩大的风光世纪 我听说了 我看好你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加入叫面虎 林浩淡淡道 原来你是笑面虎的幕后黑手 控制这么多学生 逼他们当教霸 让他们去欺负其他学生 抢他们的学分的钱 算盘打得可真好 昌尾豪不耐烦地打断到这么多废话 到底想不想加入 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 我可就不客气了 啪 林浩一个闪身 直接将他扇翻在地 鲜血直流 然后一脚踩在他脸上 我都不急着收拾你 你倒是着急着想死啊 竟然打断我说话 啊林浩 你放开了昌尾豪 拼命挣扎地想起来 可是却被林浩死死地踩着 根本无法挣脱 怎么可能昌尾豪金骇无比 我可是七阶出击 我的异能 你怎么可能能抵挡 汪大宝 调酒师 荣耀学生等人 全都吓得瑟瑟发抖 怎么可能 老大可是七阶出击 竟然被林浩 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林浩究竟是什么实力 我是在做梦嘛 林浩竟然打得老大 无法还手 他可是大义心生啊 老大都打不过林浩 完了 这下全完了 汪大宝只想逃 可是双腿却瑟瑟发抖 完全不听屎花 昌尾豪不服 怒吼道 林浩 你有种放开我 堂堂正正地 跟我打一场 林浩一脚踩断 昌尾豪几根肋骨 鲜血喷油而出 昌尾豪惨叫 痛得撕心裂肺 林浩冷冷道 我问一句 你答一句 否则啊 死 昌尾豪吓得马上闭嘴 他知道 林浩真敢杀他 你的背后 还有什么人 林浩可不相信 娶娶一个战胜 赶在大学城 这种强者如云的地方 扶持校霸 一定还有更强的人 更深层的原因 昌尾豪惊恐怖已 囚饶到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见过他一面 他戴着面具 披着黑色长袍 一招就将我制服了 还给我下了毒药 别的 我真的不知道 碰 林浩一脚踩爆了 昌尾豪的脑袋 像西瓜一样爆炸开来 老江四箭 汪大宝还有那些调酒师 都吓傻了 杀伐这么果断 他真的心生吗 叫面虎的校霸 全都被吓傻 跌倒在地 裤子都湿了 我说我说 林浩 不浩哥 浩霸 求求你别杀我 我什么都说 他们在酒吧地下 建了个地下室 逼迫大学城的许多学生 用毒药控制他们 抢他们的学分 又让他们去欺负其他同学 抢钱 抢学分大学城的校霸 都是他们控制的 有些人 不想当校霸 都是他们逼的 很好 你可以去死了 林浩一掌拍出 八荒神火呼啸而过 将汪大宝烧成灰烬 林浩可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人机会 调酒师和校霸 都跪下求饶浩哥 求求你 别杀我们 林浩到 带我去地下室 哦 是是是 浩哥请 浩哥请跟我来 调酒师和校霸 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带林浩去地下室 到了老板办公室 等他们开启书柜机关门后 林浩打出几颗八荒神火火球 将抢着开门的那个留下 其余的全部烧成了灰烬 浩哥饶命啊 我可以给你当牛做马 求求你别杀我啊 林浩没理他 向地下室走去 陈捕木曹这下面 竟然这么大 刘顺震惊道 浩哥 是范我者王 江玉儿惊呼道 江玉儿 林浩 是你们 你们怎么来了 快救救我呀 范我者王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大喊 原来昌伟豪他们 来不及让范我者王走 就先锁着他 虽然替他止了血 但身上都是伤口 而且还中了毒 还被锁在合金椅子上 林浩对他印象还不错 屈指弹出一个火球 将合金铁链烧成虚无 范我者王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痛得冷汗直流浩哥 以后我这条命 就是你的了不过浩哥 我被他们下毒 你一定要救救我呀 剩下的调酒师 吓傻了 不是我抓他的 解药 林浩冷冷到 我没有解药 解药都在老大那里 都是他每月十五 统一发给我们 我们再分给肖霸的 范我者王急到浩哥 那我们找他们老大要解药药 林浩来不及了 范我者王 差以为神魔 林浩他已经被我杀了 范我者王绝望 一下子瘫倒在地 第129章幕后 黑手现身 林浩踢了范我者王一脚 救你这熊样 还想再找我挑战 范我者王 不服浩哥 你是不知道 那个毒药发作的时候 有多痛 多可怕还有 他们用那个钩子 刺了我不知道多少次 我可是一直都没屈服啊 后来不知道怎么了 那个调酒师 给我服下止痛疗伤的药后 就走了 然后 你们就来了 现在狗热的老板死了 我没解药 就只能活一个月了 浩哥 你救救我 我还没娶老婆 我不想死啊 有我在 你死不了 林浩说着 施展SSS 即异能 枯木冯春 将一道绿光 打进范我者王体内 转眼之间 范我者王身上 所有的伤势和毒药 全部都被恢复和解除了 咦 我不疼了 我全好了浩哥 你隐藏的好身 这种毒 都能解放我者王 激动不已 浩哥 我以后就跟着你了 林浩没理他 对何林道队长 你通知魔都的异能小队 把这案子彻查清楚吧 我觉得 魔都不止这么一处 这样的地方 连七阶出击都被控制了 而且对方行事谨慎 穿着长袍 戴着面具 要是他不再出手 还真查不出来 好 交给我吧 何林硬道 立即拿出了他的战神令牌 联络了魔都的异能小队 别人不知道那是战神令牌 但林浩和江月 却是知道了 两人都吃了一惊 林浩倒还好 毕竟早知道了 何林拥有八戒终极的实力 江月就震惊地目瞪口呆了 他 他竟然是战神我之前 居然还想跟他抢浩哥 我简直是在找死啊 犯我者王 看到那个调酒师 一脚就踹了过去 我让你们对我动刑 虽然不是 同一个调酒师 但他可不管 先打了再说 啊 不是我 我没对你动刑啊 林浩闲吵 一掌拍出 直接将他烧成了灰烬 走吧 找地方吃宵夜去 林浩几人刚出酒吧 就碰到了想要逃掉的庞德 林浩一个闪身 挡在了他面前 冷冷到 再跑我就杀了你 庞德看林浩竟然没死 吓得扑通一声 跪了下去 别杀我 别杀我 我是被人威胁的 我也不想啊 我家里还有瘫痪的父亲 求求你们别杀我啊 林浩没死 那就代表 林浩这几人之中 有人比七阶初级的酒吧老板 还要强 他不求饶 就只有死 林浩看了一眼 克里斯汀这人 你认识吧 当时就是他 给我送的信 约我去化工厂 找你们生死决斗的 克里斯汀看了庞德一眼 摇头倒不认识 我们当时就是在暗网上 释出了资讯 让人送信给你 然后有人匿名接了 其他的我都不知道 庞德赶紧求饶 什么都不打自招了 当时就是酒吧老板 让我送信 我根本不知道 是什么内容 我不是故意要害你的呀 我自从被他们 下毒威胁后 一直拼命去荒野杀凶兽 攒学分块钱 交给他们 我没做过什么 伤天害理的事 也没强迫同学 也没欺负过平民啊 我只是脾气变得很急躁 经常一言不合 就大发雷霆 所以同学们 才以为我是校霸 其实我没有实质性地 伤害过他们 求求你别杀我 和林等人 都被他说得 有点同情他了 林浩虽然杀法果断 但也不是滥杀无辜之人 带我去你家林浩 陈生道 庞德这种人 虽然可怜 但天下可怜的人多了 他也不可能 全部救得过来 相反 要是庞德说谎 那他就得死 庞德绝处风生 激动 而又惶恐 道是是是 你们跟我来 魔堡 平民区 一间矮旧的民房 天黑了 也没有点灯 庞德开启门 开灯 屋里传出一股药香味 小德 你回来了 咦 这些是你同学吗 庞德的父亲 躺在床上 面色憔悴 骨瘦如柴 大夏天的 还盖着棉被 看到林浩他们 却是颇为激动地 笑了一笑 庞德神情复杂 艰难得挤出一丝笑容式 我同学刚好来附近有事 知道我们家在这 就过来看看 庞德父亲眼中 有光芒亮起 笑得好 好 快请坐 小德 快给同学们倒水啊 和林拉林浩出门 小声道 我问过魔都一能小队了 他确实没什么违法记录 副校长那边 也问了 没问题 确实是个可怜人 林浩点了点头 这时 庞德端了两杯 温开水出来 浩哥 请喝水 家里穷你要是建议 不喝也 林浩意味深长地 看了和林一眼 端起水杯 喝了下去 庞德家虽然穷 但水杯和水 还是干净的 只是 水杯中有毒 而且是剧毒 别人虽然发现不了 但却逃不过林浩的眼睛 啊 果然 先是庞德父亲 一声惨叫 鲜血狂拍出 庞德大惊失色吧 你怎么了 你可不能出事啊 浩哥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一定是有人 在开水壶中下毒了呀 庞德刚跑进屋子 自己也摔倒了 刘顺 苏林等人 也一一中毒 吐血倒地 甚至连和林也倒了下去 吐血不止 林浩 则是假装中毒 痛得不行 面对房屋倒了下去地 痛得攻城了一只虾 浩哥 救我呀 刘顺等人痛得大叫 不到片刻 远处屋顶上 出行一个黑衣蒙面人 看了一眼这边 转眼闪尸而至 哈 林浩 你不是太年轻了 我只是掠食小介 你竟然还起了同情之心 才会毫无防备地喝下毒水 星空的人 未免太高看你了 果然是星空搞得鬼林浩 突然一个闪身 站了起来 冷冷地盯着黑衣人 同时挥手 打出几道绿光 射入和林等人体内 要是再晚极妙 估计庞德的父亲就死了 转眼间 和林等人的剧毒 全都解了 庞德父亲 则是不仅毒解了 重病也被治愈了 他激动地起床 心疼地跑向庞德 老泪纵横到小的 你没事吧 你可不能出事啊 庞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激动得热泪盈眶霸 我没事 我没事太好了 你的病好了 庞德立即转身 向林浩下跪拜谢浩哥 你救了我吧 以后 我庞德这条命 就是你的了 黑衣人错愕无比 眼珠子瞪得都快掉下来了 怎么可能 这可是新宫给的SS及剧毒 连八阶巅峰强者都能放倒 你怎么可能没事 你的治疗型异能 竟然能同时治愈这么多人 这是越来越逆天了 难道你 你你突破了九阶第130张零号 燕大名誉校长 越来越逆天 你认识我不仅认识 而且之前就知道 我有着治疗型的异能了 零号目光如电 死死地盯着黑衣人 心中惊诧不已 努力思索着 究竟是谁 何林等人也是大吃一惊 究竟是谁竟然认识零号 还知道他有强大的治疗型异能 甚至是见到过零号施展这一能 黑衣人全身一震 意识情急说错了话 但很快就恢复冷静 宝亨 你都是已死的人了 问那么多干嘛 黑衣人认定 零号之所以没事 仅仅只是因为他拥有强大的治疗型异能 战力并没有达到八阶或者九阶 这让他瞬间恢复了信心 零号眼神冰冷到 不用猜了 杀了就知道了 狂飙黑衣人大吼一声 施展速度型异能 先下手为强 只见他身影化为一道黑色残影 向零号杀去 手中出现一把长刀 大开大合 刀器霸道无比 挥舞间天崩地裂 虚空破碎 地面被刀器斩出一道深渊般的裂缝 这一刀要劈下 别说庞德的小房屋了 就算是周围的整片平民区 都得灰飞烟灭 八阶终极好快 连八阶终极的和铃 都是一惊不小 毕竟他的异能 不是以速度渐长的 刘顺等人更是吓得六神无主 说不出话来 时空禁锢 林浩一声怒吓 黑衣人和他的攻势 瞬间被封住 黑衣人拼命挣脱 但却连动都无法动一下 只下眼中的惊恐和恶然 林浩的战力竟然超过了我 怎么可能 这不可能 这才过去几天啊 刘顺长出了口气 我真是大惊小怪 都忘了有浩格在 不怕妖魔鬼怪 林浩缓缓地走了过去 扯下了黑衣人的面具 心里已经不晓副院长 副院长 魔都异能大学 异能学院的司徒杰副院长 所有人都震惊了 怎么会 怎么会是他 众人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堂堂魔都异能大学的副院长 声名在外 甚至可以说是位高权重 竟然会是叫面虎幕后的真正黑手 林浩心念一动 解除了司徒杰头部的禁锢 沉生到新宫的总部在哪 司徒杰眼中全是惊恐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啊 林浩 求求你 别杀我 林浩一掌拍出 废了他的异能 将他变成了 凡人让江万朝处理你吧 林浩想起了他的班主任 下不去手 新宫的渗透太可怕了 以后保密工作 要做得更好一点 魔大 江万朝别墅 空间会议室 江万朝当着所有导师的面 审慰了司徒杰半天 一无所获 江万朝面色无比难看我宣布 将司徒杰无限期求尽 龙血军团白虎玄武二人 去搜寻新宫总部位置 一无所获 龙帅新宫八阶强者出现的地方 真的只是一片寻常的隐秘山谷 是 龙帅白虎有些懊恼道 不过龙帅 那地方似乎被人动过手脚 不是原始的山谷模样 就像 就像我说不出来 反正就是有人动过 玄武补充道 就像是那里曾经存在过一个巨大的建筑 但突然间消失了一样 对 就是这样 龙帅吃惊 难道说新宫的总部会移动 摩大 林浩别墅顶层 房间里只有林浩 何林 刘顺 苏林四人 林浩想将三人带进了他的无限空间 他让自己的意识 先进入里面 看了一下 那里面 一望无际 拥有一片比魔都还大的高科技智慧城市 比大厦的科技先进许多倍 不过是空城 里面只有制造机器人 还有一片比大厦还大的古代国度 同样是只有机器人 系统这些都是主人的 只要主人喜欢 只要材料足够 想建造什么都可以 主人的意念 会直接传达给制造机器人 无限空间自成一件 即便世界毁灭 它依然存在 林浩听到脑海中系统的解释 震惊不已 林浩的意念 可以随意穿梭着无限空间 他不想暴露系统的存在 这片无限空间 也无法解释无限空间 毕竟没有这么大的空间介质 林浩用意念在无限空间中 构建出了一个 十万立方米的独立空间 然后将荷林三人带了进来 哇 浩哥 你的空间介质 空间好大 刘顺苏林震惊 荷林也是一惊不小 林浩从空间介质中 取出两套八阶巅峰的机甲 这是无限空间内的制造机器人 用哥斯拉的皮甲 将林浩的两套 坏掉舱门的机甲 改造后的芯片 攻击力虽然只是八阶触戟 但防御却都达到了八阶巅峰 两套机甲 都是高达三十米 宛如庞然大物一样 光是站在那里 就给人一种 喘不过气来的威亚 不得不说 系统给的智慧机器人 效率就是高 刘顺 苏林 这两套八阶巅峰机甲 送给你们 不过 除非面临生死关头 不要轻易拿出来 不然容易引起别人觊觎 八阶巅峰机 假苏林 刘顺傻眼 浩哥 我没听错吧 这可是价值连城啊 真要送给我们两个 别说他们两个了 就连和林都惊呆了 不过他倒不是震惊 林浩出手如此大方 而是他一直跟随着林浩 知道他的战力品中 并没有八阶巅峰的机甲 和林此时脑海中 充满了疑问 林浩究竟从哪里开来的 八阶巅峰机甲 要知道 他或封战王 得到的 也只是八阶巅峰机甲呀 林浩倒费什么话 收下就是了 不过心生大笔 你们可别想用机甲去打 否则你们的等级和战力 都无法提升 不过 现在的你们 恐怕还无法控制这机甲战斗 刘顺苏林连连点头浩哥 你简直比我爸对我还好 刘顺非常肉麻地扑上去 想亲林浩 林浩滚 我跟你们简单说一下吧 到时 虽然你们仍然无法控制机甲战斗 但是这机甲 都有智慧驾驶模式 你们只要下命令就好了 只要不遇到九阶强者 自保绰绰有余 苏林刘顺连连点头 头都快点断了 实在太激动了 林浩立即开始讲解 何林看着林浩给二人讲解 突然有些吃醋 林浩都没对我这么好过 第二天 林浩与何林去了燕大 燕京艺能大学副校长和校长 都激动坏了 燕京艺能大学 激动到盛天 我决定了 让林浩当燕大的名誉校长 明天集合所有师胜 等林浩到了 马上公布 你看怎么样 云圣天强忍着激动之情 倒恐怕不行 校长你可能还不知道 林浩的资讯 还是绝密 这样太高调了 还是私下告诉林浩吧 那行吧 等以后解密了 再公布 燕京艺能大学 位于燕京四环 占地并没有摩大广阔 但却是全国排行第一的艺能大学 只不过 这一届 五考排名靠前的学生 却去了摩大 这其中 很多是冲着林浩去的 比如宋玉 江玉尔 甚至柳洪等人 本来都是燕大和摩大争夺的目标 但因为林浩在摩大现身 因此 他们最后 都选择了摩大 当然 其中也因为宋玉江玉尔等人家 就在摩都的原因 第131章 也就两个 这是人话吗 早上9点多 穿着黑丝 职业秘书装的克里斯 听替林浩更衣 最后跪在地上 替他穿袜子穿鞋 勾魂夺破的身材 看得林浩心愿一马 吃完克里斯厅下的面 林浩与何林 坐上了去燕京的超铁 燕京艺能大学校长齐震远 和副校长云胜天 激动得亲自到超铁站迎接 你就是林浩 果然是一表人才啊 齐震远激动得双手握住林浩的手 一眼瞥见林浩身旁的何林 又是一惊 小林 你也来了呀 你们 何林脸红地低下了头 齐震远立即会议 不再继续往下说 寒暄完毕 江万朝亲自开车 带着林浩回燕大 在燕大中大概逛了一圈 介绍了一下燕大的布局 最后一起到了校长的别墅 江万朝亲自替林浩 办理了入学手续 校卡 宿舍等等手续 齐震远孝道林浩 其实你这次来之前 我就已经做了决定 让你当燕大的名誉校长 权力与我一样大 所有资源优先向你倾斜 而且一律免费 你可千万不要拒绝啊 名誉校长林浩与何林都是一惊 没想到燕大这么有魄力 比摩大下手还快 还大胆 校长 你确定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我可是第一天来燕大报道啊 林浩话虽如此 但语气却是波澜不惊地问道 校长孝道林浩 你就别谦虚了 你最近的战绩 我都问过和司令了 林浩略一思索 道我可以答应你 但是我也有我的要求 你们没事别找烦我 齐震远和云胜天相视一眼 都是激动无比 当然 没问题 你想怎样 就怎样齐震远兴奋道 心想 小样的 等你当上名誉校长 可就由不得了 到时我玩个失踪 学生导师和院长们 有时还不是要找你 林浩道 那我先跟你们说一下 新生大毕业 我就不再燕大参加了 我在摩大那边参加就好了 你们没意见吧 这个云胜天惊诧了一下 齐震远赶紧笑道 没问题 小事小事 你开心就好 那林浩 高薪校生联赛 你可得代表燕大参加 云胜天赶紧说道 这可是 关系到排名的大事 认知齐震远 还是笑道胜天 没关系 反正咱们燕大之前高校联赛 大多数是胜过摩大的 就算这次输给有林浩的摩大 也没关系 反正林浩 也是燕大的学生 咱们关键是要为林浩成才 注意避之力不是吗 其他的都是小事 云胜天无奈 只好笑道 校长不愧是校长 目光长远 不拘小节 齐震远最后满怀期待与激动 问到林浩 你可以告诉我们 你现在有几个S级异能吗 他可是已经认定 林浩拥有非常高等级的异能神符 这才让林浩刚刚觉醒没多久 就拥有了强大的S级异能 等级和战力 又能那么逆天的急速提升 而且林浩或封战王的事 和总司令也告诉了齐震远 林浩淡淡道 我没有S级异能 云胜天惊诧不已 什么林浩 你真会开玩笑 我之前可是亲眼看到 你施展过S级异能的呀 齐震远也是满脸疑惑林浩 没想到你还这么幽默 哈哈 我真的没有S级异能 林浩再次平淡地重负道 齐震远和云胜天面面相去 傻眼 错愕 心急如焚林浩 你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 可是我觉得你比之前更强了呀 而且你的战绩也是真的呀 林浩淡淡道我 确实没有S级异能 因为我的异能升级了 我只有SS级异能 什么SS级齐震远和云胜天 震惊无比 担忧一扫而空 难怪你的战绩如此恐怖 真是大夏之幸啊 林浩 不久的将来 你就是大夏之剑 护国之盾 不论凶兽还是敌国 都将闻风丧胆 那你的SS级异能有几个现在啊 齐震远忍不住追问道 也就两个 也就两个齐震远两震惊 心想 这是人话嘛 那其他的呢 还有六个SS级 林浩少说了两个 也是最强的两个 死 齐震远两人倒吸了一口冷气 震惊的都快昏过去了 过了半天 齐震远激动到盛天 你作证 林浩作为燕大的名誉校长 权力比我只高不低 要是我不在 你又有拿不定主意的事 你就问林浩 千万记住了呀 知 知道了校长 云圣天都有些结巴了 心想他和校长走到今天 不知花费了多少时间 经历了多少生死难关的考验 可林浩 才觉醒一个月 就做到了 青出于蓝胜于蓝啊 聊完正事 林浩本来想回摩大 齐震远却接着他 非要两人留下住一晚 林浩盛情难却 只好留下了 齐震远先带林浩去他的别院休息 别院虽然占地不大 但却是燕大院长级别 才有资格住的 有空间结界 保护个人隐私和安全 这也就是燕大校长和副校长的别院 只有两座 否则林浩的待遇还会更高 不过齐震远和云圣天的别院 也就比林浩的大一点布局 毕竟燕大在燕京 寸土寸金 地价比魔都还要贵 晚上 齐震远摆了一桌宴席 按林浩的要求 只请了燕大院长级别的人物 简单介绍了一下林浩 而且关于异能 齐震远又少说了两个 吃完饭 林浩就跟何林两人 去逛燕大了 燕大 也是何林的母校 至今还有何林保持的一些记录 夜幕下的燕大 清风送爽 许多情侣在教道和操场上 牵手散步 林浩二人也走到了操场上 他好奇地东张西望 欣赏充满历史意味的燕大风影 何林走着走着 不知何时 就落后了林浩半步 红着脸 抿着嘴 心跳不知何时加速跳了起来 完全像是个纯情小女生 没有了他平时的欲解高冷 突然 何林似乎做了什么重大的决定 鼓起勇气 加快两步 伸出鲜鲜玉手 牵住了林浩的手 林浩瞬间心跳加快 像是触电一下 手指僵硬了一下 随即紧紧地握住了何林的手 林浩虽然跟赵洁谈过 但赵洁当时非常直接 跳过了很多步骤 没多久就直奔主题 因此 林浩并没有过花钱月下的浪漫 不过就在这时 两人侧前方的草坪中上 突然有人激动地喊道 学姐真的是你啊 不过 当他看到何林牵着一个陌生男生的手时 脸色就沉了下来 第132章 看来我要更主动点了 何林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牵了林浩的手 想要实现他学生时代时的梦想 牵着男神的手 漫步校园 可刚刚牵到 就被人打断了 何林的杀气 顿时就起来了 刚刚小鸟一人般的少女模样 瞬间消失 又变成了冷若冰霜的玉姐 死死地盯着那个男生 男生看到何林竟然牵着林浩的手 非常不爽 但还是飞奔过来 满脸激动地对何林笑道学姐 好久不见啊 真没想到 还会在燕大遇到学姐 学姐真是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有女人为了 我不认识你 不要打扰我们 何林冷冰冰地说道 死毫不给情面 男生一愣 又笑道 学姐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我是冯套啊 以前是愣头青 学姐大二的时候 我大一 还跟学姐你表白过呢 结果就被金少教人 把我给揍了 冯套 燕京大学大三学生 荣耀五星的学生 何林想起来了 当时是有个燕大男生 要跟他表白来着 拿着玫瑰花向他跑去 刚说完喜欢何林 就被金鹤叫人架走 暴揍了一顿 要是没人提起 他都想不起来了 毕竟当年追他的男生太多了 冯套一边贼眉鼠眼地 打量着何林 一边滔滔不绝学姐 我现在已经是 燕大王者一心的学生了 我说了 别打扰我们 何林语气加重了一些 虽然想起来 对方确实是学弟 但他可不想浪费时间 本来就是单方面 认识的不相干的人 冯套被何林的语气和冰冷中 带着些许杀气的眼神 吓了一跳 看了看他 又看了看林浩 心里对林浩非常不爽 但或许何林太漂亮了 他想不至于对他出手 就又开始滔滔不绝 学姐 你出了越来越漂亮 还真是一点没变啊 还是那么的冷若冰霜 生人物济 学姐你是不知道啊 经少这两年 可想你了我马上告诉他 说你们回来 让他过来找你吧 啪 滚没听到他说 别打扰我们吗 林浩给了冯套一巴掌 沉生说道 啊 冯套被打得摔倒在地 滚出去了五六米 惨叫连连 一个废物 叽叽歪歪了半天 居然不是自己 要追何林 而是替别人说话 这特魔是来搞笑的吧 这种狗腿 浪费时间 而且他眼里只有何林 连招呼都不跟林浩打 一点基本的礼貌都没有 这不是纯纯找打吗 何林握紧的拳头 立即松开了 他没想到 林浩会出手 要是林浩不出手 他都想出手了 破坏他花钱月下 罪该万死 学姐 你男朋友怎么打啊 腾冯套捂着脸 惨叫声 惊动了周围的学生 一个个都好奇地围了过来 快走 我可不想被围观何林 没好气的 拉着林浩 就飞奔离去 好好的校园漫步 已经被人给破坏 要是再被学弟 学妹围观 他搞不好会暴走 两人回到林浩的小别院 何林这才松开了 林浩的手 掌心都湿了 冯涛 一直远远地跟着 看到两人进了别院 这才离开 何林心情却是好了很多 因为一直牵着林浩的手 这还是他第一次 长时间地牵着林浩的手 我去洗澡了 何林开心地笑道 难得地用少女可爱的声音说道 林浩都有点猛 这女人啥变脸这么快 这么温柔的声音 还真有点习惯 我们一起洗吧 林浩突然说道 啊 何林的脚步猛然停下 脑袋里突然有了画面 心跳狂飙 手足无措 低着头 红着脸 张口结舌 这 这 这不太好吧 我 我们还没正式开始 这样也太快了吧 你 我们 嘴上这么说 心里却开心激动得不得了 彭腐有个声音 在说快啊 快来牵我的手啊 说光说不练啊 逗你呢 赶紧洗吧 林浩的声音远远传来 何林傻眼 猛然转身 林浩已经向他房间走去了 林浩和林气得跺脚 不过他很快就狡黠地笑了林浩 这么杀法果断的人 该不会在感情上 是个没经验的闷骚男吧 很有可能 他以前是学霸 长得又帅 都是女生在追他 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他啥也不用做 看来 我要更主动点了 其实林浩 也是心跳加速 可是何林 都当众牵他手 他哪能不反击一下 虽然他不是情场老手 可也是要面子的 燕京 三环 某私人会所 金家三少金鹤正在花天酒地 左右手扣搂着一个妖娆美女 喂酒给他喝 冯涛突然肿着脸 火锅米线 兴奋无比地进来了 金少 嫂子回言大了 冯涛激动地喊道 什么嫂子 老子可是纯爱战神 单身着拉金鹤直接拿起酒杯 将里面的酒水泼了过去 两个美女忍不住笑了 冯涛一点也不生气 舔了一下嘴角的酒 又用手擦了一下 笑道金少 是何林 大嫂啊 大嫂回来了 刷 金鹤一听何林两个字 猛然站了起来 你说谁何林 是 我亲眼看见的 就在燕大 不过 太好了 何大女神回来了 快快快 备车 我要去燕大金鹤 激动不已 来人 给我赏 是 金少 金家的七街巅峰供奉 立即上前 拿出一张一百成的卡 扔给了风涛 金家是燕京 十大世家 排名第九的世家 这点小费 不足挂齿 冯涛两眼放光 多谢金少 金鹤突然到等下 你说不过什么 你的脸 怎么会失种得像猪头一样 金少 嫂子 嫂子身边 还有一个男的 不知道是谁 我刚跟嫂子说 您很想他 没讲两句 那小子 就说什么狗屁金少 铁少 都给我滚 还打了我一巴掌 那小子 看不出什么等级 应该很弱 我也就是忙着向嫂子转达 金少 您的相思之情 才被他偷袭 又担心出手影响了金少 在嫂子心跳的伪案形象 这才没还手 哄 金鹤大怒 拿起酒杯 就砸在地上特磨的 在燕京 还没几个人敢骂我金鹤的 走 收拾那小子去 老子先把他变成哑巴 再慢慢地折磨 冯涛窃血 拍马屁道 金少威武 这次一定能跟嫂子表白成功 金鹤立即醒悟 还是你小子有用 我差点把花给忘了 来人 赶紧给我准备 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是 金少 半小时后 金鹤带着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来到了燕大林号的别院外面 你确定 是这里金鹤指着一个透明 去看不到里面情景的节节问道 千真万确 我一路跟着过来 亲眼看见他们进去的 那小子还拉着嫂子的手 还动手动脚的 特磨的 找死这别院 我家前十亿 学校都不让我住 现在竟然给我砸金鹤 怒不可遏 都忘了 这是燕大 他是王者一星学生 五阶初级 不过却是施丹药吃出来的 等级虚服 王者一星的荣誉 也是在杀凶兽 用了机甲 战甲等等的辅助装备 才完成的 因为家里不差钱 拿到王者一星后 就想在学校住好点 聊妹时 也更加有派头 就找校务导师 想家钱一个亿 幻灵后 这栋王者五星学生 才能住的别院 结果吃了闭门羹 金家供奉惶恐少主 这可是烟大 金鹤各种怒气 涌上心头 心想半夜三更 孤男寡女 再不进去 女神和灵 就被其他男生 给煮成熟饭 顿时咆哮到 给你砸你就砸 是 少主金家供奉无奈 只好硬头头皮上去砸 可他刚要动手 云盛天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不想被开除 马上滚 金鹤吓了一跳 怒火全没了 赶紧笑到副校长 我就开开玩笑 我这就走 宁可千万别生气啊 不过心里的杀气 确实起来了 心想学校不行 那在校外守着 只要他一出来 立即打断他三条腿 第133章太低了 简直是垃圾 烟大 林浩的中式小别院 林浩正躺在沙发上休息 何灵突然发来了影片 林浩随手拿起手机接通 然后整个人都愣住了 只见何灵正躺在 白玉砌成的玉尺中沐浴 头发湿漉漉的 肤白如雪 清澈的水珠 从发烧滑落 向下滑去 林浩 我忘了拿玉金 你帮我拿一下呗 何灵说着 脸都红了 林浩还愣着 何灵又得意又尴尬 提醒到 林浩 我忘了拿玉金 你帮我拿一下呗 哦 好 你等一下 林浩拿了玉金 向何灵的房间走去 房间很大 有个十平米的玉尺 周围朦胧的清沙眼映着 何灵躺在玉尺中 双手抱胸 可惜杯水车薪 根本挡不住 他看到林浩进来 似乎没有停下的意思 反倒害怕了 赶紧到你放门旁边就好了 我等一下自己拿 这时的何灵 是希望他乱来 又怕他乱来 非常矛盾 林浩放下玉金 就走 何灵一看又急了 站起来撩开清沙 想说点什么 结果一着急 清沙没撩到 脚下失去重心 哎呦一声 摔了一跌 把脚腕点扭伤 林浩听到声音 一个闪身进来 抱住了何灵 将他抱到外面疗伤 何灵脸红得不行 连呼吸都不敢用力 一动不动的 任由林浩将他抱了出去 第二天十点 林浩和林吃过早餐 准备离开燕大 返回摩大 刚出燕大校门没多久 就被冯涛和金家供奉挡住了 一夜都不敢睡着的冯涛 肿着脸和黑眼圈 冲着不远处的豪车 大喊金哨 嫂子出来了 来来往往的学生 都停下了脚步 咦 那不是何灵学姐吗 真的越来越漂亮了 那是学姐的男朋友吗 好帅呀 真是狼才女貌 学姐当初再烟打没待多久 可是战力却是很恐怖 不知道这个小哥哥 有什么本事 竟然能让学姐清新 小哥哥看起来虽然很帅 可是他好像不是很厉害啊 连等级都没有 学妹你错了 有此夫 越是看不出来等级 很有可能越厉害 不然身为烟大风云人物的学姐 怎么会看上他 生了一晚上闷气 胡思乱想了一晚上的金鹤 一听到声音 就暴怒地冲了出来 他在外面喝西北风 林浩在里面逍遥快活 换谁能不活 学姐 真的是你 好久不见 你可想死我了 学姐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这两年你去哪了 怎么 还带了个臭小子 金鹤强忍着怒火 挤出笑容 激动地说道 但说到最后 语气就不客气了 说完 金鹤就不停地打量和林 似乎想看出 昨晚林浩有没有对他做了什么 和林怒了 脸上冷若冰霜 牵起了林浩的手 道 这是我男朋友 你给我放尊重点 好狗不挡道 让开 男朋友金鹤的杀气 一下子就上来了 死死地盯着和林林浩 牵在一起的手 你们昨晚都干了什么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来人 给我废了这小子 围观的学生 看到是金鹤 都吓得躲开了 完了 学姐的男朋友 要遭殃了 金鹤是真忙啊 这可是燕大附近啊 他竟然叫人打人世家子弟 真是为所欲为啊 金家供奉迟疑了一下 刚要提醒 这还是在燕大附近 金鹤立即吼道 都特魔给我上啊 我养你们干嘛 给我废了他 冯涛也跟着添油加醋 你们还愣着干嘛 金少的女人被人抢走 你们就这样干瞪眼吗 是 金少 金家两个七阶巅峰供奉 咬牙硬道 满脸杀气的像林浩小子 你得罪了燕京十大世家 排名第九的金家三少 我给你一个机会 离开何小姐 自断一臂 可以少受点苦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金家供奉 不想闹得太大 想到了这个办法 要是林浩懂事 那他们就可以省事 哪怕燕大追究起来 他们也可以说是 林浩自己下的手 排行第九太低了 简直是垃圾 为什么不是第一林浩反问 带着些许不屑 看来金家全是废物啊 哄 全场死计 他怎么敢 这可是金家 金家三少啊 小哥哥 是不是没来过燕京啊 我好担心他 这哥们完了 金鹤石魔石干不出来 冯涛听到林浩 竟然侮辱金家 都吓坏了 但很快 他就怒了小子 谁给你的狗胆 敢侮辱金家 我要杀了你 话说得非常狠 但他根本要连动 都没动一下 金鹤都气笑了小子 多少年了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有人敢当着我的面 侮辱金家 来人给我杀了他 金家供奉 直接冲了上去 金家是什么样的存在 他们很清楚 林浩敢当众侮辱金家 就必须死 他们要是不出手 也得死 两没有施展异能 只是闪身而过 以纯力量挥出一拳 这一拳 他们只用了相当于六阶 初级异能者的纯力量 围观女生大惊失色 胆小的都捂住了眼睛丸啊 这一拳 就算是王者五星学霸 也挡不住啊 碰 两道惨叫声响起 紧接着是骨骼碎裂声响起 所有人傻眼了 金家两个七阶供奉的拳套 竟然被林浩抓住了 然后轻描淡写地扭了一下 两人的手臂就断了 鲜血狂喷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响起 冯涛和金鹤都吓得浑身颤抖 怎么可能 他怎么会这么强 围观女生 难怪小哥哥能追到和林学姐 原来他这么厉害 好羡慕学姐哦 围观男生震惊 羡慕 然后在心里欢呼大哥 可以啊 盘塌盘塌金家太嚣张了 两个金家供奉 立即服下疗伤丹药 咆哮到小子 有两下子 是我们大意了 刚才我们指出了六阶的纯力量 这次 你死定了 两忍着剧痛冲了上去 这一次 他们施展出了异能 全力出手 力量翻了十几倍 林浩冷笑 闪山而出 双拳齐出 看似轻描淡写 但却将两人轰成了血污 全场死记 震惊的目瞪口呆 第134章 两大八街强者到来 全场欢呼 不愧是和学姐的男朋友 太厉害了 比王者五星学生强太多了 男人中的战斗机啊 羡慕度极恨 要是我有他这么强 这道学姐的人 就是我了 冯涛人妈了 瑟瑟发抖妈呀 我这是得罪了一尊杀神啊 就连在附近监视 林浩的卫家七阶巅峰供奉 看到林浩的恐怖纯力量 都吓了一跳 金鹤也是吓得傻眼啊 第一时间取出了八阶中级机甲 燕京十大世家 都是有战王强者的世家 老一辈退下来后 机甲都给了后背防身用 哄 巨大的机甲 宛如庞然大物 出现在众人面前 三十米的高度 手持黑剑 目露宏光 给人一种极强的压迫感 机甲不愧是燕京第九世家 好恨啊 机甲真的好帅啊 可惜是金鹤的 学姐的男朋友 有危险了 金鹤又恢复了信心 怒吼到小子 你敢杀我金家供奉 你死定了 金鹤挥舞着黑剑 立即冲向了林浩 开山剑法 金鹤怒吼 施展技能 巨大的黑剑 划破虚空 怒斩而至 地面的石砖 被剑气劈得粉碎 所过之处 现出一条深深的沟壑 林浩毫不迟疑 取出他的新剑 就是之前打败卡尔索德的 来自上古文明遗迹的凝胶状 神秘金属 经过系统 给的制造机器人 所铸造的剑 九阶初级的剑 呈玄黑之色 看起来像是流淌的金属 焕发着金属液体般的光泽 无比神秘 哇 这把剑好特别啊 一看就不是一般的材料 整个剑身 彷復有水在流动 赤焰烈天斩 林浩腾空而起 直接施展技能 没有叠加异能 我要看看 这剑的威力 究竟怎样 林浩心念一动 手中一米多长的剑 迎风变长 瞬间变成了二十几米 赤色的火焰 缭绕剑身 爆炸下 砰 一声巨响 双剑相击 金鹤的剑瞬间被斩断 彭腐砍瓜切菜一样轻松 金鹤大惊失色 怎么可能 这可是八阶初级的剑啊 林浩却是相当满意上 古仪记中的材料做成的剑 就是好用不知道 还有没有等级更高的 以后要去好好找找 心里这么想着 林浩改炸扫 今天长剑 带着无间不摧之事 蓝腰横扫而出 金鹤吓得亡魂接冒 林浩的出剑速度 实在太快 哪怕他操控着机甲 也来不及躲避 猛然退后两步 随即放弃机甲逃命 下一瞬间 庞然大雾般的机甲 被林浩一剑劈成了两段 金鹤显之又显地 弹射而起 身上还穿着一套 八阶高阶的战甲 彭腐炮弹一样 急速向后退去 可是他已经吓坏了 生怕战甲 同样挡不住林浩 果断捏碎了他爷爷 留给他的空间玉符 哄 谁敢杀金家子弟 雷鸣般的巨响声中 八阶中级的金家老爷子 金霸天 直接划破虚空 降临空中 一身堂壮 虚发皆白 双手背负在身后 不怒自卫 给人一种恐怖无比的威亚 金家湛王 金老爷子围观的学生 大惊失色 一个个瑟瑟发抖 恐怖的威亚 让人喘不过气来 爷爷您再不来 孙儿就要被人杀死了 惊贺大喜 顿时 又变得嚣张了起来 小子 我爷爷来了 你死定了 林浩冷笑 这不畏惧 直接施展技能赤焰猎天斩 八荒神火 一百米多米长剑气 横空而出 紫色的恐怖火焰 包裹着剑气 以毁天灭地之事 呼啸而过 数字你赶尽老爷子震怒 抬手压下 虚空立即出现 一个虚幻的手掌 恐怖的力量 如泰山压顶般 轰然压下 可惜他的速度 根本赶不上林浩 转眼之间 恐怖剑气 已将金鹤连同 他的八阶高阶战甲 劈成两半 又烧成了灰烬 这战甲 可是金家 花了大价钱 才弄到手的 所有围观学生 都傻眼啊 学姐的男朋友 也太霸气了吧 竟然当着金家战王的面 杀了金鹤 学姐真的是找对人了呀 这么霸气的小哥哥 谁不喜欢 学姐当年已经够厉害了 没想到 学姐的男朋友更厉害 简直是妖孽啊 眼看虚幻手掌 就要压到 所有围观学生 都吓得平住了呼吸 林浩毫不慌乱 再次施展 赤焰烈天斩 百米剑气腾空而上 破碎虚空 轰得一声巨响 轻易就将虚幻手掌 斩成了两半 然而不止如此 剑气竟然去世不减 继续腾空而上 向金霸天斩去 所过之处 虚空为之层层破碎 金霸天大惊 立即施展技能碎山拳 轰隆隆 宛如小山般的 巨大拳头虚影 破空而出 徐空都被砸成碎片 轰 拳头剑气相击 恐怖的力量 震荡天际 徐空为之化为积粉 巨拳被剑气斩碎 剑气也随之消散 围观学生震惊的 无以复加 学姐的男朋友 不仅能硬钢战王一击 而且还主动反击战王 略微占了上风 这也太强悍了 大夏又出了一个 绝世天才啊 最为震惊的人 却是暗中监视的 魏家供奉 和金霸天 金霸天生之 刚才那一剑 林浩真能杀了他 他怎么会这么强 他才十八九岁啊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对了 异能神父 他一定有非常强大的异能神父 才能让他这么年轻 就拥有了八阶中级的 恐怖实力 这小子必须死 但他身上的异能神父 我也必须得到手 有了那强大的异能神父 我金家别说是能成为 燕京第一世家了 就算是天下第一世家 也不是不可能 金霸天从震惊变得激动 激动得都快忘了 他孙子刚刚被杀 金霸天怒吼 恐怖的威压 笼罩一下小子 今天你必须给我孙子陪葬 不过话虽如此 他心里想得更多的 却是林浩的异能神父 只要那强大的异能神父到手 他等级就能突破九阶 寿命增长 多子多福 不再失梦想 金家湛王 素来 突然 虚空破空 又一个八阶中阶强者 现身在半空中金老爷子 这林浩的命 能否先让给老夫 话音落下 半空之中 又出现了四个八阶战王强者 一时间 天空乌云密布 风雨欲来第135章 强势的燕京艺能大学 哦 原来是魏老爹 你这是替你女婿一家报仇来了 难道这小子 就是最近生命远播 却又无比神秘的林浩金霸天 眼神金光闪烁 陈生说道 说到最后之时 其实他已经确定 刚刚杀了他孙子的强悍少年 就是林浩 深邃的双眼中 忍不住泛起了贪婪的光芒 刚刚来的八阶战王强者 正是史洪图的岳父 魏天臣 魏家虽然在燕京十大世家之中 只是敬陪莫作 但与排名第九的金家相比 却也不遑多让 魏天臣与金霸天两人的等级一样 都是八阶中级 只是金霸天比他稍微强一点 金家的供奉 也比魏家强一点而已 魏天臣面色阴沉 杀气毕落 陈生道 要不是他 我又怎么会来咽大药人 他虽然这么说 但心里所想的 却也是既要杀林浩 又要得到林浩的异能神福 最近的各种关于林浩的传闻 加上林浩的等级战力 短时间内暴涨 他魏天臣就算再傻 也想到林浩身上 一定有强大的异能神福了 金霸天冷哼一声 杀气腾腾到位老爹 你是不知道 林浩刚刚当着老夫的面 杀了我的亲孙子 他的命 我是要定了 话音落下 金家的四个八阶战王级供奉 西数现身 在金霸天身边一字百开 杀气腾腾 气势如虹 魏天臣目光一寒 自然猜到 金霸天也已经猜到 林浩身上 一定有异能神福了 但即便如此 异能神福 也是志在必得 金兄 恕我直言 你只是一个孙子 被林浩所杀 我魏家可是整个女婿一家 都被他给灭了 要说仇恨 也该我更大 所以 林浩的命 还请金兄让给我吧 金霸天大笑笑话 我金霸天 从来不跟人讨价还价再说了 你魏家 只是女婿使家一家被灭 又不是你儿子 一家被灭 而且 你女儿还不在其中 又怎么 能跟我的孙子 相提并论你百年之后 会把魏家的产业 交到你女婿 这个外人手中吗 你魏天臣妻的面红耳赤 既然如此 那你我就各凭手段了 说完 魏天臣就要对林浩出手 魏家的供奉剑状 也是纷纷抬起了手 金霸天自然不会眼睁睁 看着林浩和异能神福 被他抢走 于是抬手锁定了林浩 围观的燕大学生 腿都下软了 这可是十个八阶战王强者 要同时出手啊 大家快跑 静燕大不知谁大喊了一声 燕大学生一个个猛然惊醒 纷纷拼命地向燕大内跑去 太可怕了 我就想出门做个大宝剑 竟然碰到这么可怕的场面 看来魔独史家 真是林浩所灭啊 传闻果然是有八九都是真的 没想到和学姐的男朋友 竟然是林浩 学姐和林浩真是狼才女貌啊 可惜林浩还是太过年少轻狂了 竟然同时得罪了燕京两大世家 这下完蛋了 是啊 这可是两大顶尖世家 强者进出 林浩太逆天 也不可能一达十吧 咦 和林学姐怎么还不跑啊 学姐 林浩 快跑啊 跑到燕大里面 他们就不敢出手了 和林飞蛋没跑 还走上几步 紧紧地牵住了林浩的手 目光坚定而冰冷 眼眸深处 有可怕的杀气凝聚 燕大学生顿时羡慕了起来 好一对神仙眷侣啊 我好羡慕林浩啊 如果有一天 我也身处万丈深渊 强敌环伺 会不会有人 也像和林学姐一样 坚定不移地 与我并尖力 共对强敌 陈补牧草 你个死文艺青年 你特摸别说了 说的我都要哭了 哦 好感动呀 好羡慕学姐和林浩 怎么办 我不想他们两个出事啊 我们去找校长吧 校长要是出手 就算两大世家联手 也不带怕的 对对对 走 找校长去 林浩大校 毫无巨异 两个老不死的 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了 既然你们都这么想死 那我就送你们一程 话音落下 林浩战意高昂 马上就要动手大战一场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 如红中大铝般 从烟大之中传来 响彻四方呵呵 多少年了 烟大已经很久 没有这么热闹了 几位难得光临 不打算进来 陪我喝杯茶吗 云淡风轻 却是阵龙发聩 是齐阵远 燕京艺能大学校长 金霸天和魏天臣等人大惊 猛然抬头向前望去 只见燕大深处 齐阵远背负双手 一步百米 踏空而来 每一脚踩下 虚空都为之震动 庞扶随时都可能崩塌 齐阵远的脸上 甚至还带着淡淡的笑意 一副慈祥长者的模样 但金霸天等十个八阶战王 却一点也不敢怠慢轻视 眼前这位 可是曾经只身远赴深海 独自一人 斩杀过九阶兽 皇级凶兽的恐怖存在啊 燕大学生 全都松了口气 同时又振奋不已 校长可不是他们能轻易见到的 他们都没想到 校长会亲自出来 这下好了 学姐和林浩肯定没事了 果然 金霸天和魏天臣等人 见到齐阵远 赶紧恭敬地行了一礼 见过齐校长 金霸天和魏天臣的脸色很难看 他们知道 今天这是八万难以如愿了 不能轻易放弃 否则过不了多久 拥有一能神父的林浩 必将成长到 让我难以撼动的高度 到时 我就只能任人宰割了 想到这 金霸天立即开口到齐校长 林浩杀我孙子金鹤 还请校长别管这事了 将林浩交给在下吧 魏天臣赶紧到齐校长 林浩灭了我女婿一家 还请校长将她交给魏家 齐阵远看了两人一眼 但但道 你们这些事情 都算是江湖恩怨 我本来也懒得管 可是林浩是我燕大的学生 无论谁要在燕大 对燕大的学生动手 我都不可能袖手旁观 今天够了 你们走吧 魏天臣和金霸天铁青铁青 齐阵远 这是在下逐克令 摆明了要保林浩 他们打不过 但却非常不甘心 何况就这么走了 以后两家的面子往哪放 魏天臣 这次抢先到齐校长 我可以给你面子 不在燕大附近 对林浩动手 但远离了燕大 还希望齐校长 不要干涉才好 金霸天刚要开口 齐阵远却突然面色一沉 倒还不滚 真打算让我请你们喝茶吗 还是你们想试试你们的皮 是不是比九阶黄极凶兽还厚 金霸天两人没想到 齐阵远突然发这么大的火 吓得赶紧转身跑掉 否则真要被杀了 就完蛋了 燕大学生愣了一下 随即欢声雷动起来 林浩摇头到老齐 齐是不用这么麻烦的 众人震惊 你管谁叫老齐 齐阵远到你啊 还是低调点 以后别乱吃短时间 提升战力的丹药了 这里可是燕京 真正的藏龙卧虎之殿 他们真要不顾一切下黑手 找来几个九阶强者 那可不好办啊 他这话 其实是为了林浩 他可不想让外人知道 林浩的真正实力 行了 我亲自送你们一趟吧 免得节外生枝 说着 取出SSS级智慧战机 带着林浩和林 直接去了摩大 第136章 新生大笔开始 林浩走了 留下燕大的学生 还沉浸在震撼之中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校长发火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校长大二了 第一次看到 校长最后一句话 你们想试试你们的皮 是不是比九阶黄级凶兽 还厚吗 太霸道了 好喜欢这样互读的校长 不过校长说漏了一句话 他说 林浩的恐怖战力 是吃了短时间 提升战力的丹药 看来林浩的真实战力 并没有我们看到的那么强啊 可能是校方想造神 以此来激励我们 可惜却说漏了嘴巴 不过就算 林浩也已经很强了 你们想想看 那种丹药能提升多少战力 最多一个大等级吧 更强的丹药 我可还没听说过呢 说的也是啊 那林浩的战力 起码是七阶终极了 还是很恐怖 他还是新生啊 说到新生 这届的新生 大比明天就要开始了 林浩这么强 肯定又要破纪录了 金霸天和魏天辰等人 虽然逃跑了 但还是听到了齐震远的话 还好林浩是吃了丹药才那么强 这样我们可以对付的时间 还能充裕一点 金霸天有些庆幸地说道 可是老爷子 齐震远的话 会不会是故意那么说的 目的就为了让我们 轻视林浩金家供奉道 金霸天断言不可能 他一定是吃了丹药 否则林浩身上的异能神符 未免太逆天了 不过不管怎样 一个多月 能从刚刚觉醒 提升到七阶终极 还是非常恐怖了 我们要赶紧行动 这次的新生大比 就是个好机会 魏天辰的想法也是一样 都准备在新生大比期间 对林浩下手 神秘的新宫 同样打算 在新生大比期间 再次出手 在经历了摩大副院长的 失守之后 新宫公主 决定派出九阶初级 战皇强者 势必一举拿下林浩 得到他身上的异能神符 齐震远把林浩和和林 带到摩大 就直接回去了 江万朝出来的时候 连智慧战机的影子 都见不到了 江万朝笑道林浩 你可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要在燕京 参加新生大比了呢 刚才该不会是 齐校长送你回来的吧 是他 真是他江万朝震惊 看来燕大非常看重你啊 和林笑道 那是当然了 否则其校长 也不会让林浩 当燕大的名誉校长 而且还说权力比他只高不低呢 什么江万朝傻眼了 燕大也太狠了吧 这还得了那摩大 也得让你当名誉校长才行啊 可不能被燕大给比下去了 不行 校长不在 我无权让你当名誉校长啊 这可怎么办 算了 我就跃全一次吧 反正校长回来 知道你这么逆天 一定不会有意见的 林浩 我现在正是代表校长 封你为魔都艺能大学名誉校长 至于许可权吗 暂时就跟校长一样大吧 你别说话 这是你必须同意 没得商量 林浩无奈 宣告没事别烦他 否则不同意 江万朝连连点头 你爱怎样就怎样 一天后 大夏艺能大学新生大笔 正是在各大艺能大学同时开始 大笔的场地 都是在各大学所在地的开放性荒野中进行 也就是说 新生们还将面对社会上艺能探险者 他们有可能会与新生发生冲突 比如争抢凶兽或者林草材料等 这是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的 之所以这么直接 就是不希望有学生抱着躺平的思想 否则以后毕业了 根本适应不了 竞争惨烈的社会环境 也无法成为 冲锋在人类驱逐凶兽的第一线 不过因为新生的等级 大多都比较低 因此 官方对进入荒野的社会异能者 也做了等级限制 只有三阶中级以下的社会异能者 才能进入 荒野中最低等级的凶兽 十二阶初级 越往荒野深处 凶兽的等级和危险越高 最高的 可以达到四阶初级 一般而言 面对四阶初级凶兽 学生就要团队作战了 否则一个小队五个人 根本没有机会斩杀凶兽 而且敢杀四阶凶兽的 都是等级和战力比较高的学生 等级和战力低的学生 甚至连荒野深处都不敢去 大比同样采用积分制 积分越高 排名越高 积分分为个人积分 和小队积分 不过获得积分的方式 不仅限于斩杀凶兽的数量 还包括获得的灵草和灵财数量 还有面对社会异能者时的处理能力 也包含在积分之中 摩大的新生大比 场地选择在了摩都西南荒野进行 所有新生统一发放智慧手表 乘校车前往荒野 大比时间为十天 大比期间 允许使用战甲 甚至是机甲 只是使用等级高于自身的战甲机甲时 所获得的积分不算数 不过即便这样 强大的战甲机甲 也可以用于保命 让那些拥有战甲机甲的学生 赢得更多的生存机会 这对于比较穷的学生而言 是不公平的 但是没办法 人类的处境太危险了 在与凶兽做斗争的路上 本就是步步危机 要是将学生都保护得太好 就无法真正培养出他们的战斗力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规则 大多数的新生 都选择了早早去学校报道 学习 近荒野历练 尽可能快地提升自己的等级和战力 因此 这世界的大学生 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寒暑假的 不过 虽然新生大比 充满了各种危险 以及惨烈的竞争 但其安保却是非常高的 直接由八阶战王级强者坐镇 同时 新生大比期间 将利用卫星 无人机 智慧战机等各种手段 最后使用抖音 进行全国直播 观众的打赏 将全部为学生所有 最后 各校获得新生大比前50名的新生 将代表学校 参加一个月后的大夏高校新生联赛 摩大校车上 新生们都是跟各自的小队成员在一起 林浩的小队 刘顺 苏玲 顾心仪 高佳佳 五个人 还有江月 也跟着林浩 许昕因为江月的关系 也跟着来了 还有何林 她是这次摩大新生大比的安保人员之一 克里斯汀 则留在了摩大修炼 一到九点 所有摩大新生 立即争先恐后 鱼贯而入 因为大家都想 尽可能多杀一些荒野外围的二阶凶兽 否则越到后面 凶兽等级越高 得分就越难了 第137章 分数狂飙 摇摇领先 这次新生大比直播 不用打马赛克了 林浩何林说道 我知道了 交给我 何林微笑道 你是怕荒野太大 那些想在新生大比中对你出手的人 不好找你吧 不错 反正该来的迟早要来 你通知所有安保人员 别管太严 放那些人进来 除非他们对我以外的同学出手 否则 你们别插手 嗯嗯 知道了 何林今天笑得很甜 因为这两天以来 他跟林浩之间亲密了很多 苏林笑道林姐 你今天笑得很不一样 是不是这两天去燕大 跟林浩发生了什么不可描述的事 何林立马脸红了 第一时间就想到了 那一晚 在燕大别院浴池发生的事 你这泥子 不要乱说 刘顺瞪大了双眼 看了看林浩 发现他也脸红 顿时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 对何林道大嫂 只有你才 HLD的珠浩哥 何林的脸更红了 嗨嗨 走了 大笔开始了 林浩说着 第一个走进了荒野 好嘞 浩哥大嫂 我们走啊 刘顺大笑道 其他 也赶紧跟了上去 只是顾星仪 高佳佳 江月的心情 却变得非常低落起来 心里酸酸的 特别是江月 总觉得那一晚 要是何林不在 他肯定早就鼓起勇气 一身相许了 那如今的局面 也不至于如此了 荒野外围 是一片平原 没什么高山 偶尔有一两座小山桥 还有许多残破的农房 都是凶兽肆虐留下的 速度快的学生 已经开始斩杀凶兽了 只见荒野平原上 乌泱泱的 都是摩大学生 杀声震天 低阶的凶兽 都被吓到了 望风而逃 可惜还是难逃 被斩杀的命运 积分榜已经开始重新整理 积分的分数 跟无考一样 斩杀二阶 触及凶兽200分 二阶中级400分 二阶高阶800分 以此类推 暂时排在积分榜首的宋玉 个人积分 已经达到13000分 个人打赏金额 都达到3000大下币 小队积分48000分 小队打赏8000大下币 第一时间 就冲上了抖音热搜 哇 宋玉好帅啊 而且他的实力提升好快 短短一个多月 他都已经三阶出级了 不愧是无考排名第四的人物 还有更帅的没出场呢 谁啊 林浩嘛 这次估计没戏了 之前就有很多人说 林浩得到无考第一 是占了小城市考场 和考生普通比较弱的优势 这次他们都在摩大 同台近界 不是高下立判了吗 笑话 那一点点的优势 能说明什么问题 你们难道没听说吗 林浩无考结束没多久 就独自一人杀穿了F级兽巢 呵呵 这种传闻蛮说蛮听了 你还真信 你是根本不知道 什么是兽巢吧 哪怕只是F级的兽巢 五阶异能者 单枪匹马进去 都可能隐恨林浩当时 才觉醒几天 柳红的个人积分 也达到一万两千分 个人打赏两千七百大下币 小队积分四万五千分 小队 打赏七千大下币 就连宁家凯的个人积分 都达到一万分 个人打赏两千五百大下币 小队积分四万两千分 小队打赏五千大下币 此时的宁家凯 已经达到了二阶高阶 他之前就已经是快突破 二阶中级 这段时间拼命修炼 加上用了许多名贵的林草丹药 很快就突破了二阶高阶 新生大笔的直播间 弹幕疯狂刷了起来 全国人都在观看 看来这次大笔 大家都超常发挥了呀 林草呢 怎么不见林草的排名 由于是全国直播 许多不明所以的人 开始数落 打击林草 还有五考排名第五的江月 怎么也不见排名 林草不会又任性地睡懒觉 迟到吧 我看是当初的考场优势的副作 用显现了 终究是小地方出来的人 侥幸让他考到了摩大 一笔之下 立即自残行会了 搞不好这一次 连新生大笔都不敢参加了 楼上分析得非常有脸 小地方的人 毕竟成不了气候啊 浮城和荣省的人 看到这样的评论 顿时就不干了 你们懂什么 林草学长 就算是迟到九天 也能在最后一天 把积分赶超 夺得第一名 无知的人都是充满偏见 殊不知 英雄不问处处魔都 确实是大地方 可也不见得人人如龙 还不是出了 你这种自以为师的傻X 林草学长 三中学弟学妹 永远看好你 林草看了一下大笔排名 对众人道 我们赶紧开始吧 你们一起行动 不要分散 不要离我太远 开启实时定位 遇到搞不定的凶兽 用智慧手表求助 我会第一时间赶去 记住了 自己能解决的问题 就自己解决 是 浩哥刘顺等人硬道 纷纷开始行动 斩杀凶兽 收获凶兽材料 林草说完 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 闪电般穿过人多的地方 专门向凶兽密集的地方而去 林草所过之处 无不摧枯拉朽 一拳一头凶兽 往往凶兽还没看到林草身影 就已经死了 而且 力量控制的非常恰到好处 都是刚好斩杀凶兽 而不破坏凶兽身上的关键 可用材料 斩杀二阶出击霸王蜈蚣13头 获得积分2600积分 斩杀二阶出击暗影暴6头 获得积分1200积分 斩杀二阶出击金刚巨猿11头 获得积分2200积分 斩杀二阶出击独角狼8头 获得积分1600积分 斩杀二阶出击赤纹虎7头 获得积分1400积分 斩杀二阶出击银脚虎8头 获得积分1600积分 斩杀二阶出击黄金狮9投 获得积分1800积分 斩杀二阶初级石铁鼠30头 获得积分6000积分 斩杀二阶初级银环蛇10头 获得积分2000积分 斩杀二阶初级铁甲熊10头 获得积分2000积分 斩杀二阶初级霸天鹰13头 获得积分2600积分 斩杀二阶初级幽冥却11头 获得积分2200积分 不到10分钟 零号的积分就像火箭一样狂飙 冲到了第一名 摇摇领先原先排名第一的 宋玉帝138章摇摇领先 持续领先 陈捕木曹林浩学长的积分在狂飙啊 刚刚还在8000分 转眼间突然就飙到15000分 太恐怖了 哇 真的是林浩学长呀 天哪 林浩学长18000分了呀 我打弹部的速度 都跟不上学长斩杀凶兽的速度 太逆天了 天哪 我看到了什么 这是没打马赛克的林浩学长啊 真是帅诈了 目测185 眼神灵力 棱角分明 终于见到林浩的真面目了 我默默流下了口水 哇 这就是五考第一的林浩啊 简直是颜值天花板有木有 林浩 姐姐爱你加油 林浩学长 我明年一定会考进摩大 学长等我哦 林浩学长 我喜欢你学长加油 陈捕木曹 已经28000分了 超过宋玉 整整6000分林浩第一名了 前面谁说林浩是小地方来的 终究泯然众人的 自己打脸吧 看不起别人的人 终究要被别人看不起 打脸吧 23000分林浩 这斩杀凶兽的速度 也太可怕了吧 林浩圈到现在为止 一直都是用拳头斩杀凶兽 一拳一投 太逆天了 这得多么可怕的纯力量啊 林浩杀了100多头二阶 触及凶兽了 艺能和战力 竟然没有一点点下降的趋势 简直是绝世妖孽啊 林浩的速度 简直比闪电还快啊 快到根本看不到人影 只有他停下收割凶兽材料的时候 才能看清他帅气的脸 哈哈 所以 机智的我已经截图了 不然下一次不知道时候 才能看到林浩了 希望这次截图再开启时 不会变成马赛克 上次那个天杀的卖家 卖给我的林浩照片 再次开启 全部成马赛克了 我不仅截图 我还把林浩的整个 直接储存了下来 哈哈 陈补木曹林浩 积分五万分了 整整领先宋玉一百啊 这才不到十分钟啊 打赏更加恐怖 竟然达到一千万大下壁 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 黄野忠 宋玉刚坐下来 开启第十包营养液 准备喝完继续战斗 突然看了一眼 智慧手表的排名 陈补木曹林浩 第一名了宋玉一斤 一包一千块钱的营养液 撒掉了一半 当初林浩独自一人 杀川兽巢的强悍场景 淡定淡定 我本来就不是 来抢第一名 努力斩杀凶兽就好 不要想太多 宋玉立即喝下营养液 重新投入了战斗 柳红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一定是排名出错了 有骇客入侵 对 一定是被骇客入侵了 大笔还没结束 我还有机会 宁家凯怎么会这样 林浩的分数 几乎是我的三倍不 我不甘心 我不仅打败刘顺 还要打败林浩不能慌 不能自乱阵脚 要是我得到天价灵草 不是没有机会赶超 刘顺臣捕木曹浩哥 开始发挥了这么快 就第一名了 个人打赏一千多万太强了 价格魅力放光芒啊 小队积分都达到九万多了 我又可以躺赢了 不过 我不是那种人 杀 苏灵我已经二阶巅峰了 不能给浩哥丢脸 杀 顾兴仪 高佳佳 江玉尔等人 也一起向凶兽杀去 此时的苏灵 个人积分才 一万五千分 而且已经喝掉了五瓶营养液 江玉尔三阶初级 个人积分一万九千分 零号徒手 连蟹带肉的 掰断一头二阶 终极营角虎的银色尖角 收尽无限空间 继续向前飞绿而去 寻找凶兽 一个小峡谷装 三只小队 十五个摩大新生 组成了大队 正带着战甲 带着防毒面罩 小心翼翼地走在幽暗的树林中 三只小队的队长 有两只等级 都是二阶中级 其中一只是二阶高阶 叫陈虎 陈虎手里拿着一份手绘荒野 寻宝地图 没走几步 就看一眼地图 不停地对照着 这荒野寻宝图 市面上多的是 都是社会异能者自己画的 大多数不靠谱 但价格却是很高 动辄上百万 应该就是前面了 大家小心陈虎说着 收起了地图 拔出了战道 地图上说 这峡谷 只有二阶初级的黑雾蛇 但是数量却很多 只要我小心点 光这一波 就发达了 太好了 跟着陈哥 有肉吃啊 十四人都是激动无比 全部拿出了兵器 黑雾蛇 可以喷射一种 黑色的剧毒烟雾 同等级的人 吸收一口气的黑雾 就会失去战斗力 再吸一口 直接升天 不过黑雾蛇的毒囊 却是上好的毒丹材料 用其制作出来的黑雾丹 用来斩杀群居凶兽 再好不过了 所以 陈虎他们 早就准备了 二阶高阶的防毒面罩 再加上 二阶高阶的战甲 可保万无一失 突然 一道黑光射来 就像一道黑色的闪电 呼啸而来 还带着一道剧毒黑雾 在其所过之处 留下一道黑烟 缓缓散开 正是黑雾蛇 杀 陈虎眼疾手快 手起刀落 将黑雾蛇 斩成两段 陈哥威武 陈哥 你这刀法技能 起码达到了二阶完美水平啊 否则黑雾蛇速度这么快 灵甲又那么坚硬 哪里能一刀斩断 陈虎被一群同学拍马屁 也是得意的一笑 可就在这时 一边抖声 嗖嗖 灵力的破空之声 接连不断地响起 数百条黑雾蛇 呼啸而来 他们速度极快 但却不直接攻击陈虎等人 而在他们三思外的虚空 闪电飞过 留下一条黑雾 剧毒的黑雾 转眼间 黑雾弥漫 让本来就幼暗的森林 变得更加阴暗 陈虎等人 奋力斩杀黑雾蛇 但不到五分钟 就有人大惊失色陈哥 五快不行了 防毒面罩快防不住了 喉咙非常难受 就像着火了一样 一个小队的队长 也是劝导陈虎 局势有变 这里的黑雾蛇 无比寻宝地图中 标注的要多 我们赶紧撒吧 众人纷纷转头 只见他的面色暗沉 显然已经 有些中毒 闭嘴 没用的东西 别扰乱军心 陈虎眼看这里 黑雾蛇这么多 他可不想攻败锤城 众人顿时闭嘴 但那个队长 还是不安心 跟自己的队员商量 要不要撤退 可是不到一分钟 另一个小队的队员 也是声音沙哑地 喊了起来陈哥 黑雾蛇太多了 森林中没有风 毒物浓度越来越高 防毒面罩快废了 战甲的呼吸系统 也支援不了多久了 碰 化金刚落 低说不行的队员 倒了下去 全身抽搐 透明的防毒面罩 已经被他喷出的 黑色毒血锁笼罩 连脸都看不清了 眼看不活了 第139章 黑雾蛇 陈虎看到队员倒下 知道这次被荒野 寻保地图坑了 虽然非常的愤怒 不甘心 但是已至此 只能先跑了 否则下一个倒下的 就是他了 陈虎的小队队员健壮 立即跟着逃跑了 另外一支小队 也是撒腿就跑 有队员倒下的小队 队员都没先跑 而是一起上前 扛起中毒倒下的队员 这才一起撤退 同时 小队中的治疗师 邱思思 立即施展异能 为那名队友解毒 但绿色的光芒 不断地从邱思思手掌中 注入其队友体内 将死的队友 立即有所好转 但他中毒太久 气息仍然无比虚弱 队长 我们要尽快离开这里 否则小了还是会死啊 邱思思心急如焚道 我知道 你放心 我一定把你们 都带出去该死的陈虎 跟他说快走他不走 有人中毒倒下了 他就第一个跑了 队长声音有些沙哑地说道 邱思思地心沉了下去队长 你也中毒了 你们 你们都中毒了 与此同时 前面率先逃跑的两支小队 也有几个队员倒了下去 就连陈虎都倒了下去 前方的退路 或者说整片森林 都已被剧毒的黑雾笼罩 而且因为毒物浓度太高 已经达到二阶巅峰 他们根本冲不出去了 邱思思绝望了 他的治疗异能 连一个队友都救不了 更别说四个队友了 队长的声音 已经变得有气无力思思 你别管我们了 你 你自己跑吧 你有治疗异能 一定可以 可以跑出去的话没说完 一个队友倒了下去 队长和另外两个队友 也相继倒了下去 队长邱思思 瞬间眼眶就红了 情急之下 果断按下了求救按钮 陈捕木曹 这还不快跑 等死吗 很多人看到陈虎的直播 无不大骂 这陈虎 真特魔 我以为是还叫人闭嘴 没看到毒越来越浓了吗 再这么下去 二阶高阶的房东面罩 都没用了 但凡尽荒野 宣队长 都是重中之重啊 遇到不靠谱的队长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哦 有人倒下 太可怕了 我都不敢看了 凶兽太残忍了 陈虎竟然自己先跑了 秦少啊 心疼思思 还有他的队长 有没有人来救救他们啊 来不及了 求救按钮 还是按晚了 黑雾蛇毒太毒了 这就是人类与凶兽的战争 太残酷了 求求老天爷 发发慈悲吧 他们才十八岁啊 直播间的观众都绝望了 无数人流下了愤怒和悲痛的泪水 突然 阴暗的毒物森林中 如流星般 射来十几道璀璨的绿色光芒 射入秋思思等人的体内 将他们的伤势瞬间治愈 就连第一个倒下的队员 也满血得救 与此同时 森林上空 降下了三百多道细小的雷霆 精准呜呜的击中森林中 飞舞来去的黑雾蛇 将他们全都烤熟 秋思思等人 莫名其妙地醒来 正好看到林浩的身影 电视而来 是你救了我们秋思思 瞬间明白是怎么回事 多谢救命之恩 同学你怎么称呼啊 他一路都在斩杀凶兽 没看过直播画面 还不知道 来者就是林浩 举手之劳而已 林浩淡淡道 又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 都别愣着了 赶紧帮我取毒囊 谁也别想私藏 这些毒囊都是我的 谁敢私藏 我打断他的狗腿 总共有三百多条黑雾蛇 一个人取太慢了 救人可不能白救 秋思思热泪盈眶 丝毫没有觉得林浩霸道 赶紧开始替林浩 取黑雾蛇的毒囊 其他人也是如此 只有陈虎 心里非常不甘心 但也不敢怠慢 非常不甘心地 替林浩取毒囊 要不是林浩出手太恐怖 他还真想私藏 可是他怕林浩会杀了他 林浩其实根本不知道 陈虎的卑鄙行为 否则他是绝不会救他的 林浩边取毒囊 边吃黑雾蛇肉味道不错 你们也尝尝 可以省下一点营养液 秋思思也尝了一口 孝道同学 你真是博学多彩 竟然知道 黑雾蛇的蛇肉 是没有毒 可以吃的 大多数人都以为 剧毒的黑雾蛇 全身都是毒的 其实 黑雾蛇只是毒囊 牙齿和内脏有剧毒 蛇肉还是可以吃的 而且 味道相当不错 进入荒野 本来就要熟悉凶兽大权 林浩淡淡道 秋思思胆大了起来同学 我加一下你的超信的 以后好报答你啊 不用了吧 除非 你想以身相许 林浩开玩笑道 同学你秋思思 瞬间脸红 但很快就咬牙道 以身相许就以身相许 反正我都是死过一回的人了 要不是你及时赶到 我早就死了 就算直播我也不怕 我先加你超信 等大笔结束 我就去找你 连林浩都忍不住 愣了一下我开玩笑的 新生大毕业 本来就该互帮互助 不行 我话都出去了 这可是直播 我秋家虽然不是什么大世家 可在魔都也算是小世家 要言而有信 秋思思非常认真道 林浩也是无奈 不想多说废话 就让她加了超信 根本不是为了什么一身相许 秋思思震惊 大喜你 你就是林浩 陈虎看得心里愤怒不已 秋思思要颜值有颜值 要身材有身材 她本来还想着 这次在森林中大赚一笔 在她面前露露脸 等新生大笔结束 就跟她表白的 可惜她敢怒不敢言 黑雾蛇毒囊取完了 一共三百二十个 光是这一项 就能获得六万四千的积分 加上价值不菲毒囊 更是直接翻了一倍 达到十二万八千分 林浩的积分再次暴涨 个人积分达到十七万八千分 个人打赏 更是在几秒钟内 直接突破了一个小目标 多少年了 已经很久没有人的打赏 可以远远超过积分了 遥遥领先持续领先 领先同学三百 看到秋思思等人被救 直播间沸腾了 还得是我浩哥呀 不然神仙来了 也就不要众多人 浩哥太强了 刚才有几秒钟的时间 看不到她的身影 原来是收到了求救讯号 来救人了 简直比闪电还快呀 林浩竟然还拥有 治疗型艺能 而且 一定是非常强大的治疗型 起码是S级的 不然不可能瞬间 将快死的十几人 全部救活 而且 他们的艺能 似乎也恢复了 一点也看不出疲惫的模样 太逆天了 林浩学长 威武浮城三中 以你为荣 一招斩灭三百多黑雾蛇 就算是四阶艺能强者 也做不到啊 浩哥太强了 我的天哪 太羡慕嫉妒了 邱思思既然嫁了林浩超信 还说要以身相许啊 不行 不行 我不同意 放开那个女的 让我来啊 邱思思真是壮大运了啊 嫁到林浩超信 才是她此次 心生大比的最大收获 邱思思很勇敢 没有放弃队员 她值得被这世界温柔相待 反观陈虎 就是走了狗屎运了 也就是林浩没看直播 不知道陈虎的为人 否则肯定不会救她 这还真不能怪林浩 别说她不知道 就算知道 也不行 心生大比是 不能对同学下手的 除非她要杀你 第140章 林浩是无敌的 林浩继续斩杀凶兽 邱思思等人 本来想跟着林浩 被她拒绝了 陈虎成了孤家寡人 没人在理她 在邱思思所在小队队长 和另一个小队队长 带领队员 把陈虎暴走了一顿后 伤痕累累的陈虎 找了个地方 取出疗伤丹药服下 打算休养一下 再去斩杀凶兽 因为她不甘心 她要报复 一条300米宽的溪流 挡住了去路 溪水成深绿色 最深的地方可达百米 沿岸几百个新生 都在贪婪地 看着水中的凶兽 想着怎么斩杀他们 并且顺利过河 二阶初级是血电蛮 体型鼻蟒蛇还大 电力强劲无比 二阶初级巨齿扼 体长五米 牙齿锋利无比 领甲坚硬 且有防电功能 不具是血电蛮 寻常的二阶初级武器 根本破不开防御 但也因此 巨齿扼的灵甲 比一般的二阶初级凶兽 更值钱 是血电蛮 加上巨齿扼 几乎是无敌的 不下水 打不到巨齿扼 破不开她的护甲 下水 挡不住无数是 血电蛮的强垫 站在岸边远端攻击 威力不够 只是给巨齿扼痒痒 而且河流很深 是血电蛮防御虽然弱 但潜入深处 就奈何不了他们 于是 这百米宽的河流 形成了一道天剑 绕路要走很远 浪费时间 二阶左右的星生 还远远不能飞行 关键的是 不能让这些凶兽 如此嚣张 哄 一个星生 施展雷电异能 一道蓝色闪电 但他的雷电异能 等级太低 威力还是太小 可以防电巨齿 根本不怕 倒是杀死了几条 是血电蛮 可惜电蛮太多了 没施展几次 星生的异能就快耗尽 特魔的 A级雷电异能不够啊 是血电蛮太多了 要是只有十几条 杀光了 也就可以下水 杀巨齿饿了 要是有S级雷电异能者 再就好了 被他杀死电蛮 漂浮在水中央 他甚至不敢下水 去拿战利品 有一条电蛮 顺水漂到下游的岸边 一个星生激动地去拿 可刚一下水 就被水中活着的是 血电蛮电倒 哄 几百上千条的是 血电蛮一起发电 那名星生 直接被炸成了焦炭 大家不要下水 是血电蛮太多了 就算四阶五阶强者下了水 都要被活活耗死 岸边的几百个星生 吓得立即退后 特魔的 我就不信这个邪了 几百人还对付不了 这些是血电蛮 和巨齿鳄 A级异能火焰 哄 百米长的炽热火焰 呼啸而出 巨齿鳄 只是少数几只 来不及潜入水中的 灵甲被烧焦了薄薄一层而已 是血电蛮 死了二十几条 但那名星生的异能 也快耗尽了 特魔的 杀死了 又拿不到战利品 实在憋屈啊 其他星生劝导没用的 除非你的火焰 是S级的 否则有水阻隔 也就只能杀几条而已 大家还是绕路吧 这样耗着更加浪费时间 很多人开始选择绕路 特魔的 我就非要从这里过了 A级异能冰冻 一个星生在 百米宽的长河上 凝聚出了一座 只有二十厘米宽的 寒冰大桥 陈补牧草 这个可以啊 可以个鬼 这个高度 桥距离水面才五米 要是走到一半 被巨齿鳄攻击就完了 说得对 起码也得十米的 泥水高度 才比较安全 不过 我看它的异能 支撑不了那么高的高度 众人正在议论 那名星生 却已经穿上战甲 飞班上 快来啊 我的异能 支撑不了多久了 要过来的 赶紧 有几个胆大的星生 也跟着冲了上去 可是才冲到一半多一点 几十条巨大的巨齿鳄 就凶猛地冲出水面 向几个星生张口咬去 一名叫醒枪王异能的 星生王浩 立即在岸边举枪 对准巨齿鳄 砰砰 百发百中 几头巨齿鳄的眼睛被射穿 头颅爆炸 可是越来越多的巨齿鳄 飞升而起 枪王的射击速度 根本跟不上 而且只有二阶高阶的 合金子弹 才能对巨齿鳄 造成有效杀伤 那些合金子弹 它本来是留着 进入荒野深处在用的 不到一分钟 看似坚固的冰桥 瞬间破碎 几个星生掉落到了水中 和面亮起无数条 蓝色电流 组成电网 巨齿鳄一拥而上 惨叫声响起 血水弥漫 大家不要心存侥幸了 还是快点绕路吧 只有极少数世家子弟 穿上了可以短距离 飞行的战甲 或者只能飞行 却无法战斗的机甲 顺利飞了过去 直播间无数的观众 流下了愤怒与悲痛的眼泪 这就是人族和凶兽的战争 残酷无比让我们致敬 所有为了斩杀凶兽 而牺牲的大下而狼 这些凶兽太可恶了 他们还是新生啊 年纪轻轻 就牺牲了摩大 就没有厉害的新生 可以灭了这些畜生吧 有 林浩 浩哥 快来灭了这些畜生 林浩是很强 可以一招斩杀一百多条黑雾蛇 但这河里的锯齿鳄 和是血电蛮 何止成千上万条林浩来了 恐怕也没什么用 是啊 这条河太深太宽 凶兽太多了 林浩就算再强 异能也耗不过他们 不 我还是相信浩哥 浩哥是无敌的 我也相信林浩 学长是无敌的林浩学长 快来灭了这些凶兽吧 林浩是无敌的 林浩学长 快来杀光这些可恶的凶兽啊 哄 万众期待之中 林浩飞绿而至 施展SS 极异能雷动八方 数千场 两百多米宽的水面之上 突然雷声大作 降下几十万手指 粗细的金色雷电 整个河面瞬间炸开了锅 庞扶朴末日降临 砰砰 无数的锯齿鳄和是血电蛮被炸死 浮出了水面 黑压压 白茫茫 铺满了整个河面 厉害的是 他们不仅全死了 而且全熟了 但锯齿鳄的林甲 却是完好的 而且数千米长的河面上 无数雷电形成了雷网 拦住了上下游的锯齿鳄和是血电蛮 他们一碰到雷网 就被炸飞 烤熟 肉香四溢 后退后退的心声 只有几十个 看到这一幕 震惊的头皮发麻 零号的声音 彭扶天神般 响起所有人回来 有船的坐船 没船的踩着锯齿鳄走过去 不过到了对岸 每个人都要替我包锯齿鳄的皮 一个人包一百条 包完就可以离开 凶兽肉 你们可以吃 也可以带走 我只要锯齿鳄的林甲 否则就请绕路吧 第141章 这真的是新生吗 杀死了几万头锯齿鳄 可是血电蛮 零号的积分 再次狂飙 直接翻了十倍 个人积分达到一百七十八万分 遥遥领先第二名的江月 领先超过十几倍 此时的江月 积分已经超过宋玉 达到九万多分 宋玉才万分 毕竟信心多少被林昊打击了 被反超也是正常的 而且 林昊的分数 还在疯狂飙升 因为河水中的雷网 并没有撤掉 上下游的无数锯齿鳄 和是血电蛮 还在不断地来送死 全国观众沸腾了 疯狂打赏 有个网名 叫番茄读者的土豪 直接打赏了一个小目标 简直毫无人性 短短一分钟的时间 林昊的个人打赏额 就翻了几倍 达到了今天的武艺 还得是我浩哥啊 遮天雷网 简直炸裂啊 官方鉴定 遮天雷网 起码是S技能 遮天雷网 这特效 我的一万分 浩哥666 林昊学长太霸气了 我闻到了满屏的凶兽肉香兄弟们 给我带一点回来啊 多少钱 你们说 林昊 我爱死你了 新生大笔没悬念了 唯一的悬念是 林昊的积分 究竟会达到什么样的天文数字 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刚才林昊是凌空飞上去出手的 当时他可没穿战甲 也就是说 他的等级或者实力 已经达到七阶战神级啊 我的天 兄弟们 这简直是神迹啊 有没有 我的天 楼上果然是专家 我们只顾看遮天雷网 特效了浩哥威武 浩哥就是未来的大夏之星 撤退的新生 立即全部回头 兄弟们 锯齿鳄和是血电蛮 害死了我们同学 我们也要将他们开膛破度绕路 比过河远太多 就算包皮一百头 也还是很合算 还有喷香的凶兽肉吃 兄弟们冲啊 冲 将锯齿鳄和是血电蛮 剥皮抽筋 几百个新生 争先恐后地冲向了河面 有遮天挡着 他们都很放心 有的人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冲锋舟 有人拿出了皮滑艇 有人穿上战甲 直接下水 一个个顺手 将河面上的锯齿鳄 和是血电蛮 带到岸上 拿出匕首 开始包皮 越来越多的新生得知讯息 疯狂赶来 过河包皮 林浩则是在河面飞来飞去 将锯齿鳄和是血电蛮 收进无限空间 拿到对岸 扔给他们包皮 全部拿完之后 又开始斩杀 雷网上下游的锯齿鳄 和是血电蛮 哄 数万米长的河流中 数百万的锯齿鳄 和是血电蛮 全部被林浩杀得一前二进 林浩的积分 再次狂飙 直接秋翻了一百倍 达到了恐怖的 一亿七千八百万分 而且随着包皮的进行 还在不停地飙升 个人打赏 更是飙升到惊天动地的十亿 连同林浩小队的积分 也达到一亿七千八百四十万分 江玉尔 刘顺等人赶来的时候 人都傻了 我们几个人积分 只是浩哥的临头 堆积城山的锯齿鳄 和是血电蛮 这得拨到什么时候 浩哥也太强了 赶紧帮忙包吧 林浩却笑道 你们几个不用包了 他们包一下就包完了 你们赶紧杀凶兽去吧 趁这个时间 把分数赶上来 刘顺 苏玲等人 立即会议 继续向荒野深处杀去 顺手带走了一条 烤熟的锯齿鳄和是血电蛮 宋玉赶来的时候 信心再次被打击了太强了 林浩又要开始 杀穿受潮模式了呀 千万不要跟林浩比 一定要静下心来 宋玉过了河 也留下包皮 包完了一百条才走 然后柳红也来了 看得腿都软了 没戏了 我不可能赶上林浩了 我的积分 连他的零头都比不上 柳红憋屈地带着小队人员 开始包皮 含泪包完 双腿发麻 信心崩溃地走了 最后宁家凯也来了 看得几乎吓倒 再再呵呵 我还想赶上林浩 我真是白痴啊 别说林浩了 刘顺 我都比不上了 宁家凯也带着小队 含泪包完 这才两眼无光 双手抽筋地走了 等所有心声都过了河 都包完皮走后 林浩这才离开 林浩眼中寒光一闪 感知到了 远处有二十几个异能者 正缓缓地跟着他 而且个个都是 三阶初级的社会异能者 林浩冷笑 故意这么慢了 飞奔的速度 假装异能 已经所剩无几的样子 咦 那小子怎么不见了 社会异能者 跟踪林浩来到一片树林 突然跟丢了 全让他跑了 他身上的两亿左右的积分 和相应的凶兽材料 要是卖出去的话 骑马翻十倍 够我们吃好几年了 该死 现在让他逃了 好不容易碰到林浩 没跟大部队在一起 杀了他也不容易被发现 这里还在荒野外围 逃走也容易 但接下去盯上林浩的人 会越来越多 再下手 就没那么容易了 突然 林浩一个闪身 出现了二十几个 社会异能者面前 冷笑到机会嘛 我可以给你们一次机会 就看你们中不中用了 社会异能者 先是被吓了一跳 但看到是林浩之后 个个都露出了冷笑 激动无比 直播间沸腾了 沉捕木槽 浩哥猛人啊 刚才还以为他要逃跑啊 没想到 他是要这树林中出手 大家说 浩哥打得过他们嘛 他们可都是三阶初级的 社会异能者 作战经验丰富 而且 他们肯定还带了 厉害的战甲啊 我相信 浩哥一定可以 前面我已经分析过了 浩哥杀穿是血电蛮 和锯齿鳄的时候 是凌空飞来的 而且 杀了百万凶兽 他的异能都没下降 二十几个三阶初级 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完蛋 他们穿上战甲了 而且都是五阶的战甲 其中五个 还是五阶高阶的战甲 这可怎么办呀 这相当于同时面对 五个以上的五阶 异能强者 浩哥还能有胜算吗 浩哥加油啊 不行就先跑吧 去找小伙伴 再回来找他们算账 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哦 浩哥 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 下一刻 所有观众震惊了 只见林浩冷笑一下 身影消失在原地 在出现时 砰 低一声 一拳轰碎了 社会异能者的五阶 高阶战甲 连同里面的人 都被轰成了血污 其他的社会异能者 甚至还没反应过来 当他们看到血污之时 所有人都傻眼了 这特魔还怎么打啊 一拳肝肺五阶 高阶战甲 这真的是新生吗 我的妈呀 赶紧跑 我不想死啊 林浩冷笑给你们机会 可是你们不中用啊 既然来了 就别想跑了 话音落下 林浩再次消失 砰砰 社会异能者 一个接一个的 被轰成了血污 一个都没能跑掉 最后 林浩收了几人的空间戒指 和破碎的战甲 扔进无限空间 这才离开 战甲的制造材料 可都是珍贵的各种材料 不能浪费了 第142章 以恶心闻名的凶兽 沼泽 刘顺等人来到一片沼泽 停下了脚步 只见前方一望无际 都是沼泽 水草风貌 坑坑洼洼 一片连一片 下面 全是深浅不一的淤泥 偶尔有几个小土坡 像坟头一样 凸起在沼泽之中 一片片的黄色小花 从水中冒出头来 清风吹过 摇曳多姿 煞是好看 那是二阶中级灵草 玉黄草 其根部 具有非常好的直屑效果 刘顺挠头皱眉到难搞了 土坡距离太远 而且数量太少 除非是能长距离飞行的人 不然深入沼泽了 苏灵道不管怎样 都是要过去 这还只是荒野外围 要是这都过不去 后面几天怎么办 江玉卫尔 道苏灵说得对 以后要面对凶兽和险境 肯定比这要可怕 我们一起 想办法过去吧 顾心仪和高佳佳 也是纷纷点头 刘顺豪迈到我先走 你们跟在我后面 大家都小心 苏灵提醒道 小心点 沼泽有些地方会陷下去 非常深的 那你跟在我后面 要是我陷下去 赶紧把我抓起来 我可不想 被你水淹死 苏灵白了他一眼 跟了上去 刘顺左看右看 选了块 他以为可以下脚的泥地 轻轻地踩了下去 可是他刚一用力 原本露出地面的泥土 就被他踩到了水里 啊 不远处一个星生 恰好在这时 惊恐地惨叫了一声 抬起脚 上面挂满了蛇一样的凶兽 痛得他满地打滚 刘顺吓得猛然 转头看过去 一脚一用力 直接陷了进去 苏灵眼急手快 立即将他拉了起来 啊 刘顺惨叫一声 向脚上看去 瞳孔一缩 吓了一跳 同时又觉得有些恶心 只见他的脚上 竟然挂满了 十几只赤纹黑痣 三十几厘米长 小孩手臂那么粗 像蛇却没有鳞片 身形滑腻 而又坚韧无比 让人觉得 本能的恶心恐惧 刘顺惊恐地 感觉身体里的血 一下子被吸走了一两斤 加上川新的刺痛 让他拼命踢脚 但却怎么也甩不掉 江玉儿 顾星仪 高佳加三人 看到赤纹黑痣 那恶心的模样 吓得本能的退避三射 苏灵也是觉得一阵恶心 但比三人还是好多了 眼看刘顺脸色 一阵苍白过一阵 用力伸手去拍打 竟然还打不掉 用力去抓 又划不留手 根本使不上进 好不容易抓住了 用力一扯 竟然连血带弱地扯了下来 啊 刘顺惨叫 血如泉涌 苏灵大怒寒冰 瞬间将赤纹 黑痣冻成冰块 刘顺用脚踢去 十几条赤纹黑痣 顿时断成了几十节 姜月赶紧跑上来 取出一颗疗伤的丹药 让刘顺服下 泄了刘顺服下 苍白的脸色很快恢复 脚上的伤口也治愈了 只是裤子上多了十几个洞 此时的刘顺 满头大汗 脸上仍然带着金句之色 苏灵看他没事了 忍不住打击到没用的家伙 十几条赤纹黑痣 就把你吓成这样 刘顺欲酷无泪 我哪是怕赤纹黑痣 我是单纯被恶心到了呀 你看姜月三人 刚才都吓得躲得远远的 最可恶的是 赤纹黑痣太划太坚韧了 根本抓不住 好不容易抓住了 还使不上计 太划了 就像橡胶一样 捏斗捏不死 姜月满脸歉意道 对付赤纹黑痣 确实要用火焰 寒冰 雷电 比较好 一般的异能 很难搞定他们 连刀剑都不行 因为他们 就算被斩成两段 也不会死 反而会变成两条 以此类推 苏灵皱眉道 可惜沼泽太大了 我的寒冰异能 不足以支撑 我们几个过去 哪怕有橡皮筋和小船 都不行 赤纹黑痣会爬上来的 倒是只有我一个人 有寒冰异能 根本搞不定 刚才惨叫的心声 就是被其他同学 用火焰异能解救的 接着 越来越多的心声 惨叫声响起 其中一个非常不幸 他也只是试探了一下 沼泽中的土地 结果前脚一线 后脚一滑 整个人扑通一声 掉进了沼泽 水面之上 立即涌动起 成百上千条 赤纹黑痣 鲜血很快染红了沼泽 周围的心声 想拉都来不及了 顿时 就人绷不住 大哭起来 人就是在他面前没的 拥有飞行战甲的 世家子弟 早已经先飞过去 柳红宁家凯 无奈大骂 宋玉满脸千一倒 各位同学 我虽然觉醒的是 狂暴之风 但也只能够强解住 沼泽中的小土坡 和风力飞过去 带不了人 抱歉了 大家还是等等零号吧 他一定有办法 要是有人不怕 赤纹黑痣恶心的话 倒是可以尝试 穿上普通战甲 半游半走的透过 战甲有动力装置 不会因为重量缠 让人下沉 大家没有怪宋玉 很多人觉得这办法可靠 立即穿上战甲 边走边游了过去 不过还是很多人觉得恶心 毕竟过程中 身边布满了赤纹黑痣 想想到画面 就觉得恶心恐惧 于是 大部分人 还是选择了留下等待零号 苏林等人觉得恶心 都留了下来 刘顺用智慧手表 呼叫零号号哥快来啊 赤纹黑痣太恶心了 沼泽又大 过不去呀 看直播的观众 同样有无数人觉得 赤纹黑痣恶心 看到刘顺被赤纹黑痣咬到 吓得赶紧退后 或者闭上了眼睛 赤纹黑痣 真是太恶心了 赤纹黑痣 是我已知的 够恶心拦住 异能者的凶兽 是我也不敢下去啊 十几条一起咬 太恐惧了 还好苏林反应快 不然刘顺人都被吸钱了 那名新生 怎么那么倒霉 大家快后退 不要轻易尝试了 要尝试 也要穿上战甲呀 别太大意了 恶心的赤纹黑痣 要是不解决赤纹黑痣 沼泽中的玉黄草 就无法采摘 真是太可惜了 不知道零号 怕不怕恶心的赤纹黑痣 浩哥赶紧来吧 浩哥一招遮天雷网 就能把所有赤纹黑痣杀死 可是那样的话 沼泽还是沼泽 还是不好过去啊 总不能这么多新生 一起穿着战甲 边走边游过去吧 那效率也太低了 大家都别把零号当救世主 新生大毕业 本来就是一种历练 新生应该靠自己才对 不能老想着 有人帮忙解决问题 这是不对的 只能说 大部分新生 还是太弱了 不怕 我相信 以浩哥的智慧 一定能想出非常完美的解决办法的 大家拭目以待吧 第143章 陈虎的下场 沼泽边缘 刘顺等人 还在等待零号的到来 这时 陈虎和邱思思等人也赶到了 邱思思等人看了远处的陈虎一眼 都是满脸的厌恶和鄙视 思思的队长 还向陈虎扬了扬拳头 吓得陈虎赶紧转头 陈虎心里非常愤怒 但却不敢表露出来 心想 你们给我等着 早晚我要杀了你们 他的脸上还是轻一块紫一块的 这是之前被邱思思和队长打的 两个小队 打陈虎一个 甚至陈虎自己的队员 也后来 也跟着上手打了 打完就加入了思思的小队 组成了大队 陈虎看到有人穿着战甲 边走边游了过去 也拿出了一套 二阶高阶的战甲 这是他的第二套战甲 他是有备而来的 陈虎小心翼翼地走进了沼泽 水深的地方 就游过去 谁先就走过去 虽然有的地方陷到了妖脸 身边围满了恶心的赤纹黑痣 但并没有对他千万什么伤害 而且这变态 竟然不觉醒赤纹黑痣恶心 还伸手去抓来一条把玩 咦 这家伙好恶心 这应该就叫物以类聚吧 邱思思满脸厌恶 他的队长队友 也看到满脸恶心 他们都不敢下去 因为恶心 而且他们之中 好几个人 只有一套战甲 之前被黑雾蛇给损坏了 无法下水 邱思思他们又恶心又焦急 心里非常得意 他边走还边采摘玉黄草 一点也不受赤纹黑痣的影响 心情顿时大好 就这一波 我就能采摘到几百株玉黄草 到时候有钱了 买了好装备 好资源 等级和修炼速度 更加远超你们 到时再敢群殴我 我就杀了你们 陈虎心里想着 加快了采摘的速度 直播间的观众 看到陈虎 不仅不怕赤纹黑痣 还一直采摘玉黄草 顿时愤怒不已 这人恢复速度 怎么这么快 太可恶了 他毕竟是二阶高阶啊 而且还带了疗伤担药 不过也只有这种恶心的人 不怕恶心的赤纹黑痣了 虽然我不该这么说 但我还是希望 这种放弃队员的恶人 得到报应 起码不要让他领先邱思思啊 确实很可恶 他积分本来就比邱思思等人高 这一波玉黄草采摘碗 就比他们更高了 直播间还在臭骂陈虎 突然沼泽深处 那些最早穿着战甲进去的新生 有一个扑通一声 砸落到了水里 水里激荡不停 怎么回事 他怎么掉下去了 就算陷到沼泽里面 可他穿了战甲 也可以游出来才对啊 水花激荡得太厉害了 很不正常 我感觉 他不是陷到沼泽里了 而是 天哪 快看 他是在跟一条巨大的 赤纹黑质搏斗 只见那名新生 突然挣扎地露出水面 狠狠地挥拳 向身旁水里砸去 庞扶水里 有什么正在拖住他一样 碰 水花激荡 新生的拳头毫无用处 石成的力量 被水泄去了大半 大家快跑 新生突然狂吼 随后扑通一声 似乎被什么巨兽 拖进了水底 再也没有出来过 水花很快消失 水面平静了下来 全场死寂 几秒钟后 一人在沼泽中的新生 再次狂吼起来 大家快跑 是赤纹黑质王 我刚刚看到了 起码有汽车轮那粗 大家快跑啊 说着 他拼命去沼泽前面跑去 可是没跑几步 就扑通一声 陷进了沼泽之中 新生赶紧拼命游了起来 到了谁浅处 再次狂奔起来 可惜不到几秒钟 他再次陷进了沼泽 这一次 水花激荡翻涌 露出了一条巨大的 赤纹黑质的背面 竟然比汽车轮胎还大 那名新生 转眼就没了动静 水面再次平静 赤纹黑质王 起码有铲轮胎那么大 大家快跑啊 这一次 所有进入沼泽的新生 全部拼命往回跑 毕竟前方的沼泽 要比后面的大太多了 后退还有机会上岸 逃过一劫 陈虎下的魂都没了 拼命往回跑 哄 碰 赤纹黑质王 似乎知道 猎物都在逃跑 也不隐藏了 直接跃出了水面 一跃百米 砰的一声 砸起一片海啸般的巨浪 然后再次没入沼泽之中 岸上的人都傻眼了 只见赤纹黑质王 直径五米多 长度更是达到了 惊人的一百多米 根本就是一头巨兽 邱思思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赤纹黑质 要不是长得难看 这巨大的身形 都赶上蛟龙了呀 队长这是赤纹黑质王 是这片沼泽的王者 他一定隐藏了非常多年 才成长到这个程度 大家快远离沼泽边缘 刘顺等人 也是吓得连连后退 苏灵皱眉道 这赤纹黑质王 看体型 起码达到了五阶巅峰 大家快退 远离沼泽边缘 他肯定可以短暂离开水域 离沼泽太近 会被吃掉 快跑啊 江月 刘顺 顾星仪等人 赶紧拼命后退 同时大声呐喊 让其他新生 也赶紧退点 砰砰 赤纹黑质王 每次跃起杂落 就会吞掉一个沼泽中 穿着战甲的新生 画面极其恐怖 而当他再次跃起之时 就会先吐出一套 被腐蚀的不成样子的战甲 鲜血淋漓 都是新生的血 赤纹黑质王的速度太快了 不到十秒钟 就有十几个新生陨落 然后 他不再理会沼泽中的新生 而且直线向岸上冲来 他的目标是 岸上被密密麻麻的新生 江月健壮 惊恐地大喊他 已经有灵质 大家快跑啊 苏灵等人赶紧再退 陈虎回头一看 吓得腿都软 只见庞然大雾般的赤纹黑质王 正在向着他冲来 下一瞬间 赤纹黑质王张开锯口 将陈虎顺嘴吞了进去 然后一跃而起 冲出了沼泽 向岸上的大批心声扑去 阿灵号灵号快来啊 直播间的观众都吓坏了 哪怕隔着荧幕 也吓出了一身冷汗 早就忘了陈虎的可恶 满心都在担心岸上的无数心声 浩哥快来啊 不然几万心声就完了 呜呜 太可怕了 荒野外围 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巨手 浩哥你在哪 浩哥快来救命啊 第144章 零号就是奇迹 直播间的弹幕 疯狂刷屏 赤纹黑质王 五阶出击 这就算战将在场 也得隐恨啊 赤纹黑质王 虽然只有五阶出击 但他一旦逃进沼泽 恐怕普通的战神 都拿他没办法呀 为什么负责安保的战将战将 还有战王还不出手 都死了十几个心声了呀 赤纹黑质王太可怕了 战王快点出手啊 赤纹黑质王 马上要冲上岸了 负责安保的战神 怎么还不出手 难倒眼睁睁地 看着这些心声去死吗 虽然我也非常不想看到这一幕 但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每一届的心声大比 就是一场实战 这是真正的荒野 伤亡在所难免 还有记得十年前的那届心声大比吗 当时有一个异能大学 伤亡比例达到了六十 这就是凶兽战争的残酷 而且 这荒野的危险 还算低了 如果是真正的凶兽战场 伤亡还会更高 境外有个国家 24小时之内 被兽朝袭击 整个国家不复存在 如果不经历真正的荒野 不磨练一下 以后走上真正的凶兽战场 他们甚至会被 吓得还没出手 就已经牺牲了 那也可以谩骂 哪有一上来 就让新生面对 这么危险的凶兽的 赤文黑智王 可是五阶初级的强大凶兽 新生才什么等级 大多数都是二阶中级左右 我只能说 新生大比的荒野 某种程度上 已经是经过选择和管控了 像赤文黑智王这样巨兽 是谁也不想看到的意外 正要上了战场 凶兽不会按照 人族出战者的等级出手的 慢慢来 你没看新闻吧 人族想慢慢来 可是凶兽根本不会给我们时间 这也是无奈之举 人族必须经历血与火的洗礼 才能诞生真正的战士 战将 战神 战王 甚至是战皇 才有可能在未来决战凶兽之时 不被灭掉 懂吗 有空看看新闻吧 你以为世界上所有国家 都像大夏这么安全吗 前天 代蜀国的一个省 被A级受潮袭击 一个人都没活下来 直播间的争论还在继续 不过大多数还是知道 凶兽的恐怖与危险 虽然难过 但却更加激起了民众 被杀进凶兽的渴望 啊 救救我呀 大家快跑 赤纹黑之王来了 沼泽边缘 几百个心声拼命后退 然而 赤纹黑之王的速度太快 一跃起 横跨百米 眼看就要追上他们 赤纹黑之王 已经张开了锯口 这一下就要落下来 光是那百米长的巨大身躯 就得砸死数百人 看到这一幕 直播间的争论停止了 弹幕停止了 时间旁复凝固了 所有观众都在屏息凝视 希望奇迹出现 八荒神火 千军一发之剑 一道雷鸣般的怒吼 响彻天地 响彻每一台手机 平板 电视和电脑 响彻大厦的第一栋名房 第一栋大楼 零号来了 只见零号从远处电闪而至 浑身杀气滔天 一手怒拍而出 千米长的紫色火焰如长虹惊天 席卷而出 半空中的赤纹黑智王猛然抬头 惊恐的浑身一颤 他感受到了恐怖的死亡气息 他想逃命 想要强行扭转 身躯飞逃 可惜八荒神火起事等闲 转眼间就呼啸而来 将百米长的赤纹黑智王淹没 瞬间烧成了灰烬 八荒神火消散 赤纹黑智王已经没了踪命 庞扶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下一秒 整个大厦都沸腾了 奇迹灵浩就是奇迹 霸荒神火 焚尽苍穹 恐怖如司灵浩威武 世上没有灵浩解决不了的危机 灵浩如神清灵 灵浩学长 天纵神武 五阶出击 一招灭杀 灵浩妖孽啊 我一定要把女儿嫁给他 我没有女儿 但我可以生一个女儿 然后嫁给他灵浩 你的老婆还没出生 你千万不要着急啊 灵浩不要被人忽悠 我的女儿倾国倾城 已经到了法定年龄 随时可以嫁给你哈 灵浩 我现在就去买婚纱 买完就去荒野出口等你 马上就能领证了 完了 满瓶都是灵浩的丈母娘 这世界封了灵浩 不要被女人骗了 心中无女人 拔剑自然神啊 荒野中 劫后余生的新生 无不心有余悸 浩哥 你终于来了 要是晚到几分钟 新生估计全完了 刘顺飞奔上去 紧紧地抱住了灵浩 苏灵见状 也是飞奔过去 抱住了灵浩浩哥 我差点见不到你了 江月急了 也飞奔过去 紧紧抱住了灵浩浩哥 你再也不要离开我了 顾兴怡风头 赶紧飞奔过去 紧紧地抱住了灵浩浩哥 我想死你了 高佳佳反应慢了一点 已经没位置了 灵浩已经被四人团团抱住了 一阵汗臭味 和三阵相风袭来 灵浩一脸嫌弃地 推开了刘顺一个大男人 这么肉麻 高佳佳眼神亮了 飞奔过去 紧紧地抱住了灵浩 灵浩顿时被周围的八座大山 压得喘不过气来 和灵看到直播 气得咬牙切齿 周小萱愤愤不平 为什么我是大二 而不是大一 是大一我就能跟灵浩 一起参加新生大比了呀 直播营幕前的灵浩丈母娘 和要嫁她的女人们 都气疯了 可恶的进水楼抬仙得月 放开那个男人 让我来 灵浩淡淡倒可以了 沼泽里面 还有很多赤纹黑痣没处理 四女这才放开灵浩 新生们看灵浩的眼神都变了 从崇拜 变成了羡慕极度狠 赤纹黑痣王一死 整个沼泽中的赤纹黑痣 彭腐感应到了 水面水花激荡翻卷 发泄着他们的愤怒 许多赤纹黑痣 更是冲上了岸边 灵浩健壮 身形腾空而起 一掌拍出 八荒神火 万丈子火 席夹出 宛如灭世天节 但灵浩却控制得非常精妙 八荒神火笼罩了沼泽 将赤纹黑痣 烧成了灰烬 但却没有烧到沼泽中的玉黄草 转眼之间 水被烧前 沼泽消失了 淤泥变成坚硬的土地 赤纹黑痣都化成灰 变成了氧料 所有人都傻眼了 这得战王才能做到吧 灵浩简直不是人啊 灵浩的积分 疯狂飙升 直接翻了一百倍 达到了恐怖的 一百七十八亿四千万个人打赏 同样飙升 直接突破了一百亿 其中 番茄读者乍天帮主 直接嚎这十个小目标 直接上了抖音热搜 灵浩却是淡淡道 都别愣着了 采摘玉黄去吧 不过每个人都要交三猪 给我第一百四十五章 幽灵般的凶兽 新生们听了灵浩的话 顿时欣喜若狂 浩哥这次是大法慈悲啊 这里这么多玉黄草 每个人只要交三猪之前过河 每个人包皮一百条 可比这浪费时间了 浩哥威武 新生们立即冲了进去 拼命地挖玉黄草 刘顺 苏玲 江月等人自然不用上次 几人风头 也赶紧冲了进去 兴奋地挖了起来 柳红和宁家凯 看到这模样 整个人彻底绝望了 光是这一波 灵浩的积分就破百亿了 等于黄草挖完 积分还要更高 百亿百亿积分啊 我拿什么比我还怎么追赶 不行 不能这样下去 就算比不上灵浩 也不能被其他新生 比下去了 两人鼓励了自己一番后 也赶紧冲了上去 林浩峰是悠闲地赶到前方 找了个石头坐下 拿出无限空间中的烤鰻鱼 边吃边等着大家 把玉黄草上浇 无限空间果然厉害 竟然可以保温保鲜 这烤鰻鱼 还是刚刚烤出来的样子 刘顺舔了一下嘴唇 陈捕木槽 我怎么觉得 浩哥这样子 有点欠揍啊 苏黎我也觉得 你去揍他吧 你当我傻呀 直播间观众疯狂 打赏强大的人 已经先享受起来了 其他新生们 好好努力吧 随着夜幕降临 玉黄草也采摘得差不多了 新生们交完后 就赶紧向前方进发 要赶在天色完全暗下来之前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过夜 林浩一直等到最后一个新生 交完玉黄草 这才起身前行 刘顺苏灵检早就走了 一座绵延万里的山脉前方 无数新生搭起帐篷 轮流吃饭休息守夜 大家都累了一天了 异能也消耗的一半多了 不休养一下 明天就无法继续了 因此 夜晚才是新生大笔 最危险的时候 除了凶兽 是夜晚才出来行动的 异能所剩无几的新生 都将帐篷搭得很近 好互相警醒 抬头望去 只见山脉不高 普通只有一千多米的高度 但是一座连着一座 像一头巨兽一样 拦住了前行的道路 山脉之中 草木参天 不时传来阵阵授吼之声 林浩找到刘顺他们 笑到你们吃完赶紧休息吧 我来帮你们守夜 刘顺浩哥 我真的好感动 苏林浩哥 你真的不累吗 不累 你忘了我的治疗异能了 林浩说着 将五道绿光 打进了苏林刘顺 江月儿等人体内 五人的异能 瞬间满血恢复 多谢浩哥江月儿激动道 浩哥 我现在一点不累 咱们聊聊天吧 反正我也睡不着 顾星仪和高佳佳 赶紧围了过来 我们也不累呢 林浩也觉得无聊 因为大笔遇到的凶兽都太弱了 没劲 就跟几人聊起了荒野中的凶兽 天色彻底暗了下来 无名山脉之下 数千顶帐篷 连城一片 灯火通明 煞事壮观 突然 黑夜中 七黑大鸟无声飞过 最边上的帐篷旁 负责守夜的心声 接连地倒了下去 就像中了迷药一样 毫无知觉 然后 被大鸟锋利的爪子 扎进体内抓起 悄无声息地抓走了 正在聊天 林浩猛然站起 大手一挥 雷动八方 万道闪电 瞬间照亮夜空 惊醒了所有的人 只见夜空之中 遮天蔽日 布满了巨大幽冥魂符 二阶终极凶兽 异常超过六米 飞行之时 却不会发出什么声响 拥有精神攻击能力 是比普通的蝙蝠进化来 血红的双眼 充满了贪婪之色 密密麻麻地点缀在夜空之中 无比的圣人 那些心声 就是被幽冥魂符的精神攻击 给弄昏迷的 无数幽冥魂符 被雷电击中 被炸成灰烬 被抓走的心声 也掉落下来 地上的心声 赶紧出手相救 可惜很多心声 已经被幽冥魂符的利爪 刺中心脏 在低迷中失去了生命 剩下一些 则是受了重伤 鲜血淋漓 心声中的治疗师 立即出手救治 雷动八方零号 再次施展异能 遮天雷网 横空出世 将所有心声笼罩 保护起来 砰砰 无数幽冥魂符 撞击在雷网上 被炸成灰烬 怎么会有这么多 幽冥魂符 我没有精神防御手段 许多心声 仍然惊恐不已 果然 有些精神利弱的心声 直接被幽冥魂符的 远端精神攻击重伤 变成了痴呆 特别弱的几个 则是直接挂了 零号大怒 全力施展异能 将遮天雷网的范围 扩大了五倍 这才让幽冥魂符的 远端精神 无法伤到心声 苏灵施展韩冰异能 一道道兵剑 呼啸而出 射向幽冥魂符 将一只只幽冥魂符洞穿 冰冻 化为碎末 刘顺没有远端攻击异能 气得直跺脚 指着幽冥魂符大骂 江月儿的异能 刚好是精神攻击型 只见美目金光闪动 无形的精神力化为力剑 从眉心射向漫天的幽冥魂符 幽冥魂符飞着飞着 突然 就像石头一样掉了下去 落地之前就死了 宋玉施展狂暴之风 无数锋刃狂暴的射向幽冥魂符 幽冥魂符 一只接一只惨叫而亡 其他有远端攻击能力的新生 也是愤怒出手 不断地斩杀幽冥魂符 可是幽冥魂符太多了 根本杀不完 很快 宋玉 苏灵 江月儿的异能就耗尽了 其他能远端攻击的新生 更是早就耗尽了 除刘顺苏灵 宋玉几人 其他所有的新生 都吓坏了 所有的目光 都看向了林浩 幽冥魂符 怎么还是那么多 这根本就杀不完啊 现在只剩下林浩一个人 不知道他能坚持多久 要是他也坚持不住 那我们都得死在这里啊 完了 这回真的完了林浩 白天经历了几场大战 他还能坚持多久啊 林浩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啊 不然都得死 希望在安保人员到来之前 林浩能坚持住 我们赶紧求救吧 几乎所有学生 都按下智慧 手表上的求救按钮 就连柳红和宁家凯 都慌得不行 完全忘了啦 之前还想超过林浩 现在的他们 是真心希望 林浩能坚持下去 林浩淡定的比 如红中大旅般传荡开来 大家不要慌 不管来多少幽冥魂符 我都能将他们 杀得一千二斤 然后他就找了块石头 躺了下去 还翘起了二郎腿 站着施展雷动八方 实在太不潇洒了 新生们看到林浩的举动 根本就高兴不起来 他们全都傻眼了林浩 你要干什么 你这是打不过 要摆烂了吗 第146章 一个王者 带着一群青铜打颠峰赛 新生看到林浩躺下去了 顿时慌了 浩哥 你不会不行了吧 刘顺臣捕木曹 你会不会说话 出来单恋一下 浩哥 我错了 浩哥 你能坚持下去吧 我们可都指望您啊 您要是坚持不下去了 我们这些新生就团灭了 这同学说到最后 都快哭了 浩哥 你给句话 交个底啊 要是搞不定 我好先写遗书啊 我硬碟里 还是一千句的学习资料 得交代清楚啊 浩哥 咱们学校隔壁的 磨成艺能大学校花 是我姐姐 我要是挂了 你一定要替我照顾她 林浩铺 这什么鬼啊 我是那种人吗 我一向见义勇为 同学你放心 这是交给我了 浩哥 我喜欢你很久了 要是我挂了 记得 把我的尸体带回去 趁热啊 所有人都傻眼了 这特魔是什么虎狼之词 宋玉眼看 大家越来越不像话了 站出来大声道 大家放心 我在浮沉荒眼 曾经亲眼看到 浩哥杀穿了F级兽巢 就这点幽冥魂服 才哪根啊 大家 把心放在肚子里 浩哥一定不会让我们出师的 这话一出 大家才振奋起来 陈补牧草 果然 传闻是真的 宋玉 我听说 你当时是去挑战浩哥的 结果碰到了兽巢 愣是吓得没敢出手 这肯定也是真的吧 宋玉 你当时的心理阴影面积 是多大这么大 还是这么大有个心声 还用双手比划了起来 宋玉一头黑线尘捕木槽 我好心安抚你们 你们竟然不说人话 宋玉 那当时 浩哥也是躺着沙穿兽巢的吗 那倒不是 浩哥当时是站着的 不过这正好说明 浩哥变强了 浩哥威武宋玉大声喊道 想以此转移注意力 别让这帮火宝 在他伤口放肆撒盐了 浩哥威武 还真是 浩哥杀了这么久 外面的幽冥魂浮尸体 都已经堆积成衫了 可是浩哥一点也不累 似乎浩哥的异能 一丁点都没有减少 浩哥太逆天了 新生这才注意到 林浩的精神状态 果然一点也不疲惫 这要是其他人 早已累趴了 以前是宋玉一个人 看浩哥杀穿兽巢 这次是整介新生 看浩哥杀穿兽巢了 外面的幽冥魂浮尸体 没有二十万 也有十八万了吧 砰砰 幽冥魂浮 被雷网炸成灰烬的声音 一直就没停过 直播间的观众 也从紧张变成了轻松 刚才我真的以为 浩哥一能快要耗尽了 吓得我满汉全席 都没心情吃了 可不是吗 就因为担心 这件摩大新生的安然 我紧张地 将一瓶轿藏一百个茅台 给打碎了 你还别说 就在刚刚 我把我房子都卖了 想着去网上悬赏 一能强者近荒野救人呢 不 你们吹牛都不打草稿吗 哎 一个王者 带着一群青铜 打巅峰赛 真心好嘞 这介新生 除了浩哥 没几个能打的呀 干啥啥不行 损人第一名 心疼宋玉一秒钟 半个小时候 幽冥魂浮似乎意识到 林浩是不可战胜的 渐渐放弃了进攻 全都撤走了 江月儿上前 小声到浩哥 幽冥魂浮的巢穴 一般会有可以提升 精神力的灵草 林浩淡淡到 我正有这打算 你们都留在这雷网中 我去一趟 真要有事 刘顺和苏灵会解决 江月儿本来想 硬着头皮跟去的 没想到林浩先开口 让他留下了 再想到幽冥魂浮的长相 不仅恐怖 而且恶心 也就没再坚持 刘顺慌的脱口出浩哥 我才二阶高阶 我拿什么解决啊 苏灵踹了他一脚 瞪眼到你忘了浩哥 送我们的大礼了 哦 哦 明白了 浩哥你放心去吧 不管什么妖魔鬼怪来了 我把他派死 林浩随即目光一灵 精神力笼罩全场 随后大手一挥 打出几十道绿光 向往了江月儿 苏灵留顺故 心仪高价价 还有宋玉等人的体内 几人异能 瞬间完全恢复 林浩这才一个闪身 消失在原地 宋玉猛然看了过来 叹息了一声 浩哥这是去寻宝了呀 可惜了 这次的新生大笔 太过凶险 也只有他 才敢晚上出去寻宝了 不一会儿 新生们发现林浩不见 立即又恐慌起来 好在雷网仍然在 幽冥魂服也早已撤走 这才安下心来 林浩一个闪身 就追上了 飞在最后的幽冥魂服 只见前方夜空之中 密密麻麻的 都是幽冥魂服 不下数万 全都朝着山脉深处飞去 幽冥魂服的速度很快 不到十分钟 他们中的大部分 就飞回了老巢 林浩抬头望去 只见那一道 位于峡谷中的 数千米长的细小裂缝 一米多宽 林浩飞进一看 精神力感知之下 发现这千米裂缝深度 竟然高达数千米 这要是那些新生 根本不敢下去 毕竟谁也不知道 里面会不会更加恐怖的凶兽 林浩却是一跃而起 凌空飞了下去 原来只是开口比较小 越往下 空间就越大 在林浩的感知中 下方的空间 何止数万 只见漆黑的地下洞穴周围 布满了点点血红的光芒 正在一头头 幽冥魂魂服 倒挂在岩壁之上 他们的目光 一直跟随着林浩移动 但似乎知道林浩的厉害 他们并没有发动进攻 林浩下探了三千多米 突然凌空停住了身形 只听下方传来了 有人小声的嘲讽之言 没想到这借新生 帮了我们大麻 竟然把这几十万的 幽冥魂服 杀掉了大半 等我取了三叶魂之 再去抢一波新生吧 他们身上的林财加起来 可不比这三叶魂之价值低呀 那是当然 我们辛苦潜伏在荒野十几天 可不是就是为了 新生大笔的时候 抢一波吗 大哥 还有那些笑话 你别不要忘了 哈哈 怎么会 到时兄弟们自由出手 能带走几个是几个 至于带不走的吗 自然是就地枪决了 第147章三叶魂之 我的天哪 这栋学好可怕 黑漆漆的 庞扶幽冥深渊 看得人头皮发麻 浩哥胆子真大 幽冥魂服的血色眼睛 才可怕密密麻麻的 有密集恐惧症的 看一眼就得挂掉啊 哇靠 下面居然有人 是社会异能者 浩哥有危险了 特魔的 这些社会异能者 也太邪恶了吧 实际上还想去抢新生 连笑话都不放过 鉴定完毕 这些人是邪恶异能者浩哥 灭了他们 千万不要手软 这些人一定不能让他们 活着离开 否则一定会危害社会安全 浩哥 看你的了 直播间的观众 无不义愤填膺 再次掀起了打赏狂潮 希望浩哥出手承接恶人 灵浩的声音 在宽阔的洞穴中 响起好一个就地枪决 可惜我会没收 你们的作案工具 还会要了你们的命 谁鬼鬼祟祟的 出来受死 灵浩的身影 凌空浮现 直接跳了下去 落在了十几个 社会异能者面前 目光灵力如刀 浑身杀气腾腾 一共十八个社会异能者 最低的 也是三阶高阶 那个大哥 则是四阶中级 社会异能者 借助手中的照明灯 看清了灵浩 都不由松了口气 哼 原来是个新生 这不是找死吗 一名三阶巅峰异能者 冷笑道 不过这小子 胆子倒是挺大的 竟然敢一个人 闯到这里来看来 是新生中的佼佼者 再佼佼者 也只是新生 别废话了 我先送他上路 一个三阶高阶异能 直接挥刀杀向了灵浩 小子 去死吧 他挥刀 砍向了灵浩天灵干 想将灵浩 一刀劈成两半 出手狠辣果掘 不用想也知道 平时没少干杀人越货的事 灵浩目光一寒 直接抬手 用两根手指 死死地夹住了他的长刀 正在吃笑的 其他的笑容凝固 面露惊恐之色 持刀之人 更是大惊失色 拼命挣脱 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了 刀 还是纹丝不动 他惊恐无比 立即就想放弃长刀 使用异能攻击 可惜 灵浩没有给他机会 八荒神火 恐怖的子火呼啸而出 毁化了四阶初级的 合金长刀 又将那人烧成了灰烬 全场死计 数万头幽冥魂符 见到这恐怖的火焰 和灵浩身上熟悉的 恐怖气息 都吓得远远地逃开了 别大意 一起全力出手 杀了这小子为首的大哥 怒吼一声 率先发动了异能攻击 其他社会异能者 也跟着全力出手 一时间 各种眼花缭乱的异能攻击 全部向灵浩招火去 灵浩冷笑 没心思跟他们玩 一拳轰出 十几道粗大的金色闪电 破空而去 直接将他们炸成了渣渣 最后 灵浩连看 都没再看一眼 立即开始向洞穴中的 三叶魂支走去 直播间沸腾了 浩哥果然没让我失望 杀法果断不过 最震撼的 还是那一手 手指夹刀啊 那可是三阶高尖异能者啊 全力一刀 竟然被浩哥轻松夹住了 浩哥神武 要不是浩哥出手 等这些邪恶异能者 踩完三叶魂支出去 那些新生就完蛋了 应该像浩哥这样 面对邪恶势力 毫不手软 突然 一条醒目的红色弹幕 出现在灵浩的直播间 完蛋了 浩哥 你快先别踩摘三叶魂支了 新生那边出事了 快回去啊 无数人大惊 赶紧跳转到 灵浩小队的直播间 从中选择了 刘顺苏林的直播间观看 这一看 所有人都吓坏了 立即跳转回来 疯狂输出弹幕让灵浩回去 原来 在灵浩深入洞穴之后 由于距离太远 又隔着厚厚的深山岩壁 雷网失效了 没过多久 就来了一百多个蒙面的 三阶高阶以上的 社会邪恶异能者 他们围成一圈 向新生们缓缓走去 脸上无不带着 邪恶无比的冷笑 许多人更是盯着 漂亮的女生 不断地扫视 眼中充满了 毫不掩饰的贪婪 和邪恶之意 许多胆小的女生 吓得直接大哭起来 刘顺苏林 江玉儿 宋玉等人 指挥着大家 向中间靠拢 等级高地站在外围 保护等级低的同学 一定要拖到浩哥回来 大家不要怕 我们人多 浩都能浩死他们 我们跟他们拼了 就连柳红和宁家凯 也都挺身而出了 领头的四阶高阶社会 邪恶异能者 冷笑到小朋友们 不要害怕 我们不会杀你们的 只要你们乖乖地 交出身上的灵财 战甲 另外 让我们好好地爽一爽 我们满意了 自然就走了 他说着 目光向江玉儿 苏林等漂亮心声扫过 哈哈 我最喜欢打野战了 我也非常喜欢 特别是猎物多的情况下 我可以一个接一个 无缝连线地打到天亮 你们也别想着求救 没用的 只要我们不杀你们 安保一般不会轻易出手 因为要是到了社会上 有些人会比我们更残忍 比凶兽更凶残 只要我们不杀人 安保一般不会来的 这是心声大笔的潜规则 是为了锻炼你们 我想 你们应该不知道吧 心声们吓得脸色煞白 你胡说 安保怎么可能放人不管 为什么不可能 像你胆子这么小 救了又有什么用在荒野之中 会不停地遇到强大的凶兽 难得让他们不停地救你们吗 直播间的观众都傻眼了 又愤怒 又难以置信 这混蛋说的是真的吗 这也太黑暗了吧 难道我们人族的异能者 都要在如此处处危险的情况下 优胜劣汰的成长吗 就没有别的路了吗 人族已经被凶兽逼到这种境地了吗 很遗憾地告诉大家 恐怕是真的 这混蛋 虽然说得直白 但人族的处境 确实非常堪忧 持有极端的历练 才能激发新生代的人族异能者 快速成长 成长不仅需要历练 还要有各种各样的灵财 而获取灵财 本就充满了危险 最可恶的是 人族已经被凶兽逼的生存空间都没多少了 但人族之中 却还有不少的败类 比如这些混蛋 太可恶了 摩大心声不要怕 联合起来 跟他们拼了 到时候 事情到大了 安保还是会出手的 对 无论如何 都不要妥协 跟他们拼了 你们一定能拖到浩哥回来 浩哥打四接 就跟捏死蚂蚁一样 挺住跟他们拼了 轰轰 刘顺苏玲 果断穿上了八接机甲 刘顺怒吼道 大家别怕 有我和苏玲在 跟他们拼了第148招 等羞耀嚣张 速速受死 八接机甲 八接巅峰机甲 看到两尊 二十几米高的 庞然大物 突然出现在面前 一百多个社会 邪恶异能者 都吓傻了 有的人直接撒腿就跑 大哥吼道怕什么 八接机甲 不是那么好操控的 他们才二接高阶 和巅峰的等级 根本无法发挥出 八接机甲的真正威力 摩大的心声 不仅是真有钱啊 而且各个背景 都特模强大无比啊 大哥 那我们还不跑 怕什么 我们不是蒙面的吗 本来以为抢他们的灵彩 就能逍遥几年了 现在看来 要是抢了这两架 八接机甲 我们就可以鸟枪换炮 成为一方霸主了呀 有了八接机甲 相当于有八接供奉 我们以后 就不用过 偷偷抢抢的日子了 还是大哥有见识 跟着大哥有肉 吃一百人眼中 都发出贪婪与兴奋的目光 大哥提醒道 大家还是要小心 机甲上有小型雷射炮 别被打中了 只要消耗完了这些雷射炮 就没什么用了 新生们看到八接机甲 直接实名羡慕了 陈补牧草 这两人原来是隐姓富豪啊 八接机甲都拿出来溜 陈补牧草 刘顺苏灵 你们不是浮城来的吗 也没听说 浮城有什么战网啊 那你们怎么 会有八接机甲 刘哥 以后我跟着你混吧 苏姐 你还缺跟班吗 刘顺苏灵 狠狠地打他们 宋玉跟着林浩真好啊 八接巅峰机 甲随便送 他自然是一猜就猜到 这八接巅峰机甲 是林浩送给他们两个的 同时内心更是震撼 无比林浩也太强了吧 难道他打败了八接战王 这机甲是他的战利品 而且不止打败了两个 否则 他自己总得留一个吧 宋玉人都骂了 终于明白 他跟林浩早已是云泥之别了 柳红和宁家凯 也是腿都软了 林浩的兄弟 都有八接巅峰机甲了 那林浩那柳红决定 要好好巴结林浩了 宁家凯有气无力 还好这次大比 我没有对刘顺出手 不然他一脚椅 就能踩死我了 而等羞耀嚣张 速速受死刘顺穿上机甲后 瞬间感觉自己 已经成神了 知乎者也都出来了 刘顺跺脚 砰的一声踩了过去 邪恶异能者 各个面如土色 四散逃窜 地面被刘顺踩出了一个大坑 刘顺控制着雷射炮 向领头的邪恶异能者轰去 大哥吓傻啊 全力逃跑 砰 雷射炮打在了大哥原先位置 五米开外 大哥猛了 你压实打我吗 这也偏太多了吧 心生全猛了刘顺 你是认真的吗 别浪费雷射炮能量啊 刘顺沉捕木槽 这雷射炮准心有病吧 机甲智慧驾驶系统 准心没病 是你有病 你精神力太低了 八阶巅峰机甲 不是低阶的人 可以轻易操控的 刘顺沉捕木槽 苏领我来 砰 雷射炮 打在邪恶大哥三米开外 大哥被溅起了 石头砸肿了脸 大哥猫捉老鼠呢 有种你们一炮打死我呀 大哥 直接站着不跑了 心生苏领 你别学刘顺啊 走点心吧 不然雷射炮能量耗尽 就不好玩了 一百多社会异能者 惶恐 而又敬畏地看着大哥 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砰 砰 砰 接连打了十几炮 没有一炮打中 苏领最后一炮打在大哥 身边一米多 大哥吓得就地滚开 直播间的观众 也是心情剧烈起伏 陈捕木曹八阶机甲 没想到我有生之年 还能看到八阶机甲 这是我能的吗 厉害了我滴哥 八阶巅峰机甲 都有 你俩是浮成的隐形富豪吧 八阶巅峰机甲呀 踩都踩死他们 这下厉害了 不是 刘顺你倒是瞄准点啊 刘顺你再这样 不看你直播了 刘顺放开那机甲 让我来我闭关眼睛 瞄都闭准 苏玲 你别学刘顺啊 完了完了 这两个富二代 平时肯定偷懒了 八阶巅峰机甲给你们了 也不好好练习 这下丢人了吧 我敢肯定 这是有史以来 八阶机甲 战绩最差的一次 没有之一 大哥我再也受不了 他觉得他们在耍他 沙大哥挥起大刀 一跃而起 力量型异能 加上四阶巅峰技能 一刀砍向了刘顺 碰 大刀断成竖节 机甲连划痕都没留下 大哥被大力反振的吐血 陈捕木曹大哥没脾气 服下丹药疗伤 别嚣张 等雷射炮消耗完了 我用你的同学威胁你 看你出不出来 刘顺火了 猛烈开火 砰砰 没有一发打中 射击精度 倒是提升了半米 苏林同样没有打中大哥 但精度 提升了半米多 其中几发 误伤到了别的邪恶异能者 片刻后 雷射炮终于打完了 大哥大笑哈哈 就你们这精度 操控了也太差了 真是埋没了八阶机甲 说完他就冲了上去 要抓住几个新生 逼刘顺苏林出来 哄 突然 又一架机甲出现了 江月的七阶出级机甲 这是他爷爷江天行 给他保命用的 砰 大哥眼急手快 躲过了一炮 沉捕木槽 这小牛挺准啊 大哥冷汗直流 砰砰 江月操控着七阶出级机甲 疯狂开火 一下子打死了 十几个邪恶异能者 但他们 也学乖了 分得非常散 离得也越来越远 江月的命中率 直线下降 没过多久 雷射炮也耗尽了能量 饶势如此 也已经让刘顺苏林 无比羡慕了 江月觉醒的是精神类异能 精神力比一般人强大 操控自然更好 要不是 他平时很少操控机甲 恐怕一百多邪恶异能者 早就全死了 邪恶大哥 狂笑三个废物 八阶机甲 被你们用成这样 现在该轮到老子的第149章 动我兄弟者死 漆黑的地下洞穴之中 岩壁之上 长满了冰蓝色的三叶魂枝 彭腹水晶雕刻而成 散发着淡淡的幽香 只是闻上一闻 就让人觉得神清气爽 其中还有不少四叶魂枝 外形都是相同的 只是叶片多了一片 零号速度快如闪电的掠过 不到片刻 就将几百颗三叶魂枝 收进了无限空间中 三叶魂枝 都是三阶初级 四叶魂枝 是四阶初级的 我虽然用不上 用了也没什么效果 可谓微乎其微 但给刘顺苏林他们用 就刚好了 可以让他们的精神力提升不少 非常有利于 让他们更好 更快地掌握机甲的操控 零号颇为满意 想早点回去营地找他们 可是刚要走 洞穴上方 就响起了一道声音很好 有人把我们都摘好了 洞穴上方 两个人穿着飞机战甲 凌空二立 省了我们不少事 小子 谢谢你了 留下三叶魂枝 和四叶魂枝 还有你身上所有的灵才 你就可以走了 语气居高临下 看似温和 实则霸道无比 零号目光一寒 冷笑道 两个五接触紧 谁给你们的胆量 小子 这世界强者为王 你不懂吗 直播间的观众都火了 难得强盗有礼貌 有礼貌 还去做强盗 这是卫神魔 浩哥 别跟他们墨剑 直接灭了他们 刘顺他们 还在等人呢 这是明目张胆的抢劫啊 零号淡淡到好一个强者为王 既然你们知道这个道理 那我就放心了 八荒神火 恐怖的子火 如地狱之火 化为一条火龙 从洞穴底部席卷上 两个五阶邪恶异能者 瞳孔猛然这么大 惊恐无比 这真的是新生吗 两人甚至惊恐地 忘记了逃命 等他们反应过来 八荒神火 已经将二人淹没 同时席卷开来 将数千米长的地下洞穴 全部笼罩 数万幽名魂符 全部化成了灰烬 新生这边 雷射炮能量耗尽 散开的社会异能者 再次聚拢 虽然只剩下了九十个 但他们起码都是三阶高阶的 领头的 还是四阶高阶 宋玉、刘顺、苏林、江月等人 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刘顺、苏林、江月三人 虽然有强大的机甲 他们伤不到他们 但他们 还不能熟练地操控机甲战斗 刘顺和苏林 甚至无法稳定地操控机甲的手脚 否则光是踩脚挥拳 就能杀光这些社会邪恶异能者 江月虽然好一点 但仍然无法发挥出机甲的战斗力 操控速度 根本跟不上 邪恶异能者的速度 累了半天 也无法打到他们 但邪恶异能者这边 却是轻易地打败了 兰在前面的宋玉 柳红 宁家凯等新生中 等级战力比较高的人 将刀架在了他们的脖子上 机甲里面的三个 马上给我滚出来 否则我就杀了他们 马上滚出来 不然 我就扒光他的衣服 现场表演 我只数三下一 刘顺苏林和江月急坏了 刘顺怒吼道 你特魔给钱助手 不就是机甲吗 有准你过来 打赢了老子 老子就给你 虽然八阶巅峰机甲 价值连城 但刘顺还是毫不犹豫地出了机甲 他还是想拖延时间 刘顺指着其中一个 抓住了魔大女生的 三阶高阶邪恶异能者 破口大骂 我干你 某某 欺负女人算什么 是个东西 你就过来 你你大爷打一架 打赢了 老子任凭你 处之不过 就你这种垃圾 老子让你一只手 也能打得你满地找牙 牧草你特魔找死那人 果然上当了 放开了魔大女生 就冲了过去 碰 二阶高阶的刘顺 根本不是三阶高阶的 邪恶异能者对手 一个照面 就被打肿了脸 鲜血狂拍出 刘顺忍着剧痛 仰天大笑 你特魔是吃软饭的吗 一点力量都没有 狂暴流帅啊一声 全身肌肉猛然鼓起 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 不退反进地冲了上去 他之前吸收过 八阶初级玄武恶的兽盒 这使得 他在异能爆发后 战力和防御 都突破了三阶初级 比一般的二阶高阶异能者 强大了不少 老子爆脾气 看我不打死你 邪恶异能者 哪能忍得住 同样狂怒地冲了上去 领头的邪恶异能者大哥 骂到给我回来 别上了他的当 他是在拖延时间 是在激怒你 你要是真打死他 大比安保的强者 就会出手了 那人根本听不进去 出来混这么多年 他已经很久 没被人人当众大骂了 何况 还是被新生大骂 还当着这么多女生的面 要是不打服刘顺 他的面子往哪放 苏灵江月 宋玉柳洪宁家凯等人 则是愤怒无比 又心急如焚刘顺 别打了 你不是他的对手 这样下去 你会没命的 很多女生看到刘顺挺身而出 都感动得哭了 碰 拳头对拳头 硬碰硬 哄 刘顺手臂被轰碎 血肉横飞 身体倒飞而出 苏灵和江月 先后冲了上去 一起接住了刘顺 泪水夺矿而出 苏灵立即用寒冰 亦能为他冰冻伤口止血 江月第一时间 把几颗疗伤丹药 塞进了他嘴里 所有心声都目眨了 双眼因愤怒而冲血通红草跟他们拼了 心声开始暴动 一个个不顾一切的发动异能 向邪恶的社会异能者杀去 领头的大哥 见识不妙 突然发狠 一拳轰碎了一个男生的双腿 啊 男生惨叫 撕心裂肺 邪恶大哥狂吼道别特魔逼我 血肉横飞的恐怖场景 立即震住了暴动的心声 他们都杀过凶兽 但是没有杀过人 他们深知这些人是真的会杀人 直播间的观众都急哭了 有的人愤怒地把手机都给摔了 浩哥 快回来 你兄弟 被人打断手臂了 特魔的 一直觉得 刘顺是个搞笑男 没想到关键时候 他竟然挺身而出浩哥 你快回来 哄 灵浩闪身而现 灵空俯视下方 强烈无比的杀气 甚至让他周围的虚空都裂开了 暴怒的声音 想彻夜空洞我兄弟者死 哄 灵浩再次闪身 灵空踩下 虚空都为之破碎 邪恶异能者想跑 但他发现 他整个人 已经被灵浩的气势锁定了 根本无法动弹 惊恐无比哭喊 别杀我 别杀我大哥救我 救我呀 啊 碰 灵浩纯力量的一角 将那个打断刘顺手臂的 邪恶社会异能者 踩成了血水第150章 一个不留 全场震撼 直播间的观众 瞬间沸腾 打赏 蹭蹭蹭地往上涨 浩哥神武 以血还血 我喜欢浩哥太帅了 对付这种恶人 就得杀伐果断 浩哥帅爆了 动我兄弟 折死刘顺跟对人了 心声欢声雷动 浩哥果然 没让我们失望 刘顺浩哥 你终于来了这次 我终于也露了一回脸了 虽然很惨 但是很热血 苏灵江月儿等人 喜极而泣 他们终于拖到灵浩回来了 灵浩看到刘顺断了一臂 浑身是血 再次大怒 一拳轰出 几十颗八荒神火火球 怒射而出 啊 那些没有挟持摩大心声的 邪恶异能者 瞬间被火球沾上 慢慢地被烧成了灰烬 惨叫声 整整持续了十分钟 灵浩故意控制了 八荒神火的温度 扑不灭 但却疼得要死 挟持兴生的邪恶异能者 都吓尿了 领头的邪恶异能者大哥 也是瑟瑟发抖 冷汗湿透了全身 不过他很快镇定了下来 幕后倒小子 你敢杀我的人 真不怕我杀了你的同学妈说着 手中的刀 在被挟持的女生脸上 划出了一道轻轻的血痕 被挟持的兴生 顿时惊恐地尖叫起来 其他兴生 也都紧张担心了起来 林浩 却是李都没理他 先是向刘顺走去 向他打出一道粗大的绿光好兄弟 辛苦你了 刘顺笑道浩哥 客气了 我这不是向你学习吗 就是没学好 被人给揍了 紧接着 所有人都震惊了 只见刘顺已经断掉的手臂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重新生长了出来 我的天好强大的治疗异能 浩哥真是神乎奇迹啊 谁的小队 要是有浩哥这么强大的治疗师 那就等于立于不败之地了呀 林浩又打出了几道绿光 恢复了苏林江月的异能 这才对邪恶大哥 说到我给你一秒时间 放了所有被挟持的心声 否则啊 死 邪恶大哥笑了小子 你是不是没搞清楚状况 现在我们挟持你的人 我们只要一动手 十几个心声就得归天 我劝你 交出那两架八阶机甲 交出所有的灵彩 否则别怪我心狠 后面的话 他没有说出来 邪恶大哥突然惊恐无比地发现 他说不了话了 甚至连眼珠都转不了了 他瞬间就吓尿了 他这才发现 自己完全低估了林浩 低估到 他现在连求饶都开不了口 林浩杀气腾腾地走过去 先将被挟持的心声救下 然后 一拳将带着大哥 轰成了血物 他们都已经动不了了 就交给你们了 林浩话音落下 心声们的愤怒 瞬间到达了顶点 纷纷拿起武器 向剩下的社会邪恶异能者 冲了上去 血花飞溅 一个不留 林浩拿出几百颗三叶四叶魂草 分给了刘顺 苏林 江玉儿 顾星仪和高佳佳 吃了吧 精神力提高了 就能更好地学习操控机甲了 多谢浩哥 嗯 味道不错 有点薄荷的香味 要是加点老钱 妈就好了 刘顺一颗接一颗地塞进嘴里大嚼 苏林打了他一下 你吃慢点 你当三叶魂支是薯片嘛 一天吃三四克 差不多就是极限了 再多身体会承受不住的 刘顺夏 得赶紧把剩余的三四叶魂支 都收了起来 我就是想早点提升精神力吗 不然 下次再操控机甲 还是打不准 太丢人了 苏林道 那是八阶机甲 你现在才二阶高阶 哪有那么快的 这个是急不得的 江玉儿道 苏林说的对 精神力的提升不能急 基础还是要慢慢打牢的 但是有了这些三四叶魂支 你平时在努力修炼一下 精神修炼法 精神力自然就会比一般人 提升快十倍了 刘顺点头十倍 已经很快了呀 不过 要是我能再觉醒一种 精神力的异能就好了 苏林瞪眼 别这么贪心小心 把阿苗助长 变成痴呆 你才痴呆 你痴呆 林浩突然想到了 异能神福 要是能得到一块 可以提升精神力的异能神福 那刘顺的精神力 提升速度就快了 可惜异能神福太过稀少了 几人在一起聊着 无数新生却是将目光投了过来 宋玉一惊不小 脸上露出了羡慕之色 是三叶魂支 还有四叶魂支 林浩居然拿出了几百克 三叶魂支很珍贵吗 宋玉那当然了 荒野之中 难得遇到 能提升精神力的灵草 三叶魂支 配合精神修炼法 能让人的精神力提升速度 加快十倍 四叶魂支还要更快 能够达到十五倍 死 新生们羡慕震惊的倒吸冷气 原来浩哥是去找三叶魂支了 刘顺的打没白挨啊 也不一定是去找 更有可能是运气好碰荡 幽冥魂服的巢穴 应该就有 只是那里原本有几十万只 幽冥魂服 相当于小型的兽巢 一般人谁敢去 浩哥果然厉害 刘顺苏灵 有了浩哥这个大哥 这辈子才能躺赢了 当晚 林浩施展SS 及异能雷动八方 将遮天雷网 笼罩新生营帐 倒是震慑住了凶兽 只有少数不知死活的凶兽 还敢冲来 无一例外 都被雷网轰杀了 第二天 天才刚刚亮 新生们就已经向 无名山脉进发了 古墓参天的山脉中 顿时响起了 剧烈打斗声和授吼声 林浩施再次开启了 砍瓜切菜模式 斩杀二阶初级幽冥鹊石头 获得积分2000积分 斩杀二阶初级铁甲熊12头 获得积分2400积分 斩杀二阶初级霸天鹰14头 获得积分2800积分 斩杀二阶终极金环蛇15头 获得积分6000积分 斩杀二阶终极黄金石8头 获得积分3200积分 斩杀二阶终极金甲魔猿11头 获得积分4400积分 斩杀二阶终极双头魔狼13头 获得积分5200积分 斩杀二阶终极双手巨蟒11头 获得积分4400积分 斩杀二阶终极赤焰虎8头 获得积分3200积分 斩杀二阶终极疾风暴石头 获得积分四千积分 第151章霸道无理的富二代 巨大的山脉中 林浩与刘顺苏林等人同行 因为担心发生意外状况 林浩选择了与他们同行 毕竟现在已经过了荒野的外围 凶兽的数量会越来越多 等级也越来越高 越来越强 前方突然出现了一片 废弃且残破的山村 到处都是被凶兽破坏的痕迹 和已经风化的白骨 有些白骨一看大小 就知道还是小孩 林浩等人看到愤怒无比 该死的凶兽刘顺 脱口而出地骂道 苏林也是怒到这样的山村 本是世外桃源 可是当凶兽来袭 村民们根本无法抵抗 可想而知 当时情景有多么惨烈 江月道 恐怕当时一个人也没有逃出去 太可怜了 好 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破房屋后面 出现了150多头 二阶中级的疾风暴 体型长5米 高2米 浑身的黄色毛发 非常光滑 整体成流线形 上面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黑色斑点 暗红色的眼珠 和尖利的獠牙 给人一种是血残酷质感 其中一头暴王 更是二阶高阶 体长达到6米多 高度接近3米 站在疾风暴后面 恶狠狠地盯着林浩等人 畜生受死吧 刘顺梅等凶兽发起攻击 就挥刀冲了上去 苏林 江月 顾兴仪和高佳佳等人 也冲了上去 急风暴见状 也是愤怒地一拥而上 速度快如闪电 达到了二阶高阶 凶兽才有的速度 刘顺一刀砍过去 急风暴急速侧身一闪 轻松地避开了 它是陈丽猛的一刀 锋利如刀的利爪 顺势的刘顺胸膛划过 碰 金石焦急的巨像响起 刘顺的三阶初级战甲之上 竟然出现了深深的划痕 整个人更是被拍飞了出去 手里的刀都掉了 其他的急风暴 立即围攻之上 刘顺大惊 人还在半空 立即施展狂暴异能 战力飙升到三阶初级 凌空一拳 轰飞了冲在最前面的二阶 终极急风暴 同时借力翻身站稳 连出竖拳 将紧接着围攻而来的急风暴 全部轰飞 咔咔咔咔 五头急风暴的骨骼 全部断裂 惨叫声响彻天际 刘顺虽然胜了 但也吓了一跳 太大意了 还好穿了战甲 不然 小命要交代在在了 没想到 急风暴的爪子这么强悍 喘了口气 刘顺又冲了上去 苏林和江月 就轻松多了 寒冰刺 几十道锋利的寒冰 凭空浮现 苏林大手一挥 寒冰刺怒视而出 速度快如闪电 速度可达二阶高阶的 急风暴 根本来不及躲避 直接被寒冰刺射穿 鲜血喷涌 一头接一头的倒下 江月尔施展精神泪异能 控制着九柄银白色的飞刀 呼啸而出 轻松击穿一头头 急风暴 顾星仪和高佳佳 都是二阶中级 两人则是险向还生 好在他们的战甲 都是三阶出击的 虽然战斗经验不足 无法斩杀 以速度见长的急风暴 但也足以保命了 就在这时 急风暴王一声目吼 剩余的五十几头急风暴 全部调转方向 向顾星仪和高佳佳冲了过去 两女健壮大惊 赶紧后退 刘顺苏玲等人 立即冲过来支援 挡下急风暴的攻击 再次斩杀了十几头急风暴 急风暴王大怒 狂吼一声 冲了上去 他一加入战局 亦能下降的刘顺几人 顿时落了下风 二阶高阶的急风暴王 战力堪比二阶巅峰 他最锋利的爪子 甚至可以直接划破 三阶初级的战甲 不到片刻 刘顺苏玲的战甲 就都被划破了 急风暴得意无比 攻势更猛 一起扑向了刘顺几人 眼看众人危在旦夕 灵昊出手了 灵昊身形一闪 比闪电还快 瞬间就到了急风暴王面前 一拳轰出 砰的一声巨响 急风暴王头颅 向西瓜炸脸 砰砰 灵昊身形闪向 一拳一拳 几十头急风暴 接连被轰得四分五裂 刘顺等人惊呆了 心有余悸的大口喘气 浩哥 还得是你啊 一拳一投什么时候 我也能有你这样的身手 刘顺羡慕且佩服到 灵昊施展SSS 及异能枯木冯春 打出五道绿光 射入刘顺几人体内 瞬间恢复了他们消耗的异能 灵昊鼓励到 还不错 战斗经验有提升 继续努力 是 浩哥 刘顺等人精气十足地硬道 救命 救命啊 浩哥救命啊 突然 远处传来几道撕心裂肺的呼救声 和激烈的打斗声 只是声音传到这个时候 已经很小声了 那里 天空还盘旋着几百头 二阶巅峰的火龙雀 不断地向下方喷火 灵昊等人一惊 灵昊道 我先过去救人 你们立即跟上 是 浩哥 灵昊说着就要走 但转念一想 呼救的地方 离这里有几公里 万一流顺几人 被凶兽群围攻 那就不好了 灵昊施展八荒神火 凝聚出五百颗八荒神火球 用精神力包裹住 而厚分给他们每个一百颗 这是八荒神火球 每颗都能斩杀五阶触及凶兽 你们放在空间戒指中 万一被凶兽围攻 直接扔出去 他会自动追踪杀敌 记住了 你们几个不要分散 我先过去了 我们记住 浩哥你也小心 灵昊身影 瞬间消失在原地 呼救的是二十个 穿着飞行战甲的富二代 他们的战甲 都是三阶出击的 只要不深入荒野深处 保命绰绰有余 飞行战甲的战斗力 和防御力并没有很强 还比不上普通的 非飞行三阶出击战甲 但它就是能飞 很拉方 只是遇到了飞行凶兽 飞行战甲就惨了 几人的飞行战甲 立即引来了火龙雀的兴趣 被逼回了地面 又被地面的三百多头 二阶高阶 和巅峰的赤燕虎攻击 战甲都被烧得发烫了 人在其中 就像是在火炉中一样 这次新生大比 这些各地 靠近摩大的富二代 聚到了一起 组成了小队 因为昨天的几场凶兽大战 他们几只小队 又聚在一起 组成了大队 他们本来是来玩玩的 反正家里有钱 不用他们拼命杀凶兽 赚钱买资源 可没想到 真正的荒野中的凶兽 比高考五考时的凶兽 恐怖太多了 被天上地下五六百头凶兽围攻 飞行战甲在失去优势 顿时就吓到了 喊得哭天枪地 本来以他们的等级 加战甲防御 就算战斗经验不足 也可以拼上一拼 起码逃命不是问题 偏偏他们就是怕 一恐慌 不到片刻 就被杀了五六个人 反倒是其中一个没穿战甲 衣服陈旧的新生流生 不仅没有大喊救命 还在拼命杀敌 突然一个富二代怒吼道 流生 你这该死的贫困生 就是你的穷酸气和汗臭味 引来的凶兽 你特魔给我滚啊 流生猛了 心里无比心酸 他是刚好在附近 听到呼叫 念在同学之意 过来帮忙杀凶兽的鸭 第152章 杀人折死 流生愣住了 心里非常难受 这世界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人 为什么坏人全让我遇到了 先是录取名额被人抢走 家人还被威胁 好不容易入学了 贫困生的名额 却没有批下来 申请贫困生的事 却被人泄露 天天有人用鄙视的目光看我 现在连旧人都被人嫌弃 都被人骂 到底该怎么做 修炼资源是天价 以我的实力 要想提升 拼上命 也是微不足道 荒野里的凶兽 凶残无比 荒野里的人 也有很多杀人越火 到处都充满了危机 没有了贫困生的名额 我要是想修炼 就连饭都吃不饱啊 这些念头闪电般 在流生脑海中闪过 此时周围的山头 已经是一片火海 温度炽热无比 突然一个魔度的富二代 向他跑了过来 他的身后 是五头紧追而来的 二阶巅峰赤焰虎 流生天性纯良 本能地冲上去 要求同学 可是 两人擦肩而过的时候 富二代突然目露凶光 怒吼到死贫困生 给我去死说着 他竟然一把拉住流生 顺势将他向前一推 流生失去重心 大惊失色 眼前 舅舅五头虎视眈眈 张牙舞爪的赤焰虎 已经近在咫尺 流生绝望 后悔地闭上了 双眼爸妈 下辈子 儿子一定好好孝敬你们 流生根本来不及 稳定重心 就算稳住了 他没有战甲 赤焰虎又是五头群弓 他必死无疑 富二代 则是借机逃过了一劫 转身看到 五头本来在追他的赤焰 喷出赤烈的火焰 将流生笼罩 他满脸嫌弃到 终于死了 这碍眼的垃圾贫困生 不过总算死前 还有点利用价值 咦 不对 包括这个垃圾的火焰 黄色的魔都富二代 疑惑不解 下一秒 包裹流生的紫火 从他背后散开 组成一片火海 向前方席卷去 将正在喷火的五头赤焰虎 烧成了灰烬 流生震惊 喜机而泣 刚才的火焰好眼熟 我没死 我真的没死他 看了一眼被烧成灰烬的赤焰虎 这才确定下来 立即抬头四处寻找 是谁出手相救 浩哥 是你救了我 流生看到零号零空而立 立即感激不尽地跪了下去 浩哥 以后我流生这条命 就是你的了 魔都富二代 看到流生没死 眉头一皱 又是一脸嫌弃 但他现在没空里他 而是赶紧挥手到浩哥 快救救我 求求你了 凶兽实在太多了 快救救我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赶紧把带到安全的地方 这些富二代 之前在大河和沼泽 遇到凶兽时 就是凭借着飞行战甲 独自过去 完全没有想过 要帮其他行程 现在遇险了 也是第一时间 想着自己逃命 林浩看着他 想到刚刚看到的一幕 杀气腾腾而起 沉生道大下律法 杀人折死 你刚才那一推 就是想借凶兽杀了 来帮助你们的流生 无比自私自利 你去死吧 魔都富二代 猛了 给钱不行 还要杀他 林浩 你以为你是谁 别以为有点实力 就把自己当个人物 我原家可是魔都的大世家 有战神强者坐镇的家族 要是不救我 等我找到机会 我会让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直播间的观众都气炸了 满屏的义愤填膺 口诛笔伐 世上竟有如此卑鄙无耻 心狠手辣之人 竟然为了自己活命 故意害死同学 这特魔可是全国直播呀 他怎么敢的他 到底是什么后台 竟然如此肆无忌惮 魔大校长 怎么当的 这种人渣富二代 是怎么进的魔大 招生导师收了多少钱 校长是瞎了吗 干留生啊留生 要我说你什么好 你就是太特魔的善良 明知是这种人渣 你还去救他们 是我的话 直接添油加醋 烧死他们了 救人的留生 反而被被救的人嫌弃 故意杀害 留生就这么死 这简直是大厦的耻辱啊 负一代故意杀人 直接送刑堂处决 我可以做你人证 我特魔都录下来了 处决 处决 咦 留生没死太好了 好人就不该这么轻易死 这火焰好眼熟是浩哥 是浩哥的八荒神火呀 果然是我浩哥 是我最爱的浩哥 浩哥神武 哦 我想起来了 那个富二代 是魔都二十大世家 排行十八的原家二少 二十大世家 不是说魔都 只是五大世家吗 兄弟 这你就不懂了 那五大世家 是有准八阶战王强者 或者八阶战王强者的世家 而二十大世家 则是只有七阶战神强者的世家 果然 还真是原家二少 原家有七阶战神强者 浩哥这下为难了 浩哥会怂吗 浩哥千万不要怂啊 原家二少这种人渣 留着就是祸害啊 浩哥别怂 我虽然打不过七阶战神强者 但我永远在精神上支援你 俺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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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荒神火 林浩一声怒吓 八荒神火呼啸而下 淹没了原家二少 以后 谁再敢欺凌弱小 这就是前车之剑林浩盯着其他的富二代 声如红中的怒吼道 那些富二代吓得魂飞魄散 纷纷下跪浩哥 我们再也不敢了 直播间 观众陈补木曹浩哥 霸气啊 太解气了 浩哥竟然不怕战神 难怪浩哥已经突破七阶了 浩哥为名除害 我爱浩哥 个人就该是这种下场 浩哥威武 浩哥神武 不过浩哥 大比结束后 还是小心点吧 原家一定会报复你的 魔大 江万朝看到直播 都吓坏了 立即闪身 去了教务处 亲自审问 最后 校务处主任被就地免职开除 还被废了异囊 江万朝根本不担心 林浩会被原家报复 他是怕极恶如仇的林浩 找他算账啊 刘生看到这一幕 震撼无比 但更多的 则是感动 他再次单膝跪下 热泪盈眶道 多谢浩哥替我报仇血恨 刘生院誓死追随浩哥第153章 我相信 浩哥一定会来救我们 碰 原家家主原力 看到直播 直接一掌拍碎了饭桌 原家一家上下 无不是暴怒不已 林浩你特谋的找死 你怎么打 这可是直播 那可是我原家二少 我原力的儿子 原力咆哮不已 来人我要杀了林浩 我要将他千刀万剐 原家所有六阶 七阶供奉全部出动 我要在新生大笔结束前 以同样的方式 看到林浩 死无葬身之地 林浩直播之时 杀了原家二少 要是原家不敢以牙还牙 那原家的微信 将荡然无存 所有人都会看不起原家 以后不会再有人 会跟原家做生意 甚至没有女人 会愿意嫁进原家 原家将从此未落 因此 原力已经完全顾不上其他了 是 家主 林浩林空飞行而下 扶起刘生家我超信 以后有事报我明浩 我看谁还敢欺负你 刘生顿时脸红了 吞吞吐吐到浩哥 我 我没有手机 阿林浩都惊呆了 想了想 到家我笑卡好友吧 摩大笑卡 可不是一般的笑卡 各种功能一应俱全 同样拥有卫星 通讯功能 有危险 可以随时联络到林浩 刘生立即拿出笑卡 加了林浩好友 浩哥 你杀了原家二少 以后肯定会被报复 你要小心啊 刘生担忧到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 区区一个七阶战神世家 我根本没放在眼里 林浩淡淡道 听了林浩的话 刘生都惊呆了 不远处的富二代们 心里却是非常不爽 你林浩再强 还能强过七阶战神强者 也太嚣张了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以后早晚收拾你 不过现在 周围还有五六百头凶兽 他们还没脱离危险 还得求林浩 浩哥 您还是先杀了 这些凶兽吧 我们都打不过他们 林浩扫了他们一眼 立声到大厦不需要怕死的人 下次 你们自求多福 林浩现在 毕竟已经是 摩大的名誉校长了 既然刚刚已经 杀鸡锦猴过了 自然还是要 给他们一次机会 福二代们 都吓了一跳 是是是 浩哥教训的是 心里却是大骂 林浩真把自己 当根葱了 要不是心生大笔 不能带供奉保镖 我们怎么 可能会这摩七 残给我等着 早晚有你好看的 林浩直接打出 几百颗八荒神火球 瞬间秒杀了 五六百头凶兽 福二代们 被林浩的操作吓傻 但很快就一哄而散 逃命而去 林浩这才问流声你 觉醒的异能 是什么我看你的等级 才二阶终结 还没穿战甲 可是那些二阶高阶 和巅峰的赤焰虎 流声如初 回答到我觉醒的异能 是吞噬能量 A级 吞噬力量 听起来好像挺厉害的 林浩来了兴趣 浩哥见笑了 这异能 主要还是在战斗时 能够吞噬敌方的 部分能量和力量 所以 等级不是相差太大的凶兽 我一般是不怕的 是个好意呢 可以做到同级不败 可惜不是S级的 不然 你吞噬的能量和力量 应该还能直接转化吸收 不过也已经很好了 继续努力 这些钱 你先拿去用 是 浩哥 定 叫卡声音响起 流声一看 惊呆了浩哥 这怎么行 林浩斩钉截铁 别废话 收下 可是 可是这也太多了 一个亿啊 流声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林浩不想磨解 道你要是有顾虑 就当我见你的 以后好好修炼 随便杀些凶兽 钱就赚回来了 是 多谢浩哥 流声眼眶都红了 这时 刘顺等人赶来了 浩哥 不好了 很多新生 都被凶兽围攻了 这些凶兽太狡猾了 刘顺交集道 刚才你走 我们就又被凶兽围攻了 要不是你 留了八荒神火球 我们也得跟你求救了 果然 山脉四处 都响起了求救的声音 剧烈的厮杀声 响彻天际 已经有不少等级低的 新生丧生 凶兽力爪之下了 八荒神火 林浩直接凝聚出 16万颗八荒神火球 用精神力包裹住 沉生道 这些八荒神火球 每颗都能斩杀 五阶触及凶兽 你们拿着这些 分别去救人 能斩杀 七阶终极强者的 八荒神火球 林浩可以凝聚出 八万颗 斩杀五阶触及的 可就不止了 林浩的异能易消耗 林浩立即自动开始恢复 不到片刻 就完全恢复了 刘顺苏灵等人都惊呆了 16万颗八荒神火球 每颗都能斩杀五阶触及凶兽 太逆天了 浩哥 林浩倒横了 这东西 最好应急的时候用 你们还得历练 不要依赖这火球 是 浩哥 几人立即分散开来 信心十足地 向各个求救的新生处 飞掠而去 林浩 则向宋玉的方向 闪身而去 宋玉所带领的 十个小队组成的大队 正在被九百多头凶兽围攻 金甲魔猿 双头魔狼 双手巨蟒 疾风暴 赤焰虎 火龙雀 不翼而足 都是二阶高阶到二阶巅峰 极少数是二阶中级的 这块地方 原来 是处古墓参天的密林 此时已经被夷为平地了 地上躺满了凶兽的尸体 粗略一算 起码有两百头凶兽 偶尔也能看到 几具新生的尸体 此时的新生 已经被打得哭爹喊娘 所有人都聚到一起 围成了一圈 有玄金的人 全部毫不犹豫地拿出来 捏碎 不断地恢复着 消耗将近的异能 可惜 他们的玄金等级太低 恢复异能的速度 太过缓慢了 并不适合战时紧急使用 恢复的异能 根本不够施展异能的消耗 宋玉还在坚持 疯狂地施展 A及异能狂暴之风 在新生外围 凝聚出无数灵力的锋刃 阻止更多的新生 被凶兽斩杀 只是 他的异能 也已经所剩无几了 宋玉浑身湿透 眉头紧皱 心想求救讯号 已经发出这么久了 怎么安保的人 还没到浩哥呢 浩哥不会 也被凶兽缠住了吧 不可能啊 浩哥一定会来的 新生们更是大喊 安保的人 怎么还没来 浩哥怎么 还没来 要是浩哥来了 这些凶兽也不在话下 大家坚持住 我相信 浩哥一定会来救我们 可惜 凶兽并没有给他们时间 领头的几头 三阶初级的凶兽 突然一起仰天怒吼 九百头凶兽 顿时跟着怒吼 一起张牙舞爪地冲了上去 瞬间就冲破了 宋玉的锋刃防御 新生们绝望啊 惊恐地大喊救命啊 雷动八方 哄 生死存亡之际 雷鸣般的吼声 响彻云霄 一个巨大的雷网 将从天而降 将宋玉等新生 护在了其中 第154章 赶不请自来 就让他们有来无回 喷喷 一头接一头的凶兽 猝不及防地撞上了雷网 然后一头接一头的 被轰成了血污 浩哥 是浩哥呀 浩哥来了 我们得救了 绝望中的新生们 顿时喜极而起 欢声雷动 宋玉也是眼含热泪 累得瘫倒在地 浩哥果然不会不管我们 几百头顿时被雷网 轰得灰飞烟灭 后面的凶兽健壮 吓得停止了脚步 惊恐地瞪着雷网 和凌空而立如天神 一般雷号 下一刻 凶兽被吓得疯狂逃命 雷号冷笑 心面一动 雷网急速扩大 追上了凶兽 将他们一头头 炸成了血污 雷号没有停留 施展SSS 及异能 枯木冯春 打出十几道绿光 治疗好宋玉等人的伤势 并恢复了他们的异能 就离开去解救 其他的受困新生 这山脉的凶兽 也太多了 几乎是比参加 大比的新生 多了一百倍 而且 这还是山脉外围 新生大比荒野的 中部地段 本来就是使二阶 终极凶兽多一些的 但现在 却使二阶 终极凶兽少 二阶高阶和巅峰 反而变多了 太反常了 雷号身形电闪 各种念头 也在心里闪过 会不会是那些 要杀我的各方势力 有人暗中做了手脚 导致了这种情况 比如说 有人的异能是御兽 可以控制 或者影响凶兽的行为 不过无所谓了 不管谁敢来 杀了就是了 雷号没时间再想 又投入了 另一波营救之中 何林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况 但从目前各种渠道 传来的资讯 并没有情况表明 有人暗中操控 或者影响了凶兽 难道是早就布局好了 可是目前已知的 拥有强大 预售异能的人和世家 都被直接跟雷号有冲突啊 而且 魔独排行第一的 预售是加万家 也不是谁都能收买的 太奇怪了 何林也想不通 拿出了 他的战王令牌 向相关方面了解情况 燕京 大夏异能特种部队司令部 老何看着林浩的直播 笑道曾经 林浩作为刚刚觉醒的天才 需要被保护 否则容易夭折 他身旁一个九阶 中级异能者倒是 大夏历史上 并不是没有出过这样的惨案 曾经就有一个觉醒 S级异能的天才 因为太高调 没过几天就惨死了 老何到但现在 林浩已经成长起来了 可以保护其他人 守护大夏了 突然 情报员快步走了 进来报天机量子卫星 发现魔都海域边境的公海 来了近百个八阶九阶域外 异能强者 另外 国 东营 雄鸡国 日不落帝国 等七国的航空母舰 和智慧战机 也来了几十架 请指示 老何与九阶强者 对视了一眼 云淡风轻道 动静倒是挺大 看来家族继承人卡尔的死 让罗斯柴尔德家族 动了真怒 被财团控制的各帝国 都被逼出手了 我猜 他们应该是冲着林浩来的 通知下去 监视他们的动态 即行动 另外 让龙魂镇国军 以及魔都军部做好准备 近百个八九阶强者 要是乱来 不是闹着玩的 如果是冲着林浩来的 就放他们进来 不过要保护好魔大新生 另外 如果林浩搞不定 就让他们出手 如果他们沿途敢对百姓出手 立即斩杀 总之 境外异能者敢不请自来 就让他们有来无回 是 司令 龙魂镇国军 简称龙魂军 大下人数最少 战力最强的军团 平时化整为灵 神出鬼没 每个龙魂军的成员 最低都八阶巅峰 每个人都可独立成军 战力惊天动地 主要负责对付 同等级的凶兽兽王 甚至兽皇 以及御外敌对 国同等级的八九阶顶 兼异能强者 龙魂军平时基本上不出手 一出手 必定是雷霆万军 震慑天下 身旁的九阶终极强者 也就是龙魂镇国军元帅 朱天策 问道何老 听你的语气 我看你对林浩很有信心啊 呵呵 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的 所以 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不过凭感觉 林浩肯定没问题 他带给我们的奇迹 实在太多了 要是这些人 真是冲着他来的 而他打败他们的话 那林浩将彻底成长为 大夏的顶梁柱 那可真是我大夏之幸啊 这么年轻 就能斩杀九阶强者 说不定 他能突破百年来 从未有人突破的那个等级啊 老何文言 眼中顿时金光大放 龙血军团帅部 也得到了境外强者到来的讯息 龙帅面色 肃然和老那边怎么说 青龙道通知魔都军部 做了部署 暂时静观其变 龙帅看来 和老队林浩很有信心 青龙白虎 你们两个带人去魔都 虽然招不到林浩 但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要是能帮上忙 以后说不定就能来龙血军团了 是 龙帅 山脉一片峡谷之中 宁家凯等二十几个新生 正被一千多头二阶高阶的火龙鹊围攻 他们背靠石壁 拼命抵抗 可是凶兽实在太多 他们的异能 渐渐消耗殆尽 峡谷的出入口 都被凶兽为堵住了 他们根本无法突围出去 难道我们只能这样等死吗 安保的人 为什么还不来救 我们不是直播吗 他们不可能看不到 我们根本打不过啊 再这样下去 就全死了 直播间的观众 也是议论纷纷 这次的凶兽是很反常 但我总觉得 安保人员似乎有意不出手 难道是为锻炼新生 还是说为了锻炼林浩 我也感觉 这次的新生大比 是林浩的个人表演 你们看的实力 根本就是不是一般新生 能够达到的高度啊 有浩哥这么腻天的新生 安保人员完全可以躺平了 还真别说 我就喜欢看林浩装逼太热血了 安保的战神战王出手 也未必有他强 就在宁家凯等人绝望之时 他的队伍中突然有人喊 快看 峡谷入口 有人来救我们了 是浩哥吗 太好了 一定是浩哥来了 不对 不是浩哥啊 好像是刘顺 怎么会是刘顺 他才二阶高阶 来了不是送死吗 出手倒是廷梦 一连斩杀了 几头二阶终极的火龙雀 可是他的异能 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难道他又要用他那八阶机甲 来救我们吗 以他的精神力 根本操控不熟练啊 宁家凯看到 是刘顺来救他 也是气不打一处来 不自量力 完全是添乱找死 果然 不到片刻 刘顺又杀了几头火龙雀后 他的异能就要耗尽 几十头火龙雀 顿时冲了上去 一刀刀火焰 从他们嘴里喷出 眼看就要 将他淹没 心生各个冷笑 嘲讽自己找死 别怪别人 自己几斤 几两都不知道 还敢来救人 没见过这么不自量力的人 竟然还敢逞英雄 哄 就在他们都不看好 刘顺的时候 刘顺扔出三个零号 给的八荒神火球 所有火龙雀顿时 被紫色的火海吞没 所有人都惊呆了 凶兽也惊呆了 刘顺大喜 兴奋地冲了上去 不停地砸出八荒神火球 将那些火龙雀 全部烧成了灰烬 好哥就是给力 掌握强大力量的感觉 真爽 心生们激动地 围了上来顺哥 厉害啊 多谢顺哥救了我们 宁家凯兴里五位杂陈 也硬着头皮 上去说道刘顺 谢谢你救了我 之前是我不对 我再次向你道歉 虽然他知道 刘顺的火球 一定是零号给的 但有个强大的兄弟 本来就是实力的一部分 他只能低头 不服不行 刘顺却是淡淡的 我只是来救新生 碰巧救了你而已 接下来的大笔 大家都小心点 不是每次都能等到救援 对他而言 宁家凯早已经 构不成任何威胁 是个可有可无的人了 说完 刘顺立即离开 去救其他新生了 第155章 全国新生大笔积分 最高记录 苏灵 江玉尔 顾星仪和高佳佳四人 拿着零号给的八荒神火球 同样是去山脉 各处救人 所有人都跟刘顺一样 先是奋力斩杀凶兽 等到异能快要耗尽 这才使用八荒神火球 这样才能达到修炼的作用 因此 他们也和刘顺一样 一开始被新生各种怀疑 嘲讽 毕竟新生们都是被几百头凶兽围攻 哪怕是三阶初级的江月来了 也不好使 但八荒神火球一扔 所有人就震撼无比 然后改口了 很快 不到一个小时 几十万头的凶兽 就全部被斩杀了 所有新生都汇集到了一个 被夷为平地的山头休息 他们的异能都快消耗没了 不敢再去斩杀凶兽 起码也要五个小时才能恢复 几乎所有新生都拿出了玄金 加快异能的恢复速度 林浩几人也过来了 这时候 要是再来一波凶兽 这些新生 还是得被团灭 林浩不放心 这片无名山脉 可是大得很 所斩杀掉的凶兽 也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 林浩凌空而立 吃着从无限空间中取出来的 保鲜的旁服 刚刚烤好的电盘 边吃边看着下方的新生说道 都挺好了 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免费救人了 每救一次 每个人都要给我二百积分 全场哗然 不是吧 浩哥啊 你是认真的吗 每人就一次交二百积分 相当于每次少杀一头二阶出击凶兽啊 一人二百 对二阶中级的新生来说 压力不小啊 浩哥这么瘦的话 不得赚满了 救人的积分 加上斩杀凶兽的积分 两头赚啊 浩哥会不会有点心黑了 宁家凯无奈 他多么希望 收救人积分的人是他 而不是零号 柳红没有意义 这世界强者为尊 宋玉 也是羡慕无比 看着吵吵嚷嚷的新生 大声道大家安静 浩哥已经救过我们不止一次了 现在收点积分也正常 每人二百积分而已 也就是少掉一头二阶出击凶兽的积分 又不是收你两千万大下币了 难道你们的命 还比不上一头二阶凶兽了 而且 浩哥的实力 大家都看到了 花二百积分 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 安心斩杀凶兽 这样只会让大家 赚到更多的积分 得到更好的历练 浩哥虽然收了积分 但却是帮了大家所有人 浩哥的良苦用心 大家都没看出来吗 还有 要是浩哥不收积分 大家有脸让浩哥一直救吗 大家可都是新生啊 人家浩哥的积分 早就过亿了 早就破了全国新生大笔的 所有历史记录了 根本不是差这点积分 这么一说 新生们一看零号的积分 个个都服气了 宋玉说得对 浩哥威武 浩哥辛苦了 二百积分保一命 血赚 浩哥 我先交二百积分 浩哥 我也先交二百 我把命交给浩哥了 林浩的个人积分 398530600 个人打赏 突破了300亿大厦壁 成为有史以来 全国新生大笔 最高积分记录 这段时间 林浩可都是几万 十几二十万的斩杀凶兽啊 林浩笑道 不用急着交 就了再说 说着 他看了宋玉一眼 宋玉 你就不用交了 宋玉一惊 掩不住一脸的兴奋 倒不是 他差那二百积分 而是这代表林浩 对他的一种认同 某种程度上 他刚才的发言 相当于帮林浩 说出了他心里的话 林浩虽然可以自己说 但这样的小事 他懒得做 有宋玉这样的人 可以省掉不少破事 多谢浩哥 宋玉激动到 林浩又施展 SSS 及艺能 枯木冯春 打出六道绿光 恢复了刘顺 苏林等人的异能 宋玉的异能 也帮他恢复了 宋玉两次兴奋起来 立即给林浩居 攻行了一里多谢浩哥 我宋玉日后 必定以浩哥 马首是瞻 林浩点了点头 果然是个聪明人 其他新生都羡慕坏了 浩哥现在 起码有七阶战神的实力了以后 必定突破九阶战皇 宋玉 宋家这下发达了 宋家在魔都 只能算是小世家 他爷爷也不过是六阶高阶 在魔都动辄 就有战神的世家之中 甚至没什么人注意 宋家人看到这一幕 整个家族都沸腾了 宋老爷子激动到 宋家崛起指日可待 以后林浩 就是我宋家的贵宾恩人 谁要是敢怠慢林浩 我就要他好看 是 老爷子 所有新生之中 只有那些富二代 对林浩不爽 但此时此刻 都不敢表露到脸上了 他们都是等着原家 派人来杀林浩 想杀林浩的人之中 还有史家的大小姐 史灵燕 他是魔都军部的副统领之一 六阶高阶 此刻正带着他的二十几个追求者 在这山脉中 搜寻着林浩 这些人 都是社会异能者 都是魔都各大世家的异能强者 最弱的 也是七阶初级 最强的异人 则是八阶初级的中年人 之前史灵燕连看都不会看他们一眼 毕竟以史家之前在魔都的地位 他的男人 起码得是魔都排名前三世家的人 甚至是燕京大世家的豪门公子 这些田狗 哪怕是那个八阶初级 但没有世家背影的其他世家 供奉田狗 连他的手指都没碰到过 毕竟八阶初级 也是有强弱之分的 而且 本身是否是世家之人 等背景也非常重要 而这一次 为了给史家报仇 史灵燕告诉他们 谁能杀了林浩 他就做他的女人 史灵燕对众人到林浩 就在这山脉之中 我们只要等一个机会 只要他跟新生们分开 我们就出手斩杀 替我史家报仇 不过在这之前 我们要先去一个地下山洞 那里有难得一见的 异能灵权 是我不久前发现的 当时我独自一人 不敢下去 这次便宜大家了 虽然异能灵权的等级 只有三阶初级 数量也没有很多 但拿出卖 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够大家逍遥快活一阵了 其实是因为史家毁了 他不再像从前那样 不差钱了 只能便宜他们 不然那异能灵权 他肯定是带史家供奉 来拿的 他的田狗们 顿时激动起来 灵验真是大方 三阶初级的异能灵权 十毫升 售价就高达五十亿啊 三阶初级的异能灵权 要每天喝 喝上一年 最多也只能将 D级 及以下等级的异能 提升一个等级 对于更高等级的异能而言 提升就微乎其微了 但即便这样 这东西 也是极其珍贵的了 至于A级 级以上等级的异能 想要提升 那就需要更高等级的异能灵权了 不过 比起珍贵的异能灵权 我还是对灵验的魔鬼身材 更感兴趣 八阶初级的异能者 邪恶地盯着史灵验胸膛说道 其他舔狗文言 齐刷刷地将邪恶的目光 盯向了史灵验魔鬼身材的各个部分 要不是估计史灵验 是魔都军部的副统领 这些人早就将他就地正法了 第156章人遗老 血未冷 若有战 照避回 周小萱这两天 一直在观看灵骂的直播 灵骂的一波波 惊天动地的操作 把他激动得不要不要的 要是我也是新生就好了 这样 就能跟着灵骂 一起去参加大笔了 他正在郁闷 突然手机响了起来 是魔带一个王者一心的学生打来的 胡飞 他打我电话 干嘛周小萱皱眉 胡飞 五街初级 胡家在魔都二十大战神石家中 排降地时 胡飞追了周小萱一年 除了拿到了他的抄信 啥也没得到 平时周小萱都懒得理他 喂 找我干嘛周小萱接了电话 胡飞激动无比小萱 你终于接我电话了 我真是太高兴了 周小萱皱没有什么事 你赶紧说吧 我正忙着呢 好嘞好嘞 小萱 是这样 我之前在荒野历练 发现了一处三街初级的异能灵权 虽然等级不高 但是可以卖不少钱 而且可以很好地历练一番 我想邀请你一起去 你放心 我胡家的七街初级供奉 还有六街巅峰供奉 也会跟去 安全的狠胡飞一口气说完 生怕他挂掉电话 周小萱一听就没兴趣 刚要挂掉 突然想到荒野两个字 随口问道 哪里的荒野 胡飞呼吸 都急促了起来 又激动又紧张到 就是心生大笔的荒野呀 心生大笔的荒野 零号周小萱激动无比 行啊 那我们赶紧去吧 要是晚了 异能灵权搞不好 就被人抢走了 胡飞兴奋无比太好了 小萱 你既然答应了 我这就去你家接你 周小萱赶紧打断不用 你再荒野入口等我就好 不然你一来 我家人发现 我就走不了他 可是要单独前往的 嗯嗯 好嘞 那你路上小心 咱们荒野入口 见了胡飞兴奋无比 只是一安静下来 突然想起周小萱 说的零号两个字 就像一根鱼刺一样 卡在了的喉咙口 零号对新生们 说到我出了收集分 接下来 还会将这山脉中的 二阶高阶级以上的凶兽 斩杀掉十之八九 这样大家就安全的多了 不过大家行动的时候 还是尽可能的 组大队才好 新生们大喜 这样一来 他们其实就不会经常遇险 也就不会经常 需要零号营救 加二百积分了 多谢好各种新生 其身感激到 零号又交代到刘顺 你们几个有八荒神火球 就先去斩杀凶兽吧 这些交给我了 好嘞 浩哥刘顺说着 跟苏林等人去斩杀凶兽去了 宋玉也赶紧跟了上去 零号虽然没说让他去 可也没不让他 跟着刘顺等人 宋玉小心翼翼地跟着 直到离开零号视线 也没听见零号阻止 顿时激动坏了 一定要借此机会 跟刘顺苏林搞好关系 这样也就相当于 跟零号的关系 更进一步了 新生宋玉是真的的狗 特别是柳红和宁家凯 羡慕嫉妒的不要不要的 零号说 完宵失在了原地 和林发来的资讯零号 境外来的近百个八阶 九阶强者 应该都是冲着你来的 魔独军部 龙血军团 龙魂军团都派出了强者 只要你要需要 我和他们会马上出手相助 你要小心啊 我不希望你中任何的伤 零号看到最后 愣了一下这丫头 越来越肉麻了 零号回到放心吧 到时 你们保护好新生就好了 外敌交给我 一个也别想离开 斩杀二阶高阶金甲魔猿七头 获得积分五千六百分 斩杀二阶高阶双手巨蟒十二头 获得积分九千六百分 斩杀二阶高阶双头魔狼十五头 获得积分一万两千分 斩杀二阶高阶疾风暴十七头 获得积分一万三千六百分 斩杀二阶高阶反火龙雀十四头 获得积分一万一千二百分 斩杀二阶高阶赤焰虎十三头 获得积分一万零四百分 斩杀二阶高阶三尾蜈蚣二十五头 获得积分两万分 零号的身影在山脉中掠过 所过之处 一拳一头凶兽 凶兽不断减少 积分不断飙升 零号力量控制得很好 都是将其内脏震碎 有用的皮 甲 骨头 脚 肉等等保留得很好 零材可以卖钱 肉可以放在无限空间中 可以卖 也可以保鲜自己吃 凶兽菜可以这个世界最贵的菜 等级越高越贵 不到一天时间 零号杀穿近半山脉 斩杀了山脉中 五十几万头二阶高阶凶兽 剩下的二阶高阶凶兽 已经不多了 然后他又开始斩杀二阶巅峰 及更强的凶兽 零号完全是降维打击 所过之处 风卷残云 所向披靡 消耗的力量 不断地被SSS 技艺能 枯木缝春恢复 根本不会累 完全是一台杀戮机器 是凶兽的噩梦 又杀了一天的时间 六十几万头二阶巅峰 和三阶触击的凶兽 全部被收进了无限空间 成了零号的战力品 零号的个人积分 再次突破了他创造的记录 达到了恐怖的十九一八千 七百八十五万三千八百分 个人打赏 突破了五百亿大下壁 零号刚要离开换地方 却突然被原家的人包围了 总共十五个 六阶高阶和巅峰十二个 七阶初级三个 小子 你死定了 直播间的观众 顿时紧张了起来 完蛋 号哥有危险 谁能告诉我 这是什么阵容 都是什么等级 虽然看不出来 但感觉很厉害 十二个六阶高阶和巅峰 三个七阶初级 也就是战神级别 退役异能特种老兵 陈捕牧草有高人大叔 你能看出他们的等级 那你的等级也很高吧 人已老 血未冷 若有战 赵碧回退役异能特种老兵 零号的等级我看不出来 但感觉很强 大家放心 他没事 陈捕牧草 有大爷这话 我就放心了 为什么又成大爷了 大下异能特种兵 一般五十岁才退役 因为异能者寿命比普通人长 起码要到五十岁 身体技能才会开始下降 向大爷致敬 你大爷 永远是你大爷 希望大爷能够突破异能等级 魏国再战三十年 零号冷笑 什么人抱上名来 小子 你杀了原家二少 还敢这么嚣张 原来是原家的人 大下律法 杀人折死 原家二少该死这种人要是不死 早晚成为汉奸败类 倒是你们 不知死活 还敢来找我零号说完 直接动手 原家供奉一阵错愕 随后冷笑还真是不知死活 竟然还敢先动 他手子还没出口 人就已经被一拳轰成了血物 原家供奉的冷笑凝固 面色瞬间凝重 惊骇无比 怎么可能 你不是磨大笑声吗 六阶高阶 竟然被一拳秒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可能 难道他已经期接了第157张原家的供奉 简直就是垃圾 原家的人都在看直播 他们要以牙还牙 要在直播中看到零号被杀 当原家供奉包围的零号的时候 他们一个个都是怒吼咆哮起来 杀了零号 将他千刀万剐 不然无法解我心头之恨 原家家主缘利怒喝道 敢在直播时杀我二儿子 一定要将零号碎尸万段 否则无法重新树立原家的威信 杀了他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原家人不是随便可以得罪的 得罪我原家的下场 就是死 以雷霆手段 斩杀零号 利我原家不是威信 这样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强者 来投靠我原家 我原家搞不好 反而会因此崛起 机身魔都五大世家之恋 原家人已经因为仇恨和兴奋 失去了正常的判断 要是直播间的观众 听到他们说的这些话 一定会嘲笑他们疯了 哄 零号一拳秒杀 原家六阶供奉之时 原家人的笑容 激动 兴奋 愤怒 全部消失了 怎么会这样 零号这小子 怎么可能这么强 这些废物 竟然连一个新生都打不过 给我一起上 砍死他 原家的其他人还在惊恶 怒骂 但原力却已经吓得浑身冷汗 瑟瑟发抖了 我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竟然一直没留意 零号的战力他 可是一直杀了 几十万头凶兽 从未停过 异能也没有耗尽过 也就是那些被杀的凶兽 都只是二阶高阶 到三阶出击 我也轻视了 他他其实相当于独自一人 杀穿一次小型兽巢啊 零号 他 他恐怕早就突破了 七阶战神了原来 坊间所有关于他的传闻 都是真的 之前原家人 一直在关注原家二少 没怎么关注其他人 二少被杀后 才开始关注 但更多的是为了看他 怎么被供奉杀死 完了 原家完了 碰 又一个原家供奉 被零号一拳轰杀 化成了血物 随风飘散 所有人立即穿上战甲 一起上为首的 原家供奉惊声叫道 所有供奉 立即穿上战甲 一拥而上 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异能 瞬间施展 力量 速度 狂暴 锋刃 雷电 金身 精神攻击等等 让他们的战力 超越了他们的等级 卑鄙 卑鄙 无耻十几个人 打一个心声 浩哥都没穿战甲 他们竟然穿战甲直播间观众大骂 零号冷笑战甲 就算你们有机甲 我照样一拳轰杀你们 神形瞬间消失 碰 穿了战甲的六阶高阶供奉 战甲被轰碎 整个人瞬间被轰成了血物 浩哥霸气侧漏啊 六阶高阶加上战甲 起码达到了六阶巅峰 竟然还是一拳干费 太强了 轰轰轰 元家供奉的攻击 全部落空 根本跟不上零号的速度 甚至完全看不到零号的身影 他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小子 有种你别跑堂堂正正的 跟我们打一场为首的元家 供奉面色铁青 又气又急又怕的喊道 没错 他就是这么不要脸 明明是自己跟不上零号的速度 却说零号在跑 他是想让零号上当 因为他早就被零号吓到了 要是零号不上当 他就准备跑路了 零号冷笑元家供奉 就你这智商 难怪会养出元家二少那种货色 不过你放心 我现在满足 你们这些垃圾 供奉零死前的遗愿 直播间的观众人都傻了浩哥 不要啊 不要上这种不要脸的人的当啊 浩哥 别做傻事啊 现在可是生死大战 明明是他们无能 追不上你的速度 却不要脸的想让你别跑 千万不要上当啊 完了 浩哥真的站着不动了 浩哥这么拖大 难道是有十足的把握吗 元家供奉嘴角 闪过一抹阴狠残酷的冷笑 心里激动坏了 完全不在乎 被林浩骂成是垃圾 虽然是个不可多得的天才 可惜脑子 却进水了 那就怪我不得我了 一起出手 杀了他为首供奉幕后 A级精神异能 毫无保留的施展 全身金光盛放 耀眼无比 一拳轰出 空间都出现了裂缝 杀 十几个元家供奉 立即闪电般 冲向了林浩 转眼就到了林浩身前 各种强大的攻击 汇聚到一起 空间为之破碎 这一合击 要是被打中 就算是七阶高坚异能强者 不死也得重伤 毕竟其中有三个供奉 是七阶初级 穿上战甲后 战力达到了七阶中级 而反观林浩 竟然一动不动 直播间的观众都实话 心急如焚 都忘了打弹幕 一个个大声吼了起来浩哥 快跑啊 浩哥别干傻事啊 哄 林浩毫无防御 一动不动地 接下了十几个六阶高阶 到七阶初级强者的合击 整个山头 都被夷为平地 尘土飞扬 遮天蔽日 原家供奉兴奋的大笑 没想到 世界上竟然会有这么傻的天才 真是傻X啊 竟然就这站着 让我们活活打死了 都已经绝望的原力 看到这一幕 惊恐的脸上 顿时露出了狂喜之色 绝处逢生 绝处逢生啊 没想到林浩竟然是个傻子 直播间观众都哭了浩哥 你怎么这么傻呀 林浩学长 怎么会这样 学长怎么突然这么失策 一定是有觉醒了 强大精神控制型的异能强者 在暗中控制住了学长 不然学长不会这么傻的 呜呜呜 原家供奉 一定暗中 用了什么阴险手段 太卑鄙了 啊 我要杀了原家满门 这样挠得不错 以后不要再挠了 也没机会挠了 林浩慵懒的声音突然响起 八荒神火 就在直播间 观众绝望痛哭之时 遮天蔽日的尘土之中 突然冒起了璀璨无比的紫光 转眼之间 就将自己有尘土 烧成了虚无 原家供奉惊骇 错了 绝望 一惊醒过来 什么也不说了 一个个立即全速逃命而去 就像见了鬼一样 不管说什么 都已经没有意义 不跑就是死 一动不动 没有穿战甲 光凭肉身 接下了十几个六七阶强者的合击 不仅没死 而且施展出让人感到窒息的恐怖异能 说明林浩的等级 或者占领 起码已经达到了七阶高阶 甚至巅峰 林浩根本就不是傻子 他所谓的上当 其实是看不起原家供奉 下一刻 八荒神火闪电般席卷而出 瞬间追上了所有原家供奉 将他们烧成了灰烬了 直播间的观众 安静了一秒 然后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欢呼声 浩哥你没死 你可吓死我了 原来浩哥光是肉身 就已经这么逆天了 太恐怖了 原来浩哥根本不是上当 更不是傻 而是他觉得原家的供奉 简直就是垃圾 就算站着让他们打 他们也伤不到浩哥 浩哥起码是七阶高阶浩哥 你真的不是人啊 这么变态 第158张原家人的下场 斩杀完原家十几个供奉 林浩拿出战王令牌 向雷霆战神下了一道 命令魔都原家 所有人全部充军 若有违抗 就地正法 雷霆战神收到资讯 立即回复是 浩天战王 敢当众围杀主人 原家真是活腻了 雷霆立即带着江家的人 又用战神令牌 从魔都军部掉了些人 去了魔都原家 这个世界的充军 除了是在军中劳改外 凶兽战争爆发时 还要冲在第一线 最明清的 要是立下不适之功 还能结束充军 做回正常人 罪名重的 像原家这样 敢公然对战王下手的 不论杀多少凶兽 都无法减轻罪名 等待他们的 是无尽的劳改 和冲锋陷阵 完了 这下拳完了 原力整个人绝望的 瘫软在地上 林浩怎么会这么强 七阶初级 加上战甲 那可就是七阶中级的 防御和战力 他一个新生 竟然一拳打爆了 新生就这么强了 高层肯定早就知道了 我竟然还气晕了头 在直播时 派人围攻他 我怎么会这么傻 赶紧跑 所有人 带着珍贵的修炼资源 还有现金和贵重物品 赶紧逃命 以后整容 隐姓埋名 千万不要再想报仇了 除非有人能突破八阶战王 爸 为什么要逃 林浩再强 也不过是一个人 原家大少满脸愤怒 委屈和疑惑地问道 啪 原力给了大儿子一巴掌 你的白痴林浩那么强 高层肯定早就高度重视了 我们公然出手为杀他 不死也得被抓去充军 再不跑就跑不了了 大儿子捂着被打肿的脸 非常委屈 赌气到我不跑 你怎么能肯定高层重视他 原力看大儿子这么傻 气不打一出来 直接一脚踹了过去 你个白痴 林浩那么强 高层不重视他 难道重视你吗 高层肯定是早就注意到林浩 知道他非常强 所以我们的巨围杀他 心生大笔的安保强者 才会让我们进去 而且根本没有出手帮林浩 否则我们的人 根本就无法进入大笔的荒野 你赶紧给我 滚我原家不能绝后 大儿子还是没感觉到危机 看着自家的花园大别墅 根本舍不得走 就算高层重视林浩 可是杀他的人 已经被他杀了 他们凭什么来抓我们 你 你这个废物 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原力气的差点吐血 直接拉着大儿子 就要逃命 想跑太天真了 军部的战神和战王 马上就到 你想往哪里 跑你以为你还跑得掉吗 宋家家主送缺怒和道 在他身旁 还有宋玉的爷爷 以及宋家的十几个六阶出击 和中级供奉 原力大惊 但很快镇定下来宋哥 你我两家 一向没什么冲突 你们这是何苦 要是你们让开 我原家必有重限 原力虽然是七阶出击 但原家的供奉都死了 原家剩下的人 等级都很像 大儿子 更是只有四阶出击 要是打了起来 他是能杀死宋家不少人 但他的大儿子 肯定就走不了 搞不好还得死 要是宋家拼命 甚至连他这个七阶出击都走不了 何况军部的战神战 王马上就会赶来 搞不好 还没打几下 我就到了 所以原力只能忍 宋老爷子怒喝道 你我两家是没什么冲突 但林浩救过我孙子宋玉的命 他是我们宋家的恩人 何况你们敢对 大厦未来的动粮动手 我就不能放过你们 宋家一直在关注 林浩的直播 一看到林浩 斩杀了所有原家供奉 就担心原家会跑路 立即就赶了过来 这可是一个表现的好机会 不过他说军部战神战王正在赶来 却是吓唬原力的 宋家人根本不知道军部的事 他们只是觉得 不能让原家人逃跑了 林浩的仇人 就是宋家的仇人 既然这样 那就别怪我大开杀戒了 我倒要看看 你们凭什么挡下 我这个七阶初级强者原力 也不废话了 直接出手 宋家人立即穿上战甲 严阵以待 哄 突然 正在施展异能的原力 被一道蓝色雷霆打中 整个人都被烧焦了 敢对我师父出手 现在还敢逃跑 还想再次出手杀人 原力 你特魔找死雷霆 战神雷鸣般的怒吼 想撤原家别墅 敢对主人动手 看来 你是一使家被蔑视传闻吧 原力痛苦惨叫 满地打滚 更痛的是他的心 因为他的大意 原家毁于一旦了 他的大儿子 瑟瑟发抖 直接贪软在地 嘴里不断地说着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宋家父子 赶紧向雷霆行李 见过雷霆战神 见过江老爷子 心里震撼无比师父主人雷霆 叫林浩为师父 魔都第五世家 不 现在是第四世家的老爷子 叫林浩主人 还说世家被林浩所灭 不是传闻 江天行的腿 是真的好了 这资讯量太大了 林浩比我想象中还要强大 他肯定已经突破 八阶战王级了 宋缺非常庆幸自己 养了个好儿子 要是宋玉 也是顽固子弟 不小心跟林浩结仇 那宋家搞不好就没了 宋老弟 没想到你会来这 你们宋家跟原家有仇吗 将老爷子问道 宋老爷子赶紧解释道也是 也不是 是这样的 浩哥在心声大笔中 极为照顾我那孙子宋玉 否则宋玉 恐怕早就没命了 浩哥就是我宋家的恩人 我看原家的人竟然敢公然 对浩哥出手 虽然自知不敌 但也是要来讨个说法的 倒是二位见笑了 江天行笑到你有心了 雷霆叫人将原家上下 全部抓到了军部劳改营 又给林浩发了资讯师傅 宋家的人也来帮忙了 您看怎么办 林浩回复 宋玉是个可造之才 让江天行把原家的产业 拿一部分出来 给宋家经营 给他们一个表现的机会 以后这种小事 你自己决定 是 师傅 林浩继续在山脉中 寻找二阶巅峰 和三阶高阶的凶兽 尽量多杀点 这样更得新生的历练 他正在急速飞略 突然 一道惊恐的呼救声 还有激烈的打斗声 传入了他的耳中 第159章周小轩遇险 周小轩说 要出门跟同学吃个饭 然后就独自一人 偷偷跟胡飞他们 来到了新生大比的荒野 他本来想着 一进入荒野 就去找林浩的 但一想这样也太明显了 而且 林浩还在参加大比 他去了能干什么 还是先跟胡飞 去找一能灵权吧 说不定到时候 可以巧遇林浩呢 要是有林浩的超信就好了 我就可以叫他过来 一起探险了 一片参天古墓遮盖的 隐秘的峡谷中 胡飞周小轩等人 小心翼翼地走着 几人来到了峡谷中的 一片悬崖边上 下面就是万丈悬崖 只是这悬崖很窄 只有半米宽 长度也很短 只有十几米 周围都是大树遮盖 巨石掩映 不注意的话 根本发现不了 阴冷的风 从悬崖之下吹拂上来 让人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一能灵权就在下面 我也是无意中发现的 还差点摔了下去 胡飞指着翟小的悬崖说道 事不宜迟 我们赶紧下去吧 周小轩直截了当道 他可不想在这上面 浪费太多的时间 他的真正目的 是近荒野找林浩 他家可不差钱 好 所有人 都穿上战甲 一个接一个下去 小轩 你走在中间 跟在我身后吧 这样更安全点 周小轩无所谓地点了点头 他家里可是给了他 八阶初级的战甲护身 等闲的危险和凶兽 根本伤不到他 哈哈 没想到啊 在这种地方 竟然不能遇到如此角色 老天爷真是待我不薄啊 就在周小轩等人要下去之时 一道激动且邪恶的声音 响了起来 周小轩等人大惊 赶紧转头看去 只见史灵燕正 带着二十几个异能强者 缓缓起来 说话的是那个 八阶初级的中年异能强者 此刻正在目不转睛地 打量着周小轩 史灵燕虽然漂亮 但比起周小轩 还是差了一点 而且 两人的漂亮 也是不同的风格 周小轩清秀可爱 史灵燕则是艳里妖娆 八阶中年人看完周小轩 又看了看身旁的史灵燕 脸上泛起了一抹邪恶的笑容 周小轩顿时眉头紧急 心想这个混蛋 一把年纪了 竟然还想左拥右抱混蛋 越想越恶心 该死的家伙 要不是 对方是八阶初级 周小轩早就冲上去杀了他了 史灵燕 你怎么在这狐飞一眼就认出了他 史灵燕 也是魔独年轻一代的美女 虽然常年在军部 魔独的人基本见不到 但谁又能忘记美女呢 何况狐飞之前也是追过他的 为了异能灵犬 史灵燕直截了当道 周小轩却又皱起了眉头 除了异能灵犬 他竟然还想杀浩哥 看来史家真是浩哥灭的 浩哥竟然已经突破八阶了 起码也得八阶终极了 太腻了 狐飞这混蛋 竟然也在想着 他在我这连备胎都不是 我只喜欢浩哥 史灵燕带来的人 也都不是好东西 竟然一个个都在想着我和史灵燕 这都是什么人渣啊 还是浩哥好 我主动套近乎 他却连超信都没让我加 灵燕 原来你也知道这有一能灵犬啊 那我们双方一人一半吧 你看怎么样 胡飞立即让不到 胡家的七阶供奉 却是非常担忧的 富尔说到胡少 对方有八阶强者 我们不是对手 依我看 咱们还是放弃吧 我看他们来者不善 胡飞一听 顿时紧张的后背冒冷汗 但他实在不想放弃 这可以跟史灵燕相处的机会搞不好 史家灭了之后 他会改变主意 爱上我呢 再等等看吧 史灵燕眼里 根本没有胡飞天地灵物 强者居之 而且 下面的异能灵犬本来就少 我不想分 他带来的二十几个人 本来就要分 再跟胡飞对半分 那不能剩下什么 灵燕你我们好歹 也算认识 你难道要对我们出手吗 那看你的了 史灵燕寸步不让 八阶中年人冷笑道 你们最强 不过是七阶处几 还想跟我们分 白痴吧 你你们今天一个 也别想离开这里说着 又盯着周小轩看都没完 周小轩面不改色 心里急坏了 我要是落入他手里 我的清白就毁了 等一下要是打起来 我就趁乱逃走 胡飞这人渣 根本不值得我帮他 胡飞大惊失色灵燕 他们是你的人 你真的想杀我吗 我们好歹从小就认识 荒野之中 杀人越货的事 每天都在上演 哪怕他是 魔大王者一心的学生 别人照样敢杀 史灵燕冷笑 我家被灭的时候 也没人帮我 你的生死 又算什么再说了 他们只是我找来帮我的 他们杀不杀你 我可管不着 胡家供奉紧张戒备 七阶那个紧张到胡少 我们赶紧跑吧 胡飞点头 他不想死 小轩 我们打不过他们 快跑说着 就要拉着他一起跑 周小轩却把手移开了 八阶战甲的加持下 周小轩的速度 快如闪电 胡飞失落 错啊 想跑 门都没有S级异能 重力 八阶中年人 立即施展重力异能 周围的重力 瞬间变重了 周小轩大惊失色 他的速度 竟然下降了大半 就像有人死命 拉住他的脚往下拉一样 快 快救小轩啊 胡飞总算没怂 叫供奉救人 自己也冲了上去 只是他们的速度 都被重力异能影响 下降了许多 使灵验的追求者 全部冲了上去 跟胡飞和胡家供奉 打了起来 胡飞等人拼死抵抗 但是根本没用 重力异能 完全碾压他们 转眼间就落入了下方 被打得鼻青脸肿 断手断脚 眼看就要团灭了 周小轩拼命呼喊 边打边跑 他有八阶战甲护身 虽然发挥不出战甲的 全部战力 但对方也不想伤他 所以 好图安然无恙 被抓住也是早晚的事 甚至不要一分钟 等胡飞等人被杀 他就完了 周小轩急得都快哭了 眼中泪花闪闪 他怎么都没想到 有八阶出级战甲护身 居然还是逃不掉 这是董事以来 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威胁 在魔都他一向都是 重心捧月的存在 几乎没人敢动他 全都是讨好他的人 可是再谎言 身份就没那么大的用处了 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眼看着胡家的人 一个个倒下 只剩胡飞和七阶供奉了 看着八阶重力异能者 向他们走来 两人眼中都充满了 惊恐和绝望 可就在这时 一道雷鸣般的吼声 打破了恐怖的死忌空间 禁锢第160章史灵艳的异能 魅惑 灵号一个闪身 出现在了密林之中 随即眉头一皱 重力异能 他动不了 他们都不了啊 少主哦 我们快跑胡家的七阶供奉 最先发现一场 立即激动地大喊起来 胡飞和周小轩 这才反应过来 胡飞赶紧拼命奔逃 但重力异能还没解除 他的速度 仍然比平时慢了一倍 浩哥 是你周小轩 转身看到零号 随即 又心急如焚地大叫 浩哥快跑 他有S级重力异能 你说晚了 我已经进来了 零号淡淡道 周小轩的心沉了下去 重力异能又不错 可惜只是S级 更可惜的是 碰到上了我 零号轻描淡写地说道 胡飞听到小轩叫浩哥 立即停了下来 回到他身边 酸溜溜地问道你 跟我来荒野 其实是要来找他 啊 你周小轩 羞涩地翘脸通红 责怪胡飞 怎么能当面 问这种话 不过转念一想 这样也说 要是让他说 他还真说不出口 胡飞帮他说了 就相当于替他表白了 想到这 心里美滋滋的 嘴角扬起了 甜蜜的笑意 胡飞看得心里抓狂 瞪了零号一眼 零号里都没理他 但胡飞却被他 那无形的气势 给吓到了 直播间的观众 顿时激动了起来 S级的重力异能 这混蛋这么强 居然为了使灵液 甘心做舔狗 舔狗到处都有 一点也不稀奇 我感兴趣的是 浩哥能不能打败 S级重力异能 对方可是 八阶初级异能强者 传说中的绝世强者 心生大比最强的安保 估计也就是 八阶战王了吧 我看悬啊 八阶初级 浩哥再强能有八阶嘛 而且重力异能 可是非常强大的 辅助型异能 乃什么破 除非浩哥等级 比对方高 楼上还真说对了 大家发现没有 那个所谓的八阶初级 还使灵液的舔狗们 从浩哥出现到现在 都是一动不动 身体却保持着 向前的姿势 他们是被浩哥定位了呀 浩哥肯定比他们强 否则不可能定住他们 还定了这么久 而且是同时定住 这么多六阶以上的强者 你们看浩哥淡定的表情 就知道了 什么八阶九阶 那都不是事 浩哥神武 且看浩哥大破S级 重力异能 只见林浩轻轻地抬脚一跺地面 砰的一声闷响 S级重力异能 引起了双倍重力 瞬间崩溃 周小轩立即感觉身体 一阵轻松 激动到重力异能破了 浩哥 你太强了 他激动地跑过去 紧紧地抱住了林浩浩哥 你要是再来晚点 我可就死了 以后 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叫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浩哥 我加一下你的超性吧 以后万一再遇到生命危险 我就可以向你求救了 林浩淡淡道 不用你报答 放开 和林一直盯着直播 看到又有人占林浩便宜 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可一听到这话 立即就舒服了 周小轩委屈地放开了 林浩换着魔警 竟然还是无法听到他的心声 浩哥竟然真的对我没感觉吗 头怀送抱 都不要我追了小轩这么久 可是连手都没牵过啊 胡飞眼看林浩轻而易举地 破了S级重力异能 顿时是又震惊 又羞愧又妒疾 林浩可还是心生啊 而他已经是摩大大三的 王者一心学生了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胡飞想找个洞钻进去 不行 林浩还在参加心声大笔 这可是全国直播 这样被拒绝太丢人了 周想心急不已 想了半天 不知哪来的勇气 突然上前在林浩帅气逼人的脸上 亲了一下 你可以不要报答 但我可不想欠人人情 周小轩是红着脸说完的 说完就赶紧跑了 心喷喷狂跳 但他又舍不得真走 没跑多远就停了下来 害羞地躲在一棵大树后面 白衣嫩的胸膛剧烈起伏 又激动又羞涩 胡飞气得差点吐血 何林把手机都捏碎了 岂有此理 太岂有此理了 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女生 哼 不行 我也要找机会 狠狠地亲一下林浩 不然林浩这么帅 天长日久 搞不好就被那些坏女人给迷走了 林浩都忍不住愣了一下 没想到周小轩这个 看起来青春漂亮的女生 竟然这么大胆 直播间的观众都疯了 谁也别挡着我 我也要去荒野 我也要当众强吻林浩 全国直播的那种 那个女生 放开浩哥 让我来 浩哥 你是圣人 这种小事 就让小弟代劳吧 现在的女生都这么主动的嘛 为什么我一个都没遇到 楼上兄弟 不是你没遇到 而是你 可能得先换张脸 再拥有可以定住八街 初级强者的实力 懂魔 呜呜 这算不算林浩 学长的荧幕初吻 被人抢了我怎么这么傻 当初学长在浮城三中时 为什么不像他一样 冲上去抢吻呀 史灵艳看到林浩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林浩心念一动 解除了史灵艳等人的禁锢 林浩 你灭了史家 我要杀了你史灵艳怒吼 都给上 谁杀了林浩 我就是他的了 可是这一次 他的忠诚舔狗们 却都愣住了 没人敢轻易冲上去 刚才他们可都被林浩定住了 连八街初级的强者 都被定住了 林浩太恐怖了 除非等到林浩 异能耗尽 不然谁上谁死 你们一群废物史灵艳气的不行 这些舔狗 平时一副随时 可以为他闯刀山火海的模样 真要用人识 却都耸了 史灵艳自己冲了上去 我要杀了你 A级异能 魅惑 一股无形的波动 散发开来 除了林浩 八街强者 还有胡家七街供奉 其他的都被迷惑住了 露出一脸的舔狗表情 胡飞眼神涣散 看了看史灵艳 又看了看周小轩 他眼里的良女 庞扶 都是一丝不挂 让他忍不住接杆起 有种想拔枪的冲动 其他被迷惑的人也是一样 周小轩变成了 可爱的林家女孩 一脸崇拜 满眼都是星星地盯着林浩 青春的脸上 也渐渐羞红了起来 满脑子想的 都是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最后 他竟然直接向林浩跑了过去 紧紧地抱住他 上下其手 史灵艳怒吼就是现在 还不出手 第161章跪下 叫主人 陈补牧曹 这是我能看的吗 直播间的观众凌乱了 好羡慕浩哥呀 史灵艳 简直是神助攻啊 那个女生 浩哥不喜欢你 放开他 冲我来啊 咦 什么情况 又开始打马赛克了 这画面 也恕不可描述了吧 大家说 在打马赛克期间 浩哥会不会以牙还牙 也来个上下其手啊 我陪你以为浩哥是你吗 猥琐难 浩哥 出门在外 再保护好自己啊 总有妖魔鬼怪 想将浩哥占为己有 这世界太危险了 浩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 魔独周家 小轩这死丫头 怎么可以这么没羞没骚 这可是直播啊 周家的脸 都被他丢进了周成荣 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女儿周小轩的大伯怒吃道 周家家主周成荣却淡淡 笑到我倒觉得没什么 除了不太矜持之外 小轩也算是敢爱敢恨了 何况他也是被人魅惑住了 并不能怪他 要是林浩能 因此对小轩动心 倒是我周家的一大好运 林浩可比魔都和燕京那些豪门添娇 强太多了呀 哼 果然上梁不正下梁歪周 小轩大伯 拂袖而去 太可恶了 和灵气的直跺脚 立马向林浩所在的峡谷赶去 使灵艳一声目吼 同时解除了对他的田狗们的魅惑 众人眼见林浩被周小轩缠住 立即全力冲了上去 重力 狂暴 急速 闪电 各种异能 毫无保留的尸展出 向林浩砸去 一时间周围树林巨石 被夷为平地 地上出现了无数巨大的裂缝 浩哥小心啊 很多直播间的观众吓得都不敢看了 SSS级异能 空间禁骨林浩 心念一动 所有人都被定住了 史灵艳等人大惊失色 特别是那个八阶初级中年田狗 内心的认知 简直崩塌了 怎么可能 林浩的异能 怎么一点都没下降 还能同时控制这么多人 林浩一把拉开周小轩 大手一挥空间风暴 几百颗空间风暴球 呼啸而出 恐怖的威压席卷全场 史灵艳和他的田狗们 灵魂占领 冷汗直流 浩哥手下留人一个穿着魔都 军部制服的七阶巅峰战神 突然到来 话没说完 就挡在了史灵艳面前 一掌拍出 寒冰凝聚成墙 挡住了一颗空间风暴球 砰 空间风暴球的空间碎片 直接将冰墙切割吞噬 洞穿了冰墙 然后又向前飞了几公分 这才消散 来者吓得后背发亮 额头全是冷汗 而与此同时 史灵艳的那些田狗 都已经被空间风暴球吞噬了 你哪位 竟然拦我 不怕我杀了你们 林浩晨声道 来者立即单膝下跪 到魔都军部七阶 巅峰战神吕胜 还请浩哥网开一面 林浩在军部 一直非常刻苦 遵纪守法 斩杀凶兽一马当先 立过不少小功勋 年仅二十六 就已经是六阶高阶 成为军部副统领了 就算这次要报仇 也没有叫军部的好友帮忙 甚至没有找他外公 为家人帮忙 而是选择了牺牲自己 找来他的田狗出手 他是被仇恨冲昏了头 这才会这么冲动的 还请浩哥明察 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史灵燕这事还动不了 但吕胜能赶来救他 他还是很意外 很感激的 经过刚才的一战 他才明白 他想报仇 简直是天方夜谭 要不是林浩留守 恐怕刚才吕胜已经死了 林浩相信 吕胜不敢骗他 他要杀我 你却要我放了他 就算他是个人才 也立过功勋 但你凭什么觉得 我会放过他 我不要面子吗 他以后要是再来杀我 怎么办 这 这吕胜有点猛啊 这一点他还真没想过 因为事发太突然了 他是看到直播 知道史灵燕要杀林浩 这才火急火燎地赶过来的 浩哥 您想要什么条件 我都能答应你 只求你网开一面 放过林浩这一次 也算是为魔独军部 保留一点对付凶兽的力量 林浩冷笑 你觉得你一个战神 能有什么可以让我看得上的吗 吕胜惶恐在下 不敢只求浩哥大人大量 放林浩一马 不杀他也不是可以 今天我杀的人已经够多了 林浩解除了史灵燕的禁锢 长官 你快走 我不要你就我史家已经裂了 我也不想活了 史灵燕情绪激动地喊道 与盛豁然起身 瞪着史灵燕 沉声喝道 你发什么疯 军部培养你容易吗 还不快向浩哥道歉 请求浩哥原谅 史灵燕绝望 无助 迷茫地流下了眼泪 他不想向仇人屈服 林浩沉声道跪下 叫主人否则 死 说着 一个篮球大小的空间风暴球 在他手中凝聚而出 周围的空间不断破碎 散发出一股无比恐怖的威亚 气阶巅峰的吕胜 立即感受到了一股死亡的威胁 他深知 这个空间风暴球 要是砸过来 他根本没有抵抗之力 史灵燕的身躯 也忍不住本能地颤抖了一下 吕胜急得冷汗直冒 对史灵燕怒吼道 还不快跪下 向浩哥臣服警罪 史灵燕绝强道步 我不要 你让他杀了我吧 吕胜怒吼道 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你家人是什么形式作风 你心里不清楚吗 他们要是好人 浩哥能杀他们吗 史灵燕 你醒醒吧 还有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吕胜上前 富尔道 浩哥可是和老亲自 授予战王封号的人 你臣服于他 一点也不会辱没你的名声 现在不知有多少眼尖的人 发现浩哥的强大 想跟着他 都没门 这对你来说 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你别看浩哥杀法果断 其实 私下对身边人是极好的 退一万步说 就算你还想报仇 你总得活着吧 否则你哪拿什么报仇 史家已经毁了 你要是再死 那就绝后了曾经的史家 并不是什么光荣的史家 但你跟他们不一样 你身上没有他们 那些恶习 你完全可以重建一个 光芒万丈的新史家 史灵燕先是震撼无比地 看了林浩一眼 最后 激动的情绪 终于慢慢平静了下来 眼中有很绝的光芒闪过 缓缓地向林浩跪了下去 心情复杂地叫到主人 太小声了 我听不见 是 主人第162章 我会对你负责的 跪下 叫主人陈补木曹 浩哥霸气啊 收服跟自己有仇的美女 好激动 好刺激啊 不知道夜深人见 孤男寡女的时候 浩哥会不会对史灵燕 做些什么不可描述的事 想想就激动 史灵燕看起来已经臣服 但其实不可能这么快真心臣服 心里还是非常委屈的 我喜欢这样的女人 要是太顺从太听话 反而没意思了 浩哥真会玩 老司机啊 这届网友好邪恶浩哥 可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浩哥就是单纯想为大厦 保留一个人才而已 至于让史灵燕臣服 不过是给自己找台阶下罢了 而这对史灵燕而言 虽然有诗言面 但总比死好吧 不不不 楼上你不懂男人 我觉得 浩哥就是会玩 好羡慕浩哥呀 吕胜见状 赶紧向林浩 请求道浩哥 您还在参加新生大比 要不我们就先不打扰了 你有需要史灵燕的地方 可以随时叫他过来 他得赶紧带史灵燕走 让他好好冷静冷静 要是继续待在 这跟着林浩 搞不好他一激动 又要出手报仇 那就彻底没救了 林浩微微点头 让两人走了 多谢浩哥 直播间 观众我有个大胆的猜想 浩哥很可能已经是大厦战王了 只是没有对外宣布 否则吕胜这样七阶巅峰战神 不会对浩哥如此恭敬 不是没有可能 至少从刚才的战斗来看 能够轻松斩杀史灵燕的八阶 出级舔狗 能让吕胜冷汗直流 浩哥的实力 绝对超过八阶出级了 斯浩哥恐怖如斯 我也有大胆的猜想 会不会浩哥的实力 早就达到了九阶战王级 陈补牧草 你也太敢想了吧 全球将近二百亿人 战王估计都补不到五十个呀 浩哥 你上当了 那个史灵燕 他心里还在想着报仇的事 并没有完全委屈啊 周小轩看到吕胜史灵燕走远了 赶紧上来提醒道 林浩淡淡道 毕竟史家是我灭的 他能这么快臣服 才怪 不过 你也是奇葩 刚才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不知道吗 现在怎么 还能若无其事地跟我讲话 你脸皮本来就是这么厚吗 林浩的混沌之火等 SSS技艺能 都能自动护主 他根本不怕史灵燕再起杀心 哼狐飞冷哼一声 气得眼眸抽搐 周小轩一愣我怎么了 不就不想欠你人情 亲了你一下嘛 我平时也不这样啊 林浩懒得理他 向悬崖那边走去 他之前就感知到了 下面有宝物 还有很多剧毒的三尾无功 胡飞又是冷哼一声 跟着林浩走去 胡哨 咱们还不回去吗 胡家七街供奉问道 面子都丢光了 总得带点异能灵权 回去补偿补偿吧 供奉不说话了 默默跟在胡飞身边 心想有林浩在 不至于有生命危险 他想想也觉得 好笑我堂堂七街出击 竟然开始依赖一个新生了 只能说 这个新生太猛了 周小轩百思不得其解 赶紧开启 手机看直播回放 啊天哪 我都做了他无比错愕 震惊 羞涩的无地自容 赶紧躲到一棵树后 胸膛剧烈起伏 脸都到脖子根了 我的妈呀 我竟然对浩哥做了那种事 丢人丢到全国了以后 我还怎么见人 不对 那都是使灵燕搞的鬼 不是我的本意 我是被他害的 我为什么要不好意思 不对 那可不是我的本意吗 夜深人静想的 可不就是那些吗 天哪 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这一点也不淑女啊 我太邪恶了 公然对浩哥 做了不可描述的事 竟然还开始沾沾自喜了 淑女 淑女有什么用之前 就因为 没加浩哥抄信 差点就死了 这次既然因祸得福 而且 刚才该摸的都摸了 那就破罐子破摔 不对 是将计就计 顺水推舟 向浩哥表白 我要做浩哥的女人 反正我本来就是 这么想的 浩哥那么帅 那么厉害 面子又拿来干什么 这可是强者为尊的事件 想到这 周小萱立即激动追上了林浩 可一看到 林浩那冷峻帅气的脸庞 他又开始怂了 做了半天思想斗争 这才为雨脸先红到浩哥 那个 那个 我有话 我知道你有话想说 但你先别说 林浩直接打断 啊 为什么我啊 难道你知道 我要说什么 不知道 没兴趣 周小萱被气到了 从小到大 他可一直是 众星捧月般的存在 之前的上下棋手 说起来 吃亏的是他 林浩越不让他说 越说没兴趣 他越是要说 林浩 我喜欢你我 我 我会对你负责的 他是捂着脸说完的 说完后 更是紧紧捂着脸 低下了头 心里执念 看不到我 看不到我 黑长直 大长腿 清纯秀丽的脸 魔鬼般的身材 全往LSP都盯着周小萱看 浩哥 这种你不感兴趣的事 小弟帮你解决吧 周小萱 不要为难我浩哥 这是浩哥不感兴趣的事 你冲我来 我不怕 啊 受不了了 周小萱 简直是女流氓啊 大笔的安保人员呢 还不赶紧把她赶走 这样会影响浩哥呀 我感觉周小萱 比凶兽还生猛 这可是直播啊 好就敢这样生扑 不是说 她是魔都最清纯的女生吗 什么清纯不清纯 我是要她 在对浩哥 做了不可描述的时候 我也会欲罢不能的 刚好直到悬崖边的林浩 忍不住愣了一下 差点没摔下去 现在女生都这么生猛吗 林浩没有理她 直接凌空飞了下去 胡飞气得全身颤抖 她追了一年多的女神 竟然当着她面 跟别人的男人表白 还是全国直播 胡飞气得直接跳下了悬崖 那样子 不像是要下去寻宝 而是想一头撞死算了 胡家供奉 下得赶紧追了下去 和林浩的银鸦指摇 她决定了 新生大笔结束前 一定要做点什么 第163章 这就是林浩的真正实力吗 悬崖之下 浓雾笼罩 一片昏暗 但却不停地想着 密密麻麻的 精实交集的倾向 周小轩紧紧地 跟在林浩身后 紧张地问到浩哥 那是什么声音啊 雾太浓了 他感知不到 那是什么凶手 三尾蜈蜈爬行时 发出的声音 林浩淡淡道 什么 三尾蜈蜈 那得有多少啊 周小轩顿时觉得 有点毛骨悚然 本能地拉住了林浩的衣服 起码二十万只 而且等级最低的 也是二阶高阶 我的妈呀 浩哥 你可不能丢下我不管啊 周小轩抓得更紧了 几人沿着窄小的路 往下走去 越往下浓缝越淡 渐渐地 可以看到周围的 石壁缝隙之中 都是大大小小的 三尾蜈蜈蜈 三尾蜈蜈 体长可达三米 浑身包裹着 暗红色的肩胛 宛如合金铸造而成 最特别的是 他们有三条尾巴 而且色彩各异 非常鲜艳 剧毒无比 普通人被咬上一口 不到一分钟 异能者也好不到哪去 十分钟内 得不到有效医治 同样会五脏 摔一击而亡 而且三尾蜈蜈蜈身上 携带着不同的剧毒 有的剧毒具有腐蚀性 连合金都能腐蚀 有的是神经毒素 会让人快速失去 自理自控之力 有的是血液毒素 周小轩毫不犹豫地 从空间戒指中 拿一瓶丹药 直接倒进了嘴里 这一口 起码吃下了十几颗 浩哥 这瓶给你 三尾蜈蜈蜈太毒了 一般的疗伤药 根本没用 你赶紧先吃几颗下去 周小轩大方 随意地 给林浩递了一瓶过去 看得胡飞心里酸溜溜的 羡慕不已 却又没脸开口 向他要 我不需要 林浩淡淡道 周小轩一惊浩哥 那可是三尾蜈蜈 凶手之中有名的毒物啊 区区三尾蜈蜈蜈而已 就算是九尾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思周小轩倒吸了一口冷气 内心震撼无比 浩哥 你已经这么巧了吗 你那个厉害的治疗行医呢 竟然还能解毒吗 胡飞突然感到一阵绝望 他本能地觉得 林浩不是在说大话 太没面子了 堂堂王者一星 竟然被一个新生彻底碾压 这可是全国直播啊 他赶紧拿出了 自己准备的疗伤药 直接吃了一小瓶下去 周小轩终究心地善良 不想胡飞被毒死 扔了一瓶周家的丹药给他 不屑道你的伤药太普通了 被咬一口 还可以搞定 多咬几口 你吃再多也没用 谢了 胡飞不爽 但周小轩说的是实话 他立即开启瓶子 扶下了十几颗丹药 周家是大厦有名的制药世家 自从新生大笔开始 周家的各种疗伤丹药 就供不应求 胡飞想买都没货 若是胡家的其他供奉没死 那还能保他一保 但现在 只剩七阶初级供奉了 面对二十几万只三伟无功 他最多也就能自保 一个不小心 甚至可以因为异能耗尽而生死 林浩开始加快速度 周小轩和胡飞赶紧跟上 一路上 海骨开始出现 而且越到底部 海骨越多 都是下来探险 被三伟乌公毒死 吃得潜潜尽尽的异能者 十几分钟后 几人就到了悬崖底部 呈现在林浩面前的 是一块巨大的蓝色玉石 起码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 这还只是可以看到的部分 其实整座山脉 都是巨大玉石的主体 只是没有整座山脉 都化成玉石吧 玉石的下放 有一块玉缸那么大的凹槽 晶莹剔透的蓝色液体 正在缓缓地从玉石中渗透出来 已经快装满了 正是异能灵犬 经过百年时间 集天地精华凝练而成的天地奇物 胡飞立即两眼冒光 拿出一个空瓶就冲了过去 突然 周围悬崖石壁上的 正在爬动的三伟无功 全部停下了脚步 没有了密密麻麻的脚步声 吵闹的世界 突然变得无比死寂 胡飞也是一阵 猛然停下了脚步 感受到了一股 恐怖冰冷的死亡气息 三伟无功这种凶兽很奇怪 一般不主动攻击人类 但一有人要抢 他们守护的异能灵犬 他们就会发起进攻 下一秒 无数三伟无功又开始动了 整个山壁之上 密密麻麻的权势 缓缓地向林浩等人看去 血红的双眼中 散发出了恐怖的杀意 周小轩虽然穿着八阶出击战甲 但也被吓得紧紧地背靠着林浩 胡家的七阶供奉 则是挡在了胡飞的面前 直播间的观众都吓坏了 好可怕的三伟无功 我家的小无功 以后会不会也长成这样 我要睡不着了 啊 好恐怖 我有密集恐惧症 大家帮我看一下 把结果告诉我哈 我发现了一个恐怖的规律 凡是浩哥所在 凶兽必定以十万起步 出现真爱生命 远离浩哥哈 开个玩笑 喷喷 滋滋 下一瞬间 无数三伟无功 发动了攻击 黑色的毒液 老远就从他们的嘴里喷射出 抬头望去 只见无数毒液如剑 纵横交错 汇聚成了毒网 最后形成铺天盖地的毒雨 从悬崖不同的高度 倾泻而下 雷动八方 零号周身 立即出现了细密的雷网 毒液根本无法近身 一碰到雷网 就被炸成了虚物 胡飞和他家 供奉两人的七阶出击战甲 立即都被毒液腐蚀 出现了细小的石痕 就连周小萱的八阶出击战甲 也不例外 因为三伟无功实在太多了 铺天盖地的毒液喷射之下 他们相当于是泡在了毒液之中 时间一久 石痕就会加深 最后机甲的防御被破 他们就完蛋了 无数三伟无功 喷完毒液 就冲向了零号四人 零号站着不动 出拳如风 一拳一头三伟无功 快得甚至看不他的拳头了 而且他的力量 还控制得恰到好处 只是震碎三伟无功的内脏 将他们阵炼 而不破坏他们的外壳 那可都是钱啊 胡飞拔刀战 一刀一头三伟无功 胡家供奉也是 一拳一头三伟无功 周小萱的异能很奇特 他竟然透过精神控制 让三伟无功去攻击同类 不过没过多久 在斩杀了近百头三伟无功后 胡飞和周小萱的异能 就几乎耗尽了 两人只能用纯力量 斩杀凶兽 但没有异能的加持 加上三伟无功的壳 本来就非常坚硬 两人很快就筋疲力尽 无力再战了 两人立即拿出七阶八阶的玄金 焊碎 恢复异能 七阶八阶的玄金 恢复异能的速度 比低阶的快了数十倍 但三伟无功实在太多了 而且源源不断地冲来 玄金恢复异能的速度 还是跟不上 斩杀三伟无功 消耗异能和力量的速度 两人只能眼睁睁地被动挨打 眼睁睁地看着 战甲上的石痕和抓痕 越来越多 越来越深 陷入了惊恐之中 一旦战甲防御失效 他们就死定了 胡家供奉 自然比两人强多了 但他在杀了两万多头 三伟无功后 也陷入胡飞两人一样的困境之中 三人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望向了林浩 周小轩几乎哀求到浩哥 你快出手吧 不然我们就要死了呀 林浩淡淡到 以后探险寻宝 记得不要自不量力了 八荒神火 哄 一瞬间 悬崖底部 突然出现二十万颗八荒神火球 每颗都足以斩杀三阶出击的那种 林浩刻意降低了八荒神火球的威力 就是要留下三伟无功身上 能用的坚硬外壳 看到这一幕 别说胡飞周小轩 震惊的目瞪口呆 就算是胡家的七阶出击供奉 也是震撼的外焦里嫩 所有的三伟无功 看到密密麻麻的八荒神火球 也是惊恐地愣住了 哄 二十万颗八荒神火球 呼啸而出 三伟无功 齐齐夺命而逃 可惜八荒神火球快如闪电 转眼就追上了他们 将他们的内脏 一一烤前斩杀 只剩下了坚硬的外壳 砰砰地从悬崖之上掉落下来 经过八荒神火加工的外壳 又变得更加坚硬了几分 周小轩三人都看得呆滞了 这就是林浩的真正实力吗 一招斩杀二十几万凶兽 非但一点都不累 而且 易能竟然还是满的 第164张百年灵草 都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去拿易能灵拳 等着其他凶兽再过来围攻吗 林浩扫了周小轩三人一眼 陈生说道 三人立即惊醒过来 胡飞赶紧向易能灵拳跑去 刚跑了两步 瞬间停下脚步 转身恭敬地请求道浩哥 多谢你救我的命 这易能灵拳怎么分 你说了算 他对林浩的态度 从这一刻起 无条件 彻底地转变了 周小轩和胡佳供奉 也是连连点头 表示没有任何的意义 加上这次 林浩已经救过三人两次了 林浩大手一挥 将二十几万三位 无功收尽无限空间 这才淡淡到 这些你们三个人分了吧 啊 三人傻眼 面面相觑 谁也不知道浩哥为什么这么大方 照理说 就算林浩把所有的 异能灵拳全部拿起 三人也没有意见的 谁知他反而让他们三人分掉 实在太让人诧异了 怎么 你们不想要不想要 我可就不客气了 胡飞赶紧笑道 不不不 我们要 既然浩哥这么大方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他心想 林浩那么强 根本看不上这种 三阶初级的异能灵拳 他要是不拿 那就太矫情了 周小轩确实无所谓 胡佳供奉 也不太看得上 但也还是去拿了一点 毕竟那可都是钱啊 市面上有价无事的 一般人 谁舍得拿异能灵拳出来卖 周小轩 还是听不出林浩的心声 但出于女人的直觉 他相信 林浩一定是发现了更好的宝物 果然 正当胡佳两人 激动地 装着异能灵拳的时候 林浩掌心 凝聚出了一颗 手指大小的空间风暴 对于巨大的蓝色玉石 离地三米的地方 屈指一弹 空间风暴球 击视而出 瞬间将坚硬的玉石 挖出了一个小洞 片刻后 颜色更加浓郁的蓝色液体 就从里面流了出来 林浩直接将其接入了 无限空间之中 用一个空间玉瓶装了起来 三阶高阶的 异能灵拳 周小轩 震惊不已 果然 实力强就是不一样 浩哥你 竟然能够感知到 这巨大玉石内部 还有品阶更高的 异能灵拳 说着 他看了胡佳 七阶供奉一眼 胡佳供奉 是既羞愧又羡慕 胡飞更是傻眼了 原来这巨大玉石内部 还有一片乒乓球桌大小 三米深的玉石 里面装满了 三阶高阶异能灵拳 至于渗透出来的 这些异能灵拳 其实是玉石 满了之后 表面的异能灵拳 溢了出来 不像玉石底部 那些异能灵拳 沉淀时间非常久 浓度和品阶 自然就更高了 周小轩倒没什么 只是更加佩服林浩了 胡飞和他家供奉 虽然羡慕 但也没有贪心嫉妒 毕竟他们已经得到了 一池的三阶出级 异能灵拳 这些卖个上千页 是没问题的 很快 林浩就将 玉石内部的异能灵拳 全部收走了 接着 林浩凝聚出一颗 手指大小的 八荒神火球 从刚刚打通的小洞 飞到玉石之中 又从里面一路飞了出来 边飞边烧玉石 直到将这个长长的小洞烧化 重新封闭起来 就像从来没打过洞一样 这样再过几年 这里又会有新的 异能灵拳产出了 荒野山脉中 刘顺苏林 江月儿等人 正在一座山脉的顶部 斩杀凶兽 这座山被火龙雀占领 山顶之上 生长着一种百年灵草 赤阳草 属于三阶终极的灵草 服用后 可以提升异能者的力量 特别是对于 火属性的异能者 可以提升他们异能的永续性 拥有更加持久的战斗力 刘顺和宋玉冲在最前面 一个持刀 一个控制锋刃 疯狂斩杀火龙雀 哄 火龙雀在空中急速飞舞 持续不断地 喷出一颗颗火球 地面被烧得一片焦土 宋玉的锋刃 还可以无距离斩杀火龙雀 但刘顺却只能等他们 飞到身前之时 再出手斩杀 只是火龙雀并不杀 极少会跟他近身搏杀 因此 刘顺更多的是与宋玉配合 在杀那些被锋刃击伤落地 但却没死的火龙雀 苏林和江月儿也是 两人的异能寒冰 和强大的精神力控制 但他们更多的 并不是直接斩杀凶兽 而击伤他们 让他们落地 再由刘顺 顾兴仪和高佳佳去斩杀 这样小队中每个人的异能 都能得到发挥 都能发挥出小队最大的战力 否则要是苏林江月儿 宋玉全力斩杀火龙雀 等他们异能耗尽 只剩没有远端攻击能力的 刘顺等人 那整个小队就非常被动了 咔咔 苏林施展寒冰异能 将三只在空中飞舞 眼前就要对他们 喷出火球的火龙雀冻住 火龙雀瞬间失去飞行能力 砸落而下 寒冰破碎 但寒冰已经冻伤了他们 让他们没有了飞行能力 刘顺立即像一头野兽一样 挥刀冲了上去 砰的一刀 斩掉了一头火龙雀的头 另外两只火龙雀大怒 立即冲向刘顺 两刀斥烈的火焰呼啸而出 眼看就要淹没刘顺 刘顺快速闪避 显而又显地躲过致命一击 两只火龙雀 都是三阶处击 只是受伤后 战力下降了 而施展狂暴异能后的刘顺 战力达到了三阶处击 刘顺身形一闪 来到火龙雀身旁 一刀劈出 火龙雀头颅落地 哄 另一只火龙雀 火焰喷射而来 刘顺快速闪开 火焰将无头的火龙雀燃烧了起来 刘顺一个划斩 最后一头火龙雀 被劈成了两半 不到十秒钟 斩杀了三头火龙雀 刘顺一秒也没停留 立即又向其他杂裸而下的火龙雀杀去 就这样 火龙雀一头接一头地 被斩杀而死 地面之上 到处都是火龙雀的尸体 不过即便这样 他们所有人的异能 也很快耗尽了 因为火龙雀太多了 足足有上万头之多 看来还是要八荒神火球了 正当几人要扔出 灵号给的八荒神火球的时候 他们的身后 却响起了社会异能者的声音 寒冰结界 一个巨大的道扣 晚行寒冰结界 凭空出现 将刘顺等人 暂时护在了其中 你们几个交出身上的灵财吧 否则我就先杀了男的 再把你们几个笑话 好好蹂躏一番 收进空间戒指 最后假装 让结界破损 放火龙雀进来 将你们烧得尸骨无存 我这结界 直播可是拍不到那部情况的 我只给你们三秒钟时间 考虑第165章 因为我个好大哥 是寒冰结界太好了 刘顺几人 有救了这寒冰结界我认的 这几个社会异能者 每次心生大比 才会出来救人 而且 做好事不留名 我也认得他们 去年就有几个心生 被凶兽围攻 异能耗尽 差点就全军覆没了 还好他们几个出现 最后经过大战 虽然死了几个男生 但女生却都没事 这样的社会异能者 真的应该多一些啊 我看不对劲 每年都来就不对劲 而且据说每次他们出手 男生都会死 只有女生没事 有时 女生也会被凶兽吃掉 有点诡异 我看你就是见不得人好 我也有不同看法 你们想想 刘顺几人有 浩哥给的八荒神火球保命 根本不用救啊 没错 我也觉得不对劲 你们想想浩哥 是怎么救人的 他救人的时候 被救的人 几乎没有死掉的 再看他们 每次都有男生死掉 如果他们真的是要救人 直接带着被救的人逃跑 那样就不会有人死了 不是吗 我还是不相信 这几个做好事不留名 可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他们名气这么大 却不留名 怎么可能会有什么猫腻 说得对 我也不相信 他们另有所图 试问 谁又会冒着生命危险 来荒野救人呢 没错 大家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带节奏 我们要保护这样的良好社会异能者 社会异能者 一共十个 九个五阶初级 一个五阶中级 领头的较简循环 拥有寒冰异能 可以布置出寒冰结界 遮蔽外界感知 利用寒冰结界 他们每年布置侮辱 并抓走了多少笑话 但他们行动非常快速 而且会说 被害的心生 都被凶手吃掉了 安保都来不及发现 发现了也没有证据 甚至于外界布置真相的百姓 还以为他们是好人 是为了救心生 还在为他们喝彩 当然 他们不仅会对心生下手 也会对其他社会异能者 甚至是普通百姓下手 其中更多的是富豪与美女 一 简循环开始数数 目光却一直盯着苏灵 江玉儿 顾心仪和高家家 苏灵大怒 直接扔了一颗八荒神火球过去 八荒神火球 外部的精神力防护膜破开 八荒神火呼啸而出 散发出了恐怖无比的威压 和炽热的温度 寒冰结界都开始融化 简循环等人大吃一惊 这是什么火焰 怎么会这么恐怖 他们本来是想着 等苏灵几人 乖乖交出灵财 和身上值钱的东西 再杀了刘顺宋玉 然后 把苏灵将玉儿乖四个笑话 给凌辱了 再关进空间戒指 带回去慢慢玩 最后再利用空间结果 把山顶的赤羊草摘完走人的 谁知却碰上了 强悍的苏灵几人 灵号给的八荒神火球 每一颗都足以斩杀五阶出级的异能者 寒冰盾简循环金而不乱 立即接出三层寒冰盾 哄 八荒神火球 直接洞穿了三层寒冰盾 这才消散 简循环已经是满头大汗 冷笑道 这火球确实太恐怖了 可惜 要是你们只有一颗的话 他的声音突然停顿 瞳孔猛张怎么可能 你们怎么 会有这么多这些恐怖火球 只见前方 苏灵刘顺等人 一连扔出了二十几颗八荒神火球 周围的温度瞬间升高 寒冰结界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快速融化 刘顺自豪的吼道 因为我个好大哥 简循环等人 吓得魂不附体 立即穿上了五阶终极战甲 轰轰 二十几颗八荒神火球 同样爆炸 恐怖的火焰融合在一起 威力温度倍增 席卷四方 寒冰结界 瞬间崩碎 啊 简循环那边 立即有社会异能者的战甲 被烧得融化 惨叫连天 八荒神火 冲天而起 围在寒冰结界外的许多火龙雀 也被烧成了灰烬 寒冰盾 寒冰结界 简循环毫无犹豫地 凝结出十几层寒冰盾 紧接着又凝结出一个小型的寒冰结界 护住他自己 砰砰砰 十几层寒冰盾 和小型寒冰结界 瞬间崩碎 被烧成虚无 八荒神火 将简循环和他的同伙笼罩 简循环等人的战甲 瞬间都被烧得融化 几个丢弃战甲 拼命抵抗 但最后 还是被烧死了五个 剩下的简循环等五人 也是被得焦头烂额 衣服面板 都被烧焦了一部分 一个个惊恐无比 瑟瑟发抖 刘顺等人 又各自拿出了两颗八荒神火球 眼中无不充满了杀气 简循环等人 亡魂直冒 直到大招已去 立即扑通一声 大哥 大姐 饶命 不要杀我们 我们再也不敢了 简循环口不择言地求饶道 你叫谁大姐怒喝道 直播间的观众傻眼了 怎么回事 他们不是来就留顺他们的吗 怎么被打成这样了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误会这能是误会就有鬼了 没听到那混蛋说他 再也不敢了吗 难道这些人并不是来就留顺他们 而是来趁火打劫的 留顺怒吼道 饶你魔兵 要是没有浩哥给的八荒神火球 我们现在已经 已经被杀了 都特魔给我去死 刘顺说完 直接扔出了手里的八荒神火球 苏林江月儿顾兴怡高佳佳 也是毫不犹豫地扔了出去 哄 八荒神火球 瞬间将简循环等人淹没 惨叫响彻天地 但很快就消失 火焰消散 地上已经没有人了 直播间瞬间炸锅了 我就说 这些人不对劲吧 你们还不信 这下破案了吧 要不是刘顺说 他们竟然要杀他们 我还真不信 他们竟然是坏人 这社会太可怕了 坏人隐藏太深了 看刘顺他们这样 肯定不是误会 他们就是来杀刘顺他们的 他们一定是利用截戒 遮蔽了外界的探查 我们根本看不到里面 所以 当年那些死掉的新生 其实都是他们杀得太可怕了 我们竟然还将他们 当成了英雄 我记得 他们当初就是利用截戒 把凶兽放了一些进去 说是要这样一点点 杀光凶兽 都能带着新生 全身而退 可结果竟然是 结界中杀新生 简直人神共愤啊 大家以后一定要擦亮眼睛了 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刘顺几个也是命大 有浩哥给的八荒神火球 不然这些人还不知道 要逍遥法外多久 第166章 一口闷掉了300亿 满天飞舞的火龙雀 都被八荒神火的恐怖威力 和高温吓到了 远远的飞离地面 悬空观望 可刘顺他们 并不打算放过他们 现在该轮到这些畜生了 刘顺说着 接连不断地向天空 扔出了几颗八荒神火球 苏林等人 也是跟着扔了几颗出去 哄 几十颗八荒神火球爆炸开来 火龙雀大惊 纷纷逃命 只是八荒神火 可不是等闲的火焰 立即呼啸而去 如有灵性地追踪了过去 喷喷 无数的火龙雀被追上 被八荒神火烧成了灰烬 刘顺等人不要钱似的地 砸八荒神火球 不到片刻 今晚的火龙雀 就被斩杀得一前二进 宋玉看着这一幕 只有羡慕的分 走吧 赶紧去采摘吃羊草 带头向山顶去 山顶之上 长着几百颗赤羊草 通体赤红 晶莹剔透 散发着淡淡的温度 刘顺等人风卷残余 不到片刻 就采摘了个金光 接下来 刘顺等人则是各处支援救人 哪里的新生 被凶兽围困 他们就用八荒神火球去解救 他们一个有三万多颗八荒神火球 加上山脉中的二阶高阶 巅峰和三阶初级凶兽 都被零号杀得差不多了 剩下的凶兽 已经成不了气候 不像之前那样 新生动不动 就被数千上万头凶兽围攻了 因此 刘顺等人虽然速度慢 但已经可以绰绰有余地 对付剩下的凶兽了 林浩拿了异能灵权 算了一下 大概有七吨 这数量直接炸裂了直播间 我的天哪 异能灵权市面上 可是有价无市 但凡有卖 也都是10L起卖 也就货香正气水那么大一瓶 一瓶10亿啊 浩哥这种三阶高阶的 更是起码要卖到30亿1000L 差不多是1000克 一吨就是1000千克 七吨算下来得多少 起码2100万亿啊 浩哥发大财了呀 一夜暴富啊 2100万亿啊 都够买好多架传说中的 SSS 及智慧战甲了 妥妥的顶级富豪啊 浩哥 我们结婚吧 我就是单纯喜欢你这个人 浩哥我们结婚吧 我现在就可以跟你去领证 林浩跟周小轩分别后 回来找刘顺等人 又凝聚出16000颗八荒神火球 分给了几人 这一次 他也给了宋玉100颗 这是看在宋玉跟刘顺等人在一起时 奋勇斩杀凶兽的份上 才给的 虽然只有一百颗 但宋玉已经兴奋得不得了 因为这代表林浩 已经真正开始 把他当做自己人了 宋玉丹西跪地道 多谢浩哥 林浩淡淡道起来吧 以后不用这客气 我这人看重的是人品和新兴 不喜欢凡文入节 是 浩哥宋玉警记 林浩又施展SSS 及异能枯木冯春 将几人的异能完全恢复 到接下来 我要深入荒野核心区了 你们还是别去了 就在外围多练练就好 否则你们的异能 很快就会耗尽 到时一直用八荒神火球 也达不到历练的效果 是 浩哥 对了 浩哥 我们这次也收获不少 我们几个 总共摘到了五百多颗 三阶终极的赤羊草刘顺 非常自豪地说道 不错 再接再厉 林浩鼓励道 浩哥 赤羊草 我们每个人分一点给你吧 虽然对你来说 不算什么 甚至用不上 但好歹是我们一点心意啊 苏林孝道 刘顺等人 也是连连点头 林浩孝道 不用这么客气 你们自己留着吧 三阶终极的赤羊草 一颗也能卖上二三十万 那好吧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林浩道对了 七吨三阶高阶的异能灵权 我打算分给你们 刘顺苏林异能等级最低 你们两个多分点 刘顺三吨 苏林两吨 顾兴仪高加加各一吨 江玉尔异能等级比较高 三阶高阶的异能灵权 没什么效果 就不分了 等以后有了好东西再说 宋玉也一样 江玉尔赶紧笑道 多些好歌技挂着玉尔 玉尔一切都听好歌的 宋玉也是感激到 一切都听好歌的 两人的内心都是震撼无比 七吨三阶高阶的异能灵权 那可是价值两千一百万亿啊 别说是宋家全部家产 加起来都没这么多 就算是江家名列魔都 第四大世家 也不敢随便这宋人啊 苏林也骂浩哥 异能灵权都是按毫升卖的 十毫升十起步 到了你这 竟然开始按吨算了 也太好了吧 刘顺笑得何不拢嘴浩哥 异能灵权你都已经按吨算了 难怪看不上吃羊草啊 顾兴仪和高佳佳多谢浩哥 浩哥太逆天了 两人都是非常庆幸 当初举家臣服了林浩 否则 他们这辈子 估计都用不上 异能灵权这种神娃 刘顺已经满脸兴奋地 向林浩伸出了双手 迫不及待地要喝异能灵权了 林浩白了他一眼 拿出一瓶一百毫升的异能灵权 给刘顺你的异能等级比较低 多喝点 干了 刘顺一愣浩哥 这可是直播啊 你这话说的 我面子 往哪放我还怎么谈恋爱 林浩淡淡一笑你 好像不是很想要 刘顺一惊 赶紧笑到哪里 我最喜欢异能灵权了 而且最喜欢一口闷说着 仰起脖子就干了 众人大笑 陈补木曹太爽了 我一口闷掉了三百亿啊 清醒爽口 滋养全身 我感觉我整个人都升华了陈补木曹 我感觉我的异能 有一点点变强了呀 太爽了 浩哥 我爱你好哥 再给我来一瓶吧 林浩你想什么呢 异能灵权一天一百毫升 已经是极限了 再多小心称爆你 刘顺一惊 果然 他感觉体内的气血 都开始激荡起来 转眼间 全身通红了起来 浩哥 还好你提醒我 不然真要称爆了 林浩又拿出三瓶 一百毫升的异能灵权 分给了苏林顾心仪高价价 以后 你们每人每天到我这里一瓶 要是全部放你们身上 我怕你们没命用 好嘞 浩哥 直播间的观众 都流口水了 受不了 浩哥这样的大哥 来我来打 一出手 两千一百万亿 就这么送掉 浩哥省好啊 一人平均五百二十五万亿 谁给我这么钱 让我叫爸都可以啊 实名羡慕刘顺几人啊 刘顺一能觉醒之浩哥 将我未成九阶绝世强者 刘顺 一能觉醒 我有浩哥我怕谁 刘顺 一能觉醒 我有浩哥我无敌 刘顺 一能觉醒之浩哥 带我飞第167章 谁能经得住这种诱惑 斩杀三阶巅峰双头魔狼八头 获得积分 二十万零四千八百 斩杀三阶巅峰金甲魔猿十三头 获得积分 三十三万两千八百 斩杀三阶巅峰双手巨蟒十头 获得积分 二十五万六千 斩杀三阶巅峰金甲魔熊十二头 获得积分 三十万零七千二百 斩杀三阶巅峰地龙兽十五头 获得积分 三十八万四千 斩杀三阶巅峰铁甲蟹十八头 获得积分 四十六万零八百 斩杀四阶初级地龙兽五头 获得积分 二十五万六千 斩杀四阶初级银角莽七头 获得积分 三十五万八千四百 斩杀四阶初级霸王蟹九头 获得积分 四十六万零八百 斩杀三阶巅峰霸王蟹 一百零八头 获得积分 二七六 四八零零 新生大笔的荒野 核心区 斩杀宛如杀神将士 所过之处 片甲不留 积分就像做了火箭一样狂飙 霸王蟹不错 可以多杀一点 这可是顶级食材啊 一头三阶巅峰的霸王蟹 就能卖到二百万大厦币 是大厦人民最爱的凶兽美食之一 只因霸王蟹的翘印的变态 三阶巅峰的霸王蟹 可得硬度和防御 就能达到四阶中级 四阶初级的 则能达到四阶巅峰 跨越整整两个小等级 想到这 林浩直接跳进了一个大湖之中 这个大湖 是横穿过魔都的大厦第一将形成的 这个湖印盛产霸王蟹而得名 时间一久 就有了霸王蟹壶的美名 林浩强悍的精神力 感知全开 一声怒吓雷动八方 哄 三千只霸王蟹 顿时被炸得外焦里嫩 林浩全部将它们 收进了无限空间中 这样以后想吃食 时间拿出来就能吃了 无限空间 可是可以永久保鲜的 林浩抓起一只 五米长四阶初级的霸王蟹 捏碎蟹壳 咬了一口 满嘴蟹黄 美滋滋 蟹肉也是非常美味啊 不过不能老吃烤蟹 得养一些活的霸王蟹 想吃什么口味 就做成什么口味 说干就干 林浩直接穿入湖底 徒手抓蟹 三阶巅峰 和四阶初级的霸王蟹 根本伤不到林浩 有的霸王蟹蟹钱都咬崩了 看林浩的眼神 林浩直接是一抓一只 一共抓了两千只四阶初级霸王蟹 公母各一千 把他们养在无限空间中一个湖中 这样 他们就不会寂寞了 一头五米长的四阶初级霸王蟹 可以做一桌全蟹宴 够十个人吃 没必要抓太多 一天吃一头 一年也才吃掉365头 到了明年 霸王蟹多子多福之后 数量将会以几何级数暴涨 根本吃不完 养着吃 时间久了 我就能吃到九阶的霸王蟹肉了 林浩不禁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到时可就是九阶霸王蟹了 林浩出了霸王蟹壶 找了块石头坐下 品尝烤蟹 一条蟹腿还没吃完 就已经撑住了 就在这时 林浩听到了呼救声救命啊 三千米之外 一片被巨大树木掩盖的 县城废墟之中 几个即将大三的学生 正在被四阶初级 银脚蟒兽群追杀 粗略一看 树林中遍地都是银色的银脚� 银脚蟒起码也得有七八百头 跑在最前面的是一个衣着暴露 身材妖娆的女人 她离后面的学生距离超过了二百米 她不是学生 而是五阶初级社会异能者 跑在后面的五个学生 都是魔都超凡异能大学的荣耀五星学生 等级四阶巅峰 他们的战甲都是五阶高阶 都是不差钱的人 他们几个学生的战甲上 全是银脚蟒的鲜血 显然是经过了一场大战 异能和力量已经消耗的所剩无几 加上银脚蟒太多 让他们惊恐慌乱无比 以至于根本发挥不出 五阶高阶战甲的威力了 一旦异能和力量耗尽 战甲就反而会成为他们的负担 到时就算银脚蟒 无法咬破五阶高阶战甲 但是几头银脚蟒一起缠住他们 全力绞杀的话 他们还是得死 眼看一个学生 不小心摔倒在地 就要被追上 丧生舌口 林浩立即一个闪身 飞越千米 挡在了追杀学生的银脚蟒之前 雷动八方 近千道闪电 凭空降下 彭扶灭视雷劫 哄 七八百头四阶银脚蟒 瞬间被被雷电精准地炸得外焦里嫩 林浩大手一挥 将他们全部收进了无限空间之中 跑在最后的学生 惊魂未定地看着这一幕 震撼的目瞪口呆 过了好半场 才赶紧起身 攻身感激到大 大哥 多谢 多谢你救了我 因为太震撼 他说话都有些结巴和迟疑了 心想 明明林浩比他还年轻 为什么会这么强 跑在前面的学生 和那个妖娆女人 听到动静 回头一看 银脚蟒群早已消失无踪 只剩满地烧焦的草木 顿时 是满脸的错愕 震撼 疑惑 几人都小心翼翼地跑了回来 怎么可能 银脚蟒群哪去了 刚才发生了什么 被这位大哥全杀了 全杀了 怎么可能 大哥他比我们还年轻啊 应该是正在参加新生大比的新生 怎么可能将银脚蟒群全杀了 那可是七八百头四阶出击凶兽啊 几个学生根本无法相信 如果我不是亲眼看见 我也不会相信 先不说了 赶紧谢过这位大哥吧 要不是他 你们也早晚会被银脚蟒追上 我们谁也逃不掉的 几个学生 还是满脸的无法置信 这时 那个妖娆女人走了上来 不停地打量着林浩 妩媚地笑道 这位小哥 银脚蟒群真的都是你杀的 你好厉害哦 姐姐很崇拜你呢 要不咱们回魔度 找个酒店 姐姐想跟你好好探讨一下人生呢 语气之中 早已不见了刚才的慌乱和惊恐 那几个学生顿时大怒大骂 不要相信他 我就是被他骗来的 他之前故意接近我们 说是这荒野中 有个小型的玄金矿买 只要我们帮他 他不但会跟我们平分玄金 而且还可以跟我去酒店探讨人生 来了之后才发现 根本就没有什么玄金 他早已让人埋伏好了 要不是银脚蟒群突然暴动 杀了他的同伙 我们早就被他给杀了 什么他之前也跟我说 要跟我探讨人生 还说 不要告诉其他的你这贱人 贱人你之前说喜欢这种青春的帅哥 原来 你是勾三搭四的人 我们整个小队的人 竟然都被他忽悠了 还全都以为 他是真的喜欢我们太毒了 贱人 你差点害死 我们整个小队 美女大怒你们几个臭小子 大呼小叫 你们现在不是没死吗 被我骗 那也只能怪傻贱的美女就走不动的 你们怪谁再说了 你们一个个 还有脸说我贱 你们哪一个个 不是巴不得老娘 天天找你们探讨人生了 得了便宜还卖怪 还敢骂我 找死啊 你们说着 羽人猝不及防地轰出五拳 将五个学生 打得倒飞出去 连连吐血 连战都站不起来 此时的学生 因为太累 已经取下了战甲 而美女刚才一直跑得最快 都没怎么出手 异能和力量 几乎没怎么消耗 加上他等级 本来就比他们几个高 所以他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惨叫声 怒骂声响彻天际 只是那声音 很快就变得无力了起来 美女却懒得再理会他们 等他一走 凶兽来了 他们全部都得葬身受负 小哥哥 这世界强者为尊 他们几个 只能怪自己 太傻太色了 但你就不一样了 你这么强 我可是非常崇拜你 咱们去酒店探讨人生吧 解保证你大开眼界 欲罢不能 说着 他越走越近 还伸出了手 想搂住林浩 脸上妩媚的笑容 和迷离的眼神 加上暴露的衣着 魔鬼般的身材 简直是勾魂夺破 一般的大学生 谁能经得住这种诱惑 林浩却是一掌拍出 八荒神火 呼啸而出 直接将他烧成了灰烬 林浩施展 SSS 及艺能 枯木冯春 救了他们 并且恢复了他们的艺能 你们走吧 以后眼睛擦亮点 别再轻易被人骗了 下次要是再这么傻 我就不是救你们 而是让你们自生自灭了 林浩可不想救 色迷心窍的傻子和废物 几人先是震撼林浩的治疗异能 竟然如此强悍 接着被他的话吓得瑟瑟发抖 赶紧道谢后 惶恐地跑掉了 第168章 禁神符 大夏 某神秘之地 星宫公主 放下直播的手机 面色阴沉之中 又带着兴奋 林浩确实很强 这几天以来 不停地战斗 凶兽都是几万 几十万地斩杀 可他的艺能竟然没有丝毫消耗 他的艺能 不论是攻击型 还是治疗型 应该都是SSS 即实在是逆天啊 看来我之前确实小瞧他了 能让一个刚刚觉醒一个多月的小子 拥有这么强悍的艺能 和战斗力的艺能神符 必定是SSS级的 甚至他还可能不止一块强大的艺能神符 等拿到他的艺能神符 我们一统天下的计划 就该真正启动了 否则龙帝那家伙 还真的不好对付啊 那属下就提前恭贺公主了 新宫首席尊者孝道 这次各方势力 都要斩杀凌浩 我们新宫前所未有的 派出了六大尊者 境外更是来了一百多名八九阶的强者 我倒真想看看 凌浩那小子 究竟能撑到什么时候 凌浩继续在荒野核心区 斩杀凶兽 简直是如入无人之境 所过之处 鸡犬不留 血流成河 不过尸体倒没有看到多少 因为死掉的凶兽 都被凌浩收进了无限空间之中 无数四阶初级的凶兽 不断地倒下 不断地被收进无限空间之中 四阶凶兽的数量 也未免太多了些 不正常啊 凌浩心里疑惑不已 该不会是那些 跟我有仇的人搞的鬼吧 不过无所谓了 来多少杀多少就是了 空间风暴 怎么回事 我的异能怎么失效了 凌浩已经不小 凌浩的战王令牌中 立即传来和铃的声音 与其中充满了关切凌浩 燕京卫家的杀手来了 他们使用了净神符 你一定要小心 要是搞不定 可千万不强撑 我和军部的战王会出手 凌浩忙问净神符是什么东西 我怎么都没听过 和铃解释道 净神符是可以禁锢异能的神物 和异能神符一样 都出自上古一技 不过数量 却比异能神符多一些 净神符同样也有等级之分 不过迄今为止 出世的净神符 最低的等级 也是七阶初级的 一般掌握在一些大师家手中 不过大家都是觅而不宣就是了 净浩点了点头 放下心来 笑到原来如此 知道对方用了什么手段 也就没什么担心了 能将我的异能禁锢住 看来他们的净神符 起码是七阶初级了 他的异能 虽然都是SS级和SSS级 但他的等级才六阶 并不能发挥出异能的最强威力 这才会被禁锢住 他们这是以为 只要禁了我的异能 我就必死无疑啊 可惜 我要让他们失望了 我会让他们知道 我的纯力量 有多恐怖 和铃道 还是要小心啊 我可不想你出事 放心吧 两人对话期间 战王令牌 自动遮蔽了他的声音 灵浩话音刚落 周围大树顶上 石头上 就突然来了 五个蒙面的异能者 两个八阶初级 一个八阶中级 另外两个七阶巅峰 灵浩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八阶中级 冷冷喝到 灵浩冷笑 那就看你们有什么本事了 哈哈 八阶中级狂笑 你的异能都已经失笑了 你还觉得 你能逃走吗 我可是八阶中级 我不相信 你的纯力量 能达到八阶中级 直播间的观众者 急坏了什么情况 浩哥的异能 怎么会失笑 这些混蛋 用了什么下三滥的手段 有高人知道吗 快出来说说 我也想知道 浩哥那么强大的异能 怎么可能会说 失笑就失笑了 异能失笑 浩哥战力 肯定大打折扣 这下浩哥是直接危险 安保的人快出手啊 是啊 怎么没人来救浩哥 没了异能 浩哥的纯力量 肯定不可能那么强啊 我曾经听人说过 有种东西叫静神符 是上古一记中出来的 数量非常少 得到的 也都是会莫如深 所以 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这些蒙面恶人 应该就是用静神符 让浩哥的异能失笑的 太可恶了 静神符 听起来很厉害的东西 这些人为了杀浩哥 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这下浩哥是真的危险了 安保的人 赶紧出手吧 浩哥这样的少年英雄 可绝对不能出事啊 系统的声音 突然在零号脑海中响起 恭喜主人 斩杀无数凶兽 恶人 奖励空间风暴升级为 SSS级 奖励等级提升到 七阶初级 SSS级异能 时空禁锢的时效 提升到一个小时 奖励SSS级异能 火眼金镜 可洞穿世间一切虚妄 奖励SSS级异能 缩地成寸 瞬息千里 力量 速度 精神全面提升 相当于八阶巅峰 奖励补齐九阶初级速度技能 风影雷闪 达到九阶完美级 主人当前等级 九阶完美 奖励其他成长型异能 全部达到九阶完美 保你爽 果然爽系统 来得果然很及时 不过就算这次没提升 以我的纯力量 加上速度 加上碎星拳这种力量型的技能 照样可以碾压八阶 中级异能者零号脸上浮现出效益 开启了面板 姓名零号 等级七阶初级异能者 异能 SS级八荒神火 SSS级空间风暴 SSS级雷动八方 SSS级枯木冯春 SSS级异能 时空禁锢 时效一小时 SSS级异能 灭视之眼 SSS级异能 醍醐灌顶 SSS级无限空间 SSS异能 火眼金睛 SSS级异能 缩地成寸 SSS级混沌神类 SSS级混沌之火 力量相当于八阶巅峰异能者 速度相当于八阶巅峰异能者 精神相当于八阶巅峰异能者 技能痴烟烈天斩成长形技能 无上限 当前等级 九阶完美 风影雷闪 九阶完美速度技能 当前等级 九阶完美 碎星拳 成长型技能 当前等级 九阶完美 备注斩杀凶兽 成恶扬善 就能不定期获得各种主人所需要的奖励 主人的等级 觉醒的异能都已遮变 异能觉醒的异象也已遮变 我能同时掌控的八荒神火火球数量 或者空间风暴球数量 也提升到了十二万颗 而且每颗都足以斩杀七阶巅峰级的异能者 SSS 异能醍醐灌顶的使用次数 也提升到了一个月两次 强 太强了 现在就算是九阶高阶的绝世异能强者 我也能斩杀了 哪怕是九阶巅峰强者 也可以五五开 足够有自保之力 爽实在是爽 系统在告诉主人一个好讯息 主人的SSS级异能 不受静神符的禁锢 哪怕是SSS级静神符 也一样 林浩笑了 不愧是系统 奥利给 对了 九阶之上 还有更高的等级吗 林浩好奇地问道 系统等下次升级的时候 主人自然就知道了 第169章 地级受潮来袭 小子 我劝你主动将那东西交出来 可以免受一顿皮肉之苦蒙面的八阶 终极异能者沉生道 林浩冷笑放心什么话 今天你们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 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你就去死吧 一个七阶巅峰异能者 直接冲了上去 哄 纯力量的一拳轰出 空间瞬间出现无数细小裂纹 权未到 强烈的拳锋 已经像刀剑之气一样 将周围的树林 尽数摧折 林浩冷笑 身影一闪 直接硬扛而上 哄 拳头对着拳头 纯力量对纯力量 沉闷而又刺耳的鼓碎声响起 魏家七阶巅峰供奉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全身骨头粉碎 瘫软 最后像西瓜一样被轰爆 化成了一片血雨 直播间沸腾 网友们紧绷的心 也终于放下来了 浩哥的纯力量太强了 没有异能 浩哥依然是神 七阶巅峰一拳秒 浩哥不愧是浩哥这肉身 简直比凶兽还强哈 我看浩哥的极限 远不止于此 我好想看到 浩哥一拳秒掉八阶强者呀 林浩学长威武 学长就是我们心中的神 就连何灵都惊呆了 林浩的纯力量 竟然也这么强悍 太不可思议了 别说何灵了 就连暗中负责 新生大笔的安保人员 都是震撼无比 魏家的供奉 则是傻眼了 他才觉醒一个多月 纯力量 怎么可能这么强悍 异能神福 只是提升异能等级啊 他的纯力量 怎么会这么强 难道他有专门提升 纯力量的什么神福 林浩可不给他们时间思考 身形一闪 瞬间来到另一个七阶巅峰面前 那人大惊失色 心面一动 立即穿上八阶初级战甲 碰 林浩一拳轰在了他的胸膛上 轰 战甲粉碎 魏家供奉 瞬间被轰成了邪恶 剩下的魏家八阶供奉 都被震惊的 急速后退了百米 八阶初级战甲呀 竟然还是被秒杀了 怎么可能 林浩冷笑我劝你们 主动把禁神福交出来 可以免掉一顿皮肉之苦 你你休想 小子 别太嚣张了 大家别再大意了 全力出手 杀 三个八阶 魏家强者 全都穿上了战甲 全力出手 眼花缭乱的异能 横串二处 惊天动电 让人胆战心惊 林浩冷笑 时空禁锢 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禁锢 可以单独施展 时间禁锢 或者空间禁锢 也可以同时施展 无形而悬傲的波动散开 魏家的三个供奉 瞬间被定住在了凌空中 林浩身形一闪 直接到了领头的供奉面前 徒手撕开了八阶 终极战甲 取下他手上的空间戒指 强悍的精神力施展 直接以强悍的姿态 侵入空间戒指 搜寻禁神福 魏家供奉彻底傻眼 浑身冷汗直冒 怎么可能 他的异能 怎么没被禁锢 这不可能 禁神福林浩 从空间戒指中 取出了一个香皂大小 上面拥有着 天然悬傲纹路的黑色玉石 还在散发着 悬傲而强大的波动 这强大的悬傲力量 是针对灵浩而波动的 灵浩面色一沉 强大的精神力 强行侵入 将里面魏家供奉的精神 印记粉碎 然后留下了他的精神印记 灵浩大手一挥 解除魏家供奉的时空禁锢 魏家供奉大血 立即就要再次出手 灵浩心念一动 禁神福强大悬傲的力量 急速散发开来 禁锢住了魏家供奉的异能 魏家供奉大惊失色 怎么可能他的精神力 竟然比我还要强大 还别说哦 这禁神福是挺好用的 灵浩收起了禁神福 和空间戒指 戒指里宝物还不少 七阶巅峰玄金 八阶初级玄金 八阶中级异能灵拳 八阶初级战甲 看来以后秒人前 要先收掉他们的空间戒指了 你们两个 把戒指交出来 灵浩眼神壮大 盯着两个八阶初级的魏家供奉 你休想 老大 我们一起上 用纯力量轰死他 说得对 一起上 杀 三个力极从三个方向 全力杀向了灵浩 速度快如闪电 灵浩冷笑 身形闪动 比闪电还快 砰砰砰 几乎在一瞬间 连出三拳 将三个魏家供奉 一一秒杀 收走了他们的空间戒指 直播间 观众沸腾好哥 神武恭喜好哥 又发现了发财致富之道 浩哥记得随手 扔掉一些期间以下的 低端灵财 让我去捡哈 我这人不挑东西的 浩哥下次下手 微柔点 不要把他们的战甲打爆 秒人就好了 战甲可以击我啊 浩哥还收小地步 保持住 能保命就好 我想躺平了 魏家家主魏全 和魏家老爷子 都被吓到了 他怎么可能这么厉害 进神服都经不住他 难道他的等级 已经超越了八阶终极 魏全担忧到罢 那我们得早做准备啊 林浩一定会上门暴覆的 哼 八阶终极 也有强弱之分 他要是赶来 就让他有来无回 不过首先 他得能活着结束 心生大笔才行 对啊 荆家可是也派人去了荒野 荒野中 荆家的供奉 已经被林浩吓到了 老大 我们还上吗 大家都是八阶终极 魏家的八阶终极 虽然比您弱 但林浩很有可能 已经达到了八阶高阶啊 对啊 老大 魏家可是动用得了禁神服 都没能倒下林浩 我们还是小心点嘛 你们说的对 先静观其变 我们还有时间 领头的荆家供奉皱着眉头 皮色凝重道 林浩刚想再去斩杀凶兽 突然 天地间响起了万马奔腾的 隆隆声响 地面都跟着震动起来 和林的声音 立即在林浩的战王令牌上 响起林浩 是兽朝地级兽朝 一般有五阶 触及凶兽带领 兽朝中 大半是四阶凶兽 数量达到了 惊人的千万级别 你一定要小心啊 不行就后退吧 语气之中 非常的担忧 凶兽数量 达到千万级别的 地级兽朝 可不是闹着玩的 哪怕是七阶巅峰的 战神强者 甚至是八阶战王强者 要是死战到底的话 都将异能耗尽而陨落 所有新生的智慧手表之中 立即响起了官方的 紧急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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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级兽朝来袭 凶兽数量达到千万头级别 新生大笔提前结束 所有新生 立即到山脉外围集合 军部已经派出了 运两万战略运输机 和SS级智慧战机 前往接应 新生撤离紧急播报 第170张天炎 破空间出窍 地级兽朝 千万凶兽 绝大多数新生 听到这个讯息 都吓坏了 立即向山脉外撤退而去 什么情况啊 怎么会有地级兽朝 不是说新生大笔的荒野 最强的凶兽 也只有四阶出击吗 谁知道啊 毕竟这是真正的荒野的 无论发生什么 都有可能 赶紧跑吧 千万头凶兽啊 战神战王都只能自保 要是不跑 战神战王都可能陨落 你说我们运气怎么这么差 新生大笔 竟然遇到了地级兽朝 我还想好好历练一下 多赚点钱呢 是啊 浩哥可是已经把山脉中 三阶高阶巅峰 和四阶初级的凶兽 都杀得差不多了 我们历练起来 几乎不会有什么危险 现在偏偏来了个地级兽朝 这么好的机会 白白浪费了呀 地级兽朝 一定是从新生大笔的荒野 核心区 甚至是荒野更深处出来的 毕竟真正的荒野 所谓新生大笔荒野 核心区 只是真正荒野的外围 我很好奇 浩哥那么强大 你们说浩哥 也跟我一样撤退吗 你不废话吗 地级兽朝 千万凶兽 战王都只能自保 要是一直打下去 亦能迟早耗尽啊 浩哥再强能有多强 就算是达到了八阶战王等级 也坚持不久多久 不跑流着等死吗 说得对 兽朝再太恐怖了 在数量庞大的凶兽面前 人族只有团结一致 才能最终打败凶兽 根本不可能有人 能单枪匹马地打败凶兽 新生们边跑边聊 漫山遍野 都是飞速撤退的新生身影 不过也有没有撤退的新生 刘顺战役高昂 我不想撤退 我要去核心区帮浩哥 虽然帮不上什么 但我有浩哥给的八荒神火球 还有八阶机甲 起码不会得浩哥添麻烦 你们去不去 不管你们去不去 我都一定要去 宋玉立即大声喊道 算我一个 浩哥对我好 关键时候 我不能怕死撤退 我有七阶战甲 和浩哥给的八荒神火球 我也不会给浩哥添麻烦 苏林我去 江玉尔算我一个 顾兴仪和高佳佳 也是毫不犹豫到我也去 刘顺看了顾高两女一眼 你们确定要去 你们可没什么 高阶的防御装备 顾兴仪坚决到 我一定要去 虽然没有高阶防御装备 但我有浩哥给的 八荒神火球 而且 我相信浩哥一定能对付 大部分的凶兽 我们只是打个下手 只要小心点 不会给浩哥拖后腿的 高佳佳也是连连点头 欣仪说的对 浩哥对我们那么好 我们不能让浩哥一个人 冒险要死一起死 刘顺我呸 浩哥怎么可能会死 你这乌鸦嘴行了 不废话了 一起杀进核心区 跟浩哥会合 杀 刘顺几人热血沸腾 杀气滔天 势如破竹地 向大笔核心区冲去 一路上八荒神火球开刀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哪怕成群结队的凶兽 也是被杀的 远远看到他们 就退避三射 紧急播报 紧急播报 摩大新生大笔所在的荒野 出现地级兽潮 凶兽数量达到千万级别 所有人立即撤离 所有人立即撤离这则播报 不仅是提醒新生 而是提醒所有在荒野中的异能者 不仅在大笔的直播中播报 而且已经推送 给了所有登记在册的大厦异能者 直播间的全国观众 听到地级兽潮来袭 全都震惊 恐怖 担忧 激动 兴奋了起来 摩大的新生大笔怎么回事 竟然还引来了地级兽潮 那可是千万级别的凶兽潮啊 摩大新生的运气 也太差了吧 大家赶紧跑啊 千万凶兽 战王都挡不住啊 魔独军部快出手啊 不然摩大新生就惨了 我还是第一次 在新生大笔中 看到地级兽潮 不知道军部的人员调动 来不来得及 要是事先没做好 防备地级兽潮的预案 恐怕会来不及啊 不怕 我们有浩哥 有浩哥 就有奇迹 宋玉说 浩哥曾经独自一人 杀穿F级兽潮 我相信 这次浩哥 可以独自一人 杀穿D级兽潮 楼上你新鲜 不是我相信浩哥 而是D级兽潮太恐怖 太凶残了 浩哥之前 是能杀掉二三十万凶兽 但D级兽潮 是千万级别的凶兽 接近魔独人口的十分之一啊 魔独军部 都没有千万将士 你想想是什么概念 是啊 D级兽潮太恐怖了 浩哥快走啊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大家说 D级兽潮 会不会对魔独 造成冲击啊 我好害怕啊 放心吧 魔独是什么地方 应对D级兽潮 那是绰绰有余 除非是SS级兽潮 但那是蔑氏级别的兽潮 几时上百年 才会发生一次 不要想太多 陈补木曹 大家快看 浩哥没走 浩哥没走啊 陈补木曹浩哥神武 陈补木曹我特魔 有种热血沸腾的冲动 陈补木曹 刘顺苏林他们 也没走江院 顾兴怡 高佳佳 还有宋玉 都去找浩哥了 浩哥的 整个小队都没走啊 陈补木曹 看到这一幕 我特魔忍不住 有种热泪盈眶的冲动 哎 不是我泼冷水 就怕他们对 地级兽潮的认识不够清楚 恐有热血 白白葬送性命啊 乌鸦嘴你给我闭嘴 浩哥是无敌的 对 闭嘴 浩哥是无敌的 哎 愚蠢的大多数 我不是不希望 林浩是无敌的 但怎么可能吗 他才刚觉醒一个多月 能斩杀八阶终极强者 已经是奇迹了 但是千万凶兽级别的 地级兽潮 连八阶战王都无法 独自杀川啊 说实话 我也担心浩哥 浩哥 你可不要冲动啊 来日方长 这次先战略性撤退 等以后变强了再来 不是更好吗 我也觉得 暂比其风的好 新生打不过地级兽潮 没人会看清他们的 这样不走 反而是白白送死 与此同时 魔独军部的运 两万战略运输机 已经抵达了山脉脚下 这家伙外观成流现行 大如昆鹏 巨蒙巨蒙的 采用核动力 可垂直起降 一次性可运输 五万全副武装的战士 一架就能将 魔大新生全部运走 非战士 运两万 都适用于月球大厦 基础式的建设之上 运输人员和材料 不要太方便 和林正带着安保人员 组织新生 快速有序地登机撤离 镜头切换 只见荒野之中 四面八方 都是各种凶悍 嗜血的凶兽 发了风般 向林浩所在的方向狂奔 天上也是各种 飞行凶兽 遮天蔽日 整个荒野转眼间 尘土弥漫 一片末日景象 金家供奉 看到地级兽潮 先是惊恐不安 狭撤退 但当他们看到 林浩没走时 顿时激动了起来 太好了 地级受炒啊 林浩不走就是死 我们只要 躲在他的后方 等到他亦能耗尽之时 上去补刀就好了 真是踏破铁鞋 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浩哥 我来跟你并肩作战 刘顺看到前方的林浩 激动地喊道 林浩回头 心中一暖 到刘顺 苏林 你们怎么没走 苏林浩哥 你没走 我们怎么会走 我们有你给八荒神火球 可以自保 地面震动 尘土遮天 地级兽潮越来越近了 林浩微微一笑 等他们走到身旁 施展SSS 异能雷八方 打出一个巨大的雷网 将他们护住 到你们把战甲 机甲都穿上 就在里面 扔八荒神火球就好了 我保证 没有凶兽能伤到你们 说完 林浩取出了 之前摩大院长们 送的八街 触及天眼破空剑 独自一人 杀向了万马奔腾般的 地级兽潮 第171章 那就将他们一网打尽 白虎青龙 我们真的不用动手吗 青龙你问我 我问谁 反正负责 新生大笔的和林说了 说是林浩叫我们 保护好新生就好 怕有人对新生不利 兽潮交给他就好了 白虎双眼瞪得 宛如同龄什么情况 那可是地级兽潮啊 就算战王 也只能自保 他就那么自信 青龙眼中金光闪动 我也很想知道 他的极限 到底在哪里等 送走了这些新生 我们就去帮他 燕京 和司令和龙帅 都目不转睛地 看着大萤幕 关注着林浩的战况 魔独军部 再次派出了 十架运两万 满载全副武装的将士 一共五十万 支援林浩 密密麻麻的将士 从运输机上下来 等级最低的 都是四阶中级 其中 六阶战将百人 七阶战神师 八阶战王五人 一个个杀气腾腾 视死如归 轰隆隆 大地震动 数百米外 数千米长的兽潮 彭伏海啸一样 带着是雪残暴的怒吼声 席战来 林浩拔剑 挺身而出 凌空飞起 怒吼一声 赤焰开天斩 SSS级八荒神火 和九阶完美技能施展 八阶初级天炎破空剑 怒斩而下 一道万米长 赤焰剑芒 凌空披下 斩碎虚空 宛如天结 哄 惊天动地的声音 响彻八方 汹涌的兽潮 被一分为二 地面直接被斩出了 一道深不见底的峡谷 八荒神火席卷 傲气纵横 恐怖的威压 激荡四方 无几十万凶兽 瞬间灰飞烟灭 林浩的异能 也被瞬间抽钱 SSS级异能 枯木逢春自动运转 几乎是转眼之间 就将异能完全恢复 杀 林浩一声目吼 挥剑杀进了兽潮之中 全国沸腾 一剑斩杀五十几万凶兽 浩哥如神灵士啊 太炸裂了浩哥神武 学长屌爆天啊 学长是我永远的偶像 浩哥 我想跟你洞房花烛 谁说浩哥搞不定 地级兽潮的 打脸了吧 一剑五几十万 浩哥来个二十几剑 千万兽潮 就彻底灰飞烟灭了 浩哥确实很强 但是 地级兽潮 可不是这么轻易灭掉 我可是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刚才浩哥有那么一瞬间 脸色有点苍白 估计是异能快耗尽了的虚弱表现 一剑斩杀五几十万凶兽 浩哥的异能 确实也该耗尽了 人毕竟不是神啊 不知道浩哥能坚持多久 浩哥还是小心为上啊 安保和军部的人 快去支援浩哥呀 和林 青龙白虎 和司令 龙帅 金家 金家供奉 星宫杀手 还有各大世家的强者 刘顺苏林等人 都被林浩的一剑震撼 目瞪口呆 林浩这一剑 威力竟然达到了九阶战皇级别 青龙和战王说的对 浩哥是真的可以独自一人 杀川兽巢啊 金家供奉惶恐 无比老大 林浩这么强 这还怎么杀 我们赶紧跑吧 林浩确实很强 比我都强 不过他刚才那一剑 已经耗尽了异能 现在虽然急速恢复了 但我觉得 他不可能一直都能这么恢复下去 都给我夺好 等他异能耗尽 无法恢复之时 就是我们出手的机会 星宫第十一尊者十二 你的兽巢怕是要完了 这林浩强的变态啊 星宫第十二尊者 急什么 好戏才刚刚开始 他觉得的异能 就是御兽 可以引发兽巢的御兽异能 比普通的御兽异能 强大了无数倍 刘顺先是震撼激动 接着就开始郁闷了 浩哥也太强了 一头凶兽都没放过 我们这是完全成了观众啊 苏林能在这么近的距离 看浩哥斩杀兽巢 这可是一种天大的享受啊 江月儿笑道是啊 这么近的距离 比看直接好看多了 这可是那场前驱 VIP贵兵席啊 宋玉神色激动的感慨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 近距离看浩哥斩杀兽巢了 希望这次 浩哥同样能杀穿兽巢 顾星仪和高佳佳 也是震撼无比 凶兽还在源源不断地冲向灵浩 就像赶死队一样 丝毫没被灵浩的强悍 而吓得畏缩不前 八荒神火 雷动八方 空间风暴 涅士之眼 赤焰烈天斩 灵浩开启收割模式 不停地斩杀凶兽 三十万头 二十万头 十万头 灵浩每次出手 被杀的数量都在下降 被杀的凶兽 也不再是灰飞烟灭 而只是被斩杀 身上有用的灵才 还保持着完整形态 都被他收进了无限空间 他在装弱 以那些要杀他的人出手 何灵不知道他的打算 立即担忧地 透过战王令牌 问道灵浩 你没事吧 我故意的 放心吧 灵浩笑道 战王令牌间的通讯 语音都被遮蔽了 外人根本听不到 没事就好 你是觉得 还有人想杀你 你怕自己展露的战力太强 他们不敢出手是吧 聪明 一猜就猜到了 想杀我的人太多 我要是不装弱 怕是会吓跑他们 而且这寿巢 来得太突然啊 幕后一定有人 在操控寿巢 不将这些人全杀了 以后还会有麻烦 何灵面色冰寒 杀气疼疼 陈生道 那就将他们一网打尽 何灵立即用战王令牌下令 没有他的命令 所有人不得出手支援灵号 金家的供奉果然笑了 自以为是的笑道 果然被我猜中了 这小子再强 异能也总会有消耗完的时候 老大英明 这小子 每次全力出手 所能斩杀的凶兽数量 正在急速下降 不过他的强大异能 是真的得多啊 难道家主不仅要杀他 还要我们搜身 看看他身上 有没有异能神福 他才觉醒一个多月 却拥有如此众多SS级 甚至SSS的强大异能 确实只有强大的异能神福 才能办到了 碎星拳 几千头各种各样的凶兽 一起倒下 全部都是被震碎内脏而死 都被灵号收进了无限空间 接下来 灵号每出一拳 被杀的凶兽数量 就变得越来越少 灵号 也是边战边退 不少则是越过了灵号 冲向了遮天雷王保护之中的 刘顺等人 刘顺大喜哈哈 我总算有用武之地了 说着就用力扔了几个八荒神火球出去 哄 一连串的巨响声中 上百头凶兽被八荒神火烧成了灰烬 苏灵等人也是激动地扔出了几颗八荒神火球 许多凶兽还没接近他们 就已经被烧成了虚无 有些飞行凶兽 越过了八荒神火 凌空俯冲而下 杀向刘顺等人 可惜他们一碰到雷王 就被黑电砸成了渣渣 江月儿突然急到不好 浩哥一直在边打边退 恐怕是一能快消耗完了 这样下去 我们都得死啊 就在这时 躲在他们后方的六个金家供奉 终于冲了出来 盯着林浩 大笑道小子 你今天死定了 禁神符第172章金家 供奉团灭 金家的六个供奉 全部蒙面 其中两人八阶初级 两人八阶中级 还有两人是七阶巅峰 六人一现身 两个七阶巅峰的供奉 立即向刘顺苏林等人冲去 要挟持他们 威胁林浩 这样一来 万一其他人打不过林浩 也可以逼林浩就范 四个八阶强者 则是全力出手 向林浩杀了过去 直播间的观众 个个都心急如焚起来 怎么又来了这么多强者 这么多人 见不得浩哥强大吗 浩哥的异能 一直在下降 这次恐怕要危险了 安保的强者 赶紧出手啊 又要对付兽朝 又要对付杀手 浩哥真是太难了 国家赶紧出手啊 别让浩哥单打独斗啊 浩哥 坚持住啊 浩哥 咱们还没多子多福 你可不能出事啊 安保的强者 怎么还不出手 浩哥可是同时 对付杀手和兽朝啊 这些真是卑鄙无耻 竟然还想抓住 刘顺几人 威胁浩哥 你们说 浩哥刚才战力变弱 会不会是他故意装的 否则浩哥这种人才 安保和军部的人 不可能袖手旁观啊 对啊 浩哥肯定是故意装作 异能即将耗尽的样子 好让那些想杀他的人出手 进神符一动用 刘顺苏林等人的异能 瞬间就失效了 不过他们的异能 本来也已经耗尽了 刘顺苏林六人大惊 刘顺怒吼道 用八荒神火球砸他们 将他们烧死 苏林等人立即会议 不要前世的 拼命用八荒神火球 向金家供奉砸去 可惜他们几个异能耗尽 等级太低 扔八荒神火球的速度太慢 对方都是七阶巅峰 火球根本追不上他们 两个供奉快如闪电 转眼就杀到了雷网之前 给我破 两人同时出手 都打在了同一个地方 加上都穿着八阶终极的战甲 威力叠加起来 几乎直逼八阶高剑 两个虚幻的巨大拳影 呼啸而出 狠狠地砸在了雷网之上 哄 雷霆闪烁 将两个巨拳 炸成了虚无 强大的冲击力 将两个供奉 震得全身颤抖 眼看一击不成 后方又有几十颗 八荒神火球追赶来 两人立即想退避 换地方 再次攻击雷网 谁知雷网之上 突然怒射出 两道电线杆斑粗大的金色雷电 两个供奉 还没急得退开 就被砸成了灰烬 刘顺等人 立即松了口气 苏灵笑到雷网的威力 没有降低 看来浩哥刚才 是在装弱呀 刘顺也恍然大悟 还真是 我们都被浩哥给骗了 都看走眼了 另外四个八阶金家供奉 杀气腾腾地向零号去 四种强大无比的异能 全力施展 周围的凶兽 都被轰得异能波及 一头头血肉横飞 惨死当场 零号健壮 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怒吓一声时空禁锢 四个八阶供奉 瞬间被定在了凌空中 零号身形一闪 一一掠过四人身旁 一人一掌将他们一一拍死 然后收了他们的空间戒指 其中领头的那个 戒指之中有一枚禁神符 最后 零号大手一挥 四个八皇神火球呼啸而出 将四人烧成了灰烬 他们几个虽然蒙面 但他们的身份 根本瞒不过军部 何林早已查出 他们是燕金金家的人了 零号最新的SSS 极异能火眼金金 更是一眼就看穿了 他们的身份 没错 火眼金金 不仅可以看穿 对方是人是兽 还是妖魔鬼怪 还可以看穿对方的等级 身份 零号解决了金家供奉 再次杀相受潮 直播间沸腾浩哥 果然是在装弱呀 浩哥杀法果断 太强了 这四个可是八阶强者呀 浩哥不仅战力爆棚 智商也是屌爆天啊 浩哥太帅了 我已经把孩子的名字 都想好了浩哥 咱们名正局见啊 八皇神火 十二万颗八皇神火球 呼啸而出 每一颗都可以斩杀七阶巅峰的凶兽 或者异能者 轰轰轰 火球四散而开 紫燕滔天 三十几万头凶兽 瞬间被火海淹没 被烧成了灰烬 接着 灵浩以雷霆之势 以一人之力 杀穿了兽巢 所有人都傻眼了 变态啊 凶兽 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被杀 就算是兽巢 也经不起这么杀啊 浩哥太强了 这恐怕是兽巢被灭的最快的一次了吧 要不是来了六个杀手 这速度还会更快 浩哥太逆天了 我敢打赌 浩哥的异能 都是SSS级的浩哥 真是我大厦的骄傲啊 浩哥 宇宙最强无敌新生 鉴定完毕 看浩哥单枪匹马 杀穿兽巢 简直比看大片还要兴奋啊 吃烟烈 天斩雷动八方八荒神火 灭世之眼浩哥的异能 都是强的变态啊 浩哥的攻击异能 是非常强 但我觉得 浩哥不为人所知的治疗型异能 才是真的最强 杀穿地级兽巢 竟然一点疲惫都没有啊 最关键的是 浩哥的治疗型异能 是可以恢复异能的 官方有情提醒各位小朋友 浩哥是浩哥 不要因为看浩哥杀凶兽 跟砍瓜切菜一样 你们也头脑一热 跑去荒野杀凶兽 凶兽是真的很强 同街战力远超人族 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 浩哥加油 这友情提醒来得及时啊 不然还真的会有人热血一上来 就自不量力地 去找凶兽大战了 林浩看了一眼燕金的方向 心到魏家 金家 敢派人杀我 等着灭亡吧 林浩的个人积分 再次突破了他创造的记录 达到了恐怖的 65亿7735万6800分 个人打赏 突破了800亿大厦壁 其他新生的大比 因为寿朝结束了 但林浩并没有 黄野深处 星宫第十一尊者 面色阴沉十二 看来林浩的治疗型异能 非常强大 地级兽巢 远远没到他的极限 星宫的尊者 都是九阶异能强者 除此排行第七 到第十二的六个尊者之外 星宫还来了 十个八阶巅峰的异能强者 十二觉得没面子 面色铁青 双眼通红 杀气疼疼 陈生道 那就再来一次兽巢 而且 来个大的我就不信 他的治疗型异能 可以一直撑下去 第十尊者脸上露出邪恶 且残酷的笑容 我们也来添油加醋一下 无论如何 这一次 林浩必须死 十一冷笑道说得对 算我一个第173章 兽巢升级 魔都告急 帝级兽巢 被林浩杀穿 原本新生大笔 就要正式结束了 可就在校方要宣布的时候 荒野的大的 突然震动了起来 大夏的天际卫星网 立即发出了警示资讯 燕京 大夏一能特种部队司令部 情报员火急火燎地跑进 和司令的办公室和司令 不好了 什么是这么慌慌张张的 城河体统 老河面声道 这里的情报员 可都是七阶战神级的 竟然这慌张 这还得了 这要是传出去 别人还以为大夏军部 都是些大惊小怪 没见过世面的人 情报员立即立正行礼 报告司令 魔都南部 北部 西部 西南四处荒野 几乎同时出现了急兽巢 请指示 急兽巢 凶兽数量达到一亿 一般由六阶初级凶兽带领 兽巢中 大半是五阶凶兽 虽然强大的凶兽 并不是很多 但是急兽巢的整体 凶兽数量 实在太恐怖了 整个魔都 加上军部的人 也就一亿出头 可四个急兽巢 凶兽数量 就达到了四亿 整整是魔都人数的四倍 可是魔都的异能者 却不到四分之一 也就是不足两千五百万 其中还有很多都是低阶 或者刚刚觉醒不久的新生 真正有能力参战 对付及兽巢的异能将士 不到五百万 其中六阶战将 及以上的战神 战王 加上战皇 更是不足十万 平均下来 哪怕一人斩杀五十头凶兽 都已经是极限了 这样算下来 魔都军部的战力 也就够对付一头凶兽 就算加上离魔都最近的江南军部的可用战力 也就能对付三亿头凶兽 毕竟江南军部的战力 比魔都军部差了许多 这还是最理想的情况 缺口太大 情势危急 老和都忍不住吃了一惊三处 都出现了急兽巢 还几乎是同时出现 一定是人为的 难道还是冲着林浩来的上次 发生这么大规模的兽巢 还是十年前 老和身旁的龙魂镇国君元帅朱天策 也是眉头微微一皱 到八成是冲着他来的 恐怕就是那新宫所为 否则这三处荒野 虽然是连在一起 但同时爆发级兽巢 也太罕见了 太突然了 老和点了点头 略意沉吟 一连下了几道命令 命令魔都军部 除了留守魔都东部沿海将士 所有五阶高阶及以上作战人员 全部全速支援 魔大新生大比的荒野 命令 魔都所有高校 江南所有高校 抽掉一半导师 支援魔都各个荒野 全力斩杀凶兽 另外 江南军部 除了留守江南沿海的人员 所有五阶高阶及以上作战人员 全部全速支援 魔都其他荒野 全力斩杀兽巢 绝不能让一头凶兽 越过魔都城防墙 魔都和江南地区 所有退役的五阶高阶 及以上军部异能者 全都召回参战 所有非沿海军部 立即抽掉三城五阶高阶 及以上将士 火速支援魔都 最后 天策 你的人也要出手啊 魔都每个荒野 出两个九阶战皇 找出幕后发动兽巢的人 监视 锁定 斩杀 朱天策率领的龙魂镇国军 主要是驻守巡视国境线 震慑的是南蛮 北蛮 西域 海洋中的凶兽 以及敌对国和敌对势力 除非国战开启 否则不会轻举妄动 能抽掉八个九阶战皇出战 已经是极限了 不然 万一敌对势力借机发难 后果不堪设想 是 坚决完成任务 老和希望这次 魔都的城防 能够挡住兽巢吧 否则几十万亿的投入 就打水漂了 沿海位置的军部将士 向来是不会去调动的 因为 从海洋中来的兽巢 才是数量最庞大 最恐怖的 不论在任何时候 都不能松懈防守 不到十秒钟 魔都军部 江南军部 所有将士就都收到了命令 不到十五秒 讯息全国播报 所有五阶高阶以下 立即退出魔都荒野 所有魔都非异能者市民 以及五阶中级以下异能者 不得外出 立即进入地下防御攻势躲避 全国震动 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就这样了 四个级兽巢 也太恐怖了吧 四个级兽巢 四亿的凶兽啊 上次魔都发生这么大的兽巢 很多凶兽 突破了魔都城防 市民死伤近百万啊 赶紧逃命吧 逃命不至于吧 十年过去了 魔都的城防 投入了几十万亿 战力提升不是一点点 要是这还防不住的话 你能逃到哪里去 没错 大家还是听从指挥 不要外出 赶紧到地下防御攻势去吧 一个级兽巢 要是单枪匹马 不撤退的话 普通的战皇都将陨落 异能恢复速度 根本跟不上 大部分的治疗师的异能 都没有恢复异能的能力 太可怕了 陈捕木槽 难道人族最后只能被灭吗 十年前 我爸妈全部死于兽巢 可惜我不是异能者 太可恶了 当年 我也有亲人死在了兽巢之中 当年我还小 没有觉醒一能 现在 我已经亡者五星的大学生 我会多杀几头凶兽 替我 也替大家报仇 学长威武 学长小心 学长加油 同学 我也亡者五星 战场见 一起斩杀凶兽 若有战 赵必回魔都 我来了凶兽 给我等着我 会让你们后悔 出现在蓝星 算我一个 我也来了 我也是 战友们 战场见 说实话 我看得热血沸腾 不过我粗略算了一下 按照军部司令部发出的命令 战力缺口 还是差很多 也就能对付五千万头凶兽 就已经是很好了 缺口太大了 就算魔都城防的雷射炮 电磁炮等等高科技武器 能够挡住凶兽 那也将是一声 旷日持久的大战 可惜将士们的异能 体力 以及恢复速度 都无法支援太久 兽巢之战 烈度太强了 搞不好都坚持不到半个小时 希望军方还有后手吧 我的天 怎么会这样 这是真的吗 那我们不是死定了 还是那句话 没得跑 恐怖的兽巢之下 异能者都不一定跑得掉 更别说普通人了 但我们要相信 大厦不会放弃每一个公民 凶兽和人族的数量 真的相差太多了 这是个非常残酷的现实 希望人族的科技 或者异能修炼方面 在真正的蔑视及凶兽 灾难来临之前 能够突飞猛进吧 要是多几个像浩哥 这样的绝世强者 那应该就能彻底解决凶兽了吧 行行吧 浩哥这样的绝世强者 那是异类中的异类 变态中的变态 妖孽中的妖孽 全世界能有一个就算好了 道理是这个道理 但我还是希望 浩哥能够创造奇迹 道理是这个道理 但我还是希望 浩哥能够创造奇迹 同上 浩哥加油 所有大厦子民 都在希望你创造奇迹 和灵直接来到灵浩身旁 绝美的脸上 神情凝重四个级兽巢 已经很多年 没有遇到了 这次不知道会死多少人 万一 和灵突然有些伤感 脸也跟着红了起来 心跳加速 他舔了一下嘴唇 下面的话欲言又止 他觉得 一翼凶兽太恐怖了 灵浩就算再强 他的异能恢复速度 也不可能跟上德 他有点害怕 灵浩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温柔一笑 有我在 没有万一他突然上前 搂住了他 柔弱无骨的仙妖 亲了上去 第174章跟着我 让我来保护你 我的天哪 浩哥好浪漫 啊 我要投诉 有人非力 我的浩哥不要啊 我的天 这就是浩哥的女人吗 果然英雄型美女 浩哥的女人 国色天香 倾国倾城啊 有我在 没有万一 浩哥好霸气啊 晚了 全国无数少女 要失恋了 浩哥好狠的心啊 快快快 截图储存啊 关于浩哥的一切 我都是直接录下来的 新生大笔 已经算是结束了 浩哥的直播还在继续 必须给摄像师加鸡腿 学长好浪嘛 学长 你可不可以谈恋爱找别人 结婚跟我结啊 浩哥 你不能这样啊 咱们说好了 民政局见的 刘顺双眼 都瞪圆了 浩哥霸气啊 以后叫和林 要叫嫂子了 宋玉羡慕得不得了 苏林心里酸酸的 江玉儿 顾心仪 高佳佳 周小轩 克里斯汀等美女 人都傻了 忘了呼吸 忘了心跳 感觉全世界都崩塌了 一个个眼泪汪汪 失魂落魄的 和林本来是想抢稳林浩的 结果林浩突然出手了 搞得他有些猝不及防 小手都不知道放了 随着林浩攻势 越来越热恋 他也终于鼓起勇气 紧紧地搂住了林浩 燕京 大厦特种部队司令部 和司令看到这一幕 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激动地跳了起来林浩 好样的 这个女婿 我爱了 情报员 快快快 这个帮我录下来 快快快 情报员一愣 心想 什么情况这是 这么兴奋 过来一看 完了 情报员的心都碎了 何老 您女儿他 他我 我是不是没希望了 老何敲了一下他的脑袋 笑骂到废什么话 赶紧给我储存下来 荣誓 顾刚看到这一幕完了 心仪没希望了 高富贵完了 家家没希望了 没有人家漂亮 等级也没人家高 完了 魔毒江家 江启罢 玉儿怕是没希望了 江天行爱 缘分不可抢求啊 不过也不他说 浩哥 不是还没结婚吗 让玉儿努力一下 说不定还有希望 江启连连点头 江天行到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江家上下 所有五阶高阶的异能者 全部去西南荒野 支援浩哥 斩杀兽朝 宋家家 主宋缺宋家 五阶高阶以上的强者 随我去支援浩哥 周家 周小轩本来已经回家了 虽然看到林浩 拥吻和林 心都碎了 可是大意当前 还是立即跑去他爸 爸 浩哥有危险 你快带人去荒野帮忙呀 周家家主 周成荣宠溺地笑道你这丫头 整个魔毒都有危险 你为什么我只想林浩 爸你别笑话我了 赶紧去啊 周成荣笑道 好好好 爸马上就去 周家五阶高阶以上者听令 立即随我去西南荒野 斩杀凶兽 保卫魔都 是 家主 周小轩大伯却冷笑道 人家又没叫你去 你自作多情什么说着 直接走人 追随他的一部分周家供奉 也跟着走了 周小轩非常不爽地 瞪了他们一眼 荒野之中 大地震动 越来越是强烈 兽朝越来越近了 林浩放开了何林 笑道保护好自己 或者跟着我 让我来保护你 何林脸更红了 我跟你一起 林浩点了点头 对后面的刘顺等人说道 你们马上回魔都 在魔都城墙上 用八荒神火球炸凶兽 八荒神火球一用完 立即回魔大去 凶兽太多 等一下我可顾不上你们了 刘顺笑道是 浩哥 你跟嫂子两个人 小心点啊 苏林江月等人想跟着林浩 但又怕给林浩添麻烦 也就依依不舍地走了 林浩拿出手机 打给克里斯汀 立即来荒野 斩杀凶兽 克里斯汀 可是七阶出击 不能白白浪费这么强的战力 克里斯汀激动不已是 主人 魔都的超铁 全部停止正常运营 全都用来运送 前往参战的退役人员 和其他自愿参加的社会异能者 司令部的命令 发出不到一分钟 魔都城防力 即进入战备状态 不到三分钟 军部的将士 就直到了魔都各大荒野 天上都是各种各样的战机 地上的将士们 则是各个穿着战甲 机甲 全副武装 所有的将士 按照战力等级强弱站位 最强的九剑 站在最前方 然后依次是战王 战神 战将这样可以有效避免 等级低的异能将士 首当其冲 减少伤亡 林浩取出了当初杀死卡尔后 用流光神甲融化住的 九阶初级的剑 流光神剑 流光神剑成玄黑之色 看起来像是流淌的金属 焕发着金属液体般的光泽 无比神秘 杀 林浩怒吼一声 灰剑杀向了远处的兽巢 和林立即跟了上去 林浩后面的九阶八阶等所有强者 都愣了一下什么情况 急兽巢 一翼凶兽啊 还敢主动出击 不管了 战将一下 留守原地 战将以上强者 以及智慧战斗机器人 跟着浩哥 杀一个龙魂阵国军的九阶终极强者 大声喊道 杀 一时间 杀声震天 远处 一翼凶兽组成的兽巢 一眼望不到尽头 激起了冲天的尘土 赤焰烈天斩 林浩一声幕吼 八荒神虎呼啸而出 化为惊天剑气 一剑凌空斩下 宛如天乏 哄 地面被斩出一道数千米长 深不见底的霞骨 六十几万凶兽 瞬间灰飞烟灭 还有许多凶兽 来不及躲避 直接摔进霞骨 砸成了肉酱 用上古遗迹中的材料做成的剑 就是好用啊 林浩满意地笑道 这一剑 也是几乎抽签了林浩的异能 不过 SSS 及异能 枯木逢春 也几乎是瞬间 就将他的异能 完全恢复了 林浩这一剑 瞬间就激起了所有人的斗志 所有人全力出手 杀向了上亿的凶兽 各种眼花缭乱 绚烂无比的异能 破空而出 全力砸向凶兽 轰轰轰 一波催枯拉小的攻击 直接带走了几百万凶兽 一时间士气大震 各个都是热血沸腾第175章 战局危急 雷动八方 轰 林浩怒吼声落下 一道长三千米 高一千米的巨大雷网 横空而出 挡在了后方将士和兽巢之间 虽然不能挡住所有的凶兽 但三千米长 一千米高的范围内 所有的凶兽 一碰到雷网 就被炸得灰飞烟灭 轰 凶兽源源不断地冲击雷网 雷网颤抖不停 但却没有倒下 林浩的SSS 及治疗异能 枯木冯春 都被执行得冒烟了 空间风暴 哄 十二万颗空间风暴球 呼啸而出 每颗都足以斩杀 七阶巅峰的凶兽 带着恐怖而神秘的威压 间隔二十米 以无间不摧之势 碾压而去 砰砰 空间风暴球 一碰到凶兽 就将其洞窗而出 看似尖如金刚的兽甲 在空间碎片的切割之下 毫无防御之力 被直接洞窗 而后吞噬 最后 被切割的空间 又连成一片 数千米长的恐怖的 漆黑虚空 将无数凶兽吞噬而尽 转眼之间 近百万的凶兽 消失得无影无踪 林浩的异能 再次被抽钱 又瞬间恢复到满血 不过高强度 且持续不断地激战 也让林浩开舌喘气 他惊天动地地出手 让全网全国都沸腾了 这一战 不仅是手机上 在直播林浩的战况 而是全国各地的 所有电子荧幕上 都在直播着 所有电视的所有频道 都在直播 浩哥不愧是浩哥 简直就是杀神 是妥妥的凶兽克星啊 浩哥必胜 大下必胜 像浩哥这样杀下去 只要出手一百多次 就能团灭疾兽潮了呀 大家先别高兴得太早了 凶兽毕竟太多了 浩哥从新生大比以来 又是连续大规模的 斩杀凶兽 他也已经开始累了 已经开始喘气了 之前浩哥 可是都没大喘气的 我也注意到了 浩哥确实开始大喘气了 其他的人就更糟糕了 刚才第一波全力出手 虽然一下子灭了百万凶兽 但也几乎抽钱了他们的异能 他们的异能恢复速度 可比不上浩哥呀 就算是有九阶的玄晶 恢复速度也跟不上 因为玄晶恢复异能 本来就慢 治疗师也是一样 可以治伤 但大多恢复不了异能 就算有几个能恢复异能的 恢复速度 也远远不如浩哥 而且 治疗师战力普遍较差 一次输出后 自己就得恢复很久 还要人保护 总之跟不上兽潮来袭的速度就是了 还真是 很多异能者 现在已经用战甲加纯力量在战斗了 要等到视通恢复 都能再用 这可怎么办 就算他们有战甲 甚至机甲 可机甲的武器数量有限 武器用完 操控机甲战甲用纯力量 被战凶兽 那可就非常消耗体力了 他们坚持不了多久啊 那可怎么办 本来是魔大心生大比的 怎么就演变成了魔独保卫战了 荒野之中 凶兽的速度非常快 在零号的攻击范围之外 无数凶兽越过了它 冲向了后面的九阶八阶七阶异能者 砰砰 天空中的智慧战机开火 雷射炮 电磁炮 雷射炮 玄金能量炮 源源不断地攻击凶兽 一发射出 几十头凶兽炸成碎片 地面上 许多智慧战斗机器人 正在与凶兽近点搏杀 直到被打得支离破碎 直到耗尽最后一点点量 所过之处 也是一拳一头凶兽 或者一剑一头凶兽 九阶战皇 八阶战王 七阶战身 各个身穿机甲 一拳轰杀几十上百头凶兽 虽然被无数凶兽冲击 但高达几十米的机甲 却是纹丝不动 而且动作灵活无比 时不时跳跃飞翔 转战各自 只是力量消耗太快 战力正在不断地下降 但是所有人都在坚持 没有一个后退半步 六阶的战将 就有点吃力了 他们没有机甲 只有战甲 一拳一剑 不过轰杀几头凶兽 面对源源不断冲击而来的凶兽 战力急速下降 许多战将 更是被兽群冲击的倒飞而起 气血翻腾 六阶以下的战士 就最惨了 他们都是五阶高阶和巅峰 虽然比大多数的凶兽强 但在兽巢之中 凶兽都是成群截队的冲击而来 源源不断 他们很快就被冲击的战甲破损 倒飞而起 砸落在地 被凶兽群冲击 踩踏 伤亡惨重 九阶完美级碎星拳 零号一拳砸向地面 哄 地面巨震 宛如地震 几十条巨大且深不见底的裂缝 自他拳头之下 急速蔓延开来 巨石粉碎掉落 尘土飞扬 近百万头凶兽 转眼间丧命 不是吊进裂缝砸死 就是被直接轰成了碎片 零号回头看了一眼 取出了自己的机甲战甲 和S级智慧战机 大声喊道 战将以下所有人 退守荒野城墙 会操控智慧战机的上战机 战王上去一个 带着指挥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在想着 要不要听零号的命令 零号火了 抬手举起战王令牌 怒吼道 我以昊天战王之名下令 为令者军阀处置 燕京 脑河健壮 反手对着他的 令牌喊道所有人 听昊天战王的 所有人顿时是又惊又喜事 昊天战王老何发话 零号的昊天战王身份 不可能是假的 何况本来就没人 敢伪造战王的身份和令牌 一个战王立即指挥 一部分战将以下的战士 登上零号的S级智慧战机 其余的且战且退 S级智慧战机一上场 雷射炮 电磁炮就开始不要钱的扫射 爆轰 凶兽 都是几十头上百头的 被轰成渣 S级智慧战机的机身 又是非常坚硬 极兽朝中最强的凶兽 也就是六阶初级 单独的凶兽 根本无法 对战机造成损坏 不过局面并没有因此而好转 因为凶兽实在太多 飞行凶兽 也是遮天蔽日 而S级智慧战机之上 作为雷射炮和电磁炮 能量来源的玄晶 却是有限的 虽然 一架S级智慧战机 可以轻松灭掉 上百万的凶兽 但凶兽还是太多了 零号也越来越是疲惫 战力再渐渐下降 气喘不已 和灵的异能早已用完 体力也已经消耗到了极限 都快挥不动机甲的巨大手臂 零号施展SSS 及异能枯木冯春 一道碧绿光芒 穿过他的机甲 射入他体内 瞬间恢复了他的异能 不过只恢复了八十 和灵先是惊喜 但很快就皱起了 眉头零号 你的治疗型异能 效率正在下降啊 零号沉声道放心 我能坚持 其余的战神战王战江战皇 同样如此 而此时 凶兽总共也才被斩杀了两千多万 但是大家的异能 最快也要半小时才能恢复 慢得起码要一个小时 根本来不及阻挡兽巢 许多凶兽 已经冲到了荒野城墙之下 荒野城防 一旦被攻破 接下去就是魔都城墙了 所有人的心 都提到了嗓子眼 凶兽实在太多了 有的人已经哭了起来 难道这一次 魔都又要重演十年前的惨剧吗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就在这时 魔都周家 江家 宋家的五十几个六阶七阶 以及八阶异能强者 赶到了零号所在的西南荒野 第176章 十万宠兽参战 杯水车星 魔都西南荒野 望不见尽头的城墙之上 无数的雷射炮 电磁炮 雷射炮 玄金能量炮 不要前世的疯狂攻击荒野中的汹涌 冲击而来的兽巢 轰 碰 无数凶兽被轰得血肉横飞 血染成下 但却有更多的凶兽 疯狂地冲击而来 轰 有的仗着灵甲坚硬 直接撞击城墙 有的凭借速度 直接冲上城头 与守城的将士拼命搏杀 荒野城墙之中 很快就挤满了凶兽 无数凶兽踩着同类的身体冲上城头 还有许多飞行凶兽 比如火龙雀 霸天鹰 幽明雀 飞天翼虎等 更是直接飞过城头 直扑摩杜去 荒野城头的军部将士 拼死抵挡 死伤惨重 但没有一人后退 特摩得太嚣张了 雷霆战神一声怒吼 一拳轰出 雷霆爆闪 城墙之下 上千头凶兽灰飞烟灭 轰 又是一拳 天空之中 上千头飞行凶兽 被炸成了血污 魔都周家 江家 宋家的战将战神战王 悉数赶到 很多退役的老兵 还有很多身怀家国情怀的社会异能者 各大学的导师副院长院长 也都赶到了 随着他们加入战斗 荒野城墙的压力顿时大减 不过网友们并没有因此放下心来 因为尽头之中 荒野还有源源不断的凶兽群 疯狂地冲击而来 不到十分钟 雷霆江天行等人的异能 就耗尽了 局面再次恶化 随着时间推移 伤亡不断加重 魔都周边地区的军部将士 也陆陆续续地赶到 局面反反复复 但一直没有彻底好转 魔都西南荒野的局势 已经算好的了 毕竟周家 江家 宋家 还有不少社会异能者 都是去冲着林浩明前 去支援他的 其他三个地方的荒野 局面更糟糕 无数凶兽已经突破了荒野城防 开始攻击魔都城防了 好在魔都城防十年间 投入了天亮的奖金提升战备 城墙上 密密麻麻的 都是各种高科技武器 一时间凶兽还无法快速突破 全国网友都陷入了恐慌之中 怎么会这样 魔都难道真的要攻破吗 谁来救救我们啊 魔都这次真的很危险啊 这四场急兽潮 来得太突然了 我看到司令部的讯息 说是各地的军部 都已经增派人手支援魔都了 希望魔都能挺住啊 很多人参战了 但我怎么觉得 各地很多强大的世家 并没有参加那些豪门世家 平时享受着大厦安定繁荣 带来的快速发展 和各种红利 享受着各种繁华 现在到了大战的时候 为什么魔军部没有指教 他们参战 他们也很少积极主动参战的 百年世家 千年世家 势力盘根错节 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 魔都加油 浩哥加油 唉 浩哥已经非常强了 大家看那些战皇战王 战里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浩哥的 可惜浩哥只有啊 魔都的三面城墙下 凶兽的尸体越积越多 几乎快堆到城头了 局势非常危急 要是守不住 凶兽破开城墙 攻进城中 那伤亡数量将会以几何级数 快速增长 后果难以想象 魔都周家是炼药世家 与军部向来合作密切 他们带来了不少疗伤的丹药 见人就发 许多受伤的人都得到了及时的医治 只是参战的人员实在太多 周家的商药根本不够用 军部将士随身携带的商药 更是早就用完了 这次的寿潮太过紧急 参战的将士都来不及发放足够多的商药和玄金 司令部已经下令 不断地运送高阶玄金和商药去各个荒野 但是需要一些时间 服药和使用玄金后的恢复 更是需要时间 几分钟后 魔都排名第二的世家 唐家也参战了 唐家是御兽世家 家族之人觉醒的 都是御兽异能 唐家带来了十万宠兽 最低六阶出击 最强的八阶出击 拥有御兽异能的异能者 自身战力较弱 但他们训养的凶兽 却是战力非凡 有的还穿着特制的轻薄 而又坚硬的战甲 比荒野中同等级的凶兽强多了 石城宠兽一加入战场 魔都西南荒野的战局 一时间得到了稳定 振奋人心 不愧是排行第二的魔都世家 一出手就是十万宠兽 厉害啊 而且这些宠兽 都是不要命的打法 骑马一换武 唐家这次 可谓是家底进出啊 也不枉国家一直以来对他们的支援 不过十万宠兽大军 看起来拉风 其实算起来 战力无不如浩哥呀 就算一投一换武 十万投换五十万 哪怕一换十 也只有一百万凶兽 浩哥一招秒杀 五至六十万投凶兽 只要两招啊 那是肯定没法 跟浩哥比了 可惜浩哥 也快撑不住了 喘息越来越重了 魔都排名第一的世家 怎么没有参战啊 你说慕容世家 他们是搞房地产的 你指望他们参战 陈补木槽 万恶的房地产 奸伤狗日的 平时拼命搞钱 关键时候 屁用没有 大家快看 那是什么 好大一片黑色的烟雾 那是什么凶兽 不好 那好像是剧毒的 亡灵秃鹰 会喷射剧毒烟雾 亡灵秃鹰 我知道 他们的剧毒 一般是暗红色的 这些为什么 是死黑色的 难道有人 在亡灵秃鹰身上 又新增了什么剧毒 两种剧毒混合 然后变成了死黑色 肯定是了 特魔的 不知道哪个 杀千刀的混蛋 竟然在幕后控制兽巢 使出这么阴狠毒辣的手段 凶兽有剧毒的话 我们的将士 就更危险了呀 战甲和机甲的 空气过滤系统 会大量消耗 玄金能量 这样 战力 就会急速下降 要是能量耗尽 得不到补充 里面的人就惨了 完蛋了 不仅天上的亡灵秃鹰 有剧毒 地上的许多凶兽身上 也有剧毒啊 有的浑身 流着黑色的液体 一滴到地上 石头都冒起了黑烟了 太毒了 干 荒野之中 随着剧毒凶兽的加入 军部以及各方异能者的伤亡 顿时加剧了起来 唐家的十万重兽 也是一头接一头的倒下 被剧毒沾染的尸体 转眼间 竟然变成了剧毒之源 冒着黑烟 在空气中急速传播 唐家损失无比惨重 黑鸣烟一种 九阶初级的剧毒 是新宫的尊者 何灵怒赤道 新宫他们 这是在找死 等我解决完了兽巢 就找他们算账 林皓脸色阴沉无比 喘息道 队长 你的能量快耗尽了 林皓立即施展 SSS异能枯木逢春 瞬间恢复合零七时的异能 所有军部发放的机甲 上面的能量等一些基础资讯 都会自动汇总 时时传送到战王的令牌之上 林皓直接透过神经感知 就能获知 我命令 西南荒野所有人 退守荒野城墙荒野 交给我唐家的御寿师 想办法将兽巢引向我林皓 以浩天湛王的名义 下了命令 再也不退守 伤亡会快速增加 第177张空天母 见挑衅 局势再变 唐家家主文言 闪身来到林皓身旁 见过浩天湛王 吸引凶兽的手段 倒是有 就是在您身上撒药粉 凶兽闻到味道 就会被吸引过来 不过这些凶兽 是人味控制的 效果会打点折扣 林皓倒无所谓 能吸引多少 就吸引多少 把药粉给我 你们快速退守荒野城墙 是 浩天湛王 林皓接过药粉 果断洒在了自己身上 林皓 你一定要小心 和灵依不舍地跟着大家 退守荒野城墙 他知道林皓要拼命了 留下来只会拖累他 林皓微微一笑 放心吧 说完 林皓转身 杀气汹涌而起 无数凶兽闻到林皓身上 那腥臭中 带着血腥味的药粉味道 发了风一样 向他冲来 雷动八方 哄 倒扣的腕状雷网 以林皓为中心 急速向四面八方 蔓延而出 噼里啪啦 哄 五十几万凶兽转眼间 被炸成了虚武 林皓一能被抽钱 SSS 即已能枯木逢春 瞬间将其恢复 凶兽身上所携带的 黑鸣烟剧毒 也根本伤不到林皓 SSS 即已能混沌神雷 哄 天地将乌云滚滚 千丈大小的紫金神雷 从天而降 随后分化成了几十万道紫金闪电 劈向了兽潮 虚空都被炸裂 成了无数小碎片 宛如漠视天节 轰轰轰 地面剧烈震动 庞扶十二级地震 百万头凶兽 瞬间灰飞烟灭 荒野被炸成了废土 林皓体内 气血沸腾 异能被抽钱 又瞬间恢复 但这次 只恢复了九十五 毕竟林皓已经持续激战太久了 再强的治疗型异能 也是有限度的 林皓不管不顾 继续全力输出 疯狂斩杀凶兽 SSS 即已能灭视之眼 两刀带着蔑视威压的蔑视之光 从林皓杀气腾腾的眼中 怒视而出 然后不断分化 转眼间 幻化成十几万道 细如手指般的光芒 彷彿是万箭齐发 璀璨无比 洞穿了无数凶兽的身体 转眼之间 又是近百万凶兽被秒杀 已能耗尽 恢复九十 SSS 即已能混沌之火 哄 恐怖无比的混沌之火 席卷而出 方圆万米化为火海 瞬间就将一百万头凶兽 烧成了虚无 混沌之火 已有灵性 而且久烧不灭 转眼之间 又向前席卷而去 所过之处 鸡犬不留 凶兽一片接一片 被烧成虚无 直到又秒杀了百万凶兽 混沌之火这才熄灭 一招 一共秒杀了两百多万头凶兽 虽然混沌之火 混沌神雷和蔑视之眼 同样是SSS 即易能 但SSS 易能也是有差别的 这有三种 就属于SSS 即易能中天花板般的存在 易能耗尽 恢复八十 零号战意高昂 但此时 嘴角也流出了一抹鲜血 只是他不在意 继续轰杀兽巢 混沌之火 不到十分钟 零号秒杀了 两千多万凶兽 与此同时 军部的运两万战略运输机也来了 每个荒野 都是一次性 来了三十架 每架都是满载五万个 五阶高阶的 智慧战斗机器人 一下子就来 一百五十万战斗机器人 这些智慧战斗机器人 都是按照 同阶一换十的 战斗力设计制造的 这一来 局面顿时 就暂时稳定了下来 这些机器人 本来就是为了 对付寿潮而准备的 只不过制造太过复杂 所需的材料 也是非常昂贵 因此 数量并不是很多 这一次 几乎是全部投入了战斗 只有不损坏 又有足够的玄精 智战机器人 可以一直战斗下去 零号也是不断地战斗 不断地往身上撒药粉 尽可能多地吸引凶兽 偶尔也会施展新的 SSS异能 缩地成寸 转战各处 凶兽的数量 不断地下降 西南荒野的城墙 总算是没有被攻破 魔独的三面城防 也扛住了压力 全国振奋 局势总算稳定下来了 不会像十年前那样 魔独城破 伤亡近千万了 浩格太强了 竟然还有这么多 更强的异能 这要不是来了四个集兽潮 浩格还不打算拿出来用啊 浩格到底还有多少 强大的底牌 浩格没有最强 只有更强 浩格已经成了 大厦的顶梁柱 要是没有浩格 魔独西南荒野的城墙 早就被攻破了 这些智慧战斗机器人 也不错呀 一换时 虽然有点低 但是可以极大的 减少人员伤亡 这些智慧战斗机器人 应该是大厦异能 科技大学研发的 看来没有觉醒异能 也能报效国家 我以后就考 异能科技大学了 我还是希望 能成为浩格那样 强大的异能者 一个人就能 抵得上一支军队 浩格确实是很强 但是 这次不知道 浩格能坚持多久啊 刚才浩格速度太快了 看不清 可是他停顿的那一下 我看到他嘴角流血了 希望浩格没事吧 浩格可千万不要倒下 凶兽 起码还有三千多万 什么 浩格流血了 怎么可能 浩格可是我心中的神啊 浩格确实流血了 只是流的少 加上浩格速度太快 大家都没看到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浩格杀成这样 可见兽朝的恐怖 浩格加油 浩格千万不能倒下 其他异能者 还有智慧战斗机器人的战损都太高了 异能恢复也慢 要是浩格倒下 局面搞不好 会再次反转啊 万一这时候 再来一次受潮 那可怎么办 呸呸呸呸 乌鸦嘴 燕京和司令看着荧幕上的灵号 突然到灵号不能出事 天策 龙魂镇国军机动性强 立即派人 再次增援 是 坚决完成任务 朱天策立即开始调兵遣将 布置作战任务 报告 讲 国空天母舰 达到魔都公海上空 要我们立即交出浩天战王 否则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而且空天母舰没有停下 还在继续飞行 即将进入我防空识别区 请只是情报员义愤填膺地说道 和司令愤怒地一拳砸在桌子上 岂有此理 我不可能把灵号交给他们 朱天策 龙魂镇国军出动 不管你派多少人 一定要将老镇射住 是 坚决完成任务 和司令非常火 要是按照他个人的意思 早就直接出手 把老的空天母舰打下来了 混沌之火 哄 恐怖的火焰 席卷而出 120万凶兽 灰飞烟灭 噗 灵号也是喷了 一口鲜血出来 第178章 只要四个字 犯我者亡 自从新生大笔以来 灵号一直没停过 而且几乎每次斩杀凶兽 都是放大招 地级兽巢开始之后 到现在的级兽巢 每次更是全力出手 累计已经斩杀了 五千多万头凶兽了 这两次兽巢 他一人就斩杀了 近一半的凶兽 身体一直都是高负荷运转 SSS及异能 枯木冯春的恢复速度 都跟不上了 终于导致了他吐血 此时的他 战里已经只剩一半了 枯木冯春 已经只能恢复 他一半的异能 全国网友都傻眼了 浩哥太难了 几乎一人 顶了一个魔都军部 地级兽巢 连着级兽巢 铁打的人 也坚持不住啊 浩哥 你可千万不要有啊 先退守荒野城墙里面去 休息一下再站吧 浩哥这口血 是为骨而兔的浩哥威武 完蛋了 浩哥一受伤 越来越多的凶兽 就会越过浩哥的防线 西南荒野危急了 哎 都怪战友太弱了 我现在才知道 异能者再强 跟兽巢比起来 还是太弱了 异能恢复时间 根本无法对抗 恐怖的兽巢啊 不行 我要去荒野保护浩哥 谁也别拦着我 我也去 我要去保护我男人 浩哥要是出事 我就孤独终老 砰砰 灵浩 你吐血了 快回荒野城墙里面 休息去呀 和灵 一看到灵浩吐血 立即操控着机甲 飞了过来 一边斩杀 源源不断的凶兽 一边关切地问道 此时 离他退守荒野城墙 才几分钟 他的异能还没恢复 我没事 你快回去吧 灵浩擦去了嘴角的血 胆胆道 要是坚持不下去 我自然会退守的 混沌之火 哄 恐怖的混沌之火 席卷而出 百万凶兽 灰飞烟灭 义能耗尽 恢复四十 和灵知道 改变不了灵浩的想法 但他也不想走 要留下来 陪着他一起斩杀凶兽 看到灵浩受伤吐血 竟然一招还能带走 一百万凶兽 和灵内心震撼无比 灵浩身形一闪 冲到前兽巢之中 再次出手 混沌之火所过之处 八十万凶兽 再次被带走 义能耗尽 恢复三十 突然 系统的声音响了起来 恭喜主人 奋勇斩杀凶兽 奖励超SSS 治疗型异能 生生不息从此 哪怕SSS 及兽巢 都无法耗尽主人的异能 奖励SSS 及异能 仪器化三清施展后 可幻化出三个 拥有跟主人同等战力 相同异能的主人分身 至于容貌身形 主人可以随心所欲的变化 灵浩大喜 系统这次的奖励 虽然来得有点慢 但来得并不晚 灵浩心念一动 立即施展 超SSS 及异能 生生不息 果然 一瞬间 所有的伤势异能 全部恢复 而且他能感觉到 现在 他的异能 比之前更多了 几乎是多了十倍 永续性增强了十倍 异能的强度 也提升了许多 加上 一气化三清的 分身异能加持 此时的灵浩 就算是 九阶高阶的 绝世异能强者 也能秒杀了 何灵回头看到 灵浩满脸笑容 疲惫之态 一扫而空 顿时又激动 又震撼 又惊诧 你的异能和伤势 都恢复了 灵浩点头 笑到 现在是该狠狠地 打一场了 何灵虽然不明白 为什么啊 但还是激动的 泪花闪闪你 没事就好 灵浩施展 SSS 及异能 一气化三清 直接在无限空间中 变化出三个容貌不同 但全都帅气 逼人的少年分身 直接让三个分身 从无限空间中出去 瞬间就到达了 魔都另外三个荒野 这样一来 魔都四个荒野 就都有了一个零号 分身一加入荒野战场 局势立马被扭转过来 混沌神雷 一个分身全力出手 紫金色的神雷 从天而降 彭扶灭视雷劫 一举斩杀五百万头凶兽 更恐怖的是 他全力出手后 异能一消耗 瞬间就自动恢复如初 另外一个分身 施展技能碎星拳 瞬间带走了五百万凶兽 最后一个分身 施展混沌之火 带走了六百万凶兽 混沌之火 零号毫无保留的递出手 一招带走了七百万凶兽 零号大喜 和铃都惊呆了 全国震撼 陈捕木曹刷屏 什么情况 浩哥怎么突然这么猛啊 难道是吃了大力丸吗 好一个大力丸 那得吃多少才能这么猛啊 浩哥果然是能够创造奇迹的一招 带走七百万凶兽 一场急兽潮 浩哥只要出手十几次 就能彻底解决了呀 学长太强了 这次学长是真的要封神了 我决定 要封浩哥为大下军神 浩哥 我要为你守身如玉 等寿朝结束 我就去摩大找你领证 我也要去 浩哥是我的 你们别跟我抢啊 浩哥 我陪假摩都一套别墅 现金一千万大下币 咱们领证去吧 你这就过分了 浩哥不是那种人 浩哥光是这场心生大笔的打赏 就将近千亿了 根本看不上你这点小钱 对我来说 你确实是土豪 但对浩哥来说 你啥也不是 别出来丢人现眼 降低浩哥的逼格了 以后再一起受潮 浩天战王 单枪匹马 就能杀穿了 一招 带走七百万凶兽 浩哥太然了 魔都另外三个荒野 突然出现了绝世强者 战力虽然比浩哥差一点 但是同样都很帅 最关键的是 他们的技能和异能 都跟浩哥的非常相似 有没有大神分析一下 线上的 挺急的 这还用分析用臀部 想也知道 这是浩哥的最强形态 浩哥动真怒了 另外三个绝世强者 绝对是浩哥的分身 我的天浩哥的分身异能 竟然这么强吗 另外三个的战联 可是跟浩哥相差无几啊 燕京 和司令非常不爽 独自一人在院子里 吞云吐雾 最后 他还是决定跟林浩通话 林浩 有个讯息要告诉你 就在刚刚 国的空天母舰 已经趁乱越过我魔都 防空识别区 还说要大夏交出你 否则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空天母舰 是一种空天作战平台 可以空天往返 最小的空天母舰 长度也能达到3000米 可以停放几十架智慧战机 国最强的空天母舰 长度达到惊人的1万米 可以停放100多架智慧战机 这次来的 是小型的空天母舰 可以停放30多架S 级智慧战机 据公开资料显示 国共有空天母舰50台 大夏只有10台 林浩震怒猖狂太猖狂了 老不是一次两次这样了 为什么我都没听到这讯息 按正常来说 这么重大的讯息 军部会第一时间 透过战王令牌 告知战将战神战王战皇的 我已经派人过去拦截了 讯息还没发出 老何 你不会是想把我交出去吧 怎么可能和司令 陈生到我之所以不发讯息 是想先问问你的意见 你是知道的 现在的国 实力还是比我们强 光是空天母舰 就有50台 咱们才10台 而这次 我猜想 是因为你杀了卡尔 这才让背后控制国的 罗斯柴尔德家族 让国以一国之力 逼我大夏交出你 所以我代表我个人 想问你一下 敢不敢干它 老何也是看到 林浩突然再次变强 这才做出了这个决定 林浩笑了老何 很好 我很喜欢你 我从小到大 每次都是听到抗议之类的话 我知道 那是因为我们仁厚 因为我们不够强 但这一次 我要干他们 就算你不说 我也要干他们 老何大喜 但还是沉生到林浩 我可事先宣告 刚才的建议 是我个人提的 不代表和司令 哈你是不知道 很多事情非常复杂的 林浩笑着打断行了 你别说了 干就对了 有试包在我身上 从今天开始 只要老敢来挑衅 我就让他们 有来无回 你去发讯息吧 记住 只要四个字 犯我者王 何司令大笑 因为他知道 现在的林浩 绝对有这个实力 一个新的时代 即将开启 第179章作等直播 看号歌手 司空天母舰 犯我者王 大厦官方 只发布了这四个字 讯息一发布 各种媒体和自媒体 大V都开始深入报道 国空天母舰 越过我防空识别区挑衅 官方只发布了四个字 史无前例 重大讯息 国空天母舰 越过我防空识别区 声称必须交出林浩 否则后果自负 世界警察太嚣张 竟要我方交出浩天站 王官方 霸气回复四个字 犯我者王 深度报道 老无法无天 大厦官方霸气侧漏 双方是否会擦枪走火 见证历史的时候到了 官方前所未有回复 犯我者王 老再度挑衅 方间传闻 官方回复 犯我者王 大厦军部已进入备战状态 大战一触即发 深度解析敌我战力对比 老最小的空天母舰 挑衅大厦 可以停放三十多架 S级智慧战机 我方将如何应战 犯我大厦者 随强必诛 官方发出最强硬 是要消灭犯我大厦者 大厦龙魂镇国军 VS老空天母舰 和三十多架S级智慧战机 谁会赢 全国网友热血沸腾 战意冲天 字数越短 后果却越严重 犯我者王他要战 那就战 什么都没说 只有犯我者王四个字 这次终于是真的要打得太然了 大厦必胜 坐等直播 打倒美帝 五千年以来 大厦不知打倒了多少外敌 这次也一样 要不是灵气复苏 百年前老旧完了 让你们嚣张了这么久 现在是该结束的时候了 若有战 赵必回这一次 不管打不打 老子先去魔斗海域等着 一旦开战 老子第一个冲上去 等了好久 终于等到这一天 让老友来无回大厦必胜 这场兽潮 浩哥已经成了大厦英雄 大厦绝不可能交出英雄 给我狠狠地打 大厦必胜这一战 关乎国运 牵一发而动全军 我想知道 这一战 怎么打咱们的空天母舰 和智慧战机 可没有老多呀 我在想 会不会是浩哥的出现 才让上面决定打 我是大厦浩哥 一招带走七百万凶兽 老 你该如何应对 我觉得 就是浩哥向上敬言 这才的放我者王的霸气回复 大厦老 必有一战浩哥的出现 让这一战提前了 我肯定 这一战 就是浩哥要打浩哥霸气 坐等直播 看好歌手司空天母舰 混沌之火 轰轰轰 魔都西南荒野 灵浩杀疯了 每次出手 都有七八百万头凶兽 被带走 不到两分钟 灵浩就以摧枯拉朽之势 团灭了急兽潮 因为灵浩的战力太强 速度太快 快到几乎是同时 在不同的地方出手 不到一分钟 就灭掉了大部分的凶兽 要不是剩余的凶兽有些分散 他一分钟就解决战斗了 整个荒野 到处都是烧焦的痕迹 变成了真正的荒野 魔都另外三个荒野 灵浩的三个分身 同样是以无敌之姿 风卷残云地 杀穿了急兽潮 魔都保住了 全国振奋 灵浩 长出了口气 心想等这次大战结束 应该要提升大夏的战备 和防御力量了 否则要是我不在 再来个更大的兽潮 那还不得乱套 现在 应该先去解决一下 发动兽潮的人了 灵浩强大的精神力 瞬间扩散开来 开始搜寻星宫的恶人 荒野深处 地下千名 星宫第十二尊者 感知到灵浩吐血 激动得一道 我就说 所有人的异能 都是有极限的 这小子的极限终于到了 你们出手吧 他已经出不手了 他是九阶初级异能者 发动了两次 总共五场兽潮 他的异能 早就所剩无几了 不过星宫这次 一共来六个尊者 都是九阶异能强者 此外还八个八阶巅峰的异能强者 对付受伤 前异能即将耗尽的灵浩 绰绰有余了 十二 有你的 兵不血刃 就让灵浩那小子快挂了 不得不说 十二的异能 还是非常强大的 就是太好异能了 堂堂九阶初级 竟然只能发动B级兽潮 星宫第十一王尊者 带着些许嘲讽说道 十二的异能 最多只能支撑他发动B级兽潮 现在他的异能消耗了太多 已经无法发动B级兽潮了 十二冷哼道 要不是怕影响公主的计划 我一开始发动B级兽潮 直接让魔独沦陷了 十一冷笑十二 你不要太高估自己了 你真以为B级兽潮 就一定能让魔独沦陷吗 大下这次 可是没有出去龙血军团 龙魂军团 也同样没来多少 因为军部要顾全大局 在守护整个大下 提防各个边境的域外强敌 你要是发动B级兽潮 那大下 就只要先派兵灭了兽潮 再做别的打算了 第十尊者道衡了 你们别争了 我们赶紧趁机出手 灭了灵号 拿到异能神符吧 各位尊者 对付那小子 只要我们就够了 剩下的交给我们吧 一个星宫八阶强者说道 第十尊者道也罢 你们去吧 是 第十尊者 怎么可能第九尊者突然惊呼 灵号的异能 竟然再次恢复了 而且 战力提升了几倍 这不科学 星宫所有人大惊失色 十二尊者 一招带走七百万凶兽 这怎么可能 十一尊者 难道这小子在装弱还是说 他在战斗时突破了 第十尊者 应该是在战斗中突破了 可是这战力 也提升太多了吧 十二尊者早知道 我应该直接发动 避急兽巢的 第九尊者都别说了 战力提升这么多 他很快就能解决 兽巢不能再等了 马上出手 全部出手 一定要杀了他 地下一千米 难怪找不到 灵号杀气汹涌 直接锁定星宫之人 一个闪身 就杀到了他们面前 竟敢发动兽巢 伤害平民 简直十恶不赦 我现在就送你们下地狱 灵号怒吼道 说着 直接动手 星宫八个八阶巅峰强者 立即围攻而上 灵号怒吼雷动八方 哄 天空乌云急速翻滚 八道巨大的金色雷电 从天而降 瞬间锁定了八人 转眼间 就将他们轰成了 扎地一百八十张巅峰之战 星宫六尊者 大惊失色 好强 怎么会这么强 怎么可能 连我都无法一招 同时斩杀八个八阶巅峰 远在未知之地的星宫公主 却是大喜过望 兴奋不已太强了 灵号的异能神符 一定是异能神符中的战斗机 这次一定要杀了他 拿到异能神符 星空六个尊者 还是发愣 灵号可没跟他们客气 立即锁定了第十二尊者 兽巢是你引来的吧 灵号杀其暴涨 晋神符领头的星宫第七尊者 第一时间动用了晋神符 强大悬崖的波动 散发开来 灵号冷笑 混沌之火 看到那恐怖的火焰 所有星宫尊者 晋阶骇然 怎么可能 那可是九阶终极的晋神符 竟然对他无效 混沌之火 直接锁定十二尊者 呼啸而出 周围草木杀石 瞬间化为焦土 各位大哥 就我第十二尊者 下的亡魂接茂 九阶异能强者的速度 毫无保留的爆发 向荒野深处逃去 他的异能可以说是非常强 也可以说是非常强 强是因为他可以引来兽巢 若是因为他的异能 只有在荒野 或者说 凶兽非常多的地方 才有用 而他的力量 速度 却是远不如普通的九阶异能者 十二尊者 转眼间就消失在原地 可惜 混沌之火的速度更快 眨眼之间 就追上十二尊者 啊 十二尊者惨叫不已 惨叫生下的远处的凶兽 都望而却步 林浩有意降低了 混沌之火的威力 他要让十二尊者 被慢慢烧死 星宫五个尊者 又惊又木 拥有一能暴血的第九尊者 立即冲了过去 暴血 天地变色 庞扶冰和世纪降临 方圆千米 转眼间就凭空下起了暴血 大地冰封 寒风呼啸 冰冷刺骨 所有的血 都向十二尊者呼啸而去 将它包裹 可惜 遮天盖地的暴血 也无法熄灭混沌之火 暴血还没接近混沌之火 就被烧成了虚无 直接跳过了化水的过程 星宫五个尊者 都有面露惊骇之色 竟然完全压制了暴血液呢 这是什么火焰 怎么会这么恐怖 十二尊者的惨叫 还在继续 让人听了 毛骨悚然 林皓冷笑 等下 你们被烧的时候 就知道 这是什么火焰了 九阶终极的星宫 第七尊者 面色凝重 沉生到一起上 幽冥之境 第七尊者率先出手 天地瞬间为之变暗 暗得阴森恐怖 幽幽的绿色鬼火 飘荡在空中 鬼哭狼嚎之声 不绝于耳 无数妖魔鬼怪 如有实体 发出各种各样刺耳的声音 向林皓扑杀而去 黑名烟尸 湘血海 第十一尊者怒吼道 脸上充满邪恶 且残酷的冷笑 死黑色的毒物 突然弥漫开来 转眼又化成一片毒鱼 向林皓笼罩 尸香歇海 一种九阶中级的剧毒 比黑名烟更加恐怖 因为它无形无色无畏 防不胜防 中毒的人 会立刻变成 浑身流血的行尸走肉 碰到血液的人 瞬间便会中毒 一传十 十传百 无形无色无畏的尸香 血海剧毒 不知不觉之间 已经将林皓笼罩住了 开山之力 第十尊者咆哮 整个人的身形 暴涨三倍 庞扶一座小山一样 挥拳向林皓砸去 所过之处 空间为之均裂 无数裂纹 急速蔓延开来 大地更是暴裂下沉 一片漠视景象 暴雪 第九尊者怒吼 遮天盖地的暴雪 呼啸着从天而降 向林皓倒去 没错 就是倒去 因为雪太大 太密集了 就像有人在他头顶之上 倒雪一样 周围的温度瞬间降低 大地冰上加冰 顺移第八尊者的身形 突然消失在原地 听到这些异能的 网友都露出了 骇然之色 有名之境 好恐怖啊 比看鬼片还恐怖啊 那些妖魔鬼怪 也太真实了 真的好恐怖 我不敢看了 这个星宫尊者 要是当导演 拍恐怖片 可以省很多钱啊 好格危险啊 这么多妖魔鬼怪啊 这异能一看就很厉害 石香血海 是什么毒 怎么什么 也看不到 看不到就对了 武侠小说里面 无形无色无味的毒 才是最厉害 最恐怖的 这些人看起来都很厉害 谁知道 星宫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啊 星宫 大下的邪恶异能者组织 这在统治蓝星 手段狠辣 形势非常神秘 这还是他们的高层 第一次在公众面前 暴露真面目 星宫的总部更加神秘 没人知道他在哪 这些人这么强 肯定是星宫的十二尊者 星宫尊者 那他们可都是 九届的绝世强者 难道之前突然来了 武生兽巢 太可怕了 这些人要是不灭掉 真的会成为 大下的心腹大患 这几个星宫尊者 无论哪个 放到人群中 都将在灭世级的恐怖存在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那个暴雪异能不厉害 那是因为 他面对是浩哥 要是其他的普通异能者 都不知道 倒下多少人了 还好浩哥一出手 就毫不犹豫地 杀掉了能引来兽巢的那个 五个围攻浩哥一个 太卑鄙无耻了 浩哥一定要反杀他们 混沌之火 一股灭世的威压 轰然爆发开来 笼罩林浩的黑鸣烟 还有无形无色无味的 尸香血海两种剧毒 还有漫天暴雪 瞬间被烧成虚无 林浩帅气逼人的身形 现身而出 两种举世罕见 令人闻名丧胆的剧毒 竟然没有对他造成丝毫的伤害 惨叫声随之响起 又立即嘎然而止 最先死的 是拥有顺移异能的 新功第八尊者 他是九阶终极强者 可以顺移五千米 他来得最快 却死得最快 连后悔的时间都没有 他应该选择逃跑的 因为顺移逃跑最快 第二个死的 是拥有开山之力 异能的第十尊者 他是九阶初级的异能者 林浩轻描淡写地轰出一拳 第十尊者 直接被轰成了血物 林浩所在的地面 早已被第十尊者的恐怖权力 轰出了一具坑 但林浩却是凌空而立 丝毫不受任何影响 第七 第九 第十一三个尊者见状 早已没有了恋战之间 只想逃命 时空禁锢 雷动八方 林浩冷笑 同时施展两个 SSS级强大异能 先将三人定住 然后让遮天蔽日的雷网 急速收窄 将他们全部炸成了 虚无地181张暗绑杀手 排行118名 咔嚓 某神秘之地 星宫看着在直播中 几乎是被秒杀的星宫尊者 和八阶巅峰强者 气炸了 直接将手机捏成了粉末 特魔的 我已经派出了六个九阶的强者了 竟然还是杀不死林浩 这小子的成长速度 怎么会这么快 星宫首席尊者 也是惊骇不已 但过了片刻 他却笑道公主 这说明 林浩手中的异能神符 确实是非常强大 极有可能是顶级的综合型 异能神符异能 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杀了林浩 把他那顶级异能神符弄到手 要是有了那顶级的异能神符 那您的等级 定会突破那前所未有的境界 那么别说大夏 整个蓝星都将是您的说到这 他的神色都变得有些兴奋起来 星宫公主听了这话 脸色才有所缓和 陈阴伴上 道你说得对 看来下一次 我们要清朝而出了 全国网友则是激动的手舞足蹈 陈补牧草 秒杀六个九阶初级 和终极绝世强者 浩哥直接封神啊 浩哥封神 覆灭星宫 指日可待 浩哥封神 坐等浩哥手撕老空天母剑 做小弟是不配了 请问浩哥 你家还缺保安吗 每个月十万华夏币的那种 兄弟 你这是狮子大开口啊 我名牌大学毕业的 我只要每月一万 浩哥 还是我厚道 我只要包支柱就好 另外有药神之水 或者可以延长寿命的灵药灵草 您顺便送我一点就好 我这人只想躺平 抱歉各位 浩哥家不养闲人 浩哥 你基因这么好 咱们来个多子多福吧 我升个足球队没问题 这么好的基因和异能 可一定要传承下去啊 浩哥 我决定了 我要把民政局的工作人员 请到摩大 你只要按个手印就好了 燕京 大厦特种部队司令部 老和激动地跳了起来 林浩太强了 强得超乎我的想象啊 林浩就是上天 替予我大厦的守护神 龙魂镇国军统帅朱天策 也是激动无比道有了浩天战王 我们龙魂镇国军 可以放松了 龙血军团董帅 又是激动 又是感慨 浩哥战王这么强 要是当初我们下手快一点 他可就是我们龙血军团的人了呀 现在 该去守司老空天母见了 林浩沉声说道 他刚要离开 突然 一道家政的中文声音 响起林浩 你别跑 你的人头 可值一万万亿 和一套流光神甲 你乖乖受死吧 暗绑杀手林浩转身 看着从荒野深处闪身而来的杀手 冷笑道 没想到我的人头这么值钱 罗斯柴尔德家族 不愧是掌握蓝星西方国家金融产业的大鳄 财大气搓啊 只见荒野深处 来了58个八阶巅峰的暗绑杀手 每个人的排名 都在200以内 其中最强的 排行118名 一只脚快踏进九阶初级的门槛了 58个杀手 快速闪略而来 将林浩包围了起来 他们没看到林浩斩杀星宫九接遵者的直播 所以一点也不害怕 大下新生大笔的直播 对境外之人是封禁 无法观看的 一个杀手大笑道 干完这一票 我就可以闭关修炼了 一万万亿 够我们几十人分了 暗绑有说明 这小子非常强 大家一起合作 不要大意了 不错 还是小心点好 流光神甲我可以不要 大家合作吧 毕竟 我们是在 大下境内 要是不能快点解决它 搞不好无法离开 怕什么 罗斯柴尔德 已经逼迫国军方 他们的空天母舰 已经进入了大下的防空识别区 找死 听到这话 林浩直接动手了 雷动八方 哄 天空乌云翻滚 雷霆暴闪 雷声响彻荒野 震耳欲聋 彭扶朴末日降临 暗绑杀手纷纷抬头 看到这恐怖的惊天景象 一个个吓得面无血色 怎么可能 他竟然 能够引发 这么恐怖的天地异象 这是九阶强者 才能做到的 他怎么会这么强大 该死的暗绑 讯息出错这么厉害 这是要害死我们啊 暗绑杀手 都是杀人无数之人 反应很快 所有人第一时间 都拿出了战甲和机甲 先穿上战甲 再进入机甲之中 如此一来 让他们一个个的战力和防御力 都无限接近了九阶处击 其中最强的那几个 则是达到了九阶处击 大家不要怕 我们人多有了战甲 几乎都达到了九阶处击 一起上 肯定可以杀了 他暗绑排行 一百一十八的杀手 大声喊道 一万万亿的赏金 可是绝无仅有的 不能白来一趟 说得对 我们人多 他不可能打得过我们 大家一起上 杀五十八个暗绑杀手 瞬间达到一致 全部全力出手 轰轰 各种强大无比的异能 瞬间施展 一时间各种光芒 将乌云滚滚的黑暗天空 映照的五光十色 璀璨无比 地面为之震动 空间为之破碎 网友们笑了 不看直播你果然 要后悔 要是知道 浩哥杀九阶尊者 像杀蚂蚁 你们肯定不会这么自信 八阶的蝼蚁而已 也赶来要浩哥的人头 浩哥会让你们死得很有节奏 一万万亿啊 罗斯柴尔德家族 是真有钱妥妥的富可敌国 这家族看似光鲜亮临 其实很多钱都是黑心钱 天选之国的人 没几个好人 劣迹斑斑的家族 自从灵气复苏 西方不知多少小国 被他们家族 当成凶兽来豢养 几千万人 归缩在小布拉几的地方 被毫无限度地 压榨剩余价值 任意打杀 简直活得比猪狗都不如 可惜他们找错国 也找错人了 浩哥会让他们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天选之人 哄 满天的金色雷霆 终于以蔑视之滋落下 精准无误地打在 五十八个杀手身上 异能防御破碎 战甲击甲全部破裂 暗绑杀手 瞬间被炸成了骄人 全部秒杀 灵浩在最后时刻 有意控制雷霆的威力 保住了他们的空间戒指 接下来 灵浩要为大厦建造强大无比的 智慧战斗机器人 生产SSS 及智慧战机 和空天母舰 需要天亮的材料 这些杀手的机甲战甲 都是可以二次利用的 身为八阶强者 他们的空间戒指中 也一定有不少各种材料和资源 第182张光剑 丧尸 合机密法 灵浩开始收割人头 一路走 一路斩杀境外暗绑杀手 斩杀八阶巅峰境外强者一名 不到五分钟 灵浩又杀了二十几个 不知死活的八阶杀手 不管他们的异能有多厉害 但在巨大的等级和战力距离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灵浩继续向荒野外围走去 几分钟后 终于来了一个 国九阶初级异能强者 两米的身高 浑身肌肉鼓起 充满爆炸性的力量 是个拥有力量异能的强者 每一步踏出 都在地上留下深深的脚印 小子 乖乖地交出 你的异能神福 我再提着你的人头 去灵赏金 否则你会死得很惨 说着 他浑身肌肉鼓起 整个人又变大了一圈 浑身肌肉 也变成了金色 彭伏是纯金打造的一样 碰 他一步踏出 地面爆裂 力声到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可没什么呢 灵浩冷笑 身形一闪而过 直接出拳 碰的一声 打爆了他的脑袋 取走他的空间戒指 继续向前走去 慌也太慌凉了 你就留下当养料吧 不到片刻 境外九阶初级 异能强者再次出现 我是杰克 暗榜排名113能 死在我的光剑之下 你应该感到高兴 交出你的异能神福 金发碧眼的灰灰 手持一个金色圆筒 大声吼道 果然 所有人都认定 灵浩一定拥有 强大的异能神福 否则不可能成长得这么快 灵浩看了一眼 他手上的光剑 冷笑道 听起来不错 这东西听说 也是从上古遗迹中找到的 小子 我是在问你 乖乖交出异能神福 否则我杀了你 蹭 他手中的光剑突然一亮 形成了一道金色的长方形光芒 你而不散 彭腐世光凝聚 而成了剑 九阶终极的光剑 威力却达到了九阶巅峰 可以轻易切开 同等级的蓝星人族机甲 花里胡哨出手吧 否则 你连出手的机会 都没有灵浩冷笑地直接出手 杰克大怒 挥起光剑 就像灵浩杀剧 光剑被他挥舞的光芒四射 每出一剑 就有一道长方形的金色剑气 呼啸而出 转眼之间 剑气漫天 向灵浩笼罩去 所过之处 坚硬的石头被无声无息 轻而易举地切开 地面更是被纵横交错地 切割出无数细小 却深不见底的裂缝 网友们来尽了 陈捕牧槽 光剑 还是上古遗迹中来的宝物浩哥 出手的小心点 别把光剑弄坏了 你不稀罕 可以送给小弟我呀 光剑确实挺酷的 不过在浩哥面前 估计帅不过三秒 不得不说 杰克的剑法挺强的 至少看起来很炫酷 不过下次别耍了 错了 你没有下次了 光剑这种垃圾 浩哥你肯定看不上 就顺手送给小弟我吧 线上等 挺急的 光剑的战略 比同等级的人类刀剑强 两个小等级 不知道浩哥如何应对浩哥加油 管他什么光剑 浩哥肯定还是秒杀 谁也无法阻挡浩哥手撕 国空天母剑 赤焰裂天斩 零号拔剑 出剑 九阶完美级剑法钥匙而出 一道千米长的紫色火焰剑芒 怒斩而去 以催枯拉朽之势 焚化了所有光剑剑气 最后将杰克披成了两半 零号取出了他的空间戒指和光剑 扔进无限空间之中 继续向前 冲天剑气和火光 引来了五个九阶出击境外杀手 其中一个 正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供奉 杰瑞 长得兽骨灵循 耳朵还有点尖 头发苍白 眼睛呈血红之色 还有一个 衣服破烂 浑身都是血迹 双眼血红 而涣散无神 眼角还流着血 走路之时 肢体彭扶最早的机器人一样 机械 笨重 僵硬 竟然是个介于人和丧尸之间的怪物 真不知道 觉醒了什么可怕的异能 会让他变成这样 零号 你杀了我的少主卡尔 今天 我要你偿命杰瑞 指着零号怒合道 零号一个闪身 砰的一声 直接将他的头 轰成了血物 还有点灵智的丧尸了一下 似乎有些恐惧 但没有退缩 转身向零号杀去 砰 零号身形一闪 一拳轰出 丧尸的头像西瓜 一样爆炸 可是他竟然没有停止 两只手猛然抬起 向零号掐去 这都不死 零号 也是愣了一下 然后一掌拍出 八荒神火 哄 八荒神火呼啸而过 将他烧成了灰烬 另外三个九阶 初级的暗榜杀手 一惊不小 但为了天价赏金 三人对视一眼之后 就选择了一拥而上 杀 这三人在暗榜上 排名并列 一百一十六 非常有默契 但凡有行动 都是一起出手 三人很快组成了 一个合击阵型 可以攻防相成 战力叠加 防御分担 哪怕是排名前 一百的暗榜杀手 遇到他们 都得退避三射 就是因为 这个合击阵型 这也是三人 从上古一季中 得到的密法中学来的阵型 三人合击的威力 达到九阶中级 只见三道白光 从三人手中射中 在半空中融合成一体 而后狠狠地射向零号 三人合击 威力倍增 零号却是冷冷一笑 双眼之中 金光暴闪 施展SSS 即异能灭视之眼 于无声处 有惊雷 两道金色的灭视之光 怒射而出 同样融合为一 对上三人的白光 碰 一声巨响 周围被强烈的金色光芒 所淹没 全国网友的手机平板 和电脑荧幕 都是一片金光 白光被灭视金光 射得瞬间消散 灭视之光如有灵性 分成三道 向三人击事而去 瞬间洞穿了三人眉心 当场归西 零号取走他们的空间戒指 继续向前而去 燕京 朱天策 开怀大笑老和 零号的战力 是真的逆天啊 我要是向这打 一能早就耗尽了呀 和司令笑道 后生可畏啊 有了零号 以后大厦就安全多了 我们可以放心地去搞各个城市的防御升级 这次的兽潮 给我们提了个醒 如果大厦四大边境 同时爆发大规模兽潮 那将是非常可怕的打击 何况还有敌对国 还有新宫组织 西域蛮族 南疆妖族 朱天策也是点头道士啊 这次虽然没有动用 罗都和江南地区 临海的军部力量 没有完全动用 龙穴军团和龙魂军团 更没有调回月球上的 星辰军团 但真要是波及全球的 SSS集兽朝到来 怕是也无法抵挡 因此 任重道远啊 第183章变身 和噩梦深渊双一能 零号飞掠在荒野之中 突然 前面来了六个人 和林飞行在空中 刘顺 苏玲 江玉 顾星仪和高佳佳在地面上飞奔 一个个都是激动不已 零号愣了一下 几人的容貌身材 衣着神态 甚至衣服上的血迹 都跟真的和林等人一样 但凭直觉 他就觉得有问题 这时候 他们几个 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他已经让他们去荒野城防了 零号的SSS集艺能火眼金睛 立即运转 眼中金光流转 看了过去 这一看不得了 零号顿时惊呆了 火眼金睛竟然有透视功能 只见变化成和林模样的人 竟然也是个角色美女 雪白的肌肤 高耸的雪山 金发闭眼 烈焰红唇 大长腿 在零号面前一览无余 气质更是别有风韵 极冷艳 温婉 明媚 性感 高贵于一身 彭扶是一代女王 此时看零号的眼神 充满了杀气 但她假装变化而成的和林 却是一脸的崇拜与温柔 浩哥 我想死你了和林满面春光的 扑进了的怀里 林昊情不自禁地挺枪而战 贾和林也一愣 没想到林昊这么强 挺枪就战 几乎是顺法 她的反应也很快 竟然一边上下起手 一边立即出手 交贺到噩梦深渊 贾和林的眼中的天地 突然变了 在她眼中 林昊已经置身地狱 阴风呼啸 鬼火飘荡 各种长相猙獰的怪物 向她狠狠地扑来 可是 林昊的眼神 却是一片清明 贾和林立即觉察 大惊失色 噩梦深渊可是 SS级异能 竟然对她无效 怎么可能 此时林昊的战王令台上 响起真和林交集的声音 林昊 那个人不是我 快放开她 你已经被她的异能 所笼罩了 周围 是地狱班 场景林昊 你没事吧 此时 在外人看来 林昊周围 就是地狱班的恐怖场景 贾和林 也仍然是真和林的模样 林昊淡淡一笑我没事 区区SS级异能 还奈何不了我 碰 林昊突然出手 一掌拍在贾和林的肩膀上 贾和林惨叫一声 腿骨断折 扑通一声 跪在了林昊面前 变化异能 和噩梦深渊异能 瞬间失效 贾和林露出了她的真面目 角色青橙 瓜子脸 高鼻梁 拥有东方人的脸型轮廓 气质高雅 只是此刻脸上却满是痛苦 屈辱和愤怒之色 烈焰红唇的高度刚好 加上林昊火眼晶晶 还没解除 一时间忍不住虎去一阵 贾的刘顺苏林等人见状 立即停了下来 错愕且愤怒地瞪着林昊 同时也解除了他们的变化异能 少主小子 你快放我们少主 你是谁从时招来林昊沉声道 贾和林跪在地上 一动也不敢动 因为一动断折的小腿 就剧痛无比 他倔强地扭头不看林昊 眼中充满怨毒之色 林昊却看得有点心圆一马 要征服这样 像女王一样的抑郁美人 就得够狠 够强 林昊捏住他尖尖的下巴 强行扭转他的头 冷笑到不说的话 我就将你就地正法 再把你的脸变成丑八怪 贾和林吓坏了 他不知道 现在林昊还在直播之中 根本不会将他就地正法 但光是把他变成丑八怪 就已经够让他恐惧了 贾和林怒道 你杀了弟弟卡尔 我伊弗林就算是死 也要杀了你 伊弗林 原来是罗斯柴尔德的掌权人之一 罗斯柴尔德家族 拥有十几个继承人和掌权人 伊弗林是已经继承了一部分家族产业 并开始掌管经营的掌权人 也是西方排名前三的角色美女之一 姿色不亚于克里斯汀 他只比卡尔大了三岁 从小是跟卡尔一起长大的 姐弟俩感情非常深厚 以至于让他直接出手 来杀林昊 林昊冷冷到年纪轻轻 竟然拥有变身和噩梦深渊双异呢 是个人才 我可以不杀你 以后也可以将罗斯柴尔德 但你要认我为主人 林昊可没心思管理什么产业 主人就你你 虽然比我强 但我们家族 有的绝世强者 等下他们就来了 到时 我要让你 教我主人伊弗林含着脸 冷笑的 咔嚓 啊 林昊直接捏碎了他的左手手臂 他的手臂 瞬间垂了下去 碎骨刺破面板 鲜血直流 手臂瞬间 伊弗林高贵冷艳愤怒的脸上 晶莹的眼珠滚滚滑落 痛得浑身颤抖抽搐 教主人林昊 又捏住了他的左手臂 不可能你 你休想啊 不要 咔嚓 林昊毫不犹豫 猛然捏碎了他的右手手臂 鲜血如注 啊 伊弗林的惨叫声 响彻荒野 他带来的小队成员 暴怒无比 纷纷大骂林昊快 放了我家少主 否则 我要你死得很难看 这只变身小队的成员 五人都是九阶初级 而且都拥有变化异能 靠着这个异能 还有全员线上的颜值 和团队配合 他们不知杀了多少 九阶的异能强者 林昊冷笑看来 你的手下不是很聪明 说着 抬腿 踩住了伊弗林的小腿 伊弗林下的面无血色 亡魂皆冒 惊恐的大叫不要 主人 不要 我臣服于你 主人 饶了我吧 伊弗林手下 几人大惊不 少主 不可以 同时 变身小队几人 也是惊恐无比 他们可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异能小队 没能保护好伊弗林 还让伊弗林被人收服 这对罗斯柴尔德家族而言 简直是奇耻大辱 他们回去后 肯定必死无疑 早这样 不就不用受这些皮肉之苦了 林昊 淡淡道 鉴于你不是很听话 我还要惩罚你一下 不 不 主人 求求主人不要惩罚伊弗林了 饶了我吧 伊弗林拼命求饶 已经没有了之前高贵冷艳之态 林昊施展SSS 即治疗异能 枯木冯春 将一道绿光 射入他体内 治愈他身上的部分伤势 让他不至于留钱鲜血而亡 然后直接将他扔进了无限空间之中 同时又开启了无限空间的观察现实功能 让他在里面 也可以看到外界的情况 伊弗林突然看到 周围都是白茫茫的 一望无际 非常惊恐 又剧痛无比 他很后悔没有早点 沉浮于林昊 林昊看着伊弗林的几个手 冷冷到你们几个 出手吧 否则就自裁第184章 你看我灭不灭 你们就完了 太羡慕浩哥了 竟然收了这伊弗林 这么漂亮的女仆 伊弗林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掌权人之一 角色美女 又强又漂亮 能收服这样的西方美女 浩哥的夜晚 不会寂寞了 羡慕极多恨啊 浩哥太霸气了 哪怕伊弗林这么漂亮 但只要不听话 就下手狠了 对付这样的西方美女 就要像浩哥这样霸道狠了 浩哥的调教手法 兄弟们学起来 以后遇到敌对国的美女 就这调教 对东营女人可以更狠一点 浩哥 你是我的 你要保护好自己 不要被伊弗林迷惑了 不要让他得到你的肉体啊 姐妹你想多了 浩哥只是要找个人 在他以后灭掉 罗斯柴尔德家族时 帮他管理产业而已 浩哥可不是那种随便的人 浩哥 不要便宜敌国女人 怎么没人关注他们的义能吗 我看到刘顺 竟然是个美女变身的时候 都笑傻了 变身小队 看到林浩将伊弗林变美 肯定是被 关到了空间戒指之中 顿时大怒 你竟然将少主 关到空间戒指里面 还不快放了少主 你彻底得罪 罗斯柴尔德家族了 你死定了 现在 马上放少主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林浩冷笑你们有没有搞错 现在你们的少主 是我的阶下桥 既然你们不知死活 那就去死吧 八荒神火 林浩凝聚出了五颗篮球大小的 八荒神火球 每一颗都足以斩杀九阶 出击异能者 变身小队五人 正是九阶出击 恐怖的威压 瞬间蔓延开来 变身小队大惊失色 出手 突然之间 变身小队 全部拼命挥手 一种红色的粉末 被他们撒得漫天都是 同时 他们面前出现了无数丧尸 粗略一看 起码有上万个 各种各样的肤色 男女老少都有 一个个身上都带着鲜血 只是眼神涣散 动作僵化 但可以看出 他们每一个 在变成丧尸之前 都是异能强者 最低的一个 都是七阶初级 这都是他们平时打败的人 然后用丧尸病毒 将他们变成了丧尸 红色的粉末 正是丧尸病毒 是由罗斯柴尔德家族研发 一旦吸入 或者沾染 就会渐渐丧尸理智 变成丧尸 被他们控制 林浩看到这些丧尸 顿时怒了 原来网传某些小国被豢养 出现大量丧尸的讯息 是真的 罗斯柴尔德家族 就是幕后的黑手 你们是在 拿他们做生化实验之前的林浩 还不敢相信 竟然有人会做出 这样丧心病狂的事 变身小队的队长 抬起头 高傲且冷漠的 冷亨道士又如何 他们不过 都是一些贱民 本来就该为我们服务 我们才是天选之族 天选之人 没错 你们都是贱民 我们才是天选之人 你们都是我们天选之族的奴隶 林浩冷笑你们 无药可救了 五颗八荒神火球 怒射而出 直扑变身小队 丧尸健壮 立即飞升而起 飞蛾扑火一样 扑向了火球 还有一很多 拦在了变身小队五人面前 哄 几百丧尸 瞬间被烧成灰烬 变身小队大惊 没想到林浩的火焰 亦能这么强 而且 丧尸病毒 对他竟然完全不起作用 剩下的丧尸 却仍然汗不畏死 全部向林浩扑杀而去 雷动八方 哄 天际乌云翻滚 电闪雷鸣 上万道雷电 轰然砸下 砰砰 所有的丧尸 瞬间都被炸成了虚无 连同那些红色丧尸病毒 也跟着灰飞烟灭 否则要是荒野中的凶兽 沾染上了病毒 变成了丧尸凶兽 那他们的战力和破坏力 都会成倍提升 伊弗林看到这一幕 人都傻了 他的实力竟然这么恐怖 果 古堡庄园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族长 索罗门 看到孙女伊弗林被抓 变身小队和丧尸团面 暴怒地将卫星通讯器 砸在了地上 他看的直播 是透过国的军事卫星录制的 岂有此理 林浩太嚣张了 索罗门满脸的肌肉 因愤怒而抽搐 管家立即拿来一部 新的卫星通讯器 恭敬的地上 索罗门接过 按了几号案件 怒到愚蠢你们太低估林浩了 不要再发散了 所有人集合 一起出手 一定要把伊弗林救出来 是 主人通讯器这边 罗斯柴尔德的九阶高阶 家族元老 额头上全是冷汗 不敢反驳一句 其实不论伊弗林 还是之前死在 林浩手中的其他人 都是他们自己大意 觉得林浩 不过才觉醒一个多月 能强到哪去 加上很多是为了赏金而来的 所以 根本放把林浩放在眼里 才分开单独行动 索罗门又打电话给了国黑公 咆哮到 你还想不想连任了 区区一个林浩 竟然搞不定 黑公老大 冷汗连连 立即释出讯息 林浩先是 杀了我国公民卡尔 现在又杀了无数我国公民 还抓了伊弗林 简直是无法无天 必须立即交出林浩 否则 我方不排除 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可能 他还下令给空天母舰的舰长 让他加速逼近大厦海域 做好战斗准备 魔都外海 防空识别区 大厦龙魂镇国军 和空天母舰一行摆开 与军对峙 一步不退 老和直接公布了对峙画面 好让大厦和林浩出师有名 讯息传出 大厦新国哗然 所有人无不愤慨 太特谋嚣张了 你看我家浩哥 揍不揍你就完了 浩哥 别管他们 他们越是大呼小叫 你越要杀光 所有进入大厦的杀手 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 我不介意看你直播 侮辱伊弗林 让罗斯柴尔德家族 彻底颜面扫地 老这是在作死这次 一定要灭掉他们的威风 浩哥 直接守司空天母剑 让他们嚎叫去老钥匙敢打 老子第一个伤 这是最后一次了 我想谁 浩哥将会以无敌之姿 终结这种事情 林浩看到这讯息 脸色阴沉 杀气汹涌 你看我灭不灭 你们就完了第185章 万刃绝天阵 东营人也是出了讯息 叫嚣着 要大厦交出林浩 说是林浩杀了东营人 绝对不能饶恕 大厦直接回了聚机不如人 该死心仇旧恨 早晚一起算 网友直接开骂 小日子 这是在作死的边缘 不断试探 早晚灭你压的 狗日的 就是狐假虎威 看到老出来挑衅了 他也想屁颠屁颠跑出来的 真特魔找死 等大厦重回世界之巅 第一个要灭的 就是东营 东营狗 我见一个 杀一个 东营狗 自己几斤几两 心里没个B数吗 跑到大厦来狂吠 活腻了吧 东营狗就是要经常敲打敲打 不然他还以为自己是人 林浩飞掠在荒野之上 正在寻找境外的杀手 要早点杀光他们 然后去守四国的空天母舰 沿途遇到不知死活的凶兽 就顺手杀他几只 突然 林浩前后左右一米的虚空中 凭空伸出一把刀 刀气凌冽 杀气腾腾 刀如闪电地向林浩展来 在外人眼中 这刀就是凭空出来的 可是在林浩眼中 他却是由一个东营异能者 手持挥斩而来的 林浩的火眼晶晶 早就自动运转搜寻 发现东营异能者 要隐身偷袭他的 东营狗 老子正想找你们你们 却自己送上门来了 那就去死吧 林浩直接一拳轰出 砰 九阶终极的刀 瞬间被轰成粉末 持刀的东营异能者 被轰成了泄物 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 与此同时 后面和左右两边的刀 眼看叫P中林浩 轰 混沌之火要事而起 自动护主 三把九阶终极的刀 瞬间被烧成了虚无 三个隐身的东营异能者见状 大惊失色 心想 怎么可能 他怎么能看穿我的隐身 他的反应速度 怎么会这么快 这是什么火焰 怎么会有灵性 竟然会自动护主 难道是SSS级的火焰异能 这些念头 在东营异能者脑海中 一闪而过 他们来不及多想 立即扭转身形 强行避开混沌之火 可惜 混沌之火是有灵性的 只见三股混沌之火 突然从林浩身上呼啸而出 将隐身于虚空中的三个东营异能者 烧成了灰烬 隐身在虚空中 本想发动第二波偷袭的东营异能者 都傻眼了 给我滚出来 林浩一声幕后 隐身的十个东营异能者 全部现身而出 其中一个九阶高剑 两个九阶中级 剩下的七个都是九阶初级 领头的中年东营异能者 脸上带着惊骇和兴奋之色 用别角的中文道林浩 没想到你成长如此神速 看来你身上一定有非常厉害的异能神福 只要你交出异能神福 我可以不杀你 林浩冷笑 又一个东营人大怒小子 我们是柳生 林浩面色一沉 一颗巨大的八荒神火球 呼啸而出 东营狗也敢在大厦狂吠 哄 八荒神火球的速度 比闪电还快 说话的东营人 瞬间被烧成了灰烬 空间风暴林浩二话不说 继续出手 只要是东营人 杀了就是了 不需要问缘由 不需要废话 哄 九颗巨大的空间风暴球 猛然形成 以吞天势地之势 向剩下的九个东营异能者 呼啸而出 所过之处 空间不断崩塌 蔑视的威压 笼罩周围天地 不好节镇领头的东营人 大吼一声 立即穿上了流光神甲 两个九阶中级的也是 其余的九阶出击 则是立即穿上了庞大的机甲 他们没想到 如此杀法果断 一句废话也没有 顿时就有些慌乱 没人敢怠慢 一出手就是绝招 万人绝天阵 九个东营人 立即闪身站位 在四面八方 形成了一个立体的站位 将林浩围在中间 九个人 九把刀 愤怒而惊慌地 向中间的林浩 劈斩而去 轰轰 刀气呼啸 纵横 分化 转眼之间 幻化出了万千刀气 向林浩席卷出 刀气味道 地面的草木砂石 已经被刀气的余波 肆虐得的满目苍蝇了 林浩冷笑 屈指一弹 九颗空间风暴球 暴射而出 所过之处 看似无间不摧的刀气 瞬间被空间碎片 切割成碎片 而后吞噬 空间风暴继续向前 真正的无间不摧 东营人眼看着自己的九阶初级机甲 被恐怖的空间碎片 像切豆腐一样切碎 惊恐的都忘了逃命 特别是 当流光神甲 竟然也被砍瓜切菜一样 切割成渣的时候 东营人一个个吓得浑身血液 都变冷了 不过转眼之间 空间风暴球 就将九个东营人 切割成了渣渣 吞噬于虚无空间之中 林浩连看 都没再看一眼 直接走人 追踪其他的境外杀手而出 甚至连东营人身上的资源 都懒得留下 网友们大呼过瘾 疯狂打赏 浩哥不愧是浩哥 杀法果断 对于东营人 就该这样狠辣果断 浩哥威武杀光东营狗 东营狗啊 我之心不死 要魔把他们灭掉 要魔将他们奴役浩哥 你怎么看 不能简单地灭掉东营狗 太便宜他们了 我建议奴役东营狗 同意 同意 东营人看到 果转发过来的卫星画面 吓得不敢叫嚣了 希望老能替他们出手 罗斯柴尔德家族组长所罗门 看到林浩越战越勇 竟然连九阶高阶的强者 也能轻易秒杀 一时间也是震惊不已 不过短暂的震惊过后 就变成了兴奋林浩的异能神福 一定是逆天级别的他相信 他派出的家族元老 一定能杀了林浩 拿到他身上的异能神福 因为他和蓝星所有异能强者一样 坚信所有的异能 都是有其极限的 他立即打电话给黑工 让国继续向大厦施压 立即交出林浩 否则 我们立即采取特别军事行动 同时制裁大厦 制裁林浩 制裁林浩的亲朋好友 大厦官方里都没理他们 只是默默地增派龙魂镇国军 同时满怀期待地 看林浩守司国的空天母舰 网友们就没那么客气了 老已经变成了一条疯狗 一条被罗斯柴尔德控制的疯狗 现在叫得越大声 到时死得越惨 木曹泰特摩 嚣张浩哥 快灭这些疯狗 干还以为我们大厦是那些小国吗 这次一定要让他们 有来无回地186章 杀了林浩 拯救克里斯汀 给我死 魔都西南荒野之中 林浩开始加速 精神全面扩散开来 覆盖了近万米的范围 追踪到了一境外杀手之后 九阶完美速度技能封影 雷闪全开 加上自身速度的加持 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 天机卫星监测网斗 跟不上 下一瞬间 林浩出现在了一个境外杀手面前 一拳轰出 碰 一个九阶出击的日不落帝国 暗绑杀手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他轰成了血污 碰碰碰碰 林浩战力全开 刚刚杀完这个 下一瞬间 再度连续锁定境外暗绑杀手 在万米的范围之内 身影不断消失 出现 消失不断地斩杀境外杀手 不到十秒钟 就杀掉了二十个境外九阶 初级暗绑杀手 卫星直播 跟不上林浩的速度 每次抓拍到的画面 都是境外杀手被轰爆 形成了一片血污 根本拍不到林浩的身影 浩哥 你倒是慢点啊 我们都看不到你人人影了 浩哥这是怒了 战力全开了啊 卫星直播都跟不上我算了一下 浩哥平均半秒杀一个境外杀手 太逆天了 这些可都是九阶的绝世强者啊 在浩哥面前 竟然跟摆设一样 我非常怀疑 浩哥肯定是觉醒了一个SSS级的 可以越战越强 以战养战的超级逆天异能 人才啊 我怎么没想到 想想也是 从新生大笔开始 浩哥斩杀的凶兽和杀手 还真是越来越强 可是浩哥却也是越来越强 不管什么样的人来了 都只有一个死字 也是暗榜的杀手 没有全部都来 否则像浩哥这么杀下去 不用三分钟 就能直接涂了整个暗榜了 龙魂镇国军统帅朱天策 感慨不宜老何 林浩的速度 已经远远地超越我了呀 和司令满脸笑容地感叹道 何止是你 林浩的速度 也已经超过 我了他的战力 绝对达到了九阶巅峰 两人相视一笑 神情之中 都是充满了振奋和激动 魔都西南荒野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 已经集结完毕 一共53个 除了他们家族之人 还有暗榜上的杀手 以及日不落帝国 雄鸡国 国的敌对异能者 还有花旗家族之人 林浩的精神 瞬间锁定所有人 一个闪身 就来到了他们的上方 凌空二立 克里斯汀 在直播中看到了的书手 还有唐哥 情难自禁 五位杂陈 打电话给了林浩 主人 我想跟家族做个了断 克里斯汀坚定地说道 林浩心念一动 无限空间 就将克里斯汀 从荒野城房之上 带到了他的面前 克里斯汀 林浩 快放我妹妹 林浩 快放我侄女 克里斯汀的叔叔 和唐哥怒吼起来 杀气疼疼 他们一个九阶出击 一个九阶高阶 都是威震一方的 绝世异能强者 克里斯汀眼眶一红 道叔叔 唐哥 你们赶紧归顺浩哥吧 道哥问鼎南星之巅 只日可待 你们要是执迷不悟 我不想看到你们惨死 什么 克里斯汀的叔叔 和唐哥愕然 震惊 难以置信 克里斯汀你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他用什么恶毒的手段 迷惑了你的心智林浩 你这该死的人 克里斯汀的叔叔咆哮道 克里斯汀 你别怕 我的父亲 是来带你回去的 没有人可以欺负我花旗家族的人 今天我就杀了林浩 带你回家 克里斯汀的唐哥 生死历劫地怒吼道 像是一头发狂的凶兽 花旗家族的供奉 也是满脸杀气 怒不可遏 克里斯汀 却是眼含眼花 淡淡一笑叔叔 唐哥 你们错了 是我自愿臣服于主人的 你们快点 臣服于主人吧 克里斯汀 你克里斯汀的叔叔和唐哥 简直无法置信 你怎么能这样 你是花旗家族的骄傲 你怎么可以 自愿臣服于他 克里斯汀道 我已经劝过你们了 要是你不愿臣服 一定会后悔的 只可惜 等到主人出手的时候 你们连后悔的时间都没有了 你们根本不知道人的恐怖 说完 克里斯汀 走到林浩身旁 林空向林浩跪下主人 林浩淡淡道起来吧 给我按摩 是 主人克里斯汀恭敬道 脸上又出现了些许红韵和激动之色 克里斯汀 像一个崇拜主人的女仆一样 开始为林浩按摩 手发温柔 细腻 全面 让人面红耳赤 在场所有的境外异能强者 都惊呆了 只见克里斯汀黑丝 大长腿 雄风傲然 与林浩几乎是贴在一起 那手法 更是无微不至 境外强者 几乎都是两眼发光 有的还忍不住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还有的甚至流下了口水 盯着克里斯汀的身材 不断打量 心里更是邪念不断 这可是国之花 花旗家族曾经的第一继承人啊 我日思夜想都收服了他 没想到 却让大下一个新生给收服了 克里斯汀 他本是所有西方国度 男人的女神 他拒绝了所有人 所有人都以为他不喜欢男人 没想到他不是 他竟然自愿臣服于 林浩真是羡慕极度恨啊 一个国强者怒吼盗杀了林浩 拯救克里斯汀 克里斯汀的叔叔和堂哥 更是气炸了 气得说不出话 最后 克里斯汀的叔叔 咬牙切齿道 克里斯汀 你简直是花旗家族的耻辱 我代表花旗家族 正式宣布 废除你的家族第一继承人身份 将你逐出花旗家族 罗斯柴尔德的家族元老 安德鲁 是个白发苍苍的老者 一听这话 全身一震 邪笑到好 那我就救了克里斯汀 将他收我女仆 已经很久 没有慎动 不 是很久没有心动过了 境外杀手们 不禁恶然 心里大骂这老鬼 你特魔到底行不行啊 别特魔暴殿天物 突然 安德鲁的笑容凝固 面色无比铁青 死死地盯着林浩 只听林浩淡淡到伊弗林 出来跟克里斯汀学习一下吧 是 主人伊弗林 温柔性感的声音 突然凭空响起 第187章遍一人 是 主人 在众多境外异能者的注视之下 倾国倾城的伊弗林 凭空出现了 全场哗然 伊弗林 国之花 无数人争相追求的 罗斯柴尔德家族掌权人之一 还在酿胎脸 就有人上门求亲 却一直单身的钻石单身女神 竟然也臣服于林浩了 林浩这是彻底得罪 罗斯柴尔德家族了 他死定了 国的卫星 也一定在监视这里的一切 林浩成功引起了 国人的愤怒 罗斯柴尔德家族 会调动整个西方的力量 对他进行绞杀 哪里用得着整个西方的力量 安德鲁带来的人 就能绰绰有余地杀掉林浩了 角色倾城的伊弗林 竟然浑身是血 林浩怎么下得去手 伊弗林直接走到林浩身旁 克里斯汀看了他一眼 感觉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危险 虽然他的颜值不比伊弗林差 但是他的等级和家族 却比他强太多 此时的伊弗林 因为这段时间 一直被林浩关在无限空间之中 看到了林浩恐怖的战绩和战力 认知被林浩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整理 他已经彻底臣服于林浩了 他觉得林浩一定还有底牌 否则不会这么大意地 让他观看全城 要知道 让敌人知道自己是什么异能 对方也许就有了提前准备 对付手段的时间和机会 要是伊弗林 没有臣服于林浩 说出了他的异能 那罗斯柴尔德家族 就能更好的对付林浩了 伊弗林虽然浑身是干涸的血迹 但他已经用伤药 治好了身上的伤 伊弗林看了看克里斯汀 脸上顿时红了 他跟克里斯汀一样 从来没有服侍过男人 甚至连手都没牵过 现在竟然要服侍林浩 他实在有点不习惯 但看了一眼林浩英俊潇洒的颜值 和身材之后 伊弗林突然就心跳加速了起来 也学着克里斯汀的模样的 开始为林浩按摩 只是他的手段太生疏了 太小心翼翼了 不像克里斯汀那样 简直无微不至 无所不至 看得在场的境外异能者 一直咽口水 伊弗林与克里斯汀一样 同样的大长腿 同样的呼之欲出 但气质上 却是更冷艳 更高贵 看到伊弗林 也开始为林浩按摩 克里斯汀的竞争意识 和危机意识 顿时爆发 下手更大胆啊 直看得伊弗林面红耳赤 心跳加速 在跟林浩的接触过程中 他似乎知道了男人的滋味 安德鲁已经气炸了 脸上他垮的肌肉 不断地抽搐 尊贵的伊弗林女士 您是深深罗斯柴尔德家族的 掌权人之一 您是女王般的存在 您怎么可以第三下四地 给林浩按摩 一定是他 用了卑鄙的手段 逼你臣服的 尊贵的伊弗林女士 请您让开 让我杀了林浩 救你回来 安德鲁已经气疯了他 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 嫡系成员 但已经退居二线 实权不如伊弗林高 只是地位尊崇而已 伊弗林却是平静到安德鲁 你回去吧 我是自愿臣服林浩的 安德鲁籍的步行 尊贵的伊弗林女士 您不能这样 您这样会让罗斯柴尔德家族 颜面扫地的 为了家族荣耀 我不得不出手了林浩 今天你必须死 安德鲁心念一动 空间介质中 突然出来了十个九阶高阶的巨人 十几米高 就像一座座小山一样 一个个都浑身肌肉鼓起 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 他们是国基因科技的产物 变异人 行尸走肉般的死士 只残留着一点点理智 用来听命于罗斯柴尔德家族 林浩心念一动 将克里斯汀和伊弗林 收进了无限空间中 让他们在里面观看战斗 给我杀他安德鲁指着林浩 咆哮的 哄哄 十个巨人 发出一声声惨叫 向林浩扑杀而去 他们每一步踏下 地面都会跟着震动 彭似是地震一般 碰 十个巨人猛然一塌地面 腾空而起 十个巨大的拳头 整齐华一的挥向林浩 彭似机器人一样 整整齐齐 空间都为之震碎 林浩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沉身喝道 八荒神火 哄 恐怖的紫色火焰 带着蔑视的微面 席卷开来 瞬间将十个巨人笼罩其中 啊 奇怪且刺耳的惨叫声 猛然响彻天际 十个巨人 十具庞大如小山的身体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被八荒神火 烧成了灰烬 安德鲁等人 惊骇无比 怎么可能 他的战力 怎么会这么逆天 一招秒杀十个九阶 高阶绝世强者 难怪伊富林 甘心臣服于林浩 几乎所有境外杀手和强者 都在瞬间心生恐怖 本能地退到了安德鲁身后 安德鲁也是非常惊骇 但他相信 所有的异能 都有其极限 他一定能杀死林浩 他 还有底牌没出 他看向林浩的眼神 充满了惊骇 震惊 但更多的是 汹涌的杀气 网友们都傻眼了 因为他们看着看着 荧幕突然间 又被打上了厚厚的马赛克 什么情况 我刚才看到克里斯汀 带着激动之色 向林浩走去 然后就马赛克了兄弟们 你们的直播画面 也是这样的吗 靠 搞什么呀 关键时候就马赛克 不让看你别直播呀 我真的只想单纯地 看看浩哥的帅眼而已呀 克里斯汀 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那些恶心的 境外杀手 甚至那个老家伙 都露出了邪恶的表情 有的还流口水了 哎 果然是我不能看的东西 实名羡慕浩哥了 陈补木曹又来一个 不 不 不要 不要 哎呦 陈补木曹 又马赛克了 浩哥 放开那两个西方女人 冲我来 我的天 罗斯柴尔德的掌权女神 竟然这么快 被浩哥征服了 他们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要马赛克 谁有五马版本 我出一个小目标 安德鲁突然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了一个人头大小的 巨大空间戒指 面色铁青鹰 沉到零号 所有的异能都有极限 我就不信我杀不死你 第188张犯我大下 来者必诛 奇耻大辱 奇耻大辱一百年多了 罗斯柴尔德家族 已经一百多年 没有遭受如此奇耻大辱了 林浩 你必须死 必须死 罗斯柴尔德家族组长 索罗门震怒 气得他 砸烂了书房中 价值连城的 维纳斯的断手雕像 花旗现任家主 还有组长布兰顿 同样是愤怒无比 不断地咆哮 最后打电话给了索罗门 尊贵的索罗门先生 林浩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您可以要夫 我们报仇吧 索罗门咬牙切齿放心 今天林浩必须死 索罗门再次逼迫黑宫 黑宫惶恐 同时也从林浩身上 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于是 黑宫释出讯息 林浩杀我国人 奴役我万名女神 今天 他必须死 这是我方的最后通牒 大厦必须无条件 交出林浩此讯息发出的同时 我方十架空天母舰 已经同时出动 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全速向大厦边境靠近 一旦激起千层浪 燕京 隆帝得知讯息 亲自过问 老何呀 怎么样 老这是要跟咱们干架的姿势 有问题吗 和司令恭敬 且坚定地回复首长 没有任何问题 他们敢来 我们就敢打 来多少灭多少 很好嘛 我们就是需要你这样 继承车器 不管什么妖魔鬼怪 都是直老虎 身旁的朱天策 都有点急了老何 十架空天母舰 我方的空天母舰加起来 也都十艘 而且还没他们的大 除非十架全上 再加上全部的龙魂镇国军 全部出去 不然这一战有点悬啊 可要是这些全部出去 其他边境的跳梁小丑 可又要作妖了 老何却还是笑到放心吧 有号天战王在 根本不需要我们出手 朱天策眉头一皱老何 我也知道 林浩很强 但这一次 老搞不好 真的要动手 搞不好就是国战 你不能掉以轻心啊 就对林浩这么有信心 当然 我是看着林浩一路走过来的 他要是没把握 一定会通知我们做准备 不会拿国事开玩笑的 龙帝在电话那头笑到老何 这个林浩很有意思嘛 我都想刚刚他哦 哈哈 好说好说 有空就让他去找你 随后 大厦官方 立即针锋相对的 释出通告 态度非常强硬犯我大厦 来者必诛 犯我大厦 来者必诛成捕目 曹然然然 太特磨然了 我闻到了 风风火狼烟的味道 这味道 对了 干他压的 打就是了 兄弟姐妹们 真打起来 前线应该会缺钱吧 我决定 把全部资产都捐了官方 有需要一定通知我啊 兄弟们 大家先冷静一下 我也很想打老 但我现在更想知道 咱们大厦的底牌 有人知道 什么蛛丝马迹吗 十架空天母舰 每架一万将士 最低都是六阶初级战将等级 十架就是十万人啊 大厦空天母舰 也才十万 还比对方小一点 是龙魂镇国军吧 是 但不止 听说过星辰军吗 听说过 但过于先进 不便展示 我没看到过 我知道 但我也只知道 星辰军是战皇起步的 是大厦真正的底牌之一 正在月球 为大厦开疆拓土 听说过不了多久 就会开始招募预备一星辰军 入住月球基地市了 陈捕牧草 普天同庆啊 普天同庆 但是星辰军在月球 没必要召回吧 我觉得也是 大厦一定还有别的底牌 毕竟在家门口 大厦是无敌的 大家怎么 把浩哥给忘了了 浩哥可是征服了 罗斯柴尔德掌权女神 国之花的人啊 对啊 浩哥就是大厦的底牌之一啊 没错 浩哥威武 坐等浩哥手撕 老空天母舰 安德鲁咬牙 切齿林浩 受死吧 突然 大地震动 荒野之中 突然出现了上千头 巨大无比的恐龙 几乎每一头都是百米大小 最大的更是高度 或者长度超过了三百米 人类在他们面前 就像是蚂一样 而且最恐怖的是 这些恐龙 与曾经灭绝的恐怖不一样 他们低头的身上 都覆盖着厚厚的铠甲 每一头的等级 最低都是九阶处级 有五十头霸王龙 更是达到了九阶高阶 最强的一头 更是达到九阶巅峰 恐龙大军 他们同样 是国科技的结晶 恐怖的战争机器 燕京 老何 都被惊到了上千头恐龙 相当于上千个九阶战皇啊 还好 还好 浩哥的神情 仍然很轻松 那就妥了 朱天策老何 你认真的 这可是上千个九阶战皇啊 虽然看起来是受人控制 没什么灵智 编娜也是九阶战皇啊 安拉 浩哥没找我 就一定没事 咱们好好看 就是了 不过老的保密工作 做事真觉 我们事先可一点也不知道 朱天策还是有些担心事啊 也不知道 他们搞了多少恐龙大军 网友大金老 真是丧心病狂啊 既然复活 还改造了曾经的蓝星霸主恐龙 上千九阶战皇啊 浩哥该如何应对 别说老何和网友了 就连在场的境外异能者 都傻眼了 这里 除了伊芙林和安德鲁 其他人根本不知道 老有恐龙大军计划 并且已经成功了 林浩却淡淡一笑 就这禁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你们这帮人 什么时候 能把脑子用在正道上 安德鲁大笑 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给我上 杀了他 吼 上千头庞然大物般的恐龙 奇奇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声 红着眼 全部向林浩扑杀而去 庞大的身躯 一步百米 每一脚踏下 就是一个几十米的大坑 地面剧烈震动 上千头恐龙 跑出了万马奔腾的气势 杀气冲天 林浩冷笑 怒吼风影 雷闪碎心拳 九阶完美速度 和力量技能 让林浩快到根本看不到身影 恐怖的力量 一拳一头恐龙 轰轰轰轰轰 一头头恐龙 被快速轰碎内脏 一头接一头地倒下 消失 进入林浩的无限空间 九阶战黄级的恐龙 每一头都是珍惜的材料资源啊 恐龙的速度 根本跟不上林浩 他们 甚至感知不到林浩 更不要说是看到林浩了 很多恐龙直接狠狠地撞到了一起 转眼之间 上千头九阶 触及到高阶的恐龙 就被林浩斩杀完 只剩下那头九阶巅峰 长390米 铠甲厚达一米的霸王龙了 第189章 八荒神火领域 吼 九阶巅峰的霸王龙 仰天长啸 生震就啸 乌黑的林甲厚达一米 锋利的牙齿像一把把尖刀 闪烁着寒光 每一颗牙齿 都比林浩的头还大 大腿就像四根擎天之柱一样粗壮 安德鲁等境外异能者 都傻眼了这才多久 不到一分钟吧 上千头九阶战皇级别的恐龙 就全被林浩斩杀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一定是我眼花了 一千头啊 战皇级恐龙啊 我连三头都打不过 他竟然杀了一千多头 所有忍者看向林浩 看到林浩一脸的云淡风轻 再次被震惊了 怎么可能 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心声 一个大吓的心声而已啊 战力既然达到九阶巅峰嘛 林浩真的不是什么 隐士老头子假扮的吗 他的异能竟然还没耗尽 这是什么妖魔鬼怪 在无限空间中 观战的克里斯汀和伊弗林 同样是无比震撼 克里斯汀还好一点 毕竟跟了林浩有段时间 对于他的惊天战绩 多少有点见怪不怪 伊弗林去震惊地张大了烈焰红唇 大的可以塞进一根肉肠 他知道林浩很强 但没想到竟然这么强 其实他之前也有过犹豫 觉得林浩未必打得过安德鲁 毕竟他的手段和底牌太多了 但他的直觉告诉他 林浩远不止他看到的那么强 因此他选择了臣服 现在他看到林浩不到一分钟 团灭了上千头九阶 触及到高阶的战皇级恐龙 他彻底被林浩征服了 现在无论林浩让他做什么 他都会乖乖听话 因为他曾经付出了 无比艰辛的努力和天亮的资源 才突破了八阶巅峰 却一直止步在此 无法突破九阶 而林浩能够如此年轻 战力就达到了九阶高阶 这样的天才 恐怕是千年难得一遇的 这样的天才 没有什么是他做不到的 别说林浩的战力了 就连这无限的空间 就已经让依附林产生 发自内心和灵魂的恐怖和战力了 安德鲁过了半赏 才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他看了一眼九阶巅峰的霸王龙 顿时又恢复了信心 林浩 你确实很强 但是你的战力 应该还没达到九阶巅峰吧 这头霸王龙 你该如何应对 九阶高阶和九阶巅峰之间的差距 还是很大的 林浩淡淡到老头 你的眼力还是可圈可点的 我一个人确实有点难 但要是三个人呢 林浩心念一动 不远处突然就来了 两个跟他一样 帅到天际的青年人 同样看不出等级 但是同样的深不可测 SSS级异能 一气化三清 不过 林浩只变出了两个分身 因为两个就够了 境外异能者什么情况 大厦的年轻人 都这么逆天吗 一个林浩就够呛了 现在又来了两个 还让不让人活了 安德鲁看到两个林浩分身 也是眉头一皱 感觉到了一种刻意的危机 难道这是林浩的同学部 不可能 大厦不可能同时出现三个 像林浩这么年轻的 九阶高阶绝世强者 看来要速战速决了 大厦官方 一直没有出手帮忙林浩 极有可能是他们觉得 林浩对付我们已经戳戳有余了 现在林浩的朋友 出现了算不算大厦官方出手相助了 要是大厦官方再出手的话 那我就算有现金的手段和底牌 也得完蛋 浩哥 好久不见啊 分身假笑道 林浩淡淡点头 这恐龙可以啊 够大 我就喜欢大 就是不知道肉怎么样 浩哥 烤恐龙肉的时候 可别忘了我呀 好说出手吧 混沌之火 混沌神雷 灭世之眼 三种强大无比的SSS技艺能 同时施展 霸王龙暴怒 腾空而起 冲向了林浩 血盆大口张开 腥臭之威扑鼻 巨大的獠牙 更让人胆战心惊 给人直观的感觉是 一个林浩 还不够他塞牙缝 霸王龙没什么灵制 只是服从安德鲁的命令 只想杀死林浩 因为根本不去管两个 同样强大的分身 轰轰轰 三种强大无比的攻击 几乎同一时间 落在了霸王龙的头上 厚达一米的灵甲 瞬间被轰成碎片 烧成虚无 霸王龙的头 被灭世之光洞穿 又被烧成灰烬 只剩下了庞大无比的身躯 轰的一声 砸在地上 震起冲天尘土 全场死记 安德鲁面色铁青 网友沸腾了 浩哥无敌 秒杀上千九 接战皇 浩哥简直不是人啊 浩哥我是指望不上了 姐妹们 浩哥让你们去抢吧 浩哥的兄弟 给我 浩哥 像这么帅的兄弟 多多一扇 我照单全收啊 浩哥的强大兄弟 也太多了吧 之前来了三个 这次又来了两个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有一个浩哥这样逆天的天才 已经烧高香了 不可能这么多我严重怀疑 这几个人 都是浩哥的分身 浩哥肯定有个SSS的分身艺能 我的天哪 我也觉得是分身艺能 但这分身 也太真了吧 分身越多 子孙越多 哈哈 姐妹们 我们都有机会 哈哈 姐妹们 你们说 分身的快乐 浩哥会知道吧 会是亲身体会那样的真切吗 我不也往下想了 哈哈 分身可以自由独立的生活吗 受律法保护吗 哈哈 我开始胡思乱想了啊 系统的声音 响起恭喜任人 斩杀境外杀手 上千九阶恐龙 斩杀奖励 超SSS 极异能 八荒神火 领域万米之内 九阶巅峰 有一个灭一个 奖励等级提升到八阶出级 奖励速度 力量 精神 全面提升到九阶出级 奖励智慧制造机器人 一万台 林浩淡淡一笑 立马开启 只有他能看到的面板 姓名林浩 等级八阶出级异能者 异能 SS 及八荒神火 SSS 及空间风暴 SSS 及雷动八方 SSS 及枯木冯春 SSS 及异能 时空禁锢 时效一小时 SSS 及异能 灭世之眼 SSS 及异能 醍醐灌顶 SSS 及无限空间 SSS 异能 火眼金睛 SSS 及异能 缩地成寸 SSS 及混沌神类 SSS 及混沌之火 SSS 及异能 仪器化三清 超 SSS 及异能 声声不息 超 SSS 及异能 八荒神火领域 力量 相当于九阶 出级异能者 速度 相当于九阶 出级异能者 精神 相当于九阶 出级异能者 技能 赤焰烈 天 斩成长形技能 无上限 当前等级 九阶完美 风影雷闪 九阶完美 速度技能 当前等级 九阶完美 碎星拳 成长型技能 当前等级 九阶完美 备注斩杀凶兽 惩恶扬 就能不定期 获得各种主人 所需要的奖励 主人的等级 觉醒的异能 都已遮变 异能觉醒的异象 也已遮变 我能同时掌控的 八荒神火火球数量 或者空间风暴球数量 也提升到了20万颗 而且每颗 都足以斩杀八阶 初级的异能者 SSS 异能醍醐灌顶的 使用次数 也提升到了 一个月四次 强 太特魔强了 现在就算是 九阶巅峰的 绝世异能强者 我也能秒杀了 八荒神火领域 更是强的离谱 九阶巅峰 有多少杀多少 一万台智慧制造机器人 也来得太及时了 现在只要材料足够 就可以马上生产 战斗机器人 空天母舰 智慧战机和机甲 提升大夏的 科技装备水平了 爽实在是爽地 190章 多谢你的大礼 系统 超SSS 级异能 我怎么没听过 零号好奇的问道 超SSS 就是比SSS强 异能的等级分类 只有这么多了 SSS混沌之火 以后也可以升级到 超SSS级 那九阶之上 还有等级吗 有 九阶战皇之上 是武宗 武尊 武圣 武帝 行星级 恒星级 黑洞级 星系级 玉主级 戒主级 不朽 不朽之前的等级 每个等级 都有一到九级 明白了 看来这蓝星之外的世界 非常广大啊 灵号看向安德鲁 冷笑道 还有什么手段 都用出来吧 别怪我欺负老头 安德鲁从震惊中惊醒 九阶巅峰的霸王龙啊 竟然被灵号秒杀了 而且他能感知得出来 灵号找来的人 跟灵号是同处一脉 甚至极有可能就是他的分身 分身能有这么厉害 可见灵号的强大 直到现在 他的异能都没出现 大幅消耗的迹象 安德鲁面色阴沉 咬牙切齿 道你确实很强 但我仍然坚信 所有的异能 都有其极限 安德鲁又拿出了一个 巨大的空间戒指 一瞬间 荒野之上 出现了密密麻麻的 战斗机器人 每个都手持刀剑 或者雷射枪 总数达到了五万 每个的等级 至少都是七阶处击 最强的 更是达到了八阶巅峰 这些战斗机器人的战力 同样是按照同阶 一换十来设计的 最强等级 虽然比不上之前的 恐龙军团高 就算九阶的恐龙军团 也打不过 会被生生耗尽 体力而亡 一般的九阶巅峰强者 同样会被耗尽异能而死 除非是零号这样 拥有逆天治疗异能的妖念 燕京 老何惊呆了 老竟然还留了这一手 朱天策面色凝重 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元老 随手就能拿出 上千的九阶恐龙军团 还有五万的战斗机器人 还至少都是七阶的 太可怕了 老太阴啊 不知道他们手里 还有多少恐龙军团和战斗机器人 他们的空天母舰之上 肯定也有很多战斗机器人 真要打起来 我们的战斗机器人 就得全部出动 龙魂镇国军 怕是也得全部出动 这样一来 其他边境的跳梁小丑 怕是也会趁机有所行动了 零号能搞定吗 据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十二元老 每个都是绝世强者 安德鲁到现在还没出手啊 我相信零号 但是我们也要做好两手准备 我们不打没准备的战 所有战斗机器人 全部调往魔都西南荒野 龙魂镇国军 出动九十 通知星辰军团 进入战备状态 随时中投公司调遣 是 司令 网友们同样是担忧了起来了 这么多战斗机器人 我们打得过吗 我们肯定是打不过了 我们只是普通人 但是浩哥绝对没问题 罗斯柴尔德家族 是真有钱啊 这么多战斗机器人 这得多少钱 五万战斗机器人 够灭掉许多小国了 浩哥一定要顶住 这样 大厦就可以少牺牲很多将士了 林浩却是不屑地冷笑就这 安德鲁窒息了一下 阴沉着脸 沉生到我就不信 你的异能 还是耗不尽 给我上 杀了他 五万点头机器人立即动手 雷射枪疯狂射击 无数道白色的雷射 像是一道道闪电一样 呼啸而来 无数的机器人 挥舞着刀剑杀向林浩 风影雷闪 一气化三清 灭世之眼 林浩速度全开 瞬间消失在原地 三个分身 加上林浩 相当于四个战力 超越九阶巅峰的强者 一道道灭世之光 怒射而出 不断分化 但由于林浩的异能 可以持续不断地恢复 根本用不完 因此 灭世之光 并没有因为分化而变弱 转眼之间 五万战斗机器人 就被全部斩首了 之前林浩一招 带走七百万四阶级以下的凶兽 折算一下 五万七八阶机器人 都算少了 多谢你送的大礼 林浩笑着 收了分身 收了五万战斗机器人 头和身体都收了 这些战斗机器人 只要改造一下晶片 重新接着投身 换掉机器人身上的旗帜 就是大夏的战斗机器人了 以一致一 所有人都傻眼了 老何天策 我们再次低估了林浩的实力了 朱天策了 也是一脸激动林浩 怎么会强得这么变态 五万七阶 触及到八阶巅峰的战斗机器人啊 龙魂镇国军 和大夏所有战斗机器人 全部出动 都不一定能搞定 林浩眨眼间 就给团灭了 老何喜行余色林浩的强大 已经超越了我们的认知了 之前我们还想着 要要对付凶兽和敌果 只有制造大量的 高等级战斗机器人 才能解决 现在看来 虽然是没错 但最强的 还是得看人啊 网友浩哥 这是在变魔术吗 五万七八阶的战斗机器人啊 说没就没了 亏我刚才还在为浩哥担忧 看来 我是自作多情了 浩哥根本不需要我们担忧啊 那国老头的脸色好难看 我太喜欢了 我已经不知道 用什么来形容浩哥的强大了 浩哥必将带领大夏 一捅蓝星 克里斯汀和伊富林 都震惊地目瞪口呆 特别是伊富林 林浩的战舰 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整理他的认知 让他庆幸自己臣服了林浩 伊富林盯着高大帅气的林浩 情不自禁地 开始浮想联翩 他终于知道 克里斯汀 为什么会那么大胆 那么卖力地为林浩按摩了 因为 他也体会到了那种快乐 克里斯汀 看了望眼欲穿的伊富林一眼 道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劝你不要见得太深 否则到时就无法自拔了 主人不是那么随便的人 伊富林笑道 那是你 不是我 不是是怎么知道 万一主人就喜欢我一款的呢 在场的境外一能杀手 都吓尿了 安德鲁气炸了 五万战斗机器人 花了几百万亿 辛辛苦苦地制造的 说没就没了 安德鲁杀气腾腾地 拿出了一颗拳头大小的血红色丹药 生死历劫地吼道 这是你逼我的第191章 丧尸兽巢来写 十万火急 不好 那是丧尸病毒 林浩的无限空间之中 伊富林看到安德鲁 拿出血红色丹药 顿时大惊失色 丧尸病毒克里斯汀也是大惊 丧尸病毒扩散的速度非常快 会将荒野中凶兽 全都变成凶兽丧尸 到时会形成极其可怕的丧尸兽巢 凶兽的战力会成倍提升 丧尸兽巢的等级 很有可能会达到 B级主人有危险了 伊富林忧心忡忡 胸膛剧烈起伏 庞扶雪山发生了地震 B级兽巢 十亿兽 一般由七阶初级凶兽带领 兽巢中大半是六阶兽 现在荒野中都是四阶以上的强大凶兽了 要是发生兽巢 后果难怪想象克里斯汀也是忍不住担心起来 怎么办不 不会的 主人一定有办法 安德鲁果断地将丧尸病毒捏碎了 血红色的毒物瞬间急速蔓延开来 周围的境外杀手 除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 提前服用料解药 其他的几世 全部变成了丧尸 只见他们一个个蹊跷流血 双眼变得血红 眼神涣散 肢体动作变得机械僵化起来 但竟仍然可以施展异能 杀了他安德鲁一声怒吼 几十个境外杀手 全部施展异能和技能 向林浩杀去 这些西方各国的杀手 在案排上的排名 起码是第109名 最强的案榜排名75名 九阶高阶 林浩冷笑 不愧是所谓的天选之族的人 够狠辣 连自己的同伙都不放过 网友更是大骂什么狗屁的天选之族 特魔的 就是禽兽啊 难怪很多小国 要跟他们作对 能将自己的同伙 都变成丧尸 看来那些豢养小国 肆意轰炸 杀戮平民 连老人小孩都不放过的新闻 是真的禽兽啊 这样的种族 简直是人族的耻辱 应该被灭掉 林浩的面色 变得阴沉无比 杀气冲天 一声怒吼 生阵久消 混沌之火 哄 几十道混沌之火 呼啸而出 蔑氏威亚席卷四方 转眼之间 将他们烧成了灰烬 连渣都没留下 一招 只用了一招 林浩就团灭了 几十个九阶丧尸 现在 只剩下罗斯柴尔德的 安德鲁等十几个人 十几人都被吓得 瑟瑟发抖 就连安德鲁也不例外 混沌神雷 林浩毫不犹豫 施展混沌神雷 形成一个紫金色的雷网 将他们困在其中 蔑氏的恐怖威亚 笼罩在他们身上 让他们冷汗连连 惊恐无比 林浩之所以用雷网困住他们 是要带着他们 盗军的空天母舰面前 再杀 祭祺 其中三个人想逃跑 结果还没接近雷网 雷网之上 就射出了三道恐怖的混沌神雷 瞬间将他们轰杀 三人都是九阶中级异能强者 却连一秒钟都没坚持住 林浩看都没看他们 将目光看向了荒野深处 那里 血红色的丧尸病毒 已经飘散过去 无数的凶兽中了丧尸病毒 开始快速变异 有的甚至开始攻击同类 不死不休 荒野中传来了 阵阵变异的嘶吼声 恐怖 圣人 震耳欲聋 地面开始震动 阵服还在不断地加强 变异的凶兽 最后都开始向林浩的方向杀来 直播画面之中 荒野到处都是变异的恐怖凶兽 目光凶恶 残酷 怪异 让人不寒而栗 但他们的速度 却变得更快 力量却变得更强 发了风一样 朝林浩的方向冲去 横冲直撞 所过之处 见什么就撞什么 根本不去闪避 无数的石头 被庞大如山的凶兽撞碎 无数的树林 被凶兽撞到 当然 也有凶兽直接在撞树 撞石头的时候 撞死了 还有的 则因为横冲直撞 互相之间发生了踩踏 死伤无数 荒野之中 到处都是醒目圣人的血迹 网友们傻眼了 隔着荧幕都感到惊恐 陈捕木槽这凶兽 也太多了吧 我感觉比之前的 集兽潮还多啊 而且还是丧尸兽潮 都是那个血红色的东西 引来的 那应该是传说中的 丧尸病毒吧 没想到 他们竟然制造出来的 我看他们已经只生产了 他捏碎那东西 才不到几分钟 丧尸兽潮就形成了 这么恐怖的蔓延速度 要是在城市中投放 那简直是灾难 看来以后不能让 境外之人来大下了 太危险了 天选之族的人 太特魔丧尽天良了 他们研发生产 丧尸病毒 并不是要对付人类 共同的敌人凶兽 而是想对付别的国家 真的应该灭掉 所谓的天选之族 灭是肯定要灭的 现在还是说说 这丧尸兽潮吧 看着规模 兽潮等级 该不会要突破B级吧 我听说 B级兽潮的凶兽数量 可是达到了10亿头啊 要是持续感染下去 突破100亿都有可能 大下现在才30亿人 异能者不到三分之一啊 到时 大下人族和凶兽 现有的某种平衡 就会被打破 大下我也不知道 浩哥能不能搞定了这回 凶兽变成丧尸后 战力可是提升了很多啊 怎么会这样 真的得这么严重吗 那我们不是都要死逃 都没地方逃吗 该死的天选之族 竟然研发这种 灭绝人类的丧尸病毒 不 天选之族的丧尸病毒 只会灭绝其他人类 他们自己没事 感染丧尸病毒的凶兽和人 不会攻击他们 病毒要是全球蔓延 最后只有他们能幸存 难道我们真的没办法了吗 你们别说了 我相信浩哥一定可以 对 我相信浩哥 我也相信浩哥 浩哥是无敌的 浩哥宇宙无敌大下 一定会安然无恙 没错 除浩哥 还有河司令 还有龙帝百年前 灵气复苏 雄兽肆虐 二人联手 所向无敌 定顶与内 这次也一定可以 燕京 报告魔都西南荒野 丧尸兽巢的规模 已经突破了极 而且还在不断快速攀升 现在达到了三亿头 最低四阶处击 最高的 达到了七阶高阶 请指示 老河都惊呆了 丧尸兽巢要是控制 蔓延开来 感染了全国所有荒野中的凶兽 那将会是一场灭顶之灾 以前 凶兽的数量 虽然是人类的几万倍 甚至更多 但是凶兽也有一些灵性 并不会轻易形成恐怖的兽巢 但丧尸兽巢就不一样了 丧尸没有理智 只会横冲直撞 救人救杀 何司令立即下令命令 除了魔都军部驻守沿海的将士之外 魔都以及魔都周边所有的军部将士 火速支援魔都西南荒野 龙魂镇国军 除了对峙国空天母舰的除外 全部支援魔都西南荒野 星辰军紧急召回九十 另外 请求龙殿 龙血军团全部支援魔都西南荒野物 必要先灭了这场丧尸兽巢 最后 老朱 你也亲自去一趟吧 是 司令 保证完成任务 朱天策刚走 龙帝的电话就来了 老何啊 丧尸兽巢非同小可 你有应对之策吗 感染丧尸病毒的凶兽 就算杀死了 尸体也会感染其他凶兽 早晚会将整个荒野的凶兽都感染啊 何司令笑道老哥 当然是有了 最好的方案就是零号 或者你和我 丧尸病毒的感染力太强 感染速度太快了 一般的人 一般的异能 很难彻底解决问题 除非你我出手 否则伤亡会很大 所以 我希望零号 能够完美解决丧尸兽巢 龙帝笑了百年前 灵气复苏 雄兽肆虐 你我联手 率领亿万热血百姓 共凭天下危局 你如此看重零号 看来大夏又要出一个了不得的人了 与此同时 荒野之中 零号暴怒地出手了 一气化三清零号 直接变出了三个分身 八荒神火领域 零号直接动用了最强底牌了 因为他也知道 丧尸兽巢 必须消灭在魔都西南荒野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八荒神火领域 三个分身 同样直接动用了最强底牌 暴怒地杀向了丧尸兽巢 第192章擦除的 变态啊 丧尸兽巢来写 举国震惊 龙帝一天之内 给和司令打了两次电话 全国网友都忧心忡忡地 盯着直播荧幕 紧张焦虑到了极点 就在这时 零号出手了 SSS异能 仪器化三清 还有超SSS异能 八荒神火领域 同时施展 超SSS异能 声声不息 自动施展 源源不断地支援零号 施展异能和领域 然后 零号就消失在了原地 然后天机量子卫星的 俯拍直播视角中 突然出现了四朵范围达到 一万米的紫金色的 八荒神火 之所以说朵 是因为距离太远 四朵八荒神火 连成一线 急速移动 所过之处 所有进入 八荒神火领域的 丧尸凶兽 瞬间灰飞烟灭 连渣都没留下 所遇到的蔓延开来的 丧尸病毒 也是被烧成了虚无 四朵万米大小的 八荒神火 不断地移动 在卫星视角之下 就像是一个橡皮擦 再快速地将 丧尸兽巢擦除一样 快到让人难以置信 要不是八荒神火的范围 到达万米 以零号 以其分身的移动速度 连卫星都无法捕捉到 可即便如此 卫星拍到的画面中 急速移动的八荒神火 也只是一道道残影而已 荒野之中 零号宛如神明 双手背负在身后 周围万米 都是汹涌燃烧的 八荒神火 灭尸的威压 笼罩整个荒野 所有进入 八荒神火领域的 丧尸凶兽 不论是三阶四阶 还是五阶六阶七阶 一沾上八荒神火 立即被烧在虚无 不过神奇的是 八荒神火 只杀领域中的丧尸凶兽 草木杀石 还有其他鸟兽 都没受到波及 不到一分钟 数量超过三亿的丧尸兽潮 就被零号极其分身 给擦除了 连同在荒野中 蔓延开来的丧尸病毒 也被烧成了虚无 龙帝惊呆了江山带有才认出啊 何司令惊呆了 这是擦除了 零号也太变态了 朱天策突然撞到了 老河的电话老朱 回来吧 朱天策一惊 手中的烟头 掉落到了 智慧战机的金属地板上 难得丧尸病毒 这么快蔓延开了 真的没办法了 老河什么鬼 丧尸兽潮被灭了 被零号灭了 你不用去了 赶紧回来吧 朱天策震撼无比 愣了半伤老河 你早说啊 我的华子 不过这零号 是真的变态啊 他怎么做到的 你没看直播吗 我都在推云土雾 想办法呀 是零号擦除的 擦除这是什么异能 不是异能 应该是一种火焰领域 只是零号移动速度太快了 卫星视脚下 就像是他将丧尸受潮 用橡皮擦擦除了一样 火焰领域 零号难道突破了传说中的时间 什么时间 那叫武宗 对对 武宗 武宗 老河 我怀疑零号不是人 短短一个多月啊 就突破了武宗 你说 咱们要不要把它拿来切片研究一下 老河我会把你的话 如实转告零号的 朱天策老河 我开玩笑的 网友仪 什么丧尸受潮丧尸呢 受潮呢 我就手机没电冲了一会儿 你们可别骗我呀 骗你是狗 刚才真的有丧尸受潮 可吓人了猛逼的网友们 一个个震撼和疑惑中 惊醒了过来 不过被一片恐怖的紫金色火焰 擦掉了 擦掉你语文跟谁学的 描写火焰能用擦掉 当一片巨大 而且恐怖无比的火焰 急速移动 所过之处 丧尸受潮瞬间消失 看起来 可不就像是擦掉吗 你们看直播 都不看卫星全景俯拍视角吗 去看看 就知道了 用擦掉或者擦除来形容 再适合不过了 真的是擦除 太形象 也太变态了 三亿多头丧尸凶兽啊 还都是四阶以上的 说没就没了 一定是浩哥 干刚才浩哥消失了 然后丧尸受潮也跟着消失了 用脚响也知道是浩哥 用火焰一能 竟然能做到 只杀凶兽 不伤草木 如此环保 简直是神技 我怀疑 浩哥不是人是神 那浩哥的肉 岂不是唐僧肉 心生大比到现在 浩哥已经十天没洗澡了 你确定你下得去嘴 为了长生不老 我可以 克里斯汀和伊富林也可以 他们在灵浩的无限空间中 看到最清楚 不管多么恐怖 强大 猙獰的丧尸凶兽 递进入万米之大的八荒神火领域 瞬间就会灰飞烟灭 他们对灵浩的崇拜 再次得到了提升 特别是伊富林 震撼的说话都口吃了起来还好 还好我臣服了浩哥 否则啊 我就完蛋了 这时 不管灵浩让他们干什么 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听从命令 就算是让他们含苞待放 他们也不会有一秒的迟疑 爽不愧是领域 都不用我动手了灵浩的脸上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这个系统 我给满分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元老安德鲁 以及十几个供奉 全都傻眼了 吓尿了 怎么可能 灵浩怎么会这么强 三亿多的丧尸兽潮啊 战力几乎达到普通的六亿兽潮 灵浩说灭就灭了 异能竟然还是没有耗损 一百万亿研发的丧尸病毒啊 竟然还搞不定一个大下的新生 供奉惊恐到元老 咱们向灵浩求饶吧 说不定他可以放过我们 他们现在 被灵浩关在雷网之中 出都出不去 打又打不过 不求饶 只有死 安德鲁直接一掌 将供奉拍死了 所有异能都有其极限 我就不信 灵浩的异能会没有极限 安德鲁的异能 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甚至连衣服灵在 掌权之前都不知道 灵浩一个闪身 来到雷网之中 灵力的眼神 死死地盯着安德鲁说 你们还有多少丧尸病毒 存放在什么地方 或者什么身上有 不说就死 安德鲁冷笑灵浩 你还没资格质问我 时间倒流 安德鲁突然狂笑 施展出了他的异能 笑声之中 充满了无尽的自傲 彭腐他就是神明 第193章 不过是再杀一次罢了 时间倒流 安德鲁怒吼 悬傲而无形的波动 散发开来 魔都西南荒野之中 雷网之外 突然出现了上百个境外杀手 他们都是24小时之内 被灵浩所杀死过的境外杀手 暗榜排名75名 109名 113名 116名 118名 还有东营柳生家族的杀手 所有这次来杀灵浩的杀手 全部都回来了 他们一个个全都杀气腾腾 死死地盯着灵浩 他们仍然带着生仇恨和想法 杀灵浩 拿一万万亿赏金 根本不记得复活这件事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变异巨人 伊弗林带来的小队成员五人 还有五人带来的丧尸 恐龙军团 最后 是安德鲁 用丧尸病毒感染的丧尸兽巢 全都复活了 除了伊弗林 所有人都惊呆了 克里斯汀震惊到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元老 竟然有这么强的异能 竟然复活了这么多人和凶兽 不 他本来还可以 复活战斗机器人的 可是他并没有 看来主人的无限空间 可以隔绝他的时间 亦能主人太强了 伊弗林震撼到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要是没有主人的无限空间隔绝 恐怕连你也会被他变回去 回到没有臣服于主人之前的状态吧 伊弗林点头承认 安德鲁元老的时间倒流异能是 SSS级 虽然一天之内 只能使用一次 但已经可以让他几乎处于无敌的状态了 克里斯汀也是感叹是啊 他只要每次多带几个人 就算对手比他强 将他带的人都杀了 但只要他一出手 被杀的人就会复活 到时对手的异能 肯定早已消耗得差不多了 根本打不过他 伊弗林倒好在他的时间倒流 只是区域性时间倒流 只能选择个体进行时间倒流 复活 不过这也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我相信 主人一定有办法的 网友震惊了 陈捕木曹时间倒流 被浩哥杀死所有敌人 全都复活了 不得不说 这老头的异能很强大 这操作很炸裂啊 不过我相信 浩哥能杀他们一次 就一定能杀他们两次不 是最后一次 时间倒流 要是修炼到极致 是不是可以为所欲为啊 想复活谁就复活谁 历史长河中的强者 随便复活 谁也打不过他 这异能确实很强 应该说是所有这批 境外杀手中最强的 但我相信浩哥 一定能再灭他们一次 老头 你的时间倒流很强 我高考没考好 你给我倒流一下吧 再考一次 我一定能上摩大 成为浩哥的同学 同学 别挣扎了 你那不是在考几次的问题 是要做患脑手术的问题 老头 我昨天刚在五星酒店 吃了自助晚餐 你给我倒流一次 不 每天倒流一次 我只想躺平 活在美食的包围之中 老头 我昨晚大战了七回 你给倒流一下 我觉得我可以大战九回队了 你也给我每天倒流一次不 是一百次 一夜七次狼 目光不要这么短浅 男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要在附近的树上多吊几次 一夜七次狼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细节 记得让老头帮你的大战伴侣 也倒流一下 否则易能出错 或者时空出错 你可能会倒流到一个猪圈中 遇到一百头母猪 一夜七次狼 你想多了 这老头 现在气喘如牛 短时间内 不可能在施展时间倒流了 你们在讲什么 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 浩哥如灵大敌 大家还是关心一下浩哥吧 浩哥是无敌的 我们不给浩哥添乱 就好了 浩哥加油 燕京 老河也是有些震撼 罗斯柴尔德家族 不愧是西方第一大家族 其元老的异能 竟然如此强大 竟然是时间系的规则类异能 朱天测到 每个拥有规则异能的觉醒者 无疑不是强大的异能者 还好类似时间这样的规则类异能 极难修炼 否则要是让他修炼到九阶巅峰 那可是我们大厦的大敌啊 老河只可惜 他来大厦来早了 灵浩不会放他走的 安德鲁看到自己复活的人和丧尸 变异巨大 非常娇 但是突然 他的神色一僵 有些不爽 有些错 我的五万战斗机器人 竟然没有复活回来 灵浩竟然还有可以隔绝 SSS时间倒流异能的强大异能 不过无所谓了 能复活这些 肯定足够杀灵浩了 此时的安德鲁 气喘如鸟 非常虚弱 一天之内 无法再次施展 时间倒流的异能 他只有这次机会了 全部穿上机甲 一起上 给我杀了他 安德鲁怒吼 灵浩 也是一惊不小 但很快就恢复了淡定 不过是再杀一次罢了 时空禁锢 时间与空间上的双重禁锢 万米之内 所有能动的人 凶兽 丧尸 机甲 全部变得一动不动了 八荒神火领域 哄 万米之内 都变成了灵浩的领域 恐怖的八荒神火 呼啸而起 所有被安德鲁复活的境外杀手 丧尸 凶兽 变异巨人 瞬间就被林浩 统统统烧成了灰烬了 这一次 安德鲁也不例外 全国安静 静得可怕 所有网友都被林浩恐怖的蔑视集战力 震撼得目瞪口呆 但几秒钟后 全国欢声雷动 浩哥无敌刷屏 以后 浩哥就是大夏军神 大夏军神刷屏 浩哥无敌 有浩哥在 哪怕是SSS级的兽潮 也是被秒杀的节奏 浩哥神武 浩哥就是大夏之光 和司令和朱天策 震撼得无比林浩的整体战力 肯定已经超过了九届 达到了传说中的那个等级了 境外 东营惊恐 日不落帝国 雄击国 国震怒 罗斯柴尔德家族震怒 不过震怒之后 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了一点 林浩不死 他们将永无宁日 于是 罗斯柴尔德家族族长所罗门 又给黑公打了电话 黑公惶恐 于是国发布了最后通牒 零号杀我国公民 大夏十分钟内 不交出零号 就开战 讯息是出的同时 与龙魂镇国军牌 对峙状态的 国空天母舰之上 大批的机甲 智慧战机开始升空 另外 十架空天母舰 也加速向大夏赶来 给我一种大军压境 真的要跟大夏开战的架势 老何直接下令 国空天母舰 越过我防空识别区 他们要是敢动手 立即予以见面 听到讯息 全国百姓杀气腾腾 战意高昂 士气冲天第194章 燃魂九重裂焰刀 第九重 空天母舰越界我忍了 机甲 智慧战机都升空 还特魔说要开战 兄弟们 不忍了 跟老干了 让他们知道 谁才是这世界的老大 前死老 后哥是大夏军神 绝对不可能交出去 谁也不可能谁出去 干掉老 都直播对峙了 这次肯定要打了 不然是气会低落的 数千年的文化抵御 造就了我们的不好战 但也不怕战得顽强 坚毅 包容的品格 咱们大夏就是太克制 太有修养了 但他们要是真敢打 我们也不怕他们 干就是了 别人或许会听从指挥 但以好哥的脾气 绝对是要打 而且是狠狠地打 打到他们哭爹喊娘为止 好哥守司空天母舰的时刻 终于到来了 太激动了 我心跳都开始加速了上一次这样 还是老子动防花烛的时候 孙子云 十则为之 五则攻之 倍则分之现在 时代变了 好哥一人 就可以兼职坐等 好哥表演手 司空天母舰 我相信 好哥一样 一个时代就要结束了 以后 老再也不敢靠近 大夏了 魔都外海 防空识别区 对面 是老三千多米长的空天母舰 母舰周围的半空中 是已经起飞悬浮 进入战备状态的几十架S智慧战机 其中有几架 更是SS级的智慧战机 还有一百多个身穿机甲的老将士 最低都是八阶战王级的 十几个是九阶战王初级 数量最多的 则是九阶初级到高阶的战斗机器人 达到了一万多架 虎视眈眈 随时可能动手 大夏这边 也是相当的阵容 同等级的空天母舰 同等级的智慧战机 同等级将士 但数量是对方的一倍 只是战斗机器人的数量和等级 却不到对方的一半 从双方表面上的力量布局来看 真打起来 一开始 大夏肯定得吃亏的 但真打起来后 大夏的援军 肯定是会第一时间赶到 将老歼灭 但老还有十架 更大更强的空天母舰 正在火速起来 时间上并不会相差太多 到时局势就一发而不可收拾 就很有可能发展成为国战了 因为此时 得知魔都外海局势紧张 南疆妖族 西域魔族和蛮族 北径蛮族 还有东营人 雄鸡国 日不落帝国等 都在声援老 都已经开始排兵布阵 想趁机搞点小动作了 要是国战开启 不排除他们会有大动作的可能 此时的老 在战斗机器人 空天母舰 编艺人等科技上 还是要比大夏先进 因为他们 曾经在一处上古遗迹中 得到了上古科技传承 再说空天母舰 空天母舰之所以强大 除了可以装在大量智慧战机 和作战将士外 很关键的是一点是 每架空天母舰上 都装有从上古一技 获得的大型禁神符 可以对附近万米空域 起到禁锢对方将士异能的作用 老最小的这艘空天母舰上 就装有八阶巅峰级的禁神符 大夏的空天母舰上 当然也有禁神符 但是老的战斗机器人 比大夏强 比大夏多 而且 不受禁神符的影响 这才是大夏最吃亏的地方 不过大夏的将士 一个个士气如虹 杀气冲天 威风凌链 没有一个害怕的 或许是黑弓的压力太大了 或许是老真的想逞威风 打压一下大夏 突然之间 一架老的九阶初级战斗机器人 持刀冲向了龙魂镇国军的 一个九阶初级战皇 这特魔能忍 当然不能忍 大夏战皇直接开打 不过 双方其他的作战人员 都非常克制 没有上前帮忙 这就是老的狡猾之处 要是打成了混战 就一直打下去 要是后面打输了 还可以给自己找台阶下 说是战斗机器人失去了控制 这都是一场误会 他们不是有益的 不能怪他们 因为有上古一技科技的加持 老的这台战斗机器人 是以一对二十的战力设计的 制造材料非常坚硬 不仅有刀剑等冷兵器 还有镭射炮 镭射炮 电磁炮等高科技武器 寻常的人类 九阶战皇 根本不是对手 不过能进龙魂军的人 都是万里挑一 战力爆表的 硬是凭借着超强的异能 还有精湛的技能 跟老的战斗机器人 打成了平手 砰砰 战斗机器人 疯狂地对大夏战皇开火 雷射炮 雷射炮 电磁炮等等 不要命地打向他 组成了密密麻麻的火力网 九重烈焰刀 哄 恐怖的火焰席卷而出 化为百丈刀芒 将各种攻击烧成灰烬 同时 火焰也是潇洒而去 战斗机器人 趁机前冲 施展刀法技能 寒光闪闪 武的密不透风 每一刀都是只取大夏战皇要害 刀法虽然有些死板 没有灵险 但出刀的速度 却是够快 力量也是强大无比 刀法更是无比狠辣 加上浑身各种炮的加持 一时间也是非常棘手 大夏战皇以无与伦比的精湛刀法对敌 一时间也是不相上下 特魔的 拼刀法的时候 还有镭射炮 镭射炮既然你不讲武德 那老子也不客气了 大夏战皇立即穿上了机甲 砰砰 精湛的刀法 加上镭射炮 大夏战皇立即扭转了局面 老的战斗机器人被一发入魂 战力大损 可就在这时 老的另外五架九阶 初级的战斗机器人 突然发难 对大夏战皇全力开火 猝不及防的攻击 加上五倍的战力压制 大夏的机甲瞬间破碎 攻击还没停止 眼看密密麻麻的雷射炮 雷射炮 电磁炮就要击中大夏战皇 这要是击中 它必将陨落 龙魂军的其他战皇 都没想到老这么不要脸 竟然偷袭 还围攻 他们想就都来不及 干老子跟你们拼了大夏战皇怒吼 战役冲天 气吞山河 一步也没退缩 燃魂 九重烈焰刀 第九重 九重烈焰刀 共九重 修炼到大城 有毁天灭地之势 是大夏军部最强的刀法之一 极难修炼 这位大夏战皇 只修炼到了第八重完美 燃魂 大夏军部 从上古遗迹中得到的秘法 燃烧灵魂 提升战力 但一经施展 人非死即废 不到最后时刻不会用 天空之上 一道千丈之巨的恐怖刀器 渐渐成行 散发着惊天动地的杀气和威势 老张 不 远处的龙魂军战友 目自欲裂 对不讲武德的老痛 恨到了极点 纷纷纷愤然出手 第195章 首司空天母剑 干老太不要脸了 不仅偷袭 还围攻这种人 不要跟他们客气了 全部歼灭掉 给我狠狠地打打到 老不敢再来 太不要脸了 必须歼灭养我国威 杀光老 浩哥快来 灭了老啊 浩哥消失在原地 浩哥要来了 大家千万不要眨眼睛 浩哥威武 大杀四方 灭掉老 浩哥快来 我大下将士 一个也不能陨落 魔都外海 防空识别区 密密麻麻的雷射炮 雷射炮 电磁炮 不要钱 要攻向龙魂军战皇 无数龙魂军将士大怒 纷纷出手相救 只是太晚了 就连他的九重烈焰刀 都出得太晚了 眼看龙魂军战皇 就要被围攻陨落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漫天的雷射炮 电磁炮 雷射 全部被封住 一动不动 就连动手围攻的战斗机器人 也全部被封住了 一动也动不了 灭尸之眼 哄 虚空之中 响起惊雷般的怒吼 两道灭尸之光暴射而出 瞬间分成六道 转眼之间 将动手的六个国九阶 初级战斗机器人 全部轰成了渣 全场震惊 龙魂军大喜 老将士错愕不已 零号从无限空间中走出 一身杀气 宛如实质 汹涌澎湃 灵力的双眼中 有惊世雷芒闪烁 让人不敢逼世 在我大下疆域 还敢如此放肆 今天 你们一个 也别想走 八荒神火 哄 一万多颗八荒神火球 凭空出现 每一颗都足以轰杀 九阶出击 零号心念一动 八荒神火球 呼啸而出 眨眼之间 将老的一万多九阶 出击战斗机器人 烧成了灰烬 天空之上 紫色的火海 光芒要是 烧掉了一个时代 烧掉了一个老恒星 无际的时代 龙魂军震撼惊喜 兴奋无比 浩天战王太帅了 我们不敢干的事 他一出现 直接干了我被楷模呀 这一战结束 浩天战王 就该是浩天战皇了 浩格威武 大厦后继有人 长江后浪推前浪 我们的事业 后继有人了 大厦终于要崛起了 无数龙魂军将士 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他们都是大厦 老一辈的守护者 年纪起码都上了中年 有的更已是白发苍苍 此时 看到林浩如此霸气 如此强大 悍然出手 一个个都是喜极而泣 国将士一开始 看到林浩灭了 五架战斗机器人 各个大怒 恨不得杀了林浩 但紧接着 看到林浩一招团灭 一万九阶初级的 战斗机器人时 他们立即害怕了 这些国将士 没有看到过 林浩之前的战斗画面 不知道他有多强大 多恐怖 这下全都怂了 一个个面面相去 全都赶紧穿上了机甲 有的甚至是穿上了 从上古一季中 获得的流光神甲 国空天母舰的舰长 九阶高阶的四星上将 同样感知到了恐怖的气息 面色无比凝重 但军令在身 他不敢违抗 你就是林浩吧 敢杀我国人 毁我一万战斗机器人 我劝你马上自杀谢罪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我军的十架 更大的空天母舰 马上就赶来了 此时的国舰长 说话的语气 已经有些色力内忍了 他特意提到 十架空天母舰 以为林浩会耸 然后逃掉 林浩冷笑犯我大下者 必杀之 八荒神火领域 天空之上 万米之内 紫金色的恐怖火焰 腾空而起 蔑视的威压 笼罩四方 军舰长大惊失色 他根本没想到 林浩会直接动手 惊恐地大喊开火 开火给我杀了他 可惜已经晚了 时空禁锢 哄 一瞬间 所有的国将士 连同他们身上的机甲 和流光神甲 还有所有的智慧战机 全部被烧成了灰烬 只剩下庞大的空天母舰 被禁锢中 无法战斗 林浩目光如电 面色阴沉 宛如死神将士般 一步步凌空踏步 向空天母舰走去 国舰长的脸上 全是惊恐无比的神情 冷汗如瀑布一样留下 裤子已经被尿湿了 林浩走到国的空天母舰之前 双手猛然握住 一声怒吼 恐怖的力量轰然爆发 竟然直接将巨大的空天母舰 死成了两半 然后猛然挥手 将两半空天母舰 狠狠地撞击在一起 哄 巨大的冲击力 将舰上所有的国将士 包括舰长 全部震得血肉横飞 血雨飘洒 八荒神火 最后 八荒神火 从林浩手中席卷而出 直接将两半空天母舰 融化成了一颗巨大的铁球 扔进了无限空间之中 整个过程 充满了视觉震撼 让所有龙魂军的将士 目瞪口呆 一个空天母舰舰队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就被林浩碾压性地团灭了 这是绝无仅有的 来大厦挑衅的 国空天母舰舰队 被团灭 这也是绝无仅有的 这一天 这一刻 注定要载入史册 首司空天母舰浩哥 竟然做到了太强悍了 浩哥就是我大厦的军神 龙魂军的前辈将士们 忍不住震臂欢呼 连浩哥都叫了起来 我觉醒的是 S级的力量异能 但我都无法做到 首司空天母舰啊 浩哥太强了 强得变态啊 最厉害的是 浩哥团灭了 整支国的空天母舰舰队 异能竟然一点都没消耗 简直太神了 不 浩哥最厉害的 是他领悟了领域 这是突破九阶巅峰的 绝世强者 才有可能做到的 而且不是 人人都能做到的 浩哥是我大厦名面上 第一个领悟领域的强者 前无古人啊 我觉得 以后咱们龙魂镇国军 可以全部退休了 有浩哥一个人 就足以镇守国门了 以浩哥的脾气 还守什么国门 直接打到整个蓝星 沉浮为止 没错 一个属于大厦的时代 属于大厦的世界 来临了 网友们更是欢天喜殿 兴奋无比 一个个都在庆祝 守司空天母舰 浩哥神武 有幸见证这一刻 此生足以 养我国卫 浩哥神兵天将 从此国再也不敢来我大厦 要我扬威了 守司空天母舰 浩哥神武 老子看到热泪盈眶啊 以后 浩哥就是心中的神 老还有十架空天母舰 正在赶来 浩哥再接再列 打到老不敢叫嚣为止 第196章 奸敌于国门之外 国 罗斯柴尔德家族庄园 族长所罗门 看到国空天母舰 全舰被奸 震怒 担忧 害怕 百感交集 这一次 罗斯柴尔德家族 已经损失了一个掌权人 伊弗林 还有一个元老 和十几个共放 其他的变异巨人 恐龙军团 战斗机器人等等 就更不用说了 这一切 都将是罗斯柴尔德 永远的耻辱 除非杀了林浩 否则 他们将世代被人嘲笑 但他很快就镇定了下来 林浩必须除掉 否则后患无穷 所罗门直接去了黑宫 手指指着黑宫老大的胸口 面色阴沉 厉声道 不管你用什么手段 必须杀掉林浩 绝不能让他再成长 绝不能让大夏 凌驾于我国和我家族之上 要不是做不到 你的家族就会一夜破产 你全家都将横死 而你就等着被弹劾 去街头乞讨吧 我的族人会出手相助 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黑宫老大惊恐无比 连连点头哈腰 立即打电话给日不落 雄鸡等国主 让他们派兵相助 向大夏施压 必要的时候 直接开战 燕京 大夏特种部队司令部 和司令满脸笑意 守家华子 笑道 老这次吃了大亏 肯定不会轻易放弃 接下来 就看林浩的表演了 老朱 龙魂军可得全力支援林浩啊 那是当然 老何 你就放心吧 朱天策也是心情大好 既然要打 自然是要打得老草木 皆兵为止 两人交谈了片刻 情报员就来了 报告国扬言 已经联合了八国大局 要是大夏不交出林浩 他们就不惜开战 天机量子卫星网 也确实监测到 国 雄鸡国 日不落 东赢等八国 已经派出了各自的空天母舰 和智慧战机 另外 先前国派出的十架空天母舰 已经接近了我空欲擎之事 老何笑了 老一个空天母舰舰队背面 这是咽不下这口气 要找回场子 无妨 交给林浩就好 龙魂镇国君 全力协助林浩 南疆妖族 西域魔族和蛮族 北径蛮族 眼前得知老的空天母舰被全歼 吓得赶紧后撤 现在听到老幼来了 于是他们 也是再次逼迫了大厦边境 就像墙头草一样 林浩可不会这么傻 在大厦空域边境 等着老他们 不然 老要是将丧尸病毒 投入海中 那起码会引起 B级丧尸受潮 对大厦的海岸线 是非常不利的 林浩歼灭了老空天母舰之后 就已经潜出公海 在公海之上 一意待劳地 等着他们来送死了 很快 老的十架空天母舰 就到了林浩前方 公海上空的空域 这次老学聪明了 每架空天母舰 都是相隔万米以上 免得被林浩一锅端了 这十架空天母舰 每架都比之前那架大 带来的九阶战皇强者 就达到了一千多人 其中 九阶中级和高阶的强者 更是达到上百人 智慧战机的数量 同样达到了七百多架 其中 SSS级的 就有三百多架 九阶初级 到九阶高阶的战斗机器人 就更多了 总数竟然达到了二十万台 其中大多数 还是九阶高阶的 这十例 已经足以毁灭 除了大夏和熊国之外的 任何国家了 这还不算其他七国 日不落 熊鸡国 东营等国 同样派了不少空天母舰 和智慧战机 东营虽然没有空天母舰 但是 派来的SSS级智慧战机数量 也达到五十架 八国加起来 光是SS级到SSS级的 智慧战机数量 就达到了五百多架 战斗机器人的总数量 更是达到三十万台 虽然除老之外的七国 战斗机器人 大多都是九阶中级一下 但是也已经足够可怕了 这么庞大的阵容 要是没有林浩 这样的恐怖强者在 大夏要想击败他们 那必定是两败俱伤的 这样的话 最终利益的 就是凶兽的 老虽然仍是蓝星霸主 但到时 他们也是元气大伤了 大国一旦开战 最终 只会便宜凶兽 这也是大夏一直克制的 一个原因之一 大夏文化抵御深厚 思虑深远 不像老那样 只会横行霸道 像个愣头青 面对如此庞大恐怖的 联军阵容 大夏这边 确实没有派兵增援 仍然是原先的龙魂军 紧紧跟在林浩身后 他们一点也不担心 因为他们深信 林浩一定能搞定 网友们也是没有了 之前的担心 毕竟他们已经看过 林浩创造了太多的奇迹 这阵容确实很强 灭完这些 老应该不敢再来了 真要再来 就太傻了 老带着联军 给大夏送大理来了 浩哥要是把这些空天母舰 战斗机器人 和智慧战机 全部收缴 那大夏的空天战机 战斗机器人 和智慧战机 就有材料了 用不了多久 大夏的非人员装备 就会上一个大台阶呀 老这次 真是用心良苦啊 浩哥这一战打胜后 应该载入蓝星通使了 已经几十年 没有看到这么强大的阵容啊 咱们应该感谢浩哥呀 老这次 也是被灵浩气到了 加上是在空空之上 一照面 就直接出手了 三十万台战斗机器人 和智慧战机 率先开火 远端攻击 大大小小的雷射炮 电磁炮 雷射炮等高科技武器的火力 组成一片密密麻麻的火力网 铺天盖地的笼罩向灵浩 和龙魂军 同时 老的十个空天母舰舰长 第一时间将丧尸病毒 扔进了海里 然后 他们十人 还从空间戒指中 各自取出了 随身携带恐龙丧尸 组成了数量 达到二十几万头的恐龙丧尸军团 这些恐龙丧尸 全都是飞行类的恐龙 被丧尸病毒感染后所变 战力更强 所有空天母舰上的禁神符 同时运转 强大无比的玄奥力量散发开来 禁锢之力 层层叠加 竟然将大下龙魂军的所有九阶强者的异能 全部禁锢住了 最后 八国将士 全部穿上机甲和流光神甲 杀向了灵昊 看到这些 龙魂军的九阶战皇 还是忍不住愣了一下 但很快 他们就笑了起来 因为灵昊出手了 一气化三清 哄 灵昊变出了三个分身 时空禁锢灵昊和三个分身 身形一闪 先是来到敌军下方 将时空禁锢 让丧尸病毒封住在半空中 无法下落 形成海洋兽潮 八荒神火领域 灵昊 加上三个分身 同时施展领域 四个万米领域相连 形成了四万米长的恐怖领域 所有的丧尸病毒 一瞬间 全部被烧成了虚无 灵昊对三个分身盗人和恐龙杀了 机甲 智慧战机 战斗机器人 还有空天母舰 全部融化掉 要把材料留下来 第197章团灭联军 灵昊一出手 八国的将士 就傻眼了这么多的 禁神符威力叠价 竟然还是无法 禁锢住灵昊的异能 难道他身上 有什么从上古一记中得到的 更强的宝握 可以无视禁神符的禁锢吗 看到原本 急速扩散洒落的丧尸病毒 被封住 烧成虚无 他们更是实话了 这下丧尸受潮没了 一个大杀气 就这么被灵昊毁了 可接下来 他们更加惊愕了 只见灵昊和 分身同时施展领域 连成了四万米长的恐怖领域 一台九阶战斗机器人 智慧战机 一头头九阶飞行恐龙丧尸 连续不断地 被八荒神火领域斩杀 融化 最后消失 被灵昊收到了无限空间之中 这是领域 传说中的领域 只有突破了九阶巅峰的人 才有可能领悟 而且 是一中无一 灵昊怎么会这么强 不仅灵昊自身 可以施展领域 连他的三个分身 也可以施展领域 而且杀了这么多的 九阶恐龙丧尸 异能竟然没有一点下降 他是怎么做到的 太可怕了 灵昊简直是不可战胜的 联军吓傻了 所有舰长 立即不约而同地下的命令 空天母舰 先后撤万米 灵昊的速度非常快 比闪电还快 只见半空中 一片四万米长的 紫金色火海 彭扶天降神火 在急速地移动 斩杀国 东营 日不落 雄鸡国等联军 炼化他们的机甲战甲 机器人 智慧战机的金属 联军被成片成片地消灭 那些联军的 九阶战皇想逃 但速度根本比不上零号 还没逃出领域范围 就被斩杀炼化了 不到一分钟的时候 我等国的联军 二十几万头的 九阶恐龙丧尸军团 三十万台 九阶战斗机器人 五百多架 SS和SSS级的 智慧战机 一千多的 九阶战皇强者 就只剩下了 跑得快的空天母舰了 零号完全是在虐杀 降维打击 只可惜 他们根本逃不掉 零号的精神感知 早已锁定了他们 联军们各个吓得瑟瑟发抖 屁滚尿流 呆力不动 都忘了操控空天母舰逃命 零号简直就是魔鬼 我们不该来大厦的零号 只是大厦的一个新生 就这么恐怖 那整个大厦 肯定隐藏着更加恐怖的存在 我们简直是在找死 妈妈 我想回家 我再也不来大厦了 来杀零号 是我这辈子 做过的最错误的决定 老的霸权 在零号手上终结了 本来以为 十架空天母舰 几乎灭掉大厦了 没想到 连零号这个大义新生 都打不过大厦 太可怕了 零号太恐怖了 片刻后 联军的舰长们 从惊骇中惊醒过来 纷纷开始疯狂地 操控空天母舰 想以最快的速度逃命 可惜 国这次派来的 最强的空天母舰 速度也只能达到 五千公里每小时 跟高超音速战机差不多 速度根本比不上零号 最可怕的是 他们发现 空天母舰根本动不了 紧接着 他们也动不了了 十几架庞然大雾般的 空天母舰 彭扶天空之上的 岛屿般存在的 空天母舰 和包括舰长在内人 全都被零号禁锢住了 雷动八方 轰 晴朗的天空 瞬间乌云滚滚 电闪雷鸣 上百道粗大的闪电 从天而降 彭扶天乏 轰向十几架空天母舰上的联军 舰长 还有舰上的联军 一个个吓得亡魂接冒 眼睛瞪得都快掉出来了 眼里全是惊恐 只可惜 他们偏偏无法动弹 眼睁睁地看着雷霆 精准地击中了他们 将他们轰成了渣渣 带着惊恐 不甘 和后悔 去舰上帝了 零号直接取走了 空天母舰上的禁神符 然后 将空天母舰 融化成了铁球 全往沸腾 举国欢庆 浩哥 正是封神 浩哥 浩天战皇 浩哥 大下守护神 浩哥 大战结束了 来魔都民政局啊 我在这等你 哦哈哈 开玩笑了 我觉得我配不上浩哥 又强又帅的浩哥 不知道以后会便宜谁 不到一分钟 团灭国等国联军 史无前例地战戒 什么先兵 管军侯 人徒 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这下老应该吓破胆 不敢来了吧 除非老脑子抽筋 果然 本来还在调兵遣将的老等国 透过间谍卫星 看到联军被团灭 吓得黑工老大 紧急撤回了 已经出发的15架空天母舰 黑工老大 还赶紧发表了宣告 这一切都是误会 我们是去跟大厦 进行友好军事交流的 遗憾的是 战斗机器人突然出问题 引发了不该发生的误会 国与大厦 一直都是非常友好的国家 东营 日不落 雄姬等国 更是吓得瑟瑟发抖 赶紧跟着发表宣告 说这一切都是误会 黑工老大 虽然怕所罗门 但他也不敢拿国的国运当赌注啊 所罗门非常生气 但他也知道 不能再试了 否则国的战力 会被林浩抹灵 要是激怒了林浩 整个国都会被林浩 移为平地 看来 有些手段 还是要暗中施展了林浩 你带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耻辱 我会铭记于心 你给我等着 接下来 我会让你防不胜防 我早晚会杀了你的 他们家族 不知去了多少次各地的上古遗迹 所得到的宝握 当然不止一些高科技 只是他也不敢再随便冒险了 够狠 关键时候能忍 这才是所罗门家族的可怕之处 至于黑工老大 直接被所罗门派人处理掉了 他的家族所有的资产 也被所罗门家族给收了 最后 黑工换了老大 是所罗门的人 燕京 搭下特种艺能部队司令部 和司令喜笑言开 我现在就去找林浩 我要封林浩为浩天战神 护国军神 全程直播 老和把他的意思 告诉了林浩 林浩淡淡道 这种繁文入节 能免赠免了吧 但是应该有的奖励可不能少 老和愣了半天 这才笑道 你小子好吧 回头我去找你 该有的奖励 一个不少 这时 何林来了 林浩和林一脸笑意 充满了欢喜和崇拜之意 林浩回头 何林已经尽在咫尺 吐气如懒 笑道我喜欢你 说着 何林直接搂住了林浩 热吻了起来 林浩愣了一下 这哪里能忍 开始反攻 直接吻得何林喘不过气来 直播间中 先是一片死寂 然后是一片哀嚎 知道浩哥强 但没想到 浩哥撒狗粮 也这么强 我已经撑了 这个月都不用吃饭了 我的天 浩哥竟然没拒绝 啊 我不想活了 把浩哥还给我呀 太羡慕这女的了 十分钟后 林浩放开了何林 何林连脖子都是红的 羞答答地低着头 林浩笑了 你还知道害羞 何林瞄了他一眼 娇羞到我本来 本来是想亲一下就跑的 谁知道 你会亲这么久 林浩轻柔地摸了摸 何林的头 倒好了 你先回去吧 那你呢 来而不往非离一眼 我要去给东营和老一点教训 第198章犯 我大下者 必百倍孩之 先是东营 缩地成寸 林浩施展SSS 极异能 缩地成寸 三两步就来到了东营上空 林浩的速度太快 东营的军部 根本来不及反应 九阶完美剑法 赤焰猎天斩 恐怖的八荒神火 呼啸而出 形成了千丈长的惊天剑气 哄 林浩毫不犹豫地一剑斩下 大地颤抖 神策被烧成灰烬 神策所在的地方 周围千米都被恐怖的剑气 斩成了废墟 出现了一条深不见底的巨大峡谷 数万东营狗被恐怖的火焰和剑气斩杀 连渣都没留下 东营狗惊恐无比 以为世界末日到来 惨叫声连成一片 这世界没有机场港口 所有的智慧战机 都是放在空间戒指中的 港口就更不用了 这世界连一艘船都没有 因为海洋已经完全被凶兽占领了 没有人敢在海上出没 否则林浩会先毁了东营的港口和机场 是林浩我的天哪 他竟然杀到东营 还得军部那些愚蠢的混蛋 竟然得罪了这尊杀神 这下东营完蛋了 赶紧跑 否则就死定了 知道林浩来了 但是没人敢出手 因为出手必死 接下来 林浩开启了清算模式 八荒神火领域 林浩速度全开 在整个东营展开地毯式抹杀 所有被他锁定的东营三阶 极以上亿能者 全都被八荒神火烧成了灰烬 两亿六千多万东营狗 葬身火海 灰飞烟灭 整个东营只剩下了三千多万人 整个东营陷入了一片火海 到处都是烟河火 犯我大下者 必百倍孩之 灵气复苏以来 东营人疯狂缔造人 人口达到了前所未有了义 这一抹杀下来 整个东营 三阶极以上的强者 实不存一 只有少数逃得及时 躲在地下掩体中的人 侥幸逃过一劫 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 最后 灵浩去了东营皇宫 哄 在这里 终于有人出手阻拦灵浩了 你毁了东营 我要杀了你 东营九阶高阶 强者怒吼 只是他的声音有些怪异 因为他是变异人 眼睛都是绿色的 他浑身都是肥肉 只穿着裤衩 高达五米 像一座小山一样 每踏出一步 浑身的肥肉都会跟着颤抖 灵浩冷笑 屈指一弹 一道八皇神火 呼啸而出 瞬间将他烧成了灰烬 东营皇宫中的异能强者 瑟瑟发抖 终于明白 为何之前军部不敢出手阻拦了 太恐怖了 灵浩是不可战胜的 东营之皇 直接率领全家和大臣们 跪行相迎 尊贵的大人 等您平息了怒火 还请放过 我们一条我一路吧 东营之皇 惶恐无比地磕头求饶 灵浩面色阴沉叫主人 是 主人东营之皇和家眷 大臣们 毫不犹豫地叩头 叫灵浩主人 灵浩的怒气还没消 他直接抓了 东营之皇的皇后 和几个女儿 进了皇宫 轮流跟他们交谈了 一天一夜的人生 最后走的时候 灵浩灭掉了 东营皇宫中的 四阶以上亿能强者 打残了东营之皇 让他三条腿 只剩一条 冷冷到以后 看到大吓人 就得叫主人 否则 死 是 主人东营之皇和大臣们 不敢有丝毫的不满和意见 以后 任何大厦男人来了 都可以找你们的女眷谈 人生否则 死 是 主人东营之皇 面色苍白 毫无血色 他的内心是崩溃和绝望的 但却忍着剧痛 不敢有任何的不悦表现出来 以后 每年向大厦进贡 一百万亿大厦币 否则 东营就等着消失吧 是 主人 灵浩的东营之行 除了交谈人生的部分 都是全程直播的 整个大厦沸腾了 直播间满屏都是我要去 东营我最喜欢谈人生了 接下来 是国 林浩直接施展 朝SSS 及异能八荒神火领域 将国地毯室抹杀了一遍 上翼的国异能者 被烧成了灰烬 国到处都是一片火海 哀嚎遍地 所有敢出手阻拦的国人 还没出手 就已经被烧成了灰烬 不过 还有很多人 得知了东营的惨状后 早早地躲了起来 逃过了一劫 特别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 跑得最快 不过他们家族的 所有名面上的庄园 全部被林浩烧成了灰烬 虽然所罗门还有些手段 但他已经没那么自信了 而且现在战场是在国本土 他怕林浩会灭了国 根本不敢出手 最关键的是 所罗门不傻 罗斯柴尔德家族 能够传承千年 不是靠冲动瞒出来的 他深知 林浩敢单枪匹马 连挑东营河国 肯定有绝对的把握 林浩 你给我等着 杀不死的 终将使我更加强大 只要我在上古遗迹中 找得更强的科技 或者宝物与传承 我就能扭转乾坤 最后 林浩将黑宫的白色建筑 烧成了灰烬 留下一句以后 每年向大厦进贡 一千万亿大厦币 否则啊 我每年来一趟 这一战 林浩并没有灭掉老 但已经重创了老的元气 人需要对手 大厦也是 不灭掉老 是担心大厦会躺平 会懈怠 现在 他要做的 就是增强大厦的实力 毕竟这世界 真正对人族 有毁灭性危害的 是不计其数的凶兽 日不落 还有雄鸡国等国 得这东赢和老的惨状 下得寝食难安 主动要求 向大厦进贡 每年一千万大厦币 大厦普天同庆 林浩在他的抖音上 发了一段文字 大家不要懈怠 凶兽对我们的威胁 还远远没有解除 蓝星只不过是出现了凶兽 我们就已经经历了 差点负面的威胁 要是宇宙中 再来一些更加恐怖强大的凶兽 或者别的邪恶种族 那该怎么 要知道 大厦的月球基地是 曾经遇到过来自宇宙中的 其他种族生物 因此 我们不要一直沉醉在大败东营 老等国的喜悦中 而是要抓紧时间 壮大自己 彻底解决凶兽危机 走向星辰大海 林浩的文字 被官方各大媒体转发 因为这话 极为重肯 也代表了大厦官方的态度 大厦不能固步自封 而是要不停地进步 林浩回到了摩大 闭门休息了一天一夜 克里斯汀和伊富林两人 争抢着给林浩按摩放松 第二天 和司令来了 摩大校长和各大院长作陪 老和亲自给林浩 颁发了紫金战皇令牌 被封为浩天战皇 大厦护国军神 不过按照林浩的要求 没有对外公开这一讯息 只是通知了大厦各大军部的战将 及以上强者 此外 老和还带来了SSS级智慧战机 SSS级的机甲套装 SSS级空天母舰等等的奖励 大厦护国军神 有先掌后奏之权 可号令大厦全军许可权 与老和这个司令评级 第199章 分发战利品 摩大导师宿舍区 林浩别墅 林浩叫来了和林 刘顺 苏玲 江玉 顾兴仪 高佳佳 雷霆 林云 梁全 现在的林浩 SSS级异能提呼灌顶的使用次数 已经达到一个月四次 林浩笑道队长 你先来吧 因为当初和林邀请林浩 加入浮城异能小队的原因 林浩一直习惯叫他队长 和林微微一笑 走到了林浩面前 林浩立即施展SSS 及异能提呼灌顶 将一道温和 却悬傲无比的光芒 打入了和林体内 无声处有惊雷 和林的身上 立即焕发出了一片蓝色的光芒 照亮了整个房间 和林脸上 顿时涌现出惊喜之色 我感觉我要突破了 说着 他直接去了林浩的房间修炼 加紧突破 众人惊呆了 雷霆师傅 你也太强了 小林可是八阶终极异能者 您竟然也能让他突破 林浩只是淡淡一笑 道雷霆 本来这次也可以帮你突破的 但是 你刚刚突破八阶不久 提升太快 对你来说 不是什么好事 因此 这次就算了 下个月再说吧 是 师傅老雷立即应到 没有任何的不满 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主人 其实系统给的任何东西 都是没有副作用的 林浩愣了一下 你不早说 算了 话都说出口了 师到尊严 不能随便改口 雷霆就等下个月吧 反正不差这一个月 林浩 到你了 林浩微微一笑道 林浩战神 顿时两眼放光 激动无比地走了过去 林浩立即施展 醍醐灌顶 一顿操作过后 林浩直接原地 突破到了八阶初级 林浩已经卡在七阶巅峰 非常多年了 突破只是需要一个契机 只是七阶之后 就非常难突破了 很多人一辈子就停留在了七阶 林浩激动地大叫起来 八阶初级 我突破了 我突破了 多谢师父 八阶初级强者 哪怕是在魔多 也可以去争一方天地了 如何能不激动 老雷我也突破八阶了 林浩不忘在老朋友面前炫耀一下 雷霆白了他一眼 我没聋 瞧你那德性 整个魔大都听到了 妾 当初师父帮你突破时 你难道没有大呼小叫 雷霆老脸一僵 善善一笑 随即两人相视而笑 同时 两人心里 也是感慨万千 感恩不尽 想当初 老何让他们保护林浩的时候 他们还不太乐意 谁知不到两个月 他们两个战神巅峰 竟然拜林浩为师 还因此突破了多年 未曾突破的七阶巅峰 梁全 到你了 林浩微笑道 是 师父梁全 激动地走上前来 醍醐灌顶施展 梁全 也是原地突破六阶终极 多谢师父师父大安 弟子永世不忘梁全的 拜谢林浩 林浩淡淡道行了 跟师父不用这么客气 是 师父 接着 林浩看向其他人 我还是最后一次 提升等级的次数 就先给刘顺你吧 其他人不要急 下个月都有机会的 刘顺激动地跳了起来 飞奔上前 抱住了林浩浩哥 爱死你了 我要是女人 我一定嫁给你 不要财礼那种 大家都忍不住笑了 苏灵倒没什么 因为她相信 只要林浩有的宝握 她是不会吝啬给她的 顾星仪 高佳佳 和江月 有些失落 但听说下个月都有机会 也是喜笑颜开 克里斯汀和伊芙林 震撼无比 脸上写满了羡慕 他们不知道 自己有什么机会 让林浩帮他们提升突破 特别是伊芙林 他还不清楚 林浩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们只好告诉自己 别想那么多了 主人愿意给 自然会给 主人不愿意 再怎么样也没用 能跟着主人 就已经很幸运了 林浩没好气到你这家伙 先别这么激动了 我是因为你弱 所以才先给你的 要是苏灵弱 我就先给他了 刘顺的笑容僵了一下 但也紧僵僵了一下 他就马上大笑道 没关系 我脸皮厚不过浩哥 以后打击人的话 还是不要当众讲得好 毕竟我还想在摩大谈恋爱啊 众人大笑 林浩施展 醍醐灌顶 一番操作后 刘顺荡场突破到了二阶巅峰 刘顺激动不已 林浩笑道 突破归突破 平时还是要努力修炼的 刘顺连连点头放心吧 浩哥 我会努力的 我可不想别人说我 什么都是靠浩哥你 林浩点头这就好 就在这时 整栋别墅猛然一阵 楼上林浩的房间 传出了巨大的轰鸣声 何灵突破了 何灵激动地跑下来 一把抱住了林浩 林浩直接亲了一口 所有人都看待了 何灵修的立即挣脱 转过身去 在场的女生 一个个都看到心仰难难 林浩淡淡一笑 接着 她拿出了几枚竞神符 除了克里斯汀和伊弗林 其他人一人一枚 每一枚都是九阶高阶的竞神符 林浩到 刘顺苏灵 顾兴仪 高佳佳 还有江玉儿 这竞神符 虽然只要很少的精神力 就能驱动 但是那是相对于高阶强者而言的 你们能驱动一次 估计精神就耗尽了 所以不到生死关头 千万不要随便用 而且 静神符对于 异能者异能的禁锢 也是有时效的 比你们强得多的强者 时效一过 还是可以杀了你们 最后 也不要让人知道 你们这宝物 否则不仅静神符会被抢 连小命都会没掉 刘顺等人 齐声道知道了好哥 几言之中 最激动的是顾兴仪和高佳佳 在这次新生大笔中 他们知道了 静神符的强大和珍惜 他们没想到 灵号会把这么珍惜的宝物 送给他们 激动的眼眶都湿润了 然后 灵号又将 今日份的三叶魂支 和四叶魂支 还有一能灵权 让刘顺苏林等人服下 最后又给了美人 一百亿大下币 就连克里斯汀和伊富林 都给了三千万 日常花销 绰绰有余了 虽然他们是外族 而且是灵号的奴隶 但毕竟是灵号的人 太寒酸了 灵号面子上也过不去 克里斯汀和伊富林 感激的热泪盈眶 第二百章 五宗巅峰级空天战舰 灵号别说 刘顺苏林等人都走了 修炼的修炼 买装备的买装备 只留下了和铃 雷霆凌云和梁权三人 灵号交给了他们一个任务 让他们全力搜集 各种高阶的材料 用来建造先进的装备 为S级 甚至是SS级的 全球性寿潮做准备 系统的声音 响起主人为国筹谋 感天动电 奖励一万台 各行别智慧制造机器人 奖励五宗巅峰级 空天战舰图纸一张 图纸已经输入 制造机器人晶片之中 随时可以开始制造 灵号笑了 系统的奖励问题这么及时 加上这一万台 我已经拥有两万台 智慧制造机器人了 接下来 只要材料足够 不管造什么 那都是分分钟的事啊 五宗巅峰级空天战舰 是什么情况 灵号还是第一次听说这名称 系统报告任人 五宗巅峰级空天战舰 比SSS智慧战机强20倍 也比当时最强的空天母舰强10倍 它既是一个作战平台 同时也是一架空天往返战机 可以进行小规模 低烈度的星际战争 它的速度比人类现有最快的 SSS级智慧战机还要快很多 五宗巅峰级空天战舰的速度 五万千米每小时 而且 SSS级智慧战机 虽然也能往返蓝星和月球基础 但往返次数只有20次 使用寿命太低了 五宗巅峰级空天战舰 却可以往返100次 可以提升月球基础式的建设效率 提升大厦和月球基础式的防御水平 陈捕木槽 那岂不是去月球基地时 只要几秒时间 往返也只要十几秒 零号都忍不住激动了起来 是的主人 不过要建造五宗巅峰级空天战舰 主人无限空间中的所有材料加起来 还不够造一艘 因为那些材料的等级太低了 还需要加上至少1000吨的星药石 才能保证 五宗巅峰级空天战舰的硬度和强度 零号当机了两秒 什么情况 我可是缴获了十艘空天母舰 还有几十万台的战斗机器人 还有无数的凶兽材料 这么多加在一起 还不够造一艘 还要加上1000吨星药石 主人别激动 您你看看图纸吧 零号星面一动 无限空间中的制造机器人 晶片上的图纸 立即就传到了 他脑海之中共享 陈捕木槽 长度一万米 可以轰杀九阶战 黄巅峰的大型镭射炮 镭射炮 电磁炮 离子炮各100台 必须用五宗巅峰级别的 玄金燃料驱动 和火力来源 系统 蓝星有五宗级别的玄金吗 我怎么没听过 系统有的 你问老何去吧 我明白了 这东西一定很贵 那星药石呢 星药石也很贵 它是一种宇宙基础金属 硬度是钻石了十倍 宇宙中很多行星和恒星上都有 只是蓝星比较少 懂了 找老何 零号有点激动 要是五宗巅峰级 空天战舰建成 那对付S级兽巢 那就稳了 否则 S级甚至SSS的兽巢爆发 那将是全国性 甚至全球性的 他一个人还真忙不过来 大厦会损失惨重的 就在这时 老何的电话来了 语气中 带着些许激动林浩 老何东营 都派使者送来了 称臣纳贡的国书 钱也都交了 另外 雄鸡国 日不落等 八国也都交了 他们这是 被你打怕了 怕你真灭了他们 林浩已经不放在心上 直接到老何 我需要一千吨星药石 电话那边寄进了五秒 老何 林浩 臣妾做不到啊 老何猛逼道 老何 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 林浩 我也不是在跟你开玩笑 大厦再有的心药石 不到十吨 你知道为什么吗 别卖关子 赶紧说吧 因为心药石在蓝星 是天外陨石 大多是陨落在荒野 开采环境 极其恶劣凶险 加上硬度是钻石的十倍 开采难度又是极高 百年来 在大厦无数强者的努力下 再加上官方严格管控 这才攒了九吨多 每次制造智慧战机的时候 再熔炼一下 加上几千克 做成合金 它的熔炼 也是个难题啊 而且 官方的心药石 之所以这么少 是因为 大厦的很多资源 还被各地的诸侯门阀所掌控 那些门阀 盘根错节 动一发 牵全身 你懂魔 林浩到这些难题 对我来说 都不是难题 这都不是问题林浩 还有多少底牌是 我们不知道的 林浩笑到这些 你不用知道 你只要知道 我有大厦的心就行了 你有空整理一下 把大厦新药石的分布图 搞一份给我吧 这倒是没问题 不过 你要这么多新药石 干嘛老何非常好奇 精血 你都说是精血 那一定是很大的精血 我拭目以待 大厦的九吨星药石 你什么时候想要 跟我说一下 我派人送过去给你 林浩到老何 还有武宗巅峰级别的玄金 越多越好 老何傻眼 林浩 你一剑杀了我吧 又怎么了 你一把年纪了 能不能正经点 老何急了 我才踏入九阶战 黄巅峰五年 龙帝十年前达到的 九阶战黄巅峰 你说的武宗巅峰级别的玄金 整个蓝星都极其稀有 各国一旦发现 都是列为绝密 甚至都不确定 到底是不是武宗巅峰级别的玄金 因为武宗在蓝星 几乎是传说般的存在 人类只在上古遗迹中 找到过一星半点的记载 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啊 要说有 也只有上古遗迹才有了 我听你的口气 应该要的还不少 这样的话 只能加快探索上古遗迹了 林浩坚决道 那就加快探索上古遗迹 等我忙完手头上的事 我也会去 你倒是把上古遗迹的分布图 也帮我搞定一份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有什么问题 尽管跟我说 老何颇为期待到 哦 对了 魏家金家的人 已经在摩大校门口 跪了一天一夜了 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看完直播 这两家人可是吓坏了 杀了 杀了这么 果断老何 都愣了一下 要不还是流放冲军吧 不少七阶八阶的强者呢 寿朝来了 也可以废物利用一下 至于两家的资产 就交给你打底了 老何 你都想好了 还来问我意见 金家魏家 该不会是你的远房亲戚吧 此时的林浩 在蓝星明面上 已经无敌了 早不把魏家金家 放在眼里了 打他们 就跟踩死蚂蚁一样 他现在要做的事 提升大厦的战力 应对SSS 及兽朝 负面新宫 以及未来 可能出现了宇宙凶兽 老何严肃道 怎么可能只是他们 毕竟是对你动过手的人 不得问下你的意见吗 行了 那就按你的意思办 不要让我看到他们 否则 死 老何最后说到对了 龙帝想见你 方便的时候 来一趟燕京吧 好 我这几天就去 第201章 有人的地方 有旧恶人 林浩跟老何打完电话 何林就告诉他 我们找到了你的一个堂哥 他就在荣省的一个地级市宁城 当年为了家族传承 让他活下去 你伯父不惜毁了他的容貌 不过其他亲戚 就没有找到 应该都在当年 遇难了 林浩虽然是穿越过来的 但是传承了原生的记忆 因此还是愣了一下 当年 他原生的亲戚 都是因为他家才死的 带我去找他 好 我们现在就去 荣省 宁城 交去一个宫殿 面积巨大的楼盘 见了一半 突然停工烂尾 许多工人举着横幅讨心 有的大骂 有的大哭 现场还来了很多准业主 都在声讨开发商 福城异能小队的奶妈花小新也来了 林浩的堂哥 就是他找到的 怎么会这样 昨天还好好的 花小新一头雾水 然后问了一圈 发现 没有林浩的堂哥 花小新梦了 询问了一下工人 才知道 工地已经欠薪半年了 今天早上 几十个工人分成两批 一批去开发商老板家的高档别墅讨钱 一批在工地讨薪 去老板家的那批 被老板家的异能保镖 打了 林浩的堂哥也被打了 人已经被工友送去了医院 老板那边所有的工友 都不敢再待在那边讨薪了 全部来了工地 抱团维权 他们一个个都是穿着破旧的工服 面板 都被晒得有黑 一脸的失望 愤怒 与无助 他们希望自己的行动 能够引起重视 和林简单查了一下 到这个开发商在其他地区的五十个楼盘 也相继烂尾了 只是一直被人压着 没有爆发出来 花小心惶恐 找的人可是林浩的堂哥 是他唯一的亲戚 但他找到后 却因为工务在身 没有全程保护 以致发生了这事 浩哥 对不起啊 我也不知道 会发生这样的失花小心懊悔 歉疚的 不知道怎么说了 林浩面色阴沉 这是不怪你 不要自责 我们马上去医院 谁也没想到 开发商烂尾了 还敢打人 就在林浩几人 刚走开几步 突然一个工人 指着盖到十二层 就烂尾的楼顶 心急如焚 六神无主的喊道不好 阿平要跳楼 阿平要跳楼 大家快想办法呀 他是我老乡 家里还有老婆 还有两个小孩 还有头发老花白 卧病在床的爸妈 大家快救救他 阿平 你千万不要干傻事啊 说着 这个工友 已经因为愤怒 委屈 心酸无助 而泪流满面 立即就冲进宫殿 想上楼救阿平 其他工友见状 有的大声 急呼阿平 快下来啊 有天大的事 我们一起想办法呀 我都不要干傻事啊 有的跟着进宫殿 要上楼救人 可就在这时 阿平从烂尾的十二楼上 绝望的一跃而下 不 阿平 不要跳 阿平 现场惊呼声一片 很多跑进去救人 简视 很多工友和准业主 都吓哭了 碰 一声沉闷的巨响传来 紧接着 是阿平撕心裂肺的 短暂惨叫声 痛彻心扉 彭扶一根针 扎进了在场 所有人的心里 血溅遍地 阿平血肉模糊 除了头部 全身粉碎性骨折 多脏气破碎 奄奄一息 工友冲进来 想扶住阿平 却发现他全身软得像泥一样 一个个大汉顿时 汗如雨下 阿平你为什么这么傻 为什么这么傻呀 狗日的开发商 我要杀你们全家 快 快打急救电话 阿平不能死啊 不能死他 死了他的家 就真的毁了呀 林皓一个闪身进来 立即施展 超SSS技艺能 生生不息 炫耀的波动 从他体内散发开来 涌进了阿平的体内 重伤垂死 一只脚 已经踩进鬼门关的阿平 立即以由此可见的速度治愈 所有的伤势全好了 比没跳楼前 还有健壮 之前的阿平 瘦得快不成人样了 工友们都吓呆了 一个个渐渐停止了 哭泣呼喊和怒吼 变成了激动 震惊 震惊 差异 喜极而弃阿平 你活过来了 太好了 老天爷开眼了 阿平你活过来了 是你 是你救了阿平 你你是 你是浩天战王林皓 浩天战王林皓 你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真的是浩天战王 我们有救了 阿平听到救他的人 竟然是浩天战王林皓 顿时跪倒在地战王 你一定要帮帮我们 不然 我们真的活不下去了 就在这时 工地外突然来了 两辆黑色商务车 下来了十个二阶 初级的异能保镖 冲上去就开始对 还在工地外的工人 和准业主们 全打脚踢 工人和准业主们 奋起反击 却被打得更狠 血流遍地 叫你们讨心 老老实实的不好吗 知道许 总是什么人吗 还敢闹事 简直是找死 简直是无法 吴天灵号怒了 时空禁锢 十个异能保镖 瞬间动弹不得 工人的惊诧无比 赶紧跑开 围在一起 心有余悸 愤怒无比 碰 林浩一个闪身 一拳就将一开发伤的 异能保镖 轰成了血污 碰碰 转眼间 十个异能保镖全死了 工人和准业主 人人震惊 这比在直播看 林浩杀凶兽和敌人 更加的震撼百倍 一个个立即跪下 哀求道 浩天战王 求求你 帮帮我们吧 我们只是想拿回 我们的血汗钱啊 之前我们也去 律法棠告过 可是他们说证据 无罪释放 那个执法长还说我们 没有充分的证据 不要来瞎耽误 他们的事件 若这天生 就要被强者欺压 劝我们接受现实 他不知道 林浩已经是浩天战王了 其他工友 也是很快认出林浩 纷纷下跪恳求 庞扶遇到了救星 林浩脸色阴沉无比 杀气沸腾放心 这事 我管了 林浩道 我们先去医院 队长 小心 你们帮我查一下 这个开发商老板的背影 还有现在的位置 说着 林浩强大的精神力 散发开来 将一道精神印记 打入了在场所有的工人 和准业主体内 防止开发商的人 再来打他们 然后 他带着何林和小星 进入无限空间 直接透过空间穿梭 几乎是瞬间 就来到了医院 一出来 就听到了一片哭声 求求你们 先救救他们吧 不然他们真的会死 求求你们啊 先救救他们 前我们已经在想办法了呀 他们都快没气了 求求你们先救人吧 正是几个工地的工人 跪在医院门口 哀求医院先救人 只见医院大门前的空地上 正躺着三个 被打得血肉模糊的工人 鲜血流了一地 很多人在围观 大多是病人家属 还有一些路人 病人家属 大多不敢说什么 只是小声嘀咕 脸色也是非常的愤怒 路人则是有不少人 在大骂丧尽天良的医院 只知道赚钱 我特魔还是第一次听说 手术做到一半 因为没钱交手术费 把人轰出来的 林浩定睛一看 其中一个脸上毁容 浑身鲜血 奄奄一息的 正在他的堂哥 林情第202章 见一个杀一个 林浩勃然大怒 面色阴沉无比 立即施展 超SSS 及异能生生不息 悬崖的力量波动开来 堂哥林情 以及他的工友 立即痊愈 缓缓睁开了眼睛 林情的工友 和围观的人都吓了一下 就像见鬼了一样 但很快 大家就欢呼了起来 老天爷显灵了太好了 不是老天爷 一定是有强大的异能者看不惯 出手了 工友喜极而气林情 你没事了 大家都没事 都好了 真是太好了 林情 奇迹啊 不仅你的伤好了 你毁容的脸也好了 这下 你可以娶老婆了 说着 工友就抱住林情 大哭大笑 又哭又笑 林情虽然奄奄一息 但意识还是清醒的 他知道 一定是有高人救了他 四处张望找人 堂哥我是林浩 你还记得我吗 林浩的眼眶 也忍不住有些湿润了 林情只比他大了三四岁 但却已经是一脸的沧桑了 林浩林情愣了一下 努力搜寻 记忆中的学弟模样 看了半天 这才想起 你真的是我的学弟林浩 林浩浩哥 这不是浩天湛王浩哥吗 一旦激起千层浪 所有围观的人都看向了林浩 惊喜不已 一时间个个欢呼雀跃 转眼间就围住了林浩 激动的都把林情挡住了 浩哥 真的是浩哥 无敌的浩哥 首次老空天母见的浩哥 浩哥 我永远都偶像 浩哥 我可以跟你拍张合影吗 咔嚓咔嚓 无数人拿出了手机 疯狂一拍摄林浩 林浩也是无奈 脸色暂时缓和了一下 跟几个迷妹拍了几张合影 不好意思啊大家 我这次是有事 还麻烦让一下 林浩看着疯狂 且没完没了的群众 赶紧说道 因为这时 马路都已经被堵得水泄不通了 爱死浩哥了这么强 又这么有礼貌 以后我找男朋友 就找浩哥这样的 人群这才让开一条路 林浩走上前去 握紧林情的手 激动到堂哥 我是林浩 嗯林情 已经认出了林浩 激动得说不话来 连连点头 两人喜极而泣 林情的工友 更是激动坏了 我兄弟的学弟 是湛王啊 这下工资 有办法拿回来了 林浩到哥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等我把事情处理完 再好好聊 嗯嗯 都听你的 林情热泪盈眶道 于是 林浩询问了一下 林情的工友 确定了医院 见死不救的事实 特别是林情 最后说的一句话 老弟 我本来没有昏迷不醒的 当时我都进了手术室 可是 麻药刚兜了一点 突然医生 都被叫走了 没过多久 一个医生又回来了 直接拿出大针筒 二话不说 就开始抽我的血 我那时双腿 没有我感觉 根本动不了 硬生生 被他们走了600毫升血 这才昏迷了 后来他们发现 我交不起手术费 这才又把我轰出了医院 对对对 我也听说了 很多型的病人 无故被抽走了 几百毫升的血后 来一个不愿意献血 被当场开除的医生大怒 说出了真相 我才知道 是福宁后的孙子 在福宁城飙车 出了大车祸 撞死了好几个人 他本人也受了重伤 出血过多休克了 被紧急送到了 荣省第一医院 整个荣省血库 所有的行血 都被紧急 征用了福宁侯 还下令福宁城所有行血百姓 和公职之人 都必须献血 据说送来的行血 都够他孙子 全身换血一千次了 围观的人 也有愤怒无比的 我也听我福宁城的亲戚说了 福宁后在福宁城 就是土皇殿 没人敢不从命他一个邻居 不想献血 逃到了魔堂 结果还是被抓了回来 现在房子都被查封了 你们可别说是我的 这人说完 后悔自己太激动 不该说这些 说完就赶紧跑掉了 林浩怒不可遏 一个闪身消失在原地 此时 由于林浩之前太激动 用力过猛 生生不息 覆盖了方圆万米的区域 竟然将万米内的所有病人 都给治好了 于是医院之中 病人一片欢腾 医生一脸猛逼 陈补木曹 我的病竟然好了 又可以快追愉快地 做仰卧起坐了 天呐 我的癌症竟然好了 我上辈子 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 手术台上 正在开刀做手术的病人 突然痊愈 一个鲤鱼打挺 就起来了 砰的一声 直接给了医生一拳特磨的 你抽我的血干嘛 老子是粉碎性骨折 根本不需要抽血 想特磨是要谋杀我吗 我特磨本来就因为骨折刺破动脉 出血过多 你是想抽钱我的血吗 另一个腿上 已经开了几刀的病人 为了省钱没打麻药的猛人 突然痊愈 一脚踹飞了 跟他要红包的无良医生 懦吼到我特磨干你全家 干 老子交了专家的钱 你们特磨的找个普通医生给我开刀 连特磨副主任都不是 要不是佛祖显灵 治好我的病 我还被蒙在鼓里 把医药费还给我一个富豪 破口大骂到 一个植物人突然起身 默默地抱住了无怨无悔 照顾他五年的老公 两人相拥而弃 无数病人欢呼地离开了医院 病人们出院后 听到大家都在议论零号 这才知道 后天战王来过 一定是他出手治好了他们 一些原本病重的病人 顿时忍不住跪地感谢零号的大恩 零号直接闪身 来到了院长办公室 办公室没人 零号一个闪身 消失在原店 搜寻医了一下 在IU大门口的人群中 找到了院长 IU门口 竟然聚集了整个医院 所有的副主任 主任 专家 整个医院最强的阵容都在这了 他们除了是来为 福宁侯的孙子会诊 还是来献血的 福宁侯的孙子 本来还在病危之中 输了两万毫升的血 还是没脱离生命危险 可就在这时 他突然痊愈了 医生们还在惊喜之中 突然那个富豪 来找专家了 特模的 老子交了专家的钱 你们找个普通医生 给我开刀 原来是 全部都来抢救权贵之孙了 碰 人群中一个便衣 直接出手 将富豪 打得吐血昏迷 便衣是福宁侯的供奉 八阶出级异能者 院长和所有医生都吓坏了 过了半天 院长才八阶地笑道 非常荣幸 能为福宁侯的孙子治疗 还请各位代小的 向福宁侯大人问好啊 福宁侯的便衣供奉 鸟都没鸟院长 带着福宁侯的孙子就要走 福宁侯的孙子 一身酒气 非常嚣张得意 这种垃圾医院 要不是本公子失血过多 根本不会来 老子看病 从来都是去魔都 或者燕京的大医院 林皓冷笑 果然是福宁侯搞的鬼 真是讽刺 我竟然无意中救了一个混蛋 我要弥补自己的过错 你的命 就给我留下来吧 院长被福宁侯孙子嘲讽了 但这时 听到有人要杀他 还是本能地站出来 怒吼道你是谁 敢对福宁侯的孙子 这么无理 找死吗 林皓面色一沉 道猪狗不如的院长 为了福宁侯的孙子 不管那么多的病人死活 把医院主力医生 都叫来给他看病 这样的人不配当院长 不配当医生 碰 林皓一拳轰出 恐怖的气劲 直接隔空将院长 轰成了血污 福宁侯的孙子 怒了你特魔谁啊 敢骂老子 还敢当着我的面杀人 你特魔找死 李叔 给我杀了他 这时 一个医生认出林皓 惶恐无比浩哥 是浩哥 此话一出 所有在场的医生 都是惊恐无比 李叔也认出了林皓 惊恐无比 拉了一下福宁侯孙子的衣角 沉生道公子 他是浩哥 快向浩哥认错 认错李叔 你特魔也有病吗 什么狗屁浩哥 他根本不关心国家大事 自然不认得林皓 福宁侯的供奉 吓得全身冷汗 直接扑通一声 跪了下去浩哥 公子他不懂事 还请您 看在浮宁侯的面子上 放不他这次吧 轰 林皓直接一拳轰出 恐怖的力量 隔空将浮宁侯的公子 轰成了血物 浮宁侯的供奉 吓得魂飞魄散 只想逃命 林皓又是一拳轰出 八阶初级的异能强者 瞬间 也被轰成了血物 第203章 恶人必须死 花小心 都被林皓的杀法 果断吓到了 亲眼所见的震撼 是观看直播 无法相提并问的 队长 我终于知道 你当初为什么 看中浩哥了 没想到浩哥的潜力 如此恐怖 才进入咱们小队 一个多月 才一个多月不见 就这么恐怖了 斩凶兽 屠东营 回老 一剑比一剑热血了 浮宁侯的八阶供奉 都吓尿了 直接一拳 秒杀花小心 惊叹不已 浮宁侯 可是连东南军部 不敢动的人 和林庞府 已经被看穿心思 翘脸早就红了 林皓看着一众一声 沉生到这一次 我只杀院长 但是你们犯的事 收的红包 还见死不救的事 我都会让东南军部 来处罚 你们将会去 军部矿区扶劳役 以后要是再犯 同样的错 定斩不设 你们这些 没骨气的人不打呀 有骨气的人 怎么会有出头之语 和林 你让人去把那个 不愿意献血 被当场开除的医生 找回来 谁再敢动他 我就杀他 和林点头 用战王令牌下令 让东南军部去处理 林皓随后带着林晴 和他的公友 乘坐他的SSS 及智慧战机离开了 巨大的声响 立即引来了 更多的医生护士 和病人的注意 进来一看 一个个都吓坏了 有的吓得晕倒 呕吐 惊恐的气氛 在整个医院弥漫开来 不过绝大多数 得知讯息后 都是猜测 这是林皓路见不平前的 短暂的惊恐过后 反倒拍手称赞了起来 林皓离开后 直接去了开发商 老板许总在宁城的别墅 和林已经查清楚了 这个开发商的背后靠山 是荣氏父母官的秘书 他每个专案 都是打着官方支援的擦边球 吸引购房者 许总的别墅位于很大 位于荣氏二环一座小山的上面 不比原先是东南王府邸的 林府差太多 此时 他正在自己家中 宴请荣氏父母官的秘书等人 厨师都是五星酒店请来的 请完课 许总就要离开荣氏 打算移民日不落帝国了 他已经赚够了 移民手续 都是早在暗中办好了 老婆孩子早就出去了 大部分的钱 也早已偷偷转移到国了 宴席只办了十桌 但来的宾客们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许总的靠山间亲戚许秘书 坐在主位上 被人恭维得一脸的得意 突然 SSS 及智慧战机的轰鸣声响起 许总怒到保镖呢 你们干什么吃的 不知道我在宴请贵宾吗 一个保镖跌跌撞撞地跑进来 他已经吓尿了 他虽然等级只有二阶高阶 没有亲眼见过 SSS级智慧战机 那那么大的战机 那么科幻的造型 不用想想也知道 不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 许总大怒大惊小怪的 干嘛还不快去把噪声丢解决掉 保镖惊恐到许总 不好了 外面来了智慧战机 起码是S级的 什么许总大惊失色 他知道来者不善 有的宾客却不理所以 还在那恭维许 总不愧是首眼通天 S级智慧战机 起码是七阶战神才有拥有啊 竟然也来为许总捧场 碰 话音未落 林浩已经杀了进来 一路上 大部分的保镖 看到来人很像是林浩 加上智慧战机 更加确定是林浩 都吓坏了 一个个跪在地上 根本不敢阻拦 只有几个 不知天高地厚 不怕死的 还敢出手 全部被林浩 直接被一拳轰杀了 林浩 这是浩哥 湛王浩哥 真的是浩哥啊 许总的面子也太大了 兵客们顿时激动起来 可是很快 他们的笑容就僵住了 因为 林浩此时满脸的杀气 林浩怒吼 姓许的 欧盘烂尾了 工人的工资 也拖欠了半年多了 你特模还在这吃鞋 还敢叫人打工人 和准业主 还特模买去日 不落帝国的机票 你特模这是找死 许总吓得脸色煞白 林浩杀法果断的作风 在场的人可都是听说过的 一个月前 威名赫赫的东南王 就被林浩给灭门了 许总吓得瑟瑟发抖 但生死关头 但他毕竟也是见不风流的 立即大声吼道保镖 有人假冒 浩天战王 误灭我 想借此杀我谋财 还不快去挡住他 杀了他说着 转身就跑 只有一个 跟了许总很久的 五阶出击异能保镖 冲了上去 碰 林浩眼中杀气汹涌 一拳轰出 直接将他轰成了屑 所有的宾客 吓得魂飞魄散 许总没跑出几步 就发现自己已经动不了了 林浩一个闪身 来到他面前 一脚将他踹飞 然后一拳轰出 将他轰成了屑 所有人都吓得瑟瑟发抖 荣氏父母官的秘书 也吓坏了 虽然在直播上 看到过林浩的杀法果断 更是听闻了很多 关于林浩的战绩 但比起亲眼所见 这才是真正的可怕 林浩死死地 瞪着父母官的秘书你 就是姓许的靠山 你也得死 秘书瑟瑟发抖 但想到 林浩真的会杀他 他赶紧说道 浩哥 你别杀我 我不过是他那些前二爷 都是许总硬塞给我的 而且 许总的靠山不是我 是福宁侯啊 而且浩哥 你算是军部的人 我就算犯了事 也不该有军部出面判决 林浩直接拿出了战皇令牌 怒道 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 我现在是浩天战皇 有仙斩后奏之权 你这贪官 我见一个杀一个 至于福宁侯 我马上就会去找他算账 父母官的秘书 看了一眼战皇令牌 满脸惊恐 整个人贪软下去 哀求道浩哥 别杀我 哄 一道八皇神火 呼啸而过 父母官的秘书 直接被烧成了灰烬 所有的宾客 都吓得贵符在地 瑟瑟发抖 和林 通知上面 换个清官吧 另外 徐总的钱和资产 全部充公 已经出国的钱 也要全部追回来 以我的名义 通知不落帝国 一天之内 把钱送回来 欠工人的钱 一定要快点结庆 欧盘也要再找 靠谱的公司接手 继续盖 最后 荣氏的父母官 也给我罢免了 直接抓去军部充军 采矿 勇士不得录用 和林笑着点头放心吧 林浩的堂哥林晴 和他的工友们 激动无比 兴奋地大叫起来 浩哥威武 浩哥万岁 第204章 无法无天 小浩 咱们接下来 去哪林浩的堂哥林晴问道 想到自己堂弟 刚刚斩杀了 宁城父母官的秘书和徐总 心里仍然还在热血沸腾 他做梦都没想到 这些人这么快 就会得到应有的报应 林浩淡淡地 先去城镇那个执法长 再去找福宁侯算账 福宁侯 都是这一系列 罪恶的源头 林晴惊呆了福宁侯 可是福宁城的土皇帝啊 震撼无比地连连点头 和林笑道 福宁侯又算什么 大厦这边的协查通知 一发到国 老都吓坏了 徐总转移到国的钱 老已经全部转交回 大厦的徐总的老婆孩子 也在压介回大厦的路上了 众人浩哥神武 林浩等人去了 那个执法长的高档小区 没有找到人 一查才知道 他去了福宁侯府 福宁侯府 侯爷 不好了 公子他死了 哄 福宁侯震怒 恐怖的力量轰然爆发 将整个书房 轰成了空房 无数的古玩字画 画为灰烬 跪在书房外的 福宁城执法堂执法长 都快吓尿了 别人不知道 福宁侯有多宝贝 他这个孙子 他可是知道的 死了十几个人车祸 可是硬生生 被福宁侯给压下了呀 说 是谁干的 我要灭他九族 福宁侯怒吼道 恐怖的声浪 将房谷建筑的瓦片 都震碎了 福宁侯 九阶初级异能者 福宁侯的供奉 扑通一声跪下 惶恐道回侯爷 是 是浩哥 什么浩哥 狗屁的浩哥 你是活腻了吗 竟敢叫杀我独孙的人 为哥福宁侯的话 猛然顿住 浩哥 你是说 那个浩哥 那个屠东营 回老的浩哥 侯爷 是他 就是那个浩哥侯爷 咱们该怎么办 浩哥一撑 会来找您的供奉 瑟瑟发抖道 福宁侯震惊过后 冷哼道他敢老子祖上 可是有功之臣 他还杀我唯一的孙子 难不成 他还真敢动我 这个世袭的王侯 来人把所有的供奉 都给我招回来 我倒要看看 这个所谓的浩哥 敢拿我怎么样 此时的福宁侯 要是完全不怕灵浩 那是不可能的 那可是连老都敢图的 绝世猛人 他只是不相信 灵浩敢杀他 或许灵浩敢打他 但他不相信 灵浩真敢杀他 因为他是大厦 众多门阀诸侯之一 他不仅代表了他一个人 而是代表了一群 庞大的势力 这些诸侯门阀 是大厦官方 都不敢动的存在 是 侯爷 福宁侯的所有供奉 很快就被招了回来 总共五十几个人 都是七阶八阶的 异能强者 作为诸侯之一 福宁侯平时是非常低调的 甚至很多当地百姓 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但是暗地里 福宁侯 却是掌控了许多产业 况嘛 甚至无恶不作 他孙子的严重车祸 导致十几人死亡 不过是冰山一角 抱一个供奉 突然跑进来 侯爷 门外来了很多车祸 受害人的家属 说要让公子偿命 哄 福宁侯震怒 一脚踩碎了客厅 汉白玉地板 岂有此理 老子孙子都死了 他们还敢来闹事 都特模给我杀了 做干净点 可是侯爷 外面还有很多围观的百姓 恐怕不好下手啊 福宁侯咆哮 那就给我狠狠地打 打到他们滚为止 不识相的 就给我杀我看 谁敢到处乱说 是 侯爷几个供奉 齐声应道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福宁城的执法长 吓得冷汗直流 他想离开侯府 但是福宁侯 正在盛怒之中 他根本不敢开口 很快 侯府之外 就传来了许多车祸 受害者家属的惨叫声 血流成河 围观的百姓 大多吓坏了 远远地跑开了 可是这些受害者的 至亲都死了 他们还有什么好害怕的 你们有种杀我 否则我就静静告告你们 我就不信 这世界没有王法一个 死了独生子的 中年男人怒吼道 对 我们一起进京 反正我唯一的女儿 被你们撞死了 我也不想活 跟他们拼了 我就不信 他们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杀我们这些受害者的家属 几个供奉相视一眼 突然发痕 不知天高地厚的傻X 既然你们这么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们 寒冰之刃 他竟然直接动用了异能 虚空之中 凭空出现了 十几把寒冰凝聚而成的尖刀 周围气温骤降 受害者家属们 顿时惊恐无比 他们竟然真的敢在 大白天杀人灭口 简直无法无天 我也不想活了 老子跟你们拼了儿子 老爸来陪你了 受害者家属虽然惊恐 但却仍然没有屈服 一个个誓死如归地 冲向了浮宁猴的供奉 躺避挡车 浮宁猴供奉冷笑 一挥手 十几把坚硬堪比 合金的寒冰尖刀 呼啸而出 眼看寒冰尖刀 就要刺中受害者家属 围观的百姓都惊恐地 闭上了眼睛 很多人更多赶紧跑掉了 他们怕殃及驰鱼 会被灭口 就在千军一发之刻 突然 十几把寒冰尖刀 毫无指照地破碎 化为灰烬 冲向浮宁猴 供奉的受害者家属 也被一股柔和的力量 给拖住了 林浩的身影一闪 突然出现在浮宁猴大门口 孙子撞死了人 不但动用关系 和权力压制包庇 现在还敢当街杀人 谁给你们的胆子 林浩的怒吼声 庞扶天雷 震得所有人耳朵 嗡嗡作响 浮宁猴知法犯法 鱼肉香里 欺压百姓 今天 我就灭你满门 以警校友 八荒神火 哄 几缕八荒神火 呼啸而出 瞬间将几个浮宁猴 供奉烧成了灰烬 全场死祭 几秒后 欢声雷动 浩哥 是浩哥呀 浩哥英明神武 浩哥不愧是浩哥 直播内外一样一样的 浮宁猴的好日子到头了 我举双脚 支援浩哥 灭也浮宁猴满门 浮宁猴这种人渣 仗着祖上有功劳 就横行无际 早就该死了 社会的蛀虫 聂门 浩哥 你可一定会为我们做主啊 我听说大厦官方 都不动浮宁猴这样的诸猴门阀 不过浩哥是个例外 浩哥连东营和老都干徒 还有什么人 他不敢杀 林浩杀气腾腾地 向浮宁猴府内走去 受害者家属也跟了进去 要亲眼看到浮宁猴的下场 围观的百姓也跟进去了 有林浩在 他们不怕浮宁猴了 第205章浮宁猴 你 不好了 供奉 供奉都被杀浩哥 不 林浩 林浩他杀进来了 浮宁猴府中 一个供奉惊恐的教导 浮宁猴全身一震 冷汗直流而下 他竟然真敢动手 浮宁猴慌了 立即打电话给何司令 老何 林浩来我浮宁府的事 你知道吗 他竟然敢杀我的人 老何淡淡到你说谁 林浩 谁 林浩天湛王 他不是浩天湛王 而是浩天湛皇 有先斩后奏之权 浮宁猴大惊老何 浩天湛皇的脾气 你应该清楚 他已经杀进我浮宁猴府了 他是真敢杀我啊 你快下令 让他离开浮宁城大厦 若敢动我 一定会引起各方诸侯的动荡 这点老何 你应该很清楚 喂 喂 你说什么不好意思啊 讯号不好 我挂了 老何的心情非常激动 他和龙弟对各地诸侯 早已深恶痛绝 但却其中 却是牵扯太大 一直不敢动手 这些龙弟要见林浩 本来也是要商量此事 想看看林浩的意思 再决定动不动手的 没想到 林浩去浮宁城寻了一趟亲 竟然直接动手了 太好了 浮宁猴的脸色非常难看 这特魔可是量子通讯 哪来的讯号不好 他这才知道 林浩是什么样的人 没有林浩之前 大夏不敢动他这个诸侯 现在有了林浩 大夏已经敢动了 再打电话 已经没有用了 来人 给我挡住林浩 他若敢动手 杀无赦 是浮宁猴的供奉应道 只是一个个语气之中 全部充满了惶恐之色 浮宁猴的孙子 没关注国家大事 但这些供奉 可是时常关注的 他们深知林浩的恐怖 砰砰砰砰 浮宁猴的供奉 一离开浮宁猴的视线 顿时就有人开始逃命 只可惜刚刚飞起 就被雷霆炸成了灰烬 只见整个浮宁猴上空 早已被雷霆笼罩 林浩这是要灭门的节奏 轰 浮宁猴也要逃命 可是他的智慧战机 刚刚起飞 就被雷霆炸成了灰烬 浮宁猴穿着机甲 死里逃生 林浩 你真敢杀我 我跟你拼了浮宁猴狂吼 所有人 杀了林浩 谁能杀了他 我就认他为义子 世袭侯卫 虽然知道打不过林浩 可是现在逃也逃不掉 他们只能拼了 浮宁猴的话 更加激起了他们的斗志 杀 浮宁猴和他的供奉 全部穿上机甲战甲 杀气腾腾地杀向了林浩 林浩身后的百姓 都吓了一跳 林浩冷笑 怒吼一声八荒神火 几十颗巨大的八荒神火 瞬间凝聚而成 呼吓而出 浮宁猴府的房子 直接被烧焦了一大片 浮宁猴和他的供奉 都看过心声大笔 知道林浩这火焰的恐怖 立即全力施展异能防御 喷喷 可惜 他们所有的异能 都无法阻拦恐怖的八荒神火 即便浮宁猴 是九阶初级的绝世异能强者 也无济于事 不仅异能瞬间被破 机甲也被烧成了灰烬 浮宁猴大惊失色 身上多处都被烧焦了 惊恐 道林浩 你不能杀我 我的老婆 是镇远侯的亲妹妹 你杀了我 他不会放过你的 林浩冷笑镇远侯 不过世袭侯卫的废物罢了 功劳是他先祖的 又不是他的 他要是赶来 我连他也一起杀 浮宁猴绝望了 跪地求饶浩哥 别杀我 你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只求 你别杀我啊浩哥 林浩懒得理他 控制着八荒神火的力度 当着百姓的面 慢慢地将浮宁猴 烧成了灰烬 百姓纷纷拿出手机 拍摄影片发抖音 这就是横行无际的 浮宁土皇帝的下场 活该浩哥威武 一手遮天的浮宁猴 滥用权力 压下孙子车祸 结果遇到浩哥 搭上了全家性命 活该浩哥威武 影片一发出 全网都在骂浮宁猴 浮宁猴家族的各种恶事 全部被网友扒了出来 林浩大手一招 浮宁猴的空间戒指 被收了过来 居然有一堆星药石 大厦官方才九吨 他一个浮宁猴 一个人就一吨了 岂有此理这样看来 各地的诸侯身上 应该都有星药石 星药石是大厦战略资源中的 战略资源 全部都要上交 大厦会给予一定的补贴 私藏就违法 像浮宁猴这样的门阀 这些诸侯就是站着自己的势力 影响力以及祖上的功劳 公然私藏的 林浩怒了光 是一个小小的浮宁城的浮宁猴 就有五十几个七阶八阶异能供奉 难怪之前大厦投鼠忌器 看来这次去燕京建龙帝 该聊聊这事 让所有诸侯门法 把私藏的星药石都交出来了 没有足够的星药石 就无法对抗S级以上的全球性兽巢 这些诸侯就只想着自家的安危 不顾大厦的安危 该死 这时 浮宁城执法堂的执法长 瑟瑟发抖地出来了 扑通一声跪在了林浩面前 声泪俱下地哀求道浩哥 我错了 我不该听浮宁城的话 包庇他的孙子 求求你饶了我吧 林浩身后 车祸受害者家属顿时大怒 指着执法长大骂 有的更是要冲上去打他 你这种混蛋也配当执法长 要不是遇到浩哥 我儿子就白死了 林浩直接一脚踹飞了执法长下辈子 做个好人 百姓愣了一秒 随后欢声雷动 浩哥威武大厦 就该多几个像浩哥这样的人 何林突然对林浩说到 扶宁侯孙子的车祸 没那么简单 当时还有燕京孙家 和燕京镇远侯的孙子在 只是监控录影中 他们的存在被人为抹除了 红魔刚刚帮我恢复了 你看看吧 果然 原始影片的画面中 有两个公子哥都开着各自的抄跑 手里还拿着酒在吹瓶 摇头晃的啊 大呼小叫的 林浩大怒 看来浮宁城的执法队长也有问题 走 去执法队 受害者家属大惊 他们一直都被蒙在鼓里 根本不知道还有两个人 而且还在车上喝酒 这特魔是酒驾 醉驾呀 林浩等人 很快就到浮宁城的执法队 执法队长看到网上浮宁猴被灭的影片 直接吓傻了 最后他惊醒过来 跪在了大门口 磕头认错 他知道林浩一定会来找他的 浮宁猴林浩都敢杀 更何况是个执法队长 浩哥 我都是被逼的 求求你 饶了我吧 林浩冷笑十几条人命的车祸 你叫我饶了你 去找阎王求饶吧 哄 林浩一拳轰出 直接将执法队长轰成了血污 这种人 根本不值得可怜 十几人人命的大案 都敢包庇 背地里还不知道 干了多少天怒人怨的恶事 百姓欢天喜地 奔走相告 最后 林浩叫来了雷霆 林云 还有顾驾高驾的人 你们暂时接管浮宁城 直到龙帝派人过来 是 师父 是 主人 可是师父 我没经验啊 林浩倒要什么经验 诸葛亮出山前 也没带过兵 记住五个字就行了 为人民服务 林浩突然想起了 穿越前的滋伯 雷霆 林云等人 听了滋伯的传说 顿时就明白了 后来 雷霆 林云等人 搜出了福宁侯 非法所得的十万亿大厦壁 堆满了整个地下一层 第206章燕金 第八十甲 聂 哥 你以后就跟着我 去魔都吧 智慧战机之中 林浩对堂哥林晴说道 林晴想了一下 笑道小浩 我就不跟着你了 我没有觉醒一能 以你的身份地位 我跟着你 根本就什么也帮不上 只会拖累你 林浩想插嘴 被林晴反手阻止了 而且 已经习惯了在宁城的生活 虽然苦点 但是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也很逍遥自在 我已经攒了点钱了 以后打算开家小超市 每天坐在柜台里面 打打游戏 收收钱 时不时找几个好朋友 喝两口 吹吹牛逼 就这么躺平了 多好 可以看得出 林晴是真的喜欢平淡 自由 小康的躺平生活 而且这些年 他都在宁城生活 仅有的朋友也在宁城 确实不想跟着林浩 林晴的朋友 不免觉得有点可惜 但认真想想 要是可以开家超市躺平的话 还真挺逍遥自在的 林浩道哥 想做什么 都可以 我也不拦着你 但是 你要是改变了主意 随时都可以来摩大找我 放心吧 哪天想去摩多了 我一定会去找你的 哥 你的手机给我一下 林浩直接加了林晴的超信 又给他转了一百亿个 你现在就可以躺平了 林晴看到那么个灵 愣了半天 小浩 这也太多了吧 哥 不多 你留着花吧 另外 荣氏的顾驾高驾 都是我的人 东南王府 也已经是林府了 你想去 或者有什么事的话 都可以去找他们 也可以直接跟我说 我会叫人暗中保护的安全 你以后不用再提心吊胆了 说着 林浩暗中将一道精神印记 打进了林晴体内 这样一旦他有事 他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 林晴笑到小浩 我也不推辞了 谢谢你 最后 林浩用智慧战机 将林晴和他的所有工友 都请到荣氏的林府 宴请大家 大家吃得很开心 聊得也很尽兴 一来是没来过这么豪华的别墅 没吃过这么昂贵的凶兽菜 和山珍海味 二来是因为林浩的话一发出去 上面立即罢免了宁城的父母官 工友们的钱 也立即结算清楚了 第二天一早 林晴就来跟林浩告别小浩 你不用挂念我 你有你广阔的舞台 不过当年害爸妈 还有我们全族的仇人 你可一定要找到他们 杀了他们 替我们家族报仇啊 哥 你放心吧 仇人我已经杀了一些 接下去也会继续追查 一个都不会放过他 打算去燕京 见过龙帝之后 就去南疆找天狼战神 追查原生父母的下落 和当年的仇人 燕京 孙家 燕京排名第八的世家 林浩与何林 来到孙家宛如王府般的大门口 谁知管家 已经等候在大门口了 一见到林浩 立即满脸堆笑 浩哥大驾光临 有事远迎 快请进 我们家主已经久等了 林浩冷冷一笑 与何林对视一眼 在管家的带领下 走了进去 他倒要看看 孙家想搞什么名堂 管家将林浩二人 带到了孙家家主 孙仲远的书房 孙仲远单眼皮 三角眼 神色阴冷 可看到林浩 却是满脸堆笑啊 浩哥 你终于来了 看到您屠东营 回老 小的是热血沸腾啊 真恨不得 当时就跟在你身边啊 这是一点小意思 辽表崇拜之情 还请浩哥笑纳 孙仲远拿出了一张卡 里面有一万亿大下币 敢贿赂我 那我就没收了 林浩冷笑地 没收了银行卡 冷冷到你的儿子 在福宁城最佳 却有人包庇 毁灭证据 你把人给我交出来 我要带走 孙仲远笑容一僵 他没想到 林浩这么不给面子 但他还想努力一下浩哥 小儿那是不小心 他也不是故意的 再说了 不就死几个下层的平民骂 我一人赔偿一百亿 这事就这么算了吧 他们就算活着 也赚不了一百亿 不是您看怎么样 林浩怒及返校 本来只想抓你们 去冲军劳改 为大厦保留一点 有生力量 要来对付S级兽朝 现在看来 是我天真了 你们这样的人 根本留不得 队长 念一下孙家的罪状吧 和林沉生道 孙家家主的儿子 不仅在福宁城最佳 千万十几人身亡 而且还和福宁后的 孙子一起 玩弄少女 曾经把一个 妙龄女子玩死后 不但不知悔改 还毁尸灭尽 还警告受害者家属 不准上诉 否则就灭他们全家 有一盒酒 还当众强夺别人的女朋友 打死人 还非理那女人 事后 你们让福宁城的执法长 给受害者家属施压 赔钱了事 一桩桩 一件件 令人发指 以致福宁城风声鹤唳 九点后 都没人敢出门 你们还垄断了福宁城 全部和燕京的部分的娱乐产业 玩弄嫩魔 致人死亡的事 也时有发生 但都被你们用钱压了下去 你们还逼迫一些底层的 低尖异能者 让他们去荒野 替你们挖矿 杀凶兽卖命 获得的凶兽材料 矿石 其中包括新药石 全部都被你们收走了 却只给了他们极低的钱 无数低尖异能者 因此命丧荒野和矿区 还有玄金和新药石 本来都要上交的 可你们却谎暴产量 将大量的玄金和新药石 私藏了起来 孙仲远听得冷汗直流 没想到他们做的事情 大夏都知道 当初不差不办 只是因为 一直忙于对付凶兽 他们这些世家门阀诸侯之间 几乎都有合作 同气连之 牵一发而动全身 要想连根拔起 就得大动干戈 甚至要动用龙魂阵国君 可是那样一来 局面就难以掌控了 边境外不安分的势力 就会趁机作乱 不过现在有了林浩 一人可敌百万局 大夏要开始整治了 孙仲远知道林浩的恐怖 吓得扑通一声 跪下求饶浩哥 我知道错了 你放过我这一次吧 林浩冷笑 我已经给过你 一次机会了 现在 你可以去死了 碰 孙仲远突然一个闪身 撞破了书房墙壁 想逃 林浩冷笑 一个闪身将孙仲远挡住了 孙仲远发狠 力声到林浩 你看看周围 都是我的人 我的姐夫是郑远侯 你敢动我 郑远侯不会放过你的 林浩扫射了一眼周围 总共三十几个 七阶八阶的异能强者 孙仲远的儿子 父亲都在 他父亲更是 八阶巅峰的异能强者 林浩冷笑 九阶战皇都没有 还这么嚣张 真是无敌 至于郑远侯 我灭了你孙家 下一个就轮到他了 说着 林浩直接动手 八荒神火领域 哄 恐怖的紫金色火焰 笼罩了整个孙家 所有孙家人和供奉 全部被烧成了灰烬 只留下了他们的空间戒指 加起来 竟然也有一吨的新药星 玄金更是多达一百多吨 下一个 郑远侯第207 张郑远侯府 灭 燕京 九环 郑远侯府 占地白魔 心中式的园林建筑 一片连着一片 一山傍水 环境优美 侯府中央的大殿顶部 放着一块九阶高阶的禁神符 所有进入侯府的异能者 只要低于九阶高阶 异能都会被禁掉 这禁神符 就是当年第一代 郑远侯留下的郑族之宝 大厦要想动郑远侯府 就得出动龙魂镇国军中的 坚顶强者 可龙魂军 又岂是可以随意调动的 郑远侯 也是世袭侯卫 是大厦为了嘉奖 第一代的郑远侯而设的 子孙后代 也能享受到非常好的福利 可惜 时过境迁 如今的郑远侯 虽然是九阶初级的 绝世异能强者 但却不干人事 娇奢淫逸 霸占资源 早已不负先祖 当年的风华与志向 之前新生大比 魔都荒野 出现多次兽朝 大厦连龙魂镇国军都出动了 但郑远侯府 却未出一兵一卒 而是在家里摆摆寿宴 一边吃着昂贵高阶的凶兽肉 一边看林浩等人跟兽朝作战 孙家和福宁后被灭的讯息 郑远侯早就知道了 他知道挡不住林浩 就让儿子将他请到了书房 和林一进来 义能就被禁锢住了 但对林浩 却是毫无影响 郑远侯看着林浩 竟然完全没有被禁神父禁锢住义能 心跳大惊 但面色却仍然从容 到林浩小弟 孙仲远是我老婆的弟弟 福宁侯是我的妹夫 你灭了这两家 我都可以不跟你计较 我甚至还可以给你好处 这一处玄金矿脉 每年都有十万亿大厦币的入账 我免费送给你 再送你一百万亿大厦币 郑远侯指着地图上 燕京周边 一片荒野中的玄金矿脉说道 我只有一个条件 你放我一马 并且跟我结拜 我的儿子 就是你的义子 我的孙子 就是你的义孙 以后 你我共享荣华富贵 你看如何 你们两个 还不快拜见林浩 郑远侯的儿子和孙子 满脸震惊 憋屈 这对他们来说 简直是奇耻大辱 可震远侯是一言九鼎 他们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不甘心地跪倒在地 倒见过义父 见过爷爷 儿子是八阶高阶 孙子是六阶出击 这样的等级和战力 就算没有震远侯的侯卫 在燕京 也能过得风生水起 也就是书房中没有外人 这要是传出去 整个大厦都得震惊 林浩笑了震远侯 你还真是大手笔啊 可惜我不需要这样的不孝子孙 震远侯脸色非常难看 那就是没得商量啊 我劝你再考虑考虑 他儿子和孙子 更是怒不可遏 林浩 你别不识台诀 爷爷 你跟他废什么话 这种人 杀了就是了震远侯的孙子 也是个不问世事的纹固子弟 不知道林浩有多么的恐怖 震远侯也没了耐心 沉生到林浩 我看在你年少有为的份上 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的大孙子 十年前 已经被昆仑戒选中 过几个月就会回大厦 你可别做傻事 昆仑戒 别说是你惹不起了 就算整个大厦都惹不起 和林一听昆仑戒 神色一惊 震远侯笑道 看来你是知道昆仑戒的 你还是劝劝林浩 剑好就收吧 我现在愿意跟你谈条件 要是我的大孙子回来 那别说谈条件了 搞不好 你们的命都要赔上 我是稀才 才一直劝你的 好自为之 此时的震远侯 已经充满了自信 不把林浩放在眼里了 之前又是给钱 又是送矿卖 还让儿子认林浩为义父 其实不过是拖延时间 想等到大孙子回来 到时 他就会连本带利的 让林浩还回来 林浩仍然没把震远侯 放在眼里 和林却是拉了 伊林浩的手臂 提升到我小时候 有一次 我爸心情不好 喝醉点酒 好像有提到过昆仑戒 还很生气的样子 似乎昆仑戒 真的很厉害 可是 我以为他酒后乱说的 而且他也没说 多少就睡着了 我也快忘了 他还说了什么了 他是在担忧 林浩却是轻轻 拍了拍和林白皙的御手 笑道放心吧 管他什么剑 赶来就一起收拾了 郑远侯怒喝道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林浩冷笑 眼中杀气涌现 好像你知道一样 可惜 就算昆仑戒再强也没用 不要几个月 只要几秒钟 你就凉了 你郑远侯这次真的吓到了 林浩 你区区一个战王 竟敢杀我 你可能还没搞清楚 郑远侯是什么样的存在 就算龙帝要杀我 也要拿到足够的证据 林浩笑了 拿出了郑远侯孙子 罪驾撞死人的影片 这就是证据 十几条人命别的不说 你敢包庇你孙子 我就敢杀你 和林则开始念 郑远侯的罪状郑远侯 中年的时候 去东营旅游 被东营顶尖的武士家族 伊赫家族组长 用其孙女诱惑 我才看到 生下一子三女 从此跟东营人勾结 替东营人为祸大夏 甚至力部之中 都安排了人手 改写教材 创办东营学校 企图改变历史事实 更企图坐收于力 企图在以后 大夏与S级 甚至更可怕 SS和SSS级全球性 受潮大战 两败俱伤之时 让隐藏在大夏的东营人 一意代劳 就占雀巢 这就是传说中的 东营换国计划 简直罪不可恕 郑远侯 光是这一条 就够派你死罪了 郑远侯听得冷汗连连 他以为这是做得很隐秘 没想到 大夏早就知道了 郑远侯深吸了口气 眼神转为阴冷 看来是没得商量了 来人 给我杀了他 威逼利诱 各种手段都用尽了 他没得选了 只能一战了 刷刷 无数破空声猛然响起 书房周围 顿时被九十几个 七八九阶的 异能强者围住 最弱的 都是七阶高阶 其中竟然还有六个 东营伊赫家族的异能者 而且 五个是八阶巅峰的 其中一个 更是九阶初级 所有人 都穿着战甲和机甲 灵号的一杆之道 脸色就变得无比阴沉 看来大夏隐藏了 不少东营异能者 奇心可诛 郑远侯 你更是该死 八荒神火领域 啊 惨叫声快速地响起 又快速地消失 郑远侯极其供奉 还有东营异能者 被瞬间一招秒杀 只留下了空间戒指 灵号一看 再次震惊阵远侯 竟然有三吨星药石 不过这还远远不够 第208章 南疆出大事了 燕京 灵号在和司令的带领下 来到了龙帝的住所 这是一处柬埔的公寓楼 龙帝穿着领子 发黄的白衬衫 抽着滑子 亲自下厨 灵号 我做的红烧肉 那可是跟国宴厨师说的 你得好好尝尝啊 老和咽了一下口水老个 那你可得多做点啊 吃完 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再有这口福了 龙帝 灵号相视大笑 吃完饭 灵号笑道 龙帝做的红烧肉 果然不同凡响 难怪老和想打包 龙帝吐出一口烟 笑道灵号啊 这次请你来 除了想见见你 其实也是想跟你聊一聊 诸侯和门阀割据的事 没想到你先动手了 这倒省了我许多口舌啊 其实大厦早就想动诸侯和门阀了 这些人 仗着祖辈对大厦有功 贪污腐败 占据大量资源 尸位素餐 无恶不作 他们已经成了大厦的蛀虫了 扶宁侯的事 可见一斑啊 只是一直以来 凶兽虎视眈眈 我们腾不出手来整治啊 现在好了 你一个便可抵得上百万句 由你去整治 再好不过了 灵号到龙帝放心 既然这些人不干人事 无恶不作 那我就不会跟他们客气 不过 我要先去一趟南疆 也就几天时间吧 等我回来 就开始一一整治现在 先让他们放松警惕几天 南疆天狼战神的事 不仅牵扯到了 南疆无数将士的安危 也关系到了 我父母失踪的事 已经拖了很久了 我想先去看看 龙帝抽了口花子 笑得好啊 一切都看你的安排 不差这几天吗 最后 灵号问了一个问题 龙帝 老何 你们知道 星宫公主是 什么异能吗 老何摇头 面色凝重 龙帝尝出了口气 烟雾弥漫 我也不知道啊 很早之前 我在南疆 跟一个蒙面人交过手 他被我打得奄奄一息 但眼中却没有 丝毫的恐惧和害怕之意 最后他被人救走了 他虽然没有表明身份 但我怀疑 他就是星宫公主 几乎所有人和异能者 都会怕死 但他的眼神却告诉我 他根本就不怕死 他的眼神 淡漠 阴沉 骄傲 悟空一切 唯独没有恐惧 我至今都忘不了 可惜 我竟然无法看出 他的异能是什么 其实龙帝与老河 还有很多事 要跟林浩商量 只是事情 要一件件地做 也就没有拳击出来了 南疆 南疆军部 林浩带着和铃 穿梭他的无限空间 顺移近两千千米 来到了南疆军部大鹰 一切看起来 都是井井有条的 林浩来到大门港亭 道我要见天狼战神 带路 你是谁天狼战神 可不是什么人 随便就能见的 赶紧走开 林浩与和铃都愣了一下 你不知道 我是谁林浩眼神凌厉地 盯着港亭中继承车兵 按理说 林浩是战皇 虽然讯息不对外公开 但整个大厦军部的将士 都是会通知到的 而且 林浩图东迎回老这样的大战 老和肯定会让他们观摩的 但这士兵却说 不认识林浩 这太奇怪了 我为什么要知道 你是谁赶紧走 再不走 我就把你抓进去审问了 林浩与和铃对视一眼 顿时感到不妙 因为太反常了 两人刚要有所动作 大营那一个战将跑了出来 惊喜道 哎哟 这不是浩天战皇吗 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还请恕罪你怎么回事 浩天战皇都不知道吗 给我回去关禁闭 还不快滚 士兵大惊失色 赶紧道歉对不起 浩天战皇说完 赶紧跑回大营里面去了 林浩立即施展 SSS级异能 火眼金睛 哄 不看不知道 一看不得了 士兵 四界巅峰 身中古毒 六界初级战将 身中古毒 林浩心中惊骇不已 之前东南战神说 天狼战神 已经两年 没有正常进京数职 极有可能出事了 现在看来 他肯定已经出事了 否则怎么会一来南疆军部 见到的一兵一将 全都中了古毒 林浩不动声色道 带我去见你们的天狼战神 何灵却是从他凝重的表情中 看出一定出大事了 但他表面上 也是装作没事一样 战将笑道是 浩天战皇 请跟我来 林浩心中再次疑惑起来 他竟然 带我去见天狼战神 难道天狼战神没出事 不可能这其中 一定有什么问题 带路吧 林浩一路走进南疆军部 所过之处 将士步伐 整齐有力 各种装备 也是摆放有序 整个营区 完全看不出 有什么异常 但林浩的脸色 却是越来越凝重了 只因他的SSS 极异能火眼金睛 一直开启着 脑海中不停地传来 让他惊骇地提示间士兵 四界巅峰 身中古毒 士兵 五界初级 身中古毒 战将 六界高阶 身中古毒 战将 六界巅峰 身中古毒 他所遇到的将士 每个都中了古毒 这意味着 有人控制了整个南疆军部 这怎么可能林浩的心中 可以说已经翻疆倒海 惊骇无比了 自从拥有系统以来 他还从来没有这么震惊过 林浩脑海中 系统警告般的提示间 仍然在不断想起 七阶初级战神 身中古毒 究竟是谁 他怎么能够做到这一步 林浩心念电转 不停地思索分析着 而他身前带路的战将 却仍然若无其事 南疆军部 有百万将士 百万将士 都被人无声无息 递下了古毒 控制了 老和他们竟然完全不知道 这太特魔可怕了 控制整个南疆军部 百万将士 这是诸九族的死罪 除非有人要谋反 否则绝对不敢这么干 一般的战神 战王 甚至战皇 都没这个胆 哪怕一向不受 大厦约束的门阀和诸侯 比如镇远侯 甚至比镇远侯 更强的诸侯 都没这个胆 因为他们的异能 都是登记在侧的 谁有这个能力 大厦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这样看来 只能是新功了 敌对国虽然有这个心 但却没有这能力了 老和东莹 都已经元气大伤了 即便是以前 他们也没有能力 进入大厦 犯下如此大案 毕竟七阶以上强者 一进入大厦 就被天机量子 卫星监测网追踪了 新功 一定是新功第209章 进退在南 狼烟将起 大厦某神秘之处 新功总部 自从心生大鼻中 抢夺灵号的 异能神符失败之后 新功公主就无比的愤怒 心中更是有着 无尽的后悔 屠东莹 灭老这特魔 是老子都想干的事 没想到 让林浩先干了 他的异能神符 绝对比我的 还要强大十几倍 甚至是几十倍 否则他的修炼速度 不可能比我还快 短短一个多月 战力竟然突破了 九阶巅峰 不 应该说 比九阶还要强大无数倍 否则不可能 一直不停地 进行高强度战斗 他的异能 却一直没有下降 真后悔 没有一开始 就派出九阶强者 去抢他的异能神符 这是我这辈子 犯过的最遗憾的错误 大战三十万 九阶战斗机器人 二十几万头的 九阶恐龙丧尸军团 五百多架 SS和SSS级的 智慧战机 一千多的 九阶战皇强者 横扫东莹和老啊 我要是有这战力 早就一统蓝星了 而且林浩这次 竟然敢全程直播 说明 他一定还有 更大更强的底牌 没想到 大夏除了 龙帝和老河之外 又出了个更强的林浩 林浩不出 我一统蓝星的计划 就不可能实现 可恶 该死 啊 星宫公主暴怒 疯狂打杂 吓得一众星宫尊者 都不敢抬头 不敢说话 不过 身为大夏最强的敌人之一 星宫公主 发泄一通之后 也很快冷静了下来 现在打是打不过了 不过 可以试试其他手段 明的不行 就来阴的 第一尊者 你去一趟魔兜吧 不要让我失望 是 公主星宫第一尊者 朗声应道 说着 直接凭空消失在了原地 第二尊者笑道 第一尊者出手 一定可以杀了林浩 抢到异能神福 其他尊者 也是跟着附和 一个个都非常看好 第一尊者 和他的异能 星宫公主沉生道 除此之外 对上古一季的探索 也要加快速度 要是能在里面 找到什么强大的宝物 就能斩杀林浩 抢到他的异能神福 是 公主我等 立即前往上古一季探索 老六 你留下 陪我去一趟南疆 星药石的开采 要加快进度了 否则大厦 就该派人来彻查了 万一天狼 冒死说出真相 可就有点麻烦了 只要拥有足够多的星药石 等过几个月 昆仑界总部的 五宗巅峰级 空天战舰图纸 移送出来 我们就可以开始建造 五宗巅峰级 空天战舰 那样的话 沙林浩就不在话下 我也可以完成 一统大厦的任务了 原来 星宫真正的总部 是在昆仑界 大厦的星宫 只是分支 是 公主第六尊者 激动到 南疆 军部大营 林浩与何林 很快就见到了天狼战神 只见天狼战神手里 拿着白酒 仰头就吹平 吹完就摔平来人 给我酒 给我酒啊 一副醉醺醺的样子 头发比女人还长 几年没礼了 胡子也是 都把嘴给淹没了 完全没有战神的惊奇神 两眼空洞 眼神绝望 根本就是一个酒鬼 看到林浩和林进来 视若无睹 也不过问 酒呢 老子的酒呢 林浩问 带他进来的战将 还有天狼战神身旁的副官他 这样多久了 副官到三个多月了 林浩道 你们都出去吧 我有话要单独跟天狼战神聊 林浩施展火眼睛睛一看 这人竟然是真的天狼战神 七阶巅峰的天狼战神 而且没中古毒 也没有中其他的毒 林浩与和林对视一眼 更加奇怪了 他是真的天狼战神吗 和林小声问 林浩点头是 和林相信 因为他相信林浩 只是脸上的疑惑神色更浓了 林浩直接闪身过去 给了天狼战神一巴掌 诺贺道 你他酿的给我醒醒 响亮的巴掌声 在空中回荡 天狼战神愣了一下 庞扶醒了 又庞扶没醒 呵呵笑道没用的 呵呵 没用的 我的酒呢酒呢 林浩似乎明白了 看来你没啥 你应该是受了什么刺激 不敢面对 无法面对 不愿意本来 突然 大营之外 响起了轻轻隆隆的 战车战机启动声 无数将士持枪上膛的声音 无数智慧战斗机器人 行动奔跑的声音 整个军部都在震动 和林出去一看 面色一变不好了 所有的将士 战车战机 还有战斗机器人 都朝大营这边包围过来了 原来 有将士将林浩到来的讯息 通车新宫 新宫公主立即下令 让百万将士 对战神大营发起围攻 百万将士 无数枪炮 还战斗机器人一起出手 大营将会被夷为平地 正在翻找酒喝的天狼战神 终于猛然惊醒 恢复了战神那铁血刚毅的神情 他也跑出来看 神色大变 转头对林浩与和林怒吼道 你们快跑快跑啊 去告诉老和 就说我是千古罪人 千古罪人啊 快跑啊 我已经害了南疆百万将士 不想再害你了 吼着吼着 天狼战神 那刚毅铁血的脸上 已经泪流满面 林浩淡淡道 果然如此 果然是新宫控制了你 听到新宫两个字 天狼战神的眼中 突然闪过惊恐之色 彭伏想起了什么恐怖的事 你们快跑 快跑啊 天狼战神悲伤不已 声泪俱下地喊道 他还不知道 眼前的人是林浩 事战无不胜的林浩 这些年 他过浑浑噩噩 根本没关注新生大比 也不知道 林浩图东莹 回老的京士战姐 林浩面色一脸 倒跑什么跑 老子是来灭新宫的 区区新宫 就把你搞成这样 你太让我失望了 林浩虽然还不知道 新宫具体对天狼战神 做了什么 但他相信 只有打败新宫 灭了新宫 天狼战神 才能彻底好起来 天狼战神一愣 似乎振作了一些 但又失声绝望到 没用的 打不过的 打不过的 是我害了南疆百万将士 很快 巡视边境的龙魂镇国军 野了二十个 都是九阶中级高阶的 他们看到这一幕 也是大惊失色 一个九阶高阶战黄怒吼道 所有将士听令 立即放下武器 没人听他的 没用的 他们已经被人控制了 一定是新宫用了什么 陰险的手段 该死 怎么会这样快 快上报燕京 请求支援 他们深知 这要是拦不住 对大下而言 将会是一场灾难 要是拦住了 同样是一场灾难 同是操哥啊 于心何人 新宫公主 和新宫第六尊者 也凭空出现了 新宫公主戴着面具 在百万将士后方 凌空二立 得意的狂笑道 给我杀了林浩 然后挥尸背上 杀进大下 杀到燕京 林浩 这下我看你怎么办 虽然被你发现了 天狼战神的事 但是 你忍心对他们下手吗 要是不下手 等他们杀进大下 大下就会陷进一片 混战大下各个边界 也将狼烟四起 哈哈 第210章弹幕 骄傲 木空一切 眼看大战即将爆发 龙魂镇国军的 九阶战皇们 都急坏了 完了 大战将起 大下必将陷入大混战 就算我们拼尽全力 耗尽一能 也阻挡不了 南疆百万大军啊 都是自己人 这特魔教我怎么出手 该死的新宫 新宫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竟然能控制百万大军 我早就说过 天狼战神一定出事了 可是偏偏查不出来 新宫真是该死 耗哥 耗哥竟然也在南疆 那就妥了 我们只要帮耗哥 打下手就好了 你这话说的 耗哥一旦出手 还要你打下手的机会吗 轰轰 无数炮弹出唐的声音 庞扶阵阵雷鸣 响彻天界 雷动八方 哄 灵浩果断出手 惊天动地的雷网 凭空而现 护住了天狼军大鹰 天地风云突变 乌云滚滚 电闪雷鸣 所有的炮弹 雷射炮 全都射在了雷网之上 被恐怖的雷霆 炸成了虚无 时空禁锢 炮弹的声音突然 就小了许多 灵浩的身影 也是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声声不息 抄SSS 及异能施展 万米之内 所有的南疆将士 古独境界 恢复本来的神智 同时 对于他们的时空禁锢 也随之解除 所有人恍惚过后 震惊地放下了武器 灵浩的身形 在百万军中急速掠过 不到一分钟时间 百万将士的古独 就被他全部解除治愈了 新宫公主和第六尊者 彻底傻眼了 怎么可能 这可是古独啊 他的异能 既然能解古独 这怎么可能 百万人中古独 要解的话 起码要百万颗解药 而这解药 只有南疆古王才有 但他根本不可能 制出百万颗的解药 而灵浩不到一分钟 就给解了 原本 新宫是要将 南疆发现的新药石矿满 全部开采完毕 然后再下令 让南疆百万 被控制的将士 杀进燕金的 毕竟那新药石的矿满 位于十万大山中部 开采的同时 要对付无数的凶兽 要付出惨重的 伤亡代价 新宫可没能力 独立开采 控制信天狼军 让天狼军去开采 然后做下假仗 只上交少数新药石 将大部分新药石 都收入囊中 这是最好的办法 他们不急着 控制百万大军 攻入燕京 让大厦混乱 生灵涂炭 是因为最强者 仅是七阶巅峰的 百万大军 也只能让大厦乱 并不能真正毁掉大厦 而是开采宇宙金属新药石 建造五宗巅峰级的 空天战舰 更有把握杀了灵涂 一统大厦 可惜灵涂来了 而且来得毫无征兆 新宫的情报网 根本没有任何的讯息 一切计划都被打乱了 打乱就打乱了吧 毕竟开采了两年 也开采到了一百多吨了 那就将计就计 让百万大军围攻灵涂 以灵涂的脾气 不可能对百万同胞下手 可要解毒 也不可能那么快 那么百万大军 就一定会攻进大厦 其他边境 也将狼烟四起 大厦避乱 新宫就可以坐收余力了 可谁知 灵涂不到一分钟 就解除了危机 化解了一场 即将涂炭生灵的大战 龙魂镇国君的战皇们 都震惊得目瞪口呆 不愧是浩哥呀 生灵涂炭的危机 在浩哥眼中 简直是小菜一碟呀 绝望的天狼战神 也是眼神一亮 浩哥的操作 完全超越了他的认知 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 他是谁 竟然比龙帝和老河还强 星宫公主 是九阶巅峰的 绝世异能强者 他也仅仅是惊骇了一下 就想逃命 可惜灵号的战力 已经超越九阶巅峰 星宫公主的速度 根本比不上灵号 时空禁锢 无形而悬傲的波动 急速散开 星宫公主 和第六尊者 瞬间被禁锢 身形还保持着 转身逃命的姿态 碎星拳 轰 灵号一拳轰出 恐怖的力量破碎虚空 一拳将星宫第六尊者 轰成了虚无 连洒都没留下 但留下了 他的空间戒指 灵号身形一闪 来到公主面前 顺手接住 第六尊者的空间戒指 伸手摘下他的面具 盯着星宫公主 沉生道 你就是星宫公主 星宫公主 脸色却是出奇的平静 没有恐怖 没有害怕 反而是淡漠的 淡漠之中带着骄傲 目空一切 完全没有一点 失败者的绝望 恐惧 他不打反问 你是怎么知道 百万大军都中了蛊毒 灵号看着他的表情和眼神 想起了龙帝的话 他看不透星宫公主 现在 是我问你灵号说着 面无表情地 将公主的左臂 硬生生撕扯掉 哈哈 星宫公主没有惨叫 甚至脸上也没有痛苦的表情 仍然是那样的冷漠 骄傲 目空一切 别说和林 龙魂军的战皇们 就连灵号都皱起了眉头 这特魔还是人吗 只有天狼战神 再次陷入了莫名的绝望 自责 痛苦 恐惧之中 星宫公主笑到我知道了 你的异能中 一定有可以识别 是否中毒的异能 我猜得没错吧 林浩也不废话 直接施展SSS 异能火眼金金 这不看还好 一看 林浩也吃了一惊 星宫公主 九阶巅峰 非本帖 难道他也不止 一拥有一种异能 这只是他的分身 不论他是拥有分身异能 还是修炼了分身技能 都一定非常强大 因为光是这分身 就已经是九阶巅峰了 这下确实难办了 不过林浩也很快平静了下来 心想 毕竟是连龙帝都忌惮的星宫公主 要是没点本事 这么容易被捕 那就奇怪了 八荒神火 林浩不再废话 既然只是分身 那就直接杀了 反正也问不出什么来 恐怖的火焰席卷而出 将星宫公主分身烧成了灰烬 只留下空间戒指 里面竟然有三十吨星药石 浩哥神五龙魂军战皇们 欢呼起来 在林浩这尊大山 平时不苟言笑的大叔们 也笑得像小孩一样了 林浩淡淡道 你们先撤吧 这里交给我了 是 浩天战皇龙魂军战皇们 躬身领命离去 你们也散了吧 该干嘛干嘛去 是 浩天战皇百万南疆将士 齐声应道 声震云霄 林浩一个闪身 来到天狼战神面前 星宫公主已经被我斩杀了 你怎么 还是富半死不活的样子 天狼战神颓丧无力到你杀的 根本不是他的本体 林浩一经你还知道什么 第211章当年惨案 那不是星宫公主的本体 和灵大吃一经 询问般地望着林浩 他相信 林浩一定早就知道了 林浩道 确实不是他的本体 和灵难道他拥有分身意呢 还是他修炼了什么厉害的分身技能 天狼战神颓丧地坐倒在地 道不 不是分身意呢 也不是分身技能 而是复制意能 与其之中 仍然充满了无力感 和无尽的自责与痛苦 复制意能 林浩和灵 不约而同地脱口而出 难道他的复制意呢 能够复制完全战力的自身 林浩立即追问道 你给我说清楚 天狼战神长出了口气 努力平静下来 道他的意能 不仅能复制自身 还能复制别人 而且是完全复制 就像是再造了一个 一模一样的人一样 被复制的人 还会受他控制 说到最后 天狼战神的神情 再次变得无比痛苦起来 让他无法忍满 猛然起身 跌跌撞撞地冲进营帐找酒喝 哄 林浩和和灵 都是震惊不已 难怪连龙帝 都对他忌惮不已 难怪星宫公主 无论战败 还是背情 神情一直都是淡漠骄傲 目空一切 毫无恐惧的 难怪一直没人知道 星宫公主的意能 原来他的意能 竟然这么强大 能完全复制自身 和别人的意能 某种程度上 几乎可以让他永生 肯定得是SSS级的 而且这种意能 最好是不要让人知道 这样就会变得更加 难以对付 这也是星宫公主 但凡出现 都会戴着面具的原因 和灵道SSS级的 复制异能 不仅同皆无敌 甚至是天下无敌 出面 龙殿 还有我爸 总之能打得过他的人 是屈指可数 不知道他复制一个人 需要多少异能 每次异能耗尽 能复制多少人 复制异能的使用 有没有次数 或者其他方面的条件 每次复制 可以复制什么等级的人 复制别人时 是可以凭空复制 还是需要什么方式 才能复制 比如说需要接触 需要在一定距离之内 不然他要是可以 复制很多人 没有什么限制的话 那岂不是只要给他时间 他就无敌了 灵号倒放心 肯定是有所限制 不可能是无限使用 无限复制 否则以他的野心 早就进军大夏 一统天下了 不过现在看来 他至少是可以复制 七阶巅峰异能强者的 灵号说着 看向了天狼战神 你还知道什么 全部都告诉我 天狼战神 好不容易才找到一瓶酒 刚开启瓶塞 要开始吹瓶 灵号一个闪身 直接拍碎酒瓶 酒香四溢 啪 灵号又给了天狼战神 一巴掌 沉声道 不管你经历了什么 现在 给我振作起来 有我在 星宫掀不起什么风浪 天狼战神愣住了 大口喘气 想起灵号之前的无敌操作 心情再次平静下来 眼神之中 已经没有了恐惧 只剩下了自责与痛苦 天狼战神沉吟了半晌 倒知道的也很少 但他肯定 不仅能复制七界巅峰 而是可以复制更强的人 当年 当年我被他打伤 但是他没有杀我 而是复制了我 只是我也不知道 他的复制异能 有什么限制 但是他复制得很快 就像变戏法一样 眨眼之间 就变出了一个一模一样 同等战力的我 灵号问到他复制的那个你 后来怎么样了 天狼战神瞳孔猛然放大 似乎受到什么惊吓 变得非常痛苦起来 灵号正想追问 何灵突然拉住了他 微微皱眉 摇了摇头 何灵拉着灵号出营帐 低声道 我刚刚查到 两年前 天狼战神副官的未婚妻 来南疆看他 可是后来 说到这 何灵的面色 变得悲愤起来 眼眶也湿润了 灵号一正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何灵这样 猛然握紧双拳 咬牙切齿心弓 我早晚要灭了你 灵号说着 温柔地搂住了何灵放心 星宫灭亡的日子 不远了 何灵在灵号的怀中 缓缓点头 灵号轻柔地摸了摸 何灵的头 柔声道 你先在这等着 我进去开导一下他 另外再问问 我父母的下落 嗯 何灵点头 情绪平复了许多 灵号走进营帐 看着天狼战神星宫 是大下的敌人 这是我们之间的战争 有战争 就会有伤亡 有些是不是你的错 你不要一直自责 你自责 说明你是个有真性情的人 说明 你真心把部下 当成了出生入死的兄弟 但是一味的自责 只会坏事 今天如果不是我在 已经酿成了大祸 你现在要做的 是振作起来 防止星宫再次作乱 随我一起覆灭星宫 让悲剧不再发生 灵号其实仍然不确定 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他猜想 估计是星宫公主 让那个复制的天狼战神 做了无法饶恕的事 拍下了影片 嫁祸在真的天狼战神身上 这还是比较好的猜想啊 天狼战神听着 渐渐入神 热泪盈眶 悲伤不已 但最后 他的眼神 却也渐渐恢复了清明 不错 你说的对 浩天战皇 多谢你开导属下 灵号却只是淡淡一笑 天狼战神到当年 那件事虽然不是我做的 但却是那个复制的 我做的当时意气风发的我 被星宫公主打败 丧失斗志 再看到 与我出生入死的兄弟 亲人惨死 凶手还是跟我一模一样的人 我几乎崩溃了 当时的星宫公主 在我眼里 几乎是无敌的存在 我拿她根本没有办法 在她继续用南疆 百万将士生命 威胁我后 我只能选择了隐人 只是当年动手的人 是我的复制人 当年的场景 时不时的 就出现在我的梦中 让我变成了今天这模样 还好 他们只是想要 当时刚刚发现的星药石矿满 并没有滥下杀手 也还好 我终于等到了 浩天战皇到来的一天 属下 南疆天狼战神 愿追随浩天战皇 杀尽星宫恶人 凌浩听她说出当年惨案 愤怒无比 但也松了口气 天狼战神敢说出来 就说明她已经看清了 事情的本质 走出了心里困境 凌浩倒看来 他们应该是 要用星药石 建造某种强大的武器 以至于连百万将士 都没放在眼里 因为他们知道 百万将士 也许可以让大厦陷入混战 但却无法造成致命的打击 你说的星药石矿满在 哪地212章 1300多吨星药石到手 星药石的矿满 在十万大山中部 天狼战神说道 马上带我去灵浩 有些迫不及待了 而且他也担心 矿满会被星宫的人破坏掉 必须立即去检视 是 浩天战皇天狼战神应道 立即穿上机甲 带着灵浩 朝十万大山中 不飞掠而去 南疆十万大山 丛林密布 地域广阔 灵气复苏之后 凶兽横行 如今已经成了荒野 除了强大的异能者 普通人根本不敢进入其中 渐渐地 十万大山 成了凶兽和妖族的天堂 一处巨大的峡谷 其中三公里的范围 被天狼军围了起来 围墙高达100米 上面每隔10米 就有一台雷射炮和将士直守 以防凶兽围攻 围墙之内 天狼军的将士 开着各种高大的工程车 正在忙碌的运输土石 开采星药石 围墙之外 不停地传来凶兽的怒吼声 时不时就有凶兽 对围墙发起进攻 不过都被围墙上的 雷射炮给轰杀了 星药石的矿脉 位于峡谷的一条裂缝深处 当年是一个天狼军将士 无意中发现 如今裂缝已经被挖开 可以容纳高达10米的巨型工程车 开进去作业 还有两条巨大的智慧传送机 直达矿脉底部 一条运输挖出来的土石 一条则是运输星药石的原石 许多将士满身尘土 不停地进出忙碌着 矿脉没有被破坏 林浩松了口气 但却并没有因此高兴 星宫的人还有点脑子的 知道即便破坏了矿脉 也难不倒我们 造成不了多大的影响 索性直接放弃了 看来我们遇到强敌了 他们肯定也断电 我们开采星药石的速度非常慢 开采的速度 根本赶不上使用的消耗 甚至还认定 大厦没有什么更先进的 空天战舰可以建造 就算开采到了很多星药石也没用 可惜他们错了 大错特错 这里的将士 也都中了古毒 看到天狼战神 恭敬而机械地问好 但看到林浩 却是问到战神 他们是谁 天狼战神 先是看了一眼林浩 当浩哥 林浩抬手打断 直接施展超SSS 异能生生不息 覆盖整个矿区 眨眼之间 将所有将士的古毒治愈 战神 见过战神 战神 我们怎么 会在这里 将士们一个个如梦初醒 天狼战神阵 精于林浩的神仙手段 激动到 还不快谢过 浩天战皇的救命之恩 见过浩天战皇 林浩淡淡道 你们都回去吧 这里不用你们开采了 我有办法 天狼战神和所有将士 都愣了一下 战神 战皇 这星药石 据说是什么宇宙金属 硬度非常高 很难开采呀 您真的有办法 其他将士 也是持怀疑态度 天狼战神到战皇 让你们干什么 就干什么 哪那么多废话 其实天狼战神 心里也是怀疑的 但想起 林浩之前 对付新宫公主的 神仙手段 也就选择了相信她 是 浩天战皇 等人全部撤走后 林浩心念一动 与系统 对话系统 我现在不是很爽 怎么办 系统安排 鉴于主人 斩杀 见死不救的院长 无恶不作的诸侯 并且要为国武装 特奖励行星级 智慧多功能 工程机器人 一万台 可以轻松 快速开采行 星级九阶以下 所有宇宙金属 陈捕木曹林浩 都激动了一下 直接奖励行星级的 智慧工程机器人 九阶战皇 道行星级之间 可是还是武宗 武尊 武圣 武帝啊 这是一步到位了 爽 开弓 林浩大叫一声 系统早已放在 无限空间中的 一万台形星级 智慧多功能 工程机器人 立即直接出现在了 新钥匙矿脉的各自 开始开采新钥匙 天狼战神 看着凭空出现 已经开始干活的 智慧机器人 整个人都骂了浩哥 你这是变戏法吗 这机器人 整整领先了蓝星几十年啊 林浩淡淡道 还愣着干嘛 去打几头凶兽来 咱们烤肉吃 啊 哦 嗯嗯 好嘞好嘞 马上就去天狼战神 激动无比 立即开稿 不到十分钟 天狼战神 就带回来了几十头 各种肉质上架 适合烧烤的凶兽 什么七步火灵马 巨炎熊 天王虎度是七阶高阶的 天狼战神的异能 已经耗尽了 气喘吁吁到浩哥 我也不知道 你喜欢吃啥 就多打了几种回来 你看可以吗 不请我休息一下再去打 可以了 这些已经吃不完了 回头带回去 让天狼军的将士们 烤了 灵昊说着 随手一挥 将一道绿光 打进天狼战神体内 他那耗尽的异能 瞬间满血恢复 这这是什么神仙异能啊 天狼战神震惊 多谢浩哥 浩哥你也太神了 行了 不该不得别问 一起烤肉吧 本来灵昊可以让他烤 他跟和灵坐着等吃就好了 不过灵昊深知 烤肉这东西 一定要自己烤着吃 才更有味道 更有意思 而在天狼战神打猎 这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内 那些行星及工程机器人 已经开采出了 一百多吨的星药石 而且 是已经出好好 可以直接使用的星药石 不是原石 天狼战神 看着堆积如山的 处理好的星药石 再次陷入了木凳口袋之中 这速度 比这两年 星宫控制下的开采速度 提升了百倍不止啊 愣着干嘛 去捡些干柴来 木柴加上玄金做燃料 烤出来的凶兽肉 那才美味 嗯嗯 好 好嘞 好嘞 很快 林浩三人 就吃上了香喷喷的烤凶兽肉 不得不说 那是真香 凶兽的皮甲 虽然硬邦邦 但那肉是真的能滑Q 弹有嚼劲 就连和铃 都是心情大好 吃得满嘴流油 完全不顾女神形象 一顿烤肉吃完 星药石 也已经全部开采处理完了 总共获得了 一千三百多吨星药石 足够建造一架 武宗巅峰级空天战舰了 林浩都忍不住有些激动了 林浩对天狼 战神道我交给你一项重大的任务 寻找十万大山中的星药石矿买 要地毯式搜寻 还有玄晶 等级越高越好 数量同样是越多越好 十万大山深处 不用你去 中部和外围 你先找 深处交给我 是 浩哥 林浩新面一动 将星药石行星级工程机器人 收进了无限空间 随后 空间中的两万多台智慧制造机器人 立即开工建造 对了 找星药石之前 先跟我去找古王算下账 是 浩哥第213章天狼 战神突破 王者学生求救 南疆乌族 原本以部落的形式 分布于十万大山外围 灵气复苏之后 凶兽横行 乌族为了安全 也开始了集中到一起 建立起了乌神城 只有少数乌族人 还住在乌神城外 城内城外的乌族人 都是以晋山狩猎凶兽为生 乌神城人口 不到五百万 但乌族的人 却是擅长用毒 用蛊 据乌族的传说 他们的先祖 掌握着强大无比的巫术 可以呼风唤雨 威力无穷 不过后世的乌族 终究无人能够做到 乌族之人 经常骚扰大厦边境 之前大厦忙于对付凶兽 没怎么管 后来局势稳定 就开始对付他们 不过也都没赶尽杀绝 渐渐的乌族被 打怕了 骚扰边境的事 也少了很多 可乌族之人 同样是有野心的 并没有对大厦的企图 只是他们人太少了 掀不起什么疯了 没想到 这次竟然跟星宫一起 为虎作娼 用蛊毒控制南疆百万将士 那灵浩肯定是忍不了的 乌神城在十万大山的另一头 要穿越十万大山才能到达 天狼战神 在前方飞略带路 灵浩和灵在后面轻松地跟着 参天的巨母 在三人脚下飞速倒退 各种不同的凶兽嘶吼声 从下方的山脉中传出 偶尔还会遇到巨大的飞行凶兽 迎面来 不过在感知到三人恐怖的气息后 绝大多数都本能地远远避开了 偶尔有不知死活的凶兽 愣头青 对三人发动攻击 都被天狼战神斩杀了 又飞了几分钟 突然 前方来了一大群飞行凶兽 黑压压的 像一片乌云 七阶高阶凶兽 苍灵笋天狼战神一惊 面色凝重 如果只是二三十只苍灵笋的话 他根本不带怕的 但前方可是两百多头 而且都是七阶高阶 就算他一能耗尽 也杀不完 要是平时 遇到这么一大群苍灵笋 天狼战神 肯定早就避开了 但现在 他没有退避 而是穿上七阶巅峰机甲冲了上去 因为他知道 有灵号脱底 他死不了 看到天狼战神没有退缩 而是直接冲了上去 灵号露出了赞许的目光 灵号暂时没有出手的打算 因为他看出 天狼战神快要突破了 只是需要一个契机 要是能在战斗中突破 那就再好不过了 只见那苍灵笋一场二十几米 羽毛如刀沉没绿色 会肩如剑 找力如刀 碰 天狼战神一拳轰出 一头苍灵笋 脖子被轰烂 当场丧命 直直地砸落了下去 苍灵笋群大怒 发出尖力 而嘹亮叫声 围住天狼战神 就是一顿生猛的输出 当当 火花爆闪 锋利坚硬地找慧 竟然直接在七阶巅峰的机甲上 留下了一条条杂乱 而又触目惊心的抓技和小坑 有的几乎都快刺破机甲了 苍灵笋的会合爪子很强啊 灵号感慨到 风神斩天狼战神一声怒吼 一剑斩出 灵力的风系异能 加上技能 立即形成了漫天锋刃 怒斩而出 而且专门攻击脖子这样的要害 砰砰 十几头苍灵笋 伸手一触 杂落而下 天狼战神的异能 也在急速地消耗着 还有一百多头苍灵笋 越过了天狼战神 向灵号和和灵 发起了攻击 八荒神火 灵号一掌拍出 一道数百丈的八荒神火 席卷而出 遮天蔽日 恐怖的温度 瞬间将一百多头苍灵笋 烧成了灰烬 砰砰 天狼战神 又斩杀了十几头苍灵笋 已能终于消耗殆尽 只能使用机甲自带的雷射炮 进去攻击 可是苍灵笋却 还剩下七十多头 而且 他们也发动了最强攻击 只见一头头苍灵笋 突然向后退去 拉开距离 而且 身体急速旋转 变成了一个个巨大的锥体 快速旋转 向天狼战神猛冲而去 仅仅是纯力量 苍灵笋就能对机甲造成损伤 这要是击中 天狼战神的机甲 肯定就废了 苍灵笋施展技能后 速度变得更快 即便是机甲的雷射炮 也难以命中 天狼战神 只在斩杀了五头苍灵笋 也是四面八方围攻之事 这要是击中 不仅机甲要撤掉 天狼战神 也肯定要陨落 天狼战神战意高昂 仍然没有退缩 杀 天狼战神怒吼一声 灰剑冲向了一头苍灵笋 这虽然并不能扭转战局 但在他冲出去的一瞬间 天狼战神 却是有所明悟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几十颗八荒神火球 呼啸而至 速度完全碾压苍灵笋 一碰到苍灵笋 就化为一片片火海 将苍灵笋群 全部烧成了灰烬 灵号施展枯木冯川意能 瞬间将天狼战神 耗尽的意能满血恢复 浩哥 我突破八阶出击了 天狼战神兴奋道 多谢浩哥 用心良苦 天狼战神明白了 灵号不出手 是因为看出了 他即将要突破 希望他能借助战斗突破 否则两百多头 七阶高阶苍灵笋 灵号弹指尖就能团面 灵号笑道 不用客气 能突破 主要还是看你自己 如果你刚才退缩了 那就突破不了了 天狼战神连连点头 这时 天狼战神的战神令牌上 突破传来了求救的呼叫声 天狼战神一看 脸上露出疑惑之色 浩哥 有人求救 求救讯号 是从天狼军转发到我这的 位置竟然在乌神城附近 而且正在向乌神城移动 灵号道 那就过去看看 反正我们也是 要去乌神城的 天狼战神点头 但还是用战神令牌 询问副官怎么回事 乌神附近 怎么会有人求救 副官也不清楚 我也觉得奇怪 但是求救讯号 是燕京艺能大学的 王者学生发出的 应该是他们组队去 十万大山探险 或者执行任务 出了什么状况 天狼战神好 我知道了 这是交给我了 竟然是燕大学生 那我这个做校长的 可不能让他们出事 你把位置发给我 我先过去 你们随后跟来 是 浩哥 林浩说完 直接加速 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 不到一分钟 林浩就闪现到了 求救位置 只见阴暗的丛林之中 五个燕大的王者学生 正被十几个 身披兽皮的 巫族人压戒着 向乌神城走去 第214章 巫族的生死危机 巫神城外十里 十几个巫族 六阶中级 和高阶艺能者 正在驱赶着 五个燕京艺能大学的 王者五星学生 他们是个小队 四个五阶巅峰 队长六阶初级 他们每个人的异能 都是早已耗尽 而且 身上都有伤 一个鲜血淋漓 流血过多 已经让他变得有气无力 一个幼臀 已经被打断了 无力地垂落着 表情痛苦 但却没有发出惨叫声 队长最惨 锁腿被打断了 白骨三三 被巫族人用双手绑住 在满是碎石杂草树枝的 地上拖行 一路都是血 但他同样发出一声惨叫 他们都在隐忍 因为其中一个队员 已经用燕京艺能大学的 智慧校卡 发出了求救讯号 南疆地区 不论高校校卡的求救讯号 还是军部将士的求救讯号 都会优先预设由 南疆军部接收 他们相信 用不了多久 就会有人来救他们了 只要救援人员 能赶在他们被巫族人 抓进巫神城前到达 就一定能救走 要是进了城 那可就不好办了 万一巫族人不想放人 不想要赎金 除非大厦这边大打出手 或者派出九阶战皇级强者 潜入城中救人 否则根本就不走 毕竟巫神城是巫族的大本营 里面是有九阶战皇巅峰的巫族坐镇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他们距离巫神城越来越近 王者学生们 坚忍得的眼神中 也都出现了焦虑之色 其中一个队员 已经有些心急如焚了 巫族之人 则是各个兴奋不已 时不时还有人用鞭子 抽打这些王者学生 完全把他们当成了猎物 就在这时 林浩出现了 王者学生们 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一个个惊喜不已起来 浩哥 竟然是浩哥 浩哥 快救救我们 浩哥 杀了这些野蛮的巫族人 浩哥来了 我们死不了 啪啪 巫族人狠狠地抽打了几下王者学生 其中一个六阶中级的 瞪着林浩看了一眼 如灵大敌的表情 突然变成嘲笑 我还以为是天狼战神来了 没想到 是个毛都没长齐的学生 林浩看到王者学生的惨状 眼神一寒 直接抬脚一跺地面 身形消失 哄 下一瞬间 林浩出现那个嘲笑 他的巫族人面前 纯力量的一拳轰出 看似平平无奇 但却六阶中级的巫族 哄成了血物 连渣都没留下 强大且恐怖的力量 还将周围十米的参天巨树 镇成了粉末 木屑飞扬如雪 四周弥漫着草木清香 但四周却是死寂无比 巫族人被吓得瑟瑟发抖 冷汗直冒 王者学生们虽然知道林浩的恐怖 但亲眼看到 还是忍不住被震撼的目瞪口呆 浩哥威武 好恐怖的纯力量 浩哥就是我的偶像 虽然不甘心 但是不得不佩服 浩哥神武 巫族人猛然惊醒 领头的人立即拔出讯号枪 砰的一声 发射了一个讯号弹 随后怒吼道 不要怕 我们离巫神城 已经非常近了 巫皇很快就派人来 接应我们 杀 林浩面色阴沉 眼神凌厉 杀气腾腾 身形一闪 砰砰砰砰砰 连出十几拳 瞬间团灭对方 周围的血舞 甚至遮住了视线 林浩施展SSS 及艺能枯木冯春 将五道绿光 射入王者学生体内 瞬间恢复了他们的艺能 五人对林浩更加崇拜了 直到血舞消散 和林和天狼战神才 相继起来 看到事情解决 天狼战神松了口气 他看了几个学生一眼 陈生道 你们几个怎么回事 怎么跑到巫神城来了 队长谢荣光道 我们本来是在 十万大山中不做任务的 谁知无意中 碰到了六阶初级的七彩幻蝶 我们一激动 追着追着 就到了巫神城附近 结果七彩幻蝶没追到 反而遇到了巫族的人 他们人多 看到我们就打 七彩幻蝶 拥有幻影异能 而且速度极快 要是能驯服 探险做任务的时候 就可以多个很好的帮手 不论收集情报 还是试探险境 都可以不用轻身射险 天狼战神到以后 优着点吧 不是每次都能遇到 这么及时的救援 要不是浩哥 刚才在十万大山 等天狼军来 你们已经抓进巫神城了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是 知道了 我们以后会小心的 林浩道早 取巫神城 心账旧账一起算 浩哥威武五个王者学生 顿时热血沸腾 林浩心念一动 直接带着众人 出现在了巫神城下 这时 巫族人的 才准备出城 去救援发讯号的族人 林浩等人一出现 巫族人顿时停止了动作 纷纷愤怒地看着几人 你们不用去了 他们已经被我杀了 林浩沉声道 巫族人顿时大怒 纷纷破口大骂 七个身披兽皮的七阶强者 更是直接杀向了林浩 八荒神火 林浩心念一动 恐怖的八荒神火 呼啸而出 直接将七个七阶异能强者 烧成了灰烬 巫族人骇然失色 连守城的八阶出击强者 都面露惊恐之色 有人也认出了林浩 顿时变得更加惊恐 林浩 他是林浩 屠东营 回老的林浩 他怎么会来巫神城部 他是大厦人 大厦是我们的敌人 巫族与大厦 早晚必有一战 可林浩太强了 快 快向巫皇禀报 林浩来了 此时的巫族人 大多已经开始后悔了 屠东营 回老的林浩 比龙帝与老河更强 对他们而言 是无敌的存在 之前 龙帝和老河 没对巫族下死守 是因为一旦动手 大厦其他边境 必将封烟四起 大厦会陷入混战之中 说白了 之前的大厦 未必有能力 同时开启多处的边境大战 现在不同了 现在有了林浩 他一个人 就可以灭了巫族 巫族人开始后悔 跟星宫合作了 不过可惜的是 所谓的合作 其实是星宫逼迫巫族的 巫族打不过星宫 星宫没有什么边境压力 而且星宫在暗 巫族在明 巫族只能接受胁迫 与星宫合作 用古毒控制南疆百万将士 现在晚了 林浩来了 巫族将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 不到片刻 随着林浩到来的讯息传开 整个巫族陷入了 前所未有的惊恐之中 第215章臣服 或者灭亡 巫神城 按黑色的城墙上 用凶兽鲜血画着 许多诡异玄奥的图案 日久年深 那些原本鲜红的图案 已经变成了黑色 散发着诡异的气息 此刻的巫神城内 已经因为林浩的到来 而陷入恐慌之中 城墙上继承车兵 已经被六阶七阶 和八阶的巫族强者替换掉了 面对林浩 他们深知六阶以下 连当炮灰的资格都没有 巫族皇宫之中 巫皇正在召集巫族的九阶强者 巫族终于还是迎来了 大夏前所未有的怒火 这次的危机 若是不能圆满解决 巫族就可能面临王族了 大殿之中 巫族六个九阶强者 其中 九阶初级三个 九阶中级两个 九阶高阶一个 加上一个一直脚踏 近九阶巅峰的巫皇 总共七个九阶强者 七人均是面色凝重无比 心中更是带着惊恐 只是强忍着 没有表露出来 他们已经是巫族的最强者 若是他们也惊恐不安 那整个巫族只会更加恐慌 巫皇 林浩根本不是我们能对付的 怎么办 巫皇沉默不语 双拳钻的咯咯作响 林浩是屠东营 毁老的存在 我们要是正面对抗 极有可能被灭族 巫皇 实在不行 我们就降了大夏吧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啊 还有几个巫族九阶强者 也是劝巫皇先归降 保住巫族心火 等以后巫族强大地 再说报仇血恨 巫皇依然不说话 显然他很不甘心 他是个好战之人 别人归降容易 可他是巫皇 归降对他而言 是奇耻大辱 甚至彼此更难以接受 他在想对策 巫神城外 林浩 何林 天狼战神 凌空二立 下方是燕京大学的 五个王者学生 对面则是巫族 一百多个六阶 七阶八阶的强者 他们一个个脸上 都画着诡异的黑色图案 很多人还穿着 瘦皮制作的衣服 面板有黑 眼神凶狠 死死地瞪着林浩 恐惧过后 他们这些巫族的强者 竟然全都表现了 视死如归的汉勇之气 连天狼战神看了 都有点发怵 大厦驻守南疆的军部 最强的 就是天狼战神 原本是打不过 巫族八阶和九阶强者的 但大厦还有 龙魂镇国军的九阶强者 会不时地来巡视 加上南疆有百万雄兵 巫族人根本轻举妄动 只是不定时地滋扰边境 动作要是大了 巫族怕会惹得大厦震怒 不顾一切的派兵抹杀 大厦的边境 都有一族 境内外的荒野 更是凶兽横行 因此 大厦也将精力 放在发展壮大之上 没有轻易发动边境大战 大厦不是怕边境的一族 哪怕同时跟几个边境的一族 发生大战 也不带怕的 大厦担心的是 一旦同时发动 数个边境的大战 万一这时 境内外的凶兽暴动 来了个S级 甚至更大的兽潮 那大厦就得面临灭顶之灾 只是 现在有了林浩 大厦不怕了 老河龙帝得知了南疆的事情 甚至都没对林浩下达什么指令 任由他随意裁断 两人深知 有林浩在 任何危机 都没什么好怕的 林浩一定会完美解决 林浩淡漠地 看着巫族强者 到百年来 巫族不断滋扰大厦南境 以致百姓伤亡成千上万 今日 要磨巫族臣服大厦 要磨我灭了巫族 林浩的语气 没有怒气 他甚至没将巫族当作敌人 因为他们太弱了 不够资格当他的敌人 城墙之上 一百多个巫族强者 静若寒蝉 敢怒不敢言 因为巫皇已经下了死命令 没有他的允许 谁也不准出战 林浩冷笑到怎么 巫族都是欺软怕硬 只会欺压无辜百姓的废物嘛 五个王者学生 听得热血沸腾 浩哥霸气啊 一人对一族 整个巫族 竟然没有敢出生什么时候 我也能像浩哥一样 这画风也太神奇了 整个大厦 恐怕只有浩哥做得到吧 有人拿着手机 全程直播 浩哥神武今日过后 巫族再也不敢兴风作浪了 陈捕木曹浩哥威武 收服了巫族 大厦版图将再次扩大 开疆拓土 唯我浩哥 还真别说 多亏了浩哥 我这几天去了东营 见到东营人 就给一巴掌 没有一个敢反手的 有几个还把脸贴上来 担心我没打够 兄弟 你还是太仁慈了 自从东营教了 归降国书 和进贡的财物 我就立马带着相机 去了东营 天天找东营的美女拍片 今天实在受不了 正在炮狗起的步 男人不能说不行 我休息一下 今晚继续为 电影事业添砖加瓦 兄弟 英雄所作略同啊 不过 我比你累 我都开始炮鹿绒了 不得不说 东营美女 是真会瓦 兄弟 你狠 不过 我比你更狠 为了电影事业 我连蓝丝小药丸都用上了 我抱怨过吗 我决定了 要在东营的每条大街上 都抓一个东营美女 每天量产一部小电影 兄弟 你若报了 我现在是每天一条街 每天两个 每天量产六部小电影 而且全部挂在外国网站上 不对大厦开放那种 现在每天播放量都是输意 外国的男人 羡慕死大厦男人了 感谢浩哥 让我报复 陈补木槽 感谢兄弟分享 妥妥的致富之道啊 还要什么铁饭碗 铁饭碗 我现在就订机票 去东营耕耘播种 陈补木槽 还上什么版 我这就把老板给炒了一天 十部小电影 东营 我来了 燕大王者学生什么情况 我这是南疆的直播 你们怎么都在说东营 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 林浩的话 终于还是让几个巫族强者忍不住了 林浩 我跟你拼了 杀又一个巫族八阶强者 也是冲了上去 一共五人 两个八阶高阶 三个七阶巅峰 暴怒地冲向了林浩 各种强大异能 疯狂施展 火焰 寒冰 狂风 速度 力量 一时间巫神城外地动山摇 天崩地裂 巫神城的城墙 都被震出了裂缝 雷动八方 林浩一声幕吼 天地间风云变色 乌云滚滚 电闪雷鸣 恐怖的雷霆轰然砸下 互助和林 天狼战神 以及燕大王者学生的同时 轰向了巫神城头 除了十几个七阶八阶的巫族强者 逃得快之外 杀向林浩的五人 以及近百个巫族强者 全部被雷霆轰成了渣渣 整个巫神城一片死寂 所有人都在瑟瑟发抖 林浩的声音 庞扶雷霆 传遍整个巫神城 别说我不给你们机会 最后一分钟 交出谷王 然后沉浮 或者灭亡第216章巫族 传承大阵 巫皇看自家的九阶强者 竟然大多主张臣服 非常不爽 我去打个电话 各位稍后片刻 巫皇回到挂满兽皮 和骨卷的书房 给新宫打了个电话 您好 能请公主大人接电话吗 我有急事 找他巫皇恭敬道 接电话的 当然不是新宫公主 只是新宫负责联络的 七阶初级异能者 不能啊 巫族的是 公主大人已经知道了 大人让我告诉你 这次他也没办法 巫皇傻眼了 怎么会这样 公主大人不是神通广大 战无不胜嘛 之前公主大人 叫在下帮他做事的时候 可不是这么说的啊 新宫七阶强者 有些不耐烦 又有些不服公主也没想到 大夏会出一个 灵号这么恐怖的人 不过公主说了 只要有足够的新药石 或者上古遗迹中 有所收获 相信用不了多久 公主就能杀了灵号 灭了大夏 公主最后还说了 反正你的复制体再新宫 就算你的本体死了 复制体也一样活着 只要有公主大人在 你就是永生的 灵号再强 也没什么好怕的 大不了放弃巫族 反正你死不了 公主不过是让灵号 嚣张一阵子罢了 早晚要杀了灵号 入主大夏的 信公主 得永生 巫皇脸上肌肉 本能地抽出了几下 他当然知道自己死不了 可以永生 但问题是 本体一旦死了 复制体将会新宫公主的傀儡啊 巫皇几乎绝望了 公主不帮忙 巫族要磨灭王 要磨臣服 突然 巫皇神色变得无比英狠 但语气却仍然无比 恭敬到大人 能否请求公主大人 派三个新宫的九阶强者 住在下渡过此次危机 只要三个 只要三个就够了 呵呵 巫皇 你太天真了 这世界弱肉强食 你不懂吗 别以为公主 不知道你打的是什么算盘 我想献祭九个九阶强者 强行开启你们巫族的传承大阵 召唤九天火龙是吧 这巫皇全身猛然一震 他没想到 新宫公主 竟然连这个巫族 最大的秘密都知道 不 不 大人您误会了 在下怎么敢献祭 贵宫的强者 行了 别特摸废话 浪费老子时间 新宫之人说完 直接结束通话了 巫皇陷入了绝望 他恨新宫公主 恨林浩 恨大夏 唯独没有恨他自己没用 该死的新宫公主 为了你 本皇不惜让古王 对付南疆百万将士 彻底站在了大夏的对立面 现在 巫族面临王族危机 你却袖手旁观 巫族有一个传承大阵 九天神火大阵 是上古巫族流传下来的 可以召唤九天火龙 毁天灭地 大阵一直是完好的 只是一万年了 再也没有巫族强者 能够突然久见 能够开启传承大阵 要开启巫族传承大阵 至少要有超越九阶的实力 而这仅仅是最起码的标准 即便开启 也无法发挥出 九天神火大阵的真正威力 绝望使巫皇疯狂 不管怎样 我反正死不了 当傀儡总比死而好 我要献祭全族 杀了灵号 灭了新宫 新宫公主 之所以不派人帮我 也是知道 九天神火大阵的恐怖威力 她怕大阵开启后 她也得死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为了巫族的存亡 我没得选择 灵号 这是你逼我的我定会 将你挫骨扬灰 不好了 巫皇 不好了 有人不服从命令 想斩杀灵号 被反杀了灵号一怒之下 斩杀了我族上百强者 他只用了一招 只用了一招啊 皇宫中的六个巫族九阶强者 全都惊恐不已 冲进了巫皇的书房 巫族的古王也来了 一个个都是瑟瑟发抖 此时的巫神城 已经陷入了彻底的恐慌之后 无数巫族之人都在逃命 可惜城门封锁 没人能逃走 巫族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巫皇看到惊恐的巫族九阶强者 心里却气不打一片来 心想你们这些贪生怕死的废物 枉为九阶异能强者 既然你们这么怕死 那我陷进你们时 也就不需要自责了 巫皇的脸上 突然露出了狂热且残忍的笑容 说谎到怕什么 我刚刚已经跟新宫达到了合作 新宫公主 马上就要亲自带人来了 来吧 为了巫族的辉煌明天 钱了这杯酒 巫皇说着 拿出一瓶酒 而酒里 早就被他下了鼓毒 巫皇 您说的是真的 新宫真的肯帮我们 巫皇那是当然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新宫没有不帮我们的理由 来干了 巫族强者大喜 惊恐之下 没人怀疑巫皇要对他们下手 酒一喝完 八阶的谷王和六个九阶强者 全都浑身无力 眼神渐渐变得无光 一下子被巫皇给控制住了 巫皇 这酒 这酒怎么回事 这酒有毒 古王这 这是古毒巫皇 你没想到 你的古毒造诣 竟然在我之上巫皇 你要干什么 原本 古王才是巫族 古毒造诣的最强者 没想到 巫皇隐藏得这么深 竟然瞒过了古王 巫皇冷笑不错 论古毒造诣 我才是最强的 你们这些贪生怕死的巫族败类 我要陷阱你们 巫皇 你 巫皇 不 不要 他们要反抗 可惜很快就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了 巫皇一声令下 七人乖乖地跟着他 去了巫族的祭坛 祭坛位于巫族皇宫的后方小山之上 只见一座古老无比的祭坛 周围插着各种大小旗帜 上面全都画着一条火龙 一道巨大且悬傲的神符 将所有的旗帜相连 汇聚向祭坛中心一头石顶 石顶之上 同样是雕刻着许多玄奥的符号 充满了古老的气息 竟感觉比祭坛的年代还要久远 要是仔细观看 就会发现 那些连着旗帜的符文 都是一道道的凹槽 巫皇听着城中巫族人惊恐混乱的声音 二话不说 直接将古王和六个九阶强者 控制到了巨幅的七个方位之上 最后 巫皇一步踏出 凌空立于神秘古石顶之上 抬手一划 磕破了自己的手腕 同时口中念念有词 彭佛在念着什么神秘的语言 诱惑着某种咒语 鲜血喷咬而下 流进了下方的古顶之中 哄 古老的石顶 突然爆发出了耀眼无比的火光地 217章紫金神龙 随着巫皇的鲜血 越低越多 念舟的速度越来越快 古老石顶上的火光 也是越来越耀眼 祭坛之上 巨大的符文 也跟着缓缓亮起了血色的光芒 等到整个符文被点亮 八阶古王 和六个巫族九阶强者 也是相继发出一声惨叫 浑身的鲜血 几乎在瞬间被符文抽钱 临死前 他们似乎有那么一瞬间 摆脱了巫皇的控制 眼神中流露出了不甘和愤怒的神色 只是他们再也无法做什么了 石顶和符文的光芒 越来越亮 最后火焰冲天而起 化为一头百米的虚幻火龙 虽然这火龙虚幻无比 但随着火龙的成形 天空之上 虚空之中 无数天火 开始从天而降 向火龙汇聚而去 不到片刻 百米的火龙 就变成了千米长的巨大火龙 而且 火龙也比之前更加凝实了 然而 就算这火龙仍然虚幻 祭坛所在的整座小山 所有草木 却已经都被烧成了灰烬 就连临近的巫族皇宫建筑 也没能幸免 只有那古老石顶和祭坛 在极度的高温之中 仍然黯然无恙 巫皇的血 也是越流越多 神色苍白 但看着已经成形的千米九天火龙 他却兴奋地激进疯狂 成功了成功了 虽然跟祖上相传的万米九天火龙 相差甚远 可是 能成功召唤九天火龙 已经很幸运了 可是这火龙太过虚幻了 威力最多 也就九阶巅峰 还不足以对付灵浩 能成功召唤九天火龙 一定是先祖的保佑 既然连先祖都认同的我做法 那就让九天火龙的威力 再强大一点吧 强大的恨意 让巫皇已经变得无所谓做傀儡了 哪怕是死 他也要杀了灵浩 要是在我献祭完成之前 能够让召唤来的火龙 威力突破传说中武宗等级 让九天火龙初步实质化 那么 我的神魂 就能寄居在火龙之中 不用做那新宫公主的傀儡啊 武皇疯狂地大笑 同时割破了自己的另一只手 所剩无几的鲜血 疯狂流出 武皇口中所念的咒语也变了 九天火龙突然发出恐怖无比的吞噬之力 巫神城中的许多低阶巫族异能者 还有无辜百姓都被吞噬了精血 虚空之中天火 也越变越多 虚幻的九天火龙也变得越来越凝实 啊 救命啊 不好 那是九天火龙 我们巫族传说中的九天火龙 如今的巫族 根本没有人可以开启巫族传承大阵 召唤九天火龙 可是火龙却出现 只能说明 巫皇献祭了族人 强行开启大阵 这样一来 巫皇必死 无数的百姓也将被献祭 大家都逃命啊 巫皇好战 邪恶无比 竟然献祭百姓巫皇 是我巫族的千古罪人 巫神城中 恐慌的情绪再次蔓延 无数人惊恐地呼喊 惨叫声 怒骂声 充满了整个城市 巫神城外 林浩第一时间感知到了九天火龙 这火龙挺强大的嘛 没想到巫族还有这种手段 和灵沉生到 那巫族的传承大阵 传说中巫族的先祖 都是强大的修仙者 拥有辉煌的修仙文明 只是后来不知为何 没落了 传说中 上古时期的大厦 也是修仙文明 后来也没落 甚至都没留下什么遗迹 修仙文明的没落消亡 或者都是因为灵气衰竭吧 修仙文明零号一经 没想到曾经的蓝星大厦 竟然是修仙文明 忙追问到已知的上古文明遗迹中 都没有修仙文明吗 没有 至少还没发现 现在的上古遗迹 都是科技文明遗留下的 不过人类现有的异能修炼法 却跟某种古卷中记载的传说中 修仙修炼法 有些许相似之处 各个异能大学的古文明研究院 就是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的 只是没有找到 修仙文明遗迹 就没有什么大的进展 一切就好像真的只是传说 林浩点了点头 充满好奇道 希望我以后可以发现修仙文明吧 现在 就先让我见识一下 修仙文明的力量吧 巫神成中 越来越多的巫族之人 被巫皇献祭 九天火龙也越来越实质化 威力也越来越强 已经突破了九阶巅峰 只是距离那传说中的五宗一戒 还有一步之遥 巫皇兴奋地疯狂地起来 突破了 终于突破了九阶巅峰 林浩 这下你死定了 只要再加把劲 献祭个几十万人 我就可以不死了 啊不 不 只差一点 只差一点 只可惜 就在这时 巫皇的鲜血 终于被抽签了 气息也越来越弱 已经只剩一口气了 巫皇作为主祭之人 一旦他的鲜血被抽签 整个献祭仪式 就无法再继续 九天火龙的威力 也就无法再增强 啊 功拜垂成的巫皇 用尽全部力气 发出最后一声唬喊后 终于死了 九天火龙的威力 也停留在了九阶巅峰 只差一点就能达到五宗一戒 巫皇虽然死了 但九天火龙大阵 本就是巫族人的护族大阵 火龙一旦被召唤出来 就会拥有些许的灵性 会自主杀敌 守护巫族 因此 巨大的火龙一声咆哮 巨大的身躯 就向灵昊杀了过去 何灵 天狼战神 还有五个燕大王者学生 看到这巨大的九天火龙 都吓呆了 灵昊此时的战力 其实已经突然了五宗一戒 但也不敢怠慢 直接施展出了最强底牌 八荒神火领域 哄 万米之巨的紫金色火海 凭空出现 周围千米长的坚固 无比的巫神城城墙 直接被焚化成了虚无 哄 九天火龙 似乎感受到了 强大无比的气息 庞大的身躯 被吓得猛然一颤 但还是一入无前地 杀向了灵昊 近乎石化的九天火龙 猛然张开巨大 喷出了一道 数百米长的火焰 所过之处 空间崩塌 只可惜 那火焰进入 八荒神火领域之后 却是像泥牛入海 完全没有的声息 急速而来的九天火龙 猛然停下身形 几乎石化的火红巨眼之中 竟然流露出了惊恐之色 下一刻 九天火龙转身就逃 可惜 根本逃不掉 灵昊只是心念一动 八荒神火领域 就化为一条虚幻的 万米长的五爪 紫金神龙 出现在了九天火龙面前 九天火龙瑟瑟发抖 他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 下一瞬间 紫金神龙张开巨口 将九天火龙吞噬而进 八荒神火领域的范围 猛然变大 达到一万五千米 灵昊的等级 也是随之水到渠成的 突破到了八阶高阶 第218章仇人名单 灵昊没想到 八荒神火领域 吞噬火龙 或许说是火焰 也能让他突破 还是挺开心的 这时系统的奖励到了 恭喜主人 因为这段时间以来 主人屠东营 灭牢 斩珠侯 打败新宫公主复制铁 吞噬九天火龙 奖励主人等级 提到到九阶出级 奖励主人速度 力量 精神 全面提升 相当于到九阶高阶异能者 奖励主人所有技能 全面提升到五宗三阶完美级 其中九阶完美技能 风影雷闪 已经改造成成长形技能 当前等级 同样提升到 五宗三阶完美级 奖励超SSS异能 精神领域 范围五万米 五十千米 领域内的一切 主人都可以用精神意念感知 或者控制 奖励火眼金睛 提升到超SSS级 主人视线 及精神感知范围内的一切 都将被自动标示期等级 名唱 长宽高 种类 等属性 奖励 时空禁锢 提升到超SSS级 范围五万米 五十千米 精神领域 和升级后的火眼金睛 将自动运转 二者结合 将自动实时 在主人脑海中 形成一幅实时 且超高画质的万物地图 奖励超SSS 及异能空间风暴领域 范围五万米 五十千米 奖励超SSS 及异能 九天神雷领域 范围五万米 五十千米可透过吞噬天雷 自行进化升级 八荒神火领域也一样 零号机动地开启了 只有他能看到的面板 姓名零号 等级九阶初级异能者 异能 SSS 及八荒神火 SSS 及空间风暴 SSS 及雷动八方 SSS 及枯木逢春 超 SSS 及异能 时空禁锢 时效一小时 SSS 及异能 灭世之眼 SSS 及异能 醍醐灌顶 SSS 及无限空间 超 SSS 异能 火眼金睛 SSS 及异能 缩地成寸 SSS 及混沌神类 SSS 及混沌之火 SSS 及异能 仪器化三清 超 SSS 及异能 生生不息 超 SSS 及异能 八荒神火领域超 SSS 及异能 九天神类领域超 SSS 及异能 空间风暴领域 奖力超SSS 异能 精神领域 力量相当于 九阶高阶异能者 速度相当于 九阶高阶异能者 精神相当于 九阶高阶异能者 技能 赤炎烈天 斩成长形技能 无上限 当前等级 武宗三阶完美级 风影雷闪 成长型技能 当前等级 九阶完美 碎星拳 成长型技能 当前等级 武宗三阶完美级 备注斩杀凶兽 成恶扬善 就能不定期获得 各种主人 所需要的奖励 主人的等级 觉醒的异能 都已遮变 异能觉醒的异象 也已遮变 我能同时掌控的 八荒神火火球数量 或者空间风暴球数量 也提升到了 八十万颗 而且每颗 都足以斩杀 八阶巅峰的异能者 SSS 异能 蹄虎灌顶的使用次数 也提升到了 一个月十六次 强 太强了 现在就算是武宗三阶的 绝世异能强者 我也能秒杀出了未知的昆仑剑 我在蓝星 已经无敌了 要是八荒神火领域 空间风暴领域 九天神雷领域 三者叠加的话 就算是武宗五阶的强者 我也能斩杀 我的寿命 也达到七百年 爽实在是太爽了 系统主人 您的武宗巅峰级 空天战舰 已经建造完毕 请插收 林浩笑道不错 这效率 这速度 杠杠的 等我处理完这里的事 再去无限空间看看 系统 不过现在主人 没有武宗巅峰级别的玄晶 做燃料驱动 武宗巅峰级别以下的玄晶 只能用来驱动战舰的 智慧驾驶系统 供主人学习操控 放心 以后会有 现在先学会操控就好 此时的巫神城内人 巫族之人 巫不再臭骂巫皇 随后所有巫族之人 都跑到林浩面前求饶 表示愿意臣服大侠 不管在什么地方 平民都只想安居乐业 尤其是一直以来 都非常弱小的族群 真正好战 残忍的并不多 林浩立即下令天狼战神 立即派军百万 进驻巫神城 修复损坏的城墙 宽带巫族平民 对巫族异能者 实施监管 若有反抗就地正法 天狼战神大喜事 浩天战皇 天狼战神 立即透过战神令牌下令 很快 天狼军的百万将士 就进驻了巫神城 忙完后 林浩将天狼战神 带到了无限空间 陈生问到十年前 你是不是去过浮城的荒野 追杀过我的父母 天狼战神吓坏了 脑袋飞速运转 回想十年前的事 不不不 浩哥 你千万别误会 当年我确实曾经去过浮城的荒野 但只是碰巧而已 我当时在荒野中 看到有人追杀一男一女两个人 他们阵容很强大 我根本就不是对手 加上没搞清楚事情真相 我也不敢随意出手 就暗中跟了一阵 后来听到 他们是要抢一能神服 我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根本就是强取豪夺 不过荒野之中 弱肉强食 也是没办法的事 我也曾想过 坐收于力 可是没多久 那个女人就突然爆发出非常恐怖的战力 直接团灭了 追杀她的人 连躲在远处的我都被打伤了 要不是我求饶 加上她伤势也挺重 又带着一个没有觉醒异能的男人 恐怕她连我都会杀掉 当时她已经杀疯了 林浩盯着天狼战神 火眼金金开启 知道她没说谎 那后来呢 后来 我看他们进了浮城荒野深处 我就走了 不过当时很多世家 甚至诸侯 都暗中派人去追杀过他们 从浮城荒野开始 到大厦各地的荒野 都有世家之人在搜寻 最后据说是在昆仑山的荒野被找到了 上千个各路异能强者围攻他们 最后全死了 只有几个假死 混在死人堆里 逃过了一劫 你父母最后可能是进了昆仑界 林浩杀气腾腾 把你知道的 参与过追杀的诸侯和世家名单 给我一份 我要找他们一一清算 天狼战神走了 留下一份名单 魔都第一世家 上官世家 燕京第一 第二 第三 第五 第七世家长安侯 太平侯 荣远侯 镇国侯 林浩看了一眼名单 眼神冰冷 杀气腾腾 彭扶这些名单上的人 已经全是死人了 林浩平复了一下情绪 决定先看看 武宗巅峰级空天战舰 再去找这些人报仇 他心念一动 就带着和灵 找了一个地方 只见眼前 是一片占地50万平米的超级智慧工厂 这都是由那些 2万台型星级智慧多功能工程机器人 以及1万台智慧制造机器人 一起建造的 超级智慧工厂的旁边 则是百万平米的巨大停机坪 上面正停放着一架 长度1万米的巨型武宗巅峰级空天战舰 悬黑的颜色 充满霸气和神秘 一排排的雷射炮 电磁炮 雷射炮 离子炮 更是让人敬畏 林浩与和林都被震惊了 这是什么战舰 怎么这么大和林震惊的脱口而出 武宗巅峰级空天战舰 第219章 艳福不浅的刘顺 武宗巅峰级空天战舰 武宗可是传说中的等级啊 哪怕和林见证过林浩那么多的辉煌战绩 也忍不住震惊了起来 林浩笑道多大点事 不要这么大惊笑怪的 和林深吸了口气 笑道也是 没有做不到的事 可是 他看着眼前万米长的科幻巨简 还有那占地50万平米的超级智慧工厂 内心还是无比震撼 人在战舰面前 就跟蚂蚁一样小 这武宗巅峰级空天战舰 就是用那1300多吨星药石建造的吧 林浩点头没错 怎么样 速度够快吧 和林已经震惊地说不出话来了 只是拼命地点头 半赏才到SSS级军用智慧空天战舰 大夏一年 也不一定能造出一架 你却只用了一天时间 就造出传说中的 武宗巅峰级空天战舰 大夏要崛起了呀 和林开心地像个小孩 林浩笑道 不是已经崛起了吗 和林也是奄然一笑不错 自从你屠东营 回老 大夏就已经正式崛起了 以后只会越来越强 走吧 上去看看 林浩说着 抬头邀请和林 公主请上剑 和林翘脸一红 却还是娇羞地伸手 让林浩牵着上了战舰 这武宗巅峰级空天战舰 现在虽然没有武宗巅峰级的 玄晶驱动飞行 但还是可以用玄晶开启 智慧驾驶控制系统等 飞飞行和作战系统 林浩之前的很多战力品中 就有不少的武宗巅峰级以下玄晶 它全都放在了无限空间之中 因此 战舰一检测到了主人林浩 立即就开启舱门 一道冰蓝色的光芒 出现在地上 两人迈步进入其中 就被像电梯一样 升上战舰之中 战舰内的装饰 以及空间 无比科幻豪华 连林浩都忍不住惊叹 这战舰可以容纳五万将士起居 修炼 作战 也可以一次性运输三十万将士 和灵惊叹不已 不愧是武宗巅峰级空天战舰呀 林浩最后到这 武宗巅峰级空天战舰 无论是镭射炮 镭射炮 还是离子炮 还电磁炮 每一炮 都能秒杀九阶战黄巅峰强者 只要能找到足够多的武宗巅峰级玄晶 做燃料和火力来源 以后哪怕是SSS 及全球性兽潮 也不用担心了 和灵震撼地停下了脚步 目瞪口呆地望着林浩 林浩笑道别发呆了 你有空的话 就进来熟悉一下这战舰的操控 以后要是真来兽巢了 就由你来驾驶 交给别人我不放心 刘顺和苏灵都太弱了 不适合交给他们 等以后多建造几艘武宗巅峰级空天战舰 再给龙帝跟你爸一人一艘 和灵激动不已 操控武宗巅峰级空天战舰 对付兽巢 也太拉风了吧 和灵兴奋地抱住了林浩 林浩这样的绝世天才 可不能让他跑了 孤男寡女 正好好好表现 林浩感受着怀里的温暖 虎驱一阵 搂着和灵 勇吻了起来 魔独异能大学 刘顺连续没日没夜地修炼了几天 想出去酒吧放松一下 苏灵 出去喝一杯吧 不去 我要修炼 苏灵果断拒绝 刘顺无奈 只能自己去了 刚出门 设有宁家凯 就屁颠屁颠地出现了 顺哥 去哪呀 这是带上小弟我呗 自从林浩图东营回老之后 宁家凯就彻底变成了狗腿 没事就来林浩的魔大别墅找刘顺 刘顺苏灵 现在都住在林浩的大别墅 基本不回自己原来的小别墅了 不过他知道林浩他是巴结不了的 就连刘顺对他 也是没什么好脸色 不过伸手不打笑脸人 宁家凯这么贱 刘顺还真不好对他怎么样 你是不是皮痒刘顺横了他一眼 宁家凯下的人都短了一截 赶紧笑到顺哥这话说的 小弟哪敢 顺哥 你这是怎么了 谁惹你生气了 小弟去教训他 滚 好嘞 顺哥有需要随时叫我哈宁家凯也没办法 现在刘顺等级比他高 打他就跟打狗一样 刘顺走了两步 突然到等等 滚回来 陪我喝一杯去 刘顺也是无聊 心想 就是找个人喝酒而已 要是宋玉在 他就叫宋玉了 宁家凯大喜好嘞 顺哥天上人间怎么样 滚老子就是单纯想喝两杯 别把老子名声搞坏了 好嘞 明白 最后两人在 魔都大学城 找了家人气很旺的酒吧 喝了没多久 就有个非常漂亮 性感的女生 来找刘顺搭讪 宁家凯看着都羡慕 赶紧拍马屁顺哥 艳福不浅啊 刘顺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 我可不是随便的人 宁家凯是真心佩服 可是不过几分钟 又来了一个美女 同样是性感火辣 一来就坐到了刘顺怀里 这次连刘顺都有点相信 自己魅力无敌了 可是他还是拒绝了我 就想安静地喝杯酒 宁家凯佩服的五体头弟顺哥 坐怀不乱 小弟佩服 先前为敬 这次过了半个小时 都没女生来搭讪 刘顺都有点后悔 拒绝得太干脆了 可没喝几本 又来了个女生 又醇又郁的那种 裙子还穿得特别短 声音也是非常温柔 楚楚可怜地看着刘顺小哥哥 可以请我喝一杯吗 这次刘顺没拒绝十杯都可以 坐吧 同时他也正式确认 自己魅力无敌 宁家凯看的是目瞪口呆 他也没想到 刘顺的女人缘这么好 难道这些女生都知道 顺哥是浩哥的兄弟 夜深人静的时候 女生已经走不动到了 难道顺哥 人家不想回学校 咱们找个酒店 喝喝茶 行行酒吧 温柔的声音 加上温热的气息 吹拂在脸上 刘顺忍不住虎去一阵好 没问题 不过就只是喝茶 我还是要回去学校的 刘顺在挣扎 因为这时候 他的心里 突然冒出了苏林的身影 嗯嗯 好呀 好听你的 你让我干嘛 我就干嘛 宁家凯忍不住 咽了一下口水 眼神猥琐到顺哥 那小弟就先走了 回去别特谋乱说 否则我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我就是去单纯地喝喝茶 刘顺又心虚 又正经地警告道 我懂 顺哥放心去吧 然后刘顺跟女生打车 离开了大学城 下车后 在夜深人静 无人的街道上 刘顺突然发现 怀里的女生变重了 手臂和腰也都变粗了 那是一个男人才会有的腰 刘顺只觉得 后背一寒 缓缓转过头 只看了一眼 魂都下没了 第二百二十章 敢用我兄弟威胁我 你找死 刘顺这一看 吓得毛骨悚然 只见浮在他身上的纯玉美女 竟然变得了一个满脸肥肉的猥琐大叔 还在对着他邪魅地笑 庞扶在说兄弟 原来你喜欢男人 好巧 我也是 今晚你跑不了了 我去 鬼呀 刘顺只觉得浑身冰冷 大吼一声 一巴掌就扇了过去 只可惜扇空了 他身旁的猥琐大叔 早已消失 刘顺一巴掌 打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什么 也顾不上多想 刘顺撒腿就跑 气喘如鸟 实在是被吓到了 刘顺甚至怀疑 刚才那眼 已经把他创造生命的能力 给吓没了 突然 一道黑影闪过 砰的一声 刘顺被猥琐大叔 一拳干翻在地 鲜血喷吐而出 攻成了瞎的模样 捂着肚子 痛苦不堪 别急着走嘛 我还要利用你 杀你的好哥呢 猥琐大叔阴冷地笑道 说完又是一脚飞踹而来 刘顺直接晕死过去 手上的摩大智慧教卡 被拿起 人被关在了空间 戒指之中 林浩刚刚透过 无限空间 回到摩大 想洗漱一下 好好睡一觉 明天再去找仇人报仇 可是刚刚洗漱完 刘顺的影片电话 就打过来的 浩哥 你回来了没 我 想死你了 此时的猥琐大叔 已经变成了 刘顺的模样 骗过了摩大 孝卡的身份识别系统 给林浩打了影片电话 你这家伙 半夜三更不休息 找我干嘛 林浩笑道 不过他的超SSS 一能火眼晶晶 马上就发现 这个刘顺是假的 并且将对方的 真实资讯 传到了他的脑海中 星宫第一尊者 九阶巅峰 亦能变身 男 复制体 猥琐男并不是 他的真面目 真正的刘顺 正被他关在 空间戒指中 受伤 但是没有生命危险 林浩心里 又惊又木 但脸上 却是若无其事 我这不是想你了吗 哇 想我 你跑到这种地方想我 赶紧回摩大 从影片中可以看出 刘顺所在的地方 不是摩大 而是摩都的一条 普通的街道 我修炼累了 出来喝 喝几杯 没想到 喝 喝大了 哈哈 浩哥 我不想睡 你出来陪 陪 陪我 咱们再去喝几杯啊 还喝个鬼啊 赶紧告诉我 你在哪 我过去接你 林浩假装生气的 而且他平时 也确实很少喝酒 行啊 反正你先过来 我挂了 定位马上发 发给你 林浩一收到定位 瞬间就出现在了甲刘顺面前 心面一动 没等甲刘顺开口 就动用九天神雷领域 炸断了他戴空间戒指的左臂 阿星宫第一尊者惨叫 鲜血喷涌 但他毕竟是九阶巅峰强者 立即就想去捡左臂 可惜林浩的速度 根本不是他能相提并论的 他身影一闪 就取下左手上的空间戒指 恐怖的精神力暴涌出 磨灭了新宫第一尊者 在上面留下的精神印记 就出了真的流顺 同时一拳轰出 新宫第一尊者 被一拳轰穿的胸膛 血肉横飞 他痛得差点晕死过去 面色苍白无比 脸上全是惊恐之色 他没想到 林浩竟然能够无声无息地 施展雷系异能 而且速度那么快 那根本不是普通的异能 可以做到的 甚至连SSS级的雷系异能 都无法做到 在没有领域之前 林浩还真有点做不到 不管是其他什么 强大异能的施展速度 都比不是九阶巅峰新宫第一尊者 杀死已经被关在 空间戒指里的刘顺的速度 林浩眼神冰冷 敢用我兄弟威胁我 你找死 你 你是怎么知道 我不是真的 刘顺新宫第一尊者 非常震惊 因为他从来都没失手过 但这一次 显然林浩早就看穿了 他的变身异能 否则一般人 怎么可能如此果断地 对自己的兄弟出手 林浩声音冰冷地说道 死人不需要知道太多 你也没有资格知道 话音落下 林浩果断施展九天神雷领域 一道恐怖的雷电凭空出现 将新宫第一尊者 炸得灰飞烟灭 林浩很清楚 身为新宫第一尊者 不可能从他嘴里 问过什么有用的资讯 而且他的精神领域 也没有感知到 附近有新宫的其他人存在 所以救果断杀了 刘顺的九早就全醒 但他还是觉得不真实 是在做梦 浩哥 真的是你 你不会也是那个猥琐的大叔 变身的吧 刘顺心有余悸的 滚 这我就放心了 浩哥 你是不知道 刚才我真以为我要死了 就算不被杀死 也要被吓死了 那个猥琐大叔太猥琐了 要是再被吓一次 我娶妻生子都不会了 奶那么多话 赶紧回去 浩哥 你是不知道啊 那个大叔真的很猥琐 很吓人 你想啊 半夜三更的 你怀里的美少女 突然就变成了猥琐大叔 就问你怕不怕 林浩倒放心吧 经过这一次 他以后不敢来了 什么怎么还有以后啊 他不是被你杀死了吗 刘顺又感到全身冰冷了 浩哥 你可别吓我呀 林浩于是把星宫公主 拥有复制异能 刚刚杀死的星宫第一尊者 只是复制体的事 告诉了刘顺 刘顺猛了 惊醒后 猛然就抱住了林浩浩哥 你可得早点灭了星宫啊 我这都有心理阴影啊 毒 要是再被吓一次 我的功能 可能真会被吓磨掉啊 林浩也是无奈 忍不住笑了你这家伙 平时五大三粗的 没想到 这么容易被吓到 说着 林浩在他神魂中 打入了一个精神印记 放心吧 我已经在你身上 留了精神印记 以后再遇到危险 我会第一时间赶知 并且赶到 星宫的人不可能再得手了 刘顺这才笑的 那就好 那就好 其实我也不是说 完全被吓到 主要是我当时有点心虚 你想啊 接二连三的 有美女找我搭讪 这在以前可是没有的 以前跟你在一起 美女都是找你搭讪 现在也是 所以啊 我有那么一点点心动了 可是我突然间就想到了苏灵 莫名的 就有点心虚 林浩突然停下了脚步 盯着刘顺高大威猛的身材 笑到你小子可以啊 这么多年不声不响的 原来再搞暗恋 这也不像你啊 刘顺竟然有些手足无措 那个 也不是什么暗恋了 可能是太熟了 而且 他不是暗恋你吗 所以我自己觉得没希望 潜意识里 就把他当兄弟 时间一久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其实是喜欢他的 林浩道我可是 一直当他是兄弟 你小子喜欢 就赶紧追 不然以后别后悔 嗯 经过今晚的事 我决定了 我要追苏灵 做什么狗屁兄弟 夫妻双双把家 还他不香吗 回到别墅 刘顺提着一大包宵夜 就去找苏灵 房门开启 刘顺笑嘻嘻到小林 这是我给你带的 你最爱的小龙虾和烧烤 一起喝一杯吧 苏灵眉头一皱 你变态啊 怎么突然叫我 小林浩哥回来了吗 他本能地觉得 今晚的刘顺有点反常 但刘顺有点反常 也很正常 他也就没往那方面去想 刘顺回来了 已经睡了 小林 我让我进去 咱们好好喝一杯 聊聊人生 苏灵年纪轻轻 聊什么人生 聊个鬼啊 小龙虾留下 你可以归安了 不是 苏灵 咱们这么多年兄弟 你就这么对我吗 好心给你带宵夜 我自己都没吃呢 再说 我今晚幼小的心灵 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我需要你 我需要找人安慰一下 说完他就后悔了 又特魔说兄弟了 苏灵忍不住笑了哟 宁真一你八的身材 还幼小的心灵行了 赶紧进来 喝完赶紧滚蛋 好嘞 流声大喜 他决定了 今晚最也要醉死 在苏灵房间 第221章 全员复制体 早上不到七点 何灵起来的大早 来到灵浩的房间 灵浩是习惯 睡到自然醒的 这时候还在睡 何灵激动地 拍醒灵浩起来 我要进去 灵浩一惊 睡意全没了 有点猛你要进来 会不会太早了点 他现在可是长枪 直指苍穹 哪好意思让他进来 也未免太快了点 对啊 赶紧的 我要进去 何灵满脸激动的笑意 灵浩看着一身黑色短裙 雪白大长腿的何灵 心跳忍不住加快 心想不就轻了你几下吗 不用这么快吧 我都不急 你怎么急这样 可是人家女生 都这么主动了 他当然不能怂 反正早晚的事 快就快点吧 灵浩掀开了空调 背进来吧 何灵赶紧双手捂住眼睛 转过身去灵浩 你耍流氓啊 我是说尽无限空间 学习武宗巅峰级战舰的操控啊 话虽这么说 但他却心跳加快 浮想灵翩 灵浩愣了一下 赶紧盖住被子 尴尬不已 但下一秒 灵浩猛然起身 搂住了何灵的线药 把他抱到了床上 灵浩吃完克里斯汀 和易富林精心准备的早餐 准备出门报仇 大厦高校新生 联赛过几天就开始了 这几天 就把当年的仇家 给团灭掉 穿着女仆装的易富林 和克里斯汀 一左一右 拉住灵浩的手臂 一口同声道主人 你去呢 我陪你去吧 说着 两个人都紧紧地贴近了灵浩 他立即感受到了 手臂上传来两阵温柔的暖意 不用了 你们好好修炼吧 我要去报仇 不方便带你们 灵浩果断拒绝 说完直接走了 留下一福林和克里斯汀 一脸的怅然若失 先是魔都第一世家 上官家族 上官家族 大厦排名第一的房地产开发商 比许家的规模还大 但没有烂尾的楼盘 上官家的商业版图极为庞大 几乎涉及了蓝星所有能赚大钱的产业 比如金融 投资 私立银行 修炼资源的开采和买卖等等 除了当下房价太高 被骂奸商之外 上官家族的经营 可谓有口皆碑 而且 上官家族是最经常捐款 最经常举办大型慈善拍卖活动 回馈社会的私营企业集团 几乎是一个月办一次 上官家族的家主 还有一个在大厦传为美谈的爱好 他喜欢跟人煞血为盟 兄弟变天下 这些都是和林告诉他的 林浩知道之后 突然莫名地产生了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今日 正是上官家举办慈善拍卖的日子 举办地点 在上官家占地300亩的中式园林 古典的中式大门口 摆放着两头雕工精湛的石狮子 门口四个七阶巅峰的供奉 恭敬由李帝 跟各大世家来的客人打招呼 收礼品 各大世家的人 也是非常客气 毕竟人家看门的人 就是七阶巅峰的强者 我独大大小小的世家家主都来了 非常热闹 许多人都是带着宝物来的 拍卖完后 上款则是全部捐赠出去 林浩凭空出现在上官家门口 把周围人都吓了一跳 在看清是林浩之后 一个个都是一脸惊喜 赶紧恭恭敬敬的上前问好 见过浩天湛王 他们都还不知道 林浩早已是浩天湛王了 没想到浩哥也来了 上官家还真是有面子 上官家一向低调 没想到既然能请到浩哥 其底蕴简直是深不可测呀 能这么近距离的 一睹浩天湛王的风采 简直是三生有幸啊 魔都第二 第三是家 周家 曾经第五 如今第四的江家 还有宋家 也都在受邀之恋 几家家主也来了 毕竟上官家办的慈善拍卖会 布莱岂不是要落人口舌 大门口上官家 七街巅峰供奉 赶紧上前 向林浩攻身行礼 见过浩天湛王 湛王能光临上官家 简直是令上官家 蓬毙声辉浩天湛王快请进 在下立即去叫家主出来相迎 林浩微微汗手 脉搏进 大门口众人激动的喧哗声 立即引起了里面之人的注意 大家一听说 浩天湛王来了 顿时都放下了酒杯 停止的寒暄闲聊 全部都冲了出来 浩哥来了 上官家 不愧是魔都排名第一的世家呀 竟然连浩哥都请得到 都给我让开 不要挡住我见浩哥 大家不要挤啊 扑通一声 一个世家家主 被挤掉进了湖中 众人视而不见 上官家的供奉 赶紧下水捞人 等见到林浩 一个个 都赶紧恭敬地拜见林浩 同时在黄湖炎廊上 自动让出中间一条道 他们都在想着 万一浩哥看他顺眼了 收入麾下 那他们的家族 就会跟着浩哥一飞冲天了 将老爷子江天行 和江家家主 江齐两人 还有宋家家主宋缺 赶紧单膝下 跪拜见见过浩哥 周围的魔都 各大世家之人 都是满脸羡慕地看着他们 浩哥可不是什么人 都有资格贵贱的 他们两家 已经是浩哥的人了 唐家 周家家主和周小轩 同样是羡慕无比 林浩淡淡道起来吧 浩哥 您今天怎么有空过来 过来半点试 林浩面不改色道 突然 林浩吃惊地 看了唐家家主唐起 和周家家主周成荣一眼 脸上虽然神色如常 但心里却几乎已经翻江倒海 这两人竟然都是复制体 两人看林浩看向他们 赶紧再次弯腰行脸 周小轩冲了上来 当众搂住林浩的手臂 笑道浩哥 我好想你 虽然只有几天时间没见 但我感觉 已经过了很久了 你上次救了我 我还没好好谢谢你呢 等拍卖晚宴结束 我请你吃饭好不好 周围的各大世家之人 都瞪大了双眼 周小轩 可是无数世家 看重的儿媳啊 竟然当众就这么贴上去了 特别是在场 各大世家子弟 更是看傻眼了 江天行和江启相视一眼 眼中都有些许怒意 心想这周小轩 也太不要脸了 不过月儿那丫头 还真得跟她学学 要倒下浩哥 可不能太腼腆了 江天行赶紧低声对儿子 道你赶紧交院 来上官家 不要错过任何一个 跟浩哥在一起的机会 江启是是是 爸 我马上叫他过来 林浩若无其事 倒不用了 我只是顺手救了你而已 说着 他就轻轻甩脱了周小轩 周小轩 还是听不到林浩的心声 但听他的语气 别说心凉了 他感觉他人都快凉了 这时 上官家家主上 关云满脸笑容的小跑出来了 哎呀 浩哥 您要来 怎么也不派人提声通传一声 在下也好亲自开车上 摩大接送啊 跟他一起出来的 还是上官家的家卷 供奉 一共一百多人 其中九阶的强者 就有两个 林浩的神色 忍不住变了上官家 竟然全家都是复制体 第222章新宫公主 看到周成荣和唐启 以及上官全家都是复制体的时候 林浩终于明白 他之前为什么 会有不好的预感了 煞穴为盟 上官家的家主上官云 就是新宫公主 他透过所谓的煞穴为盟 得到一些强者的鲜血 以此来复制他们 为他所用 而且他只对强者下手 另外 像江天行这样 有军部背景的强者 他则是没有轻易下手 上官家的慈善商人世家身份 正好给了上官云 非常好的掩护 根本没人会怀疑他 这样一来 他就可以轻易地 组建一支强大的军团 而且都是八阶以上强者 特别是控制周成荣之后 还可以免费获得 周家炼制的破镜单 虽然现在 周家只能炼制出 七阶破镜单 而且数量稀少 但多一颗是一颗 多一颗 就能多培养出一个 七阶强者 不知道这些年 上官云培养了 多少艺能强者 大厦又有多少强者 被他控制的那些人 又都在哪里 林浩心里有些担忧 要是上官云下令 让所有被他控制的 副者人动手作乱 大厦恐怕也得 掀起一阵腥风血雨 而眼前的上官家之人 除了上官云 和两个九阶战皇强者 其他的都在七阶之下 他已经把其他更强的人 都转移走了 因为林浩一发现 留下他们就是死 只会削弱他的实力 林浩直接开启了 战皇令牌的 直播录影功能 通知龙帝和老和官看 让得得之后 有所防备 然后开门见山 到上官云 别装了 你就是新宫公主 他相信 新宫第一尊者 肯定早就把他 能够轻易看穿 其变身伪装的事 告诉了上官云 所以 没必要再废话了 所有在场的人 都惊骇得目瞪口呆 什么情况 上官云 怎么会是新宫公主 他可是慈善商人 可是浩哥 一定不会错啊 上官云是新宫公主 这也太恐怖了吧 大厦 找了新宫公主几十年 一直都没有任何进展 没想到 他竟然就在魔多 就在所有人眼皮底下 光明正大的仗着生意 原来新宫公主的异能 是能复制一模一样的人 难怪一直找不到他 很多都吓得连连退后 江天行和江启 宋缺等人 却是在惊骇过后 立即站在了林皓身旁 神情凝重无比 但却并不害怕 周成荣和唐启 则是愣在了原地 两眼变得无神 但却是浑身杀气汹涌 上官云果然不装了 没想到啊 几十年了 大厦都没发现 我就是新宫公主 却被你这个魔大新生发现了 不错 我就是新宫公主 上官云 除了江天行宋缺等人 所有世家之人 都吓得后退了十几步 惊慌地看着上官云 新宫的恶名 他们可是很清楚的 不知杀了多少大厦的异能强者 抢走了多少天才地宝 而且在荒野之中 遇到新宫之人 根本就是防不胜防 上官云道 其实被你发现了 我在大厦的身份 也没有太大影响 无非就是少一些收入罢了 可是我现在不差钱了 只要你找不到 我真身的藏身之处 就没事 我现在虽然打不过你 可是我相信 我一定能够在上古遗迹中 找到可以让我突破的宝物 突破传说中的武宗等级 我就能杀了你 到时大厦再也没人 可以阻挡我了 我的异能 几乎让我长生 我有的是时间 这一番话更是说的各大世家之人 胆战心惊 龙帝和老河更是震惊不已 立即下令 大厦军部所有七阶战神级以上强者 进入战备状态 他们现在最担心的是 上官云会下令 让所有被他控制的人出手 滥杀无辜 搞乱大厦 或者对大厦的战王 以及战皇下手 让大厦元气大伤 还有就是不知道军部之中 还有没有人被上官云复制控制了 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岗位 林皓冷笑 你在威胁我 你是不是忘了 我是怎么图东营啊 回老的我提醒你 我随时可以进行全国性的地毯式搜寻 留给你们的时间 不多了 上官云作为新宫公主 能够隐藏这么多年 不会想不到这点 上官云脸上肌肉一阵抽搐 心中本能的一阵担忧 林皓的异能太多 太恐怖了 以他的速度 以他那几乎永远不会耗尽的异能 加上轻易识破第一尊者 和他是复制体的未知的强大异能 地毯式搜寻 可以轻易地找到他的真身 搜出隐藏在大厦其他复制体 不过最后 上官云还是相信 新宫的总部 不是林皓可以轻易发现的 他对新宫总部的隐蔽性 充满了信心 他笑了笑 倒是吗 那就拭目以待 林皓也不再废话 直接动手 八荒神火领域 瞬间施展 将上官家全家烧成了灰烬 所有人都傻眼了 本来以为会有一场大战 没想到 林皓瞬间就解决了战斗 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浩哥英明神武 要不是浩哥发现 上官云就是新宫公主 还不知道 有多少人被害 说起来 我应该庆幸自己等级不是太高 否则 恐怕我也被上官云看上 被他复制控制了 谁说不是 我之前还跟上官云煞血为盟 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没对我下手 还得感谢他不杀之恩啊 不过最该感谢的人 还得是浩哥 有浩哥在 大夏就能繁荣安定 浩哥神武 一阵喧哗过后 众人却发现 林皓看向了唐启和周承荣 两人都被禁锢住了 一动也动不了 但是脸上的神情 却是杀气疼疼 而且 眼神正盯着林皓 这一下 可把周家和唐家的人吓坏了 周小萱急得都快哭了浩哥 我爸怎么了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他 也是冰雪聪明的女生 又怎会不知道 他爸肯定是有什么问题的 林皓淡淡道 没有误会 准确地来说 这不是你爸 而是星宫公主 上官云复制的 你爸的复制体 上官云的异能 只要得到对方的精血 就能复制出来 一模一样的人 周小萱听完 整个人都差点晕过去了 不会的 浩哥 不会的周小萱的泪水 模糊了视线 嘴里虽然这么说 但他知道 浩哥不会错 刚刚上官云 就承认了 他是星宫公主 而且还自知打不过林皓 连反抗都不反抗了 又怎么会是假 周承荣跟上官云煞 血为蒙过 这是他是知道的 一旦复制了对方 上官云要想控制一个人 就太简单 对象对付天狼战神一样 只要下令让复制体 做些十恶不赦的事 真身就得乖乖听话 否则真相曝光 真身和他的家族 将不容于世 万劫不复 或者再简单点 让复制体用古毒控制 或者杀害真身的家眷 根本防不胜防 真身只能就范 周小萱哭红了双眼 用力抓住林皓的手臂 恳求道浩哥 我求求 舅舅我爸爸 第223章地毯式 搜寻复制人 林皓看着周小萱 心里也是有些同情 柔生到真正的你爸 现在不知道在哪 生死难料 就算找到了 也很难说 有没有背叛大夏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林皓不想骗他 否则 以后他要是发现 他爸早已投靠了新宫 被叛了家族和大夏 只会更加痛苦 这不是不可能的 因为林皓早就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新宫公主上官云的复制异能 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是能够让人永生的 比如之前的巫皇 真身死了 复制体还在新宫 而且 其复制体 不知道有几个 或者不止一个 如果说有十个 那巫皇就拥有了十次生命 以九阶异能者 拥有五百年的寿命而言 他拥有十次五百年的机会 可以寻求突破 这样的几率 就比普通九阶异能者 多了九次 这样的诱惑 已经足以让许多人背叛大夏 不是所有人 都有天狼战神那样强大的意志 和责任心 能够忍辱负重的 如果有人说 天狼战神自私自利 为了自己复制体所做的恶事不暴露 而让南疆百万将士中了蛊毒 那就错了 因为以星宫和古王八阶巅峰的实力 他们完全可以在天狼战神眼皮底下 让百万将士中毒 不过话说回来 这些也都是林皓的猜测 上官云的复制异能 究竟是怎样的 有什么使用的限制 是次数上的限制 还是别的什么限制 还不得而知 不过 从唐启以周成荣的复制体 都能保留真身原有的等级和异能来看 星宫公主上官云的复制异能 肯定很强 周小萱听了林皓的话 顿时悲痛地昏了过去 唐家的人同样是悲痛无比 林皓立即透过战皇令牌下令 让魔都的龙魂镇国君九阶强者 前来上官家 将唐启和周成荣的复制体带走 囚禁 两个九阶高阶战皇 看到这一幕 惊骇的是心惊肉跳 心想这两人可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要是走到面前 突然出手 还真是防不住啊 本来林皓是要直接斩杀的 但是周小萱哭成那样 毕竟是认识的人 多少也要顾及一下他的感受 反正这两人也跑不了 处理完这些 林皓决定暂缓替他原生父母报仇了 因为现在不知道 星宫在大厦 还有多少复制体 那些复制体又是什么人 在什么岗位 这已经刻不容缓了 而且 林皓也想到了一点 他之前杀死的所有星宫的人 还有巫皇和巫族的九阶强者 甚至那个八阶巅峰的古王 应该都还有复制体 在星宫手上没死 所有这些人要是发动起来 除了林皓 对整个大厦其他任何人 都是防不胜防的 这时 龙弟和老何的影片连线 透过战皇令牌发了过来 林皓接收 三人开始加密会谈 林皓 这事你有办法处理吗 我跟老何是搞不定了 根本防不胜防啊 龙弟罕见地皱着眉头 吞云吐雾道 老何也是一脸期待地看着林皓 林皓淡定道放心 我有办法 你们把我刚才跟星宫公主 上官云的对话影片 发到网上 这是要让国民知晓 否则 我开始行动后 大家还以为 我在滥杀无辜 毕竟所有人都不知道 自己身边的人 竟然会是上官云的复制人 好 我现在就发 老何说着 立即将影片发到了网上 林皓继续道 等一下我就会开始动手 到时启用天机量子卫星监测网 对我的行动 进行全程直播 有些人 我会直播斩杀 有些人 我会将他们禁锢住 然后把位置 照片 姓名等资讯 同步到战皇令牌 附近的龙魂镇国君 立即动手抓人 龙弟大喜好啊 你有把握就好 林皓 这次只能靠你了 要是没有你 我跟老何都发现不了上官云 更别说抓这么多前夫的复制人了 林皓立即动手 以魔都上官家为中心 开始对整个大厦 进行地毯式 搜寻复制人 影片一发到网上 立即引起了全民关注 全民哗然 无数人都在臭骂新宫 臭骂上官云 同时非常担心自己的亲友 会不会是复制 官方立即释出公告 安抚民众大家放心 大部分的亲友 不会是新宫的复制人 因为新宫公主上官云不傻 她只会复制一些强大的异能者 八阶的强者 她都未必会去复制 除非有特别的用处 比如南疆的八阶巅峰谷王 百姓这下放宽了心 但仍然对大厦的安危非常关心 不过比起百姓 那些强大的世家 特别是燕京的大世家 还有大厦的诸侯 门阀中的供奉强者 家主及其家人 则是最担心的 几乎所有人 都暂时放下了手头的工作 拿着手机平板 关注零号地毯式搜寻的直播 可是零号的飞行太快 卫星都跟不上 零号得知后 只好开始战皇令牌的直播功法 只见画面中 所有的景物 都是虚化 成了模糊的线条 但时不时就会听到 复制人被搜寻到 被斩杀时的短暂惨叫声 同时 零号将战皇令牌 跟他的意识 进行了联络 斩杀复制人的同时 公布其身份 战皇令牌 作为大厦的高科技产品 是有意识感应与连线功能的 可以直接读取大脑中的意识 魔都荒野资源站站长 孙虎 前文 这两人等级非常低 只有六阶高阶 但星宫掌控他们 可以知道 什么人进入了荒野探险 方便他们追踪 抢夺探险所得的资源 魔都 荣远侯 荣拜 这个刚好是零号的仇人 零号直接将其斩杀 荣拜曾经是魔都军部的战王 后来 进入了龙魂镇国军 退役后 在魔都的军部 仍然有不小的影响力 可以替星宫做不少事 让星宫的一些行动 变得极为便利 至于魔都军部现役的实权人物 星宫没敢动 因为一旦出事 容易被发现 而且 他们的警惕性也更高 不容易被复制 魔都图书馆馆长 控制馆长 星宫可以得到许多强大的技能 虽然未必能带走 但对于强大的异能者来说 只要能看到 记住就行了 不需要带走原本 魔都国际银行行长 这个做点假账 星宫就可以获得巨额奖金 事后检查发现 星宫已经清空了银行的金库 周家的许多弹药 比如七阶破禁丹等等 也都被星宫清空了 还有唐家 一些强大的凶兽 也被星宫带走了 唐家最强的一个御寿师 也被星宫复制控制了 江南荒野资源站站长 江北首富 王家家主王得财 事后发现 星宫已经让王家 成了江北首富 燕京十大世家 星宫只动了后五大世家 家主及家中的强者 及九阶供奉 都被复制控制 家底几乎都被掏空了 燕京的世家 排名越靠前 视力越强大 各方面的关系越复杂 上官云没有轻举妄动 还有长安侯 太平侯 刚好是零号的仇人 被他直接斩杀了 第224章 继续报仇 铲除毒瘤 副制人的名单一公布 全网都炸锅了 陈捕牧草 我怎么感觉 国库都被星宫 搬空了大厦的很多资源 钱 可都掌握在各大世家手中啊 不算被星宫 掏空的世家和银行 光是上官家 就是魔都第一世家 他们的生意 本来就做得很好 自己的资源和资金 就多得不得了了呀 感谢星宫只坑有钱人 那几个战长 也是倒霉 不过星宫究竟是坏人 不可原谅 希望号神 能够找到星宫老巢 彻底灭了星宫这颗毒瘤 真的太可怕了 要不是浩哥神通广大 发现了上官云 是星宫公主 发现了复制人 大厦搞不好 真的会被掏空 到时候 星宫发动大战 搞不好就打不过了 地毯式搜寻终于结束 一共找出了五十几个复制人 要么 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要么是一些 对星宫来说有用的人 只可惜 没有搜到星宫的老巢 灵浩阴沉着脸 心想 星宫老巢 一定是可以遮蔽我的火眼 精精探测 也就是说 其老巢的隐藏装置 或者说手段 等级至少要达到 五宗四节水平 那会是会什么 我的火眼精精 可以探测地下五万米 不可能藏在地下 星宫控制那么多人 这些人的起居 修炼 都需要地方 还有各种资源 现金 还有唐家的凶兽 那地方一定很大 起码也得几万平米 甚至更大 星宫是怎么做到 将那么的地方 完全隐藏的 灵浩想了半天 也想不通 星宫的隐藏手段很强 不过那手段 应该只能是隐蔽的手段 不能用于战斗 否则星宫 要是拥有 五宗四阶等级的攻击手段 早已大举进攻大厦了 现在不用急 经过这次的地毯式搜寻 相信上官云也知道 轻易出手 只会自取灭亡 大厦现阶段是安全的 只要我的等级提升 我就不信 搜寻不到星宫位置 上官云 现在是想着探索上古遗迹 找到足够强大的宝物 或者手段 来对付我 但这并不是那么容易 就能办到的 否则这么多年 星宫也不需要隐藏起来了 既然这样 那就继续报仇 不过在这之前 林浩还是跟龙帝老河 通了影片电话 星宫短期内 不敢轻易出手了 从这一点 这次上官云没有发动 隐藏在大厦的副旨人 就可以看出来 因为他知道 那样用处不大 除非他有把握杀我 我建议 以后龙魂镇国君 巡视大厦时 至少要两人一组 这样做 是为了以防万一 龙帝老河觉得 林浩分析的有理 都安心了许多 也同意了林浩的建议 最后 我还有个大胆的建议 想只求一下 二老的意见 林浩郑重骑士道 龙帝挨压林浩 我们两个是 百分百相信你的 有什么想法 你尽管说 林浩道 为了万全起见 我斗胆 想在二老身上 留个精神印记 虽然上官云 打不过二老 但上官云的复制异能 有没有别的方式 可以复制人 我们还不知道 为了大厦的安全 同意 同意你赶紧来燕京 我当什么事呢 林浩 以后有什么想法 你尽管说 我是百分之一万一 相信你的龙帝 有些责备地 打断林浩道 老河也是林浩 要是我们连你都不相信 那我们还能相信 谁你这样 别说我和龙帝了 整个龙魂镇国军 不 所有大厦 七阶战神 及以上的人 你辛苦 全部留个精神印记 精神印记 可以超远距离感知 这样 一旦他们遇到 新宫之人 或者别的大危机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出手啊 龙帝最后到林浩 以后有什么事 你直接下令救世 不用什么事 都跟我们两个说 林浩也没想到 二老这么信任他 当即透过无限空间 去了燕京 为他们加了精神印记 然后是大厦 所有七阶以上的 军部异能将士 最后是何林 苏灵 花晓星 老六 顾星仪 高佳佳 江玉 雷霆 凌云 梁权 宋玉 克里斯汀 伊弗林 江天行 江启 宋缺 江万朝 云胜天 等等林浩认识的人 以及其重要的家人 燕京第五世家 汪家 林浩带着雷霆 凌云 江启 宋缺四人 出现在大门口 宋缺非常激动 他没想到 林浩会带上他 林浩带上他们 就是想灭掉仇人之后 让他们直接接手 仇人的资产 为国所用 来之前 林浩已经查过了 汪家曾经帮助东营人 在大厦内建造东营艺能大学 更改教材插图 美化东营和老的事 汪家也出过力 这样的家族不灭 难道留着过年吗 只是汪家的关系很硬 汪老爷子 曾是燕京军部教官之一 他的弟弟 也曾在立不认高官 逃离满天下 而且 汪家还跟燕京第三世家 薛家联姻 势力盘根错节 林浩没出现之前 龙帝老河都不便轻举妄动 担心引起大厦局势动荡 到时会内忧外患 不好收拾 林浩可不管那么多 谁敢动 杀无赦 汪家开门的七阶巅峰供奉 看到林浩大驾光临 立即上前攻身行礼 可是 两人还没开口 林浩就直接一拳轰出 将他们轰成了谢武 巨大南木黑漆大门 也被轰成了粉末 此刻 林浩原身的记忆 在脑海中回放 让他感同身受 变得杀气腾腾 汪家一百多个供奉 听到轰鸣声 立即闪身围了出来 谁再来汪家放肆 活腻的话没说完 一看是杀气腾腾的 浩天战皇 怒气立即全消 冷汗直流 腿都软了 浩 浩天战皇 林浩忍着杀意 沉声道 汪家所有供奉 全部充军 如有不服 杀无赦 是 浩天战皇雷霆 和凌云恭敬道 说着立即拿出空间戒指 开始抓人 没人敢反抗 因为他们都知道 林浩的恐怖 看林浩这杀气腾腾的模样 能不杀他们已经是仁慈了 雷霆凌云 心跳都是感叹不已 这些供奉 可至少都是八阶高阶 最强的 还是九阶处级的 既然这么听话 要不是浩哥在 他们甚至不敢进汪家大门 随后 林浩大步而入 怒吼到汪家老爷子 以及汪家家主一辈 当年都参与过追杀我父母 全都杀无赦 其余家眷 全部充军 为者 杀无赦 是 浩天战皇帝226章 老雷大仇得报 接下来去薛家 林浩点了点头 同意让雷霆出手 同时目光看向了凌云 凌云会议 富儿小生到老雷 是贫苦出身 当年因为觉醒了 A级雷电一能 又救过汪家大小姐汪盈 于是 两人就相恋了 当时老雷都准备娶她了 可谁知 那汪盈脚踏两只船 先是跟老雷轻轻握握 后来遇到了薛少阳 看中薛家的家世背景 背着老雷 跟当时才三阶出击的薛少阳 搞在了一起 最后还说是老雷一定缠着她 薛少阳信以为真 两人就定下毒计 让汪盈曰老雷去荒野探险 到了没人的地方 两个肩夫淫妇就联合薛家供奉 要杀了老雷 当时的老雷才五阶出击 薛家的供奉却是六阶 老雷很快被打成重伤 幸好当时魔都军部的战神经过 发现了 出手阻止 否则 老雷就死了 薛家实力强大无比 老雷当时没法报仇 后来就进了军部 拼命修炼 加上军部的栽培 硬是将A级异能 提升到了S级 突破了七阶战神经 只不过实军部后 任务繁重 加上老雷眼界已经开阔 报仇的心 没有当初那么赤裂了 而且 薛家势力很强大 报仇很难 这事也就搁置了 今天薛少阳居然挑衅老雷 简直是自寻死路 林浩听完 气得差点就要出手一掌 拍死薛少阳 不过为了老雷能够解开心碱 还是忍住了 反正今天有他 薛少阳死定了 老雷浑身闪电 噼里啪啦 杀气腾腾地走向薛少阳 你这废物 十几年过去了 还只是五阶巅峰 这时汪盈跑了出来 还一边跑 一边整理蕾丝睡衣 看了雷霆一眼 冷冷到你说谁废物 要不是你们打扰 我跟少阳能大战两个小时 你突破了战神 又怎样能比得上薛家吗 薛少阳得意无比 搂住汪盈 一阵乱啃 还挑衅到老雷啊 我忘了告诉你了 其实我不止一个女人 她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我当时就是看不惯你 处处受人拥戴 汪盈却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还笑到优秀的男人 本来就该这样 不像老雷你 到现在还是单身 雷霆震怒 浑身雷电乍响 咆哮到 你们这对狗男女 给我死 薛少阳冷笑 我可不想跟单身狗打 仿了我的手 心念一动 从空间戒指中 放出了两个三米多高的 九阶初级智慧 战斗机器人 凌云送缺衣精 凌云立即就要上前帮忙 林浩冷笑道 你们怕是还不知道 汪翔和汪家的老不死 已经被我给杀了吧 死到临头 还有心情在这狂吠 哄 话音落下 也不见林浩有什么动作 八荒神火 就凭空呼啸而起 将两个九阶智慧 战斗机器人 烧成了虚无 就是这样烧死的林浩的话 像一把刀 狠狠地插进了汪赢的心里 阿汪赢惨叫一声 瘫倒在地 无比凄惨地哭了起来 充满了惊恐 薛绍阳同样非常惊恐 但他的脸上 却是一点悲伤都没有 他对汪家人 根本就没有什么感情可言 但他浑身都在颤抖 冷汗直流 一边后退 一边惊恐地问道 你到底是谁 能一念之间 烧死九阶战斗机器人的人 绝对不是一般人 可是薛绍阳不关心国家大事 不知道林浩是谁 汪赢看他在后退 知道他想逃 赶紧抓住的脚 哀求道绍阳 带我一起走 我爸和我哥都死了 我只有你了 砰 滚开薛绍阳毫不犹豫地 一脚将踹开 汪赢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狠狠地撞在了石柱之上 大腿直接骨折 血流如重 痛得浑身颤抖 泪如雨下 林浩到雷霆 动手 雷霆立即杀向了薛绍阳 巨大如铁锤的拳头上 黑电炸裂般地闪烁 薛绍阳立即穿上了九阶机甲 同时催动随身携带的九阶镜神服 突然 一阵无形 却玄傲无比地波动散开 雷霆浑身的雷电 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林云宋缺的异能 也都被禁锢住了 雷霆一惊 但仍然不打算放弃 薛绍阳狂笑雷霆 你就算拼命修炼 也没有我一个镜神服 就能破了你异能 还有我这九阶机甲 也可以让我不用修炼 就能杀了你在我面前 你就是永远的失败者 说着 薛绍阳控制九阶机甲 一拳砸向雷霆 这要是打中 雷霆半条命就没有了 徒弟被欺负成这样 林浩哪里能忍 心念一动 八荒神火呼啸而起 瞬间将薛绍阳的九阶机甲 烧成了灰烬 下一瞬间 雷霆巨大的拳头 砸中了薛绍阳的腹部 而薛绍阳惨叫着倒飞而出 全身骨头都碎 整个人血肉模糊 嘴里却还是在惊骇地念着 怎么可能 九阶初级的禁神符 竟然 竟然对你没用 不要杀我 我是薛家 碰 雷霆一拳砸下 打断了薛绍阳的话 碰碰 雷霆暴怒无比 拳头像雨点一样落下 硬生生把薛绍阳给捶死了 最后 雷霆禁止走向汪莹 汪莹看着浑身是血 宛如杀神的雷霆 吓得魂飞破散 满脸惊恐 不要杀我 老雷 不要杀我 我是爱你的 当年都是薛绍阳逼我的 雷霆十次利落 一掌拍出 雷霆闪烁 直接将他砸成了灰烬 林浩也不废话 到宋缺 你去把薛绍阳的空间戒指 和禁神符给收了 以后就是你的了 他知道 雷霆是不肯要仇人的东西的 所以 直接叫宋缺去了 宋缺还没有禁神符 禁神符对他而言 就是神物 宋缺激动得不行多谢浩哥 凌云上前搂住雷霆老雷 干得漂亮 雷霆却是对林浩道师父 多谢你帮我报仇报完仇 他整个人轻松了 林浩淡淡到小事而已 你们还有 谁有没报的仇 尽管跟我说 凌云笑道师父 我没有 我可没被人戴过绿帽 雷霆老雷 你是不是欠揍 凌云来啊 都是八戒 谁怕谁 林浩道好了 你们接受一下汪家的资产 把关键职位的人 都换成自己人 处理完了 就跟我去薛家 我的仇还没报完呢 第227章 我还可以更放肆 林浩一进汪家大门 讯息就传开了 燕金排名 第23的世家 都是惶恐无比 生怕林浩来找他们 因为他们心虚 这三大世家的家主 早就认出了林浩 就是当年没杀掉的那个少年 这段时间 他们一直惶恐中度过 不过他们 也都跟汪家一样 认为林浩根本不知道 当年是谁追杀过他的父母 加上他们觉得自己足够强大 林浩就算知道了 也不敢动手 所以 他们都没跑 燕金二环 燕金排名第三的世家 薛家 整个欧式庄园 金碧辉煌 充满了贵气 林浩带着雷霆凌云 江启宋缺 出现在了大门口 江启和宋缺 还沉浸在收缴 汪家资产的兴奋之中 汪家 那可是燕金第五世家 随随便便 就能碾压他们魔度的世家 两人打死都没想到 有一天 他们能来燕镜 血洗燕金的顶级世家 收缴他们的资产 虽然收了之后 都是在为林浩 为大厦办事 但这份荣耀 却是比自己的家族 成为顶级世家 更让他们激动 现在 宋缺和江启 则是更加的激动 因为他们已经跟着林浩 来灭燕金第三世家薛家了 两人的眼里 全是无尽的崇拜 薛家看门的四个供奉 全是八街巅峰 比雷霆凌云还要强 这是薛家 闲杂人等 赶紧滚薛家供奉 习惯性的怒吼 可是他开子还没说出话 脚就已经软了 随后感觉全身 都是冰冷的 无尽的恐惧 从心头蔓延到了全身 四人立即扑通一声 跪了下去 浩天战皇恕罪 小的不知 是您大驾光临 求战皇饶命啊 林浩冷笑见人 舅舅叫人滚 狗眼看人爹 平时还不知道 怎么欺负百姓 你们可以去死了 心念一动 八皇神火呼啸起来 四街八街巅峰的薛家供奉 瞬间被烧成灰飞烟灭 静 林浩话音落下 雷霆凌云将起送缺 四人同时出手 直接砸烂了薛家 五米高的大门 杀了进去 砰砰 所过之处 薛家之人还有供奉 见一个杀一个 根本懒得跟他们废话 薛家家主薛凌峰 听到动静 立即带人冲了出来 薛凌峰 九街初级 薛家家主 是个高寿的中年人 在户部任职 掌管大厦所有的房地产审批 每年光是各地父母官 和各开发商孝敬的钱 就是天文数字 薛家老爷子 更是退休的户部部长 他也是九街初级 虽然薛家父子的等级 不算顶尖 但薛凌峰的二子 却是觉醒了S级异能 十年前进了昆仑界 前途无量 就因为这一点 大厦对薛家的贪污 都得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不敢轻举妄动 薛凌峰眼神阴逸 可是一看到是林浩 顿时满脸堆笑 原来是浩天战皇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啊 是不是底下的 混账东西不开眼 惹到浩哥你 我非好好教训 他们不可 薛凌峰这样的人 自然有办法 打听到林浩的战皇封号 薛家的供奉 都吓得瑟瑟发抖 薛凌峰说教训 那可不是一般的教训 是要掉脑袋的 林浩冷笑别废话 我是来杀你的 当年你们父子 曾经追杀过我的父母 薛凌峰的笑容 瞬间凝固 赶紧求饶到浩哥 冤枉啊 我们父子确实 曾经追杀过 令尊令堂 可是他们并没有死啊 反倒是我的三第四殿 被他们反杀了 我们父子也是装死 才逃过一劫啊 都怪我们当时太贪心了 不过令尊令堂 不但没死 还进了昆仑界 也算因祸得福了 当然我不是说 我们没有错 我们确实不该追杀他们 我们愿意赔偿 哪怕将薛家 所有资产都奉上 我们也没有怨言 浩哥 您看这样的话 您可以消消气吗 林浩一经 你怎么确定 他们进了昆仑界吗 薛凌峰觉得有戏 赶紧笑道 我们亲眼看见的 当时我们父子 偷偷看着令尊令堂 过了七彩虹桥 进了昆仑界 我和我爸也想进去 可是刚踏上虹桥 就被一股无形的距离震飞了 我们不甘心 一连试了三次 最后一次 差点被震死了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还录了影片 你看 当时可是七彩虹桥接引 我那不孝的二儿子 进去的时候 才三道虹桥接引啊 他看似不经意地说出这个 就是想威慑林浩 一旦激起千层浪 雷霆 凌云 将其宋缺等人 都是震撼无比 他们都是听说过 昆仑界的事的 只有一开始 就觉醒强大异能的人 才有可能被昆仑界 主动接引进去 可见薛家二子的天赋 而林浩父母的天赋 与强大 那就更不必说了 只有林浩 没有什么震撼 只是激动不已 毕竟他融合了 原生的记忆和感情 能看到父母自然会激动 林浩一个闪身 接过薛凌峰的手机 雷霆四人都忍不住围了过来 只见影片中 威鹅的昆昆伦 山脉脚下 一道七彩长虹 从虚空中降下 落到了林浩父母面前 两人相互扶持着 走进上了红桥 消失在了红桥尽头 竟然只有背影 林浩有些失望 凌云道虽然只有背影 但至少证明 师父的父母 确实还活着 而且进了昆仑界 再过一段时间 昆仑界开启 师父就可以跟他们团聚了 雷霆笑道 以师父的天赋 到时肯定也是七彩虹桥接引 将其宋缺 也是由衷地替林浩高兴 林浩看向薛凌峰 眼神依旧冰冷 影片我收下了 你们可以去死了 薛凌峰的笑容 再次凝固浩哥 令尊令堂还活着 你为什么还要杀在下 林浩冷笑敢追杀我父母 死一万次都不够 薛凌峰气得咬牙切齿林浩 你敢杀我 不怕龙弟追究吗 我可是户部的人 林浩冷笑 我有先斩后奏之权何况 龙弟要是知道 你们薛家地库 一万平米的金库之中 堆满了贪污得来的陷阱 恐怕他也会忍不住要杀你 一进入薛家 林浩的火眼金睛 就感知到了薛家金库的存在 资讯同步给了林浩 薛凌峰眼神一阵慌乱 你胡说什么 什么金库 我们薛家从来没有贪污 是吗 林浩说着 抬起手 掌心凝聚出一颗恐怖的空间风暴球 翻手间 空间风暴球落下 恐怖的空间碎片 直接将击穿坚硬的石板 和金库三十公分的合金墙 将地面洞 穿出了一个直径一米的大洞 底下 正是薛家的金库 里面整整齐齐 堆满了现金 薛凌峰脸色发白 放肆竟敢在薛家撒野这时 一声怒吼 从薛家深处传来 话音刚落 薛老爷子就出现在了薛凌峰身旁 薛老爷子 九阶初级 恐怖的威压 笼罩周围十里 雷霆凌云将其送缺四人 被一股强大恐怖的力量 向下压去 感觉腿都要断了 浑身冷汗直流 林浩冷笑 直接一拳轰出 仅仅是纯力量的一拳 而且是隔空攻击 但那恐怖的力量 就已经直接将薛凌峰 轰成了血污 笼罩在雷霆四人身上的威压 也被瞬间击散 四人顿时松了口气 惊恐不已 我还可以更放肆 林浩沉声冷笑道 薛老爷子 目自欲猎凌峰啊 我的儿子阿林浩 你大胆 就算是龙帝要杀我们父子 也要走刘城 审查判决 你竟敢 薛家的其他人 却是吓得腿都软了 林浩懒得废话 挥手间 八荒神火呼啸而出 将薛家几十口人 全部烧成了虚无 要是薛老头子 不说惹怒林浩的话 他还可以放其他人一条生路 让他们去冲军 既然他找死 那就不客气了 林浩倒老样子 收缴薛家资产 下一个 燕京第二世家 第二百二十八章 别挣扎了 今天你们死定了 黄昏 天色苍茫 燕京第二世家 秦家 什么 汪家 薛家都被林浩灭了家主秦天 大惊失色 手中的酒杯 因惊慌而衰落地面碎裂 葡萄染红了地面 秦天是燕京军部的上任统帅 九阶高阶 穿着一身糖装 不怒自卫 但现在他的脸上 却全是惊恐 爸 怎么办 秦家二公子 秦瑞惶恐道 怎么办 能怎么办 林浩可是屠东赢回老的人 进神符对他都不起作用 谁能打得过他 秦天又气又恨 秦瑞腿都软了 瘫倒在地 秦天点了根滑子 吞云吐雾了几口 枪住了 用力地扔在地上 狠狠踩面 该死的林浩 我绝不能让你毁了我 秦家必须要想办法 爸 你可以摇人啊 叫你曾经的布下来啊 秦瑞旁复找到救命稻草 没用的 汪家叫了那么多人 结果看到是林浩 没有一个敢出手的 找何老 对了 找何老 他的面子 林浩必须给秦天 似乎看见了曙光 我马上去何老 秦天父子立即出门 去了大夏艺能特种部队司令部 可惜老何不在 知道何老去哪了吗 秦天面色凝重地问道 不知道 秦天立即打何老的电话 根本打不通 秦天急得跺脚 怎么会这样 爸 我们去找龙帝吧 对 对对对 找龙帝 龙帝也没找到 电话同样打不通 秦天父子 记得什么都顾不上了 去了何老和秦天的 可还是没有找到他们 天塌了 秦天父子绝望地往回走 豪车在身后跟着 夜幕不知何时降临 这原本为高权重的两个人 此时落魄得像是流浪汉 爸 我们 我们该怎么办 西装革履的秦瑞 此时头发大拉下来 眼神完全没有了精气神 满脸都是冷汗 像是一条刚从河里捞上来的落水狗 还能怎么办 这已经不只是林浩要灭我们了 这是龙帝要灭我们啊 趁林浩没来 赶紧逃吧 对 赶紧逃 赶紧逃 再晚就跑不了了 秦天瞬间惊醒 立即拉着儿子上了豪车 去郊区开快点 遇到红灯 全部给我闯过去 他想去郊区 再坐智慧战机逃跑 爸 为什么要去郊区 回家不行吗 我们家有停机坪啊 回家你找死吗 林浩现在说不定就在家等着我们 再给我开快点 闯了十几个红灯 到了郊区 秦天心念一动 从空间介质中取出了 SSS级智慧战机 拉着儿子秦瑞火 集火了地上了智慧战机 却发现战机可以启动 但却无法升空 秦天绝望地瘫倒在地丸了 智慧战机被锁定 献飞了 爸 还有机甲 机甲也被献飞了 大厦的机甲和智慧战机 都是受大厦军部控制 关键时候 军部可以关闭许可权 防止有人用二者做坏事 燕进一处柬埔的四合院 龙帝和老河相对儿做 吃着羊肉火锅 龙帝一口肉 一口花子 开怀大笑老河啊 咱们有多久没有这样悠闲地 吃个火锅了 老河感慨地笑道的 有十年了吧 这些年 内忧外患 过年都不安心啊 现在好了 有了林浩这家伙 以前我们不放心动的人 他三下五除二 就给办了痛快 还得是年轻人啊 不错 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咱们也可以想想轻浮了 爸 我们不能在这等死啊 我们在找找你以前的部下 不用我们出手 就让他们带我们离开燕京 这个他们总有办法吧 只要离开了燕京 躲上一段时间 等昆仑界开启 我哥回来 就不怕林浩了 秦瑞满脸愤恨 而又痛苦地说道 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想离开繁华的燕京 但现在他必须逃走 想尽一切办法 也要逃走 对 对 我怎么没想到这点 不用他们出手 只要他们能帮我们离开燕京就好了 秦天说着 立即拿出电话 联络曾经的部下 他们如今有不少都是军部 甚至龙魂镇国君的干将 可惜 打了上百个电话 全都没人接着 秦家父子彻底绝望了 别挣扎了 今天你们死定了突然 一道雷霆般的声音 响彻四方 他来之前 秦家的人其他 已经都被抓去军部冲军了 秦家父子 从绝望中惊醒 彭腹被电了一下 惊恐地站起来 四处张望 林浩布 是浩天战皇 浩哥 浩哥 求求你放了父子吧 秦天直接跪了下去 秦瑞也是吓得瑟瑟发抖 跪都跪不晚啊 直接趴到了地上 曾经 他们是燕京 甚至是在整个大厦 都能叱扎风云的人物 可如今 却不得不卑微地下跪求饶 林浩一个闪身 来到两人面前 恐怖的威压 将他们颓骨 直接压成粉末 啊 阿爸 救救我 浩哥 求求你 饶了我吧 秦家父子的惨叫声 响彻夜空 秦天忍着剧痛 继续求饶浩哥 当年是我们的错 不该追求你们父母 求求你 可不可以放了我儿子 我随意你处置 求求你了 浩哥 林浩冷笑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说着 屈指一谈 一颗八荒神火球 呼啸而出 彭腐流星 划破夜空 转眼间 炸裂开来 将秦瑞笼罩 阿秦瑞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响起 但眨眼间就嘎然而止 林浩冷漠的声音 响起敢追杀我父母 我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残忍 二儿子秦瑞不 不 不要林浩 我跟你拼了 林浩冷笑 一颗八荒神火球 呼啸而出 直接将晴天烧成了灰烬 杀完走了 下一个 燕京低势家 叶家 雷霆凌云将起送缺四人 已经等在大门口了 不过四人脸上 都是有些畏惧之色 因为叶老爷子叶天雄 三十年前 是曾经大下龙魂镇 国军的主帅 退役后 霍丰安国侯 虽然退役多年 但多子多福 光是儿子就有十个 大儿子叶飞 曾是燕京的父母官 二儿子叶峰 曾是燕京军部的副帅 三儿子叶京茂 是现在的燕京首富 孙子辈中 更是有两个 进入了昆仑界 一个是十年前进去的 另一个是二十年前进去的 灵气复苏 人类与凶兽大战之后 人口曾经锐减 因此 南兴各国 一直保持着多子多福的政策 以此保证人类数量 雷霆和凌云曾经的领导 都是叶天雄的救部 难怪他们惶恐了 第二百十九张星耀石 建造的安全屋 燕京二环 夜色繁华 燕京低市家 叶家 古典园林市的住宅 占地五百亩 秦家和汪家被灭的讯息 已经传播开来 这一次 官方并没有封锁讯息 大侠就是让那些蛀虫们看看 什么叫善恶到头中有报 官方这次不仅不封锁讯息 而且还放出了一些百姓 所不知道的讯息 以前 有些资讯不方便让百姓知道 是怕引起百姓恐慌 但现在有了零号 官方已经不担心了 叶家门前 聚集了无数燕京百姓 不过都是远远地站着 小声地议论着 生怕被叶家人听到 被灭口 要不是听说是零号要对付叶家 百姓们根本不敢来看 更别说议论了 房间传闻 叶家的泳池 用的都是异能灵权 难怪子孙一个个都是异能强者 真的假的 异能灵权最便宜 也要十毫升 十一大下壁 我听说别的世家子弟 一天喝一瓶 就已经惊呆了 没想到叶家人竟然用来泡澡 太恐怖了 叶家人泡一次澡 就得泡得一个现成一年的 GDP吧 何止啊 我还听说 叶家人夏天睡的床 都是先铺一层玄金 再铺上姑苏的蚕丝背 再开着空调呢 玄金也是非常贵的 我听说 叶家用什么七叶魂支 还是八叶魂支炒菜吃 听说那一朵 就够我们普通人吃一辈子了 这算什么 你们不是异能者不知道 叶家之中 可是放着十颗九阶进神府 等级最高的那刻 据说是九阶巅峰级别的 龙帝来了 异能都会被禁掉 异能者别说禁去了 就连我现在站在这 全身的异能 都被死死的禁锢了 真的假的 龙帝来了 都能禁掉他的异能 这感觉是要造反啊 我还听说 叶家有件200平米的安全屋 是完全用宇宙金属 星药石建造的 足足用了300吨 听说九阶巅峰强者都打不破 你们知道大厦官方 才多少星药石吗 听说不到十吨啊 陈捕牧草 星药石可是用来建造 SSS及机甲 和智慧战机的战略资源 他们竟然不上交大厦 其心可捉啊 你们说的这些 都不算什么 我看传说多半是真的 叶家的各种财富 都是富可敌国的 你们都没说到点上 你们知道 叶家能够稳坐燕京第一世家 真正靠的是什么吗 听你的意思 难道不是靠叶老爷子 他曾经可是 龙魂镇国君的统帅 哼 要是靠这个 还要你说 叶家真正靠的是 进入昆仑界的两个孙子 一个二十年前进去的 一个十年前进去的 他们两个 很可能已经突破了传说中的 武宗等级 比龙帝和何老总都厉害了 吃瓜群众不约而同 其声大喊陈捕木曹 听说龙帝在九阶巅峰 卡了几十年了 相比之下 这叶家也太恐怖了 昆仑界是什么鬼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鬼 但是应该是非常就是了 传说龙帝和老何当年 就曾经得到过昆仑界的帮助 才能在灵气复苏初期 凶兽强而人类弱的情况下 保住了大夏 不然很有可能今天大夏版图 还有一半是被凶兽控制 陈捕木曹 昆仑界这么厉害 我怎么不知道 有些事 本来就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操心的 不过叶家这么强 为什么上次魔都荒野的寿巢 没听说叶家出人出力 你们还不知道吧 其实叶家二十年前开始 就不管大夏的事了 叶家孙子辈 没有一个人进入军部 有人说 叶家已经看不上大夏这破地方了 要全家都搬进昆仑界 哼 什么昆仑界昆仑库我不管 我只知道 五位大夏出力 再强都是垃圾 都是蛀虫 说的对叶家已经堕落了 我觉得这就是 今夜浩哥来叶家的原因之前 被灭的秦家 汪家 也一样 你们说叶家这么强 浩哥能打得过吗 这不废话吗 浩哥是什么人 那是屠东营 回老的存在 龙弟和老总都头疼的心工 都被浩哥打得龟缩起来 不敢出来了 我们拭目以待就好了 灵浩看了雷霆凌云将起宋缺一眼 你们什么情况 长只窗啊 畏畏缩缩的 全场死记 然后一片哗然 我今天才知道 浩天也有搞笑的一面 雷霆师父 叶家叶天雄啊 我以前在他儿子手下笑历过一阵子 后来 我去的每个军部统帅 都是他的徒子徒孙啊 灵云也是连连点头 将起宋缺 就更不用说了 灵浩废什么话 太子犯法 与民同罪 叶家堕落 不思报国 还追杀我父母 我今天就是要灭了叶家 赶紧的 说完 灵浩开启战皇令牌上的直播模式 踏波进 雷霆四人赶紧跟上 叶家门口 是两个酒街 触及供奉守门 一看到灵浩 就躬身行礼 躬迎浩天战皇 驾邻叶家 老爷子躬后多时了 灵浩鸟都没鸟两人 直接走了进去 两人赶紧小跑几步 前面带路 穿过一条 蜿蜒曲折的 白米长廊 几人来到 占地白亩的湖边 湖中数千井里 每一头都有 两米多长 在夜景灯光的照耀下 悠闲地在水中游异 观看直播的 网友炸锅了 这就是大厦顶豪世家的家嘛 这湖比我们学校还大 这真的是井里吗 竟然有两米多长 他们吃什么长大的 一定吃得比我还好吧 好大好可爱的井里 好想抱一头回家啊 感谢浩哥直播 让我看到了 平时根本看不到 燕京第一世家的 古典园林之家 这放在古代 就是妥妥的王府啊 大家看到大湖 井里我看到的是 明知明高 有道理 太有钱了 不正常 坐等浩哥破案 白母湖心格格厅中 叶天雄和儿子 叶家家主叶飞 看到林浩进来 都从座位上起身迎接 浩哥 大驾光临 有诗远迎 叶飞有些惶恐 林浩小兄弟 真是久仰大名 竟然比直播中还帅 不愧是我大厦的 后起之秀啊 叶天雄 却仍然面色淡然 让人看不出 他的喜怒哀乐 只是头发有些发白 带着些许 金戈铁马后的沧桑 林浩懒得理他 目光死死地 盯着叶天雄父子 雷霆四人看到叶天雄 脚步都不自觉地放缓了 叶天雄眼中 闪过一抹 不亦察觉的怒意 赶紧给自己找台 接下雷霆 林浩 好久不见啊 雷霆林云 都忍不住愣了一下 正不知道怎么回答 林浩已经语气冷冰地问道 你们两个 准备好受死了吗 叶飞吓得一阵哆嗦 惶恐不已 本能帝后退了几步 叶天雄神色一宁 不怒自威 显然很不高兴 但还是马上笑到林浩小兄弟 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误会 十年前 你们父子追杀我父母 能有什么误会怎么 堂堂的安国侯 敢做不敢当 叶天雄到林浩小兄弟 其实当年 我们父子 只是去凑凑热闹 并没有追杀令尊令堂 林浩冷笑承认 去过就行 我不是来听你解释的 受死吧 叶天雄健壮 也不废话 立即身形一闪 拉着儿子叶飞 消失在原地 直接进了地下星钥石 建造的安全屋中 网友没想到 浩哥是来报仇的 不过浩哥一定不只是 来报仇的 话说安国侯的气场 是真的强大 雷霆凌云 也是成名已久的战神了 听说不久前 还突破了八戒 可是看想到 见了安国侯 还会害怕 浩哥快追啊 一定不能让叶天雄 跑了第230张化为 火海的安全屋 林浩的超SSS 极易能火眼金睛 和精神领域 瞬间锁定叶天雄父子 想跑 太天真了 以为了躲进星钥石 做的安全屋 就没事了 可惜 你们还是太天真了 林浩身形一闪 瞬间来到了地下的 夜家安全屋前 雷霆四人 立即跟了上来 只见巨大的地下室中央 是一间完全由 星钥石建造的安全屋 漆黑的星钥石 散发着宛如夜空 星河般的光芒 神秘 坚硬无比 雷霆忍不住惊叹 太奢侈了 整间安全屋 都是星钥石啊 以大下的科解 光是开采 就得好几年啊 林云连大门和索 都是星钥石打造的 他们哪来的 这么多星钥石 将其是夜家的 星钥石矿卖开采的 前后将近二十年时间 夜家仗着势力强大 两个孙子 又进了昆仑建 只将极少的星钥石 上郊大厦 其余的 都留下私用 才有了这星钥石安全屋 网友陈补木槽 传闻竟然是真的 夜家真的用星钥石 打造的安全屋 夜家盗取 大厦战略资源的罪名 算是坐实了 浩哥 夜家这种蛀虫 不能留国仇家恨意起算 星钥石是宇宙金属 SSS 即智慧战机 只加了一点 就非常坚硬 不知道浩哥 能不能破开啊 安全屋内的夜天雄 笑道 江贤直说的对 老夫也没什么不承认的 但你们有一点不知道 其实老夫做这些 都是为了大厦 老夫的两个孙子 在昆仑建 星钥石 哪怕在昆仑建 也是颇为受欢迎的 我们夜家最近二十年 都在积攒星钥石 其中一大部分 每十年就会拿去 孝敬昆仑的势力 让他们保护大厦 林浩冷笑 是保护你们 夜家才对吧 夜天雄大笑 林浩小友 不管你怎么说都好 我无所谓 你是不知道 外面天地的广阔 不知道昆仑界的强大 甚至连龙帝也不清楚 但我夜家确实知道 昆仑界随便一个小势力 都能灭了大厦 你若是放我夜家一马 几个月后 昆仑界开启 我一定让我那长孙 为你引荐最好的势力 你看如何 林浩冷笑追杀我父母 还想跟我做交易 可笑 夜天雄也不再劝林浩 那你随意吧 不过到时 昆仑界开启 我的两个孙子回来了 你可就别怪我老夫心狠手辣了 八荒神火领域 林浩二话不说 直接动手 哄 恐怖无比的火焰 瞬间笼罩整个安全屋 整个安全屋 都被烧化掉了一层 但却没破 网友陈捕木曹星钥匙 也太硬了吧 我的长枪 要是有这么硬就爽了 自从浩哥出道以来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 浩哥破不开的东西 话别说太早 浩哥没出权力的夜天雄 真该死 竟然想贿赂浩哥 夜天雄大笑林浩 别白费力气了 这可是星钥匙 你破不开的 我们只要在这里面 待到昆仑界开启 等我两个孙子回来 别说你了 倒是整个大厦 都是我夜家的 哈哈 话刚说完 他的笑容突然凝固 然后立即变得惊恐起来 只因他感受到 安全屋内的温度 在急速上升 连他都开始浑身流汗 夜家其他人 更是早就全身被汗湿透了 一个夜飞 不小心手碰到星钥匙上 整个手掌的骨肉 瞬间被烫焦 化为黑色灰尘 速速落下 哪怕夜家人都是见多识广 见过大世面的人 也被这一幕吓坏了 怎么会这样 一般的攻击 根本不可能让星钥匙 传到如此恐怖的温度 当初安全屋建好之后 叶天雄曾经亲自试过 以他九阶巅峰的火焰 异能实力 耗尽了异能 也无法让星钥匙发烫 安全屋外 林浩将八荒神火的威力 集中到了一个点上 不断地焚烧 星钥匙是五宗巅峰级的 钥匙只出手一两次 根本破不开 甚至战力跟林浩相同的 普通异能者 耗尽所有异能 也破不开 不过谁叫林浩拥有超 SSS级异能生生不息 可以自动瞬间恢复 被消耗的异能 异能取之不尽呢 师傅的异能太持久了 简直是无限异能啊 雷霆震撼道 这样持续地焚烧下去 用不了多久 星钥匙也得被烧成渣 林云师傅真是神人啊 星钥匙墙壁 几乎是肉眼可见的速度 被八荒神火烧成虚无 夜天雄荒了 开始大声求饶林浩小友 不浩哥 浩哥求求你饶了 我们叶家吧 等我两个孙子回来 我愿与浩哥 你平分天下 浩哥求求你了 林浩冷笑 我还是太小看 你们叶家了 没想到 你们打的竟然是天下的主意 你们与东营狗 简直没什么差别 不灭叶家 天理难容 雷霆凌云将其送缺四人 听了叶天雄的话 也是本能的大怒 叶天雄早已没有了 一开始的从容不迫 他已经惊恐地瑟瑟发抖了 但为了一线生计 他还在不断地求饶浩哥 您可能还不清楚昆仑界的可怕 你就算灭了我们 你也打不过我的两个孙子 到时他们得知 叶家被灭 恐怖的怒火 将烧遍整个大厦 就算你天赋绝伦 到时等级飞胜 能够打败我的两个孙子 可是 你是不可能打得过 他们两个所在的昆仑界势力的 浩哥 您还是饶了我们一家的狗命 何则两利啊 浩哥 林浩没有搭理他们 面色越来越是阴沉 看来昆仑界真的很强大 否则 叶家不敢明目张胆地开采新药石 将大部分挪为私用 只上交一部分 浩哥要是现在灭了叶家 到时叶家孙子回来 浩哥能打得过吗 不管打不打得过 我要是浩哥 就算打不过 也要先灭了燕镜叶家 太气人了 浩哥一定没问题 大家放心吧 不然怎么会直播 这叫胸有成竹 你们有见浩哥说过吗 说得对 浩哥是我心中永远地神灭了叶家 叶家想称霸大厦 必须灭掉 哄 突然 安全屋的新药石墙壁被烧穿 洞穿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洞 叶家之人求饶之声 猛然停止 神情前所未有的惊恐 一个个都本能地向安全屋的角落躲去 尽量远离孔洞 似乎那样就可以不用死 雷霆四人震撼无比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就算我有无限意呢 恐怖也要一年才能洞穿啊 八荒神火 林浩一声怒鹤 几百颗八荒神火 呼啸而起 一颗接着一颗 射进孔洞之中 固若金汤的新药石安全屋 瞬间变成了一片火海 惨叫声撕心裂肺 叶天雄彭扶将死的困兽 狂吼浩哥 我知道 有人也想图谋大厦 我告诉你 求求你 放了我吧 林浩冷笑 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 谁敢图谋大厦 我就灭谁九族 我不需要你 提前告诉我 叶天雄吓得魂飞魄散 赶紧改口浩哥 是郑国侯 郑国侯 也有两个孙子 进了昆仑界 而且所在的势力 比我的孙子还要强 浩哥 我已经告诉你了 求求你 放了我一条狗命吧 雷霆凌云四人 惊骇不已 昆仑界究竟有多强 竟然让郑国侯 和燕京第一世家的叶家 都敢谋反 林浩杀气腾腾到你放心去吧 郑国侯 我本来救命 你叶家的两个孙子 很快就会下去陪你们的 话音落下 叶天雄叶飞等人 全被烧成了虚无 至此 叶家只剩那两个 进了昆仑界的孙子 网友拍手叫好 终于灭掉叶家了 只是没想到 还有一个郑国侯 要不是亲眼看见 亲耳听见 根本无法相信 这些位高权重的人 竟然还不能满足他们的野心 还想称霸大夏 好在有浩哥 否则过段时间 昆仑界开启 估计叶家 就要启动 称霸大夏的计划了 浩哥 赶快去灭了郑国侯啊 他一定看到直播了 别让他逃跑了 林浩关闭了直播 雷霆等人愣了片刻 突然都露出了感慨之色 叶天雄本是一代传奇 他和他的子孙后代 本来完全可以安享 颇天富贵的 可惜 竟然暗中图谋不轨 一招被灭 真是活该 林浩可没时间废话 他心念一动 直接召唤 如行星级智慧工程机器人 开始拆安全屋 将星药石 全部收到无限空间之中 三百吨的星药石 可是价值连城啊 看着造型科幻 仙境无比 从所未见的行星 及工程机器人 正在一块块地 拆着安全屋的星药石 雷霆四人震撼得实话了 雷霆尘捕木槽 这是什么神仙机器人 星药石做的安全屋 竟然拆得这么快 林浩比师傅 刚才亲自出手还快 就像拆积木一样 太不科学了 将其送缺二人 震撼惶恐的不敢说话 心中再次庆幸 当初选择了陈福追随林浩 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第231章 武宗一阶智慧战斗机器人 林浩以后 这燕京第一世家的古典园林 就对外开放 做成公园吧 浩格英明雷霆 凌云四人 微笑着硬道 走吧 去郑国侯府 最后一家了 郑国侯确实看了直播 也听到了叶天雄 供出他图谋大厦的阴谋 但他仍然没有逃跑 因为他觉得自己没必要跑 郑国侯 吕大伟 退休之前 是上一任的大厦 新陈军统帅 九阶巅峰 他的异能 是吞噬 S级 郑国侯很低调 他的府邸位于燕京十环 占地也就十几亩 可是当林浩 来到郑国侯府邸 抄SSS级异能火眼金睛 和精神领域 在他脑海中 实时生成的三地立体检视 却显现 郑国侯府的地下三百多米 拥有占地千亩的 高科技智慧制造工厂 工厂那是全封闭的 六面围墙 都是用星药石建造 连大门都是 一般人根本进不去 一般的探测手段 根本发现不了 智慧制造工厂里面 竟然在生产 SSS级机甲 SSS级战斗机器人 以及SSS级智慧战机 其中 科技含量最高的 两条生产线 虽然装置 看着有些陈旧 像是哪里淘汰下来的 但是这两条生产线 却是一条 在生产五宗一阶的机甲 一条在生产五宗一阶 智慧战斗机器人 新增了二十星药石生产出的 五宗一阶机甲和战斗机器人 五宗一阶的机甲数量 已经达到一百个 五宗一阶智慧战斗机器人 更是达到了二百个 这是足以称霸大侠 统治蓝星的恐怖力量 宇家的家眷 也藏在工厂里面 林浩有些不解 拥有这么强的实力 为时魔阵国侯不发动叛乱 带着疑问 林浩开启战皇令牌的直播功能 带着雷霆凌云 宋缺 将起四人 跟叶家的古典园林相比 郑国侯府好小啊 我都有点怀疑 郑国侯是不是被叶家污蔑了 临死之前 随便找个人污蔑一下 好想办法逃跑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 我很好奇郑国侯居然没跑 难道他有什么办法 能打败浩哥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永远无条件相信浩哥 吕大卫 穿着普普通通的短袖 白衬衫 笑呵呵地站在大门口 亲自迎接林浩 欢迎浩天站黄光临寒舍 林浩道 我不是来做客的 我是来杀你的 吕大卫红润的脸上 笑容依旧浩天站黄 为什么要杀我 因为你当年追杀过我父母 不可能 我可是郑国侯 怎么会做这种事 你不承认 我没做过 没法承认 郑国侯一脸无辜的表情 林浩笑了 你是觉得十年过去了 我手上不可能有证据 杀你明不正言不顺 所以才没逃跑是吧 吕大卫也笑到浩天站黄 这是说的什么话 您难得来寒舍做客 我为什么要逃跑我 只恨时间仓促 没能准备什么大餐 欢迎您啊 网友吕大卫 不愧是郑国侯 要是他真 追杀过浩哥父母 却能表现得如此若无其事 那他的臣服 应变能力 脸皮厚度 可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 看浩哥的样子 似乎真没什么实质性的证据 怎么办 毕竟过去了十年 而且还是追杀 谁会傻傻地留下证据 不过浩哥 不打没准备的战 坐等浩哥破局 林浩淡淡一笑你赌对了 我确实没有证据 但我相信 天狼战神给的名单 不会有问题 我还可以告诉你 就算我没有证据 也一样有办法治你的罪 灭了你吕家 吕大为笑到浩天站黄 该不会想给我安一个 莫须有的罪名吧 怎么会 我只是想看看 你们吕家的地下室而已 吕大为仍然面不改色 没想到浩天站黄 竟然有这种癖好 那就请随我来吧 说着 他落落大方 在地前方带路 很快 林浩几人 就到了吕家地下室 十几亩的地下室 跟叶家没法比 但对普通人而言 也已经是非常大了 只是地下室空空荡荡 除了几辆豪车 一些杂物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吕大为笑到浩天站黄 让你失望了 地下室啥也没有 咱们还是上去喝茶吧 林浩冷笑我指的 不是这个地下室 而是地下三百多米的地下室 吕大为的神色 终于是不易察觉的一将 但马上笑到浩哥 你还真会开玩笑 我这地下室 根本就没有门通入下面 下面又怎么 可能还有第二层 隐藏的地下室呢 内心却是惊骇无比 心想 林浩难道真的 可以感知到 地下三百多米 还是他根本就是在炸我 这里没有门 不代表其他地方没有 林浩不再废话 屈指一谈 一颗八荒神火球 掉落到了地面 彭腹一滴铁水 滴落在了厚厚冰层之上 地面瞬间向下 被洞穿了一个三米的大洞 吕大为的脸色 终于变了零号 看来我还是低估你了 说着 他一个闪身 在一个昏暗的角落 按下了一个隐藏的 极为隐蔽的开关 轰隆隆 看似严丝合缝的地面 突然向两边一开 露出了地下的 巨大智慧制造工厂 吕大为直接跳了下去 在他快要撞到 制造工厂心 要使顶棚的时候 顶棚突然开启了 露出了里面 智慧机器人忙碌的景象 吕大为将工厂中 已经生产好的 200个武宗一阶 智慧战斗机器人 收进了空间戒指 又穿上了一件 武宗一阶机甲 最后带着 藏在里面的家人 重新出现在了零号面前 零号 既然你发现了 那我就只能送你上路了 身穿武宗一阶机甲的 吕大为 非常自信地说道 话音落下 200个武宗一阶 智慧战斗机器人 全部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观看直播的网友 都傻眼了什么情况 不是说武宗等级 是传说中的等级吗 怎么就突然出现了 是啊 虽然这武宗一阶 是智慧战斗机器人 不是人类异能者 但他们给人的震撼 却是更加强烈恐怖啊 细思极恐 有没有大家想想 能将他们制造出来的人 将拥有多么恐怖的高科技 这些生产线 一定是吕家 进入昆仑界的孙子 带出来的 难道这就是昆仑界的高科技 这下浩哥危险了 浩哥小心啊 全球凶兽肆虐 还没解决 又来了更加强大神秘的昆仑界 这世界太危险了 浩哥快点提升等级 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大夏 浩哥加油 宇大为你可以击穿星药石 做的安全屋 那是因为星药石不会动 这两百个武宗一阶战斗机器人 可是会动的 林浩笑了 那你倒是让他们动一下试试 试试就试试 宇大为脸色阴沉 语气残忍地说道 本来我想稳妥一点 等我两个孙子回来 再发动大战 称霸大夏的 既然你找死 那我不介意让计划提前 所有战斗机器人听令 给我杀了林浩 然后统治大夏 所有反抗者 沙无射说到最后 他已经疯狂了 眼中充满了对称霸大夏 和蓝星的欲望 全场死记 二百个战斗机器人 没有一个动的 怎么会这样给我上啊 杀了林浩屡大为 声嘶力竭的怒吼 还是没动 不仅机器人没动 屡家一百多口人 同样一个没动 一个个脸上 都带着惊恐之色 彭腐蜡像 林浩区区武宗一阶 就别拿出来丢人现眼了 他早就施展时空禁锢 将他们禁锢住了 吼大为张大的嘴 瑟瑟发抖道 怎么可能 你 你难道突破了武宗二阶 怎么可能不进昆仑界 你怎么可能突破武宗 林浩冷笑没有 是不可能的 你们可以去死了 八荒神火 一片恐怖的火焰 席卷而出 瞬间将吼家之人 全部烧成了虚无 只剩他们的空间戒指 叮叮当当地掉落在地上 林浩收了空间戒指 又将吼家生产的武宗 一阶机器人 还有生产线 全部收进了无限空间 收进去后 林浩让行星级工程机器人 拆除了生产线外的 星药石围墙 一共得到了 一万多吨星药石 可以建造十架武宗巅峰级 空天战机了第232章 江山带有才人处 这是属于你的时代 吼家被灭 全网沸腾 武宗一阶的战斗机器人 都被禁锢住了 说明浩哥的等级 至少突破到了武宗二阶 浩哥 你就是大夏之神 之前还担心三个月后 昆仑界开启 大夏会被统治 现在不怕了 有浩神在 谁来谁死 吼家也不是一无是处 起码为大夏 贡献了200台武宗 一阶战斗机器人 哈哈 别忘了 还有生产线 只要材料管够 武宗一阶战斗机器人 就管够 以后 S级兽巢来了 就可以让战斗机器人上了 0号来到了无限空间 一万台形星级 智慧工程机器人 还有两万台 智慧制造机器人 已经开工 一台新武宗 巅峰级 空天战舰 已经开始建造 而且已经完工了一半 而时间 才过去几分钟 0号检设一下 200台武宗一阶机器人 发现 即便是吕大为死了 他也无法控制他们 一定是晶片的问题 得让制造机器人改造一下 让他们只听我的命令 0号心念一动 立即就有200台制造机器人过来 开始改造 不到半小时 200台武宗一接战斗机器人 就改造完毕了 这时 何灵来了 这段时间 他已经完全掌握了 武宗巅峰级空天战舰的操控 0号 我已经完全掌握了 何灵向0号飞奔来 向他报喜 0号一把抱住了何灵曲线优美 柔弱无骨的先腰 转了一圈之后 就开始了轻轻 何灵顿时羞红了脸 片刻后 0号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跟他说了一遍 接下来 要去寻找 积攒各种资源了 这200台武宗一接战斗机器人 动力和火力来源 用的是武宗一接的玄金 越多越好 何灵武宗一接的玄金 也不好找啊 0号点头同意 接着倒不过 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还是要找星药石 还有武宗巅峰级玄金 我要去找龙帝 和你爸商量一下 何灵却突然道 那你去吧 我先回眸大了 0号愣了一下 看得出来 他还是不太想见他爸 他也不说破 不强求 自己去找龙帝和老何了 0号透过无限空间 瞬间来到了 燕京胡同的一家火锅店 二楼靠窗的包厢中 龙帝和老何 正在吃麻辣火锅 嗯 0号 快坐 一起吃点 龙帝我笑着招呼道 0号笑道 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 老何笑道 0号 这次辛苦你了 要是没有你 我和龙帝这口火锅 还不知道 要猴年马月才能吃上呢 0号拿起筷子 边吃边客气到举手之牢罢了 我这次来 是想问问二位 你们对昆仑界了解多少 听到昆仑界 龙帝老何相视一眼 都放下了筷子 龙帝拿出华子 又开始吞云吐物 老何沉声道 我们知道的也不多 只知道 昆仑界十年一开 至于从什么时候开始 十年一开 没人知道 没有史料记载 每十年 昆仑界开启 会有天赋异禀的人被选中 进入昆仑界 外人无法干涉他们选什么人 当年 有个昆仑界的人 给了我们一人一块 可以提升修炼速度的异能神福 但他临死前说 他只是一个小势力的人 因为被仇家追杀 意外逃出了昆仑界 但受伤太重 遇到我们没多久 就死了 我们连恩仁的仇家是谁 甚至他所在的势力 叫什么名字 也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 恩仁的大名是楚秀远 0号缓缓点头 那你们可知道 昆仑界为什么不对大夏出手 这是他心中的一大疑问 龙帝吐了口烟出来 感叹道 或许是看不上吗 老何不错 我也觉得是看不上 就比如星药石 在大夏是很稀有的金属 而且很强开采使用 但听那些进过昆仑界 又回来探亲的人说 星药石在昆仑界 只是普通的金属 龙帝沉吟了片刻 又说到昆仑界的人 几乎不来大夏 或许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 出来并不容易 既然大夏又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他们 出来又不是很方便容易 那自然也就没什么好处来了 而且 据百年来的统计 有幸进入昆仑界的人 至少都是觉醒S级异能的人 而且还不是所有觉醒S级异能的人 都能进入昆仑界 0号啊 关于昆仑界 只能等着你去探索了 对大夏言 是吉是兄 也都只能靠你了 0号笑到龙帝严重了 不过 我会尽全力的 这次我灭了几大世家 叶家和吕家的子孙 钥匙出来 肯定会找我麻烦 甚至会将怒火 引向整个大夏 我们要做好准备 我有个想法 想将所有艺能大学的积分奖励 提升为原来的10倍 让所有学生 都获得更好更多的修炼资源 以此来提升大夏的整体战力 当然 军部的功勋奖励 也要提升10倍 社会艺能者 斩杀凶兽 也将获得10倍的奖励 同时 艺能大学 还有军部的修炼法和资源 将向所有透过品格审查的艺能者开放 包括社会艺能者 所有人都可以用斩杀凶兽的积分 去各大艺能大学和军部 兑换所需的资源 至于资源不足的问题 由我来解决 接下来几天 我打算清除大夏陆地荒野上 大部分的六阶 及六阶以上的凶兽 另外 我还有开采大夏陆地上 所有玄金矿脉 以及星药石矿脉 这样 大夏就有天量的资源 借给所有艺能者修炼 不过有一点 艺能大学和军部 要对所有艺能者的品格 进行审查 品行不端之人 不能享受积分和功勋 提升十倍的奖励 龙帝和和老总大写 太好了 我们完全赞同你的想法 只是零号 要辛苦你了 别的不说 清除六阶以上凶兽 一般人更懂完全不了 哪怕老和的异能 是无限异能 但要让他去杀 不知杀到猴年马月去 不像你 有领域 轻而易举 另外 快速开采星药石 也还是只有你 才能办到 因此 我跟老和商量好了 封你为镇天侯 大厦一切事宜 你都可以全权处理 零号惶恐龙帝 何老总 这如何使得 龙帝抬手打断零号啊 你做了很多 我不敢做 也没能力做的事情 要不是你 我们还不知道 这次昆仑界开启 叶家和吕家 要对大厦下手 你觉醒以来 所做的一切 可以说 都是对大厦有利 特别是屠东营 回老 我们还有什么 不相信你的 江山带有财人处 各领风骚数百年 林浩 这是属于你的时代 放开手去干吧 林浩笑了笑 当然不让道 既然你们都这么说 那我就不客气了 林浩向二人 郑重地行为义军礼 朗声道 请大厦百姓放心 请龙帝放心 何老总放心 我林浩 一定不会辜负 大家的期望第233张 龙帝直播 林浩封侯 龙帝和何老总 也是从座位上起身 回进了一个军礼 然后 龙帝拿出一枚印信 上面刻着震天侯林浩 代天行事 接着 龙帝用他的龙帝令牌 开启直播 全国全网全民沸腾 满平陈补木曹 陈补木曹龙帝 亲自直播 听我爷爷说 龙帝这一生 只直播过两次 上一次 还是百年前 灵气刚刚复苏不久 凶兽肆虐全球 龙帝和何老总 决定带领大厦子民 对大厦凶兽 发起总攻的时候 陈补木曹何老总 和浩哥也在 一定有天大的事 要宣布老板 老子要见证历史 旷工一天 千万不要打扰 否则 我打扁你 一传十十传百 不到片刻 龙帝的直播间 线上人数 就达到恐怖的23亿 只见龙帝面带笑容 和蔼可亲 双手将镇天侯的印信 交到林浩手中 然后对着镜头 收到我宣布 封林浩为镇天侯 带天行事 希望林浩可以带领大厦 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林浩向龙殿 何老总 还有直播间的百姓 敬了一脸 质地有声道 感谢龙帝 何老总 还有全国百姓的信任 我林浩必将身先士卒 死而后已粉碎一切 针对大厦的图谋 为大厦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借此机会 我正式宣布 跟龙帝 还有和老总商量好的决定 从现在开始 大厦将对所有异能者 进行品格审查 所有透过审查的异能者 斩杀凶兽的奖励 都将翻十倍 同时 所有异能大学 以及军部的修炼法 和所有资源 都将对所有 透过审查的异能者开放 接下来几天 我将出手 清除大厦陆地上 大部分六阶级以上的凶兽 加速开采大厦的玄金 星钥匙 以及其他的修炼资源 作为奖励 为大家创造更好的修炼 和生活环境 提升大厦的整体战力 以应对早晚都要到来的 全球性S级 SS级 甚至是SSS级的寿潮 还有就是来自昆仑界 甚至外星 以及宇宙中 可能存在的威胁 安静几秒过后 全往全国沸腾 举伯同庆 一个星的时候 来临了龙帝英明浩哥威武 这么重大的决定 吃个火锅就决定了 太接地气了 爱了爱了 浩哥出手 鸡犬不留 浩哥 你杀慢点 别一不小心杀光了 那我可就没凶兽练手了呀 见证历史 奖励翻十倍呀 兄弟 还打什么游戏 还谈什么恋爱 赶紧参加审查 杀凶兽去 听浩哥的语气 很有信心对付SSS级兽潮 甚至是昆仑剑 做这个决定 只会为了普通异能者 以及百姓过得更好 大夏整体实力变得更强 相信浩哥 大夏的明天 一定更加辉煌 龙帝关闭了直播 林浩带着龙帝和何老总 去了无限空间 检视五宗巅峰级空天战舰 此时 这次灭掉各大世家 和诸侯所得的一万多吨星药石 早已用完 五宗巅峰级空天战舰的数量 达到了十一艘 龙帝和何老总 震惊无比 林浩向二人简单介绍了一下 最后笑道龙帝 何老总 你们有空 可以先熟悉一下战舰的操控 倒是一旦有了五宗巅峰级玄金 你们一人一艘 剩下的再发配给其他人 龙帝激动的点了根滑子太好了 只要找到足够多的五宗巅峰级玄金 SSS级兽巢 根本不在话下呀 老何也是兴奋的连连点头不过 陆地上 几乎没有五宗巅峰级玄金 不知道海洋中有没有 毕竟 海洋被凶兽占领 我们对海洋 特别是深海中的情况 几乎一无所知 林浩笑道 放心吧 早晚会找到的 陆地上没有 我就下海找 海洋中没有 昆仑界开启后 我就进昆仑界找 接着 林浩将速度提升到极致 以燕金荒野为中心 开始了地毯式灭杀模式 SSS级异能仪器化三清启动 四个一模一样的林浩 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 林成一线 超SSS异能 火眼金睛启动 超SSS异能 精神领域启动 超SSS级异能 八荒神火领域启动 超SSS级异能空间风暴领域启动 超SSS 即异能九天神类领域启动 超SSS级异能 生生不息自动施展 四个林浩 同时施展以上异能 异能领域范围相连 达到了范围20万米 200千米 林浩所过之处 5万米所有所有六阶 及以上的凶兽 都是第一时间被锁定 斩杀 然后被它收进无限空间 两万台智慧制造机器人 疯狂运转 不停地解剖凶兽尸体 将对修炼有用的部分 处理分类 其他的扔在无限空间中 当养料 此外 林浩一发现的各种灵草 矿石 金属等修炼资源 一万台型星级智慧多功能 工程机器人 就会去开采 全部收进无限空间 进行分类提炼等等处理 不到三天时间 大厦陆地上的荒野中 六阶及六阶以上的凶兽 就只剩下不到原来的万分之一 已经无法对大厦造 真正的威胁 可以说 整个大厦的陆地荒野 已经成了大厦异能者的 修炼场地了 剩下的凶兽 一头头 无不是瑟瑟发抖 他们甚至不明白 发生了什么 因为林浩的速度太快了 看着无限空间中 一座座堆积成山的 各种修炼资源 还有汇聚成小湖泊的 异能灵犬 林浩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这些可是大厦陆地荒野 所有的高阶修炼资源了 不过还不包括星药石 和玄金矿买 因为二者 还在持续不断的开采之中 一万台形星级智慧多功能 工程机器人 都不够用 林浩透过精神意念 监控着开采进度 哪里开采完了 先收回开采的工程机器人 透过无限空间 排成到没开采完的地区帮忙 这些资源 足够大下所有异能者 使用十年 培养超过十万名 七阶级以上的异能强者了 这三天 在龙帝和和老总的 亲自主持监督之下 大下所有的异能者 都已经完成了 十倍奖励的资格审查 只有极少数异能者不合格 被列入了黑名单中 那些审查合格的异能者 则是一透过审查 就迫不及待地 杀进了荒野之中 斩杀凶兽 获得积分 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 想获得更多的积分 好兑换更好的资源 一个个都是迫不及待地 想变强 整个大下 都是一片热火朝天 战役冲天的景象 第234章 大下整体战力提升 高校联赛开始 林浩出了无限空间 来到燕京 龙帝和老总 此时已经掌握 武宗巅峰级空天战舰的操控 林浩又拿出了 从屡家缴获的 200台武宗 一阶战斗机器人 和100架武宗 一阶机甲 他自己留下 20台武宗 一阶机器人 其他的全部交给 龙帝和和老分配 接着 林浩又将这次收获的资源 也交给他们分配 毕竟这些资源 要分发到各军部 和艺能大学 林浩很多地方都不熟 还是交给他们 下令 让底下的人去办 会更好些 龙帝和老和直接下令 让龙血军团 和龙魂镇国军的统帅 去办理 林浩倒对了 这次的大厦高校新生联赛 我建议 放在南疆十万大山举办 我就不正式参加了 挂个名就好 我会负责联赛的安保事宜 顺便将南疆妖族 给解决掉 将十万大山 重新纳入大厦版图 龙帝没问题 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你快走吧 我和老和要去游泳了 老和你看我这泳镜怎么样 林浩 你们是不是躺平 太明显了一点 龙帝这不是有你吗 我跟老和 也该享受几天退休的 快乐生活了吧 林浩竟无言以对 他回到摩大 别墅中 只剩下刘顺苏林的家人 他们全都去荒野 斩杀凶兽 探险历练去了 就连克里斯汀 和易富林也去了 只有和林 在修炼房中修炼 林浩也没打扰他 自己泡了杯咖啡 坐在客厅 巨大落地窗前的沙发上 看摩大的校园杀风景 他已经很久 没有没有坐下来休息 后天就是高校联赛了 刘顺苏林今晚 就会回校 林浩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这段时间 新宫所有人 都是惊恐不安的 躲在新宫总部之中 前几天 新宫公主上官云刚觉醒 应该风平浪静 可以出去了 结果林浩又来了一次荒野大扫荡 吓得他们 又提心吊胆的了好几天 直到今天 得知高校新生联赛 即将在十万大山举办 他们才松了口气 决定赶紧出去 去上古一季探险 寻找一切可以杀掉林浩的办法 东赢和老残存的一些世家 和顶尖异能者 从惊恐中平静下来后 也是不甘心 开舌上古一季的探险 同样想找到上古传承 或者其他宝物 希望能够杀死林浩 一杯咖啡喝完 林浩起身 去顶楼的室内泳池游泳去了 脱去衣物 只剩小裤衩 浑身都是一块块结实的肌肉 没有一丝多余的坠肉 加上修长的身躯 帅气的脸庞 简直完美 砰的一声 林浩庞扶大鱼一样 冲进水中 水花四溅 游了一百多个来回 正要起来去躺椅上休息 突然 泳池的门开启 和铃穿着性感的黑色泳衣进来了 两人都是愣了一下 都是目瞪口呆地看着对方 只见和铃的完美身材 在黑色泳衣包裹下 显得更加的玲珑有致 雪白的肌肤 晶莹郁润 修长笔直的大长腿 就像PS过一样 和铃不知何时 已经羞红了脸 虽然林浩的身材 让他望眼欲穿 但他却 反而变得胆小了 本能地转身就要离开 可是柔嫩的御手 却已经被林浩紧紧抓住 来都来了 还想跑 不得鸳鸯细水一下 林浩故意坏笑 抱起柔弱无骨的和铃 就跳进了泳池 三个小时后 两人从泳池出来 和铃的脸更红了 只觉得浑身轻飘飘 软绵绵 走路都要服强 林浩的脸上 则是带着心满意足的笑意 两人下楼 到了杯红酒 林浩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和铃躺在沙发上 头枕头他的大腿 修长的玉腿 横沉在沙发上 一起欣赏夕阳 片刻后 伊福林和克里斯汀先回来了 看到林浩竟然回来了 伊福林大喜 壮着胆子笑道主人 天气这么热 咱们一起去游泳吧 其他异能者 根本不惧怕一般的冷热 主人 我也想游泳 我们一起去吧 我买了一件性感的泳衣呢 刚才还害羞胆子和铃 突然 从沙发上坐起来 坐进了林浩怀里 若无其事地搂住 就开始亲 林浩想说话 都说不出来 看着主人和和铃秀恩爱 伊福林和克里斯汀 这两朵国之花 都实话了 呆立当场 片刻后 林浩才说道 你们去吧 我们刚刚游过了 说完 他就搂住和铃 若无其事地 开始反攻起来 伊福林和克里斯汀的眼神 渐渐优越 闷闷不乐地走了 片刻后 苏林回来了 看到两人若无其事地秀恩爱 他感觉自己心都碎了 浩哥回来了嘛 刘顺仿佛雷鸣的声音 在大门响起 林浩和铃这才分开 林浩回头一看 苏林呆呆地看着他们 一脸的忧伤 眼眶还有红 林浩赶紧笑道 你们回来了 进不挺快吗 今晚吃大餐 怎么样说着 拿出手机 开起宝了吗 App 点了几个七星大酒店的特级厨师 上门做饭 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 苏林和刘顺 都已经达到三阶初级 而且 等级非常稳固 而且 两人的精神等级 更是都达到三阶中级 三叶魂支 和四叶魂支 毕竟不白吃的 此外 两人的异能等级 也都已经到了 快要突破的边缘 这段时间 他们可是把异能灵犬当水喝的 这突破速度 虽然远远比不上林浩 但是比摩大的其他新生 还是快了非常多 我都可以 你点就好了 苏林说完 直接回房去了 刘顺看到林浩 冲过去 就是一个熊豹好哥 我想死你了 顾星仪 高佳佳 姜玉儿 还有宋玉 也都来了 他们知道 高校新生联赛前 林浩一定会回摩大 从荒野回来 一洗漱完就跑来了 晚上的大餐 吃的都是九阶巅峰的凶兽肉 都是林浩刚刚斩杀 放在无限空间中保鲜的 除了林浩 和林苏林 刘顺几人 都是吃的热火朝天 一个个没吃几口 体内就气血奔涌 除了和林 其他人全都直接突破了 赶紧跑去修炼房修炼 稳固等级 刘顺苏林的父母 都是普通人 不能直接吃九阶凶兽 这种大补的食材 只喝了一点 加了一小块 九阶凶兽肉炖的鸡汤 就已经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整个人都变年轻了许多 几个小时后 几人陆陆续续回来 克里斯汀突破到了七阶中级 伊芙林突破到了九阶初级 宋玉江月儿 都突破到了三阶高阶 刘顺苏林 突破到了三阶中级 林浩看着众人 笑得不错 等高校联赛结束 再给你们补一补 林浩还留了不少九阶巅峰的兽盒 不敢给他们用 要等他们等级再次稳固后再说 刘顺苏林等人都是激动不已 要是这么吃下去 那升级还不是一如反掌 而此时的大夏 许多将士及以上的异能者 特别军部 龙血军团 以及龙魂镇国军的将士 都靠积分或者功勋兑换 拿到了林浩所贡献的九阶兽盒 或者凶兽血肉 等级都得到提升 大夏的整个战力 可以说是直接翻了一倍 第二天 林浩带着刘顺苏林等人 直接透过无限空间 来到了十万大山 大夏艺能大学 高校新生联赛 正式开始 第二百三十五章 不像浩哥那么变态 可以无限恢复 大夏南疆 边境线外 十万大山 面积二百万平方公里 一座又一座的大山 高耸入云 许多山的上半部 都覆盖着厚厚的积血 惊天动地的凶兽咆哮声 不时地响起 令人心惊胆战 百年前 灵气复苏 凶兽肆虐 十万大山中的野兽 疯狂进化变异 有的进化成了 更强大的凶兽 有的进化了妖族 凶兽强悍无比 但灵气却不会太高 可是妖族却是两者兼具 十万大山 这是一片自成天地的凶兽 与妖族的王国 这次的大夏艺能大学 新生联赛 选择在十万大山的外围举办 每个高校来两支小队 总共六千五百六十三支小队 三万多人 虽然只是在外围 但划定的区域中 凶兽和妖族的最高等级 却达到了五阶初级 而新生中 最强的学生 也就是宋玉 这样的三阶高阶 不过能够来参加的新生 都是新生中的佼佼者 为了高校联赛 他们都做足了准备 购买了五阶初级以上的准备 比如五阶初级以上的机甲 战甲 玄晶 疗伤丹药 刀剑 雷射枪等武器 加上团队协作 只要不遇上大规模的兽群 就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当然 官方也并没有强制性的要求 参赛新生 必须进入比赛划定的荒野深处 不去深处 通常就不会遇上 四阶级以上的强大凶兽了 各地的新生 陆陆续续道来 有的坐车来的 因为离得比较近 有的是从军方的智慧战机 运输机来的 有的是从超铁 然后转车来的 林浩是此次高校联赛的 安全总负责人 我宣布 此次联赛正式开始 积分前一百名的新生 都将获得九阶巅峰凶兽的 兽和林浩的声音 响彻天地 新生们兴奋地吼叫起来 浩哥威武 大家兴奋之余 也是非常的感慨 同样都是新生 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浩哥已经封身 不要妄图跟浩哥相提并论 十天前 还一起参加新生大赛 现在浩哥 已经封猴了 这次浩哥没参加了 应该办到咱们风光了吧 遇到联赛核心区的 五阶凶兽 你赶上吗 还是安心低调斩杀凶兽 好好修炼 不要做白日梦了 话也不能这么说 做白日梦虽然不好 但没有梦想 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随后 怀着变强的渴望 一支支小队 激动地杀进了十万大山 刘顺 苏玲 顾兴怡 高佳佳 江玉儿 五人组成小队 宋玉带着刘生 还有其他三个新生 组成了一支小队 林浩先是施展一气化三清 变出三个分身 然后他与分身的精神领域 直接覆盖所有参赛的新生 这样一来 一旦 他们有生命危险 林浩就可以第一时间研究 这些新生 都是各大异能大学的佼佼者 是大厦未来的希望 不能让他们随随便便就死 刘顺作为小队中的唯一男生 苏玲几人都同意他来当队长 刘顺那个兴奋 挥舞着刚买的五阶巅峰 合金大砍刀 一马当先地 杀进了十万大山 斩杀二阶出击霸王 无功两头 获得积分四千积分 斩杀二阶出击银环蛇一头 获得积分两千积分 斩杀二阶终极双头魔狼三头 获得积分一万两千积分 斩杀二阶终极疾风暴五头 获得积分两万积分 刘顺兴奋到 积分翻十倍 就是爽啊 现在的刘顺 面对二阶和三阶出击的凶兽 那也是杀得像砍瓜切菜一样轻松 一阶的凶兽 他都看不上 懒得杀了 苏灵江月儿等人也是一样 不过 杀了三十几头三阶以下的凶兽后 刘顺等人的异能就耗尽了 不得不往后退一段距离 找地方用玄金加速恢复异能 然后再向前杀去 或者用没有加持异能的技能 再杀几头 然后再退 只是没有时 单纯靠技能和力量 对战肉身普通比人类强悍的凶兽 同样坚持不了多久 大多数人则是穿上了战甲 战甲用玄金提供动力 比单纯靠肉身力量薄杀有效多了 不过 战甲也有战甲的弊端 那就是 玄金消耗很大 而且 同样需要一定的力量 才能施展开来 加上战甲本身价格不菲 很多新生还用不起 无法长时间使用 何况要是遇上了强大的凶兽 战甲也不是万无一失的 被一击破防 也是很常见的 不差钱的新生 相对来说 就比较无所谓了 他们可以买更好的战甲 更好的玄金 这样 肉身力量的使用程度 就会大大降低 战力 就会相对提升 不过这样一来 历练的目的和效率就降低了 对大部分人来说 最重要的 还是要提升自身的等级 其他的都是辅助 宋玉等人也是这样 其他等级稍低的新生 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人能像林浩那样 拥有无限异能 可以不断斩杀凶兽 刘顺小队 躲一个石洞中 刘顺憋屈道 这异能也太不经用了 要是能像浩哥一样就好了 苏黎你知足吧 消耗完一波异能 起码能斩杀三十几头凶兽 已经很不错了 要不是这段时间 一直和异能灵权 异能等级有些提升 我们一波消耗 还杀不了这么多凶兽 只恨凶兽实在太多了 要不是 有浩哥这样的存在 人类的命运 还真是不好说 刘顺要不是为了达到 历练的目的 提升等级 我直接用浩哥给的 八荒神火球团灭 这些凶兽了 江月道 还是要尽可能快地提升等级 那样就可以杀更多的凶兽了 纯力量和技能的战力也会提升更多 苏灵拥有治疗异能的异能者 也太少了 完全无法满足需求 江月是啊 不过就算治疗多一些 哪怕每个小队都有一个治疗师 也还是不够用 毕竟一般的治疗师 能够恢复队友异能的次数 也是有限的 不像浩哥那么变态 可以无限恢复 这时 有几头二阶巅峰剑持虎 发现了他们 立即张牙舞爪地冲了上来 刘顺冷哼一声 扔了一颗八荒神火球出去 的一声巨响 剑持虎全被炸的 连扎都不剩了 真是杀鸡用牛刀 太浪费了 你们这些禽兽 别再上来了 刘顺不爽地骂道 刘顺拿出一颗丹药服下 肉身力量顿时恢复了不少 我再出去杀一波 你们先恢复 苏灵官怯到小心 不要够强 放心吧 刘顺说着 提刀杀了出去 第236章 南疆妖族 没有浩哥的高校联赛 是真没看透啊 浩哥是神 凡人怎么能跟浩哥相比 浩哥不在 才让我看清了局势 要不是有浩哥 大下得有多危险 这么多凶兽 要是全部暴动 大下所有异能者 消耗完一波异能 就全些菜了 不过话说回来 一个时代 能有一个浩哥这样的人 也就足够了 说得对 所以将就地看吧 毕竟我们不是异能者 有的看就不错了 别冷嘲热讽了 新生们状态 战力 林浩全都知道 他和他的分身 都不知道出手帮了几次遇险的新生了 林浩心想昆仑界 还有两个多月就开启了 三个月 以我的醍醐灌顶意呢 可以让几十人突破到五宗境界 至于其他等级低的人 提升的意义不太大 还是先解决大下周边的隐患 早点去上古一季探险吧 想到这 林浩留下三个分身 保护新生 自己向十万大山深处飞绿而去 先搞定十万大山的高阶凶兽和妖族 林浩开启空间风暴领域 精神领域 火眼金睛领域 开启灭杀模式 一头头七阶级以上的强大凶兽 被锁定 被空间风暴球洞穿咽喉 脑袋 而后被收进了无限空间之中 不到几个小时 在超SSS级 治疗异能生生不息的加持下 十万大山的七阶级以上强大凶兽 就被杀得不胜万分之一 已经无法对大下造成危险了 要不是得留一点高阶凶兽 给高阶的异能者历练用 林浩早就将他们全杀了 现在该去找妖族了 妖族对于蓝星人类和凶兽而言 都是奇葩的存在 因为妖族拥有和凶兽一样 强悍的本体肉身 却还能变化成人类的模样 经常袭扰南疆 防不胜防 天狼军每年都有许多将士 死于妖族之手 妖族位于十万大山最深处 极大强势的妖族 各自占领了一个山头 飞天一虎是其中的妖皇 飞天一虎所在的山头 一个巨大的山洞口 隐藏在参天大树的眼印之间 山洞直通山底 越往深处洞穴越大 洞穴内的石壁上 一路都放着发光的矿石 山洞底部 一个千米大小的洞穴中 巨大的石椅之上 坐着三个妖族的大佬 一个个都是化身为人的模样 而且全都是九阶高阶和九阶巅峰 飞天一虎所化的人 高大威猛 头上还隐隐带着一个王子的纹路 他扫尸一眼 在场九阶巅峰妖族 不满到其他人 怎么就你们三个 一个抱妖的 还不是因为灵号来了 都吓跑了 不这儿退 一群妖族的孬肿 一个蛇妖所化的妖娆女子 说道不过灵号确实很强 我们的确不是他的对手 哼 你不要长他人志气 这可是十万大善 是我们妖族的地盘 飞天一虎怒吼 整座山都跟着震了一下 蛇妖吓得发抖 飞天一虎继续大声道 我们占尽天实地利 我们有千万妖族 我就不信 我们打不过 他一个灵号他 这是不甘心啊 他可是十万大山之皇 要疯的疯 要雨得雨 不打一下 怎么会甘心离开逃跑 何况虎妖本来就是暴躁的性子 狼妖也是怒喝道 虎皇说的对 我们跟他拼了就算死 我也拉几千个新生陪葬 抱妖也是愤怒地附和道虎皇 出兵吧 现在就去杀了灵号 飞天一虎朗声道 传我号令 即刻点兵出发 杀了灵号 杀了大下新生 撞我妖族雄风 片刻后 漫山遍野 都是妖族将士 有的手持各种兵器 有的赤手空拳 大声怒吼 杀了灵号 杀了大下新生 一时间杀气腾腾 震动四野 一群找死的家伙 灵号的声音 突然像雷鸣一样 响彻天地 随后身形一闪 出现在天空之中 灵号踏天而立 双手背负在身后 眼神冷冰地 看着底下的妖族 一股烈士的恐怖气息 散发开来 让脚下的妖族 瑟瑟发抖 一些弱小的妖族 甚至直接被吓得 跪倒在地 灵号 这就是灵号 这还怎么打 弱小的一些妖族 瞬间被吓得 毫无斗志了 狼妖性子最急 不信邪道小子 这是我妖族的地盘 还轮不到你来撒眼 吃我一拳 此时的狼妖 是人形的状态 他抬脚一跺地面 身形冲天而起 抬手就是一拳轰处 九阶高阶的实力 让这一拳 直接破碎了周围的空间 妖族见到狼妖 一拳之威 信心暂时恢复了些许 全都目不转睛地 看着天空 灵号却是冷笑 也不见他有什么动作 直到狼妖杀到脚下 这才漫不经心地 抬脚一跺虚空 哄 拳脚相击 恐怖的力量 化为肉眼可见的气狼 肆虐开来 紧接着 是狼妖全身 骨头粉碎的声音 和惨叫声 砰的一声巨响 狼妖砸落在地 眼看不活了 森林中一片死寂 所有妖族 都是瑟瑟发抖 骇然无比 袭扰我南疆 杀我大下将士子民 今天 你们一个也别想 陶灵号冰冷的声音 带着森寒的杀气 传遍天地 九阶巅峰的蛇妖 开始盘算必须跑 不跑肯定死这么想着 他开始趁人不注意 化为一条红绿相间的小蛇 向后退去 可是 他周围都是大大小小的蛇妖 他一跑 就被同族的妖族看到 顿时更加毫无战意 立即跟着逃跑 这些蛇妖 有的 已经能够化为人形 有的还无法化为人形 逃跑之时 都是慌乱无比 立即引起了所有妖族的注意 飞天一虎虎目 往这边一蹬 怒吼道 狡诈的蛇族 临阵脱逃 你们想死吗 蛇族弱小的蛇妖 都被吓得停下了脚步 跑也不是 不跑也不是 林浩看了远处的森林一眼 九阶巅峰蛇妖 早就被它锁定了 确切地说 周围五十千米范围内的 所有妖族 都被它锁定了 全部笼罩在 它的各种强大领域之中 蛇妖最是阴毒狡诈 我怎么可能让你逃掉 突然 远处响起了蛇妖的惨叫声 所有妖族 差一地转头启动 只见逃跑的九阶巅峰蛇妖 被一团恐怖的紫火包裹 烧得现出了本体 三百多米的巨大蛇身 被烧得一点点化为虚无 不断挣扎的过程中 砸断了无数树木和妖族 几秒钟后 九阶巅峰的蛇妖 已经被成了虚无 死得不能再死了 那是什么火焰 怎么会那么恐怖 所有的妖族 都吓得魂飞魄散 零号二话不说 直接开启灭沙模式 一团团恐怖的巴荒神火 不断地从虚无中呼啸而出 一头又一头的妖族 瞬间被烧成虚无 飞天一虎目自欲裂 抱妖也是愤怒到了极点 两者几乎同时一声咆哮 献出了本体零号 我跟你拼了 飞天一虎和狼妖 都化为了两百多米长的 巨大妖兽 凶悍无比地冲向了零号 飞天一虎浑身金光闪闪 巨大的翅膀一扇 就杀到了零号境前 张开血盆大口 恐怖的兽火 瞬间呼啸而出 化为一片火海 虚空为之融化 地上的树木 都被烧成了灰烬 零号冷笑 心面一动 周身瞬间被比巴荒神火 更加恐怖的混沌之火包裹 转眼间 混沌之火中 凝聚出了一个巨大的火焰龙手 张开巨大 直接将那受火吞噬而尽 龙手继续向前 化为千丈火焰巨龙 转眼之间 就将飞天一虎吞了进去 而与此同时 九阶巅峰的狼妖 也是惊恐地看到 她的爪子还有身躯 一碰到混沌之火 就被一点点地烧成灰烬 最后 她带着无比的惊恐 彻底消失在这世上 最后 不到片刻时间 千万妖族 就被林浩杀得一千二净 妖族可比凶兽的灵志高 不灭掉 终究是个祸患 至此 大夏的版图 又增加了200万平方公里 十万大山中的许多资源 近归大夏所有 接下来 该是北境满足了 林浩灵力的目光 望向了大夏的北方 第237章边幻境除 准备探索上古遗迹 大夏艺能大学新生联赛 还在继续 不过没有了林浩的参与 网友的关注度 明显降低了许多 而林浩不到几个小时 就灭掉十万大山高阶凶兽 和妖族的讯息 不进而走 却很快引发了网友的关注 许多网友开始在 高校新生联赛的直播间中 呼吁浩哥开启直播 十万大山的凶兽和妖族 为获大夏边境几十年 终于被灭了 浩哥威武啊 浩哥一人 可抵千万军 从此 大夏南静安逸 浩哥 还有北境和西域蛮族魔族 我要看浩哥灭蛮族 和魔族浩哥 快开直播啊 灭掉西域和北境的蛮族魔族后 大夏再无外患 从此四海来潮 还差一点 个人觉得 东营也必须灭掉老哈要在 狠狠打一次 灭掉也是可以的 同上刷屏 浩哥开直播刷屏 就在林浩即将前往北境之时 战皇令牌上 却收到了龙帝的影片电话 林浩啊 北境和西域的蛮族都向大夏发出讯号 意思是想和谈 我看别谈啊 蛮族向来说话不算话 出而反而 弱的时候 就说要和谈 一变强又来袭咬北境 你怎么看 林浩道 我也觉得别谈了 我现在就去灭了蛮族 太好了 那你小心点 我静后加印 蛮族凶残 狡诈 蛮王得知 大夏一直没有回复 立即秘密下令皇族之人 及一些王公大臣 撤离皇宫 蛮族的十万王牌骑兵 负责护送 向北方荒原深处 蛮族的祖地逃命而去 但蛮王却同时下令 各城池守将 不得善离之守 林浩透过无限空间 几乎瞬间来到 蛮族离大厦北境最近的城池 这里蛮族沉兵百万 蛮族以游牧为生 城池向来都不大 林浩一个八荒神火领域 就完全覆盖了 二话不说 开启直播 直接开干 一个个蛮族将士 和异能者 全都锁定 八荒神火 在城池的各自呼啸而起 眨眼间 蛮族百万将士 和所有异能者 都被恐怖的火焰 烧成了灰烬 哀红遍野 然后是下个蛮族城池 林浩如入无人之境 根本没有蛮族能够抵抗 蛮族三十六成 不到一个小时 就被林浩图了一遍 而此时 林浩锁定了远处 正在逃亡的蛮王椅 十万蛮族王牌骑兵 林浩一个闪身 就追了上去 林空而立于蛮王 逃亡队伍的前方 冷笑地看着蛮王 蛮王大惊失色你 你是林浩怎么可能 我蛮族三十成 难道都没拦住你 林浩冷笑 有你这种 只会逃亡的废物蛮王 自然就有更加 废物的将士 还想拦我受死吧 蛮王惊恐无比 抗议到林浩 你欺人太甚 我蛮族早已表明了 要个谈 你竟然 林浩大笑何谈 岂不闻孙子云时 则为之我能灭之 为何还要跟你和谈 可笑 蛮王绝望 但还不想死 他大声吼道 骑兵听令 谁能杀了他 我封他为并肩王 十万骑兵得知 蛮族三十六成 都被林浩灭了 这种大兵 谁还敢要 十万骑兵 顿时毫无战意 一个个惊恐无比的 四三而逃 还想逃可笑 八皇神火领域 林浩一声怒吼 十万骑兵所有的区 瞬间化为火海 所有人 包括九阶巅峰的蛮王在内 甚至都来不及出手反抗 就被烧成了灰烬 至此 蛮族几乎被灭族 甚至组建 不出一支五人的异能小队 再也无法对大夏 造成有利的威胁 林浩透过战皇令牌 下令蛮族疆域 从此纳入我大夏版图 派兵百万 进驻三十六成 全网沸腾 全国沸腾 开疆拓土 唯我号神 崔枯拉小 唯我号神 一统天下 唯我号神 接下来 是西域 西域地区 多为荒漠 有蛮族 也有魔族 原本蛮族魔族之间 也是经常打战 后来不知怎么的 双方竟然达成了协议 意图平分大夏 动不动就派兵袭扰 魔族的人数 虽然比蛮族少挺多 但魔族却是来自宇宙中的种族 天生神力 强悍无比 一个个头上 都长着与牛角一样的尖角 身上还有坚硬如合金的鳞片 防御惊人 非常难缠 这一支魔族 都是以修炼力量为主 并没有觉醒什么异能 但他们 却比同杰的凶兽还强悍 这也导致大夏在西域的驻军 高达三百万 双方大小战争不断 每次被大夏打退 蛮族魔族 就退回荒漠深处的绿洲 休养生息 几年后 必会卷土重来 搞得大夏不胜其扰 想要歼灭 却又苦于各种因素 不便投入过多兵力 大夏西域边境 几乎每隔数百公里 就有一座蛮族 或者魔都的城池 林浩二话不说 直接开干 同样的地毯是灭沙 从西域边境最远处的 蛮族城池开始 一路向轰炸机 一横扫而过 所过之处 领域覆盖 八荒神火 处处开花 到处都弥漫着烧焦的臭味 对蛮族和魔族而言 简直是末日来临 灭掉蛮族魔族的 边境城池之后 林浩立即深入西域荒漠 来之前 他看过地图了 知道蛮族魔族 在巨大的荒漠中的 几处城池和矿满 林浩一个都没放过 一座接一座的灭杀过去 一个魔族的顶尖强者 相当于人类的九阶巅峰 还想发起反抗 困兽一样 不怕死地冲向林浩 光是凭借强悍无比的 肉身力量 就跳起数百米 尖如合金的拳头 舞破虚空 林浩冷笑 我倒要看看 天魔的力量有多强 林浩轻描淡写的一拳 轰出 纯力量对纯力量 哄 天魔强悍如合金的身躯 立即被轰成了血物 浑身坚硬的鳞片 都被轰成了粉末 不过如此 看来天魔中 也有弱小的种族 灭沙魔是继续 不到一个小时 西域蛮族 天魔全部被灭 现在 我可以放心 去探索上古一记了 普天同庆 从此 大厦边境就安宁了 可以安心发展壮大了 等浩哥灭了海洋凶兽 大厦就蓝星称霸了 有浩哥在 大厦已经蓝星无敌了 灭海洋凶兽 只看浩哥心情 抬手可灭第238章 没有什么能阻挡大厦崛起 系统的奖励及时到来 恭喜主人 灭掉大厦边境妖族 蛮族魔族 奖励速度力量精神全面升级 相当于五宗二阶 奖励等级提升到九阶巅峰 奖励超SSS 及亦能时空禁锢的禁锢时效 提升到24小时 奖励醍醐灌顶 升级为超SSS 及使用次数为一个月32次 而且还没任何副作用 被使用者的等级 不能高于主人 奖励缩地成寸 升级为超SSS 及异能 一步可跨越10万8千里 奖励混沌神类 升级为超SSS 及混沌神类领域 范围50万米500千米 范围50万米 零号机动不已 开启了面板 姓名零号 等级九阶巅峰异能者 姓名700年 异能SS 及八荒神火 SSS 及空间风暴 SSS 及雷动八方 SSS 及枯木冯春 超SSS 及异能 时空禁锢 时效24小时 SSS 及异能 灭视之眼 超SSS 及异能 醍醐灌顶 每月32次 SSS 及无限空间 超SSS 异能 火眼金睛 超SSS 及异能 缩地成寸一步 可跨越十万八千里 超SSS 及混沌神雷领域 范围50万米 500千米 SSS 及混沌之火 SSS 及异能 仪器化三清 超SSS 及异能 生生不息 超 超SSS 及异能 八荒神火领域 超SSS 及异能 九天神雷领域 超SSS 及异能空间风暴 领域 超SSS 异能 精神领域 力量相当于 武宗二阶异能者 速度相当于 武宗二阶异能者 精神相当于 武宗二阶异能者 技能 赤焰烈 天 斩成长形技能 无上限 当前等级 武宗三阶完美 级 风影雷闪 成长型技能 当前等级 九阶完美 碎星拳 成长型技能 当前等级 武宗三阶完美 级 备注斩杀凶兽 成恶扬善 就能不定期 获得各种主人 所需要的奖励 主人的等级 觉醒的异能 都已遮变 异能觉醒的异象 也已遮变 我能同时掌控的 八荒神火火球数量 或者空间风暴球数量 也提升到了一百万颗 而且每颗 都足以斩杀九阶 初级的异能者 强 太强了 现在就算是 五宗五阶的 绝世异能强者 我也能秒杀出了 未知的昆仑剑 我在蓝星 已经无敌了 要是八荒神火领域 空间风暴领域 九天神雷领域 混沌神雷领域 叠加的话 就算是 五宗六阶的强者 我也能斩杀 爽实在是太爽了 这样去上古 遗迹探险 也多了一些把握 零号灭掉 大厦西域 北近南疆的妖族 蛮族 以及天魔的事 很快就传遍了蓝星 老河东营瑟瑟发抖 希望浩哥大发慈悲 千万不要把我 当作蛮族给灭了 为了不不蛮族 妖族魔族的后尘 老河东营 立马找了个理由 说是恭贺大厦 出了一位镇天侯 又送来了许多金银珠宝 现金以及修炼资源 在两国的带领作用下 雄鸡国 日不落帝国 代蜀国等国 也赶紧送来了 许多财物和修炼资源 并上交国书 表示非常愿意 看到大厦的强大 大厦强大了 人类才强大 为了大厦更加强大 愿意看看 赠送财物和修炼资源 地界永久友好 特别是代蜀国 送的最多 因为代蜀国的A级兽潮 一直在四年 这段时间以来 代蜀国一半国土 已经沦陷 凶兽的数量 在此过程中不断增加 若是没有强力的外援 代蜀国被凶兽索灭 只是时间问题 而且 留给代蜀国的时间不多了 最多一个月 代蜀国就要被凶兽完全占领了 可惜代蜀国向 老日不落雄鸡等国 发出支援请求 都被无情拒绝了 这才不得已 向大厦低头请求 大厦也不客气 国里统统收下 但没有回复 什么地界永久友好 想的美 你们就祈祷浩哥 不要心情不好 哪天灭了你们吧 至于代蜀国 一条跟错主人的野狗 灭就灭了吧 代蜀国绝望了大厦 难道不顾年一点人道主意了吗 大厦野狗 也是凶兽的一种 也佩谈人道 就好比东莹 这比喻不恰当 东莹是诸狗不如 十万大山 天空中 林浩牵着何林的清凉柔嫩的御守 我要去探索上古一季了 我陪你去 何林脱口而出 他这次来十万大山 也是来负责联赛安保工作的 不用了 上古一季太凶险 你的等级还不够 可是 你可以保护 我呀 何林仍然是脱口而出 只是他的声音 确实越变越小 连野跟着起了红韵 乖啊 在家等着我 何林还是依依不舍 他虽然没去过上古一季 但也听说过上古一季的凶险 很多九阶中级高阶 甚至巅峰的强者进去 最后都没能出来 大厦每年陨落在上古一季中的 九阶异能强者 不下五十个 虽然损失惨重巨大 但为了能从其中得到强大的科技 或者技能 修炼功法等等 大厦的九阶强者 仍然前扑后继 林浩轻轻一拉何林的小手 搂住他迎迎一握的仙腰 在他的唇上 轻轻吻了一下 何林郊区遗产 脸红到了耳根 周围几百上千的 联赛安保人员盯着呢 突然 何林不知哪来的勇气 搂住了林浩的脖子 两座雪山的高度 明显被挤低了许多 露出一条深深的峡谷不行 不够 林浩刚要说些什么 何林温润的红唇就贴了上来 他不知道 林浩石磨手能回来 得不上 而且万一回不来呢 我的天啊 浩哥没关直播 浩哥是不是故意忘关 男才女貌 好羡慕呀 哦 不要啊 放开浩哥 冲我来啊 花小心队长一个郁姐 什么时候 变成这么乖的小女人了 可是我怎么想到了 稳别浩哥 要去探索上古一记了呀 那地方 危机重重 不行 浩哥不能死 也不会死 我必须看到浩哥回来 我要看到 浩哥有情人 终成眷属 浩哥加油 浩哥记得 开直播探险上古一记 我的精神 与你同在浩哥加油 大夏加油 浩哥直播探险 我们与你同在 浩哥一定会没事 大夏必将再创辉煌 我们与你同在 浩哥直播 横扫上古一记 没有什么能阻挡大夏崛起 第239章1号 上古一记 世上有很多的上古一记 蓝星各国 依照发现的顺序 将其编号 其中1号上古一记 9号上古一记 和30号上古一记 一直没有人能够解开其中的秘密 1号上古一记 位于武当山后山 传说中 大夏有很多仙人 在武当山得到飞胜 大家一直只是传说 但上古一记被发现后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传说十有八九是真的 只是飞胜的人 未必是历史传说中的那些人 而是古代修炼上古秘法的 大夏仙人 可惜进去的人 没有一个发现过 所谓的上古修炼秘法 但所有出来的人 都坚信 里面有一某些 非常强大的上古传承 或许上古传承 需要有缘人才能发现 9号上古一记 位于蓝星海洋的上空 据说只有雷雨天气 电闪雷鸣的时候 才会出现 看似虚幻 但所有的智慧战机 和人类飞行器 还有飞行凶兽 却都无法穿越 只能绕飞 至今无人能够进去 30号文明一记 则是位于蓝星海洋的最深处 至今没人敢去探索 发现一记的人 出来没多久后 就疯了 一直不停地说 末日将临 零号决定先去一号上古一记 缩地成寸 武当山大殿 九阶巅峰的掌教吕问天 接待了零号 浩天战皇此番前往 想必是要探索一号上古一记吧 吕问天笑呵呵道 零号点头掌教 对一号上古一记 可有什么看法 吕问天的神情 突然变得很神秘 带着些许渴望 敬畏 遗憾我也惊惧过 而且 那遗迹就是我发现的 可惜我也一无所获 零号看着须发揭白的吕问天 好奇地问道 掌教方便说一下 你修炼的是什么修炼法吗 呵呵 没什么不方便的 我们武当山 用的是混元修炼法 与一般的异能修炼法不一样 可惜只有九层 是残片 有什么不同 吕问天正重道 混元修炼法 可以修炼出一个内世界 和元神分身 内世界不破 则元神不灭 责人不灭 只是这修炼法 极难修炼 所有没有在大厦推广开来 知道的人棘手 零号惊呆了 他虽然没修炼过 将万朝给的 无极异能修炼法 和天火金身诀 但他知道 二者只能提升等级 和肉身强度 并不能修炼出 内世界和元神 宇问天为零号 开启了的一个新的世界 掌教是否觉得 这世界 或者说 在上古的时候 大厦的祖先 曾经有过更强的修炼法 也曾经创造过 惊人难以想象的 辉煌文明 宇问天笑道 浩天战皇 不愧是当时第一人 您的疑问 我的疑问 只能等您去探索了 林浩的神情 也变得充满了渴望 敬畏 好奇 吕问天带着林浩 来到了武当山后山的 一个古洞之中 古洞位于后山的悬崖之上 无路可通 两人凌空 而立于古洞之外 古洞一丈见方 看起来 不过是一个寻常的山洞 吕问天到浩天战皇 老朽在这静后加一 林浩微笑点头 开启直播 踏步而入 山洞一直向地底延伸 庞府没有尽头 林浩直接加速 片刻后 终于来到山洞底部 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这是一个近万米大的洞穴 洞穴四周的石壁上 雕刻着无数传说中的神兽 龙凤麒麟 朱雀玄武 白虎昆鹏 栩栩如生 洞穴中间 是一座高达九层 古老无比的木制大殿 说是大殿 更像是什么帝王的皇宫 散发着威严 古老 沧桑和神秘的气息 让人油然而生敬畏之情 网友兴奋无比 感谢浩哥 让我看到这上古一记 真的很古老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 不是出的宝物 看到这辉煌的大殿 我坚信 古老的大厦 一定有着未曾发现 或者早已失传的辉煌文明 浩哥快开始找呀 我要跟浩哥 一起见证历史 林浩心里 也是非常的震撼 简单查看了一番后 就开始认真探索起来 只是找了半天 每个角落都找过了 除了对此处的古老建筑 越发的震撼之外 并没有找到任何 所谓的宝物和传承 怎么会这样 浩哥亲自出马 竟然没有找到传承和宝物 这不科学 不 我相信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 强大的传承和宝物 只是规格太高 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找到 浩哥加油 最后 林浩来到了大殿中 供奉古老神像的地方 神像高五米 身上的服饰 宛如大厦古籍上的一样 但又有些不同 神像眼神温润 而深邃 栩栩如生 而且看起来非常新 仙尘不染 神像之前的神岸上 有一方青铜小鼎 鼎中的香早已燃尽 看起来 应该是这几天刚刚燃尽的 但岸旁还有香 林浩索性拿起香 想为神像上相 他没带火 于是 想用八荒神火点香 但想到这皇宫般的大殿建筑 如此古老威严神秘 就想用混沌神火点香 林浩屈指一弹 紫金色的混沌神火 瞬间在指尖燃起 香点着了 香烟鸟鸟起 神奇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香烟竟然渐渐开始 弥漫整个大殿 而香烟所经过的地方 大殿竟然缓缓消失 林浩的直播画面 也开始出现一场 香烟所笼罩的地方 渐渐变成了无数雪花马点 不到片刻时间 讯号就完全消失了 这不科学 浩哥直播用的 可是大夏的天机量子卫星啊 浩哥一定是进去了 什么上古秘境 所以 讯号消失了 历史见证到一半 竟然没了 不过 我还是很激动 我相信 浩哥再次出现的时候 一定是找到了 什么强大传承 林浩 也是一惊不小 只见他周围的建筑和代物 全都消失了 变换成了一片璀璨星空 星空深处 有一片更加宏伟的宫殿 不 应该说是神殿 散发着喧傲 神秘 和强大无比的气息 神殿全部是由 巨大的神木建造而成 虽然古老 但却很新 每一根柱子和木头之上 都刻画着无比喧傲的符纹 林浩在神殿之前 就彭腐蚂蚁在大象前一样 林浩仔细查看 发现有些符纹 竟然与近神石上的符纹 有些相似 神殿的周围 缭绕着紫金色的混沌之色 但却没有温度 不过这神殿的几个角落 都被打烂了 可以想象 当年发生了多么恐怖的大战 林浩的心 都忍不住加速跳动起来 这难道就是一号上古遗迹中的 真正的上古遗迹里面 难道真的有上古传承 其他上古遗迹 听说大部分都是高科技文明遗迹 这一号上古遗迹 第240章混沌天地诀 不行 林浩消失了 我一定要去看看 和林冷若冰霜 镇定自若的脸上 神情早已被心急如焚取代 连高校联赛安保的工作都不管了 身形一闪 立即向武当山的方向 急速飞掠而去 师父出事了 我必须去看看 大厦不能没有师父雷霆 林浩 也是焦急无比 放下了手头的事情 向武当山赶去 就连龙帝和老总都被惊动了 交代了一下龙魂镇国军 立即火急火燎的 向武当山赶去林浩绝对不能出事 否则大厦必将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 刘顺苏林等人 还在参加高校联赛 不知道林浩已经身陷险境 否则肯定连联赛都不参加了 会直接赶去武当山 花小心浩哥 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 不然S级兽朝来了 我们就完蛋了 老六号哥 你千万不要出事 否则队长非得封掉不可 到时 我们这些队员就惨了 江天行 江万朝 云胜天等人 也非常不安地赶了过去 不到十分钟 所有人都赶到了武当山 可是映入眼帘的银幕 却让所有人都错额震怒了 只见武当山的高阶异能者 都被杀光了 血流成河 到处都是打斗的残破痕迹 无辜的游客 吓得躲在角落 瑟瑟发抖 武当山的后山 鼓动悬崖旁的扬长小道上 何林浮着浑身是血 重伤垂死的吕问天 压抑满脸愤怒 问到吕掌教 是谁重伤了你 是谁对武当下手的 龙帝和老总等人相继赶到 与问天气弱有私 艰难地说到上官 上官云 还有几百个 九阶巅峰的 异能强者 要不是何林赶到 给他服下了疗伤的丹药 他已经死了 何林龙帝等人大惊 脱口而出上官云 新宫 龙帝新宫之人 竟然来了一号上古遗迹 而且还对武当出手 难道他们在遗迹中 找到了什么宝物 何老总面色凝重 极有可能 否则 他们躲都来不及 怎么敢大打出手 暴露行踪 何林猛然一惊 眼眶一下就湿润了 新宫几百人出现在这 林浩 林浩会不会是遭遇上了他们 不 林浩 你千万不能出事他说着 就像鼓动冲去 何老总立即拉住了他丫头 你别冲动 新宫的人 就算得到了什么宝物和传承 也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 有所突破 他们根本不是林浩的对手 林浩一定没事 他肯定只是触动了 一号上古遗迹中的某些禁止 何林甩开他的手 我不要你管 何老总一正 手僵在了半空中 龙帝安慰到孝林 我知道你担心林浩 但我们都应该相信林浩 他一定是 有了什么奇遇 他一定能创造奇迹的 而且这个遗迹 我跟老何都进去过 却是什么都没找到 你进去 搞不好只会给林浩添麻烦 何林这才安心了一些 但还是一直回头望着鼓动 龙帝继续到现在 我们应该关注的 新宫之人的动向 就在这时 三人的令牌 都响起了紧急的铃声 龙魂镇国军统帅的视讯通话响起 一条条紧急的资讯不断地弹出 代鼠国的A级兽潮升级为S级 代鼠国已经沦陷 大下个边境之外 出现A级兽潮 海域出现全球性S级兽潮 数量还在急速增加 极有可能成为SS级兽潮 甚至SSS级兽潮 S级兽潮 凶兽数量一千一头 是蓝星人类数量的将就百倍 一般有九阶处级凶兽带领 兽潮中 大半是七阶高阶阶凶兽 SS级兽潮 凶兽数量一万一头 是蓝星人类数量的将就千倍 一般有九阶中级凶兽带领 兽潮中 大半是八阶处级到八阶巅峰凶兽 SS级兽潮 凶兽数量十万一头 是蓝星人类数量的将就万倍 一般有九阶巅峰级凶兽带领 兽潮中 大半是八阶出级到九阶中级凶兽 全球无数国家都在S级兽潮中沦陷 蓝星岌岌可危 星宫近千名 九阶强者出手 数万大下将士在战斗中牺牲 星宫的所有尊者 都没死之前被浩天战皇所杀的 都是复制体本次兽潮 怀疑是星宫第十二尊者发动的 好在 浩天战皇的三个分身 已经出手大下的局势开始缓解 龙帝和老总和林三人大惊失色 龙帝立即接了视讯通话 开始布置指挥作战 和老总却是强压着愤怒 被和林盗淋漓 当年老爸就是这种局势下 选择了就百万将士 而 而放弃了就你妈妈爸爸 不奢望你能原谅我 但是爸爸希望你 和林正在了原地 泪水夺框而出 带着满腹疑问 林浩敬畏地向神殿走去 神殿前的台阶 有999层 有些台阶已经被打碎 上面还残留着干涸的血迹 已经看不出血液本来的颜色 林浩走在上面 每一步踩下都有苍凉的 金石之声发出 回荡在无尽璀璨的星空 神殿周围的虚幻混沌之火 突然开始加速飞舞 一个小时后 林浩终于来到神殿之前 神殿的大门早已破碎 不知去向 里面的陈设 也是东倒西歪 杂乱无章 破损不堪 彭腹被人洗劫过一样 林浩心中叹息 看这样子 就算这真是大厦上古时期的大人物的居所 里面的宝卧 也早就被人抢光了 虽然有些失望 林浩 还是加快了脚步 越往深处 就会看到越多的打斗痕迹 有的柱子 被拦腰斩断 切口处光滑如镜 有的甲山被轰碎 碎石散落四处 有的墙壁被轰塌 残垣断壁 触目惊心 有的地方被烈火焚烧 有的地方被雷霆轰击 有的 林浩找遍了神殿的脚脚落落 却没有发现任何值钱的东西 宝卧 更别提强大传承了 难道早就被人洗劫了 林浩还是不甘心 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寻找 最后 我在一个有些残破的神坎底下 发现了地宫的入口 林浩沿着向下的巨大台阶 起码走了三百层台阶 才到达地宫地面 三百多层台阶 起码深入地下一百多米 可这座神殿 是凌空而建 从外面来看 本来不应该有地宫 看来这地宫和神殿 一定使用了某种空间神通 地宫全部由青铜所住 同样是雕刻着无数神兽 有些林浩零古籍上都没见过 地宫地到错综复杂 同样到处都是打斗痕迹 和干涸的血迹 不过却都没被打残打烂 只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凹陷 有拳印 有刀剑劈砍痕迹 有十米长的石棺 但仍然没有什么宝物 停放石棺的地宫大殿 长达数千米 墙壁上有一道一千多米 长巨大的裂缝 光滑无比 洞穿了坚硬无比的青铜墙壁 可以看见外面的璀璨星空 林浩在石棺前停下 棺材板早已被掀开 掉落在地 棺中早已经空无一物 原来这神殿 竟然是一座古墓 可怜人哪 从神殿的规模来看 墓主人生前 必定是很强大的 只可惜 死后棺材都被掀了 啥也不上 不能错过任何一个角落 于是 林浩把棺材里里外外都检视了一遍 甚至把棺材抬起来 看了看底部 结果什么都没有 只剩下棺材板了 林浩抬手一挥 一股进风呼啸而出 将棺材板翻了起来 在空中雷转了一圈 还是啥也没有 但棺材板底下 却露出了一块碎片 碎片青色 一尺长 两指宽 朴实无华 边缘一小段 彭扶刀锋一样锋利 林浩刚要上前解释 突然 体内的混沌之火 自动呼啸而出 笼罩住了碎片 什么情况 别丢烧没了 这可是整个神殿中 唯一的宝物了呀 林浩还是第一次见到 混沌之火 自动这样发起攻击 一顿操作过后 混沌之火 竟然泄气地退了回来 而那个碎片 居然毫发无损 林浩惊呆了 虽然我现在还不能发挥出 混沌之火的全部威力 但这碎片也太强了 比星耀石强了几百倍 林浩上前 将碎片拿了起来 从无限空间中 拿出一块 九阶巅峰的凶兽脚 那是凶兽身上最坚硬的部分 林浩拿着碎片 轻轻一挥 凶兽脚轻易地 被切成了两半 砰的一声 掉落在地 断面光滑无比 林浩又拿出了一块 新钥匙的边角料 还是被轻易地 切成了两半 不错 没白来 就在这时 神殿之外的混沌之火 突然呼啸而来 在林浩身前 汇聚成了一片古文 这是 上古文字 林浩头疼 他竟然看不懂 好在抄 SSS 极异能 火眼晶晶开始发挥了 直接将古文翻译好后 呈现在了 林浩脑海之中 这是混沌天地 绝残篇林浩 瞬间心跳加速 这就是神殿的传承 也就是一号 上古遗迹的传承 不过火眼晶晶 只能翻译 却无法探知 混沌天地绝 是什么等级的修炼法 话音落下 周围的场景 就开始消散 片刻后 林浩的身影 再次出现在了 武当山后 山洞穴底部的 相案之前 第241章 兽朝肆虐 大夏成为 蓝星的诺亚方舟 和林热泪盈眶 他看了身后的鼓动 看了看令牌中 不断传来的 兽朝肆虐的资讯 终于明白了 当年父亲的难处 霸和林 投入了父亲和老总的怀抱 千言万语 化为一个霸字 和老总也是 热泪盈眶放心吧 林浩一定会没事的 于是 和林跟着龙帝和老总离开 投入了大夏 抗击S 及兽朝的战斗中 此时蓝星因为凶兽四年 已经陷入了混乱之中 东营全岛 早已被海洋凶兽占领 没有一幢房屋大厦 是完好的 东营人一个接一个 丧生在凶兽腹中 残存的一些异能者 也不例外 东营向国 发出了救援请求 可惜国早已自身难保 东营皇族大骂国 最后向大夏 发起救援请求 龙帝里都没理东营 一天后 东营出了残存的一些 顶尖异能世家 几乎亡国灭种 国荒野和海洋之中的凶兽 全部向其本土 发起了攻击 一座接一座的城市 陷入了毁灭性的灾难之中 本就被林皓 回过一次的城市 变得更加满目疮痍 一床床的高楼 被如山般的九阶凶兽攻击 倒塌 死伤无数 国同样 只剩下了花旗家族 罗斯柴尔德家族 等一些顶尖家族的异能者 日不落帝国 同样是早已沦陷 从上到下 所有人都没能幸免 全部被荒野凶兽和海洋凶兽肆虐 吞噬 鸡犬不留 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更是丧心病狂地使用了丧尸病毒 让国的凶兽变成了丧尸 攻击人类的同时 让无数国人变成了丧尸 就连凶兽也变成了丧尸凶兽 变得更加疯狂 他们这次去一间 没有找到什么宝物 还折损了很多家族强者 所以就丧心病狂了 只有这样 才有可能耗尽林皓的异能 杀死林皓 而在兽巢爆发后 他们躲到家族庄园地下一万米的深处 那里有用新要建造的大型安全屋 雄鸡国 天选之国也是一样 国土之上 早已没有了雄鸡国之人 举目都是各种各样的恐怖凶兽 蓝星无数国家 一个接一个的沦陷 只有大夏 因为有林皓三个分身的守护 挡住了大部分凶兽的攻击 这次的兽巢 最初是从代鼠国的海洋兽巢 代鼠国沦陷之后 引发了中海洋中越来越多的凶兽 冲上陆地 攻击蓝星各国 而星宫第十二尊者的另一个复制体 则是用它那可以引发兽巢的异能 推波助蓝 因此 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全球性兽巢 目前兽巢席卷全球 规模已经超过S级 正在逼近SS级 全球许多国家的首脑正样 以及有头有脸的人 在代鼠国的兽巢规模变大之前 都逃离了本土 前往大夏避难 远端指挥与凶兽的作战 而且这些国家 还带着了许多他们本国的精英人士 想借此延续本国的种族延续 此时的大夏 已经成为了蓝星的诺亚方舟 龙帝直接拒绝了包括国 雄鸡国 日不落帝国 东英等国在内的 不友好国家之人的避难请求 某个神秘之上 星宫总部 星宫的所有复制人 都被派出去 去进攻大夏了 总部之中 星宫的其他人都在狂欢 无情地看着无数凶兽进攻大夏 经过这次受潮 我就不信零浩的异能还能不耗尽 等他异能耗尽的时候 就是我们星宫出手 一统天下的时候了 希望到时 零浩能你保住一些大夏子民吧 否则 我们星宫统治起来 就太没意思了 在大夏异能大学新生联赛开始之前 星宫全员出去 去了一号上古遗迹 而星宫公主 在遗迹中得到了一种 上古宇宙妖族的修炼法 吞天诀 吞天诀等级 不如零浩获得的 混沌天地诀 但却可以透过吞噬金属 他人及凶兽的方式 让等级快速提升 星宫公主上官云 得到吞天诀后 兴奋无比 加上得到零浩 也进入了上古遗迹 于是就让第十二尊者 推波助澜 发动了全球性的兽潮 这样一来 他们不仅可以消耗 大夏和零浩的实力 上官云 也可以更好地修炼吞天诀 攻海之中 一座巨大的岛屿之上 上官云和星宫 第十二尊者的真身 突然凭空现身 这岛早就被无数凶兽占领 一看到人类 顿时眼红无比 向他们发起了疯狂的攻击 这些都是上官云等人的真身 一个个都是九阶巅方 凶兽来多少杀多少 先是第十二尊者 用他的兽潮异能 控制凶兽 让凶兽成为待宰的羔羊 上官云及其他十一个尊者 疯狂出手 在各种强大异能的攻击下 一片又一片的凶兽 被打成重伤 这样就可以极大的减少 新宫之人异能的消耗 可以让他们 重伤更多的凶兽 最后上官云出手 用吞天绝中的秘法 将重伤的凶兽吞噬 不到十个小时 上官云就突破了 他几十年来 一直无法突破的 武宗一阶等级 他的双眼 变成了血红之色 瞳孔 变得像黑洞一样 呈现一个不断旋转 吞噬的黑洞模样 极其甚人 上官云和新宫的人 各个兴奋 无比再这样下去 公主用不了几天 等级就能称霸蓝星了 到时杀灵号 就跟杀技一样简单 哈哈 不过 到了武宗等级之后 想要再提升 每提升一个等级 就需要吞噬更多的凶兽 而且 都得是九阶的凶兽 否则提升速度 还会变慢 但上官云并不担心 因此 此时全球除了大夏 其他国家都已沦陷 海洋中 凶兽大多都已经开始暴动 无数的凶兽 一闻到人类的气息 就会冲上岛来 根本就不用担心 没有九阶凶兽 供他吞噬修炼 不过上官云 没有告诉他的 新宫属下的是 吞天诀 是妖族的修炼秘法 并不适合人类 若使人类强行修炼 会变得越来越 变没有理性 越来越疯狂 因为这宇宙妖族的吞天诀 也是可以透过吞噬人类 或者其他宇宙种族 修炼提升的 上官云等人 杀了一个多小时 一能耗尽 全部躲进了新宫总部 原来 新宫的总部 一艘损坏的武尊初级战舰 光是长度就达到五万米 战舰的武器系统 早已损坏 无法使用 但是其隐身系统 依然储存的挺好 动力系统也没怎么损坏 仍然可以使用 只是新宫 没有武尊初级别的玄金 作为燃料 无法发挥出 武尊初级战舰的最快速度 不过 新宫有了这艘战舰做总部 还是逃过了大夏和林浩的追踪 上官云兴奋 无比休息一下 等一能恢复了 再出去吞噬凶兽 用不了几天 我就能突破 武宗二阶三阶 新宫首席尊者 希望林浩在上古一季中 多待几天吧 第二尊者 就算林浩现在出来 兽朝也很快会提升到SS级 足够拖住他几天了 道士公主早已拦心无敌了 大夏 浮城 密密麻麻的凶兽 从海洋中疯狂地冲上岸来 对浮城发起了疯狂的攻击 浮城防护墙上 浮城的军部将士 正在拼命反击 抵挡凶兽突破防护墙 防护墙的上方 无数个型别的战机 以及智慧战机 都在疯狂地输出 对付一些飞行凶兽 一旦防护墙被攻破 浮城的几百万百姓 将会九死一生 甚至可能会有灭顶之灾 砰砰 一架架雷射炮 离子炮疯狂地扫尸而出 一头又一头的凶兽 被轰得血肉横飞 龙魂镇国军的九阶强者 更是穿着九阶机甲 直接身先士卒 杀向了兽巢 以减缓防护墙的压力 第242章兽巢升级 大夏 浮城 一头九阶巅峰兽黄玄恶龟 迈着缓慢的步伐 向浮城防护城 发起了攻击 他的步伐虽然慢 但九阶终极兽黄玄恶龟 高达二百多米 一步就是将近百米的距离 而且 他的防御超越了九阶终极 玄恶龟的身后 还跟着无数九阶海洋凶兽 比如 龙沙 章鱼黄 魔鬼水母 地黄线 九头蛇黄 这些兽黄 达到九阶之后 都拥有了离开海水的 长期生活能力 每一头都是至少 两三百米高 或者长 章鱼黄 更是达到了千米的长度 这样的阵容 简直堪称恐怖 普通人光是看到这些庞然大物 就已经吓得晕倒在地 特别是魔鬼水母 可以释放剧毒 扩散速度极快 许多没有高阶战甲防护的将士 都被毒得全身溃烂而死 无比凄惨 砰砰 浮成防护墙上的 雷射炮等高科技武器 以及SSS 及智慧战机的武器 根本无法斩杀玄厄龟 只是在它的龟甲之上 留下了轻微的痕迹 其他的兽黄 虽然防御比玄厄龟低一点 但是同样不是那些武器 可以轻易斩杀的 特别是九阶中级的几种兽黄 只能靠龙魂镇国军的 九阶强者去斩杀 虽然前段时间 在零号的天亮资源借给之下 大厦的九阶 及九阶巅峰强者 多了一倍 但面对漫山遍野的 海洋九阶中级凶兽 还是杯水车薪 根本不够用 许多龙魂军九阶强者 斩杀了三五头九阶凶兽之后 异能就已经耗尽 但他们不肯后撤休息 恢复异能 而是凭借肉身力量 操控机甲 继续斩杀凶兽 在机甲的能量也耗尽后 就以纯力量操控机甲 与凶兽近身战斗 但是凶兽实在太多了 龙魂军的战皇 都被陆陆续续地轰飞 机甲破碎 而他们的异能 根本来不及恢复 眼看许多战皇 就要惨死凶兽爪牙之下 好在林浩的分身来了 砰砰 九阶中级的玄厄龟 龙沙 章鱼皇 魔鬼水母 帝皇羡 九头蛇皇 一头接一头被斩杀 但都是被非常精准地 攻击致命部位而死 死后都被林浩分身 收进了无限空间冷藏 至于那些被丧失病毒感染的凶兽 林浩分身 全部都是用八荒神火领域 直接将其烧成虚无 以免病毒扩散 还有那些七阶以下的凶兽 对现在的林浩和大下而言 已经没什么用了 所以 也都是直接斩杀 林浩的分身 实力跟本体一样 巅峰战力 达到了恐怖的五宗六阶 速度快到 连九阶巅峰的战皇 都完全看不到他的身形 只知道林浩来过 林浩的三个分身 全程开启所有领域 八荒神火领域 混沌神雷领域 空间风暴领域 九天神雷领域 精神领域 超SSS 及治疗型异能 声声不息 超SSS 异能火眼金睛 超SSS 及异能缩地成寸 闪电般在不断地 在大夏的海洋边境线上掠过 不断地锁定 斩杀所有五阶 及五阶以上的强大凶兽 同时 将许多七阶以下的凶兽 禁锢得无法动弹 方便龙魂镇国军 和各地军部的将士斩杀 同时 每次经过一个城市 也都会同时 以生生不息异能 恢复大夏将士耗尽的异能 灵号分身每次 经过一个城市 都会团灭三千多万的凶兽 一头头低接凶兽 被轰成血物 给九阶巅峰以下制人的感觉 就像是凶兽莫名其妙自爆一样 被灵号轰杀成了一团团的血物 像是白日焰火一样 壮观无比 正是有三个灵号分身的存在 才保证了 大夏如此长的海洋边境上 没有一座城市的防护墙 被兽巢攻破 不过即便是这样 兽巢达到SS级之后 依然是显向还生 毕竟SS级兽巢的凶兽数量 达到了恐怖的一万一头 凶猛无比的兽巢还在持续 庞扶没完没了 而且被感染变成 丧尸凶兽的凶兽越来越多 于是 灵号的三个分身 将每中七到九届的凶兽 都抓了几百万头 扔进无限空间之中豢养 这样一来 就算蓝星所有凶兽都被感染 也不至于没有凶兽资源 可以借给大厦异能 修炼提升用了 三个分身星面移动 无限空间中 就形成了一片 一百万平千米的巨大盆地 至于海水 就更简单了 只需将无限空间置于海中 一年控制 开启一个空间门 让海水流进盆地 就变成了人工海 大厦其他城市 比如江南地区的繁华城市 魔都等 防御都比浮沉 这样的滨海小城要强 因此 大厦将士的损伤也更少 大厦对抗SS级兽巢的战斗 是全球直播 虽然其他国家 已经看不到了 大厦百姓 对于SS级全球性兽巢的态度 也慢慢从最初的惊恐 变成了紧张和担忧 毕竟凶兽太多了 再兽巢没有结束前 普通人完全不担忧 是不可能的 虽然我们看不到 浩哥分身的身影 但是浩哥的分身 无处不在 这真的全球性兽巢 不是大厦全国边境 放血色烟花 还好有浩哥的分身在 否则大厦就像其他国家一样 沦陷灭亡了 希望浩哥本尊 快点从上古一季中出来 这样大厦的伤亡 就可以更少了 兽巢还在持续 而且已经突破了SS级 照这样下去 就算是形成SS级的兽巢 也是时间问题 SS级兽巢兽数量十万一头 是蓝星人类数量的 将就一万倍 一般有九阶巅峰 凶兽带领 兽巢中 大半是八阶触及到 九阶高阶的凶兽 不过九阶巅峰兽皇的数量 也是非常的多 SS级兽巢 可以说是蓝星海洋和陆地 除了五阶以下的凶兽 五阶级以上的凶兽 全部出动了 这时 蓝星除了大厦 其他国家都快沦陷 所有的凶兽 都朝大厦而来 完全是围攻的状态 虽然有零号三个分身在的大厦 完全可以抵挡住 SS级的兽巢 但毕竟凶兽太多了 还是有不少将士 被凶兽所杀 而且 大厦的玄金等资源 也在以极快的速度消耗 就在这种情况下 零号终于安然无恙地 从一号上古遗迹中的神殿出来了 此时 距离他进入遗迹 已经一天了 怎么回事 竟然才过了一天时间 我不是在神殿待了十天吗 零号震惊 片刻后 他想到了一种可能 神殿内的时间流速 比蓝星快十倍 看来 以后得再来一次 看看能不能把神殿收到无限空间中 那样修炼速度 就能提升十倍了 什么 蓝星发生了SS急兽朝灵号 看到战皇令牌中 跳出来的无数条资讯 顿时变得杀气腾腾起来 第243章兽朝 灭 魔都 入海口处的巨大城防攻势 魔都的城防攻势 是修建在入海口的大江之上的 因为魔都的陆地 紧邻着入海的大江 只有向外修建防御攻势 才能更好地保护魔都 防御攻势之外 海面上密密麻麻的 都是恐怖且身材巨大的海洋凶兽 许多凶兽都是两三百米高 直接踩着潜水区的海水进攻 而海水中 还有许多凶兽 半路着身躯 急速游向魔都 海面上形成了一道又一道的巨大水花 防御攻势之上 雷射炮 电磁炮 雷射炮等等高科技 一秒都没停过 不要前世的 对兽朝发动着攻击 砰砰 海面之上 巨大的水花 不停地冲天而起 血肉横飞 血水急速晕染海水 久而久之 整个海面 已经变成了触目惊心的血红之色 庞浮一片血海 海风吹过 腥臭的气息扑边来 令人作呕 无数的凶兽 一头接一头地死去 然而 凶兽们对同伴的死亡 完全视若无睹 不仅如此 凶兽反而变得更加疯狂 一头又一头的凶兽 不断地冲向魔都的防御攻势 在这之前 许多被林皓抓住 卷入军部劳改的各大世家之人 都被送上一线 与凶兽大战 许多人战死了 不过也算他们死得其所了 浑身浴血的河林 刚恢复异能 就红着眼 杀气疼疼 视死如归地 再次杀到了城防攻势之外 绝对零度 咔咔 防御攻势前数千平米的海面 瞬间被极寒的温度冰封 成千上万的凶兽 被冰封成了冰雕 而后爆炸开来 冰块飞箭四射 更有密密麻麻的冰锥 凭空形成 呼吓而去 洞穿了无数凶兽 让其石沉海底 随着兽潮提升 和战斗的持续 防御攻势前的海 已经快被凶兽尸体填满了 荷林一番极限输出 带走了数万的凶兽 然而 他的异能 也是再次消耗殆尽 就在这时 一头九阶巅峰 且一直在海底 缓缓前涌而来的九头蛇 突然哗一声冲出海面 九个头 每个都张着血盆大口 同时快速无比地 咬向和铃 和其他的龙魂军将士 只见那九头蛇 浑身包裹着 龙鳞般的黑色鳞片 光是探出海面的部分 就已经达到三百多米 血盆大口之中的獠牙 更是如合金刀剑一锋利 一颗牙的长度 比成人还要高 防御攻势上的将士 大惊失色 急忙将各种雷射炮 雷射炮 离子炮 对准了九头蛇 砰砰 一顿疯狂的扫射 却无法伤到九头蛇分毫 而与此同时 又有几头九阶巅峰的 绝世凶兽 冲到了防御攻势之前 发起了攻击 眼看无法阻止 九头蛇进攻 和铃和八个龙魂军的将士 就要丧身蛇口 就在这时 林浩回来了 九天神雷领域施展 风云变色 电闪雷鸣 万道灭视神雷 同时从天而降 彭扶世界末日 砰砰 九头蛇的九个头 几乎同一时间 被九天神雷 轰成了血雾 其他的几头 九阶巅峰凶兽 还有海面上 近千万头凶兽 也是同样被神雷击中 轰成了虚无 后面的无数凶兽 都被吓得停止了片刻 更后面的凶兽 猛然撞上了前面的凶兽 海中一时间一片混乱 林浩一个闪身 搂住了和铃 我回来了 一切都交丢吧 和铃愣了一下 看清真是林浩后 喜极而泣 泪水夺眶而出 紧紧地投入了林浩的怀抱 林浩轻轻摸了摸和铃的头 在他光洁的额头上 轻轻一吻好了 你先去休息吧 说着施展生生不息 将他的异能恢复 然后将他送进了 无限空间之中 将士们看到林浩真身回来 一招带走千万凶兽 顿时欢声雷动 浩哥回来了 浩哥无敌 欢呼声中 无数凶兽 又冲向了防御攻势 海水都被搅得 如同沸腾了一般 林浩震怒 面色阴沉 身形腾空而起 各种领域全力施展 八荒神火领域 九天神雷领域 空间风暴领域 混沌神雷领域 一时间乌云滚滚 电闪雷鸣 紫燕腾空 空间碎片漫天四孽 无数大型雷射炮 都无法伤其皮毛的强悍凶兽 瞬间被轰成了虚无 接着 林浩踏空而行 沙向大海 所过之处 片甲不留 每次出手 都会带走千万凶兽 发泄了一番怒气之后 林浩也开始活捉 高阶凶兽 用来给大厦将士 修炼所用了 因为这一次 他决定灭杀海洋中 所有的高阶凶兽 林浩的速度越来越快 一开始在魔都海域上 斩杀凶兽 片刻之后 就开始在整个大厦的 海岸线上 斩杀兽巢 兽兽旱不畏死 兽巢终于升级为 SSS级 凶兽数量达到 恐怖的十万一头 林浩根本没放在眼里 他和他的三个分身 以大厦为中心 地毯式的向整个蓝星的 陆地海洋虐杀而去 最后 林浩杀的海洋中的凶兽 不敢冒头 凶兽虽然凶悍 但是毕竟还是有一点灵质的 林浩的三个分身 杀完了陆地上的凶兽 全都来到海洋 跟林浩一起 杀进了大海之中 普通的火焰 要是到水中 威力肯定是大减 不过林浩的火焰一能 都是顶级的火焰 只是稍微减弱了一点点 以他现在的等级和战力 这一点点的减弱 根本就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林浩和分身直杀的整个海洋 从里到外 都化成了泄色 触目惊心 经过一天的虐杀 蓝星所有的高阶凶兽 除了被抓进 无限空间中的几千万头 其余的 全部都被杀光了 剩下的 都是五阶一下 根本无法兴风作浪了 大夏举国欢庆 还在武尊触及战舰中 恢复异能中的 新宫公主上官云 看到外面的情况 人都傻了 没有了高阶凶兽 我吞噬凶兽修炼的速度 就要大大降低了 林浩解决完了兽巢 也该解决新宫 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了 林浩和三个分身 立即开启精神领域 和火眼金睛 对蓝星进行地毯式搜寻 相比上次搜寻 这次的林浩 等级和战力 都已经提升了许多 在搜寻的过程中 一探测到 有东营人和国人 林浩 都是毫不犹豫的 第一时间灭杀 经过一番搜寻 林浩在 在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庄园 发现了他们藏在 地下万米的安全屋中 第244章新宫面 林浩突破 罗斯柴尔德庄园地下万米 其族长所罗门 还在沾沾自喜 就算林浩能解决 SSS级兽巢 他的异能 也必将耗尽 到时 我们就可以轻易杀了他 我们只要再等几天 就可以出去了 搞不好 到时整个大厦都已覆灭了 林浩隔着万米的土层 听了这话 忍不住笑了 他都懒得下去 直接凝聚出一颗巨大的 空间风暴球 扔了下去 空间风暴球的空间碎片 是万米坚硬土层如无物 轻易就切割吞噬开 片刻后 空间风暴球 洞穿了安全屋 杀了进去 空间风暴球分化开来 朝几百个罗斯柴尔德家族之人 呼啸而去 可怜他们根本没想到 林浩不仅以急速的速度 团灭了寿巢 还轻易地找到了 他们的藏身之处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 惊恐无比 但一个个甚至来不及反应过来 就被空间碎片切割了炸 吞噬进了虚空之中 至此 蓝星再也没有东营人 除了伊芙林和克里斯汀 也不再有国人 接下来 林浩继续对蓝星 进行地毯式搜寻 半个小时后 在距离大厦海岸线 一千千米的公海上空 发现了一艘武尊初级战舰 这应该就是星宫的总部了吧 居然藏在一艘武尊初级战舰之上 要不是 我等级提升了 还真找不到 战舰内的星宫之人 看到林浩 吓得浑身颤抖 怎么可能 林浩怎么找到我们的 不 不可能 他一定只是路过 在这停留一下罢了 他一定是发现我们了 你看他的冷笑 完了 这次我们在劫南逃了 大家别怕 大不了 出去跟他拼了 拼 拿什么拼他 可是一个人终结了 SSS受潮 最惊恐 最不甘的人 是星宫公主上官云 卫神魔 卫神魔不能等等 只要再过几天 我就能突破五尊了 卫神魔不 我已经五尊二阶了 林浩肯定不是我的对手 这么想着 他恢复了一点信心 为了万无一失 我必须要再提升上 关云血红的双眼 望向了战舰内 那几百个八阶九阶的 星宫之人 不加他们的复制铁 星宫第一尊者 被上官云看得有些发毛 颤声道公主 您 您看着我干嘛 上官云反应他的 是一个宁孝 然后就猝不及防地 扑了上去 将星宫第一尊者吞噬 啊 星宫第一尊者 发出最后一声惨叫 祖 星宫之人 全都吓得亡魂接冒 战舰之内 一片混乱 血流成河 可惜上官云 已经锁住了出口 他们根本无处可逃 惨叫声一声 接一声地响起 上官云的等级 在缓缓地提升 林浩看了这画面 都忍不住 星金上官云真不是人 不过这吞噬修炼法 倒是有点液 要是可以改进一下 倒是可以考虑 用来对付恶人 林浩一点也不着急 反正在他眼中 上官云等级的提升速度 还是非常慢 终于 吞噬完星宫几百人后 上官云的等级 突破了五宗三界 上官云兴奋无比 眼中的血色光芒 几乎已经实质化了 而且他浑身的杀气和力气 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 整个人看起来 就像是一头凶兽 上官云兴奋地 开启了战舰舱门 血红的双眼盯着林浩 宁笑道林浩 你受死吧 他连声音都变得沙哑起来 加上他浑身是血 简直是跟魔鬼无异 上官云身形一闪 冲向林浩 一拳直击脑门 恐怖的力量 直接震碎了虚空 几千米之下的海面 也被震得巨浪翻涌 林浩冷笑五宗三界而已 找死 林浩轻描淡写地轰出一拳 直接将五宗三界的上官云 轰成了渣渣 上官云甚至来不及错额 就烟消云散了 只剩下了他的空间戒指 里面果然有一卷吞天诀 还有五百多吨的星药石 林浩取出一看 竟然是宇宙妖族的修炼法 上官云真是强行修炼 难怪会变得人不人 鬼不鬼 系统 这修炼法 能改造成适合人族修炼的吗 主人 包在我身上 片刻后 改造过的吞天诀 直接出现在了林浩脑海之中 适合人族修炼的吞天诀 可以吞噬妖族 金术 还有各种各样的能量不错 系统 你看得出 这是什么等级的修炼法吗 主人 这是不朽之上的修炼法 是宇宙妖族最顶尖的修炼法 林浩都惊呆了 他还是第一次听到 不朽等级之上的修炼法 不朽啊 如今的林浩 都无法想象 不朽有多么强大 系统 那我在一号上古仪记中 找到的 混沌天地诀呢 系统主人 混沌天地诀 比吞天诀更强 林浩愣了三秒 激动得手都颤抖起来 先看看这新宫 作为总部的战舰 收拾一下 再开始修炼 林浩进入五尊初级战舰 先精准地控制八荒神火 将里面的血剑 清理了一遍 系统有材料就可以 不过得是五尊初级的 但这种战舰 以后你有的事 别在意了 林浩话虽如此 但也别浪费了 先收进来再说 林浩收了战舰 然后直接凌空盘坐 开始修炼混沌天地诀 一时间风雷涌动 海浪滔天 蒙浴的天地灵气 汇聚成雨 像浇灌来 还有一种更加神秘 强大的世界本源之力 也在不停地向他体内汇聚 最后 在他的体内丹田不稳 形成了一个混沌状的内世界 内世界之中 星辰闪耀 只是数量还比较少 不足一百克 一天一夜之后 林浩那世界中的星辰 变成了一百克 他的等级 也突破到了五宗一界 随后因为林浩终结SSS 及兽潮 系统又奖励了一界 他的等级达到了五宗二界 另外 加上力量速度精神的全面奖励 和提升 现在的林浩 巅峰战力 已经可以秒杀五宗八界 就算是面对五宗九界 他也能五五开 奖励五宗五界 智慧战斗机器人 一万台 林浩激动不已接下来 我可以放心地 将兰芯所有的上古遗迹 都探索一遍了 不过在这之前 还是要先回一下大侠 因为他想和林了 第245章 属星人 林浩回到了摩大别墅 一看到和林 二话不说 就忍不住抱起来 往包间走去 和林羞红了脸 把头埋进了林浩怀里 心跳小路乱撞 满怀期待 刘顺浩哥 我去 我被楷磨呀 苏林已经这么 明目张胆了吗 江玉芙这算是官宣了吗 顾星一号哥 放开他 冲我来 高家家号哥 什么时候可以对我 依附林浩哥 竟然看都没看我一眼 克里斯听完了 没戏了 林浩和林 大战了一天一夜 林浩洗了个澡 坐在床头 牵着他的手 笑道你好好休息吧 我还有很多事要办 和林拉住他的手 紧张到 你是不是又要去上古遗迹探险 林浩点头 有些事情交代一下 然后就去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和林知道自己等级不够 去了也只会增加林浩负担 于是说道 那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林浩随即拿出 混沌天地绝残篇 给和林看了看 讲了一下 在一号上古遗迹中的事 最后 将一道包含了 混沌天地绝残篇 全部内容的精神印记 打入了和林脑海之中 接着 林浩又将混沌天地 绝传给了刘顺 苏林 龙殿 何老总 雷霆 凌云 梁权 虽然大家都有了这无上修炼法 但能修炼到什么等级 还得看个人的天赋 意志 以及往后的际遇 而林浩有系统在 修炼速度 肯定比所有人都快 更何况 这只是混沌天地绝的残片 也只传给最亲近的人 没什么好舍不得的 最后 林浩将改进过的吞天绝 传给了顾星仪 高佳佳 宋玉 刘升 并让龙帝和何老总 传给透过审查的所有大厦军部将士 以及科艺能大学的导师 荣耀学生 和王者学生 这样的话 配合林浩覆灭寿朝 所得到的修炼资源 三个月内 大厦的实力 至少能提升两倍 许多人突破五宗等级 也不再是问题了 至于克里斯汀 和伊弗林 林浩决定晚点再说 安排完事情 又留下大量修炼资源 林浩决定 先去躺周家 告诉周小轩 他父亲的真身 已经不在了 不过林浩还没出门 周小轩自己就来了 浩哥 你一定要帮帮我 我大伯简直不是人 他趁我父亲不在 竟然想夺取家主之位 他还想杀我 当初我爸说 要跟你亲近点 我大伯是极力反对的 那时的我爸 虽然是复制体 但我相信他 还有理智 没有完全受心工控制 他还是为周家着想的 周小轩因为父亲真身 被心工控制 这段时间 一直茶饭不思 非常憔悴 此时更是脸色苍白 连头发都是凌乱的 之前魔都荒野 出现兽巢 周家是出过力的 只有他的大伯 和其追随者反对 而且 林浩跟周小轩是校友 既然他找来了 那就顺手帮一把吧 林浩带着周小轩 透过无限空间 来到周家上空 精神领域和火眼金睛 锁定他的大伯周成光 只听他正在家里 大发雷霆 全是废物 连个四街的小丫头都看不住 我养你们这些废物干嘛 报告家主 周小轩去了摩大 他可能去找林浩了 怎么办一个周家 供奉惶恐地跑进来说道 周成光听到林浩二字 也是吓了一跳 但很快就怒到哼 找林浩又能怎样 这是我周家的家事 他管得着吗 你是不是想死林浩 突然带着周小轩 凭空出现在周成光面前 周成光和所有周家人 都吓得双腿一软 跪倒在地拼命求饶 浩哥 我不故意说你的 求求你 不要杀我呀 周成光拼命磕头 他知道林浩是带天行事 杀了就杀了 而且他做过的一些恶事 根本经不起查 林浩声音冰冷到说吧 把你做过的见不得人的事 都说清楚 要是漏掉一件 我就杀了你 周成光都吓尿了 以为林浩早就查清楚了 是有辈来的 哪里还敢有所隐瞒 赶紧一五一十全招了 周成光说了很多 林浩听到他说 他曾经倒卖过战略资源 给东宁之时 果然的 隔空一拳轰处 将周成光轰成了邪恶 林浩掷地有声道以后 周家周小轩 做主谁 若有不敬 他就是前车之剑 所有人都吓得瑟瑟发抖 周小轩感激得热泪盈眶 跪谢道浩哥 真的太感谢了 林浩将他扶起 柔声道有件事 我必须要告诉你 因为迟早都会知道 周小轩似乎明白 林浩要说什么 顿时哭成了泪人 你爸是被星宫公主上官云所杀 上官云和星宫 已经被我覆灭了 林浩说完就离开了 回去跟何林等人告别后 留下三个分身守护大夏 他就独自启程 开始探索蓝星的 各个上古遗迹了 林浩还将刚刚得到的 十万台形星级智慧 多功能工程机器人 给了三个分身 让三个分身去蓝星各国 寻找开采星药石 玄金等等资源 如今的蓝星 基本上已经只剩大夏人了 没什么好客气的 把所有的资源都拿回大夏 让大夏的实力快速提升 以防来自宇宙中的未知危险 这才是最重要的 林浩来到位于大夏的三星堆遗迹 这是人类较早发现的 上古遗迹之一 透过火眼晶晶异能 林浩震惊地发现 这根本就不是人类的文明 而是外星文明 那些头顶像长了一根树的青铜人 或者头顶尖的 像是顶着一刀菜刀的青铜人 还有双手环抱 身材比较失条高达米的青铜人 其实都是宇宙中一个叫做属性人的外星人 他们于一万年前 飞船失事 意外来到了蓝星 隐居在了山中 神秘的黄金面具 纵木面具 是他们偶尔外出了解蓝星时 所戴的面具 用来遮掩容貌特征的 还有那最神秘的青铜神术 是属性人魔旁制作的图腾之术 在属星 真有一棵通天的神术 属性人相信 神术可以沟通天地神明 而蓝星上的属性人 希望建造一棵青铜神术 像鼠地发出讯号 可惜不知为何没有成功 还有那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文物方向盘 其实是属性人的 星际飞船的实体方向盘 可惜飞船已经彻底毁了 只剩这个方向盘了 属性人是有极高宇宙 科技文明的外星文明 只是蓝星资源有限 属性人所携带的各种资料 图纸 以及科学家 智慧机器人 又都不幸离世 毁灭 存活下来的人 几乎成了原始人 因此 无法用蓝星的资源建造出星际飞船 只能在蓝星定居了 加上存活下来的属性人极少 他们花费了全部精力 也只能保证生存 久而久之 他们也渐渐放弃了回属性的梦想 毕竟在蓝星生存 已经耗尽了他们的全部精力 接着 灵浩透过火眼晶晶异能 在青铜神术 和三星堆 祭坛一记地下千米 发现了蜀星在宇宙中的位置坐标 那是一组神秘的蜀星文字 要不是有系统 灵浩根本看不懂 最后系统说到 蜀星人的文字 跟大夏祖星的象形文字 有些相似 蜀星人 极有可能是祖星人的一只 比如 祖星人派出去探索宇宙的人 最后因为某种原因 失去了与祖星的联络 留在了蜀星 经过千万年 甚至几亿年的生物进化演变 成为现在长相奇特的蜀星人 第246章大昆星系 祖星灵浩震惊无比 奇奇怪怪的蜀星人 竟然跟蓝星大夏人 来自同一个地方 系统 蜀星距离蓝星多远 系统十亿光年 陈捕木曹十亿光年 灵浩惊掉了下巴 他没有进行过星际旅行 加上数学太烂 根本无法想象 十亿光年是怎样遥远的距离 能十亿光年外的蜀星 飞到蓝星 那蜀星人的科技文明岂不是 灵浩不知道怎么形容啊 他忽然觉得宇宙之中 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 既然有蜀星人这样的 同宗外星人 那肯定也有其他 与大夏人不一样的种族 他们都是无比强大的存在 要是遇上不怀好意的种族 那蓝星几乎是任人宰割的存在 蓝星可是连一架行星级飞船 都没有 而蜀星人的飞船速度 绝对超过了光速 蓝星人的物理 还有其他的知识体系 在这一刻 崩塌了 系统主人 不要悲惯 一切由我 很多事 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0号我一定要变得更别强大 蜀星人的坐标仙计下 以后说不定能去蜀星看看 现在还是赶紧去下一个上古遗迹吧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昆仑界 还有两个多月就要开启 而探索一个上古遗迹 随便都得一两天 要是危险的上古遗迹 搞不好会被永远困在里面 5号上古遗迹 玛雅闻名遗址 0号透过火眼金睛 很快就发现了问题 位于羽蛇神经字塔地下一万多米的地方 有一间几百万立方米大的洞穴 高度可以容得下一栋百层的高楼大厦 洞穴中存在着大量的黑药石粉末及碎片 还有一个巨大 却残破不堪的黑色圆形祭坛 周长达到11万多米 全部都是黑药石建造而成 祭坛之上 依稀可见 许多神秘的文字和符号 虽然有很多文字和符号 与大厦的象形文字有些相似 但整体上并不是蓝星任何一个国家 或者文明的文字 0号在羽蛇神经字塔附近 凝聚出空间风暴球 打通万米地层 来到洞穴 火眼晶晶一扫 立即反馈回来 令人震惊的资讯 这是一个简易的空间穿梭法阵 可以理解为空间虫洞的一种 消失的人玛雅人 透过虫洞 离开了蓝星 前往了未知的星际 因为黑药石的等级太低 玛雅人花了几千年 才建造了这个虫洞 或者说空间穿梭法阵 0号脑子嗡嗡 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玛雅人竟然是修仙文明之人 系统祭坛上的文字 是由祖星文字经过亿万年的时间演变来 玛雅人的祖星 也是祖星的一个知脉 0号祖星这么强吗 亿万年前就派出了星际探险队 去星际探险了 系统亿万年 不过是星际文明最基础的纪念单位罢了 0号傻眼了 又探索了几处遗迹后 0号去了30号上古遗迹 这是人类发现 但还没被探索过的深海遗迹 深海本是各种强大的海洋兽黄的出没处 之前的蓝星 能来到深海的人都没几个 更别说是探索海底遗迹了 如今蓝星所有强大的凶兽 都被0号给灭了 他来到大海深处 所过之处 那些弱小的海洋凶兽 全都吓得落荒而逃 很快 0号就来到了30号上古遗迹 达到九阶的异能者 是可以无惧海底恐怖水压 且能保证生命体制完好 还能战斗的 30号上古遗迹 已经被海底泥沙埋没 只露出了一点金属般的顶部 看起来光滑无比 彷復一个鸡蛋的外壳 没有一丝缝隙 0号立即施展 超SSS异能火眼金睛 和精神领域 他震撼地发现 这个上古遗迹最长的地方 竟然达到了恐怖的15万米 混沌神雷领域 0号星面一动 覆盖范围50万米的领域施展 万雷齐发 地动山摇 海水狂涌 形成了恐怖的海啸 将覆盖上古遗迹泥沙 全部清理干净 巨大的上古遗迹 终于重见天日 还真是一个鸡蛋 只是这鸡蛋 也太大了吧 0号在30号上古遗迹面前 就像站在一颗小行星面前一样 只见30号上古遗迹 呈暗灰之色 外形像是鸡蛋一下 然后就什么都看不出来了 既看不出口 也没看到视窗之类的东西 0号直接上前 来到了30号上古遗迹侧面 这是火眼金睛 帮他找到了入口 不过看起来 同样没有一丝缝隙 系统 这要开启的话 海水不是会倒灌进去 系统 这其实是一架 恒星九阶的宇宙飞船 如果里面没坏的话 开启舱门 海水是不会倒灌进去的 恒星九阶的宇宙飞船 0号再次震惊 过了半天 才平静下来 既然无法确实有没有坏 万一开启 海水倒灌不就坏了 你有没有别的办法 系统主人可以尝试用无限空间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0号心念一动 周围的场景立即变换 真的透过无限空间 开启次元门 来到了上古一季 也就是恒星九阶飞船内部 0号一进来 飞船内部 就亮起了无数灯光 将内部景象 照得一览无余 这内部场景 竟然是山山水水 亭台楼阁 房屋连片 鸟语花香 跟0号想象中的宇宙飞船 完全不一样 要不是事先就知道 自己来到了飞船内部 0号 都以为自己回到大厦的 某个大型古典园林 或者古城了 欢迎来到大昆星一季 一亿年过去了 蓝星终于有人进来了 一道人类的声音响起 然后出来了一个 身穿大厦古装的角色美女 0号游猛 你是 我不是人 啊 我是一个智慧生命体 你可以理解为 我是一串城市马 城市马这特魔也可以 0号几乎是喊出来的 或者 我们换一个比喻 你可以把我看作 是一个比较弱的系统 0号震惊 心念与系统交流系统 你可以变成人吗 系统可以 他说的没错 他只是一个弱小的智慧生命体 角色美女的 我是主人创造出来的 我可以变成任何你眼睛 所能看到的事物 说着 角色美女变成了男人 石头 光芒闪烁的城市马 一棵树 一朵花 一只猫 最后又变成了美丽的女人形象 你可以叫我小美 0号问到 你的主人呢 小美主人已经死了 这恒星九阶飞船 也就是你们 据说的上古一记 也不是主人真正的飞船 不过是临时租来的 一亿年前 主人的领殿 大昆星系 被宇宙强敌入侵 毁灭了 第247章 诸葛乾坤的传承 0号猛逼 我要是没听错的话 你刚才说 你的主人的领殿 是一个叫大昆的星系 小美没错 大昆星系 是银河系的十万倍 0号脱口而出的 打断你吹牛 都不打草稿吗 小美不慌不忙到 尊贵的战皇先生 我没有吹牛 系统主人 他没有吹牛 大昆星系确实很大 0号好吧 被你装到了 说说你的主人吧 小美温柔一笑 然后 表情变得悲伤起来 我的主人 伟大的诸葛乾坤阁下 是一位不朽九阶的宇宙 顶尖强者 死 不朽九阶0号 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系统主人请淡电 以后主人 必将成为不朽之上的存在 0号瞬间恢复了 气定神仙的高价风范 微微点头 是一小美继续说 小美我的主人 诸葛乾坤 是一个低调的人 买下大昆星系之后 就用大神通 将大昆星系 从宇宙中掩盖 隐藏了座标令牌 开始了隐居生活 潜心修炼 争取早日突破 不朽之上的等级 只可惜 五百万年后 主人的仇家 率先突破了 不朽之上的等级 找到了大昆星系 整个星系被毁 只剩残骸 无数无辜的星系子民 随之丧生 主人诸葛乾坤 拼尽全力 也无法抗衡 最后与大昆星系 一同陨落 主人陨落之前 为了保留 大昆星系的火种 让我启动了乾坤盘 带着他的家人弟子 逃离大昆星系 不过乾坤盘 早就损坏过 主人也是陨落前不久 才修复了一些 于是我们被传送 到了不知名的星系 经过了几百万年的 星际流浪 才到达了蓝星 又在蓝星海底 等待了五亿年 才等到了战皇先生您 只可惜 主人的弟子全都死了 林浩有些感慨 你主人的名字 很像大厦人名 小美主人诸葛乾坤 本是人类祖星 最出色的星际探索 先锋队员 诸葛乾坤是祖星人 林浩吃了一惊 原来祖星这么强大 一亿多年前 就向宇宙派出探险队了 小美战皇先生 您身上 也流淌着 人类祖星的血脉 主人的传承 由你来继承 再合适不过了 主人曾经说过 只有二十岁前 突破战皇九阶的人 才有资格成为他的弟子 林浩淡淡一笑 我可没说 我是来拜师的 有系统 有不朽之上 吞天诀 还有吞天诀 更强的混沌天地诀 林浩自然有不拜师的底气 小美显然愣了一下林浩先生 你 林浩还是先说说 看有什么传承吧 说不定我一高兴 愿意免费拿走 要是我不高兴的话 我就直接顺手牵羊了 小美愣了一下 但并没有很吃惊 也没有被吓到 反而笑到林浩先生 主人还说过 如果有个天赋绝世 实力超凡 心怀天下 不卑不亢的人 他愿意无偿献出 所有传承和宝物 但是有一个条件 林浩还有条件 那直接顺手牵羊 不是更好 小美急了尊敬的林浩先生 主人的条件其实是 希望得到传承的人 在等级突破不朽之后 可以帮他报仇 仅此而已 主人还说了 他的仇人非常强大 如果打不过 主人也不会勉强 毕竟修行之路 太艰难了 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林浩笑了 帮忙报个仇 这倒还能接受 毕竟是祖星出来的前辈 敢动我祖星的人 我自然也不会客气 我答应你了 小美顿时激动的不行 毕竟二十岁 突破战黄九阶的人 对蓝星来说太难了 他已经等了五亿年了 原本 他以为 继承诸葛乾坤传承的 会是六千多万年前的 蓝星霸主恐龙 可惜还没等恐龙进化出 足以媲美人类的智慧 就已经灭绝了 林浩说说 诸葛乾坤的传承 都有些什么吧 小美笑到主人 诸葛乾坤 留下了一些修炼法 其中一部是不朽极的 名为乾坤天火绝 至于不朽极之上的功法 主人只得到过一本残片 名为 混沌天地绝 混沌天地绝 林浩的眼睛 亮了 心想诸葛乾坤的 混沌天地绝残片 要是刚好是他所没有的残片 那岂不是省了 许多寻找的时间 不过 混沌天地绝残片 被主人存了 星际联合银行的保险柜了 里面还有主人存的许多钱 只有拿着主人的身份卡 才能拿到 没有身份卡 不管什么人都无法拿到 林浩愣了一下什么情况 不朽之上的修炼法 竟然存到银行 诸葛乾坤不知道 这世界很危险吧 这么宝贵的东西 竟然不随身携带嘛 时间过去这么久 万一银行不认账 怎么办 小美笑到不会的 星际联合银行 是宇宙中最讲信用的银行之一 在每个繁华的星系 都有分行 林浩诸葛乾坤 还是太天真了 混沌天地绝啊 那可是不朽之上的修炼法 要是星际联合银行 知道他存的是什么 还不直接抢走 小美还是坚持不会的 保险柜主人的身份是保密的 存在里面的东西 也是保密 不需要对银行 说出是什么东西 并且保险柜是经过加密 没有人会动 而且星际联合银行 是宇宙中的最强的几大势力 联合成立的 从来没有出过保险柜被盗 或者被其他人拿走的事情 林浩但愿吧 小美拿出一个空间戒指 继续说到 这是主人生前用过的一个空间戒指 里面是主人创造的小事件 只有十个蓝星这么大 不过 里面却有不少各种各样的宇宙金属 还有一艘恒星九阶的战舰 十万台恒星级多功能智慧机器人 一本不朽集以下战舰制造图册 以及一些恒星级的宇宙凶兽 谁拥有了这个戒指 那些凶兽就会听谁的话 林浩笑道 虽然有点小 但是里面的金属 应该正是我所需要的 小美郑重到林浩先生 请收下主人的空间戒指 和星际联合银行身份卡吧 林浩不需要接受什么通关考验吗 小美您的表现我都已经看到了 完全超越了主人的期待 所以不需要 林浩点了点头好 你放心 有朝一日 我会替诸葛乾坤报仇的 第248章重动 林浩借过空间戒指 将一缕精神印记注入其中 空间戒指顿时认主 别的空间戒指 一般只能是精神探入其中 但这空间戒指 是诸葛乾坤的 里面有一个小事件 十倍蓝星大小 因此 林浩直接进入到了戒指中的小事件内 只见其中山川河流 海洋湖泊 飞禽走兽 城镇房屋 各种宇宙金属 橘木皆是 地上走的 天上飞的 都是各种各样的宇宙凶兽种族 城镇之中 还有人来来往往 不过这些人 有的头上长脚 有的身上有鳞片 有的头发赤红 有的身高五米 几乎都不是真正的人族 这些凶兽和宇宙种族 最低的都是恒星一阶 最强的是恒星九阶 数量不下十万 这里的灵界 比蓝星浓郁几百倍 灵号火眼金金一扫 机动不已 五宗巅峰级玄金 虽然没有 但是恒星级的天玄金 却遍地都是 我手中的五宗巅峰级空天战剑 有燃料了 其他的金属 就更不用说了 什么恒星九阶的紫岩石 色彩各异的恒星 一道九阶的星语石 还有恒星级别的圣玄金 有着这些宇宙金属 加上战剑图测 也造恒星级战剑飞船 也是轻而易举了 感知到新主人灵号到来 整个小世界中 宇宙凶兽 还有十万台恒星级 多功能智慧机器人 全都赶了过来 加上十万多头凶兽 将灵号围的水泄不通 主人 山湖海啸 十万恒星级凶兽 和恒星级机器人 全都恭敬地跪在地上 他们都会讲普通话 因为诸葛乾坤 让他们学的 他们有的高达千米 有的长达几千米 最矮的 都有五百多米高 灵号站在他们面前 就像蚂蚁 站在大象前一样 要不是 有主仆契约压制 光是那声势气势 就能秒杀灵号了 这是灵号第一次感受到 恒星级强者的威势和强大 也是第一次明白 宇宙种族的丰富和多样性 这些凶兽 都是宇宙妖族 都是可以化为人形的 而且 模样古怪无比 完全不是你能想象得到的 很好 以后叫我浩哥就好了 是 浩哥 灵号 拿出战舰制造图册 将行星九阶的战舰制造方法 透过精神 传入恒星机器人 晶片之中 我给你们一个任务 建造一百艘 行星九阶战舰 不用着急 三个月内能造好就行 是 浩哥十万恒星 及多功能智慧机器人 呐喊道 浩哥 那我们做什么 请浩哥释出任务 十万恒星级 宠授齐声呐喊 灵号笑道很好 很积极 我暂时没有任务给你们 不过 我这有一本修炼法 吞天诀 非常适合你们修炼 说着 直接将透过精神力 将没有改造的吞天诀 传入了十万宠授的脑海之中 十万宠授激动无比 这是我们妖族最强的修炼法 多谢浩哥宠授们 感激涕零 对灵号 也变得从内心真正的敬佩起来 要知道 吞天诀 原本只有宇宙中 顶尖的妖兽妖族 才能修炼的 灵号笑道 好好修炼 早晚有用得到你们的一天 而且不用很远了 多谢浩哥栽培我等 必定刻苦修炼 不负众望 灵号笑道好了 你们都散了吧 是 浩哥 灵号拿了十万吨的天玄金 还有一块小世界最硬的七彩星陨石 这是有几颗不同颜色的恒星爆炸 而且形成的特别的金属 哪怕是在九阶恒星级金属中 它也是最硬的存在 试试看 你到底有多硬 灵号拿出神殿中得到的金属残片 在七彩星陨石上一滑 结果七彩星陨石 竟然被轻易地切成了两半 灵号都傻眼了 这可是恒星九阶的金属啊 看来这残片真是质宝啊 要是我等级达到恒星意见 恐怕光凭这残片 就有可能杀掉恒星九阶 灵号星满意足地出了小世界 恒星九阶飞传中 灵号问小美 你是智慧生命 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小美惶恐 自然是追随主人 你已经获得了前任主人的传承 现在您就是小美的主人了 好 那就跟着我吧 虽然灵号有系统 用不着小美这个智慧生命 但智慧生命也是有感情的 不是单纯的机器人 留在身边 以后为诸葛乾坤报了仇 也算失了了他的一桩心愿 他也算是一个见证者 灵号可不想欠人人情 多谢主人 以后叫我浩哥吧 是 浩哥 灵号将恒星九阶飞船 这个上古遗迹 放进了无限空间之中 然后离开了海洋深处 对了 小美 宇宙中的星球 动不动就距离几光年 几十光年 几百几万光年 恒星九阶的飞船战舰 难道可以突破光速飞行吗 灵号非常好奇地问道 小美浩哥 现在的宇宙是不行 但原始宇宙可以 原始宇宙 原始宇宙 就是现在这个宇宙的前身 蓝星人不是一直都在说 宇宙是从一个无穷质量的点 爆炸膨胀而来 而且还在一直膨胀吗 其实那是上古时期的一场大战 传说有无敌强者 毁了宇宙 毁灭的方式 就是将宇宙压缩成一个点 然后让其爆炸 导致了无数生灵丧生这些 我都是听诸葛主人说的 灵号听得一愣一愣的不朽的强大 已经让我无法想象了 没想到 竟然有人可以 毁了宇宙吗 小美不知道 小美也是听诸葛主人说的 灵号好不容易压下心中的震撼 问到还是说说 飞船战舰 是怎么突破光速飞行的吧 小美只要飞船战舰的等级 达到黑洞一阶就可以了 黑洞一阶的飞船战舰 速度可以达到光速 当达到光速之时 前方会出现一个虫洞 透过虫洞 加上飞船的光速级速度 星际旅行的时间 就会大幅缩短 灵号大惊虫洞宇宙中 居然真的存在虫洞 可是我们怎么知道 出现的虫洞 是通往哪里的 难道可以控制 或者选择虫洞两头 所连线的星球 小美其实宇宙中的虫洞 是自然存在 实时存在的 而且是四通八达的 几乎所有的虫洞 都是相连的 只不过 要速度达到光速才能看到 速度要是达不到光速 虫洞就是虚无的 不会影响现实事件 我们的确可以选择 虫洞的方向 陈捕木曹灵号 忍不住惊叹 他感觉自己整个人 都升华了 第249张雷霆大地 最后一个问题 灵号看着小美 冲出了心中的疑问 宇宙是不是存在着 两种文明 科技文明和修仙文明 这个问题 从灵号进入 一号上古遗迹中的神殿时 就已经浮现在他脑海中了 小美是的 主人宇宙中的势力 主要分成了科技文明阵营 和修仙文明阵营 两种文明 彼此都要铲除对方 双方之间的大战 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上演 我的上任主人诸葛乾坤 曾经试图融合两种文明 让两种文明和睦相处 可惜他失败了 不论是科技文明 还是修仙文明 都认为自己 才是宇宙的主宰 谁也不服谁 他们都想称霸宇宙 从来没想过 要融合彼此的长处 和睦共处 走吧 我要去探索九号上谷遗迹了 九号上谷遗迹 位于蓝星海洋的上空 据说只有雷雨天气 电闪雷鸣的时候 才会出现 看似虚幻 但所有的智慧战机 和人类飞行器 还有飞行凶兽 却都无法穿越 只能绕飞 蓝星某处海洋上空 晴空万里 一览无余 目之所及 只有蔚蓝的天空 除此之外 就看不到其他东西了 零号笑道 不愧是神秘莫测的 九号上谷遗迹 不下雨 没有电闪雷鸣 还真看不到 混沌神雷领域 哄 万里无云的天空 突然间 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狂风大作 大雨倾盘 片刻后 空无一物的天空中 出现了一座座 若隐若现的金色宫殿 彭腐海市蜃楼 但却给人一种 无比威严的感觉 彭腐那巍峨的虚幻宫殿中 有一个无比强大的人 在凝视着 窥探基于金色宫殿的人 零号的精神力 扩散开来 笼罩整座金色宫殿 并没有发现了什么危险 零号直接凌空踏步 向金色宫殿走去 当他的脚 踩在宫殿的台阶之上时 虚幻的宫殿 突然就变成实质的了 挺神奇的嘛 下一刻 零号走进了 金色宫殿之中 不是说所有人 都进不来吗 我怎么这么容易 就进来了 难道是跟 混沌神雷领域有关 就像在一号上 古一迹 用混沌之火 就能引出神殿的传承一样 零号带着疑问 向金色宫殿深处走去 只见宫殿一重接着一众 竟是连绵无忌 庞扶永远也走不到尽头 只见所有的宫殿 都是残破不堪 到处都留着 大战过后的痕迹 和各种各样的海谷 有人族的 有妖族的 还有许多长达千米的 巨大海谷 看起来 应该是 某种宇宙种族 许多非人族的海谷之上 甚至还残留着 被雷电批中的焦黑痕迹 又是大战 而且 金色宫殿的主人 应该也不在了 零号有些感慨 小美 你对这金色宫殿 有什么了解吗 小美跟着零号 也在四处张望 脸上带着震惊的表情 零号一问 她才惊醒过来 我也不清楚 但是 我听前任主人说过 上古时期 原始宇宙 还没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时候 人族有一位雷霆大帝 威震还宇 带领着人族 与宇宙万族大战 最后 力展十大万族大帝 最后 自己也陨落星空 这金色宫殿 有可能就是雷霆大帝的行宫之一 零号肃然起敬雷霆大帝 力展十大万族大帝 不错 看来宇宙万族很嚣张啊 都给我等着 到时 我会让你们 哭得很有节奏 先找找有什么传承吧 虽然有系统 其实用不着 但来都来了不是 零号施展缩地成寸 施展混沌神雷笼罩全身 开始在金色宫殿中 寻找传承和宝物 和在一号上古仪祭神殿中一样 零号石魔都没找到 最后在经过一尊百米高的 无头石像时 混沌神雷终于有了感应 只见一团球形的紫金色闪电 从无头石像的头部开始凝聚 紫金色闪电 看来雷霆大帝 也是拥有混沌神雷 可他却还是败了 可见宇宙万族 也不是吃素的 紫金色的球形闪电 越来越凝实 也越来越狂暴 最后竟然加速向零号冲了过去 零号触遍不惊 而且连动都没动一下 最后竟然还伸出手 徒手去接紫金闪电 紫金闪电并没有爆炸开来 反倒是在碰到零号手掌的时候 突然变得平静了许多 最后 零号从紫金球形闪电之中 取出了一本 古卷雷霆圣体诀 零号施展超 SSS 即异能火眼金睛 精神力 覆盖雷霆圣体诀 片刻之后 脸上露出了颇为激动的笑道 雷霆圣体诀 竟然是雷系最强的修炼功法 修炼到大成 可拥有雷霆圣体 强大无比 看来这次也没白来 没想到我们找了这么久的雷霆大帝传承 竟然被你这小子找到了 一道沙哑的声音 在零号身后响起 零号一脸诧异 转身向后看去 只见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且神秘的空洞 空洞之中 漆黑无比 彷扶一道隧道 也不知道通向哪里 而此时 正有一头高达千米的星空巨兽 从空洞隧道中现身而出 那星空巨兽 像蛇一样 但头上却有一根独角 浑身漆黑 一块鳞片 就比零号一个大 火眼睛睛 立即将星空巨兽的资讯 反馈给零号宇宙种族之中 虫洞鬼蛇 恒星舞剑 生活于虫洞中的一种神奇宇宙种族 经常在虫洞中埋伏星际旅行者 虫洞灵号惊奇不已 这就是传说中的虫洞 他根本没把千米之巨的宇宙巨兽 放在眼里 小美主人 你说得对 这就是虫洞 主人小心 虫洞鬼蛇 天生拥有瞬移的能力 零号笑到怕什么 我有兽宠话音落下 零号从小世界中 召唤出了几百个恒星九阶的 妖族宠兽 虫洞鬼蛇 本来还在说小子 乖乖地交出雷霆大地的传承 我可以考虑让你少受点苦可 当他看到几百个恒星九阶的妖族之后 吓得连桃跑都忘了 给我上 废了他 零号一声令下 几百个恒星九阶立即出手 将虫洞鬼蛇的每一块骨头都拆散了 只剩下一口气 第250章摧毁虫洞 零号看着奄奄一息的虫洞鬼蛇 问他说吧 你怎么会出现这金色宫殿 你是怎么知道 蓝星有金色宫殿的 虫洞鬼蛇虽然没死 但是早就吓死了 赶紧用尽力气说到 是我们虫洞鬼蛇一族的先祖流传下来的 上古时期 雷霆大地的仇人 为了追查他的传承 下令让宇宙万族去寻找 我们虫洞鬼蛇一族 因为拥有开辟虫洞空间的能力 帮了大忙 帮助他们 找到了这金色宫殿 可惜他们 攻进这金色宫殿后 什么都没找到 他们认为 走了 但为了以防万一 他们还是下恋 让我们虫洞鬼蛇 必须派出看守此处 虫洞鬼蛇一族 是非常重信用的 九十一年以来 每一代虫洞鬼蛇 都在监视这行宫 没想到 终于有人进入了 这金色宫殿 九十一年 零号吃了一惊 估计蓝星出现之前 这金色宫殿 就已经存在于这片空间了 零号突然想到了什么 立身喝道难你来之前 是不是已经通知了 雷霆大地的仇人 虫洞鬼蛇 吓得亡魂皆冒 赶紧说到没有 没有 绝对没有 我只是通知了 银河系虫洞鬼蛇的长老 长老也不一定会通知 雷霆大地的仇人 零号面色一沉 一掌拍出 混沌之火席卷而出 将虫洞鬼蛇烧成了灰烬 此时的虫洞鬼蛇 实力已经百不存一了 零号五宗六阶的战力 就足以将其斩杀了 零号到系统 有什么办法 可以斩断虫洞鬼蛇建立的 与金色宫殿的虫洞通道 系统主人 很简单 用你的空间 风暴异能就可以了 此处与外界的虫洞通道 因为过了九十一年 早已损坏 虫洞鬼蛇一族 也早已不相信 这里还有什么 雷霆大地传承了 因此 没有像刚开始那样 每隔几千年 就大力修复虫洞通道 这虫洞通道 已经只能容纳 恒星九阶以下的强者 一个个过来了 否则虫洞通道就会崩塌 通道中的人 就会丧生虚无宇宙空间 魂飞魄散 因此 以主人现在的等级战力 就足以摧毁了 零号这才松了口气也对 恒星会自然毁灭 虫洞空间自然也不例外 零号立即动手 开始寻找金色宫殿中的虫洞 准备予以摧毁 系统虫洞鬼蛇 是宇宙中非常强大的种族 要是被他们找过来 有可能会对蓝星 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因此 奖励主人的空间风暴领域 升级为行星一阶 升级后的空间风暴领域 范围5000万米 5万千米 拥有感知行星一阶级别的 小型虫洞的能力 零号系统 干得漂亮 5万千米领域范围 刚好比蓝星直径大几十千米 太爽了 零号直接施展行星级空间风暴领域 不到一秒 就感知到了 连线金色宫殿的虫洞通道 这个虫洞通道 果然是损坏得很厉害 不过这竟然能连线 十万光年的两个星球 真是太让人震撼了 零号感慨了一下 星面移动 行星级空间风暴领域施展 无数恐怖的空间碎片 形成空间风暴 向虫洞席卷而去 只一瞬间 连线金色宫殿的虫洞通道 就轰然崩塌 从金色宫殿这一头开始 一直向另一头崩塌而去 系统 虫洞通道崩塌了 虫洞鬼蛇 要想找过来 应该没有那么容易了吧 系统是的 主人 即便是不朽强者要找过来 也要花几年时间 因为虫洞通道崩塌 相当于金色宫殿 在宇宙中的坐标消失了 加上这金色宫殿的空间防护能力 非常变态 一般的不朽强者 恐怕几万年都找不到 除非有什么强大无比的空间质保 零号到那就好 至少有时间让我变强 现在先回摩大 回到摩大 零号发现 时间已经过了六天 金色宫殿的时间流速 竟然也是蓝星的十倍 看来以后等级提升了 也要把金色宫殿收到无限空间中去 心念一动 从小世界中 召唤出了十个恒星 及多功能智慧机器人 用来守护整个蓝星 这些机器人 至少是恒星一阶的 拥有战斗能力 感知范围绰绰有余的 覆盖了整个蓝星 现在 整个蓝星都已经是大厦当家做主了 要保护 当然是直接保护整个蓝星了 刘顺等人 看着高达三米的恒星 及多功能智慧机器人 被震撼地说不出话来 过了半晌 刘顺才激动到 浩哥 这些机器人 就是从海底的上古遗迹中获得的 林浩笑道没错 这次去上古遗迹 收获不小 接着 林浩又跟刘顺苏灵等人 说了一下探险的经过 还解释了宇宙中战力等级的划分 不小 只要不死 就不会死 还有行星 恒星 黑洞差距太大 浩哥 你觉得我还有努力的必要吗 刘顺有点垂头丧气的 林浩拍了一下刘顺肩膀说 什么傻话 有我在 你还怕什么 你这几天 等级不是已经提升三阶巅峰了吗 刘顺这才笑起来 颇为激动到 主要是跟浩哥你相比 差太多了 以至于 我几天提升两个小等级 都觉得很慢了 苏灵笑道 其实我的等级 已经提升得非常快了 起码是之前的十倍 苏灵现在 也已经是三阶巅峰了 这都是修炼改进版的吞天爵的效果 不仅是他们 这几天以来 整个蓝星的战力 都提升几倍 龙帝和何老总 都突破到了武宗二阶 龙魂阵国君之中 更是有几十人 突破到了武宗一阶 何灵已经突破到了九阶初级 不过 修炼速度提升了 现在他们头疼的 却是没有足够的资源 用来吞噬修炼了 他们现在大部分的世界 反而都是用来寻找资源了 林浩笑道 资源怕什么说着 直接给了何灵 刘顺苏灵 几百吨的行星级玄金 够他们修炼行星级了 反正小世界里面 行星级玄金 遍地都是 何灵 刘顺苏灵 接过存放着行星级玄金的 空间戒指 都激动坏了 顾星仪 高佳佳 江月等人 也给了一些 不过刘顺苏灵和何灵 是给的最多的 林浩又去找了一下 龙帝和何老总 给了两人几百吨行星级的 天玄金 这样一来 武宗颠峰级的空天战舰 就能动起来 开始对整个蓝星 进行战备巡航了 这几天 林浩又用小世界中的新钥匙 造了几艘武宗巅峰级的空天战舰 现在总数量 已经达到了十艘 林浩自己留两艘 其余八艘 全部交给龙帝和何老总支配 两人各留了一艘 剩下的 交给了龙魂镇国君 不过最高的使用许可权 都是林浩 最后 林浩各给了两人一台 恒星级多功能智慧机器人 龙帝和何老总 激动地跳了起来 和老总恒星级多功能智慧机器人 我们再也不怕昆仑界了 龙帝何止是昆仑界 有林浩在 不久的将来 我们大厦可以进行星际探险了 当一万米长的巨大的武宗巅峰级 空天战舰升空 越过大厦各大城市之时 整个大厦沸腾 中文教组 中文教组